跟秦琛相亲那天 苏默长腿翘着 嫩白脚踝上的C铃铛 发出阵阵脆响 脚尖若有四无地刮蹭过他的小腿 秦老板 结婚吗 秦琛眉目刚硬 一声不吭 就在苏默和中间人 都以为秦琛会拒绝时 秦琛嗓音冷硬接话 结 男主纹身师 女主七气非疑传承人 EVE 双结 男主 假正经 真不正经 女主 假不正经 真正经 PS 不是传统总裁文 第一章 活好吗 你活好吗 我这个人 对那方面要求挺高的 跟秦琛相亲那天 苏默正处于人生低谷 低到什么程度 大概就跟塔里木盆地似的 相爱七年的男友分了手 还被所谓的闺蜜陷害 离开了工作十年的公司 整个人的状态 基本可以用一个词形容 浑浑饿 窗外车水马龙 苏默红裙惹眼 长腿翘着摇晃 嫩白脚踝上的铃铛 随着他晃动 发出阵阵脆响 秦琛坐在他对面 脊背挺直 眉目刚硬 神情素冷 再加上他那身洗到发白的黑色短袖 和利落寸头 整个人的形象 又糙又硬 中间人给两人做介绍 阴晴静十足 专挑好听地说 苏默时不时应一句 全身透着慵懒地掉掉 明显漫不经心 这句话 就是在中间人帝恩次贤 他不积极配合 用手捅他腰时 他浅笑奄然问出口的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苏默话落 看到坐在他对面的男人 太阳穴位置明显跳了跳 下一秒 男人拔腰而起 片刻没停留 只冲中间人礼貌性地 微微点了下头 嗓音低沉道 赵姨 抱歉 我店里还有事 先走了 中间人面露尴尬 不好意思挽留 又想做最后努力 小秦 你看 中间人那句 你看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 秦琛已经长腿迈开 阔步离去 这下 苏默那双天生柔情似水的毛子 倒是扫了他一眼 腿挺长的 宽肩窄腰 有肌肉感 看得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 苏默正看得出神 中间人一巴掌 拍在他面前的餐桌上 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你说说 这是这周第几个了 苏默回神 红唇样笑 一双毛子水波凌凌 十二个 中间人被他这抹笑晃了眼 愣了愣 反应过来后 故意板着脸说 你还好意思说 再有一个都凑过十三太保了 苏默唇脚未动 苏默这个相亲态度太过消极 实在不符合一个小县城 对一个三十出头未婚女性的婚恋观定义 中间人脸色难看了些 苏默 这里不比你之前待的大城市 三十岁不结婚 是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说实话 我也就是 看在我们两家是实在亲戚的份上 不然我真不愿意接你这个活儿 实在亲切 中间人要是不说 他差点都忘了 他跟这个中间人 确实有那么点亲戚关系 听说 这中间人 是他三姑乃二表哥家孙媳妇的堂姐 这关系 是挺实在的 中间人最后是甩手走的 脸上全是薄怒 中间人前脚离开 后脚苏默放在桌上的手机 震动了两下 他低头看过去 屏幕上挑出一条信息 都三个月了 你真不回来了 你真担心在那种小县城 呆小半辈子度过余生 苏默指尖划过屏幕 正想给发信息的人回消息 见面忽然蹦出一条好友申请 苏默稍顿了下 点进去 一个乌七麻黑的头像映入眼帘 再看名字 秦琛 苏默轻挑眼尾 没接受 而是给对方发了个拒绝的问号 对方 180 苏默 什么 身高 对方 时长 分钟 第二章180分钟 180分钟 三小时 都是熟男熟女 这三小时指的是什么 苏默当然清楚 这是在回答他 刚刚相亲时提出的问题 不过苏默倒是挺意外 这个男人还会继续跟他联系 要知道 刚刚相亲的时候 对方的脸可不是一般了 全程无效 正经到不行 瞧着实在是不像是这种 会说浑话的人 当然 也不像是会喜欢他这种 红颜祸水的人 难道是闷骚 果然 男人基本都是一路货色 上半身思考事业 下半身思考女人 分工明确 公司分明 被男人一打岔 苏默也忘了回信息 站起身打车回了家 他刚一进门 揣在兜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 看到屏幕上闪烁着外婆两个字 稍作迟疑 知道躲不过 白皙纤细的指尖 苏默自知相亲失败 免不了又得听一顿唠叨 故意喊得娇嘀嘀的 试图唤起电话那头老太太的疼爱 谁知老太太根本不吃他这套 直接切入主题问 今天相亲像得怎么样 苏默指尖勾发丝 没成 老太太 你又没瞧上对方 又这个词 别有深意 苏默成硬的话 在舌头尖打转 担心挨骂 话锋一转 委屈巴巴道 哪能啊 今天这个特别优质 长得帅 身材也好 各方面我挺满意的 苏默这句真的厚 还跟着一句 但是 就在他准备 把锅甩到秦琛身上时 老太太声音 带着笑意抢了他的话 正好 小秦对你也挺满意的 你通过一下他的微信 苏默 常年玩鹰 最后不料 却被鹰着了眼 苏默红唇微起 软舌舔过前排背齿 好呀 老太太 苏默 你少跟我整幼蛾子 苏默 不能 苏默回答得干脆 因为打小在南方长大 说话调调 自带几分江南水乡的泥南软雨 老太太听着 心里忽然一软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谁 那个谁 全名叫蒋商 之前提起这个名字 时有多甜蜜 现在就有多石骨灼心 苏默唇脚微眯 外婆 人家都结婚了 老太太 该释怀了 难得 出了名爱对人的韩老太 还会安慰人 苏默心里酸溜溜的 我知道 谁知 他心里的感动劲还没散 电话里老太太 一盆凉水泼了下来 你再不释怀 人家未婚妻都要显怀了 苏默 他就知道 跟老太太挂断电话后 苏默起身走到冰箱前 拿了一罐啤酒 以这一侧的墙壁喝了两口 想到了什么 低垂眼眸 通过了秦琛的微信申请 大戴士出于寂寞空窗期的好奇 苏默指尖滑动 点进了秦琛的朋友圈 一眼扫过去 苏默忍不住择了一声 一无所有 只有偶尔几张位 纹身设计化的图纸 还真是朋友圈如其人 无趣 一条信息 晚上有时间吗 苏默似笑非笑 回他 怎么 试试你的180 第三章 语出惊人 苏默这个回复赤裸又轻浮 他故意的 就是为了让他反感 信息发出 聊天见面半天没有动静 苏默嘲弄轻笑 猜想对方大概是被他吓到了 不过他也无所谓 他本来也没想 跟对方有个所以然 一罐啤酒喝完 苏默后知后觉 想起自己还有一条微信没回复 再次打开手机屏幕 给最开始给他发信息的人 回了条信息 小县城也没什么不好 对方秒回 你甘心 苏默 甘心 对方 你这是 被奖伤伤着了 伤着了吗 那肯定是伤着了 恋爱七年 一个人一生 有几个七年 他连婚后三年 爆俩都想好了 他却转头跟别人订了婚 缺得带冒烟的玩意儿 后来微信那头的人还发了什么 苏默没看也没回 脱掉脚下的高跟鞋 白嫩脚趾踩着地面 没穿拖鞋 卖不进了浴室 再见到秦琛 已经是一个月后 苏默正在自己新开的小店门口 以着墙壁边吃冰棒边 接师母电话 秦琛站在吹着微风的巷子口 被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扇了一巴掌 看到这一幕 苏默轻挑眼尾 好奇心不重 但闻到了八卦的气息 默默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久久听不到他回应 电话那头师母的语气变得严肃 苏默嗡了一声 没有相亲时的五妹妖娆 多了几分自食清冷 师母 我听到了 那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比赛真的不参加了 苏默说 含金量不高 没有参加的必要 现在不是含金量高不高的问题 你到现在 难道还没听懂师母的意思吗 你在这行的名声已经毁了 想重新回来 肯定要做出点什么成绩 这个比赛虽然含金量不高 但 苏默 师母 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 说完 苏默顿了顿又补了剧 而且 我也没想过再回去 听到苏默决绝的话 电话那头的人一声叹息 声音里满是难受 如果你师父还在就好了 你也就不用受这份委屈 提起已亡人 这通电话变得沉重 苏默潜吸一口气 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师母 等我回荣城去看你 挂断电话 苏默还没从通话中抽身 一道白色倩影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紧接着 苏默看清了面前的人 是刚才在巷子口山 秦琛巴掌的姑娘 小姑娘泪眼婆娑 用手指着苏默问 站在不远处的秦琛 是不是她 苏默 秦琛面无表情 冷得生人物境 见秦琛不说话 小姑娘越发恼怒 你以为你不说话 我就认不出她吗 你手机里的那张照片 明明就是她 苏默 什么照片 小姑娘纹身看向苏默 在看到她娇好的面容 和凹凸有致的身材后 眼眶红得越发厉害 苏默挑眉 瞧出在这姑娘身上 问不出什么 看向不远处的秦琛 再次语出惊人 什么照片 秦琛 你私下藏了我的照片 拿着印 第四章 送上门 苏默话落 站在她面前的小姑娘 惊得嘴巴 成了一个欧 显然是 没在大庭广众下 听过这么伤风败俗的话 秦琛跟她对视 没风轻醋 没有 苏默 那是什么照片 秦琛沉声说 相亲的时候 赵姨给我发了一张你的生活照 苏默 哦 原来如此 解释清了 苏默自觉没有继续待在这里的必要 收起手机 把吃完的冰棒袋 扔进一旁的垃圾桶 踩着高跟鞋回了小店 这家店是她新开的 为了避免自己越来越颓废堕落 强迫自己爬起来朝九晚五 店铺主营各种七七家具百件 每一件都贵得离谱 在这个人均工资三千的小县城 基本不会有人买 至于她为什么会开这么一家店 因为除了这门手艺 别的她也不会 苏默正边喝水边摆弄手机 小店门被从外推开 刚刚在门口质问她的小姑娘 唯唯诺诺走了进来 苏默先眼皮 笑容娇媚 有事 我买东西 苏默 随便看 做生意吗 顾客就是上帝 不管这位上帝之前跟你有没有矛盾 给钱就是也 况且 她跟这姑娘之间也谈不上矛盾 这个多少 小姑娘拿了个巴掌大的手势盒 问苏默 苏默轻笑 红唇吸动 一千二百八 听到苏默的话 小姑娘的手忍不住抖了下 多 多少 她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八 这么小的东西卖一千二百八 苏默 你是我开业以来第一个顾客 可以给你打个折 小姑娘倒吸一口气 以为又跟之前在金玉广场买东西似的 标价五千六 打折完后二百三 苏默眉眼弯弯 一千二百七十九怎么样 小姑娘垮了脸 一块钱的折扣 这是属于几折 其实在这姑娘一进店门的时候 苏默就看出来了 这姑娘压根就不是来买东西的 是来打探她底细的 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总以为拿捏了所谓的情敌 就能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这个想法 嗯 挺蠢 小姑娘局促地站在原地不动 手里的手势盒 拿着不是放下也不是 为了面子强撑着 苏默放下手里的水杯 若有所撕了会儿 歪着脑袋看她 你要不要来我这里打工 小姑娘没反应过来 是 什么 苏默仰着笑说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坚持我跟秦琛了呀 小姑娘 苏默把这个年龄小姑娘的心态 拿捏得死死的 也不急 你考虑考虑 苏默说完 转身放水杯 她水杯刚放下 身后小姑娘冲口而出 工资多少 苏默 实习期三个月 每月五百 小姑娘 五百 你一个小盒子 就要卖一千二百八 你给员工一月五百 小姑娘怒气上头 眼睛瞪得溜圆 运怒地盯着苏默看 觉得她是在耍自己 就在小姑娘 准备跟苏默大吵一架走人时 小店门再次被推开 秦琛单手 撑着门高大挺拔的身影 出现在门口 苏默 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苏默视线在两人之间流转 实在舍不得 这个送上门的好员工 眉眼含笑 风情妖娆 好呀 第五章 结婚吗 苏默呢喃软语的时候 让人鼓酥 别说男人 女人听着 身上都会不由得起 一层鸡皮疙瘩 苏默迈不出门 秦琛看着她点了根烟 烟雾缭绕间 苏默用带了钩子式的眼神 描绘秦琛的轮廓五官 棱角分明 眉眼深邃 唇形略薄 按照老一辈留下来的面相说法 这种男人招桃花 多薄情 秦琛 我今年三十二 苏默自然接话 我三十 秦琛低垂着眼眸看她 嗓音低沉辞性问 结婚吗 苏默文言言尾微调 笑得有些荡漾 秦师傅 我是通过了你的好友申请 不是通过了你的男友申请 秦琛点头 高大的身影拢着她 我知道 苏默笑而不语 那你还这么问 两人就这么面对面站了会儿 隔壁纹身店 有个二十出头的小黄毛探出脑袋 称歌 电话 秦琛声音速冷 嗯 承认完 秦琛朝苏默微微点头 转身就要离开苏默 看着她的背影 眼底闪过一抹鱷鱼 果然 越是看起来高冷自吃的男人 骨子里越骚 苏默正想着 余光扫到了自家店门内 往外看的小姑娘 苏默轻挑红唇 秦琛 秦琛闻声回头 嗯 苏默 乖抱我一下 秦琛醋眉 什么 苏默嫌他墨迹 脉步上前 须须抱住了他 软玉温香入怀 秦琛一只手夹着烟 一手下意识 搂住了他的腰 戏 不足吟吟一握 秦琛侯姐滚动 你 苏默仰头 笑得像个活色生香的妖精 交个朋友 秦琛 好 拥抱过后 苏默转身回了店里 秦琛回头 没看到人 只看到一节摇曳生姿的 杨柳喜妖 苏默回到店里 跟他预想的结果差不多 小姑娘脸气地鼓成了包子 我决定了 我要在你这工作 苏默 今天就开始 小姑娘 哼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 苏默知道了小姑娘名字叫双琪 今年26岁 大学毕业后 就去了一家外企工作 后来不适应那里的工作氛围 回了老家 在自家酒店做前台 用他的话说 1月3800 整天笑哈哈 他跟秦琛的爱情纠葛 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一见钟情 他追 他逃 晚上下班 苏默给了双琪一把店里的钥匙 让他每天早上9点来开门 双琪拿着手里沉甸甸的钥匙问 那你呢 苏默先起指尖翘着 我呀 我当然是睡到自然醒再来 双琪 你就不怕 我把你店里这些东西都倒卖了 苏默 双琪 26岁 你们家住在嘉河小区 身份证号RXXX 双琪 变态 说完 双琪又小声念叨了句 总有一天 我会在称歌面前 揭露你的真面目 不等双琪在秦琛面前 揭露苏默的真面目 真正能揭露他真面目的人就出现了 苏默刚拎着小羊皮手包出店门 就跟站在马路对面 西装革履的蒋商视线 撞了个正正 看到蒋商 苏默微微眯了眯眼 第六章 假装男友 四个月的时间 足以改变很多事 比如 四个月前 两人还是圈子里有名的郎才女貌 一转眼 他就跟别人成了天作之河 一条马路 跟不可跨越的银河似的 让两人遥遥相望 止步当下 不等奖商朝他走来 苏默脚尖一转 变了方向 进了隔壁纹身店 之前他把店租在这里的时候 并不知道隔壁就是秦琛 今天刚知道 就派上了两次用场 苏默推门而入 里面坐着的几个男人 齐齐朝他看过来 其中有一个 就是刚刚喊秦琛接电话的小黄毛 找称哥 苏默回笑 嗯 小黄毛 在二楼 苏默 我直接上去 方便吗 小黄毛脸上堆笑 嘴快咧到后牙草 方便 听到小黄毛这么说 苏默也没多想 等到他一走 一楼几个男人炸了锅 那女人是谁 称哥女朋友 瞧着不像本地人 皮肤可真白 那小妖 瞧着就带劲 男人要是八卦起来 女人都得往后站 眼看几个人越聊越不像话 小黄毛上前伸手 在每个人脑袋上抽了一巴掌 找死了 二楼的格局很简单 上楼梯后 左手一共三个隔断房间 前两个门敞着 里面有人正在纹身 第三个 是秦琛的工作室 上面挂着一个木质小牌子 牌子上写了两个字 误扰 误扰 苏默抬手敲门 不好意思 他得扰他 静 苏默推门前 也没想到 会看到这样的一幕 男人裸着上半身 正在换衣服 宽肩窄腰 肌肉纹里结实 荷尔蒙爆发 秦琛没料到 敲门的人会是苏默 在看到他肆无忌惮 打量他身材的眼神后 脸色微变 浓眉青醋 声音里带着丝丝寒意 有事 苏默红唇挑动 客观评价 身材不错 秦琛 看出秦琛神情有变 苏默心里暗潮 私下都快浪到没边了 现在装什么假正经 当然 苏默虽然心里这么想 嘴上却没这么说 而是秉承着 有求于人该有的态度 老实交代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秦琛沉沉声问 什么忙 苏默 假招我男朋友 最怕空气里突然的安静 苏默的坦白从宽 换来的是 秦琛审视犯人一般的打量 过了一会儿 秦琛转身背对着他说 不帮 苏默愣住 秦琛会拒绝他 完全在他意料之外 看着他的背影 苏默仅思寸数秒 提了一口气说 让你真的当我男朋友 大不了明天就分手 苏默话落 秦琛头都没回 我不喜欢被人利用 苏默昧着良心说 不是利用 是真交往 秦琛回身 个子高 靠坐在身后 绘图用的办公桌上 低头看他 两人对视 苏默仍娇笑着 心是虚的 下一秒 秦琛从兜里掏出烟盒 掉了根烟在嘴前 用打火机啪的一声点燃 抽了一口 目光犀利 森冷着嗓音问 马路对面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是你前男友 苏默咬红唇 眼睛可真毒 第七章 你试试 苏默没回答 算是默认 两人四目相对 有点暗暗较劲的意思 准确点来说 是苏默在暗暗较劲 因为他觉得 秦琛这个人挺没意思 闷骚又直男 明明想聊他 但是让他帮个小忙 他却一口拒绝 不仅不给他面子 还撂他脸子 长得漂亮的人 向来备受优待 苏默在这方面的优势 明显得天独厚 再加上工作原因 也算是个艺术家 所以骨子里 自带几分傲进下一秒 苏默审笑 拎着手包转身离开 不帮就不帮 离了王八谷也想 离了马尿河也长 苏默穿着高跟鞋 踩在木制楼梯上 发出咯咯咯的声响 瞧见他下楼 坐在一楼的几个男人 齐刷刷转头 苏默宛若未见 碎花裙摆飘液 从众人面前走过时 留下一缕香 这是 闹掰了 这么漂亮 称哥都不疼啊 隔壁街大漂亮发廊的 老板娘也漂亮 趁着称哥喝醉 爬上称哥床 还不是照样被称哥扔了出来 老板娘能跟这姑娘比吗 这姑娘 不等这人把话说完 就见秦琛沉着一张脸 从二楼走了下来 不发一言 迈着两条大长腿 阔不出门 我说什么来着 称哥放不下 这姑娘 称哥怕是想不住吧 这边 苏默从秦琛的纹身垫出来后 瞥了奖上一眼 站在马路边等出租 刚刚他气急攻心 没注意观察他 现在仔细瞧两眼 这人瘦了一圈 虽然气质依旧着群 可没眼颓唐没了光 苏默看奖上的同时 奖上也在看他 他儒雅绅士 如果不是那紧绷的下颌 他差点都要以为他成了折仙 无欲无求 不卑不喜 两人对视 奖上迈步往过走 苏默捏紧手里的包 想着等他待会儿过来 他就用这个包抽他 不等他实施 一辆出租车在他面前停下 他后腰落下一只大手 把他推进了车里 紧接着 推他的人也进了车 苏默侧头 就看到 秦琛坐在他身侧 目光冷冷 嗓音中带了那么一点 懒跟司机说 去西胡同 西胡同 苏默外婆家 苏默下意识想反驳 但出租车已经行驶 他心里还记挂着 马路对面的人 转头余光扫向窗外 红唇微灵 回西胡同 就回西胡同 反正他也好久没回去了 随着车开出一段路 车窗外的身影 也渐渐缩成了一个点 苏默回头 视线扫过秦琛 心里有气 没撒到罪魁祸首身上 只能往他这个间接 罪魁祸首身上撒 娇气轻横 你不是不答应吗 秦琛 我现在也没答应 苏默 确实 他现在也没说是他男朋友 苏默背对的无话可说 软腰往后靠 掏出手机 刚想刷个短视频 忽然想到了什么 撒气不成 怒气化成了撩波 头微微往秦琛那边偏 红唇贴上他耳锤 一张一盒吐气如蓝道 秦师傅 你真的有一百八十吗 秦琛坐姿端正 刚硬无表情 就在苏默以为 他会被他这番撩波气个好歹时 他转头看向他 落眼在他勾人心魄的红唇上 冷着嗓音回话 你试试 第八章 一见钟情 秦琛这个回答 在苏默意料之外 苏默微微愣神 反应过来什么后 妖艳的红唇掀起一抹清潮 洗腰后靠 姿态懒散回归原位 骚 骚到了骨子里 还堆砌出几分浪花来 有些男人就是这样 看似一本正经 静欲刚硬 其实那里比谁都骚得厉害 这种男人嘴还跳 你以为他是不敬女色 坐怀不乱 实际上他 要是乱起来 自情纵欲 比谁都玩的话 苏默觉得 秦琛就是这种人 有了这个插曲 接下来 两人一路无言 眼看车 就要抵达西湖通 苏默打开微信 扫码付钱 多付了五块 算是秦琛回去的钱 谢谢秦师傅送我回来 苏默口不对心 嘴上说着道谢 却是一个多余的眼神 都没给秦琛 秦琛把他的态度 看在眼里 不急也不弄 客气 车停下 苏默刻不容缓下车 他刚走两步 听到身后 响起沉稳的脚步声 苏默拧眉回头 就看到秦琛高大的身影 站在他身后 苏默轻挑唇计 正欲开口质问 身后传来外婆韩金梅的声音 默默 小秦 听到这个声音 苏默身子半僵 大概猜到了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 秦琛今天大概会 留下来吃晚饭 在他转身后 就更确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韩金梅身边 还站着跟他 比了一辈子的赵老太 赵老太眼睛 看似笑眯眯的 实际上落在秦琛身上的目光 浑浊去脚下 这是默默的男朋友呀 韩金梅对秦琛满意 是啊 瞧着怎么样 得 牛不喝水抢暗头 瞧着怎么样 不怎么样 赵老太 做什么的 韩金梅替秦琛回答 自己开店的纹身店 特别火 听说平时找小秦纹身 都得排队 赵老太撇嘴 也不知道是信不信 接话调调阴阳怪气 是吗 韩金梅 你老了 不懂年轻人的这些东西 赵老太斜太眼 借着要做晚饭的由头离开 边走嘴里边碎念 我老了 你没老 老不死的 比我还大两岁呢 年纪大了 耳朵背 他自己听不到 就以为所有人都听不到 相比于赵老太 韩金梅倒是耳聪目鸣 听到赵老太编排自己 韩金梅做事就要上去跟他算账 被苏默一把拦下 挽住他手臂说 外婆 晚上吃什么 被苏默这么一拦 韩金梅想起来 秦琛还在场 笑呵呵地换了一副慈爱面孔 红烧鱼 粉蒸肉 梅菜扣肉 韩金梅跟爆菜名似的爆了一堆 最后看着秦琛说 我问过梅人 说这些菜都是小秦喜欢吃的 苏默 秦琛点点头 谢谢外婆 秦琛这声外婆 笑得韩金梅合不拢嘴 苏默听在耳朵里 看在眼里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个场面搞得他 好像是冬天滞销的大白菜 不仅甩卖 还得倒贴点 在这样看似其乐融融的气氛里 三人回到了家 一进门 苏默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玩手机 秦琛则跟着韩金梅进了厨房 苏默玩了会儿手机 觉得百无聊赖 先眼皮看向厨房里秦琛殷勤的身影 眼睛瞇了瞇 给他发了条信息 秦师傅 你这是对我一见钟情 被韩金梅询问祖宗三代 秦琛掏出手机瞧了一眼 没回 认真回答韩金梅的问题 我爸妈在我16岁那年车祸去世了 家里还有一个妹妹 今年18 韩金梅文言满眼心疼 可怜的孩子 秦琛遣笑 不似面对苏默那般刚硬 有晚辈的低姿态 还好 韩金梅问 那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秦琛坦诚说 打工 学徒 一点点积攒 到现在 16岁的半大孩子 再没爹没妈的情况下 还要拉扯刚满两岁的妹妹 这种情形 不用精力 单单想想就知道多难 不过 心疼归心疼 该问的韩金梅还是要问 比如 小秦 你买房了吗 秦琛听得懂韩金梅的意思 如实回答 买了 两套 现在住着一套小一些的 大点的年初刚买 还没装修 听到秦琛说 有房子 韩金梅一颗悬着的心落地 不是他物质 主要是谈婚论嫁没房子真不行 没房子 结婚住哪 生孩子住哪 总不能一辈子租房子 苏默的情况 不比秦琛好多少 母亲在他三岁时 乳腺癌去世 父亲倒是活着 但跟死了没差别 27年不露面 连通电话都没有 所以 韩金梅出于私心 不想让他后半生再吃苦 两人聊了几句 从厨房出来 端菜上桌 喊苏默吃饭 苏默踩着拖鞋走过来 正准备落座 韩金梅拿起桌上的竹筷 敲他的手 去洗手 苏默皮肤白 没来得及收回手 手背上留下两道红痕 秦琛看在眼里 眉峰本能蹴了下 韩金梅余光扫见 眉开眼笑 苏默去洗手间洗手 秦琛也去洗 老房子洗手间 本就空间逼着 苏默站进来 都勉勉强强 秦琛往里一站 更是显得拥挤不堪 苏默撩眼皮看他 没什么笑意 却当着风情 娇嘀嘀嘀的喊 秦师父 秦琛低头看他 猴姐滚动 嗯 苏默 你对我一见钟情 信息没回 他就当面问 秦琛逆向他 没否认 有点 苏默甩甩手上的水 转过身跟他对视 细腰软着已在洗手池上 微微仰头 娇好的面容 修长白皙的脖子 平坦的小腹 不足盈盈一握的腰肢 碎花裙下 紧致笔直的长腿 皆暴露在他眼前 见色起意 秦琛 嗯 见他承认 苏默轻笑 你倒是挺诚实 秦琛不卑不亢 没什么不诚实的 苏默这会儿 还偶着下午他不帮忙的气 拿了块毛巾擦干手 双手还胸说 可我不喜欢不顺着我的男人 拒绝的话说得直白 说完 苏默垂下手 脚下步子迈开 擦着身子 从秦琛面前走过 秦琛垂眸瞥他一眼 忽然大手一伸 扣住了他手腕 苏默回眸抬头 勾人的毛子 仿佛能盛水 秦琛 怎么叫顺着你 苏默 让你往东 你不往西 说着 苏默往秦琛跟前走 点脚勉强到他鼻尖 用红唇去蹭他脖子 并没有真的蹭到 若即若离 尼南软语撒娇式地继续说 让你跪着 你绝不站着 第十章 活色生香 苏默这会儿的姿态 不可谓不风情 用万种风情地调调 说着挑衅的话 说他脚柔造作也好 说他是美而消也罢 老实说 不仅不惹人反感 反倒平添了一丝勾人的意思 是活色生香那种勾 没有高高在上 仿佛让你唾手可得 可你 偏偏就是得不到 秦琛被撩得全身紧绷 本就一身健子肉 这个时候 更是硬邦邦的 苏默话落 趁着秦琛皱眉落脚在地 把手腕从他手里抽离 转身脉步离开 苏默一走 空气里那骨子甜腻腻的劲儿就没了 秦琛神情恢复冷漠 仿佛刚才的那一瞬的暧昧 只是错觉 这边 苏默从洗手间出来后 韩晶梅笑眯眯的看着他眨眼 怎么样 苏默明知故问 不等秦琛上 着用纤细好看的手指 捏了颗盘子里的花生米 送进嘴里 什么怎么样 瞧着他这副懒 洋洋又不上心的样子 韩晶梅有些急 当然是小琴 那个孩子 苏默 哦 韩晶梅 哦是什么意思 苏默抬头 水眸含笑 外婆 你觉得他怎么样 娘俩相依为命三十年 瞧他这样 韩晶梅还有什么猜不到的 不过他不想纵着他 板着脸说 我觉得小琴那孩子挺好 苏默笑盈盈的 哪好 韩晶梅 长得帅 有自己的店 纹身师也算一门手艺 还自己买了两套房 苏默眼睛眯笑 这就算好呀 韩晶梅反问 不然呢 苏默 可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店 也有一门手艺 而且也有能力自己买两套房 苏默说的是实话 这些年他在外拼搏 又坐到了大师傅的位置 手里确实存了不少钱 放在一线城市 这些钱或许不算什么 但是 放在长乐这样的小县城 足够后半生衣食无忧 听到苏默这么说 韩晶梅话锋一转 你不会还惦记着蒋商吧 打蛇打七寸 蒋商就是苏默的七寸苏默 疏地皱眉 嘴里的花生米都不香了 娘俩就这么无声对峙 直到秦琛洗完手出来 这场僵局才被打破 饭桌上 韩晶梅又问了秦琛不少问题 从工作到生活 从社交到个人习惯 事无巨细 明晃晃的120个满意 见苏默不说话 韩晶梅在餐桌下用脚踢她 默默 你跟小秦介绍下自己 苏默抬头 知道韩晶梅这是在强行 撮合她跟秦琛 不乐意 又不能当着外人 绝了老太太的面子 脸微微往秦琛那边偏了偏 眉眼弯弯 水眸里带了那么点 若有似无的笑意 年龄三十 做七七的 主作平遥的推光七七 偶尔也会做北京雕七 才会多少通一些 不是太拿手 乍一听 苏默是真的在做自我介绍 至于是真心还是假意 那就不得而知了 苏默话落 秦琛拿起一旁的公块 给她夹了块排骨放碗里 直勾勾地看她 不避不退 有攻击性 眼眸深邃 暗不探底 感情方面呢 能说说吗 第十一章 闷骚 明骚 感情方面 呵 想知道的还挺多 苏默回看她 妩媚漂亮的眼睛里 闪过一抹脚下 可以啊 秦琛 嗯 下一秒 苏默把手里的筷子放下 身子往后靠 穿着拖鞋的腿叠加翘起来 白嫩脚趾在桌下一晃一晃 有个谈了七年的男友 对方是上市公司老总 感情很好 我很喜欢他 他也很喜欢我 秦琛面不改色 为什么分手 苏默晃动得紧至小腿停下 挑眉看他 他自己没注意 眼神里带了那么点恶狠狠的味道 他连姻去了 秦琛 知道了 听完苏默的讲述 秦琛表现得很平静 既没有瞧出芥蒂 也没有瞧出 在这样优秀男人对比下的自卑 没看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苏默有点不满意 本想让他知难而退 这下可好 好像真的成了讲述感情经历 不过 苏默骨子里就不是个善茶 翘着手指拿果汁杯 壮似无意地问秦琛 你呢 秦师傅 秦琛诞生 感情 苏默漫不经心地硬 嗯 秦琛 没谈过恋爱 没恋爱史 苏默不信 是没有 还是不想说 秦琛沉声说 真的没有 苏默样笑 那你跟我在一起 挺亏的 言外之意 祝你找到更好的 话说到这份上 一般男人面子挂不住 肯定会萌声退意 但秦琛不是一般人 只听到他嗓音低沉 且语气认真道 不亏 正好跟你学学经验 苏默 两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韩晶梅在一旁看在眼里 高兴在心里 他看得出苏默 对秦琛 暂且没男女方面的意思 但他也看得出 秦琛对苏默很有好感 不管怎么说 两头挑子 有一头热 总比两头都凉强 饭后 秦琛主动承包了洗碗的活 苏默靠在沙发里 端着一个果盘吃饭后水果 韩晶梅戳他一下 给他实眼色 示意他看厨房 现在去哪找小秦 这么勤快的男人 苏默不以为然 有本事有能耐的男人不好找 四肢健全 能干家务的男人 有的是 韩晶梅 能干是一回事 肯干是另一回事 你以为所有男人 都会在婚后分担家务 苏默白皙的指尖 掐着一颗草莓 咬一口 红唇沾了汁水 娇艳欲滴 既没本事煮外 又不愿意煮内 我为什么嫁给他 他是救过我的命 韩晶梅瞪他 想说他两句 秦琛那边收拾完厨房 走了出来 打断了他的话 外婆 厨房都收拾完了 时间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了 韩晶梅是真喜欢秦琛 性子虽然瞧着硬了些 但从细节来看 是个知冷知热的 他有心撮合两人试试 所以一把夺了苏默手里的果盘 笑呵呵的说 正好 默默也要回去 小秦 你们俩一起走 被强迫回去的苏默 从西湖痛出来 苏默和秦琛并肩走着 昏黄的路灯 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齐长 一高一低 一刚一柔 明明是两个不相干的人 影子倒是生出几分疑你 苏默没有吊着男人的嗜好 余光于他一眼 用高跟鞋踢了踢脚下的小石子 红唇吸动 直白说 秦琛 我不喜欢你这种 秦琛文言止步 我乃重 苏默笑起来 闷骚的 秦琛眉眼低垂 眉风略促 那你喜欢哪种 苏默似笑非笑 不变真假 明着骚的 第十二章 不是一路人 苏默觉得 秦琛对他 应该就是单纯的见色起义 没多少耐心 一个相亲对象而已 又没什么感情基础 不过就是瞧着他比别人漂亮 所以多了几分兴趣 男人嘛 尤其是三十多岁 还没谈过恋爱的男人 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在看到美女时 心里多多少少 总会有些波动 如果没有 但只能说明 在他面前的女人 还不够美 苏默向来美而自知 而且他一直觉得 美而不自知是个虚伪词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 长相美丑都不清楚 那他得蠢成什么样 结果也正如苏默所料 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秦琛再没说话 苏默往前走了两步 恰好遇到一辆出租车 只不往后瞥了他一眼 最后什么都没说 弯着吸腰上了车 不喜欢 就别给希望 希望相对应的 就是失望 苏默打车走了 秦琛目送他离开 掏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电话接通 秦琛声音无起伏 丢下四个字 过来接我 几分钟后 一辆不算起眼的大众 在他面前停下 车身全是落灰 也不知道多久没洗 纹身店里的小黄毛 从驾驶位下来 嬉皮笑脸跟他打招呼 秦哥 秦琛 嗯 秦琛向来都是 一副面无表情的扑克脸 所以小黄毛瞧见 他这副不冷不热的模样 也没放在心上 继续热脸贴冷屁股的说 秦哥 今天怎么样 我看你跟隔壁店的老板娘 上了一辆出租车 秦琛大长腿迈上车 没怎么样 小黄毛全名叫邱正 听到秦琛的话 表情古怪 哈 秦琛闻声斜眼去瞧他 邱正被他瞧得心虚 用手挠后脑勺 秦哥 你别怪我说话不中听 那老板娘 瞧着跟咱 就不像是一路人 他们就是一群操老爷们 那老板娘多娇啊 用今天下午 他们八卦的话说 老板娘走的那两步路 都摇曳生姿 这老板娘 不是一般男人 能降得住的 邱正话落 见秦琛锁着眉眉说话 没敢再多说 一溜烟去了驾驶位 这边 苏默打车抵达小区 刚付钱下车 门外大爷就喊住了他 苏默样笑应声 大爷从里面 搬出来两个大箱子 你朋友放在这儿的 说是你的东西 苏默挑眉 我朋友 他打小话少 性子是去了荣城后 有了一番成就才放开的 在长乐县 压根就没什么朋友 看出他的狐疑 大爷解释说 一个帅帅高高的男人 戴着一副眼镜 瞧着文质彬彬 但是很有派头 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大爷边回忆边说 定睛一看 面前没了人 正想找人 忽然听到耳边 刺啦一声 低头看去 苏默已经从拎着的小包里 逃出钥匙 蹲下升华箱子 箱子打开 里面的东西和回忆 同时迎面扑来 苏默眯了眯眼 想骂街 下一秒 苏默看着两箱子东西起身 拍了拍手 抬头看向门卫大爷笑着说 大爷 这些东西 您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 如果没有 劳烦您帮忙搭把手 把它们扔了 第十三章 一千八百一十八万八千一百八十 箱子里装了不少东西 有这些年 奖商送给他的礼物 还有这个季度的名牌包包和衣服 东西都是他喜欢的 可惜 人不是了 不喜欢的人送喜欢的东西 连带着那些东西 都失去了本该有的光彩 苏默话落 门房大爷诧异的看他两眼 这些东西都不要了 大爷不认识名牌 但大爷识货 箱子里这些东西 一看就价值不菲 在家上下午留下这些东西 那个男人的气场 大爷还有什么猜不到的 苏默 对 都不要了 大爷迟疑 不太敢拿 怕回头苏默找茬 瞧出大爷的想法 苏默笑音音的说 您不要就帮我扔垃圾箱 感激不尽 说吧 也没等大爷回话 苏默朝大爷留下感激一笑 踩着高跟鞋离开 他不走 这东西大爷不敢拿 回到家 苏默刚进门 放在包里的手机震动 他拿出来瞧了一眼 唇角勾起一抹好笑 秦琛 我考虑了下 还是想跟你试试 苏默言语 你还挺执着 秦琛 是吗 苏默 不是 秦琛 18188180 看着秦琛发来的信息 苏默挑了下眉 资本还挺足 再加上他那张脸 确实挺带劲 可惜 他现在没这个心情 另一边 秦琛在发完这条信息后 久久没得到回复 人靠坐在沙发里 眉眼冷冰冰 厨房里忙碌的邱正 和秦琛对视一眼 秦琛小声问邱正 我哥怎么了 长这么大 他还没见过他哥这样 邱正 求爱不成 秦琛闻眼眼睛一亮 我哥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兄妹俩父母早亡 秦琛又当爹又当妈 把秦琛拉扯大 32大龄还没结婚 秦琛一直都觉得 是自己耽误了他 这会儿 听到秦琛有了喜欢的人 心里不知道多高兴 瞧见秦琛这么高兴 邱正扯了下嘴角 别高兴太早 秦琛垮脸 为什么 邱正 那女的 哎 想到苏默 邱正觉得没法评价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反倒是漂亮的出奇 可就是因为太漂亮了 瞧着像个祸害 以前他对红颜祸水 这个词没有定义 可自从见到苏默 他就知道了 连他们家老大 这棵万年铁树都开了花 可不祸水吗 见邱正欲言又止 秦琛推他 你倒是说啊 邱正愁得挠头发 反正 反正就是 那姑娘不是 秦哥能养得住的 养不住的 那得多难养 邱正这话 不仅没打消秦琛的积极性 反倒是勾起了他的兴趣 所以 第二天 秦琛乔装打扮 出现在了苏默的店里 秦琛来时 苏默还没到 接待他的人是双齐 秦琛随手拿起一个小饰品盒 问多少钱 目光在店里游离 人呐 双齐瞧见他拿的 就是昨天自己拿的那款 顿时怒从心中起 恶从胆边上 一千五 秦琛折舌 多少 双齐对苏默心里憋着气 想着把他的店搅黄 提一口气 正想再次狮子大开口 门口风铃响动 苏默踩着高跟鞋 白服红唇 一身断面喀色吊带裙 缓缓走来 秦琛这一瞬间的内心 这是真养不住啊 可也是真漂亮 秦琛替秦琛洗油参半 还没捋清是 洗多还是油多 店门再次被推开 当事人阔步走了进来 苏默听到动静回头 唇脚勾了下 四朝弄又四打去 含着银银笑一道 秦师傅 有事 第十四章 以退为进 苏默自认为 昨晚跟秦琛说的已经够清楚 今天见他出现在这儿 不免让他 觉得他有死缠烂打的嫌疑 挺没劲的 苏默不喜欢这种 明知没结果 还保持暧昧的关系 郑玉说点什么 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就见他目光从他身上擦过 视线落在不远处的年轻女孩身上 板着脸说 回去 被他这么一吼 女孩顿时小脸通红 紧接着 女孩放下手里的东西 缩着脖子 战战兢兢挪着小碎部离开 见状 苏默双手还胸 轻挑了下眼尾 哦 原来不是找他 也是 昨晚他把话都说到了那份上 他要还来 脸往哪哥 下一秒 秦琛朝苏默板着脸微微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也跟着阔步 两人一走 双旗急步上前 眼睛都快跟着秦琛飞出去了 问苏默 那个女孩是谁 苏默样笑 红唇勾起 你问我 双旗 他除了你 还有别的女人 苏默 这种男人 也就是看着正经 你以为呢 双旗脸颊气得 鼓成了包子 不过他转念一想 还是苏默更具有威胁力 看着他说 我不管别人 只盯着你 苏默轻笑 不以为然 好呀 齐齐 双旗 另一边 秦琛把秦琛拎出去后 打了辆出租车 送他回家 秦琛被强塞进车里 趴着窗户上 眼巴巴地看他 哥 秦琛冷声 以后不准再来 秦琛满眼期盼 那位漂亮姐姐 会是我嫂子吗 秦琛没看他 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 抽出其中一张塞点司机 师父 开车 司机收了钱 一脚踩下油门 赖车走远 秦琛从兜里摸出烟盒 低头叼了一根点燃 余光看向苏默的小店 会是吗 谁知道呢 他吃过早餐 就开始拿着一本书办 躺在靠近落地窗的摇椅上翻看 懒懒散散 说不出的美感 书刚翻看到第三页 放在手跟前的手机震动 苏默垂眸 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 蒋商昨天去看你了 看到信息 苏默挑眉 这个圈子里 还真是一切如故 屁大点事 兜兜不住 不等苏默去拿手机回复 第二条信息 紧接着出现在屏幕上 昨晚他那个未婚妻 给了他下马威 嘖嘖嘖 不愧是豪门千金 那个气场 苏默来了兴趣 看热闹不嫌是大 拿起手机打了个问号过去 对方 直接把奖商 提出了一个合作项目 苏默 哼 对方 你真不回来了 苏默 不 苏默这条信息发过去 对方久久没回话 许久 对方发了一串 优雅的语气词过来 曹曹曹曹曹曹 苏默 你有那个功能 对方 奖商婚礼提前了 后天 说吧 对方还给他 抛了一张奖商的朋友圈截图 本人于7月6号 在海天酒店举行婚礼 成妖道来 敬请光临 下面配图 是一张婚纱照 苏默瞥了一眼 没放大 唇角掀起一抹清潮 这通聊天后 苏默看似如常 实际上整个人 比平常更加懒散 连中午饭都没吃 拎着他的小包 打车回了家 苏默心不在焉 所以没看到 隔壁落地窗里 一个高大的男人 坐在高脚凳上 一脚踩实地面 一条腿微曲 正目光深邃地盯着他的背影 男人手里拿着手机 屏幕上是一条 已毒未回信息 师兄 那个奖商后天结婚 第十五章 人生几个七年 Emo这种情绪 一般都是从 夕阳西下开始的 阳光没了 连带着人 那骨子积极向上的 活泼镜也没了 苏默也不例外 他打车回到家后 四下无人 也懒得在伪装 蹬掉脚下的高跟鞋 直接走进卧室 整个人倒在了床上 没有什么是一场 一场眼 苏默抿了下唇角 眼泪猝不及防 从眼尾滑落 说不难受 那是假的 七年的青春和热情 一颗心全扑在了 那一个人身上 最后得到的 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换谁不难受 一个人能有几个七年 苏默心里难受 但骨子里要强 嘴上半点不承认 他在床上翻了几个身 浑浑噩噩睡过去 等到一觉醒来 窗外已经是黄昏 他一个人呆愣地 在床上坐了会儿 胡乱抓了抓头发 起床洗漱 化了个美美的妆 然后出了门 人越是emo 就越得积极起来 不然会被那种 窒息的情绪 活活溺死 小县城没什么夜生活 苏默溜大了一圈 只在一个不起眼的巷子里 发现了一家酒馆 他踩着高跟鞋 卖步往里走 里面灯光昏黄 一排木制吧台 再加整齐有序的木制桌椅 倒是也能瞧出 几分轻霸的味道 苏默静止走到吧台前坐下 里面的调酒师 是个三十左右岁的男人 瞧他一眼 又转头看了眼身后的挂钟 诧异之余 倒也镇定自若 苏默挑眉 不营业 男人脸上扬起一抹笑 营业 只是我开酒馆这么久 还没接待过这么早的顾客 抱歉 苏默细笑 没人失恋 男人 也有 一般都半夜 吃饱喝足来 听出男人的弦外音 苏默点头 懂了 别人都有朋友陪 都是在外面吃饱喝足 转场才来的这里 按照这个时间估算 最早也得九点以后 像他这种不吃不喝 直奔酒馆来喝酒的 在长乐县这个小县城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两人谈话间 男人调了一杯酒 递到苏默面前 请你的 苏默接过酒 红唇勾笑 不用 我自己买单 酒馆里放着轻音乐 苏默跟男人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从聊天中得知 男人不是本地人 他之所以在这里开酒吧 是为了等一个人 苏默弯着唇脚笑了笑 女人 男人没否认 嗯 苏默 挺痴情 男人问 那你呢 苏默慢悠悠着调调说 我呀 被人甩了 男人脸上错愕一闪而过 你被人甩 苏默样笑 不像吗 男人如实回答 确实不像 苏默是那种美得很张扬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 随随便便勾勾手指 就会有一堆男人 前扑后继等着上钩 确实不像是会被甩的一方 看出男人眼中的想法 苏默没说话 唇角情笑 开始喝第二杯酒 接连三杯酒下肚 他开始有些头晕 刚准备掏出手机扫码结账 手机屏幕上 末地挑出一条信息 奖商那孙子 给你发了请柬 看到信息 苏默瞇了瞇眼 扫码付钱 苏默从小酒馆出来时 老板问他 要不要帮他叫车 苏默没回头 抬起一只偶尸的胳膊 朝他摆了摆手 走出酒馆 苏默在巷子里走了几步 眼看就要出巷子 忽然在路边看到一个熟人 倾靠着墙壁 用手拢着风点烟的秦琛 第十六章 成年男女 秦琛依旧穿着他 那件洗到发白的黑色半袖 威攻着背 在灯光和火光的映照下 脸部轮廓越发阴朗分明 苏默盯着他看了几秒 不由得轻挑眼尾 不得不承认 秦琛这皮像 确实是一顶一的好 这种男人放在相亲市场上 哪怕只是单单看脸 也会有不少女人屈之若武 可他怎么还是单身 是他入不了对方的眼 还是对方入不了他的眼 想想应该是后者可能性更大 苏默借着酒精 看着人出神了会儿 唇角清扯 仿若未见 继续迈步 眼看两人就要擦身而过 秦琛忽然低沉着嗓音开口 我送你 秦琛嗓音又沉又哑 大概是刚抽了烟的缘故 有些许颗粒感 苏默闻声回头 确定他是在跟自己说话 唇角勾了勾 似笑非笑 秦琛掐灭指尖刚点燃的烟 这块不好打车 苏默 秦师傅这是日行一善 秦琛看着他没答话 显然不是 两人对视了会儿 苏默呼得一笑 也没矫情 把手里的包递给他 踩着高跟鞋 绕过车身提步走向副驾驶 秦琛接过包 没吭声 转身上车 两人一路无言 直到车抵达苏默住的小区 秦琛下车给他开车门 他才喊着盈盈笑意说了句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秦琛神情一本正经 之前相亲中间人说过 苏默双手还凶瞧他 半点没有要下车的意思 秦琛沉声开口 你喝醉了 苏默盯着他 所以呢你想趁人之危 秦琛 没有 苏默 你猜我信不信 秦琛簇眉 两人就这么僵持着 足足过了十多分钟 苏默唇脚若有似无地弯了弯 推开他下车 苏默在前面走 秦琛在后面跟着 眼看就要进小区 苏默一个转身 朝秦琛伸手 包 秦琛指步 把手里的包递给他 苏默轻抬下河 脸上没了笑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秦琛 我想我已经跟你说得够清楚了 我不喜欢你这款 秦琛低头看他 知道 苏默浅笑 既然知道 你这是在做什么 秦琛人高大 眉眼间自带几分 与生俱来的压迫感 说谎面不改色 不是你自己说做朋友 苏默早把这查忘了 如今听到秦琛这么说 点了点头 也懒得争辩 行 说完 苏默在眉里他 回身迈步 谁知 他刚走出两步 放在包里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那头想起这段时间 一直跟他秘密通风报信 阮卉的声音 默默 奖上的婚礼你来不来 苏默轻扯红唇 丢下轻飘飘的两个字 不去 阮卉 行 你不来也好 我听说叶染那个垃圾人也要来 省得你看到他会起 叶染 陷害苏默离开工作 十年公司的塑料花姐妹 听到阮卉的话 苏默话锋一转 我去 阮卉惊呼 你疯了 苏默 没疯 跟阮卉挂断电话 苏默再次转头 看向秦琛 他目光在他脸颊和身上游走 差不多十多秒 灵光一闪 往秦琛跟前走一小步 秦琛 大家都是成年男女 我们坦诚点 看着面前仿佛洞察一切的人 秦琛垂眸 眼眸暗色 苏默点脚 用指尖去勾他衣领 迫使他低头 柔软的胶躯贴近 吐气如蓝在他耳边说 你帮我个忙 我让你睡我 好不好 第十七章 你行不行 行 苏默声娇阴柔 把让你睡我四个字 念得百转千回 秦琛下河紧绷 在他贴过来的那刻 下意识还上他的腰 苏默话落 见秦琛许久不表态 笑盈盈地拉着他的衣领 再次将人往下扯了扯 不想 还是不敢 软玉温香 勾魂撩人 看着苏默这副撩人之姿 秦琛脑子里某根弦 突然就绷紧了 什么忙 苏默眉眼弯出一抹好看的弧度 假装我男朋友 秦琛皱眉 瞧出他想拒绝 怕上次的历史再次重演 苏默故意挑衅 火上浇油 秦琛 你不会是不行吧 三十几岁还没谈过恋爱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说什么 因为家境的问题 现在社会 只看脸不看钱的女人 也不是没有 大家你情我愿 只谈SING不谈钱 就秦琛这张脸 挂牌下海 都值不少人民币 怎么可能会连一个上床的女人 都找不到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就在苏默觉得 都要坐实自己的猜想时 秦琛冷声开口 只一晚 苏默顿时挑眉 不然呢 秦琛道 不行 苏默笑了 那你想多久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道 知道你有了真正的男朋友 苏默心里骂街 他只想一来一回 算是两清 谁曾想 他却想用另一种方式 把他捆在身边 苏默细血 戳破他的心思 秦师傅 你不会以为 跟我多睡几次 我就会对你有感觉吧 秦琛面色冷硬 不会 苏默轻笑 行 我答应 反正 不管他是什么想法 他想抽身的时候 都会及时抽身 达成某种协议 苏默从秦琛怀里退出来 给了他一个漫不经心 又撩拨的眼神 转身带露 从上楼到进门 两人始终都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 房门一关 不等苏默抬手开灯 整个人忽然从后背拥住 男性气息袭来 灼热又滚烫地稳落在他后颈 苏默本能站立 只肩掐上秦琛 还在他腰间的手臂 裙摆被撩起时 苏默被抱上了门口的门厅柜 苏默整个人发抖 秦琛大手在他紧致细白的腿跟 留下纸痕 哑着声音在他耳边质问 谁教你的 谁教你用自己的身体换帮助 嗯 苏默压根未经人事 跟奖商谈恋爱那几年 两人刻起手里 一心奔着结婚去的 总想着把最宝贵的东西 留在新婚业 谁曾想 最后却落得一个这样的结果 这会儿他慌张加害怕 又借着酒精 有那么点抱负的情绪在里面 仰头借着窗外的月光 看着秦琛撅着嘴说 我向来如此 跟你有什么关系 秦琛谋色暗的发尘 自甘堕落 苏默 你上不上 不上就 苏默现在 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的鱼 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也就只剩这张嘴厉害 他后面那句滚还没说出口 下河就被秦琛大手捏住 铺天盖地的稳落下 连带着的 还有皮带卡扣解开的脆响 和他底哭撕裂的声音 第十八章 打拳垒 真正纠缠在一起时 苏默才知道 秦琛那些话 所言非虚 一千八百一十八万八千一百八十 扎实 奋劲 持续性强 苏默整个人被撞得摇摇晃晃 如果不是长腿被秦琛掐着 他都怀疑自己会被撞散架 秦琛按着他后脖梗接吻 热烈又滚烫 苏默起初其实是有挣扎的 他从来没有被这样弄过 承受不住这份强势 也忍受不了这份战力 后来 他步步沦陷 掐着秦琛的手臂响 这狗男人要是处 他就把苏字倒过来写 狗东写 一个男人还装唇洁 秦琛发现 他身下有血迹 是在两人打拳垒后 秦琛抱着他 准备去洗澡 被白色门厅柜上的血迹 吸引了视线 秦琛瞧了眼门厅柜 又瞧了眼苏默 没风冷丽难看 看出他的想法 苏默挑眉 出惊琴是红韵未消的脸上 全是挑衅 怎么 我在你眼里 就这么不正经 秦琛绷着声音音 不是 苏默痴笑 迂腐 凡事只知道看表面 这事到 花花世界迷远眼 青春小白花 实际上可能人尽可福 看似浓妆艳魔 其实可能连手都没跟男人牵过 洗澡的过程里 苏默全程都没自己动手 人坐在浴缸里 秦琛服务 他享受 直到最后 被爆出浴缸 他才十分勉强地抬了抬手 示意让他爆 秦琛俯身将人打横 抱起往外走 苏默用白皙纤细的指尖 去勾他的黑色半袖领口 戏血问 秦师傅 你不是第一次吧 秦琛垂眸看他 暗黑的眸子里 是他看不懂的情绪 是 苏默笑笑 全当他撒谎 还不承认 不得不说 秦琛的售后服务确实不错 从浴室出来 还耐心十足地帮他吹干了头发 动作之温柔 跟他个人硬汉形象截然相反 吹完头发 秦琛收起吹风机 准备抱苏默上床 他刚俯身伸手 被苏默一根手指 抵在胸口往后推 秦琛素冷着一张脸看他 苏默笑音音地说 秦师傅 时间不早了 我得睡觉了 这是在下烛课令 听出他的话外音 秦琛恩了一声 依旧将人抱起 苏默轻挑颜尾 秦琛低沉着嗓音说 早点睡 说吧 秦琛把他放在床上 又给他摇好背脚 稍稍打理了下自己 转身迈步离开 瞧着他的背影 被裹成蝉蛹一样的苏默 嘴角扯了扯 从楼上乘电梯下来的秦琛 走出电梯才发现 外面在下雨 不是那种倾盆大雨 但足以把人淋湿 他站在单元楼门口点了根烟 刚抽了两口 脑子里忽然闪过 刚刚在楼上那些凌乱的画面 咬着烟的牙一紧 下一秒 画面定格在门厅柜的血迹上 秦琛是个老烟枪 这会儿却无端被咽呛了嗓子 闷着声音咳了好几声 过了一会儿 看着门外渐小的雨室 秦琛迈步离开 脚下步子刚迈开 揣在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几下 他掏出手机 一款接近于老人机的手机 出现在他手里 不用划开解锁键 屏幕上直接跳出一条信息 小商要结婚了 你不回来吗 第十九章 娇滴滴的女人啊 这会儿夜色已深 手机屏幕在这种环境里 显得尤为亮 秦琛低头瞧了一眼 神情淡漠 宛若未见 没回复 没删除 直接把手机重新摔回了兜里 四十分钟后 秦琛开车回到家 他已经避过雨 但身上不免还是被打湿血 秦琛掏出钥匙开门 坐在客厅沙发上 看电视的秦绿和邱正 琪琪朝他看来 在看到秦琛身上的水汽后 秦绿忙不迭起身 去给他拿毛巾 秦琛接过 边擦拭微湿的头发边说 你们俩吃饭了吗 两人摇头 齐齐整整 明摆着是在等头位 秦琛 我换件衣服 给你们俩做饭 说完 秦琛丢下手里的毛巾 进了卧室 走进卧室 秦琛走到衣柜前 拿干净衣服 刚脱下身上的黑色半袖 卧室门突然被从外推开 他向来不喜欢 别人闯入自己的私人领域 没风本能促起 下一秒 邱正在他身后 倒吸一口凉气 惊恶出声 秦哥 你后背 秦琛转头 什么 邱正脸上泛起不自然的红 指 指甲脑痕 邱正今年二十出头 正处于虽没谈过恋爱 却是该懂的都懂的年纪 秦琛背后那脑痕 一看就是女人脑的 而且这个刁钻的角度 非得是 做了点什么 邱正脑海里 忽然冒出一个人 隔壁七七店的老板娘 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邱正猛地摇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隔壁店老板娘 多身胶体贵一个人 一看就跟他们这些人 不是一路人 何况前两天 秦哥刚在他那吃了闭门羹 邱正满脑子胡思乱想的时候 秦琛也注意到了身上的脑痕 不仅后背有 他手臂也有 肩膀上还有被他咬的痕迹 那会儿他身子颤着 欲哭欲泣 唯一那么点力气 全用来咬他了 秦琛 管好自己的嘴 别跟秦璃乱说 邱正回神 嬉皮笑脸 八卦问 秦哥 是谁 秦琛 没谁 邱正不幸 人往前凑 是不是大漂亮发廊 秦琛 那是中阶开花店的缝解 秦琛不耐烦 不是 邱正 那还有谁 最近应该没了啊 之前的都被你总是冷着一张 臭脸吓走了 总不能是隔壁老板娘 秦琛板着脸 为什么不能是他 邱正自然接话 因为他压根不可能 瞧上咱们这种人啊 隔壁老板娘一看 就是那种娇滴滴 需要被人时时刻刻 捧在手心的女人 而且一看就不缺男人 还是不缺精英男的那种 咱们 邱正说着说着 见秦琛神情未变 正会莫如深地盯着他看 脑袋嗡的一下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什么 不是 秦琛 该不会真的是隔壁老板娘吧 秦琛没回答 转过身冷声说 出去 我换衣服 邱正 秦琛哥 秦琛 别让我说第二遍 邱正 这边 邱正灰溜溜地出门 秦琛却没立即换衣服 而是转身走到床边 拿起随意扔在上面的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置顶头像 给那位娇滴滴 需要被人捧在手心的老板娘 发了条信息睡末 还疼吗 第二十章 累死的甜 苏默 在收到秦琛这条信息的时候 还没睡 人正趴在被窝里 撬着白嫩脚尖刷具 恐怖片 女鬼如墨的瞳孔里 留下两行血泪 搭配上他那张苍白的脸 倒也真有那么点 让人毛骨悚然的意思 苏默正看着投入 屏幕置顶 跳出一条信息 他先眼皮扫了一眼 嘴角清扯 没回复 互助互利关系而已 没必要弄得这么腻腻歪歪 疼吗 要不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这是热恋小情侣之间 才需要的对白 他没回复 秦琛那边也没再问 四日 昨晚睡觉前 苏默只是觉得身上酸楚 今早一醒来 那份酸楚就变成了疼 尤其是跨那部分 像是被人生生掰开 谈不上电视和小说里夸张的腿软 但每走一步 都有一种不容忽视的难受 苏默爱美 用他的话说 他就是七老八十快死的那天 他都得从床上爬起来 给自己化个美美的妆 所以这点疼痛不好忍 但他咬咬牙 为了眉也能忍 苏默洗脸化淡妆 想着今天要不就不去店里了 有双旗在 他在家里养一天 今天之前 他还想着 没有更坏的甜 只有累死的牛 经此一遭 他忽然发现 做甜也是个力气活 别看他什么都没做 进而他是半点没少使 苏默正想着 扔在跟前的手机铃声 书地响起 苏默正化眼线呢 闻声手抖了下 好在技术过硬 没发生车祸现场 电话是双旗打来的 苏默这边刚说了声位 便听到双旗难掩激动地说 苏默姐 大单 苏默漫不惊心 嗯 双旗 有人买你的七七首饰盒 还想订一批家具 出价一百万 双旗话落 以为苏默这边 会跟他一样兴奋 谁知道苏默责了一声 善笑说 首饰盒 一批家具 出价一百万 他们怎么不去抢 双旗 给的特别多是不是 苏默 太少 双旗惊愕 苏默 三百万 问他们要不要 要的话 我现在就过去 不要的话就算了 双旗在长乐县土生土长 除了念大学 那几年去了省里 根本没出过长乐县 哪里听过这么大数额的巨款 三 三百万 苏默轻笑 出手大方 谈成了 给你五万提成 谁会跟钱过不去 双旗兴冲冲地说 一定不如使命 双旗说完 秒挂电话 苏默化完妆 从洗手间出来 双旗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苏默拿着牛奶 取微波炉热 以着橱柜笑问 谈成了 双旗亢奋回应 你怎么知道 苏默 我二十分钟后到 双旗 好 跟双旗挂电话 微波炉里牛奶恰好温热 苏默慵懒地迎着窗外的阳光喝完牛奶 把杯子扔进洗碗机 换了件长裙出门 昨晚他身上战况激烈 索性又披了件白色过细的防晒衣 全当潮流搭配了 苏默打出租到七七店 刚推门下车 就看到店里站了两个人 身材高挑的女人背对着她 她看不到对方的脸 但男人她却认得 是蒋商的助理 关川 第21章 没有一起玩的时候 女人的身份不难猜 苏默又不是弱智 只需打量对方身段和穿着 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大概率是蒋商那位未婚妻的手下 苏默踩着高跟鞋进门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风铃声 和双旗男眼欣喜的吊吊 站在店里的两人齐齐回头 关川跟苏默熟 在苏默没跟蒋商闹掰之前 关川没少代表蒋商 给她送小礼物 如今见了 双方心态都不错 倒也没表现出多尴尬 还汗手打了招呼 苏小姐 苏默笑意盈盈 关注理 关川说 蓝总想在你这边 定制一套结婚家具 蓝总 全名叫蓝倩 荣承蓝氏集团的千金 如今在蓝氏身居高位 苏默玩耳 随便看 关川问 可以单独定制吗 苏默眉眼弯笑 半点没表现出 对情敌的不悦 想要独一无二 关川点头 对 苏默输地一笑 可以 说吧 苏默画风一转 不过得加钱 说到加钱 关川做不了主 转头看向 站在一旁的女人 李助理 女人纹生醋眉 三百万还不够 苏默唇红齿白 普通的款式够 定制就不够 一般恶心她 三百万足够 加倍恶心她 那是另外的价钱 苏默话落 女人显然也做不了主 朝她点了下头 走出店门去打电话 瞧着女人离开 苏默走到收银台前 把手包放下 随手按了两下计算器 轻抬眼眸 看向关川问 关助理 喝茶吗 关川向来行事谨慎 这会儿自然是拒绝 不用 谢谢 苏默回忆浅笑 带有汲取清潮 看着苏默明晃晃的笑脸 关川略不自然 有种被看透心思的窘迫感 好在她是经历 大风大浪过来的人 不至于露窃 女人是在五分钟后回来的 走到收银台前直白地问苏默 私人定制得多少钱 苏默说 起码四百万 女人从兜里掏出一张三百万支票 推到苏默面前 蓝总说她出五百万 这三百万是定金 剩下两百万 交货付为款 苏默垂眸扫一眼支票 恋笑收起 可以 女人说 我们蓝总的意思 要做寓意百年好合的款式 其他随苏老板发挥 苏默微笑 好 买卖谈得痛快 苏默亲自送两人出门 临走前 关穿脚下步子烧盾 用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跟苏默说了句对不起 苏默双手还凶 仿若没听到 对不起 对不起才值几个钱 况且 他一个听人摆布的打工人 他能做什么主 这声对不起由谁来说 都轮不到他来说 目送两人开车离开 苏默转身往回走 刚走两步 就瞧见隔壁落地窗垫里 秦琛正坐在门口 为止抽烟 他跟前站了个女人 大波浪 烈焰红唇 短裙DV 野性十足 苏默盯着秦琛瞧了会儿 他似有所感 也转头朝他这边看了过来 两人四目相对 苏默唇脚勾起一抹玩味的笑 下一秒 苏默掏出手机发信息 秦琛 我们又跟别的女人 一起玩男人的嗜好 第二十二章 晚上有时间吗 苏默信息发出 秦琛在落地窗内皱眉 紧接着 他手机收到回复 不会 两人又不是谈恋爱 有些话点到为止 看到秦琛的微信 苏默笑了笑 收起手机继续迈步 苏默踩着步子进店门 双齐双眼泛光盯着他看 眼睛里崇拜不佳掩饰 如果这会是深夜 苏默都担心 他这双眼泛绿光 别说 在某个瞬间 跟他昨晚看的那个恐怖片挺像 想起恐怖片 苏默后知后觉 一阵胯疼 为了缓解胯骨传来的疼痛 苏默人往椅子上椅 微信转你 双齐眨眼 五万 苏默掏出手机指尖 在屏幕上点了点 翘着红唇说 七万五 双齐不可置信 直到手机上真的收到苏默的转账提醒 才相信自己不是做梦 双齐脸上神情一秒 经历了72遍 复杂 纠结 矛盾 最后 双齐攥着手机扭扭捏捏对苏默说 你别以为我收了你的钱 我就不会再看着你 我跟你说 我的爱情是不能用金钱能买卖的 苏默轻笑 那你把钱还我 双齐闻言把手机藏到身后 不可能 苏默压根也没想 真的跟他要钱 唇角含笑 这个社会 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说吧 苏默用指尖戳着手机点了两杯咖啡 又说 除非价值不够对等 双齐还单纯 听不懂苏默这些谬论 不过 他倒是挺崇拜苏默的赚钱能力 过了会儿 咖啡送到 苏默递给他一杯 双齐接过时说 你这些东西 真的这么值钱啊 一单生意五百万 比他们家的酒店都赚钱 小县城没什么高档咖啡 基本都是速容的 苏默拿起咖啡杯抿了一口 微微拧眉 心理下决定过两天 得在店里买个咖啡机 不值钱 双齐 啊 苏默大大方方说 刚刚来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我前任的助理 一个应该是我前任未婚妻的助理 双齐大跌眼镜 啊 苏默 故意来恶心我的 双齐愕然 啊 苏默输弟一笑 你以为我是什么国家级的大师 这点东西能卖五百万 双齐哑然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计划 在这一瞬间 双齐忽然有点同情苏默 看出双齐眼底的同情 苏默轻挑眼尾 打趣他 忘了我是你情敌 双齐 很好 他内心那点同情顿日失眉了 苏默这个人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感情和工作向来分得开 既然接了这个订单 就力所能及做到最好 他当初之所以会从容成回常乐 也不是单纯因为感情受伤 很大一部分是身心俱疲 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交织在一起 总会让人突然生起一些叛逆情绪 做七七前 首先要着手会图 苏默整整一小天都在设计图纸 接近黄昏 他坐起身称懒腰 发现手机屏幕上有几条未读信息 他工作狂 太投入 就会忘我 连我都忘了 何况是手机震动 他拿起手机 懒懒散散地往座椅后靠 解锁屏幕看信息 有一条是师母发的 问他什么时候回容成 想跟他见一面 一条是软慧 跟他告密 叶染是奖商婚礼的伴娘 前两条苏默都没回复 修长白皙的脖子向后仰 形成一道美丽的弧度 称了称座放松 直接点开了最后一条 秦琛 晚上有时间吗 第23章 不言而喻 昨天刚开了婚 今天问晚上有没有时间 在暗示什么 不言而喻 苏默轻挑眼尾 只肩在屏幕上散漫 打了个问号发过去 秦琛那边没立即回复 苏默往门外看 恰好能看到隔壁纹身店亮起的灯光 猜他大概是有客户 过了一会儿 手机震动 秦琛回复 有事 苏默轻笑 哦 一没有工作往来 二没有人情世故 更何况 两人还是这档子关系 苏默这个呕字打过去没多久 在一旁低头玩手机的双齐抬头 苏默 姐 你说秦琛喜欢什么颜色 双齐对他还是有意见 这生结 喊得不情不愿 苏默懒懒懿懿 嗯 双齐说 我想给他支条围巾 让他秋天的时候围着 只要看到围巾 就想到我 这要是在之前 苏默听到这话 说不准还会为他旁敲侧击 问问秦琛的喜好 但现在 他昨晚已经把秦琛睡了 让他眼睁睁看着小姑娘 依旧飞蛾扑火 他觉得不厚道 苏默思寸数秒 翘着二郎腿 身子微轻 手机抵着下河问 你要不要换一个 双齐眼神懵懂 换一个什么 礼物 苏默说 不是 换个男人 看着苏默真诚的脸 双齐心下一惊 瞬间坐直了身子 你喜欢秦琛 苏默撇嘴 对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他要再多说两句 说不准这丫头 当场就得跟他闹离职 没有 双齐警惕性十足 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默靠回座椅里 裙摆下露出的一节小腿 白到发光 就是觉得秦琛这个人不靠谱 听到苏默这么说 双齐松了口气 舔了舔下唇说 你会这么说 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他挺靠谱的 我认识他很久了 也找人打听过他的事 你别看他 瞧着挺招女人的 但从来没跟哪个女人 传出过绯闻 苏默轻痴 男人跟女人这点事 吃亏的总是女人 倒不是身体上吃亏 而是名誉上 男人睡了十个女人 大家对他的评价是牛逼 如果换作女人 一口气睡了 十个男人你试试 烂货 破鞋 白要子 说什么社会在发展 人类在进步 刻在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玩意儿 其实挺难瓦解的 就像在大家潜意识里 男主外 女主内 男女平等喊的声挺高 可谁家男人 要是在家多做两顿饭 转头就会被冠名好男人的标签 说到底 还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那点顽固思想作祟 所以苏默觉得 秦琛之所以名声好 主要取决于 她跟每个纠缠的女人都不是谈恋爱 在长乐县这种小地方 女人为了名誉 把这种事捂得紧 她自然也落得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声 就冲她昨晚那些花样和持久力 说她是畜 打死她都不信 苏默话落 双齐不听 拿着手机扒拉着帮秦琛选毛线 左挑右选 最后选了个绿色 翠绿翠绿的 她觉得生机勃勃 这边 苏默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 秦琛又发了一条信息给她 出来 我在门口 第24章 喂饱她 仿佛是一种无声的默契 虽然两人已经发生了最亲密的关系 但谁都不想暴露 看到秦琛的信息 苏默往门口瞥了一眼 没看到人 只瞧见了一抹高大被灯光拉长的影子 苏默 下班了 双齐扒拉手机的手停下 把选好的绿色毛线加入购物车 好嘞 下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双齐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刚说完那声好 下一秒人就拎起手包消失不见 苏默在看门外 被灯光拉长的影子 已经从形影单只变成了一双 苏默坐在原地没动 像是在看一场皮影戏 瞧着影子里 双齐靠近秦琛 又瞧着影子里 秦琛往后退了半步 唇角扯动了下 则 虚伪 双齐是什么时候走的 苏默没注意 等他发现的时候 秦琛已经推门而入 走到了他跟前 苏默闻声先眼皮看了他一眼 又很快垂下去 看着手里的游戏说 等我一会儿 我打完这局 秦琛问 得多久 苏默 二十分钟 大概 这个时间不好说 现在游戏里双方正激烈战斗呢 瞧着这个武力值是旗鼓相当 一时半会儿 怕是没办法结束 秦琛神情淡漠 那你先玩 苏默 嗯 下一秒 门口风铃响动 秦琛从殿里离开 苏默听到了动静 但没抬头 走就走了 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没到牵肠挂肚念着对方的份上 这局游戏跟苏默预期的时间差不多 结束后恰好是二十分钟 他放下手机抬头 电门也恰好再次被推开 看着迎面走进来的男人眯了眯眼 苏默轻挑眼尾 你手里那是什么 秦琛嗓音速冷接话 菜 他又不是瞎子 他能不知道他手里拎的是菜 他问的是他找他谈试 也许还是那档子试 买菜做什么 难不成他还想在他家大展厨艺 事实证明 苏默确实猜对了 直到半小时后 秦琛拎着那袋子菜出现在他家厨房 他都一脸不可思议 是他对辟友的定义有狭义 还是他对辟友的关系 有什么误会 秦琛深邃的目光在厨房里扫了一圈 转头看向苏默 没有调味料 苏默懒散散倚着门框 没有 多嘻哈 他厨房里何止没有调味料 连里面油都没有 他又不做饭 准备那些东西做什么 难道为了养骨 秦琛 秦琛我去买 苏默双手还胸看他 秦琛 秦琛怎么了 苏默轻笑 你是不是有点过了 秦琛垂眸跟他对视 像是半点没察觉到他这样做 有什么不正常 哪过了 苏默放下手走近他 似笑非笑 你来我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给我做饭 说吧 他唇脚含笑 只见在他胸口戳了戳 扯着他领口 将人往下拽 贴着他耳边私语 秦琛 我们俩屁友而已 想睡我 不用做这么多铺垫 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的事 苏默话说之半截 还没把话说完 秦琛眸色一按 大手掐在他腰上 偏过头跟他对视 不喂饱你 待会儿你怎么喂饱我 第25章 野男人 汉语文字博大惊深 此位非比位 对上秦琛深如谭默的眸子 苏默愣了几秒 倒不是被他蛊惑 主要是 这人反差感太大 在外沉默寡言 回家洗手做羹汤 在那方面 还又骚又愣 苏默还在愣神间 秦琛已经松开掐在他腰间的手 临走时沉声问了句 有没有想吃的水果 苏默 橙子 秦琛背对着他换鞋 还有吗 苏默 西瓜和草莓 都是印记的东西 长乐县虽然小 倒也不难买秦琛恩了一声 脉不离开 目送秦琛出门 苏默双手还凶人 往厨房的门框上倚了倚 这人是老手 俗话说得好 拿捏一个女人 若他涉事未深 就带他利进世间繁华 如果他利进沧桑 就带他去做旋转木马 苏默觉得 秦琛在用第二招对付他 秦琛再次回来时 苏默刚洗过澡 人半窝在沙发里包电话粥 电话是阮卉打来的 跟他吐槽 最近一次的一场比赛 特无语 暗箱操作 节目你看了吗 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名义 实际上是为了几位大小姐 和公子哥证明 苏默嘀嘀地笑 语气里有几许清潮 这不是正常操作吗 圈子里这种事 早就屡见不鲜 也不是发生了一次两次 阮卉说 垃圾 一堆垃圾 苏默 没办法 现在的人 看似傲骨 实际上骨子里每一寸 都磕着金钱的铜锈味 阮卉 想当初赵师傅在的时候 阮卉口急 说半截才想起来 赵匡对于苏默来说是软肋 阮卉急时闭嘴 嘴里喃喃地道了句 默默 对不起啊 我 苏默只肩落在沙发扶手上轻点 语气自然 没什么 是苏默的师父 做的一手好漆气 平遥推光漆 是他最拿手的 赵匡性子沉稳 人不骄不躁 唯一差的是脾气 是那种骨子里 就刻着民族情怀的脾气 几年前 有个英国人想出巨资 投资他的漆气店 还找了各种人卖施压 老头愣是宁愿关了店门都没同意 那份风骨 让人进而攻 想到赵匡 苏默脸上笑意收敛了些 他从没跟人提起过 赵匡的死 不是意外 对外 赵匡是病死 实际上 他是被害死的 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过敏死的 老头子活了小半辈子 向来心细如沉 绝对不可能会误食 苏默正出神想着 一道低沉的男生 在他头顶响起 紧接着 一片阴影龙下来 他面前摆放了一盘切好的水果 秦琛 少吃 饭马上就好 苏默先眼皮 没看他 而是扫了眼厨房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厨房的地上堆满了东西 不知情的 还以为他把超市搬回来了 秦琛显然也是注意到了他的目光 淡定自若 没有半点一样 我去做饭 苏默红唇挑动 想说点什么 碍于正在通话 话在舌尖打转 最后什么都没说 只回了一句 嗯 苏默话落 秦琛转身离开 变化那头软慧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可置信 又满是激动的 默默 你不是在家吗 你家里怎么会有男人 苏默浅笑奄然 语气玩味 也男人 第26章 何而猛啊 苏默说出这句野男人的时候 秦琛还没走远听到这个称呼 他宽窄有形的背影 明显正了正 一如当初两人相亲 不过 秦琛这愣正锦一顺 快到仿佛一切没发生 电话那头 软慧都快激动坏了 你有男人了 苏默懒懒散散 你似乎忽略了一个字 软慧 什么 苏默 也 软慧扑哧笑出声 别闹 他跟苏默认识这么多年 太了解他的性子 看似风情 实际上比谁都封建保守 不说别的 就冲他跟蒋商在一起这么多年 还守身如玉 就不难猜他骨子里是什么性子的人 苏默一本正经 我认真的 软慧不信 怎么可能 苏默坐在沙发上调整了下姿态 人扶在沙发扶手上 长腿微微拳了拳 裙摆被蹭到了大腿根 怎么不可能 软慧 半晌 软慧压低声音问 真的呀 苏默指尖去勾半师的发丝 嗯 软慧虚气 一副过来人感同身受的语气 看来蒋商那孙子 还真是伤你伤得不轻 这下轮到苏默沉默 这通电话进行到这步 其实颇有些聊不下去的意思 但聊不下去也得聊 事实和现实 不是你回避 就能假装一切都没发生 软慧说 默默 你还喜欢蒋商吗 苏默缠绕发丝的细长手指顿住 没说话 舌根微微犯苦 还喜欢吗 这个问题 着实不好回答 理智和现实告诉他 不喜欢了 再喜欢 那就是犯贱 可感情和过往束缚又束缚着他 让他没那么快能抽身抽薪 七年啊 养条狗都有感情了 更何况 是彼此相爱了七年的爱人 软慧话闭 久久没听到苏默的回答 心里有了的大概答案 长叹口气 我听说蒋商那个未婚妻 找你定制七七了 苏默 嗯 软慧 那女的真没瞧出来 看着在商业场上沙发果断 没想到背地里 居然是这么小家子气的人 苏默红唇挑动 重肯评价 谈不上小家子气吧 任何一个正常女人 在得知自己未婚夫心里有别的女人后 大概率都会或多或少心里不舒坦 相比起一般女人 她已经算是很沉的筑气 或许是身居高位的原因 就算是在知道 蒋商不远千里驱车来看她后 也只是让助理跑一趟 找她定制结婚用品 给她个下马威 老实说 她还挺喜欢这个下马威的 五百万 她在长乐县这个小地方 去哪赚这么多钱 两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聊到最后 话题兜兜转转 还是回到了蒋商身上 说到了蒋商的婚礼 阮慧说 你现在既然有男人了 不妨带着他来 到时候 最起码能省去一大半的男堪 话说 这个也男人帅吗 听到阮慧问秦琛帅不帅 苏默微微偏头 白皙修长的脖子 微微向后仰 看着秦琛棱棱脑分明的侧脸 认真评价 挺帅的 阮慧 跟蒋商比呢 最好能碾压过他 气死他 苏默 不是一个类型 他是 嗯 苏默正思存 该怎么评价秦琛这个类型 秦琛那边 忽然像是有所赶朝他这边看了过来 两人对视 男女之间那点说不清到不明的东西 疏然声温 下一秒 不等苏默这边反应过来什么 秦琛放下手里的炒勺 熄火阔步朝他走来 大手将他软腰捞起来 低头吻上了他的唇 第27章 吃 还是吃 一天没见 苏默觉得秦琛的吻技突飞猛进 强势攻入 却在破了他的城池后 温柔潜犬 勾着他的蛇撩波 试图挑起他最原始的预念 不多话 苏默被稳地眯起了眼 秦琛薄唇擦着他脸颊落到他耳边 嗓音滴滴沉沉沉问 方便吗 苏默偏过头跟他对视 唇角勾起 没说话 像是在看一个沉浮者 瞧见他这种眼神 秦琛眸色皱暗 脑子里忽然闪过他跟朋友 说起自己时的称呼 也难忍 甚至连个这儿八斤的约会对象都不算 最多只能算偷的 秦琛侯解滚动 头一低 再次稳住他的唇 这次没太温柔 甚至还恶狠狠地咬了他的下唇 苏默人正浅犬着 突然来的痛感 让他站立 不是很疼 像是舒适中揉进去的颗粒感 老实说 挺刺激的 眼看两人天雷勾地火一触即发 苏默拿在左手的手机突然发出声响 默默 我说的话你听到没 苏默 秦琛 他说了什么 他一句没听到 软灰话落 依旧没听到苏默的反馈 在手机那头自言自语 信号不好 说完 软灰啪地挂了电话 暧昧风值被打断 宛如在燃烧的烈火里 浇了一盆凉水 余温还在 但感觉上 差了那么点意思 苏默不想凑合 人从秦琛怀里挣脱 靠坐在沙发里娇气地问 犯好了吗 秦琛这会儿属于箭在弦上 强迫不发 嗯 苏默忽略视线范围内的生机勃勃不看 错开他翘着手指 拿了颗草莓咬了一口 汁水清甜润子他的唇 秦琛看在眼里 谋色发暗 数秒 转身进了厨房 瞧见秦琛离开 苏默先眼皮看他 唇角清扯 责了一声 他今年三十 听过身边太多女性朋友说 男友在这种时候 箭在弦上 必然会霸王硬上弓 你越说不要 他们越是兴奋 因为他们觉得 你说不要 那就是要 也不知道 哪里传出的谬论 对比他身边那些女性朋友的男友 苏默忽然觉得秦琛这个人 嗯 还可以 最起码在这方面 还可以苏默正想着 手跟前的手机震动 他垂眸 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 软慧 走走走 我可都听到了 苏默没伸手去拿手机 身子往后软软的椅 一只手拿着草莓 另一只手指尖划开屏幕 点进微信对话框打字 听到什么 软慧 那男人一定很猛 苏默 软慧 默默 你说 你之前跟奖商在一起 那么久都没发生什么 现在是属于突然开窍 还是被刺激的 苏默 无聊 跟软慧发完信息 苏默了眼看到秦琛往外端饭菜 起身往餐桌前走 他这里从来没开过火 被他这么一折腾 倒是平添了几分温馨烟火气 苏默走过来时 秦琛恰好端完最后一盘菜 苏默指尖抵着餐桌 弯腰看桌上的菜 刚想感慨下 卖相不错 身后忽然贴上来 一具滚烫的身子 紧接着 有大手勾住他的细腰往后带 直到他跟身后的人贴合得严丝合缝 来人暗哑的声音 在他头顶响起 你先吃 还是我先吃 第28章 香艳 胃跟胃不一样 这个吃跟吃 自然也是别有神意 苏默被掐着细腰不能动弹 后面是能满足私欲的男人 前面是能满足口腹之欲的餐桌 某些无视自通的画面 在脑海中闪过 苏默顿是红了耳根 瞧见这一幕 秦琛本就暗色的眸子 更是深的发沉 低头若吻 在他后颈 嗓音滴滴沉沉问 饿吗 苏默抿唇 耳根红的快滴出血 秦琛 我饿了 苏默从来都没想过 在他家这个巴掌大的餐厅里 会发生这么香艳的事 更没想过 这种香艳的事 会有这么多姿势 最后被秦琛按着细腰 从后压在餐桌上时 苏默整个人都在躲 三分休难 三分被迫的屈辱 还有四分来自骨子里 离经叛道的刺激 事后 苏默险些跪倒在地 是秦琛从后大手将他捞住 才让他免遭于难 秦琛沉声道 抱你去洗澡 苏默仰头鼻看他 是吗 秦琛叫人打横抱起 一本正经 放心 不会再来 一顿饱和顿顿饱 我还是分得清的 苏默 经浴室后 苏默懒得一根手指头 都不想动 欲念过了 休暖没了 他就只剩下 与生俱来的临人气场 刚刚在餐厅 他没占到什么便宜 虽说也是舒服到了 但整个人都被碾压着 他向来牙子必报 这会儿懒懒奄奄的 趴在浴缸岩上 用小话磕大他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看一个人的眼睛 基本就能判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秦师傅你不一样 秦琛默不吭声 大手 扶过他后背的泡沫 听不到人回应 苏默也没打算 就此放过他 头一歪 洛言在秦琛 面无表情的脸上 直直盯着他的眼睛 你洗了 苏默这个挑衅 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轻哼一声 洗 有免费的劳动力 为什么不用 更何况 这个劳动力 刚刚才压榨过他 从浴室出来 苏默被用浴巾 包裹着吹头发 他拳着腿坐在椅子上 从化妆镜里 看身后的男人 随手拿过一瓶指甲油 垂毛给白嫩的脚趾上色 漫不经心说 秦琛 你给多少女人吹过头发 秦琛眉目冷练 只有你 苏默轻笑 饭菜凉了 我去给你热 苏默 我不饿了 秦琛低头看他 苏默仰头 人靠在椅子里 眉眼弯弯 勾人勾得紧 秦师傅 秦琛侯姐滚动 你说 苏默 时间不早了 你该走了 秦琛 嗯 秦琛走得干脆 丝毫不拖泥带水 等他走了 苏默等着脚趾上的指甲油晾干 起身脱下裹着的浴巾 走到衣柜前 拎了件睡裙穿上 过了一会儿 苏默走出卧室 扫了眼餐厅里的一桌子菜 人往门框上引了引 双手还凶 这还怎么吃 简直是不忍直视 他正想着 门铃忽然响起 他放下手执起身子 卖不上前 房门打开 瞧见门外的人 苏默轻挑眼尾 皮笑肉不笑开口 蒋总 第29章 火葬场 短短两天不见 蒋商瞧着越发颓废 不过这个男人有资本 即便颓废 也是人中龙凤 不仅不会显得糟蹋 可惜苏默是个有心却没心肝的 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 即便曾经属于自己 即便现在也没忘得干净 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情绪波动 苏默话落 蒋商下河紧绷 金贵劲儿依旧 没有失态 扮上 他从身上掏出一份勤俭 朝他递过来 瞧见那份勤俭的刹那 苏默就笑了 笑得摇曳 笑得嘲弄 给我的 蒋商 当初我们说过的 即便最后走不到一起 也还是朋友 苏默嘴角清潮更浓 蒋商 是什么 让你自信到觉得 我跟你都分手了 而且还是在你对不住我的情况下 我赔了感情 还得贴钱助你幸福 蒋商 苏默从来都是牙尖嘴利的 从小到大 他的做人宗旨 主打就是一个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离让三分 人再犯我 斩草出根 蒋商跟他分手 面子他给了 七年的感情 他顾及他的身份地位 没哭没闹 默默退出 如今他三番五次来找他 扰乱他的生活 被他骂 被他讥讽 那是他活该上赶着挨巴掌 你不抽他 都显得你待客不周 随着苏默说完 空气里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就在蒋商面色发僵 准备收回手里的勤俭时 一只大手伸过来 从他手里抽走了勤俭 日子定在什么时候 秦琛去而复返 手里拎着一个刚买的微波炉 他嗓子低沉 又自带冷漠 让即便在商业场上摸爬滚打 多年的蒋商也微微愣了下 气场太强 苏默也没想到 本来已经离开的秦琛 又舌身回来 眼皮不自觉跳了跳 这是什么火葬场 秦琛话落 没听到蒋商回答 目光朝他看过去 两个男人对视 敌意显而易见 足足七八秒 还是蒋商沉不住气 率先开口 这位是 秦琛伸手 你好 秦琛默默的男朋友 听到秦琛自我介绍男朋友三个字 蒋商如梗在喉 喉头泛起一丝苦涩 相爱七年的女人 一招成了别人女朋友 这种感觉可想而知 两个男人握手 一握即分 秦琛沉声问蒋商 进去做作 显然一副男主人的姿态 按理来说 蒋商这会儿应该离开 可他就像是着了魔 做了三十多年来 第一次有失分寸的事 方便吗 秦琛逆看他 男人最了解男人 看出他的不甘心 方便 片刻后 三人进门 苏默脸上无效 走到冰箱前去拿啤酒 刚打开准备喝 秦琛阔步走过来 从他身后将啤酒拿走 给他手里塞了杯果汁 苏默板着脸回头 秦琛目光无惧说 刚刚炸的 刚刚 很普通的一个词 但对于他们俩言 足够暧昧 苏默偏头盯着他不说话 手里的果汁自然也没喝 秦琛用手从后 轻搂住他的腰 头低了低 低沉着嗓音在他耳边说 答应让我睡 不就为了让我陪你演戏 苏默闽唇 秦琛 别陪了夫人又折兵 苏默 话多 秦琛 我去热饭 秦琛轻车熟路去了厨房 客厅里只剩下苏默和蒋商 蒋商没来过苏默 在常乐县住的地方 第一次来 却是在他们俩分手后 蒋商正会按着毛子 观察房间里的陈设 苏默迈步走上前 把秦琛塞给他的果汁 放到他面前 喝吗 蒋商闻声抬头 这个房子是你自己买的 苏默轻哼 不是 蒋商 租的 苏默唇脚轻扯 也不是 是 这套房子是他父母 当年结婚的婚房 并然安静 秦琛阔步从厨房走过来 榨了悲心的果汁 放在蒋商面前 把苏默递给他的果汁拿走 再次塞进了苏默手里 一系列动作做完 秦琛冷冽的毛子 落在蒋商身上 默默应该跟你提过 这套房子的存在 蒋商咬牙关 呼吸一致 第三十章 他很好 你不配 不得不说 秦琛是个打蛇打七寸的好手 这个话题 直接把蒋商和苏默 最后的那丁点的念想和勤奋 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蒋商猴头苦涩加重 想说点什么 最后终究是垂下眼眸 什么都没说 这种时候 解释什么都是屠楼 更何况 他也清楚明白 自己跟苏默再无和好的可能 苏默这套房子 曾几何时跟他提过 就是在他们刚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苏默跟他说 这是他的避难所 是他唯一一处 敢暴露自己弱点的地方 哪怕这个空荡荡的房间 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家 可他忘了 他忘了 两人在一起七年 随着时间推移 他的很多事 他其实都忘了 又何止是这一件 当你抓着过往那点回忆不肯放 最后却又被那段回忆 很抽了一巴掌 痛是痛了点 但醒悟也是出奇的见效 就比如现在的苏默 秦琛话落 他朝蒋商露出一抹讥笑 忘了 蒋商猴头动了动 伸手去拿面前的果汁杯 无处遁形 没作声 苏默又把头转看向秦琛 你也会忘 秦琛眉眼不算温柔 却给人无端踏实的感觉 不会 苏默 他这声喝 也不知道是喝给秦琛听 还是蒋商 总之 两个男人都听出了浓浓的嘲讽 蒋商到底还是内心强大的 他留在这吃了晚饭 但他内心的强大 也不过如此 饭后秦琛在厨房洗碗 苏默已靠在门框上监工 他到了拒别 激进乎落荒而逃 蒋商一走 这个家就变得落真可闻 苏默不说话 姿态无恙 但仔细看就能瞧出 他以着门框的身子 肩膀处 其实变得软塌塌 秦琛侧身对着他 没拆穿他的狼狈样 洗完碗 秦琛收拾好厨房 从他身边走过 没回头 静止关门离开 听到房门响动 苏默像是才堪堪回神 看了眼整洁干净的厨房 唇角烧米 从苏默小区出来 秦琛站在路灯下 用手拢着风点了根烟 香烟刚点燃 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蒋商 很明显 对方是在等他 是怕他在这里过夜 还是别的什么 不得而知 却也不言而喻 我们谈谈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没给面子 没时间 听到他的话 蒋商微微皱眉 又道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我送你 我们路上谈 不会耽误你时间 秦琛先眼皮看他 一句话戳破他的心思 不甘心 蒋商 没有 说吧 蒋商吻着情绪说 我跟默默在一起七年 是爱人 也是家人 他有很多生活小习惯 我担心你们 突然在一起不习惯 所以想跟你讲讲 即便我们俩以后 没办法在一起 我也希望 秦琛薄唇轻条 我们俩睡了 蒋商 秦琛面笑 他的那些小习惯 我会自己发现 不劳你费心 蒋商 秦琛一句我们俩睡了 直接把蒋商正在原地 许久 蒋商垂在身侧的手钻紧 嘴角强挤出一抹笑说 默默不是那种女人 秦琛 哪种 蒋商脸色绷紧 秦琛修长手指 夹着的烟丢在脚下 踩着碾面 遇到对的人 一眼万年 不对的人 万年也只想搏拉图 秦琛长相冷硬又沉稳 没有半点轻浮的迹象 蒋商跟他对视 内心深处最后一道防线 轰然倒塌 对方说的是真的 蒋商知道 都说女人第六感很准 来人又何尝没有第六感 他从看到秦琛第一眼起 就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只是他还是没想到 那个两人私下相处 最多只能牵手的姑娘 在这么短时间内居然 蒋商猴头干涩 莫名想咳嗽 却又咳不出来 最后哑着声音说 她很好 秦琛 嗯 你不配 一张撕裂 她很好 你不配 这两句连贯起来 把蒋商骨子里那点骄傲 挫败的半点不剩 秦琛话落 对他眼底的慧暗视若无睹 静止穿过马路上了 早已等候多时的大众车 车门关上 不算宽敞的空间 跟外界隔绝 坐在驾驶位的邱正 抬手摸鼻尖 瞧了眼站在对面的男人 杂把出点什么味道 小声问 秦哥 那个男人是老板娘的前任 秦琛几倍 靠近座椅里 态度不冷不热 嗯 邱正心直口快 两人还挺般配 俊男靓女 不论是从气质还是气场 两个人都十分登对 两个字 精致 邱正话音落 秦琛系完安全带 一记冷眼朝他扫了过来 寒一袭来 邱正一个机灵 忙转移话题说 他 他那个车不错 欧路 最便宜的也要三百万左右 秦琛对这些声外舞 没什么研究 文言醋没 很好 邱正倾渴两声 嗯 一般女孩子都喜欢 秦琛没风 醋得更加厉害 苏默那边 在秦琛走后 他先是走到沙发前坐了会儿 随后用手指拨弄了下发丝 起身回了卧室睡觉 谁知 刚一躺下 下面忽然传来一股子 密密麻麻的痛意 不是那种难受的痛 就是那种跟针扎似的 若有似无 但又不容忽视 几分钟后 苏默起身去了趟洗手间 从洗手间出来 他脸都白了 纵于过度 轻微撕裂 果然 色字头上一把刀 古人成不起我次日 苏默还在睡着 就被阮慧的一通电话吵醒 他迷迷糊糊中按下接听 声音里带着没睡醒的慵懒倦意 说 阮慧 奖上出了车祸 苏默 阮慧 他昨晚又去看你了 苏默这会儿睡意还在 纯属听到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强制开机 语气不急不缓 但听得出有些烦躁 嗯 阮慧唏嘘 你们俩真是 哎 苏默 爱什么 阮慧简言结语总结 吃男月女 苏默 停 苏默对于这种分手后 忘不了彼此黏黏糊糊的戏码不感兴趣 跟阮慧喊了停 拿着手机起床去洗手间 坐在马桶上 苏默提纯 他来找我 是为了给我送请柬 阮慧错愕 什么 苏默似笑非笑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你以为他是来跪在地上 求我回头 阮慧掖住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阮慧确实想过这个可能 如果把苏默换成别的女人 阮慧万万不会有这种想法 蒋伤是谁 那是在荣成天之骄子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女人 失态落魄 可女主角是苏默 阮慧又觉得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不说别的 单单苏默那张脸 就足够让男人神魂颠倒 说死而后已夸张了 但绝对撑得上前仆后继 再加上 两人又有那么多年的感情 这几年来蒋伤 是如何捧着宠着苏默 他们这些旁观者都看在眼里 蒋伤低声下气球苏默 听起来很离谱 但在 发生在他们俩之间 倒也合情合理 苏默说完 唇角提提 刚想再说点什么 一股稀稀利利的痛一息来 他早忘了这茶 毫无准备 撕了一声 紧接着倒吸了一口凉气 阮慧 怎么了 苏默撒谎 崴了脚 阮慧 你注意这点 在家都能崴脚 苏默 嗯 阮慧又说 蒋伤这次的声道得挺大 听说他那位未婚妻 把婚礼都推迟了 苏默语气轻飘飘 是吗 听出苏默声音里的不慎在意 阮慧话锋一转问 对了 你跟那个男人怎么样了 昨晚他不是在你那吗 奖商去找你 两人是不是碰面了 提到这个事 苏默不想回答 打小韩金梅 就教过他一个道理 自己的私事 跟任何人都少提 如果提了 就别怕人尽皆知 他不想人尽皆知 所以直接选择不提 苏默从洗手间回卧室 找了个理由 唐色阮慧挂了电话 随即坐在床上 找到秦琛的微信发信息 给我买药 秦琛 苏默 撕裂 第32章 要 撕裂 哪撕裂 苏默说得直白 可正因为太直白 才更让人发猛 毕竟一般姑娘 谁能说出这种 面红耳赤的话 秦琛收到信息时 正在厨房给秦琛做早餐 先是微愣 反应过来什么 用舌尖抵了底一侧脸颊 他把人弄伤了 秦琛咬着烟 从厨房往外走 把早餐随手放餐桌上 喊秦琛吃饭的同时 给苏默回信息 疼得厉害 苏默回复 嗯哼 秦琛 在家 苏默 嗯 秦琛 我现在过去 信息发完 秦琛回卧室换了身衣服 走到悬棺处换鞋 见他要出门 坐在餐桌前吃早餐的秦琛 嚼着一口煎鸡蛋 瞪大眼好奇问 哥 你大清早要去哪 纹身店可没这么早开张的 偶尔有几个老顾客做预约 一般也都会选择在九点以后 秦琛神情淡淡 出去走走 秦琛眼珠子跌流转 猜到些什么 去哪走走 秦琛 你别管我 管好你自己 好好吃饭 对上秦琛冷漠的眼 秦琛丝毫不怯懦 脸上堆笑 眼睛亮晶晶的继续追问 是不是去找那个美女老板娘 秦琛 吃你的饭 秦琛到底也没给秦琛一个答案 从小去出来 开车前往苏默住的地方 在路上 他随便找了个药店买药 在说出病症后 店员目光打亮他 表情古怪 过了一会儿 店员递给他一款红霉素软膏 挺有素养的 保护客户隐私低声说 伤口长度不超过十毫米 深度不超过两毫米 用这个 五天到七天痊愈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需要去医院接受缝合 秦琛 嗯 秦琛付钱走人 店员一直目送他出门 都没收回目光 直到另一个店员过来 推了他一把打去 干嘛 你也想用红霉素软膏 店员 去你的 我认识那人 另一个店员 那人是谁 店员 我朋友喜欢的男人 另一个店员惊饿 你朋友这是被睡了 还是被绿了 店员 不知道 秦琛从药店出来后 把红霉素软膏揣兜 阔步往车前走 掏出车钥匙正准备开门 脑子里忽然想到 昨晚邱正说的那几句话 他那个车不错 欧路 最便宜的也要三百万左右 一般女孩子都喜欢 想到这些 秦琛捏了捏车钥匙 没风轻醋 过了几分钟 他俯身上车 打转方向盘的同时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电话接通 秦琛默然开口 给我弄辆车 对方嬉皮笑脸 琛哥想要什么车 秦琛 你看着高 要三五百万的 对方 没问题 琛哥 你什么时候要 秦琛沉声说 一周吧 对方 OK 保证一周时间送到 挂断电话 秦琛冷眉冷眼 他向来过得操 对于这些物质追求 从来都是可有可无 如今 秦琛开车抵达苏莫小区的时候 顺手在门口的早餐店 买了两份早餐他上楼敲门 苏莫穿着一件 酒红色的吊带睡裙 湿漉漉的开门 这个湿漉漉 不是沐浴后的美化词 是真的湿漉漉 从头发撕到身上的睡裙 全都在滴水 秦琛瞧他一眼 目光从他头顶往里瞧 怎么了 苏莫撇嘴 双手还凶 人明明狼狈到不行 偏偏气势却很足 轻抬着下河说 厨房水管坏了 谁知道 怎么好端端的就坏了 他只是想去洗点草莓 结果他拧水龙头的时候 直接上演了一场 林黛玉倒拔锤杨柳的画面 他真的是一刹那就气笑了 水龙头掉落在他手里 水压高 直接把他浇成了落汤鸡 听到他的话 秦琛迈步往里走 把早餐放在餐桌上 双手扯住身上半袖下摆脱下 露出肌肉感结实的后背 人提不进了厨房 苏莫站在厨房外看他 见他三下五除二 用毛巾堵好喷水的地方 嘴角轻轻扯了扯 这男人倒也不是除了下半身 一无是处 处理好厨房 秦琛转身看向 站在门口娇滴滴的苏莫 去洗澡 苏莫挑眉 嗯 秦琛给你上药 第三十三章 纠缠 秦琛如果不说 苏莫就把这茬忘了 听到他的话 再对上他那张一本正经的脸 苏莫朝他摊手 要吗 给我 秦琛 你自己看不到 看不到哪 苏莫脸色骤然一红 我自己的身体构造 我看不到也清楚 秦琛身上休闲裤被打湿 他错开苏莫的身子 走到餐桌前 背对着他把半袖穿上 仿佛没听到他的话 但莫说 现在水管只是暂时不漏水 楼下附近有五金店吗 苏莫抿唇 你会修 比起什么要不要的 自然是先解决 此刻快要成水灾重地的厨房 比较重要 秦琛嗓音低沉 会 苏莫说 出小区左拐就有一家五金店 说着 苏莫往沙发前走 弯腰拿起手机说 我给你转钱 他身上的睡裙湿得厉害 本就贴在身上 随着他弯腰 更是给人一种别样的预感 风姿野利 秦琛视线落在他背影 一秒搓开 脉步走向门口 不用 我有钱 秦琛说他有钱 但苏莫还是给他微信赚了二百红包 一码归一码 他不想两人之前的关系变得复杂 转完前 苏莫受不了身上湿答答 踩着拖鞋进了浴室洗澡 待他从浴室出来 秦琛已经去而复返 不仅修好了喷水的水管 顺便还给他收拾了厨房 苏莫头发被毛巾裹着 人靠在浴室门框上 水练练的毛子眯了眯 他发现了 这个男人在不动声色地渗入他的生活 手腕挺高 这就跟温水煮青蛙一个道理 起初以为没什么 后来醒悟 却发现自己已经熟了 秦琛刚收拾完厨房放下脱步 转身就对上了苏莫野鱼式的毛子 苏莫人娇媚 哪怕是讥讽 瞧着也跟挑逗一个调调 但秦琛懂他 一个眼神就能明白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知道 他这会儿必然不是在聊他 秦琛冷声问 有事 苏莫轻笑 秦琛不累吗 秦琛面无表情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苏莫 行 我就当你不知道 那我就好心提醒你一句 你如果是想单纯地找个女人结婚生子 我劝你别把心思放我心上 秦琛淡薄 我知道 苏莫笑笑 你知道就行 该说的都说清了 苏莫走到餐桌前 用纤细的手指 去扒拉秦琛拎过来的早餐袋 一份油条豆浆 一份包子豆腐脑 他认出 是他楼下的那家 他最近经常会在这家吃早餐 油条倒是炸得可圈可点 酥酥脆脆 没有一点死面 但包子不行 皮厚线少 面根不要钱似的 味道介于好吃和难吃之间 好难吃 苏莫看着两份早餐纠结 正思存 是该以自我为中心 还是该到得高尚一点 秦琛脉步走过来 从早餐袋里 拎走了那份包子豆腐脑 苏莫见状 脱口出 我想吃豆腐脑 这家的豆浆也很难喝 豆渣太多 秦琛抬眼看他 把套餐里的豆腐脑拿出来 放在他跟前 没说话 坐在餐桌前 伸手拆开那份油条豆浆 把豆浆取出来 拿到自己面前 顺手把油条推给他 苏莫这顿早餐 吃得还算舒坦 中途先眼皮看了秦琛几次 发现他吃得面不改色 有点怀疑 他是不是口味独特 饭后 秦琛收拾餐桌 苏莫窝在沙发里打游戏 他正打地投入 头顶忽然投下一片阴影 不等他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打横抱起 放到了沙发扶手上 下一秒 裙摆被掀起 小腿上传来一阵 冰冰凉凉凉的触感 秦琛方才是用凉水洗的手 苏莫被激得一个机灵 下意识就往后退 秦琛抬眼看他 大手扣住他的脚踝 将人往前扯 等到他整个人被他拽到跟前 低头稳住他的唇 损着他的唇说 处处提防我 又处处勾引我 怕跟我纠缠 又想在我这站进殿里 苏莫 第34章 拉扯 苏莫什么 秦琛后面的话 声音又哑又沉 苏莫没听清 等他回过神来时 秦琛粗力的指腹 已经探入裙摆 在他撕裂处打转 苏莫眼尾泛红 眼神也有点飘荡 秦琛稳住他的唇说 给你上药 秦琛指腹上 是什么时候涂抹的药 苏莫不知道 但是这种上药的方法 无疑是抓心毛肝 他难受 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问结束 药也终于上完 苏莫手撑在沙发扶手上 调整呼吸 秦琛则迈不进了浴室 不多话 浴室里响起铃浴声 苏莫跳下沙发 光脚踩着地面 走到冰箱前 取了瓶矿泉水 冰凉的矿泉水入口 苏莫心底的那点造诣 也少了些 他忽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有些男女明明不爱 却密里调油 三观是稀碎了点 但在不破坏别人家庭 没有介入他人感情的情况下 倒也不是不行 毕竟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 只要没伤害到第三个人 谁都管不着 两人降狱的方法不同 但效果都很显著 等到两人半小时后 面对面坐在沙发上 已经各自恢复了原本的状态 偶尔搭话 也仿若陌生人 两人就这么做了会儿 苏莫主动开口 你店里不忙 秦琛会议 站起身 记得上药 一天两次 苏莫点点头 想到刚才上药的画面 即便表面再装得淡定 脸颊也还是不由得泛了红 嗯 秦琛 中午想吃什么 苏莫说 我自己点外卖 他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是不能去店里了 明眼人一眼 就能瞧出发生了什么 虽说他足够豁达 但也不想无端被人戳几两股 送秦琛出门 苏莫想了想对他说 谢谢你今天帮我修水管 秦琛站在门外垂眸看他 嗯 苏莫又说 最近一周你就别来了 秦琛 嗯 报谢是人情 疏离是本意 苏莫把这个尺度掌握得非常好 秦琛看破不说破 也没过多纠缠 目送秦琛下楼 苏莫舌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觉得有点疼 索性跳了两步 谁知道跳了两步后 更疼得厉害 他难得不顾形象呲牙咧嘴 一瘸一拐回了沙发上 苏莫再次出现在店里 已经是三天后 他本来还想再休几天 却被双齐一通电话 喊到了店里 原因是 有人查营业手续 双齐不懂 把苏莫喊了过去 苏莫也不懂 反正他开业前该办的都办了 一股脑把那些手续 全拿给检查的人看 对方翻看了两页 板着脸问苏莫 没有环境保护证 苏莫猛了 没有 对方 暂停营业吧 等什么时候环境保护证办下来 什么时候再营业 苏莫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一个证直接把苏莫干停业 送走检查的人 苏莫走到马路对面的打印店 打了张暂停营业贴在门口 又把卷帘门放下一半 最后拍了拍手回到了店里 双齐看着他 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长这么大都没听过环境保护证 苏莫没接双齐的话 靠在收银台前 掏出手机查环境保护证该去哪办 再看到是环保局后 聊眼谋问双齐 知道长乐县的环保局在哪吗 双齐说 知道 在北城区那边 苏莫 你陪我去 双齐不太愿意 但又不好反驳 心不甘情不愿地说 好吧 长乐县不大 说是北城区 乍一厅挺远 其实打车起步驾也才三块 车抵达环保局 苏莫和双齐一前一后下车 走进大厅找到相关办理窗口 苏莫按照从网上查到相关资料 弯腰把准备好的东西递进去 他刚把准备好的东西递给工作人员 不多会儿 对方又把资料从里面扔了出来 苏莫秉承着求人办事的态度 笑音音地扶小坐低 你好 打扰一下 请问我这是缺什么东西吗 对方没理他 只用手里的比敲了敲面前的玻璃 苏莫抬头 发现面前贴了一张需要准备的资料单 他一一核实 发现自己手里的东西没问题 红唇轻扯了下 再次低头 你好 我这些资料 不等他说完 身后走过来一个高大身影 拿过他手里的东西 简单翻看了几下 把东西递进窗口 嗓音滴滴 不知道跟对方说了什么 对方眼眸含笑不多会儿就给了回复 可以了 证件需要一到三个月 具体还有一些流程 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拿走苏莫手里东西的人是秦琛 见秦琛比他办事痛快 苏莫轻挑了下眼尾 秦琛话不多 沉声问他 好了 苏莫一心都在办环保证上 没反应过来 什么 秦琛眸色沉沉 被我弄伤骂 第三十五章 勾得人心痒 秦琛嗓音速冷 一本正经 苏莫反应过来什么 耳根一红 随即唇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 两人对视 看似剑拔弩张 实则无形中暗流涌动 暧昧横生 双齐在一旁看着 当即傻了眼 他们俩在说什么 他弄伤他哪了 苏莫不来店里的三天 他们俩做什么了 双齐眼睛在两人之间打转 见他眼珠子都快黏秦琛身上了 苏莫呼得一笑 早好了 不就是被秦师傅不小心推了一把崴了脚吗 秦师傅力气小 恢复得快 普普通通一句崴了脚 从苏莫嘴里说出来 就变了味 黏黏答答 想拉三 不过他确实说的 也不是崴脚的问题 只是除了两个当事人 谁都不知道他话里的含义 小 哪儿小 秦琛一顺不顺地盯着他看 半嗓没吭声 就在苏莫以为他被骚到时 秦琛沉声开口 红霉素软膏好用吗 苏莫 秦琛话落 看着脸色突变的苏莫 眉风轻轻上调 一秒之后恢复正常 面无表情说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苏莫 从环保局出来 苏莫胸口堵了口气 是那种偷鸡不成十八米的气 双琪抿着唇看他 小姑娘吃飞醋的神色 全刻在脸上 等到上出租车 双琪耐不住性子 板着脸问苏莫 他什么时候把你脚弄伤了 苏莫早料到他会问 答案是准备好的 就那天 双琪追问 哪天 苏莫笑眯眯地说 我休假的前一天 如果不是被他推了一把崴了脚 你以为我 为什么会在家休三天 苏莫这个谎撒逻辑脸满分 双琪盯着他看了会儿 头一篇 你到底喜不喜欢秦琛 苏莫 不喜欢 双琪 那你怎么不拒绝他 听到双琪的话 苏莫绵软的身子 往他身上靠 眉眼含笑 你怎么知道 我没拒绝他 说完 看着双琪因为他靠近 而仗红的脸 苏莫吐气如蓝 我拒绝了 还拒绝了很多次 可他 缠着我不放 双琪面红耳赤推他 电关了 两人自然也就不用上班 苏莫让司机先送双琪回家 然后自己去了 之前去部的小酒馆 推门而入 小酒馆里 依旧只有老板一个人 一回生两回熟 再加上苏莫本就长得出挑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他 老规矩 苏莫轻笑 翘立身姿坐在高脚凳上 可以 一杯鸡尾酒递过来 苏莫抿了一口 微微眯起眼 跟上次味道不一样 老板道 提高了酒精浓度 苏莫挑眉 嗯 老板说 老品创新 苏莫吟音一笑 这次聊天 苏莫得知了 酒馆老板叫李奥 今年33岁 等的女人 是他名义上的妹妹 苏莫先些好看的手指 再把台清点 玩玩儿野鱼 要说玩 还得是 你们这种看起来 一本正经的会玩 骨科 李奥嗓音沉沉 眼底带笑 没有血缘关系 老实说 苏莫对于别人的爱情 并不感兴趣 只是这个氛围下 喝点小酒 听点八卦 全当是下酒姐们 苏莫酒量有限 但酒品不错 每次都是微醺急停 临走时 苏莫已在吧台前问李奥 他还会回来吗 李奥往前推收款马 毫不避讳答话 大概率不会 苏莫 那你还等 李奥 怕他回来没有家 低的一声 苏莫扫码负账 伴随着的 还有他一声轻斥 你可真是够 真是够什么 苏莫没说 两人不过点头直交 交浅不延伸 但李奥是个聪明人 听出他的话外音 顺着他的话说 是够贱的 苏莫闻声先眼皮看他 李奥嘴角情笑 苏莫诧异 没听懂 嗯 李奥没解释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冲他台下河 门口那个男人是在等你 苏莫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只见秦琛站在背光的阴影里 嘴角燃了烟 明明灭灭的微光 照在他锋利的轮廓上 棱角分明 刚硬 荷尔蒙十足老实说 这一幕的秦琛挺勾人的 勾的人心痒 第36章 霸王硬上弓 从小酒馆出来 苏莫自然地把手里的包递给秦琛 秦琛掐灭指尖的烟结果 低头看他一眼 嗓音清冷问 喝了多少 苏莫撩耳边的发丝 你管我 说完 苏莫伸手挽他手臂 看似笑音音的轻易靠过来 说出的话 却犹如鼠酒寒冬的三尺寒冰 秦琛 你是我什么人 有什么资格管我 面对他的质问 秦琛侯姐滚动了下 是没资格 苏莫轻横 你知道就好 秦琛开的还是那辆老款大众 车铃猛的一桥 比苏莫年纪都大 仔细一瞧 还不如猛的一瞧 苏莫坐上副驾驶 身子软软的靠近座椅里 似乎是觉得不舒服 他调整了好几次坐姿 最后书对转头看向秦琛 察觉到他的目光 正在系安全带的秦琛 侧头朝他看过来 数秒后 秦琛大手一伸 从车后排拎过来一件外套扔给他 垫着 苏莫这会微醺 能理解他的意思 但又不那么确定 嗯 秦琛一张扑克脸 不是嫌座椅不舒服吗 把我衣服垫着坐 苏莫 哦 确定了 苏莫也没矫情 把秦琛的外套叠了叠 坐在了身下 苏莫腰细胯宽股翘 一倩身 一坐 举手投足 皆是风情 秦琛看在眼里 眸色不由的暗了暗 回小区的路上 苏莫低着头摆弄手机 想到了什么 抬头看向秦琛 今天那个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你认识 秦琛表情冷淡 不认识 苏莫轻斥 不认识对你那么热情 他去的时候 对方可没这份热情和效率 猜到他在想什么 秦琛语气无起伏说 对方有一个17岁 正在念高中的儿子 去年暑假的时候 男孩找我纹身 我没答应 通知了他 听到秦琛的话 苏莫戏血出声 没想到秦师傅 还会在背后打小报告 秦琛诞声道 我是为了他好 苏莫 做好人好事 秦琛 嗯 苏莫倾朝 自以为是 听出他话里的讥讽 秦琛专注开车 没做声 车抵达苏莫住的小区 他拎起手包推门下车 看都没看 坐在驾驶位的秦琛一眼 秦琛坐在车里 隔着车窗看他 点了根烟 清土烟卷 一根烟抽过半 秦琛把烟掐灭 推门下车 他追上苏莫时 他人正在等电梯 手机不离手 像是在回什么人的信息 唇角含着笑 觉察到有人靠近 苏莫先眼眸看了一眼 见来人是秦琛 收起手机 轻抬着下盒看他 两人对视 一秒 两秒 三秒电梯门打开 秦琛推着他进电梯 紧接着 铺天盖地的吻落下来 秦琛的吻 从来都不似他这个人一样 冷漠热情如火 苏莫被他吻得连连后退 就在脊背 快要贴在电梯壁上时 被他大手一伸 搂住腰抱进怀里 下一秒 秦琛一个转身 自己靠在了电梯壁上 落在他腰间的手 一寸寸收紧 一吻结束 他道歉 秦琛眸色深沉 什么 苏莫说 今天你让我在双旗面前吃扁 给我道歉 秦琛面色清冷 嘴角却是勾了勾 对不起 苏莫冷哼 秦琛问 伤好了吗 苏莫倔强回应 没有 苏莫伤早好了 但他牙子必爆 记着下午的事 就是不想让他得逞 过了一会儿 电梯门打开 苏莫从他怀里正脱下电梯 走了几步 回头看跟上来的秦琛 我伤还没好 你跟着我做什么 秦琛垂眸看着他不说话 苏莫灭笑 你难不成还想对我用墙 霸王硬上弓 秦琛闻言 没风促了下 片刻后舒展 嗓音滴滴沉沉说 也不是不可以 第37章 实色性也 实色性也 成年男女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但凡开了婚 接下来很多事便会无师自通 就好比现在 秦琛话音刚落 苏莫脑海里 就上演了一场限制级的大戏 短短数秒 他脸色变了又变 秦琛人高 就这么低腻着他的表情 约莫过了半分钟左右 迈不上前 贴上他后背 大手包裹住他的手 带动着他的手开了门 房门打开的刹那 苏莫一颗心 不由得颤了颤 不等他思绪归位 秦琛就已经将他 抵在了紧闭的门板上 这会儿是黄昏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 不刺眼 却很静静 至少对于苏莫 这种出肠情势的人而言 足够静静 白日轩映 秦琛低着头去吻他后颈 又去吻他耳垂 大手从他裙摆探入 结结实实掐着他腿根 伤好了没 苏莫眼尾被生理磨得泛红 嘴却很硬 没有 秦琛 秦琛声音雌性好听 在这种时候 就像是某种催化剂 听着他刻意拉长地掉掉 苏莫明紧了唇 就在他以为他会恶趣味 故意勾着他不上不下时 秦琛靠近他耳边说 那我轻点 轻 这种事怎么可能轻 很 感官刺激带动体验感升级 轻 隔靴搔痒 只会让人难耐 这场博弈 秦琛在苏莫这儿第一次赢 苏莫没说话 却用指尖狠狠地掐进了他手臂肉里 这是暗示呢 嫌弃他 不够狠 秦琛感受着来自手臂上的痛感 禁锢在他腰间的手收紧 撕磨着他耳垂 明知故问 嗯 苏莫 秦琛 秦琛 有什么想法 说出来 苏莫咬牙 你别太过分 秦琛嗓音按哑说 你不说出来 我不懂 苏莫身子发抖 你别忘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秦琛 没忘 但这种时候 约束自己的欲望 才是反人嘞 苏莫 苏莫终究是没说出那句话 好在秦琛也没有再继续故意调着他 让他难熬 乔把他磨得差不多了 高大的身影笼着他接吻 一次次激荡 送他登顶 事后 苏莫软啪啪 被秦琛抱进浴室 苏莫站在淋浴下 趁他俯身帮他清洗 咬他肩膀 咬他脖子 咬他耳垂 像一只被惹怒的小兽 秦琛低伏的身子不动 任由他为所欲为 等他发泄够了 他直起身子 垂眸看着他问 跟你那个前任接过吻吗 提到奖商 两人之间 原本有那么一点的隐你气氛 瞬间没了 苏莫整个人像 是被从头顶浇了一盆凉水 彻底清醒冷静 他身子往后倚了倚 鲜薄地背靠向浴室里的瓷砖臂 抬眼看秦琛 娇琛静没了 眼底欲念没了 只是好奇问问 苏莫 好奇心这么重 秦琛确实有点 苏莫积笑 秦琛 你是单纯的好奇心重 还是对我贼心不死 面对苏莫的讥讽 秦琛坦然迎上他轻蔑的目光 不躲不避 你心里有数 不是吗 何必问 苏莫咬咬牙 我就是利用你 秦琛 我知道 说吧 秦琛关闭淋浴 伸手拿过一旁的浴巾 把它包裹住 将人抱起来时 沉生到了锯 利用我 我也把你睡了 苏莫 从浴室出来到秦琛离开 苏莫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直到听见房门响动 他才从床上坐起身 狗东西 藏得挺身 他以为他只是闷骚 没想到 原来还是个腹黑 苏莫按啄啄的磨牙根 想着 要不要把秦琛换了 正想着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震动 他瞭眼皮看过去 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 苏老板 有时间吗 我们蓝总想跟你见一面 谈谈定制家具的事 苏莫拿过手机 什么时候 对方 明天中午方便吗 苏莫 他来找我 还是我去找他 对方 劳烦苏老板跑一趟 蓝总在长乐县医院 看到这条信息 苏莫眯眼 长乐县医院 哦 他忘了 奖商那货出车祸了 第38章 窥探到了他的隐私 想到奖商 苏莫唇角勾起一抹讥笑 他不是爱不起的人 相对应的 他也不喜欢爱不起的人 甚至还有点讨厌 比如没办法反对家里联姻 却还试图 跟他拉拉扯扯的奖商 他要是在选择联姻之后 跟他当断则断 甚至趴的往他脸上 甩个五百万支票 他或许还能敬他是条汉子 可他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 还把自己折腾进了医院 他没觉得他情圣 只觉得他有病 想完奖商 他思维又很跨越性的 想到了秦琛 那个狗男人 他以后得防着点他 次日 店被虽然关了 但苏莫有自己的生物钟 每天早上七点 就跟身体里搞了个闹钟一样 倒点就睁眼 而且 只要睁眼 就别想再睡着 如常起床 苏莫先刷牙洗漱 解决生理问题 然后再次躺在床上 点了份外卖 等外卖的过程中 他刷了几个短视频 三观震稀碎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女孩 跟一个男孩 谈了四五年的恋爱 转头男孩 跟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 结了婚 女孩一气之下 嫁给了他的堂哥 美其名曰是报复 点开评论区 一堆小姑娘 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觉得这种剧情 无比浪漫刺激 苏莫挑眉 哪里浪漫 哪里刺激 因为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 搭上自己的下半生 浪漫 这跟浪漫挂哪门自勾 这就好比一锅身汤里 掉进了老鼠屎 你一气之下 又扔进去一只老鼠 最后愤愤然的 把这锅汤一口气喝了 除了更恶心 苏莫实在想不出 解气和浪漫的地方在哪里 退一万步说 一个男人不爱你了 就是不爱你了 别说你嫁给他堂哥 你就是嫁给他爸 成为他继母 他不爱你 还是不爱 人活一辈子 何必因为一点亲亲爱爱 就坐见自己 苏莫正感慨 外卖送到 他简单吃了两口 在客厅里溜达一圈 最后又回卧室躺下 主打一个能躺着绝不坐着 中午一点 苏莫在楼下面馆 吃了小半碗面 然后拿着自己 这几天来花的稿子 打车前往常乐县医院 车抵达医院 蓝签的助理下来接他 对方朝苏莫主动伸手打招呼 苏莫回握对方 顺带虚伪地笑 李助理又见面了 对方客气有礼 但态度十分疏离 苏老板 这边请 在对方的带领下 苏莫跟着他乘电梯 到了住院部 在推门进病房的刹那 苏莫轻轻挑了下眉 也是难为了他们 在常乐县这种小县城医院 还硬生生开辟出一间VIP 看到苏莫的一瞬 靠坐在病床上 正办公的奖商 神情骤变 苏莫朝他撩了下眼皮 又很快挪开 看向一旁 同样拿着笔记本办公的女人 嫣然浅笑 蓝总 女人听到她的声音抬头 微微醋眉 又很快恢复正常 苏老板 在苏莫没见到蓝倩之前 她以为她跟奖商 只是简单的家族联姻 可就在刚刚两人视线相撞的一瞬 她陡然明白 或许并不是 这位蓝总十有八九世 喜欢奖商 喜欢是藏不住的 敌意也是 哪怕你伪装得再好 还是会从细枝末节中透露出来 不过无所谓 她压根也没想要插足 他们俩之间的感情 讨论家具的图纸的过程很顺利 蓝倩没故意找查 苏莫也表现出了 她该有的专业水准讨论完 蓝倩问苏莫 大概需要多久完工 苏莫说 一年 蓝倩没说话 一旁的李助理 这么久 苏莫浅笑 如果交到别人手里 最少一年半 蓝戏淡着脸 我相信苏老板 那就麻烦你了 苏莫 感谢信任 几分钟后 苏莫从病房出来 依旧是李助理送她 两人刚走到病房外 就听到病房内 响起一阵 刻意压低过后的争吵声 你把她叫过来什么意思 我早说过 是我自己来找她 跟她无关 怎么 心疼了 蓝倩 你别无理取闹 听着里面的对话 站在苏莫身旁的李助理 下意识去看她 她以为苏莫会得意 意或者是有点什么别的情绪 谁知道在察觉到她的视线后 苏莫坦坦荡荡 转头迎上她的目光 舒然一笑说 看我做什么 城门失火 想殃及驰鱼 对方 抱歉 苏老板 苏莫轻笑 放心 我对给人当小三不感兴趣 说完 苏莫又道 好了 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自己乘电梯下去 跟对方道别 苏莫自己去乘电梯 刚走到电梯门口 就看到黑压压的人群里 有两道熟悉的声音 一个是秦琛 一个是那天去她店里的小姑娘 两人瞧着挺亲密的 小姑娘在跟秦琛说着什么 她那张脸 虽然一如既往的没什么表情 但明显没眼间带着温柔 过了一会儿 电梯门打开 一群人拥挤着上电梯 苏莫是最后上电梯的 站在最前面 她有意避着秦琛 所以一直低垂着毛子看手机 尽量把自己隐匿在人群里 随着电梯下行 她身后响起小声对话 哥 我这个手术 是不是需要很多钱啊 要不别做了 秦琛沉声道 你好好养你的病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第39章 除了床上 他们不熟 从电梯下来的时候 苏莫快走了两步 打车离开 秦琛看到了她的背影 目送她上出租 没吭声 秦琛其实也注意到了 最开始没敢说话 直到兄妹俩坐上车 她才编辑安全带边 嘟囔地说 哥 你刚才为什么不跟老板娘说话 秦琛淡着一张脸 说什么 秦琛 最起码你送送人家呀 秦琛 她自己会打车 秦琛瞪她 恨铁不成钢 她自己会打车 跟你送她 那能一样吗 秦琛面无表情地转移话题 待会儿想吃什么 秦琛不满意秦琛这个态度 又不敢明目张胆反抗 小声嘀咕 又用这招 这边苏莫上车后 先是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出神了会儿 不知怎么 脑子里忽然闪过 刚刚在电梯里听到的对话听意思 那姑娘是秦琛的妹妹 要做手术 需要很多钱 她这一周多以来 跟秦琛做着最亲密的事 保持着最高的戒备心 她从来没想过 探听她的隐私 也有意识地想要回避 没想到 却在这种情况下 窥探到了她隐私的冰山一角 她突然记起来 当初相亲的时候 中间人曾经说过 秦琛无父无母 只有一个从小长大相依为命的妹妹 苏莫的思绪 就这么跟杂草的生长轨迹一样 野蛮成长 她心里没有秦琛 也没太过顾忌 任由思绪蔓延 最后对秦琛有了个重肯评价 撇开感情方面的事不说 这男人还挺有责任感 车抵达小区 苏莫拿出手机扫付款码下车 她刚走两步 还没进小区门 拿在手里的手机 忽然震动了两下 她低头看手机 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 秦琛 又伤到了 苏莫挑眉 思寸数秒 反应过来什么 回消息 你刚刚看到我了 秦琛 嗯 苏莫 嗯哼 秦琛 疼 苏莫 我去医院 是为了见客户 秦琛 知道了 看着秦琛回过来的信息 苏莫没再回复 她只不站在小区门口 把两人的信息 从头到尾瞧了一遍 嘴角轻嘲地扯了扯 嗯 疼 知道了 单单这两句对话 不知情的 还以为是她上赶着联系她 清笑过后 苏莫再次踩着高跟鞋迈步 回到家 苏莫把图纸放在茶几上 走进洗手间洗手 医院到处都是细菌 她有轻微洁癖 从洗手间出来 她窝在沙发里看图纸 两个手势盒 一个梳妆台 看似简单 但一年工时 已经是极限 平遥推光七修式工艺 制作工序复杂 不仅对绘画技艺要求极高 对工艺师的手 更是要求严苛 因为除了用笔 在七七上绘图外 还有一个核心工艺 那就是 徒手推光 手的力道和温度 会直接影响推光的橙色 苏莫正认真研究 放在脚踝边的手机 忽然铃声大作 专注被打扰 苏莫不由地拧眉 在看清来电提醒是谁后 她神色缓了缓 拿过手机按下接听 温言软语开口 师母 苏莫话落 电话那头 响起中年女人 满是欣喜的声音 默默 你现在忙不忙 苏莫把手里的图纸放下 纤细的手指卷发丝 不忙 有什么事您说 女人高兴地说 师母是想告诉你 你被污蔑的事 很快就能解决了 你三师兄说 联系到你大师兄了 只要他肯站出来 为你撑腰 你肯定会没事的 第四十章 正经按摩 大师兄 听到师母的话 苏莫唇角扯了扯 他这位大师兄 他入行十年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除了知道行内的人 喊他五哥 其他一无所知 让一个跟自己 随时出同门 却毫无交情的人 站出来 为自己平反招雪 老实说 他并不抱什么希望 倒不是他没有同门之间的 团结精神 主要是他比较务实 不过 他虽然有这种想法 但面对师母几灵时 却又是另一番话术 那到时候 就麻烦大师兄了 几灵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麻烦不麻烦 苏莫乖巧的笑 嗯 跟几灵挂断电话 苏莫靠在沙发里 捏了捏眉心 接下来的几天 苏莫都在忙工作 店门还关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重新营业 期间 双齐给他打过一通电话 这丫头是个好姑娘 也挺单纯美好 虽说把他当情敌 却还是热心肠的 帮他问了有关环保证的事 苏莫姐 你在长乐县 有没有比较有人脉的熟人 听说有熟人 就能办得快点 苏莫 还有这个说法 苏莫已经十多年没回来了 更别提跟这些 部门单位打交道 对于其中的门道 丝毫不了解 双齐说 你不懂 小地方就是这样的 讲究人情事故 苏莫承认 懂了 双齐 那你有认识的人吗 苏莫轻笑说 没有 双齐脱口而出 秦琛呢 他不是认识 那个工作人员吗 你说 说着说着 双齐没了声 过了一阵子 才又扭扭捏捏地说 你要是想找他帮忙 我可以带你问问他 这丫头 哪里是想带他问问他 明明就是想找个由头 跟秦琛联系 苏莫含笑 想逗逗他 可转念想到 他跟秦琛这不清不楚的关系 这点逗弄的心思 瞬间就没了 见他不说话 双齐急匆匆地说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呀 说完 也不管苏莫 到底答应不答应 直接挂了电话 听见手机里没了动静 苏莫把手机 从耳边挪到眼前 瞧见黑掉的手机瓶 他呼得一笑 算了 让这丫头自己去碰壁 感情这种东西 却是劝不回头的 双齐具体是跟秦琛怎么说的 苏莫不知道 反正一周之后 秦琛联系他 事情已经半途了 彼时 苏莫正在美容店做身体 人趴在按摩床上 凹凸有致的身子 涂满了精油 伴随着按摩师熟练的手法 他娇气地闷哼了一声 砰 秦琛闻声醋眉 你在做什么 苏莫知道他在想什么 声音焦滴滴 失笑 做按摩 说吧 又补了一句 正经按摩 秦琛沉默 过了约莫七八秒 开口问 晚上想吃什么 苏莫细谢 一语双关 不饿 秦琛 男人跟女人之间 要是有了某种关系 相处模式 就会无端变得黏腻 哪怕当事人都不承认 这种氛围 也还是会弥漫开来 就好比现在 苏莫跟秦琛 虽然只短短给予就挂了电话 但是给他做按摩的技师 还是听出了猫腻 笑眯眯地问 苏小姐 男朋友呀 苏莫把手机放下 眼里运着风情 弯着眉眼说 普通朋友 对方笑意更深 哦 苏莫从美容店打车 回到家时 普通朋友秦琛正拎着 两个便利袋的菜 站在他家门口 他下电梯瞧见他 顿了顿 随即轻挑眼尾 款款走近 他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 前脚进门弯腰换鞋 后脚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就从后贴了过来 第41章 绯闻 苏莫身上 穿着一件香云纱的裙子 花螺香云纱款 有孔提花 透气凉爽 也正因为面料薄 所以对有东西贴过来 格外明淡 苏莫换鞋的动作一顿 葱白式的指尖 勾勒住缠绕在脚踝的 小羊皮鞋带 头微微歪了歪 似笑非笑地 看着站在他身后的秦琛说 秦师傅 你在做什么 秦琛闻声低头 两人对视 神情皆是一顿 苏莫误会了 秦琛显然也没意识到 秦琛这会儿 正拎着手里的便利袋 往门厅柜上放 因为苏莫在前面挡着 他即便手臂再长 也不得不靠近 他原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是在苏莫提醒 垂眸看到眼前的一幕后 眸色不由地暗了暗 秦琛 顶到你了 苏莫闻声 耳朵疏地一红 本能地咬下唇 下一秒 苏莫换好鞋起身 他刚站直 腰间忽然落下一只手 将它往后带 速冷雌性的声音 在他头顶响起 那是腰带 我有温度 苏莫 他只说了 温度却没否认硬度 是对自己的自信 苏莫被他从后抱着 两人就这么黏黏乎乎地站了会儿 秦琛抱着他腰的手一松 沉声说 你的店明天就可以开业 苏莫回头 微微诧异 这么快 秦琛承应 嗯 苏莫眉眼含笑 没瞧出来 秦师傅在长乐县 还挺有人脉 秦琛拎过菜进厨房 面不改色说 我对门邻居 恰好负责这款 苏莫将信将疑 这要巧 秦琛穿着黑色短袜的脚踩实地面 长乐县本来也不大 苏莫挑挑眉 不置可否 这点倒是确实 苏莫忽然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真是妙不可言 就好比现在 他窝在沙发里打游戏 秦琛在厨房忙碌做饭 明明一个月前两人 还只是彼此的相亲对象 现在 得 现在还不如一个月之前 想到这些 苏莫痴笑了一声 垂眸继续打游戏 他正玩地投入 秦琛从厨房探头 排骨吃甜口 还是咸口 苏莫抬头 撞刺陷入私存 秦琛淡着声音说 不用客气 苏莫轻挑眼尾 试探问 没报多大希望 一半一半 秦琛 可以 秦琛话落 继续忙碌 苏莫看着他的身影忙碌 有那么几秒呆了 这算是有求必应 饭菜上桌是半小时后 三菜一汤 色香味俱全 苏莫最近在赶工 有时候太投入 饭都顾不上吃 一周当中 能吃上一日三餐的日子 超不过两天 闻到饭香 苏莫本能抬头 秦琛恰好朝他这边看过来 吃饭 苏莫 哦 秦琛手艺不错 哪怕是味蕾挑剔的苏莫 也吃了一碗半 饭后 秦琛收拾碗筷 苏莫走到饮水机前喝水 喝完水 他迈步回到沙发前 正想要不要再打一局游戏 扔在沙发里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苏莫垂眸 在瞧见屏幕上 阮慧两个字后 弯腰拿起手机 按下接听 说 听出苏莫语气里有些不耐 阮慧择了一声 怎么 耽误了你办事 苏莫刚吃完饭 血液主攻为动力呢 脑工血不足 阮慧 也男人在 这下苏莫听懂了 嘴角扯了扯 苏莫没回答 阮慧当他是默认 声音压低些说 默默 你是不是对那个男人动心了 是这么久 苏莫伸长腿抵在面前的茶几上 脚尖晃动 脚踝上的铃铛 发出若有似无的脆响 他还没发挥他的作用 阮慧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业余 你别陪了夫人又折兵 苏莫红唇轻挑 乌鸦嘴 两人闲聊几句 阮慧忽然想到了 自己这次打电话的目的 声音燃笑 还带了几分兴奋 对了 默默 你跟蒋商恋爱这么久 你知不知道蒋家的八卦 苏莫哼笑 没兴趣 阮慧宛若未闻 继续兴冲冲的说 我也是刚听说 原来蒋商还有一个堂哥 据说蒋老爷子 给蒋商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他不乖乖结婚 蒋家就会换计成人 苏莫漫不经心的笑 是吗 活该 第四十二章 铁树开花 苏莫向来爱增分明 爱的时候是真的爱 不爱的时候 也是真的不爱 如果说 他跟蒋商是 爱到末路分手 那他也就认了 元聚元散的是 抢求不得 可他跟蒋商 偏偏是因为他的无能 懦若分的手 让他大大方方地 祝他幸福 愿他虔诚似锦 那不能够 听出苏莫语气里的嘲讽 阮慧调侃 你说 这算不算报应 苏莫清朝 笃定开口 他一定会结婚 阮慧 骨头这么软 苏莫面笑 没接话 他如果骨头够硬 两人也不会走到分手这步 秦晨从厨房出来的时候 苏莫刚跟阮慧挂了电话 两人看了彼此一眼 一周没见 那骨子男人和女人之间 暧昧黏糊的劲儿 瞬间就上来了 苏莫软软懒懒地 靠在沙发里 红唇勾笑 秦晨没说话 大步走过来 抱起他进浴室 在浴室里 秦晨用的是苏莫 没被开发过的姿势 他几乎整个人 都挂在了他身上 他大手只要不拖着 他随时都有掉下去的风险 他紧致笔直的腿 在他腰间缠得紧 秦晨低头吻他 每一次聊播 都恰好触碰到他的敏感点 欲念到顶时 苏莫迷离间 有一个想法在脑子里闪过 秦晨念书的时候 绝对是一把好手 刻苦 钻研 勤奋 嗯 还努力 事后 苏莫被秦晨抱回卧室 他给他吹干头发 低沉着嗓音说 我想买点东西放你这儿 苏莫了眼看他 庸庸懒懒 什么 秦晨道 男士拖鞋 还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听到秦晨的话 苏莫水眸里 顿时就犯起了警惕 看着他的变化 秦晨开口 你家里买的拖鞋不合脚 穿着不舒服 每次事后 我没有换洗的衣服 苏莫 秦晨理由很充足 但苏莫还是提防他 总觉得他想纠战雀巢 两人就这么四目相对 看着彼此 秦晨把手里发烫的吹风机放下 捏起他下河 你怕什么 苏莫失笑 我怕 秦晨 放心 我不会缠着你 只要你有男朋友 我立马滚蛋 苏莫轻哼 推开他的手 你最好说话算话 秦晨晚上依旧没留宿 苏莫在他走后 扶在椅子上咬指甲 盘算奖上那孙子 到底什么时候结婚 他要是再不结婚 他这边怕是要把自己折进去 另一边 秦晨下楼后 先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 给自己买了一堆日用品 随后才开车离去 车开出一段路 放在中控上的手机响起 他低头瞧了一眼 漆黑的毛子 泛起一抹寒意 过了片刻 只副划过屏幕按下接听 嗯 秦晨声音又冷又硬 让电话那头的人为之一愣 半晌 对方陪笑说 阿琛 小伤结婚你 方便当伴郎吗 秦晨冷声 不方便 听到秦晨的回复 对方尴尬笑笑 那你会回来吗 秦晨依旧冷漠 看情况 对方 阿琛 爷爷和我们这些年 都一直惦记着你和小绿 你 秦晨态度疏离 我在开车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说吧 不等对方接话 秦晨直接挂了电话 电话前脚切断 后脚屏幕上 跳出一条信息 期待我们一家团员 秦晨扫了一眼 收回目光 但莫从骨子里往外渗 二十多分钟后 车抵达小区 秦晨推门下车 大长腿刚迈下来 就听到身后 响起一道口哨声 他纹身回头 一把车钥匙抛物线 朝他扔来 他伸手去接 给他扔车钥匙的人 趁机对他大打出手见状 秦晨眼睛瞇了瞇 接住钥匙 跟对方过了两招 最后掐着对方的脖子 将人抵在了车身上 对方瞬间 从洋洋得意 变成了苦瓜脸 秦哥 我错了 我错了 秦晨踢看对方 要笑不笑 还打吗 对方 不打了 不打了 说完 吸低笑脸 秦哥 听说你千年铁树开花 再点做地下情人 嘿 没想到你好这口 第四十三章 一语成衬 男人脸上堆笑 对上的是秦晨英智的脸 四目相对 男人一秒收笑 过了一会儿 秦晨收回掐着他脖子的手 从兜里摸出烟 和点了根烟 老三什么情况 男人摸着脖子回话 穆哥挺好的 秦晨 嗯 说着 秦晨拿着车药 是往停靠在不远处的车跟前走 夜幕深深 站在远处的时候没看清 走进乔青了 秦晨眸色冷了几个度 欧鹿 跟蒋商那辆是同款 唯一区别是 他这辆是当年新款 蒋商那辆是去年老款 见秦晨站在车前没动静 男人又舔着笑脸靠近 秦哥 怎么了 秦晨手一抬 把车钥匙扔给对方 给我换一样 男人目瞪口呆 啊 秦晨简言结语给出解释 不喜欢 男人 不是 秦哥 这 不等男人把话说完 秦晨已经转身阔步离开 看着秦晨离开的背影 男人反手挠头 最后一脸无奈地掏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电话接通 男人惆怅说 穆哥 秦哥说他不喜欢这两 让给他换一样 另一边 苏默在秦晨之后 跟韩晨梅包了会儿电话粥 韩晨梅三句不离其宗 话里话外都是催婚 苏默不慎走心地硬着 给手机开了免提 边听老太太说叫 边用指尖点开某个AP购物 他挑挑拣拣选了三件睡裙 韩晨梅那边也恰好说完 听到没 苏默语气诚恳 想是受教 听到了 韩晨梅 我其实觉得 小秦那孩子就挺好 提到秦晨 苏默唇脚扯了扯 外婆 知人知面不知心 韩晨梅 你现在不把握 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 苏默言语 那您拭目以待我哭着求她的那天 两天后 苏默知道奖伤骨头软 但他没想过他的骨头会这么软 接到软回微信时 他正在店里接待一个挑剔的顾客 顾客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 全程交流百分之百障碍 十句话里 总会夹杂蹦打两句英语 起初接待她的是双旗 后来眼看双旗要被折磨疯了 苏默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 示意她去喝口水消消火 双旗气得翻白眼 转身的时候 用口型跟苏默说话 她有病 苏默玩耳 同样回忆口型 没事 我有药 双旗一走 女孩将枪口对准了苏默 你们这店里就这点东西 苏默红唇样笑 细软的腰网跪架上靠 可以定制 女孩定制多少钱 苏默笑音音地说 三百万是起价 具体看你要什么款式 做工越复杂 价位越高 听到苏默的话 女孩脸色微变 转头往前走了两步 随后指着一款首饰和说 这个多少钱 苏默 四千八 女孩回身讥笑 话里话外都是浓浓的优越感 四千八 我在国外的时候 这种东西最多一二百 苏默唇脚弯弯 对于她的话并不生气 质量不一样 女孩嘲弄 有什么不一样 苏默 我们这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 匠心打磨 纯手工 国外你见到的那些 是我们老祖宗完剩下的 批量生产 说高仿都是给他们面子 女孩不以为然 我看你是土包子 鼠目寸光 见识短 所以才说这种话 国外的首饰盒 可要比你这些精致多了 瞧着女孩自信过慎的样子 苏默唇脚含笑 我们店门口之前 其实有贴过一张纸 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女孩发问 什么纸 苏默白皙纤细的手指 撩薄发丝 红唇轻条 一字一句说 重阳媚外者与狗不准入内 女孩怨怒 苏默疏然一笑 琪琪 送客 双齐哀了一声 似乎就在等这一刻 三步并两步 走到女孩面前 做了个请的手势 慢走 不送 女孩被双齐请走 苏默低头看向手机 指尖划过屏幕 软晦的微信跳出来 要不说 还得是你这前女友了解她 奖上那孙子 果然妥协了 婚礼定在四天后 第四十四章 人美心善三观正 看到这条信息 苏默丝毫不觉得意外 甚至完全可以 说是意料之中 苏默唇角勾起一抹讥笑 没给软慧回信息 慢回声 把手机随手放在收音台上 双齐送走女孩回来 一脸愤世嫉俗 瞧了眼神太淡定的苏默 撇嘴说 那女的让我讨厌 苏默了眼皮 唇角含笑 明知故问 怎么 双齐愤愤然说 怎么就外国的东西 比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好 我们民族文化多少年 其他国家民族文化才多少年 还说什么国外空气都是自由的 苏默倾笑 知道为什么国外空气自由吗 双齐正正不说话 苏默双手还凶样笑说 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 五千年历史 五千年文明 礼仪之邦 素样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国外某些国家的历史 才有多少年 猴子净化成人 过程漫长 你说猴子自由 还是人自由 双齐文言 眼眸末地发亮 苏默吃笑一声 猴子连衣服都不用穿 双齐 苏默姐 你说得好好 苏默玩耳 妖妖扰扰 心美 心善 三观正 大概是这份升华了的爱国情怀 让双齐对苏默的印象大大改观 当天下午 双齐还给他点了杯奶茶 女孩子的友情搭建 往往只需要一个契机 有了契机 后面就是顺理成章 午后邪阳暖暖 两人并排 坐在落地窗前喝奶茶 双齐问苏默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做妻妻啊 苏默被试要吸管 喜欢 双齐 只是单纯喜欢 苏默迎着阳光眯了眯眼 我喜欢任何有美感的东西 舍不得这些东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觉得 他足够美足够优秀 应该被传承 双齐被苏默这番言论 惊得说不出话 拜上 嘴巴一张一盒说 你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 我以为 苏默偏过头看他 眉眼如丝 以为我轻浮 以为我世俗 双齐不好意思承认 书弟一笑 也没否认 苏默 皮囊是皮囊 内在是内在 外表冷漠如霜的人 或许骨子里热情如火 表面瞧着热络滚烫的人 骨子里或许都是 见不得光的狗狗盈盈 双齐 晚上下班的时候 苏默和双齐一起离开 两人走到门外 恰好跟正站在店门口 抽烟的秦琛碰了个正正 苏默表情淡淡 朝他微微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秦琛同样淡漠 任何人瞧着 都不能把他们俩想到 有那一层关系 不过反观双齐就不一样了 从见到秦琛开始 这姑娘就一直局促不安 不是妾 是娇羞 暗戳戳瞧秦琛一眼 自己面红耳赤 苏默在一旁看着 心里还算平静 但多多少少有些不忍 觉得秦琛在忽悠 小姑娘的感情 他唇角提了提 正想说点什么 拆穿秦琛的虚伪面具 就见双齐挪动小碎步 往秦琛那边靠了靠 小声问 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秦琛表情冷漠疏离 我们不熟 双齐又问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我那天打你那一巴掌 秦琛没风促促 微微求爱的场面 出声打断 车到了 说吧 不等双齐说什么 直接拉过小姑娘 塞进出租车里 随后自己也坐了上车 等到车开出一段路 苏默掏出手机 给秦琛发信息 不喜欢就果断拒绝 不懂 秦琛 拒绝有用 苏默 你起码得态度明确 这条信息发出 秦琛那头没回复 倒是坐在他身侧的双齐 双手脱腮 跟相思成吉式的 慢悠悠地开了口 不知道秦琛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苏默不说话 双齐又说 我是真喜欢她 说着 双齐顿了顿 过了一会儿 她忽然像是背下了将头 精神抖擞 眼睛亮晶晶地说 就算做不成她女朋友 给她当舔狗 我都愿意 苏默 得 好言难劝该死鬼 送双齐回家 苏默让司机掉头 送自己回小区 眼看车就要抵达住的地方 苏默想到什么 拿起手机 又给秦琛发信息 四天后 陪我去荣城参加婚礼 有拿得出手的衣服吗 第四十五章 遇故人 这几条信息发出去 秦琛那边没回复 石沉大海 直到第二天清早 苏默才看到她的回复 凌晨两点回的 简简单单两个字 没有 对于这样的回复 苏默其实早预料到了 但是在真的得到肯定答案后 她还是不由地 被结结实实震惊了一把 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 居然连一件 拿得出手的像样衣服都没有 这得过得多结局 想到结局 苏默就又想到了 她的家庭情况 无父无母 跟妹妹相依为命 想到她的家庭情况 苏默不由地想得更多了些 又想到了在医院那次偶遇 她妹妹似乎有病 急需一大笔钱做手术 想到这些 苏默抿了抿唇 纤细指尖在屏幕上打字 你今天有时间吗 这次秦琛倒是秒回 有 怎么了 苏默 带你去买衣服 总不能让她穿得破破烂烂 给她丢人现眼 两人商量好时间 秦琛开车来接她 苏默坐进车里 打开手机导航 几次失望退出 最后苏默把手机一收 转头看向秦琛 这里有没有男士品牌商场 秦琛回应 没有 苏默品质差不多点的呢 秦琛面部改色 大概也没有 苏默不再吭声 人窝在座椅里 像是双打了的茄子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她就算是有钱 也没办法买到 压根就没有的东西 皇帝得新装 秦琛话落 见苏默不说话 侧头看向她 要不要去市区看看 应该有 长乐县到市区 走高速也不过一个半小时距离 苏默闻言 没过多私存 直接点了头 不点头也没办法 偶尔撒个小谎她还行 变戏法 变出一件衣服来 她不会 去市区的路上 两人谁都没说话 秦琛是本身就不是话多的人 苏默是单纯不想说 等到下高速 苏默扫了眼收费瓶 又庸庸懒懒收回视线 秦琛说的没错 市区确实有几家男士服装专卖店 比起容成是差很多 但起码还算看得过去 两人选了一家店进去 刚进门 就有两个店员上来 热情相迎秦琛 显然是不习惯这种氛围 没风轻醋 周身都散发着冰冻三尺的寒意 比起她 苏默倒是很习惯这种热褂 购物是女人的天性 花钱是血脉觉醒 店员在看出 购物的主动权在苏默手里后 也就没在秦琛身边打转 而是把所有热情一股脑 都用在了苏默身上 苏默喜欢热情 却不是个耳根子软的 他们说他们的 他逛他的 最后 苏默抬手指了三套西服 那三套 让他试试 店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明眼光真好 那几件都是我们的新品 苏默轻挑眼尾 善笑提纯 第三件不是吧 去年老款 店员纹声面色一僵 苏默没理会他 朝站在不远处的秦琛台下河 去试试 秦琛纹声上前 从店员手里接过衣服 进了试衣间 看着秦琛进去 苏默找了个软椅坐下翘着腿看手机 片刻后 秦琛换好衣服出来 不得不说 有的男人就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看到秦琛一身西装革履出现在眼前 苏默轻挑了下眼尾 眼底闪过一抹惊艳 嗯 是惊艳 跟平日里的他 气质气场截然相反 店员在一旁也不由得夸赞 先生穿这套真帅 你女朋友眼光真好 苏默对女朋友这三个字不敢冒 其他的话却是不置可否 唇角含笑说 再还另外两套试试 接下来两套试完 秦琛淡着脸 等苏默做选择 苏默轻笑起身 玉手豪气一挥 刷卡付钱 三套 办了会员 打折下来一万三 拎着衣服出店门 苏默发现秦琛脸色沉沉 他知道他在想什么 无非是男人自尊心作祟 苏默只不看他 红唇勾了勾 打直球 觉得心里不舒服 秦琛垂眸 绷着脸 并不说话 苏默侃侃而谈大道理 这次是你帮我 所以消费 理应由我买单 如果哪天 是你用得着我 消费肯定就有你买单 这叫人情事故 懂吗 你求人办事 会让人倒贴钱 听到苏默的话 秦琛神情稍有缓和 苏默话音刚落 他身后忽然响起一道热切又熟悉的声音 阿琛 你怎么在这儿 第46章 勾引的锅 他不背 有那么一瞬间 苏默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但是当他听到第二声 他就知道 这声音 话成灰苏默都能听得出来 他的前任准婆婆 在过去的七年里 他没少听他的刻薄言论 一方面在几个搞艺术的大佬那里 借着他的名头贴金 一方面又在私下里 极为鄙夷他的家庭 如果不是每次奖商都站出来当何事佬 他那会儿 也是真心实意喜欢奖商不想他为难 两人大概早就撕破脸 不是 他刚刚叫谁阿琛 秦琛 苏默拧眉眉抬眼看秦琛 发现他面色无异后 想着会不会是同生不同人 待他转头朝声援看去 跟一身贵妇派头的承兰对视 两人都是一副活见鬼的表情 相比苏默 承兰脸色显然更为好看 只见他目光在苏默和秦琛之间打转 最后强装镇定 脸上挤出一抹笑看着秦琛说 阿琛 这位是女朋友 秦琛神情淡漠 看不出多于情绪外泄 嗯 承兰文言捏着手包的手紧了紧 呵呵 这样的场面不可谓不尴尬 苏默站在秦琛身侧 丸卫看着眼前一幕的同时 猜测秦琛的身份 因为他发现 承兰似乎挺怕秦琛的 是那种从骨子里生出来的怕 这倒是稀罕事 他认识承兰这么久 除了面对蒋老爷子 他还没见他对谁这样过 哪怕是对蒋家老太太 他也时不时绘画 里画外阴阳两句 提起蒋家老太太 苏默忽然心里一软 那老太太是真心喜欢他 对他捧着宠着 可惜 以后没机会再见了 苏默这边思绪乱飞 承兰在跟秦琛简单聊了几句后 带着身侧的助理离开 临离开前 承兰一团和气地看着秦琛说 有时间回家看看 爷爷和奶奶都很想你 秦琛嗓音凉薄 嗯 承兰话落 从苏默身边经过 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用紧两人听到的声音警告他 收起你那点小心思 苏默轻挑眼尾 没支声 收起他的小心思 什么小心思 等到承兰走远 苏默和秦琛也乘电梯下楼 走出商场 两人上车 秦琛反手把手里的衣服放车后排 苏默靠坐在副驾驶似笑非笑看他 你认识蒋商 秦琛回看他 面不改色 谁 苏默 我前男友 秦琛眉峰蹉了下回答 不认识 苏默看着他眯起眼 显然是不幸 不过想着想着 苏默忽然又想起 前两次秦琛和蒋商碰面的场景 两人似乎确实是不认识 可秦琛不认识蒋商 怎么会认识成蓝 而且瞧着两人的样子 明显应该是 亲戚 苏默琢磨不出来 索性不琢磨了 直接一顺不顺地盯着秦琛看 秦琛挺阔有形的背后靠 单手撑着方向盘 也同样回看他 足足一分多钟 秦琛忽然轻声靠过来 大手捏住他后颈往前 垂眸看着他的眼睛说 有什么想问的 直接问 别让我猜 秦琛让问 苏默也没扭扭念念 直接说 刚刚跟你说话的那个女人 跟你什么关系 秦琛道 二婶 苏默拧眉 轻的 秦琛嗓音沉沉 嗯 苏默心底末的一紧 咬着牙说 那你不知道他儿子就是奖伤 苏默说完 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秦琛瞧着他挑了下眉 扮嗓 面色平静如水说 这么说 我是睡了自己的前弟妹 机缘巧合 还是你蓄意报复 第四十七章 哥哥的刀 是宝刀 这一口锅甩过来 把苏默砸得有些晕 饶是他平日里那样 巧舌如簧的一个人 这会儿也不自觉哑言 他柳叶细眉竖着 风情没了 只剩下百口莫辩的薄目 两人四目相对 苏默咬碎了牙根说 是意外 秦琛眉眼寡淡 直直看着他 瞧不出其他情绪 苏默觉得他是不幸 又狠狠地说 我没那么愚蠢 为了报复一个背叛我的男人 陪上我自己的第一次 秦琛沉声问 是吗 苏默 不然呢 这个话题 随着苏默这句反问终止 秦琛也事事松开了 捏在他后颈的手 后颈被松开 苏默莫名松了一口气 约莫四五秒钟后 苏默挑眉问秦琛 再三确认 你跟蒋商是青唐兄弟 秦琛手拿烟盒 叼了一根在嘴前道 嗯 苏默盯着他看 脑海中某些信息一闪而过 前两天 转慧好像发信息 跟他提了这个事 说 如果蒋商不结婚的话 蒋家继承人就要一主 他那会儿全当笑话看 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 难怪刚才成岸看到他会是那副表情 又忌惮 又排斥 苏默落眼在秦琛身上的目光 因为想到这些事变得复杂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斜眼看他 像是看透了他的小心思 哑声问 还想知道什么 苏默说 我跟蒋商交往七年 怎么不知道 蒋家有你这么一号人物 秦琛骨节分明的手指 搭在车窗外谈烟灰 一直都有 苏默要笑不笑 是吗 秦琛侧头垂眸 看窗外散落的烟灰 我要接受你 苏默掖住 被戳到了软肋 胸口又闷又疼 秦琛转回头看他 跟我睡 你不亏 苏默不知道 这个男人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 被气笑 是吗 秦琛最起码奖商结婚 你能以嫂子的身份做主桌 苏默 苏默OS 神他妈嫂子做主桌 因为这个插曲 两人再回长乐县的路上 一句话没说 回到长乐县 抵达苏默住的小区 他推门下车 秦琛坐在车里没动 两人就像是某种默契 都需要冷静 苏默踩着高跟鞋离开 细腰摇曳 头都没回 秦琛坐在车里看着 直到他消失不见 掏出手机发了条信息出去 承岚今天去市区做什么 那头秒回 似乎是在谈一个商场收购 怎么 遇到了 秦琛 嗯 对方 你还怕他 他看到你就跟老鼠见到猫似的 秦琛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苏默也在 对方秦琛 没什么 他总有一天会知道 对方 我特别想知道 苏默什么反应 秦琛 跟我解释 他不是蓄意接近我 纯属意外 对方 这姑娘是真可怜 单纯如他 怎么能逗得过你这个老奸巨华 另一边 苏默回家后 先是走到冰箱前 取出一罐啤酒 打开喝了两口 随后软腰 靠着冰箱门 拿起手机 拨通了阮慧的电话 闺蜜吐槽 专挑刺激地说 待他把今天如戏剧一般的场面 跟阮慧描述完 清晰听到 阮慧那边 有勺子啪的掉落 什么 你的意思是 现在跟你私混的野男人 就是奖上的堂哥 阮慧声音之大 把苏默耳朵震得不清 苏默拧着眉 把手机拿远些 懒懒艳艳 声音无起伏说 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 阮慧 这剧情也太 苏默直接捏着啤酒罐 回到沙发上 盘腿而坐 接着他的话说 抓马 阮慧隔着手机拍桌子 这怎么能叫抓马 这明明叫刺激 苏默 你可为珍重 阮慧贼嘻嘻笑 又见嘻嘻地问 野男人知道 你们的关系后 什么反应 说到秦琛的反应 苏默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怀疑我是蓄意接近他 为了报复奖商 阮慧文言再次拍桌子 别说他了 连我都是这么怀疑的 苏默哼笑 我是那种人 苏默话落 阮慧声音忽然变得 暧昧又猥琐 默默 你说 你们俩以后再这样那样 你想到他差点成为你堂哥 生理上核心理上 不等阮慧大逆不道的发言结束 苏默输得挂了电话 阮慧秒发信息 害羞了 苏默 色字头上一把刀 阮慧 哥哥的刀是宝刀 刀刀送你上GC 苏默 当天晚上 苏默的思想成功被阮慧带偏了 他做了一个梦 秦琛把他抵在落地窗前横冲直撞 在他摇摇欲坠 又飘飘欲仙之际 咬着他的耳垂喊他 弟妹 第48章 当他是什么人 梦醒时分 苏默一个机灵 春梦变噩梦 香汗淋漓变成了冷汗层层 苏默看着天花板发了会呆 起床冲了个温水澡 又喝了杯水压惊 随后拢着浴巾 站在窗前看夜景 他住的这个小区 年龄比他都大 连电梯都是后期 每家每户出资自己改建的 夜景其实不好看 都是参差不齐的老楼 既瞧不出美感 也瞧不出气势 不过 倒是有种别样的温馨 是那种飘飘凌凌后 落叶归根的归属感 这一看 苏默直接从凌晨三点半 看到了五点 看着旭日东升 他眼睛被刺得咪了咪 转身拢着浴巾 回了卧室睡回笼觉 熬了小半宿 苏默再次躺到床上时 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失重感 像是人悬在半空 身体和灵魂分离 等到睡熟了 又雷打不动 半上午 苏默睡得正熟 放在床头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 迷迷糊糊睁眼 偶尸的胳膊从被子里伸出 摸过手机按下接听 喂 苏默声音慵懒 还夹杂了那么点睡饱后的小意温柔 双旗听到他的声音 先是愣了愣 后小心翼翼地问 苏默姐 你今天不来店里吗 苏默用手捏眉心 想到了什么 翻了个身说 不去 最近几天都不去 你好好看店 双旗好奇心重 为什么 苏默说 前男友结婚 双旗惊愕 你要去抢婚 苏默冷笑 我去做主桌 双旗没听懂 啊 有些事 苏默没法跟双旗戏说 索性不说 你听话好好看店 等姐姐回来 给你包个大红包 双旗虽然单纯 但也不傻 听出苏默不想说 也没追问 闷闷地恩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 两人挂断电话 苏默正想起身 手机震动 双旗不放心他 又给他发了条微信 你注意安全啊 别爱打 苏默轻笑 回复 乖 双旗嘴硬心软 我可不是关心你 我是担心你受伤以后 店里只有我一个人 累死累活 苏默 我知道 你就是担心我 跟双旗发完信息 苏默唇脚 含笑起床去洗漱 蒋商三天后结婚 他今天就得提前去 今天去荣城 明天去看几灵 后天养精蓄锐 大后天美艳不可放物 去参加婚礼 俗话说得好 不争馒头争口气 参加前任婚礼 必须比参加自己婚礼 都光彩照人 洗漱完 苏默走回卧室 拿起手机 拨通了秦琛的电话 昨天两人最后谁都没说话 今天苏默尴尬竟其实还在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也没别的选择 电话接通 苏默率先出声 蒋商大后天婚礼 你是准备后天去 还是当天去 秦琛嗓音低沉冷淡 你呢 苏默说 我今天去 秦琛 嗯 苏默不想解释 觉得两人的关系没到那个份上 但碍于昨天他的怀疑猜测 他又无端觉得心虚 不得不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我去荣城 还有别的事 需要提前去 苏默话落 秦琛那边没立即回答 约某三五秒后 他听到秦琛说 邱正 你来接手 不多话 另一道细皮笑脸的声音响起 是 琛哥 几分钟后 秦琛像是走了一段路 随后伴随着打火机响动 他抽烟沉声问 苏默 你是不是想跟我终止这段关系 苏默 苏默觉得 秦琛不去天桥算卦 可惜了 长乐县少了一位大师 秦琛说的没错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 他想着 等奖商那边婚礼一结束 他就出巨资 成聘一位假男友 然后跟终止跟他的关系 秦琛话落 没听到苏默的回应 知道自己猜对了 慢条思理的抽烟 急滴滴冷笑了一声 苏默 你当我是什么人 你说睡就睡 说不要就不要 第49章 吃定他 苏默认识秦琛这么久 还没见过他笑 这会儿文声响画面 想象不出 倒是被吓得抖了几抖 半晌 苏默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什么叫我说睡就睡 我说不要就不要 我们俩当初商量好的 只要我有男友 你就滚蛋 秦琛嗓音沉沉 犹如老僧入定 你现在有男友了吗 苏默掖住 他其实想说有 想打肿脸冲一回胖子 可他不敢 是在秦琛面前要面子 还是在奖商面前要面子 他选择后者 通话有那么一瞬间的冷场 苏默接不住话 秦琛诞声说 想好 是要我大后天去 还是你现在变得男友出来 苏默 秦琛 嗯 苏默咬牙切齿 咬指尖 你去 秦琛问 想好了 苏默求人理亏 用人腰杆软 想好了 秦琛声音清冷道 你现在收拾 我两个小时候去接你 陪你去荣城 苏默 哦 苏默从来都不知道 一个原来能饱含这么多种情绪 无奈 气愤 窝囊 跟秦琛挂断电话 苏默磨着牙根做了许久 他是怒的 可他现在溅在弦上 没办法跟秦琛翻脸 秦琛两个小时后来接人 苏默长发随意用一个卡子扎起 汲取碎发自然散落 一身绿色雪纺纱裙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秦琛只远远瞧了一眼 就没再挪开眼 等到车使劲 他眼底惊艳收敛 只剩淡漠 苏默开门上车 嘴撅着 没支声 秦琛知道他心里有气 也没开口说话 而是从中控上 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他 苏默没接 双手环胸端着架子 秦琛手里的水举了会儿 放下 轻声过来给他系安全带 苏默一双水眸直勾勾地看他 眼底的不高兴就诧一出来 秦琛低头给他系安全带 系好 一声没坑 收回身子坐直 苏默 去荣城的路上 苏默偏着头看窗外 他是堵着一口气 想着自己就算不能明目张胆反抗 也得多多少少坐一坐 骨子里的小女人脚情近 只不过 他最初目光确实是在看车窗外风景 最后不知怎么视线一收 恰好落在了车里秦琛的倒影上 之前不知道他跟蒋商的时候 他没把两人的长相往一处想 现在仔细一瞧 确实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 比如鼻子 比如嘴 眼睛不一样 蒋商的眼睛看着要更温和点 秦琛的更凌厉 想着想着 苏默微微拧了拧眉 想到蒋商和秦琛的那层关系 就糟心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是故意为之 车抵达荣城 已经是三个多小时后 一路高速 再好的身子 都撑不住车驶入市区 苏默报了一家酒店地址 是之前他经常住的 价位虽然有小贵点 但环境没得说 车抵达酒店 苏默解开安全带 率先下车 往酒店走的那几步 苏默想了两件事 一 他跟秦琛开一间房 还是开两间 二 秦琛既然是蒋家人 他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不过这些想法 在他走进酒店的那刻 全部烟消云散 因为 他冤家路窄 看到两个人 蒋商 还有曾经恨不得 跟他穿一套裤子的迪秘夜染 这两人一起出现在这儿 老实说 挺 妙不可言的 尤其是他那位好闺蜜 还明显洗过澡 周身水气 头发都湿漉漉的没吹干 三人六目相对 蒋商脸色最先有了变化 只见他往前一步 似乎是想跟他说话 只是不等他开口 另一道磁性素冷的声音 就事事响起 打断了他的话 身份证都在我这儿 你怎么开房 第五十章 给点甜头 秦琛让苏默想到一个人 即时与宋江 是真的即时 而且每一次拿捏的时机 都是刚刚好 瞧着蒋商和叶染 犹如不匹 被泼了五颜六色颜料的脸 苏默唇角不由地勾起一抹讥笑 两人这是什么神情 怎么宛如捉见 不是 他们俩一个有未婚妻 一个有相爱多年的男友 一起出现在酒店 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跟秦琛男未婚女未嫁 倒是被嫁到了道德制高点 默默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没说一声 不等苏默欣赏完两人脸上的神情 叶染从蒋商身后上前 情绪调整极快 脸色惊恶散去 只剩下虚伪的笑 论虚伪 苏默也不是吃素的 红唇弯笑 本就长得漂亮 加点娇柔 不显作作 反倒俏皮又可爱 跟你说一声 你去接我吗 叶染神情骤然尴尬 强撑着笑脸 肯定的 苏默没眼弯弯 那我下次回来的时候 一定告诉你 叶染嘴角清扯 听到这话 直觉自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脸上的笑都要都不住了 不想接话 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接话 好 苏默 叶染 闻声 叶染心头一震 一股不好的感觉 油然而生 果不其然 下一秒 苏默红唇倾起 一张一和说 几个月没见 你的眼积又提升了 叶染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嘴角抽了抽 刚想说点什么 苏默没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转身挽着秦琛的手臂 迈步离开 刚刚进酒店之前 苏默还在思考 到底是开一间房 还是开两间 现在这种情况 完全不用考虑 一间 房间开好 结果前台递过来的房卡 苏默挽着秦琛进电梯 前一秒进门 后一秒 两人顺势分开 各占据一方 当然 主要做出这个决定性行为的人 是苏默 只见他后退一步 靠在电梯壁上板着脸 没隐藏情绪 他不高兴看着他的表情 秦琛沉沉申开口 那个女人是奖上的未婚妻 文言 苏默挑眉 激讽味明显 你自己的弟妹都不认识 秦琛面不改色 弟弟我也不熟 苏默一口气憋住 他嘴巴可真毒 可他没办法反驳 因为事实确实如此 过了一会儿 两人下电梯进房间 秦琛脱下外套去挂衣服 苏默坐在沙发上 打亮他的背影 待秦琛转回身 他轻挑着眼尾问 你跟蒋商之前没见过 青唐兄弟 彼此却不认识 这不科学 秦琛阔步朝他走来 没见过 苏默 青唐兄弟 没见过 秦琛走到他跟前 俯身将人一把捞人 让他坐在他腿上 两人面对面而坐 他深邃的毛子往下扫 苏默牙关一紧 知道他是在看什么 下意识并拢腿 奈何这个姿势 腿是并不拢了 只能勉强并拢膝盖 秦琛嗓音雌性 黑色 苏默咬牙 秦琛 秦琛双手掐着他的软腰 没妈撒 没挑逗 就是一寸寸攥紧 然后又一点点松开 压迫感和存在感十足 让他不好过 两人就这么对视 就在苏默耐心告庆 准备发怒时 他薄唇挑动开了口 确实从来没见过 我是蒋家人 却没在蒋家生活过一天 听到秦琛的话 苏默薄怒 被好奇心取代 嗯 秦琛向后靠 想知道 苏默不说话 神情不言而喻 秦琛说 这是我的隐私 苏默敏唇 这点倒是确实 隐私这种东西 确实不好窥探 苏默浅浅吸气 就在他准备放弃窥探时 秦琛侯杰滚动了下说 苏默 求之欲得有求之欲的态度 你给我点甜头 第五十一章 温宝斯不该撕的 求之欲 甜头 乍一听 还以为是虚心求学 不耻下问 往里深究 暧昧横生 苏默脸上表情多变 最后成了浓浓的嘲弄 秦琛 秦琛嗓音低沉 嗯 苏默轻笑 身子往前靠 不足盈盈一卧的细腰 晃动在他眼前 连带显眼的 还有他饱满有形的苏兄 这样的风景 不可谓不勾人 眼看秦琛眸色越来越暗 苏默忽然撤离 光脚跳下地 距离他半米开外后 冷笑开口 你觉得我会对你那点隐私有兴趣 豪门故事多 轻的 不轻的 婚内的 婚外的 老实说 他半点兴趣都没有 只不过是事情发展使然 刚好进行到了这一步 他如果说 他就听听 他如果不说 那他也不是非听不可 苏默说完 转身往卧室走 看着他的背影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开口 我爸是蒋商的大伯 早年为了跟我妈在一起 跟蒋家断绝了关系 文言 苏默脚下步子一顿 转回头 两人四目相对 秦琛伸手去拿扔在茶几上的烟盒 敲出一根点燃在嘴前 表情淡漠说 我是两年前才回到的蒋家 所以 不管是对蒋商 还是对蒋家其他人 我都不熟 甚至没见过 苏默想过千万种秦琛 跟蒋家的关系 但是独独没想过这一种 有那么一刹那 苏默感觉自己心间 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下 秦琛话落 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你还想知道什么 苏默 没了 再知道下去 就越界了 苏默向来心里 都有一档衡量人际关系秤 什么关系 说什么样的话 讨论什么样的秘密 很显然 以他跟秦琛的关系 不适合聊过于亲密的话题 因为这个插曲 苏默身上跋扈的气焰消散不少 大概是同为弃子 在感情上多多少少 会有那么点共鸣 晚上 苏默和秦琛在酒店大厅吃的中餐 饭后苏默去结账 乘电梯上楼时 壮丝无意问了秦琛一句 蒋家家大业大 就没给你点钱 秦琛垂眸看他 不卑不亢 没有 苏默猴头一梗 小气 秦琛 他们不喜欢我 苏默抿了抿红唇 没接话 喜欢他指定是不喜欢 不然也不能这么多年才来认他 只是这话他没法接 他早有打算 在参加完奖上的婚礼后 就跟他划清关系 不想在这种时候再横生之节 同情心他有 但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 同情心这种东西要不得 多少男女在一起 都是最开始同情 后面发展成爱情 最后腻了 烦了 清醒了 后悔莫及 傻傻分不清 从电梯下来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 苏默低着头 给几琳发微信 问他明天再不在家 几琳得别秒回 回来了 苏默 嗯 回来了 如果您明天在家 我就去蹭饭 几琳是大学教授 虽然已经退居二线 但时不时 还是会去各大名校去讲课 就时间上来说 不比年轻人宽裕 几琳 在 想吃什么 告诉师母 师母给你做 苏默 馋您做的糖饼 几琳 好 明天做给你吃 再给你做点你爱吃的卤味 跟几琳发完信息 苏默笑着收起手机 等他又走了两步 走到房门口刷卡 临近门前 他转头看向秦琛说 今晚你睡沙发 言外之意很清楚 今晚 不做 秦琛眼眸漆黑 嗓音速冷 嗯 苏默意外 他答应得这么痛快 轻挑了下眉梢 进门后 苏默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秦琛进了浴室 过了半小时 苏默一局游戏打完 正想起身回卧室 就跟刚洗完澡的秦琛 撞了个阵阵 秦琛没穿酒店的浴袍 而是光着上半身 下半身穿着他原本的西服裤 荷尔蒙气息格外张扬 西服裤是苏默昨天 给他买的那条 别说 挺合身 该修长的地方修长 该 惹眼的地方 鼓鼓囊囊 看着眼前的一幕 苏默不自觉地瞇了瞇眼眼 看气氛渐渐暧昧上头 秦琛嗓音清冷开口 打破了这场隐移 还不休息 苏默没心一跳 第52章 嫂子VS老婆 苏默从来都不是个 贪生逐色的人 不然 他也不可能跟奖商 谈了这么多年 还柏拉图 当然 他也不是那种 条条框框约束感特别重的人 不然 他也不可能跟秦琛熟男淑女一拍即合 秦琛给他泼了盆凉水 苏默百妹千娇的脸上 欲念顿收 蹭得起身 光脚踩在地上回了卧室 随着房门砰的一身关上 秦琛低垂的毛子挑了挑 次日 苏默起来的大早 跟秦琛招呼都没打 人就离开了酒店 他先是去京店 给吉林选了两样首饰 随后又去商场 给他选了两件裙子 都是大方得体款 符合吉林的身份地位 他打车前往吉林那时 已经临近中午 他按响门铃 吉林亲自来开的门 看到他的那刻 眼眶顺势通红 苏默不是那种 黏黏乎乎的人 但他最受不了温情 眼看吉林的眼泪说掉就掉 他忙放下手里的东西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师母 我回来了 吉林用手拍他后背 像是再打他 又舍不得真的把人打疼 你呀 我还以为 还以为 还以为什么 吉林没说全 但即便他不说 苏默心里也有数 他是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当初他一气之下离开 从离职到处理感情 前前后后不过一天时间 令所有熟知他的人都惊恶不已 他是真的雷厉风行 也是真的绝情 两人拥抱过后 吉林拉着他的手往里走 有保姆走出来 帮忙拎放在门口的东西 保姆也是认识苏默的 热热落落打过招呼 笑着说吉林得知他回来 今天起了个大早 苏默娇笑 把小辈儿的撒娇姿态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顿饭吃的氛围不错 在餐桌上 吉林问起苏默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苏默加了一筷子鲁味放碗里 我在常乐开了家小店 吉林文言皱眉 你以后要待在常乐 苏默给碗里的丫头 踢鼓抽筋 没抬头 嗯 目前是这个计划 吉林 那你的手艺 岂不是荒废了 苏默说 不会 功课没一日落下 吉林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 苏默知道他想说什么 抬眸笑盈盈地说 师母 其他在说 一句再说 噎得吉林无话可说 吉林不想破坏这好不容易才见面的气氛 给他夹菜 话锋一转说 你还没见过你大师兄对不对 苏默承认 是没见过 他这位大师兄 神龙见首不见尾 老实说 如果不是 踏入师门多年 甚至都怀疑他这位大师兄 是为了撑门面杜撰出来的 吉林 有时间安排你们见一面 苏默 好呀 饭后 苏默陪吉林做了会儿 结果还有别的事 道别离开 吉林亲自送他出门 旁敲侧击地问他感情的事 你跟奖商现在还有联系吗 苏默说 没了 吉林道 不联系也好 免得别人在背后说闲话 苏默浅笑奄然 嗯 吉林又说 师母这里多的是青年才俊 等你什么时候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师母介绍你认识 苏默玩二 好 跟吉林分别 苏默弯腰上出租 出租车启动的那一刹那 他轻虚了口气 怎么办 有点累 不是深累 是心累 是那种重归故里 需要应付人情事故的累 回到酒店 已经是一个多小时后 他扫码负账下车 高跟鞋钢踩实地面 就看到酒店门口 站着两个高大身影 一个是秦琛 一个是奖商 两人不知道说什么 奖商脸色看起来极为难看 苏默迈步走近 恰好听到秦琛气死人不偿命那句 其实你也不用难受 虽然他没成为你老婆 但成为了你嫂子 说到底 我们还是一家人 第53章 女子男养野 苏默觉得 秦琛这个人 是有点幽默细胞在身上的 冷幽默 尤其是在搭配上 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真的 绝了 秦琛话落 奖商半天没吭声 许久 他沉声说了句 你觉得默默为什么会选择你 秦琛神色正经 一见钟情 奖商灭笑 向来沉得住气的人 难得有多于情绪外显 你觉得可能 秦琛 你觉得他跟你恋爱七年 仅限于拉手是为什么 奖商被打到七寸 面色骤僵 秦琛挑眉 是你不愿意 奖商钻紧锤在身侧的手 你不懂 秦琛弹着连点头 我是不太懂 毕竟我们俩刚认识没多久 他就跟我确定关系 约我去了他家 奖商 这场博弈 明显秦琛技高一筹 接下来 两人还说了什么 苏默懒得在听 拎着手包上台阶 从两人身侧而过 仿若不认识两人 奖商瞧见他开口 默默 苏默闻声 脚下步子未停 头也没回 默默默 默你个大头鬼 秦琛是在十多分钟后回的酒店 他刷卡进门 苏默正盘腿 坐在沙发里打电话 人娇笑着 活色生香 瞧见他 苏默调整了下坐姿 裙摆下吞去了丝袜 两条紧致笔直的腿 随意交叠搭在茶几上 秦琛垂眸扫了一眼 转身走到一旁 起了罐啤酒 苏默看着他的背影 忽然想到了 昨晚睡前的一幕 眼睛瞇了瞇 狗东西 电话那头的人是阮慧 给他说八卦 告诉他 叶染跟男友分手了 你说他们俩为什么分手 苏默善笑 这谁知道 阮慧说 听说是他男朋友出轨了 苏默哼笑 阮慧 我不太信 苏默也不信 叶染那个男友 他认识 老实巴交的一个男人 就这么说吧 他的思想还停留在 从前车马很慢 一人一世一双人的阶段 他出轨 还没他学坏的几率大 阮慧说完 没听到苏默的回应 顿了顿 忽然扶置心灵 一般的说 不会是叶染出轨 给他男朋友甩锅吧 苏默言鱼 你问问 阮慧 你以为我不敢问 苏默轻笑 你敢问 他就敢碰瓷 扬言给自己立真结牌坊 一头撞死 在你面前 阮慧隔着手机 掩路鄙夷 这倒是 阮染那个人 别的能耐没有 在装白莲花这方面 那倒是真的炉火纯青 把孙悟空 扔进太上老君庐里 再回如八百个来回 都不好识别他的真身 如果不是这样 苏默也不能被他骗这么多年 两人闲聊几句 都觉得夜染这个话题晦气 心有灵犀转移了话题 阮慧说 我现在对蒋商的婚礼 真的充满了期待 苏默调侃 想去当新娘 阮慧 不是 想到你们几个齐聚一堂 我就觉得刺激 尤其是站在你的立场上 前任结婚 嫡秘是伴娘 你携手前任堂哥 坐在主桌出场 嘖嘖嘖 苏默 滚蛋 跟阮慧挂断电话 苏默唇脚笑意未收 他忽然想到什么 抬眼看向秦琛的背影 蒋商知道 你的身份了 秦琛没回头 背对着他接话 嗯 苏默讥笑 他今天是专程来挑衅你 秦琛 不是 他陪别人来的 恰好遇到 苏默闻眼拧眉 他陪谁 秦琛喝了一口啤酒 低沉着嗓音说 就昨天我们碰到的那个女人 苏默 一个男人陪一个女人来酒店 而且还是五次三番 老实说 没点猫腻 除非活见鬼 对此 苏默倒是不在乎 分都分了 他没那么深情 还为他牵肠挂肚 只是 毕竟爱过那么一场 如今会感觉 像是嗓子眼里 飞进去一只苍蝇 吐出来恶心 咽下去更恶心 想到这些 苏默突然结皮正犯了 起身走向浴室 走了几步 他忽然想到点什么 脚下步子一顿 踢开脚下的拖鞋 光脚踩在地板上 转身面对秦琛 察觉到他的视线 秦琛侧头看他 见他看过来 苏默指尖落在后背拉链上 缓缓下拉 随后将长裙一点点 从肩膀退下 第五十四章 媚眼如丝 苏默是美的 而且美得惊心动魄 是美而消这个词 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 秦琛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苏默 像个勾人心扑的妖精一样 站在自己面前 他眸色幽深 却没动 他心里有数 苏默这是在报复报复他 昨晚遇而不答 果不其然 苏默在盯着他看了话后 挑衅地轻挑了下眼尾 就转身进了浴室 还顺手啪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看着紧闭的浴室门 秦琛喉解滚动 半晌 他拿起手里的啤酒 猛地喝了一口 啤酒是冰的 正好消他心里的灶火 浴室里 苏默报复成功 御节散去 神清气爽 吃过晚饭 两人依旧一个睡卧室 一个睡客厅沙发 仿佛是暗暗较静 高手过招 一时间也分不清 到底是谁在吊着谁 晚上 苏默睡得正熟 听到客厅里 秦琛似乎是在打电话 不过他声音压得低 他听不太清 再加上他本身 对他的电话内容 也没多大兴趣 翻了个身 又继续沉沉睡去 秦琛确实在打电话 来电的是 之前帮他送车的人 秦哥 这次我帮你换了辆车 比欧鹿档次到 保证你喜欢 秦琛嗓音冷淡 不用了 对方文言发猛 啊 秦琛简言结语 我现在很穷 买不起车 对方惊愕 秦哥 你破产了 秦琛 嗯 说吧 不等对方接话 直接挂了电话 切断电话 秦琛把手机扔在一旁 单手置于脑袋后枕着 眼眸深邃 看落地窗外的夜景 你红璀璨 星光点点 另一边 跟秦琛挂断电话的男人 忙转手拨了另一通电话 带对方接起 他难眼吃惊道 穆哥 秦哥破产了 你知道吗 电话那头的人 似乎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细血开口 他不是破产了 他是骚惨了吧 四日 苏默七点准时起床 走到套房客厅时 没看到秦琛的身影 他懒懒散散环顾一圈 不觉得这么大个人会走丢 所以也就没太放在心上 喝了杯水 迎着晨曦练了会儿瑜伽 这会儿阳光正好 不刺眼 却温暖 他简单锻炼了半个小时 再练出薄薄一层汗后 觉得身上黏腻 自我嫌弃数秒 转身进了浴室 他今天没什么计划 主打就是一个养精蓄锐做护肤 为明天的战场做准备 冲完早 他听到客厅里似乎有了动静 他挑了挑眉 刚准备伸手拿扔在一旁的浴巾 浴室门忽然被从外猝不及防推开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气氛瞬间凝固 苏默拿浴巾的手顿住 鲜薄的背挺的笔直 秦琛这会儿 西装革履穿戴整齐 苏默用余光已经看到了 跟此刻赤身Luti的他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想到这两天被他吊着的事 苏默提了口气 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落了下风 耳朵一红 伸手扯过浴巾做事 就要护住自己 谁知 他只见刚碰触到浴巾 站在他身后的男人 脚下步子忽然迈开 阔步上前 先他一步拿走了浴巾 苏默心里一紧 本能转头 他兴慕圆瞪 发火的话还没说出口 下一秒 红唇被稳住 浴巾落地 男人的大手一寸寸搂紧 他细腰郁念和暧昧 就像是一个开关 一触即发 是格外激烈 待感 秦琛全程都没脱下衣物 只是解开了腰间皮带 苏默背底在瓷砖壁上 温凉和滚烫 宛如冰火两重天 他喜欢光脚 这会儿白嫩的脚尖点着 整个人都打仗 偏偏秦琛今早 有恶趣味 大手掐在他腰窝 将人往前推半寸 垂眸看纠缠在一起的风景 苏默没回头 可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身后传来的灼热目光 情欲这种事 男人是视觉动物 女人是感觉动物 对于男人而言 看到的越刺激 感受越激烈 可对于女人而言 朦朦胧胧的 幻想的 远比眼见为时要销魂得多 眼看两人都要同时攀顶 秦琛揣在兜里的手机 忽然不合时宜地想了起来 秦琛动作一顿 伸手去掏手机 苏默正全身酥酥麻麻 倒吸一口气凉气 转头去看他 娇琛 薄怒 媚眼如丝 迎着他哀哀怨怨的目光 秦琛眸色沉了沉 只副划过屏幕按下接听 哑声开口 蒋商 有事 第55章 骚动 当你跟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行雨水之欢 却意外接到了谈了七年的前任电话 是一种什么体验 苏默这会儿最有发言权 首先 心理压力挺大的 其次 挺刺激 在听到蒋商两个字后 苏默身子骤然一紧 他的紧 最先有体会的人不是他自己 而是站在他身后的秦琛 只见秦琛猴头滚动 掐在他腰间的手 任由他搅着神情如常 坦然自若地 跟电话那头不明真相的蒋商交谈 没时间 再说 蒋商那头说了什么 苏默一句没听清 他白嫩脚尖点着 两股战战 就在他想着 这样下去不是事 准备推开秦琛离开时 秦琛忽然抽身 单手将他抱起 把人抱到了洗手池大理石台面上 不等苏默有所反应 他大手掐在他腿根 低头靠近他耳边说 苏默 离离圆上 圆上什么 秦琛没说完 后面的字身体力行 苏默 秦琛始终没挂根蒋商的电话 说着一本正经的话 做着浪荡至极的事 相比他的窥然不动而言 苏默眼尾泛红 像只落水的妖精 汗沉沉 水滋滋 掉到极致 舒爽就会蔓延至四肢百骸 苏默整个人绷紧又舒展开来时 秦琛恰好挂断电话 他放下手机跟他接吻 一只手撑着洗手池台面 一手搂着他不足一卧的洗油 情意绵绵 事后 苏默被秦琛抱去洗澡 苏默站在淋浴下 看着他衣冠楚楚 怒从心中起 双手还胸 趾高气扬地看着他说 你怎么不脱 秦琛眼眸低垂 轻挑了像眉梢 你确定让我脱 苏默表现得像个渣女 急笑说 你身上哪里 我没看过 秦琛 红眉素软膏带了 戳到苏默软肋 有事实依据在 他没法反驳 脸颊气红 被秦琛爆出浴室时 苏默满脸的不高兴 任由他帮忙吹头发 又帮忙穿裙子 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 待他把他收拾妥贴 又把他抱进沙发里 他脸色才稍微有些好转 过了几分钟 他窝在沙发上打游戏 抬眼间 看到秦琛站在窗前喝水 阳光下 男人五官硬朗 棱角分明 不是眉清目秀的那种帅气 而是有压迫感的 荷尔蒙爆发的那种 苏默看得出神 脑子开小差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他当初之所以会选择秦琛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不是他这张脸 走 果然 不论男女 都是色令之婚的生物 撕捉完 苏默回神 就见秦琛放下矿泉水 卖不进了浴室 不多话 他手里拎着他刚刚脱下的长裙走出来 沉声问 手洗 苏默挑眉 你洗 秦琛 嗯 苏默抬抬抬下河 人又娇又懒散 明明是他需要人帮忙 姿态倒像是布施多大安会似的 手洗 秦琛 嗯 他身进浴室里面响起水流声 听到这个动静 苏默身子往沙发里嵌了嵌 心里某个地方像是变得毛毛躁躁 就像是无端落下了蒲公英 无痕 又似有痕 十多分钟后 秦琛从浴室出来 嘴角斜咬着一根烟 手里拎着刚给苏默洗完的长裙 苏默闻声抬眼 入眼的便是这样一副温柔操汗的场景 是女人 谁没有这种虚荣心 被人捧着 宠着 惯着 尤其是这男人明明一身冷漠 生人物尽 他独独泄出来的那一点温柔 都只是为你 看着眼前的一幕 苏默眯了眯眼 随后收敛目光 专注手里的游戏 秦琛再次接到蒋家来的电话 是临近中午的时候 这次来电话的不是蒋商 而是蒋家老爷子 电话接通 蒋老爷子的声音隔着手机不怒自威 人都回来了 不回家住 住酒店算怎么一回事 传出去像什么话 秦琛嗓音淡淡 不方便 蒋老爷子愈怒 有什么不方便 秦琛说 我带了女朋友 听闻秦琛带了女朋友 蒋老爷子怒意烧减了些 带了女朋友就一起回来 怎么 你这女朋友 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见不得光 第56章 柔软的姑娘啊 不知道是该说蒋老爷子 惊口欲言 还是该说蒋老爷子 一语成衬 总之 情况挺属实 蒋老爷子话落 没听到秦琛的回话 拿出长辈的威严下的死命令 一小时后 带女朋友回家吃午饭 听到没 秦琛看坐在沙发上 娇滴滴的人一眼 嗓音淡淡 嗯 跟蒋老爷子挂断电话 秦琛靠站在窗前点了根烟 一根烟过半 他猴杰滑动开口 你去过蒋家吗 房间里就两人 这话问的是谁 不用指名道姓都知道 苏莫低垂的睫毛长而卷 了眼皮看过来的时候 跟带了钩子似的 去过 怎么了 他跟蒋商谈恋爱那几年 没少去蒋家 两人是正经恋爱 当初也是一心奔着结婚去的 眉藏着掖着大大方方 秦琛没风轻醋 老爷子打电话 让我待会儿带你回去吃午饭 苏莫文言挑眉 语气里带了那么点排斥 老爷子怎么会知道 我在这里 秦琛面不改色说 大概还不知道是你 只知道我带了女朋友来荣城 哦 原来是想见孙席 苏莫翘着腿撕存 如果只是单纯应付蒋老爷子 他有一百二十种方法能避开 可问题是 成岚和蒋商已经知道实情 这件事压根瞒不住 何况明天他还得做主桌 左思右想 苏莫决定已不变应万变 我去 秦琛掐灭指尖香烟 我跟蒋家人关系一般 苏莫轻横 我知道 关系好就见鬼了 以蒋家的财力物理 如果真把秦琛当回事 指甲缝里露一点 都够他跟他妹妹 一辈子风衣足使 可你瞧瞧他们兄妹俩 连看病做手术的钱都犯愁 哦 还有 这个男人都三十多了 还没一件像样衣服 仅三件 还是他花钱买的 苏莫承应完 一顺不顺地盯着秦琛看 瞧他的五官 瞧他的气场 不知怎么的 他总觉得 他命不该如此 难道是钱力鼓 那这钱力 可埋得够深的是 都三十多年了 还没有发迹的迹象 想到这儿 苏莫忽然笑了 从酒店到蒋家 两人开车前往 苏莫坐在车上 看着两手空空的秦琛问 空手去 秦琛语气平静 不似假装 需要拿什么 苏莫轻笑 你去看望长辈 最起码不得买点礼品 秦琛眉头紧锁 我从小没跟长辈打过交道 听到秦琛的话 苏莫脸上的笑略僵 秦琛无父无母 打小跟妹妹相依为命 他刚才一晃神 把这查忘了 不知道是不是同病相怜的缘故 苏莫对于家庭 残缺这块 特别能感同身受 不过让他这会儿 说道歉的话 他也说不出口 他顿了顿 抬手用指尖勾了下发丝 你出钱 我给你买 秦琛嗓音低沉 一口答应 好 半小时后 车停在一处商场门口 苏莫跟秦琛要了五百 微信转账 等他回来 手里大包小包 起码买了有五千的东西 秦琛隔着车窗瞧着 扫过他手里 拎着的礼盒牌子 一颗心在胸腔里发胀 倔强 全身是刺 又柔软的不像话的姑娘 他拎着东西上车 把东西放在车后排 秦琛在他系安全带的时候 开口问 这么多东西 才五百 张开就来 你运气好 正好打折 秦琛落在方向盘上的那只手钻紧 面上不动声色 嗯 这些牌子 哪有打折的时候 就算有 也不可能五百块下来 说到底 不过是这柔软的姑娘 怕伤到他男人自尊编造的假话 车抵达蒋家老宅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多小时候 苏莫从来没想过 他跟奖商分手后 有一天还会出现在这里 推车门的那刻 老实说 情绪还真有点复杂 不过不等他伤春悲秋的感慨 就被眼前一双怨愿的眼 打断了思绪 苏莫挑眉 第五十七章 这是我的爱人 站在苏莫面前的人 是奖商的妹妹 亲妹妹 在他跟奖商恋爱的那几年里 这姑娘跟自己的关系 还算可以 没想到跟奖商一招决裂 跟他也成了仇敌 小姑娘气得腮帮子发骨 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的秦琛 怨气十足地说 原来叶然姐说的都是真的 苏莫原本不想跟小姑娘计较 可是提到叶然 他顿时就来了兴趣 嗯 叶然跟你说什么了 蒋摇气鼓鼓地说 叶然姐说你劈腿 苏莫细选 你哥都要结婚了 我难道还不能谈恋爱 蒋摇 是你劈腿在前 我哥才会跟兰倩姐结婚 苏莫似笑非笑 这话是你哥跟你说的 还是叶然 又或者是蒋家什么人 面对苏莫的发问 蒋摇明锦纯没吭声 眼看询问不行 苏莫正想用点激将法 看看到底是谁颠倒黑白 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 就见成岚带着两个庸人 从蒋宅内走出 脸上挂着虚伪的笑 越过他 静止走向秦琛 爷爷奶奶都等你很久了 回家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 你这孩子 说完 成岚转头指挥庸人拎东西 回身间 脸上笑意已收 只剩冷漠和不耐烦 苏莫瞧在眼里 心里不由的暗声佩服 这变脸速度 堪比翻书 成岚也瞧见了苏莫 对世间 两人谁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成岚带着秦琛和苏莫进门 临近门前 成岚面露为难的瞧秦琛一眼 低声说 阿琛 你这位女朋友 之前和小伤 秦琛表情淡淡 我知道 成岚 你知道就好 这是 好说不好听 你 秦琛语气冷漠说 希望二婶能管好小伤 以前的事就算了 现在莫莫怎么说 也是他嫂子 他在纠缠 传出去 好说不好听 成岚 苏莫这会儿就走在秦琛身侧 听到他的话 不由的轻挑了下眼尾 作为给他的奖励 在成岚和蒋瑶脸色难看的注视下 他浅笑嫣然 小女人味十足地挽住了秦琛的手臂 顺带 苏莫还朝两人眨了眨眼 二婶 瑶瑶妹妹 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 成岚 蒋瑶 俗话说得好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你要是做天做地做妖 放心 一生坦途 顺风顺水 顺财神 大概是秦琛和苏莫这个搭档 组合力度太强 进主楼的时候 成岚脸上的笑容有些僵 蒋瑶就更别提了 本来就不是能沉得住气的人 这会脸拉得老长 还好他是个小圆脸 不然这么一拉 效果不堪设想 几人进门 坐在客厅沙发上的蒋老爷子 和老太太 朝他们看过来 蒋老爷子是在半个小时前 才知道秦琛和苏莫的事 脸色笨着 明显还没消化二孙席 变大孙席这个事实 相比蒋老爷子 蒋老太太接受能力倒是非常好 再看到苏莫的第一眼 就笑音的招手 苏莫在蒋老太太身侧坐下 小声开口 蒋老太太拍他手背 让你受委屈了 苏莫笑笑 没说话委屈他确实受了 他不会口是心非说没有 但他也不会借此 让老太太下不来台 因为他知道 这件事归根结底在蒋商 怨不得其他人 蒋商如果非他不娶 蒋家这一大家子 也不可能用刀抵着他脖子 逼他就范 说到底 成年人的婚姻 他权衡了利弊 蒋商和兰倩进门的时候 蒋老爷子正询问 秦琛和苏莫是怎么认识的 秦琛宽肩窄背 脊背挺得笔直 一脸正色说 相亲认识的一见钟情 蒋老爷子对苏莫有疑 犀利的目光扫向他 示意他说 蒋老爷子以前是侦察兵出身 苏莫浅笑 尽量表现得自然 谁知 他挑动红唇刚准备回答 坐在他身侧的秦琛 忽然大手一伸 压住了他 放在膝前的手 嗓音默然说 爷爷 我带来的是 我的爱人 不是犯人 你要是不喜欢他 我可以带他走 但你不能给他难堪 第五十八章 他呀 完胜 苏莫不是没被人护着过 但从未被人护得这么直白 这么明目张胆 哪怕是外婆韩金梅 也因为舅妈的关系 对她的爱 常常是藏着掖着 生怕舅妈会找茬 情称话落 客厅安静如丝 苏莫翘 而卷的睫毛 不由控制地颤了颤 下一秒 蒋老太太瞪蒋老爷子 一眼打破僵局 阿琛说得对 默默是他带来的爱人 又不是犯人 你这是什么语气 蒋老爷子脸色不好看 被小辈对了 又被老伴撅了面子 本着脸做了话 没吭声 站起身上了楼 蒋老爷子一走 客厅里的气氛 马上松弛了下来 蒋老太太有心当何世老 拉着蒋商和兰倩入座 询问他们婚礼的事 又给兰倩介绍 秦琛和苏莫认识 兰倩和苏莫皆落落大方 没假装不认识 苏莫微笑 率先开口 兰总 兰倩同样客套有礼 苏老板 见两人认识 蒋老太太稍愣了下 不过 蒋到底还是老的辣 心里都有数 却揣着明白装糊涂 笑得一团和气说 以后就都是一家人了 蒋老太太话落 在座的四个人当事人 谁都没吭声 倒是旁观者蒋摇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午饭是在蒋家老宅吃的 一桌子菜 三分之一蒋商喜欢的 三分之一兰倩喜欢的 还有剩下的三分之一 属于蒋摇 相比而言 苏默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垂眸的一瞬 谋底全是清朝 饭后 蒋老爷子跟秦琛和蒋商 有话要谈 把两人叫到了书房 客厅里 蒋老太太让佣人 拿来几件新德的宝贝 一字排开 供大家观赏 一件瓷器 一个鸳鸯盒 还有一个玉瓶 考验下你们的眼力 哪件是高仿 哪件是真品 蒋老太太笑容慈爱 像是全当陪小辈娱乐 可豪门大户里 哪有什么行为是单纯的 所以 蒋老太太话音一落 除了苏默外 其他几个人 包括成岚在内 都变得紧张片刻后 蒋摇最先开口 起身溜达一圈 指着那件瓷器说 这件事高仿 奶奶不常收藏瓷器 十有八九是被骗了 蒋摇话落 成岚瞪她一眼 不懂别胡说八道 蒋摇撇嘴 走到兰倩面前 轻易地挽她手臂 嫂子 你帮我 兰倩被她摇晃手臂 站起身笑了笑 在三件老物件前观察 最后转头看向蒋老太太 奶奶 是那件玉瓶吗 蒋老太太笑眯眯地摇头 看向苏默问 默默 你说是哪件 苏默抬眼 眉眼弯弯道 中间那个鸳鸯河吧 苏默话落 不等老太太说话 蒋摇率先接话茬 你倒是会偷奸耍华 我说第一件 我嫂子说第三件 两件都不对 然后你就选择第二件 苏默眨眼 那下次我先选 蒋摇掖住 蒋老太太 默默 说说你选择第二件的理由 苏默红唇含笑 笑意绵绵说 因为真的那件 战国彩绘苗旗鸯鸯河 在湖北省博物馆 听到苏默的话 蒋老太太一脸宠密笑出声 你呀 任谁都瞧得出 蒋老太太是真心喜欢苏默 站在一旁的蒋摇 心里不舒坦 撅着嘴说 苗旗本来就是她拿手的东西 她不过就是歪打正着 正好这件事赝品 她怎么不去评价另外两件 蒋摇说完 坐在沙发上的橙栏 用眼神制止她 蒋老太太 瑶瑶 那你说说 第一件是什么 蒋摇回头 再次打量第一件瓷器几眼 表情领巴说 原代又理红 蒋老太太笑容不改 看向苏默 苏默接收到老太太的眼神 轻挑眼尾 明红五朝又理红 蒋摇脸色微变 当着蒋老太太的面不敢发作 但嘴里还是忍不住嘟囔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苏默玩耳一笑 原代又理红 和明红五朝又理 红在造型和成型工艺上基本相同 浅表的鉴别方法 那就是 原代又理红 大多呈现灰黑色 明红五朝又理红 浅红面带灰色 红中偏黄 蒋摇 苏默继续说 瑶瑶 还想知道那件玉器的来源吗 大嫂给你讲呀 苏默浅笑嫣然 蒋摇气得脸通红 你是谁大嫂 苏默 你呀 蒋摇气欲 你 眼看蒋摇就快要气疯 二楼台阶上 响起沉稳的脚步声 苏默闻声抬头 恰好对上秦琛淡默 却深邃的眸子 两人对视 苏默心里骂人 狗男人 表情这么冷漠 装什么一本正经大尾巴狼 第五十九章 说胖还喘 从蒋家出来时 苏默走在前面 高跟鞋 长裙 凹凸有致的腰身 怎么看 怎么像个活色生香的 妖精他走了几步 忽然回头看秦琛 眼眸眯着 眸子里有着不易察觉的不悦 秦琛低头看他 嗓音沉沉 把你叫去书房说什么了 秦琛神情如常道 聊家常 苏默哼笑 聊家常 他跟蒋老爷子 有什么家常可聊 不说别的 就单单 从刚才中午那桌菜来说 蒋老爷子压根 就没把他当自己家人 流落在外这么多年 如果真的当家人 最起码愧就敢该有吧 最起码得问一句 他喜欢吃什么吧 没有 完全没有 就一通电话 喊他回家 叫狗呢 苏默盯着秦琛看 知道他是不愿意说实话 可他也说不上来 自己这会抽什么疯 心里就是隐隐不痛快 大概是蒋老爷子的 所作所为 让他想到了 他那个便宜爹 过了一会儿 两人上车回酒店 这一段路 两人一路无言 下车时 秦琛俯身过来 给他挤安全带 眼眸低垂 沉声问 不高兴 苏默嘴硬 没有 秦琛道 刚刚在书房 老爷子说 要给我一笔钱 被我拒绝了 苏默似笑非笑 那你挺清高 都快揭不开锅了 还不吃揭来之时 秦琛抬眼看他 把他的灭笑收进眼底 还行 苏默讥笑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秦琛诞声说 说我胖我不喘 苏默这会儿 正火气上头呢 嘴比脑子快 那你怎么着才喘 秦琛面无表情音 硬 苏默被噎 脸颊飞红 错开跟秦琛对视的目光 偏头看向车窗外 狗男人 表面有多声人物净 私下就有多放荡行骸 偏偏他还总是一副扑克脸 让你有一种 他就是随口一说 你想得多 那就是你猥琐的感觉 下车后 两人乘电梯回房间 电梯里 秦琛诞声说 我发现你懂得还挺多 苏默撩眼皮看他 想着他应该是看到了 刚才在蒋家老宅的一幕 要笑不笑地扯了下嘴角 是什么根深蒂固的偏见 让你觉得女人漂亮 就肯定是花瓶 秦琛道 我没说 苏默 可你确实是那么想的 说完 苏默下电梯 从秦琛身边走过时 斜眼看他一眼说 以貌取人 秦琛属于无辜躺枪 奈何苏默火气足 压根没给他还口的余地 走到房间门口 苏默刷卡进房间 蹬掉脚下的高跟鞋 静止走到沙发前落座 秦琛跟在他身后 看着他光脚踩地 看着他裙摆飘荡 猴头滚了滚 没吭声 或者说 这种氛围下 他完全不敢吭声 苏默这边刚坐下 拿在手里的手机 就收到了一条信息 他垂眸看向手机屏 在看到上面的信息后 唇角勾起一抹灭笑 默默 我可以见你一面吗 我知道你恨我 但那些事都是误会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 一个解释的机会 落款 叶染 当初两人决裂后 苏默就删除了 他一切联系方式 没拉黑 主要是想着 大家都这样了 他也不可能恬不知耻 再联系他 现在看来 倒是他低估了 他的不要脸程度 苏默手指在屏幕划过 本想是直接删除这条信息 忽然只见一顿 给叶染回信息 在哪里见 叶染 默默 你真的肯见我 苏默 别废话 你不是想跟我解释吗 说地方 他倒是想看看 他能巧舌如簧到什么份上 苏默信息发出 叶染那边秒回 就在你现在住的这家酒店 三二七房间可以吗 苏默 可以 叶染 十分钟后见 跟叶染发完信息 苏默从沙发上起身 静止走进浴室补了的淡妆 顺手把散落在间的长发 砸了个马尾 待会抽人的时候方便 不累赘 等一系列事情做完 他刚准备往门外走 就跟站在门口的秦琛 撞了个阵阵 苏默问 有事 秦琛说 刚才忘了跟你说 老爷子让我们俩 明晚回老宅那边住 苏默轻挑言尾 第六十章 都是套路 蒋商明天结婚 让他跟秦琛住老宅 如果他没记错 今天承安可说过 蒋商跟秦琛的卧室 可就一墙之隔 豪门世家都玩得这么花 这么刺激吗 秦琛话落 看着苏默那张表情多变的脸 知道他在想什么 一脸平静道 你的意思是 苏默红唇挑动 再说 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 去做 说完 也不管秦琛会说什么 禁止走到房门口穿鞋离开 苏默抵达三二七房间时 房门虚掩着 里面传出叶然打电话的声音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钱按时打回去的 我爸的病怎么样了 你们放心看病 钱我有 叶然背对着房门打电话 电话打完 哽咽无脸痛哭 鲜弱的背影看起来好不可怜 苏默在门口瞧着 嘴角扯了扯 笑了 玩这招是吧 苦情谢 真是可惜了 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被伤害过他的人 心比石头都硬 苏默站在门口看了会儿 担心戏台子都搭好了 他不进去 这场戏没法继续唱下去 调整了下表情 推门而入 听到房门响动 叶然像是被吓了一条回头 看到苏默 叶然通红着双眼开口 默默 苏默迈步走近 秀美拧着看他 顺着他的剧本配合 我刚刚听到你打电话 家里 苏默欲言又止 语气 表情 把一个前闺蜜该有的关心和纠结 表现得淋漓尽致 瞧见苏默的表情 叶然眼里闪过一抹亮光 不过他还是尽量压着窃喜 伸手试图去拉苏默的手 默默 苏默站着没动 任由他拉手紧接着 叶然带着哭腔开口说 默默 我当初真的不是有幸陷害你 完全是因为我爸生病了 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我没钱 恰好对家公司找到了我 他们让我陷害你 说会给我一笔钱 说着说着 叶然痘大的眼泪往下落 可我发誓 我真的没想到 后果会这么严重 我想着 以你在这个圈子里的名气 解释一下 肯定就能大事话小小事话了 叶然这个演技 老实说 属实不怎么样 苏默有些看不下去 担心自己会露线 出声打断他的话 这些话 你为什么不早说 叶然 我怕你怪我 我没脸见你 我怕你不原谅我 小半年没脸见 现在忽然有脸见了 说到底 还不是以为 他不会再回荣城 以为这件事 能就此翻篇 如今见他回来了 还摇身一变 成了蒋家大少爷的女朋友 别管秦琛这个蒋家大少爷 含金量多高 反正用来镇压叶然 这种小鬼 绝对是够用了 随着叶然化落 空气里陷入了片刻安静 过了约莫半分钟左右 苏默适时深吸气 又适时脸上流露出 一抹难受开口 算了 既然事情都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吧 叶然 默默 你原谅我了是吗 苏默说 以前的事 我可以不计较 但是原谅你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从三二七房间出来 苏默第一件事 就是从兜里掏出手机 关掉了手机录音 有什么证据 能比当事人自己承认 是他做错事 更有说服力 过了一会儿 苏默回到了自己房间 他前脚进门 后脚就听到 秦琛不知道在跟谁打电话 把我把房子挂出去吧 价格低点无所谓 现在最主要的是 先把小绿手术费凑出来 第六十一章 没情趣 花样少 卖房子 苏默弯腰换鞋的动作一顿 细眉青醋 片刻后 他回到沙发上玩手机 秦琛看他一眼 转了个身 看着窗外继续打电话 钱都借变了 不借了 新房子还没装修好 嗯 我准备带秦绿搬到店里 我还行 皮操习惯了 只是小绿那边 秦琛后面还说了什么 声音压低了 苏默听得断断续续 听不太轻 一股子莫名的烦躁 从心底往上涌 不是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 奖家给钱 为什么不接受 过了一会儿 秦琛挂断电话 回到沙发前 落坐在苏默身侧 嗓音低沉问 刚刚你去见朋友 苏默红唇轻挑 雇人 雇得本该埋在坟里 却不小心爬出来的人 秦琛 嗯 秦琛话少 这一句恩后 就没了后话苏默踢他一眼 低头去玩手机 几分钟后 苏默忽然把手机 往沙发上重重一放 抬头说 秦琛 你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 秦琛也正在看手机 闻声朝他看过来 什么 苏默气笑 你都拮据到要卖房子了 奖家给你钱 你为什么不要 秦琛皱眉 你爸给你钱 你会要吗 提到苏承德 苏默红唇书帝民警 人都是这样 事情落在别人身上时 看得特别通透 可真要切切实实 落在自己身上 那就变了位 苏默知道 秦琛是怎么想的 因为他们俩骨子里 都是一样的人 当初秦琛的父亲 为了他母亲 跟奖家断绝关系 人后来还车祸死了 他认祖归宗是一回事 接受他们施舍是另一回事 说白了 他如果伸手拿奖家的钱 那就表示他父母错了 苏默瞪着他 说不出反驳的话 最后见缝插针 给自己找面子 我压根就不会跟他相认 秦琛垂眸 眸子里闪过一抹灰暗 有些事是迫不得已 苏默 苏默回卧室 躺在床上的时候 直接被自己气笑了 他今天这一儿再再而三 是在抽什么疯 就因为两人同病相怜 还是因为秦琛在奖家护了他 那不是他应该的吗 如果不是他 他也不会出现在奖家 想通这点 苏默把脸往枕头里一埋 没心没肺去睡午觉 此刻 奖家 经过刚刚那一番鉴赏 蒋老太太让佣人给兰倩漆茶 亲自把茶杯推到他面前说 倩倩 默默不是你想的那样 只是个花瓶 是个好姑娘 兰倩端起茶杯 想到方才的一幕 呼吸不顺 他不得不承认 在刚才那一刻 苏默确实光彩翼翼 明明那样一个庸庸蓝蓝 举手投足百媚声 看起来不学无数的女人 偏偏 他比谁都有才识 这样的女人 别说是男人 连女人都会欣赏 苏默是被一通电话吵醒的 他睡得迷迷糊糊 伸手在床头柜上摸过手机 按下接听 喂 苏默话落 电话那头响起双齐 七七哀哀哀的声音 苏默解 苏默翻了个身 裙摆被蹭起 怎么了 双齐隔着手机吸了吸鼻子说 我怀疑秦琛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听到双齐的话 苏默一个机灵 睡意全无 事实证明 人跟人之间 真的不能相处太久 日久生情 不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有了情 你就会内疚 产生了内疚 你就会心虚 就比如现在的苏默 听到双齐的话 心虚的要命 翻了个身趴着 翘着小腿 指尖卷发丝 模模糊糊的说 是吗 不能吧 双齐笃定说 真的 苏默眼睛眨眨 睁眼说瞎话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你想啊 他那样一个直男 一点情绪都没有 除了你以外 还有谁能看上他 双齐哽咽 真的要哭了 苏默姐 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他 我给他发信息 他不给我回复 我 双齐正说着 苏默这边卧室门 忽然被从外推开 听到动静 苏默心里咯噔一下 不等推门 进来的男人说话 忙跳下床 扑进了他怀里 点脚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双齐 苏默姐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我知道你瞧不上秦琛 觉得他没情趣 苏默 下一秒 秦琛大手搂在他腰间 高大的身影龙下来 低头在他耳边说 觉得我没情趣 嫌 我 花样少 第62章 他想上位 明目张胆 秦琛嗓音嘀嘀沉沉 一本正经 却又不那么正经 苏默被他搂着 本能轻颤 过了几秒 苏默担心被双齐发现异常 清了轻嗓子 唐瑟说 这样 你先别急 我给他发信息问问 听到苏默会帮忙 双齐可怜细心闷声回应 谢谢苏默姐 苏默 没事 我先帮你问 说完 苏默挂了电话 电话切断 苏默从秦琛怀里正开 随手一个抛物线 把手机扔在床上 然后懒懒地 靠在墙壁上 双手还胸看他 秦琛 你到底想做什么 秦琛垂眸 不动声色 什么 苏默讥笑 你当我是双齐那样 不安事事的小姑娘 又是在浴室里的时候 接奖商电话 又是带他去奖家 现在明知道 他在接双齐电话还出声 他又不是傻子 只要脑子稍微一转 就知道他设的什么局 两人都是聪明人 窗户直捅破 直接开城不攻 更何况 秦琛的动机 从来也没藏着掖着 在苏默轻蔑笑意的注视下 秦琛迈步走到他跟前 两人一个抬头 一个低头 就这么对视了会儿 秦琛侯姐滚动说 是想让别人都知道 苏默掖住 秦琛 我对你有好感 从来没藏着掖着 倒是你 借着我对你有好感 利用我 睡了我 又不让我见光 苏默 你不会以为你让我睡 我们俩就算两清了吧 男女之间那档子是 做事一回事 明目张胆说出来 又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一方本就理亏 苏默被接了老底儿 戏没竖着 我利用你 我们属于公平交易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 最开始就别答应 现在装什么受害者 秦琛道 我没说我是受害者 苏默薄诺 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秦琛神色坦荡说 是你问我想做什么 我在回答你的问题 苏默欲结 苏默心里有气 在胸腔乱串 气得不轻 他之前跟蒋商在一起的时候 听过他们圈子里 不少这种屁有发展到最后 纠缠不清的事 但大多都是日久生情 女人缠着男人 像秦琛这种男人纠缠不休的 属实是头一份 苏默气得牙痒痒 红唇息动 刚想骂人 就被俯身低头的秦琛 吻住了唇 苏默 相比苏默的一腔怒气 秦琛这个吻格外温柔 循序渐进 直到把他吻软了 才渐入佳境 苏默被秦琛大手托起时 咬着牙 骂他不值钱 上赶着倒贴 秦琛埋头去吻他胸口 那颗朱砂痣 嗓音又哑又郁道 嗯 是 我不值钱 我上赶着倒贴 苏默眼尾泛红 再恶毒的话说不出口了 只能任由他为所欲为 事后 苏默被抱着洗澡 从浴室出来后 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秦琛叼着烟去捏 他抽了筋的小腿 苏默趴在被子里闷哼 狗东西 回去就踹了你 苏默本来是 约了阮慧晚上逛街的 被秦琛这么一折腾 哪里还有逛街的力气 偶尸的胳膊在床头动了动 摸过手机 给阮慧发信息 明天婚礼上见 阮慧 嗯 苏默 今天不想出门 阮慧 你白日轩映 苏默 滚 阮慧 默 你变了 你之前多正经一个人 现在整日沉迷难色 不可自拔 苏默把手机扔到一旁 不想说话 晚上苏默和秦琛吃的外卖 人类腿软 实在没有外出觅食的想法 吃饭时 苏默咬着筷子尖说 你如果真不喜欢双齐 就好好跟他说清楚 小姑娘单纯 你这样吊着他 只会让他越陷越深 秦琛端起面前的汤一口气喝了半晚 速冷着声音说 不如你直接告诉他 我们俩睡了 效果更能力干见影 苏默 晚上睡觉的时候 苏默迷迷糊糊中 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跟秦琛 看似是他嚣张又骄纵 实际上 他被他精准拿捏 而且还拿捏得死死的 第63章 分寸只是保护色 四日 苏默六点就起床了 定得闹钟 沐浴 化妆 旧茶焚香 隆重程度 堪比他自己结婚 秦琛躺着沙发上看着他 眉峰青醋 不多话 苏默穿了件改良后的抹胸旗袍 出现在秦琛面前 轻挑着戏眉问他 好看吗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嗯 苏默盯着他看 数秒后 回到卧室 再次出来 身上多了件白纱屁肩 好看是好看 但远不如刚刚娇媚 秦琛从沙发上坐起身 双腿自然微畅 伸手拿过烟河点烟 只穿旗袍好看 苏默逆他 我能不知道 只穿旗袍好看 秦琛挑眉 苏默扭念 明显是不想说实话 你管我 秦琛怕压了新娘的风头 苏默被戳中心思 瞪他一眼 索性直接说 一个女人 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除了出生和死的那天 就只有结婚这一天 没有女人想在这种时候 被人咽压 秦琛垂眸谈烟灰 眼底有笑 却是不显山不漏水 不是要去闹婚礼 苏默 我却是为了恶心奖上 而且还是 他亲自给我送的请柬 人家新娘 跟我没仇没恨 我给人家添什么赌 何况 人家还给他 送了五百万呢 秦琛 嗯 苏默和秦琛 是临近中午 抵达的婚礼现场 如愿以偿 坐得主桌 阮慧沾了他的光 也被安排在了主桌 人比苏默先到 再瞧见苏默的刹那 眼睛差点沾到秦琛身上 待苏默坐下 阮慧一把抓住他的手 激动摇晃 帅 帅死了 怎么能这么帅 苏默朝他翻白眼 你能不能别丢人现眼 阮慧一头扎女大波浪 凑到苏默跟前说 真是讲上他堂哥 这件事不提还好 一提苏默就觉得糟心 嗯 阮慧挤眉弄眼 堂哥好还是堂弟好 苏默斜眼看他 下一个亲戚会更好 阮慧洋装惊愕 眼底的笑意 却是掩饰也掩饰不住 你这是要老蒋家男丁 全军覆没 阮慧这边话落 不等苏默接话 他身侧的秦琛 给两人面前 一人递了一杯水 陈生说 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蒋家这边男丁 只有我跟蒋商 阮慧本来以为 秦琛是个高冷的 不敢跟他搭话 现在听到他这么说 觉得这人挺有趣 主动伸手打招呼 你好 阮慧默默的闺蜜 说完 阮慧不忘又补了句 我是真闺蜜 不是敌蜜 秦琛没跟阮慧握手 只是朝他轻点头 做自我介绍 秦琛 秦琛这个表现 不仅没让阮慧生气 反而让他更激动了 只见他一把抱住 苏默的手臂说 这个堂哥可以啊 有分寸 苏默 秦琛有分寸 分寸只是他的保护色 蒋家是容成 有头有脸的世家 请的人多 不请自来的人也多 这样喧闹的场合 苏默其实不舒服 他骨子里就透着懒劲 最烦应付这种场合 阮慧坐在他身侧 闺蜜多年 一眼就瞧出了他的不耐烦 再加上本来就有一堆私房话 想跟他说 低声开口 去洗手间吗 苏默挑眼尾 一口答应 去 阮慧笑眯眯地挽他手 等到两人走远 秦琛身侧做下一个人 这样的场合 来人却穿得极为休闲 花花绿绿 宛如来度假 下一秒 来人跟秦琛勾肩搭背 似笑非笑问 听说 你为了给小绿看病 要卖房 秦琛踢他一眼 面不改色 你要买 对方谢谢 我买 但是我买了之后 你住哪 秦琛神态自若 住我女朋友哪 对方言语 你女朋友知道 他现在是你女朋友吗 秦琛低头摆弄面前的茶杯 抬眼间 嗓音速冷 神情漫不经心 牧川 是什么 让你厌倦了人世间的生活 对方 什么 秦琛一本正经道 非得找死 第六十四章 要报报 另一边 苏默和阮慧说是 去洗手间 实际上只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待着 热大的酒店 随意拎了两把椅子 坐在角落 苏默今天是旗袍美人 长发盘起 只有偶尔碎发 自然散落在脸颊 夫如宁之 领如囚奇 他背对着阳光坐着 姿态懒懒艳艳 阮慧跟他风格大庭向静 低胸 短裙 大波浪 两人各有各的美 都是能让男人为之倾倒驻足那种 所以 两人本来是为了躲清闲聊八卦 却无意收获了不少名片 终于 在DN个男人过来递名片时 阮慧因为对方打断了 他正聊至信头上的八卦 而翻了脸 我离异带两个孩子 确定吗 你说他 他还不如我 给别人当小三呢 阮慧在撒谎 傻子都能听出来 只是这种不给面子的态度 让人下不来台 对方朝他尴尬一笑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脸上挂不住 收回名片 低头匆匆离开 阮慧 一个个都有点大病在身上 苏默轻笑 反正他手里一张名片没接 不管对方在他面前站多久 不接就是不接 甚至连基本的笑脸都没给 人这种生物 有时候是这样的 蹬鼻子上脸 只要你敢给他笑脸 他就会觉得你随和 甚至觉得你随便 阮慧这个态度 让其他跃跃欲试的男人 望而却步 他长发一撩 继续凑到苏默身边聊八卦 叶染跟他前男友那件事 我已经知道真相了 果不其然 是他先劈的腿 阮慧说 八卦的时候 眼睛亮晶晶的 比他大赛得奖还亮 苏默调侃 你总打听他做什么 阮慧竖着没说 如果不是他陷害 你能回常乐县 苏默玩耳一笑 常乐县也没什么不好 最起码分为轻松 活得自在 不需要每天睁眼 就面对各种比赛 也不需要每天 面对超额工作量 见苏默像是不慎在意 阮慧也被他情绪 感染稍平静了些 用手肘推他 你猜猜叶染劈腿了谁 苏默揶鱼 熟人 阮慧神神秘秘地说 应该是熟人 苏默漂亮的指尖抵住脸颊 美甲是刚做的 上面有亮晶晶的碎片 在阳光下 流光一彩 应该 阮慧脸上的神神秘秘 变成了意味深长 对 应该 因为至今都没能发现 那个人是谁 不过 最近夜染频繁换包 各个价格不菲 频繁换包 各个价格不菲 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信号 因为众所周知 夜染家庭条件不好 家里又重男轻女 他这些年赚的钱 一半以上都交给了家里 上补贴哥哥 下补贴地点 别人是伏地魔 他是全家都是脱油瓶 想到这些 苏默脑子里 忽然闪过一个画面 就是他刚回荣城那天 酒店大厅 夜染和蒋商 不能吧 苏默这边正出神 不远处一间休息室 突然传出一阵争执声 谁不知道 蒋商跟他那个前女友交往七年 抗力情深 这种事 我觉得 最好就是找蒋商问清楚 蒋商那个前任呢 我听说 那女的今天不是 也来了吗 何止是来了 听说还是以蒋家 大少爷女朋友的身份来的呢 勾搭了弟弟 又勾引哥哥 真是不要脸 骂声一句接着一句 阮慧听着 做事就要起身 去找他们理论 苏默见状 伸手扣住他手腕 阮慧 默默 他们 阮慧边说 边奋愤然 用手指向一旁的休息室 苏默聊眼眸看了一眼 这才瞧见 那间休息室是化妆间 给新娘子化妆用的 刚刚说话的那几个人 大概是新娘子的闺蜜团 苏默散漫站起身 没多说话 挽着阮慧的手 迈不离开 阮慧瞪大眼 不可置信道 平白无故挨顿骂 这就算了 苏默红唇样笑 眉眼风情万种 来日方长 别在别人最重要的日子 添会气 说着 苏默挽着阮慧 从化妆间门口走过 两人刚走至门口 恰好碰到一个 正大放厥词的女人 对方瞧见苏默 一脸错愕 四目相对 苏默微微一笑 红唇勾起 小东西 长得可真随机 对方 化碧 苏默踩着高跟鞋离开 回到座位上 察觉到身后 一直有几道视线在追随 苏默身子软如无骨地 往秦琛身上靠 贴近他耳边娇气地说 秦师傅 抱抱我吧 第65章 要不要入洞房 苏默是真的娇气 那种娇气 不是浮夸于表面 而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 举手投足 一平一笑 苏默话落 秦琛没低头看他 却是喉解滚动 恩了一声 随后便是大手一伸 搂住了他的腰 苏默靠在他怀里往后看 瞧见那几道视线的主人闪躲 挑衅轻笑 阮慧就坐在苏默身侧 瞧见他跟秦琛的互动 忍不住唏嘘 这两人是真般配啊 一个刚硬 一个软的 似乎能掐出水来 一个瞧着定力如佛子 一个娇媚摇曳 仿佛要荡出浪花 婚礼开始 宾客陆陆续续入席 苏默这个身份 在圈子里 也算是众所周知 再加上有秦琛这颗 蒋家遗珠作为陪衬 两人堪称这场婚礼的 靓丽风景线 比新郎新娘都不人眼球 不过 两人都挺淡定的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吃盘中餐 相比两人 软慧可就没那么淡定了 他听着身后的闲言碎语 几次朝两人看去 欲言又止 最后化作无声盛有声 所有的婚礼 都是千篇一律 前半场热闹搞笑 后半场感动泪流 中间夹杂的是 新郎新娘真假难辨的感情 在看到新娘被父亲把手 交到奖商手里的那一瞬 苏默心还是痛了下的 针扎一样 没痛到撕心裂肺 却也结结实实窒息了一把 七年啊 人生有几个七年 一腔热情喂了狗 苏默到嬉戏的时候 垂在桌下的手 被一只大手攥住 不多话 那只大手轻易地捏他指尖 又挠他手心 紧接着 男人低沉雌性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难过什么 他才刚结婚 我们洞房都入了 苏默 一旁坐着的软会 没听着 他什么都没听着 婚礼闹哄哄地开始 闹哄哄地结束 晚上还有一场 是家宴 酒店这边也摆了宴席 不过蒋家跟机在那里 没有谁敢让蒋家人站出来 亲自招待 说是家宴 出席的人也不少 附在深山游远清 各种蒋家旁之 叫得上名的 叫不上名的 可谓热闹非凡 席间 有人过来跟秦辰套近乎 苏默就坐在他身侧 没听到他跟对方说了什么 反正对方走的时候 脸色难看得要命 苏默今晚小酌了两杯 酒精上头 好奇心也跟着往上走 凑到 秦辰身边小声问 那人跟你说了什么 秦辰面不改色说 他跟我说 以后有合适的项目 可以一起合作 苏默挑眉 你怎么说 秦辰道 我告诉他 准备下海的时候告诉我 我可以给他纹身 左青龙右白虎 苏默忍峻不惊 然后呢 秦辰听着笑声垂眸 乔剑蹭在他怀里的姑娘 眉眼弯弯 酒精让他泄去了 平日里的傲气 乖乖巧巧 小小一只嘴角勾了勾 声音也不由地放温和弦 然后就是你看到的那样 碍于我蒋家大少爷的身份 没敢骂我 冷着连走了 苏默 他还挺现实 秦辰喝酒 嗓音低沉带笑 嗯 家宴散场 闹洞房的是蒋商的那几个发小 苏默没去凑热闹 他跟那些人都是熟人 拐了个弯 回了蒋家给秦辰安排的卧室 蒋商的卧室他去过 明显比秦辰这间更大些 他今晚喝了不少酒 这会儿听着隔壁起哄吹口哨的声音 只觉得脑袋疼 就在他准备起身冲个澡 然后休息时 房门被推开 秦辰迈步走了进来 两人四目相对 苏默脑子一时间有些浑僵 下一秒 他嘴比脑子快 甜甜下唇 红唇吸动 吐气如蓝说 秦辰 今晚 你要不要跟我入洞房 第66章 裙摆荡漾 入洞房是一种邀请明目张胆 邀你共赴云语 让你快活 苏默坐在床边 人醉着 眼睛却是亮晶晶的 秦辰站在门口的位置没动 就这么看着他 从兜里掏出烟盒 叼了一根在嘴前 慢条丝里点燃 随着烟雾散开 嗓音嘀嘀沉沉说 苏默 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 苏默眨眨眨眼 不知道 忘了 秦辰说 我说过 我不喜欢被利用 苏默 哦 他想起来了 在他第一次让他假装他 男朋友的时候 他确实说过这话 可是这跟今晚和他入洞房 有什么关系 他今晚只是单纯的春心荡漾 色心大气 苏默话落 盯着秦辰看了会儿 人醉得更厉害了 抿了抿唇 起身摇摇晃晃进浴室 隔壁的欢呼声 还在继续 而且 还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 苏默站在淋浴下 吞去长裙 纤细柔软的手指拢住长发 仰头让水流从他脸颊而下 秦辰叼着烟推门而入石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场景 摇摇欲坠的女人站在淋浴下 水流从他脸颊 蔓延过他全身 修长好看的脖子 饱满的龙起 平坦细腻的小腹 紧致笔直的长腿 两人对视 苏默醉得不轻 人往身后瓷砖闭上靠 不等他身子靠上去 秦辰掀他一步上前 伸手将人搂进了怀里 苏默全身都打湿了 这会儿被秦辰抱在怀里 人滑腻又满是水气 秦辰 你这个人不行 又想睡我 却又不肯灌着我 听到苏默的醉话 秦辰没风轻醋 嗓音轻冷开口 你醉了 苏默 我没醉 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清醒 说着 苏默手抵在秦辰的胸口 将身子撑起些 歪着脑袋看了看他 忽然扯住他衣领 点脚吻在他唇角 这个吻 秦辰全程都没动 苏默吻得不得张法 吻到最后 苏默累了 低垂着毛子落了下脚跟 瞧出他眼底的落寞 秦辰哑声开口 怎么不清了 苏默白嫩脚趾 在地上动来动去 愁愁回应 你都不动 秦辰 然后呢 苏默 我不会 苏默被秦辰打横 抱起出浴室时 本能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眼睛湿漉漉地看他 秦辰见不得他 这副可怜样 把他拖高些 低头跟他接吻 苏默醉眼朦胧的银河 人又娇又媚 苏默全身都是湿的 两人没法在床上 只能选择卧室沙发 起初苏默是半躺着 后来又成了跪着 浮浮沉沉 像是缺氧的鱼 欲念到顶时 秦辰把人送入云端 苏默欲哭欲气 难受 秦辰从后搂着他的腰 吻在他肩膀上 是舒服 隔壁的闹洞房声 是什么时候停的 苏默完全不知道 反正等他 被秦辰再次爆出浴室 放在床上时 隔壁房间 比他们这边还要安静 经过这一场大汗淋漓 苏默酒精也散了不守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做了什么 脸颊红 耳朵也红秦辰在地上 瞧见他的反应 俯身用手揉他发丝 喝水嘛 苏默提唇 不满自己刚才的表现 赌气式的回应 呵 秦辰 我下楼去的 苏默 房间不就有饮水机 人的时候 蒋商就站在门口 两个男人对视 就像是一种无声的默契 谁都没说话 一前一后下楼 走到饮水机前 秦辰抬手 把打湿的衬衣领口扯了扯 脖子上的吻痕 和锁骨上的指甲挠痕 不经意间暴露在外 蒋商 你们 秦辰抬眼眸 眸底是犹如脆了冰的寒意 和些许的嘲讽 睡了 不明显吗 第67章 他不爱你 男人要是猝起来 敌意萌雅 战火燎原 随着秦辰话落 蒋商垂在身侧的手 寸寸钻紧 许久 他伸手 从兜里掏出烟盒 几乎是颤抖着 咬在嘴前点燃 哑声开口 他不爱你 蒋商说完这句话 仿佛是用尽了一身的力气 声音抖 夹着烟的手也抖 他隔着模糊的烟雾 去看秦辰的脸 试图想从他脸上 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让自己好过 可惜秦辰淡定得很 没有半点情绪外泻 见状 蒋商咬紧烟蒂 你 秦辰 重要吗 蒋商一噎 烟呛入了嗓子 秦辰重新低头接水 嗓音冷漠 他不用爱我 肯留在我身边就行 蒋商闷声咳 烟呛了嗓子又入了肺 雾霾霾的胸腔生疼 秦辰接完水 踢看蒋商 因为身高 也因为蒋商本就气势不足 颇有居高临下的味道 他倒是爱过你 有什么用 秦辰句句诛心 他这些话 如果是一把把刀子 蒋商这会儿 他是早已千疮百孔 苏默寻思过外来时 已经是后半夜 迷迷糊糊中 用手狠掐身侧男人 搂在他腰间的手臂 男人吃痛 但也没放开他 反而将他搂得更紧 次日 明明新婚烟耳的是 蒋商和蓝倩 但表现得更如交似漆的 却是秦辰和苏默 一顿早饭 看似三代同堂 晨欢西夏 实际上 各有各的小心思 饭后 蒋老太太把苏默叫到了房间 多余的话没说 只递给他一个镯子 这镯子苏默见过 成蓝手上也有一个 如果他没猜错 这个本应该是给秦辰母亲的 至于为什么没给 苏默知道原因 门第之间 默默 见苏默迟迟不接 蒋老太太开口唤他 苏默回神 玩耳一笑 奶奶 这个镯子我不能收 蒋老太太跟苏默打交到七年 当然知道 她是个看事情通透心里门亲儿的姑娘 听到她这话 笑了笑说 怕阿诚不高兴 苏默 我不能欺负她 蒋老太太 欺负 苏默跟蒋老太太 不是第一次见 开诚不公 唇角弯弯 看似天真烂漫 实际上身意满满 替她原谅不能原谅的 还不算欺负 蒋老太太闻言 眼底划过一抹难受 轻叹了口气 无奈收回手 她都跟你说了 苏默笑眯眯地说 没说 我全部听她传言 只言片语 说吧 担心蒋老太太会跟她说什么 苏默又忙说 你也别跟我说 我不想知道 她已经准备好这次回去后 就跟秦城 乔归乔路归路 不想知道太多有关她的事 知道的越多 抽身的时候越麻烦 从蒋老太太房间出来 苏默虚了口气 老太太是人惊 她生怕被老太太 看出什么猫腻 调整好呼吸 苏默迈不下楼 刚走至二楼台阶 好巧不巧迎面 碰上了从卧室出来的蓝芊 两人对视 蓝芊神情暗淡 抿了抿唇角 率先开口 苏默方便吗 我想跟你聊聊 第六十八章 以恶制恶 对于蓝芊的请求 苏默轻调了下眼尾 没拒绝 两人没在蒋家老宅谈 而是约在了外面一家咖啡馆 一间雅致的包厢 两杯咖啡 两个女人相对而作 两人都是能沉得住气的 一杯咖啡过半 蓝芊才缓缓开口 苏老板 首先 你跟蒋商的事 我感到很抱歉 蓝芊嘴上说着抱歉 但姿态端得极高 倒不是故意为之 是那种打小环境造就 天之娇女 从出生就在罗马 含着金汤池 众星捧月长大 苏默文言 轻轻挑眉 笑应赢的 嗯 蓝芊拿捏不准苏默的态度 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平和 商场摸爬滚打习惯使然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不想撕破脸 如果不是我们家族联姻 你们俩也不会被拆散 苏默从容笑应 瞧着是半点没放心上 相爱的人拆不散 能被拆散的 一定不是相爱的人 心里却是长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 蓝芊战术性的喝咖啡 又过了一会儿 大概也是不擅长处理这种 面对情敌情情爱爱的事 深吸了一口气 从随身携带的包里 拿出一个U盘递给苏默 瞧见蓝芊递过来的东西 苏默轻挑眼尾 蓝芊开口解惑 在我结婚那天 有人给我寄了这个U盘 苏默伸手接过 拿在手里把玩 什么东西 蓝芊说 奖商在周豪名下有一间套房 U盘里显示 在我们结婚前一天 你经过这间套房 周豪 苏默最近落脚的那家酒店 奖商结婚前一天 哦 那天他去的是叶染的房间 原来是奖商名下的呀 有点意思 他原本还以为叶染是心虚 担心他报复才会跟他道歉 真是没想到 他居然给他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只是这个手段着实不够高明 不过 往往能成事的 就是这些不太高明的手段 太高明的 反倒让人生意 苏默只见在U盘上点了点 没说话 而是从兜里掏出手机 打开一段录音 默默 我当初真的不是有心陷害你 完全是因为我爸生病了 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我没钱 恰好对家公司找到了我 他们让我陷害你 说会给我一笔钱 可我发誓 我真的没想到 后果会这么严重 我想着 以你在这个圈子里的名气 解释一下 肯定就能大事话小小说话了 这些话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怕你怪我 我没脸见你 我怕你不原谅我 录音播放完 苏默慵懒笑笑 我那天是去过一个房间 不过我并不知道 那是奖商的房间 而且 那天我在那间房里 见到的人 也不是奖商 叶染是蓝倩的伴娘团 她怎么会听不出 叶染的声音 再加上之前 叶染告发苏默那件事 在圈子里闹得 也是沸沸扬扬 即便她不会打听 这些话题 也会有人送到她耳朵里 蓝倩脸色略白 是叶染 苏默收起手机 蓝总 我们俩之前没接触过 你不了解我 很正常 其实你原本 也无需了解我 比如 我这个人对待感情 向来是爱的时候深情 不爱的时候无情 绝对不会吃回头草 蓝倩敏唇 苏默 至于其他女人 这是你们的家世 我一个外人不好多说 蓝倩落在咖啡杯上的手收紧 把该说的话说完 苏默自觉没有继续留下的必要 把手里的U盘 顺着桌面推回到蓝倩面前 懒得看里面的内容 起身离开 临走出包厢时 她回头看向蓝倩笑语嫣然 蓝总 你是个很优秀的女人 不论是外貌还是家世 如果我是个男人 一定会为你心动 苏默画壁 蓝倩书弟抬头 对上的是她真诚的目光 苏默从咖啡馆里出来时 秦琛就等在门口 瞧见秦琛 苏默先是微愣 随后便是一阵糟心 奖商婚礼结束了 她打算跟秦琛结束这段关系 可是该怎么开这个口成的问题 直接说 以她短暂接触对秦琛的了解 她十有八九不会同意 使用个什么套路 那大概得她变个戏法 天降准男友 跳过车身静止上了副驾驶 带她把手包放下 看着秦琛上车 忽然红唇一勾说 秦琛 你妹妹要做手术 我给你一笔钱怎么样 第六十九章 她好查啊 苏默画落 车厢内顿时安静如丝 秦琛转头朝她看过来 目光黑漆漆的 不便喜怒 但就是这样一双 毫无情绪起伏的毛子 看得苏默莫名心里一紧 半上 苏默撞似散漫无意的低头 抠自己指甲上的钻石 轻飘飘地说 不要算了 回长乐县的路上 苏默窝在副驾驶座椅里不说话 心里说不出的烦躁 途中经过一个服务区 秦琛下车去抽烟 她坐在车上 给阮卉打了通电话 电话接通 阮卉语气里满事不舍 你不多待两天啊 苏默指尖缠绕发丝 懒懒散散 不了 回去店里还有事 小先生的七七店 能有什么事 不过就是理由罢了 阮卉看破不说破 小声嘟囔 听说你跟兰倩 今天单独出去喝咖啡了 苏默漫不经心地回答 嗯 我还夸她漂亮呢 苏默说着 目光扫向车窗外 秦琛背对着她站着 身姿挺拔 宽肩窄背 臀 嗯 挺翘的 也有劲 想到有劲 昨天晚上发生的某些事 忽然涌入脑海 苏默眼睛瞇了瞇 找到了情绪宣泄口 狗男人 算计他 秦琛再次上车时 苏默已经变了表情 不光表情变了 周身那骨子 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凹劲 也回来了 秦琛逆他一眼 俯身上车 车开出一段路 苏默阴阳怪气开口 秦琛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你这么有心机呢 秦琛不说话 苏默轻嘲 继续说 楼下的谁好喝吗 秦琛喉姐滚了滚 依旧沉默 苏默今天还是穿着 昨天那身旗袍 只不过没在穿外面的披肩 比昨天更惹眼 苏默接连两句嘲讽 秦琛都没有接招 最后 苏默身子往座椅里依靠 两腿交叠 似笑非笑说 秦琛 跟你堂弟 炫耀你睡了他前女友 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秦琛眸色一按 陈生说 昨晚是你勾引我在先 苏默脸上笑容微僵 完蛋 他把这茶忘了 秦琛又道 我昨晚拒绝过你 是你对我又亲又抱 我没有回应 你就撒娇 苏默心里一梗 恨不得时间倒退 回到两分钟前 半晌 苏默咬牙切齿说 我昨晚是酒后乱X 秦琛 我是被逼无奈 苏默 好一句被逼无奈 不知情的 还以为是他霸王硬上弓 一场辩论 苏默出师为洁身先死 接下来的时间里 苏默再没说一句话 生着闷气沉默 心里更加坚定了 回去就要 踹了秦琛的决心 回到长乐县 已经是下午 秦琛去了纹身店 苏默则是回了家 进门 他刚准备去洗澡换件衣服 人还没走进浴室 双齐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苏默逆了一眼手机屏 纤细指尖按下接听 电话接通 苏默正准备开口 就听到了双齐 带着哭腔的声音 苏默姐 她真的有别的女人了 秦 秦琛 她 她有别的女人了 苏默挑眉 什么 双齐哭着说 她刚刚回来了 而且还是带着一个女人回来的 我都看到了 她脖子上全是吻痕 双齐边说边哭 听得出是真的受打击不清 苏默抿唇 吸摇往身侧墙壁靠 用指尖捏眉心 安慰的话正欲出口 想到什么 话锋一转说 感情这种事 勉强不来 不能安慰 这姑娘感情生命力 顽强的跟小强似的 你只要敢安慰 她就敢对未来充满希望 双齐隔着手机大哭 过了足足七八分钟 打着哭嗝说 我要去问她 不行 我要找她问个明白 说完 也不管苏默还会说什么 直接挂了电话 听到手机那头没了动静 苏默犯愁拧眉 这姑娘 怎么就不撞南墙心不死呢 秦琛那个狗男人 有什么好 她这边正私存 拿在手里的手机 忽然再次响起 苏默垂眸 看着屏幕上秦琛两个字 心底咯噔一下 双齐说去找秦琛 她在这种时候 给自己打电话做什么 纠结了会儿 她浅吸一口气 按下接听 电话是接通了 但苏默却没敢吱声 跟做贼似的 颇有偷人被逮的觉悟 下一秒 秦琛滴滴沉沉的声音 在电话那头响起 不是提醒过你 不准咬脖子吗 怎么不听话 苏默 苏默不说话 秦琛也不急 又意味深长道 我以为都在身上 今天到店里 被那几个臭小子 笑话才知道 原来脖子上也不少 苏默 第七十章 不可言说的影集 苏默活这么大 佩服的人没有几个 除了她师父赵匡 秦琛算是第二个 这个狗男人 算是把人性弱点 拿捏得明明白白 听着电话那头的秦琛 一本正经的胡周 苏默脑瓜子 嗡嗡作响 以她的性格 这个时候 她其实应该说点什么 但她不敢 怕露线 最主要是怕被双琪听到 果不其然 在秦琛说完这两句话 下一秒 她就听到了双琪哭声 具体双琪 在哭着说什么听不清 乱糟糟的 反正 那丫头哭得挺撕心裂肺 电话那头彻底静下来 已经是半小时后 苏默就这么一直 拿着手机听着 呼吸浅浅 怨气深深 听到双琪离开了 苏默似笑非笑开口 秦琛 秦琛嗓音沉沉 我在 苏默一字一句说 你 好 样 说完 苏默咬牙切齿地挂了电话 电话切断 苏默靠着墙壁缓了会 洗澡的心情没了 卖步走到冰箱前 拿出一罐冰啤酒喝了两口 心里怒意浇灭些许 她拿起手机 给双琪发了条微信 给你放假一周 出去玩 信息发完 又给双琪赚了两千块钱 双琪是秒收的 应了那句话 人总不能 因为面子连钱也不要吧 收完钱 双琪还给她回了三条语音 一句话三抽烟 听得出是真的难受 苏 苏默姐 我 我真的看透男人了 琴 琴琛就是个人渣 那 那个女的肯定不是正经女人 哪个正经女人会在男人脖子上 吸那么多吻痕 听到前两句的时候 苏默还替双琪庆幸了一把 觉得她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再听到第三句的时候 苏默红唇清扯 则 钱给早了 有了这个插曲 双琪接下来一周都没出现 偶尔跟苏默微信联系 会发一些她吃吃喝喝的照片 苏默有时候给她回 有时候顾不上 她一直在忙栏欠的那两样东西 没有多余的时间闲聊 至于她跟琴琛 他们俩进入了一种四熟非熟的状态 见面惠客套点头打招呼 但没有在发生那档子时 私下联系也很少 得知叶染出事那天 琴琛正被一位身材热辣的知心美女 买矿泉水的 无意间发现了两人 她扫码付钱 边低头跟软慧发信息 边眯着眼看巷子里 啾啾缠缠的两人 美女瞧着很主动 琴琛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扑克脸 冷得要死 苏默吃瓜 便利店的老板娘也吃瓜 琴老板是真招女人 这月都第三个了吧 苏默喝矿泉水 漫不经心回应 是吗 老板娘也于 你才刚来不久不知道 很多小姑娘为了追琴老板 天天来闻身 苏默挑眉 红唇勾笑 身上有那么多地方可闻吗 老板娘 那谁知道 小姑娘吗 为了爱情 什么都豁得出去 说着 老板娘亲身 往苏默这边靠了靠 八卦问 对了 你的店距离秦老板店最近 你就没发现 他跟哪个女的走得最近 苏默回看老板娘 笑咪咪的 没有 老板娘八卦心重 你说 秦老板这么帅 为什么一直不找女朋友 苏默轻笑 也许是有什么影集 都是成年人 一句影集 能联想到的地方 唯有一处 老板娘先是愕然 后是恍然大悟 最后她一拍收银台桌面 正想说点什么 便立店门被推开 秦琛高大的身影 阔步而入 老板娘正欲说出口的话 声声噎了回去 视线从秦琛那张 冷脚分明的脸往下扫 瞧见老板娘的眼神 秦琛醋眉 网扫 烟 听出秦琛语气不对 老板娘也察觉到了 自己的失态 笑呵呵地打圆场 小秦啊 你别误会 我这不是跟苏老板闲聊吗 说你魅力大 追你的女孩子多 但是也不见 你对哪个女孩子动心 苏老板就开玩笑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影集 老板娘话落 秦琛转头看向苏默 浓眉轻挑 影集我 苏默OS 日 第71章 不是正经人 苏默觉得自己今天出门 没看皇帝 不然不能这么点呗 随便一句调侃的话 最后都能落入正主耳朵里 这个时候 他要说他没说 那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可他要承认他说了 这种氛围 也是说不出的尴尬 苏默指尖抵着瓶盖 跟秦琛对视 红唇一勾 秦师傅抽什么烟 我买单 秦琛目光沉沉 盯着他看 没接话 一旁老板娘见状 以为秦琛是生气了 想着这件事 跟自己脱不了干系 都是因为自己嘴快 忙不迭插话当何事佬 小秦一般抽芙蓉王 三十块钱一盒 说着 老板娘给苏默实眼色 把收银台前的付款码 往前推了推 苏默会议 笑着转身付账 老板娘自觉尴尬 反手给他拿了一盒口香糖 苏默也没客气 邻里邻居的 小来小去的东西 都是人情世故 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谢谢王嫂 老板娘 咱们俩之间还说这个 苏默以着收银台笑 用仅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下次再跟你八卦 老板娘本来还担心他生气呢 文言脸上堆笑 朝他几眉弄眼 几分钟后 苏默离开 王嫂给秦琛拿烟的同时 替苏默说好话 苏老板瞧着娇滴滴的 可人一点不矫情 秦琛嗔了一声 敲出一根烟叼在嘴前 伸手入都掏打火机 想到什么 忽然又取下嘴角的烟塞回了烟盒 见状 老板娘还以为 他是没拿打火机 拿起一个打火机递给他 小秦 秦琛嗓音清冷 不用 谢谢 另一边 苏默再回到店里后 跟阮慧继续发信息 阮慧那个大嘴巴 八卦起来没完没了 打字聊得不痛快 索性给他打了语音电话过来 苏默按下接听 仍靠在座椅里 看自己粉粉嫩嫩 没做没假 回归本司的指甲 咋咋咋 你猜夜染那几个包 是谁送的 苏默轻笑 你 阮慧 聊正经的 苏默调整坐姿 身子斜斜倚着 雍容华贵的姿态 跟华妃娘娘似的 我又不是什么正经人 怎么跟你聊正经的 阮慧八卦的心 早按捺不住了 苏默不买账 他也迫不及待继续说 择了一声 奖伤 苏默语气平静 带着急起看热闹的玩味 哦 阮慧 你就一点不惊讶 苏默言语 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又不是我生命中 什么重要的人 做了这种有为道德底线的事 阮慧嘖嘖两声 感叹苏默的淡定 又说 不过据说 两人没发生什么 据说 据说值多少钱 这世道 板上钉钉 都没什么可信度 阮慧话落 没听到苏默的回应 出声问 你说发生这么大的事 蓝倩还会信奖伤吗 苏默似笑非笑 怀疑一旦产生 罪名就已经成立 更何况 还有细微的证据推波助蓝 你说会不会信 阮慧 这婚姻 惨 苏默低笑 嘲讽 轻蔑 过了一会儿 但声说 对了 下月不是有个比赛吗 叶染是不是参加 阮慧接话 对 苏默 看来他那个录音 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 彼时 隔壁纹身店 秦琛低头把玩手里的芙蓉王 人坐在高脚凳上 微微功倍 谋色幽深 邱正站在不远处 用手肘戳站在身侧的人 那和芙蓉王相经编了 那谁知道 邱正 秦哥 都盯着看半天了 何止盯着看 我刚刚想抽一根 秦哥一记 冷眼扫过来 差点没把我捞死 文言 邱正书弟站直身子 灵光一闪 恍然大悟 迈步走到秦琛身边 低头正想问点什么 就看到秦琛正在发信息 晚上我去你那 发信息对象 苏M.O. 第七十二章 房不胜房 苏M.O. 苏默 邱正文化不高 但拼个拼音 还是不在话下的 在看清秦琛的聊天对象后 邱正吞咽了口唾沫 半晌 神情不自然 小声挤出自己的疑问 秦哥 这是隔壁老板娘 秦琛文声抬眼 眸色寒森森 你有事 邱正瞬间站的笔直 回答铿锵有力 没事 苏默在收到秦琛这条信息时 刚跟阮慧挂断电话 瞧见信息 眼睛瞇了瞇 全当没看见 这阵子忙 两人没什么交集 现在秦琛主动联系 他忽然发现 想揣了他这个计划 似乎拖很久了 老实说 他现在其实挺后悔的 当初怎么就脑子一抽 跟秦琛发展成了这种关系 事实证明 人不能意气用事 更不能在生气的时候 做任何决定 一失足成千古恨 古人成不起我 晚上下班 苏默为了避开秦琛 故意早走了半小时 没立即回家 而是去了常去的 那家小酒馆 小酒馆灯光昏暗 他进门时 李奥正在调酒 瞧见他 李奥递了一杯 刚调制好的酒推过来 帮我试试新品 苏默放手包坐下 紧致的腿交叠 高跟斜肩轻晃 笑音音问 酒精度数高吗 李奥沉声笑 还可以 我觉得在你承受范围内 苏默拿起酒杯敏一口 点点头 味道不错 甜而不腻 还有一股子淡淡的茉莉花香 说完苏默不吝啬 你呢 苏默挑眉 我什么 李奥淡笑 分寸感掌握得刚刚好 只意味深长的笑 却没点破 一杯酒下肚 苏默心里有事 单手脱腮 看着李奥身后的酒驾出神 见状 李奥顺手又递给他一杯 问 有心事 苏默回神 瞧见眼前递过来的酒 指尖在杯杆上清点 想到什么 看李奥的眼神 顿时泛起一抹光亮 李奥被他这个眼神看得一正 觉得这姑娘 没憋着什么好 果不其然 下一秒 我们俩也算是朋友了 是不是 李奥避嫌 不动声色往后退 是吗 苏默素来会收买人心 一本正经 神情认真 语气笃定 当然是 李奥不吭声 等待后续 苏默笑眯眯的说 你帮我个小忙怎么样 李奥问 什么忙 苏默说 假装我男朋友 不多 就一周 说吧 怕他拒绝 苏默忙朝他挤出一抹清静的笑 李奥 苏默话落 见李奥没答应也没拒绝 又说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更何况 还是救朋友的命 李奥不作声 低头用毛巾擦拭酒杯 扮上 他先眼皮看他 也不是不行 苏默立马听懂话外音 有什么要求 你说 李奥 三天 时间太多 我怕你 对我日久生情 苏默一口答应 没问题 从小酒馆出来的时候 苏默心情大好 他不知道 他刚离开不久 李奥就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带电话接通 那头男人低沉速冷的声音响起 李奥吃笑一声说 你怎么得罪 你家那位小祖宗吗 怎么了 李奥 让我当他一周男朋友 秦琛这会儿正拎着菜 站在苏默家门口 嘴角叼了根烟点燃 嗓音磁性有颗粒感 是吗 你答应了 第73章 配合他眼 面对秦琛的问话 李奥不打反问 你说呢 秦琛冷笑 李奥 李奥隔着电话 嗯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天快冷了 你多盖点土 苏默回来的时候 楼道里黑漆漆的 他下电梯 高跟鞋踩在楼道的水泥地上 感应灯才随之亮起 他垂眸从包里拿钥匙 抬眼间 跟靠站在房门口的秦琛 四目相对 秦琛眸色又暗又沉 苏默拿钥匙的手一顿 随即洋装淡定脉步 两人在这方面 已经有了无声的默契 谁都没说话 他开门 他紧随其后 进门后 秦琛最先换完鞋 静止进了厨房 苏默换鞋慢 今天穿的高跟鞋是柳丁的 鞋带是脚面 直接缠绕到脚踝网上那种 黑色的鞋带 白到发光的小腿老实说 挺有禁忌感的 换完鞋 苏默直起细腰进客厅 厨房里 秦琛已经开始洗菜切菜 苏默瞧了一眼 转身进了洗手间 从洗手间出来 苏默窝在沙发里玩手机 百无聊赖打开微信 刚点进朋友圈 就看到了秦琛十分钟前 刚发的一条信息 卖房 价格面影 下面配了九宫阁的图 看样子 应该是他现在住的房子 苏默只肩随意点开一张图片放大 窗面激进的客厅映入眼帘 房子瞧着有些老 但是很亮 是那种让人一眼看上去 就会心情好的亮 而且窗台那里 还摆放了几盆绿植 瞧着生机勃勃 苏默正看着 厨房里传出秦琛素冷的声音 鱼要填口还是咸口 苏默没抬头 自然回应 一半一半 秦琛 嗯 苏默 对话结束 苏默就后知后觉后悔了 太自然了 把人当苦力 老实说 就秦琛给他做饭 这顺着他的劲 连最宠爱他的含金煤都做不到 这要是换做平时也就算了 今天他是准备跟秦琛 替结束关系的 莫名的 让他有点 不忍 尤其是他刚刚还看到他要卖房子 这种感觉 就像他这会儿 要是提出两人结束关系 他就是落井下石 给他生活雪上加霜 接下来刷手机的娱乐时间里 苏默就有点不那么快乐了 甚至还有点心不在焉 直到秦琛喊他吃饭 他才恢复正常 四菜一汤 色香味俱全 苏默坐下低头小口吃米饭 从未有过的乖巧 等到一碗米饭过半 他咬着筷子间看向秦琛 那个 秦琛眉眼淡漠 有什么话饭后说 苏默 哦 一顿饭 苏默吃得形同嚼辣 又忐忑不安 饭后 秦琛去洗碗 他就这么坐在餐厅椅子上发呆 昨末秦琛快要收拾完了 他起身走到厨房门口 以着门框说 秦琛 我有话跟你说 秦琛背对着他 做最后的清理工作 你说 苏默边瞎话 红唇翘着 人乖乖巧巧 却是谎话连篇 我外婆昨天给我打电话 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 我想着自己年龄也差不多了 就想去看看 秦琛 嗯 见秦琛答应的痛快 苏默暗磋磋嘘一口气 继续说 所以我们俩这段关系 秦琛 我知道 说完 秦琛丢下手里的抹布 拧开水龙头洗手 甩了甩手上的水渍 转身靠着橱柜 低头点了根烟 随着烟雾缭绕 秦琛抬眼看向苏默 迎上他的目光 苏默眼皮跳了跳 心里莫名发紧 下一秒 秦琛阔步上前 大手一伸扣住他后颈 将人往前带 头低了低 靠近他耳边沉声说 客厅 餐厅 卧室 浴室 好像就只有厨房还没做过 试试 第七十四章 狗男人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苏默听在耳朵里 身体下意识紧绷 露在长裙外的肌肤 在这种刺激下 又泛起一层颗粒感 秦琛话落 苏默抿着红唇不吭声 他也不急 就这么用大手 在他后颈妈撒 看他耳朵都红了 才有蛊惑说 试试 嗯 最后一次 男女之间这种事 不能问 不答就是默认 非得追问出个所以然 只会破坏这种 朦胧如薄雾的暧昧气氛 对于这点 秦琛把握的尺度 就非常好 苏默身上长裙被吞下时 人忍不住站立 秦琛大手搂在他腰间 掐灭指尖的烟 将人抵在橱柜上 两人面对面 男人掌心滚烫 要正面还是背面 苏默脸颊飞红 似撑非撑地看他 秦琛眸色黑漆漆 嗓音尘尔雅 又带了那么一丝 不易察觉的坏 那就都做 说着 双手一撑一提 身上黑色半袖掉落 这样的秦琛 是苏默从来没见过的 该怎么说 荷尔蒙爆棚 尤其是在他面对面 跟他横冲直撞的时候 手臂拖着他 手臂肌肉结实 血管喷张 再搭配上那张 冷硬禁欲的脸 预感值 简直达到了顶峰 苏默纤细白皙的脖子微痒 水炼炼的眼眸微眯 只见掐他手臂 又去攀附他脖子 秦琛全游着他 让他掐 让他抱 让他咬 等到一切水到渠成 就要到达顶峰 秦琛骤然停下 苏默水眸颤颤 带着情欲中 独有的媚态 急怯怯地看他 秦琛眸子沉沉 哑声说 要不要再续两天 苏默整个人汗沉沉地 身上又酥酥麻麻 却得不到舒缓 看着他问 语气里是说不出的娇气委屈 什么 秦琛 再跟我续两天 别急这段 苏默脚尖绷紧 人挂在秦琛身上 知道他是故意使坏在 这种时候停下来 真的要哭了 又偏偏不想丢面子 不要 秦琛挑眉 确定 苏默咬下唇 确定 他就不信 这个狗东西 现在会停下来不做 苏默话音落 让他这辈子 都会留下阴影的一幕发声了 只见秦琛掐着他的细腰 将他缓缓往后推 直到两人彻底分开 一脸素冷地 当着他的面积上腰间皮带 随后弯腰捡起地上的 黑色半袖穿上 最后走了 是 没错 秦琛那个狗男人走了 真的走了 相比于秦琛的抽身痛快决绝 苏默站在橱柜前 身上的长裙 上半身滑落肩膀 下半身撩至腿根 眼尾泛红 还未完全退散 苏默咬下唇 内心骂脏话 半小时后 苏默冲了的冷水澡 发丝湿漉漉地 坐在沙发里 跟阮慧视频电话 阮慧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不是 他就那样走了 苏默面无表情 气得胃都疼 阮慧继续笑 完全停不下来 我觉得他就是拿捏你的克星 真的默默 我跟你认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生气 苏默红唇轻挑 狗男人 就是一小人 阮慧看热闹不嫌是大 我倒是觉得他意志里蛮厉害的 什么男人能在那种情况下喊停啊 苏默磨牙根 不想说话 欲而不答 哪怕是冲了个冷水澡 也没得到缓解 跟阮慧挂断电话 苏默踩着拖鞋进浴室 刚准备吹头发 扔在手跟前的手机震动 他垂眸扫了眼手机瓶 刚消下去的怒意 再次达到了顶峰 秦琛 转账一万三 转账备注 还你一付钱 看着这条信息 苏默简直是被气笑了 把手里的吹风机一扔 直接给秦琛回拨了一通电话 电话接通 秦琛嗓音沙哑 怎么了 苏默 你给我转一万三 是什么意思 秦琛哑声说 还你一付钱 说完 呼吸沉而重 苏默 都是成年人 而且 两人还是保持过 那种关系的成年人 对于秦琛这个状态 苏默丝毫不陌生 苏默闽红唇 数秒 似笑非笑 你干嘛呢 秦琛声音沉沉 不答反问 你说呢 苏默问 你现在在哪 秦琛 你楼下 车里 第75章 他在撩 苏默是十分钟后下的楼 一身水蓝色绸缎面 长达脚踝的睡裙 脚下是透明款的水晶拖鞋 裙摆随夜风摆动 摇曳生姿 他信步走到车前 却没急于上车 而是站在驾驶位车前 透过车窗往里看 秦琛坐在车内 在他看过来的那刻 也同时侧头看向窗外 两人对视 苏默眼睛瞇了瞇 狗男人 色诱他 他根本什么都没做 他刚刚下楼的时候就在想 他都洗了澡 又跟阮慧打了通电话 前前后后都快一个小时了 他后劲再足 也不可能维持这么久 没想到一切都是假的 苏默唇脚勾起一抹清潮 刻薄讽刺的话 正准备说出口 就见秦琛缓缓降下半截车窗 慢调思理地点了根烟 然后眸色幽深地 当着他的面解开了腰间皮带 苏默 苏默刚洗了澡 夜里还有凉爽的风 按理说 他现在身上应该清清爽爽 可随着秦琛大刀阔斧般的动作 他不仅没感觉到清爽 相反 燥热难耐 他从来没想过他会看着 一个男人做这档子事 也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男人在做这种事的时候 会这么撩人 叼着烟 眸色深邃 喉结滚动 苏默被秦琛大手扯进车里时 完全是猝不及防 不等他惊呼出声 秦琛已经将他抱在腿上 搂进怀里 吻上了他的唇暴风急雨般的吻 不似以往秦琛巴结他那样温柔 霸道又强势 车外视觉的刺激 加上之前原本就育而不达的空旷 然后再加上此时此刻环境的加持 苏默前所未有的有感觉 最后 他脚下水晶拖鞋掉落 人被掐着细腰 被迫起起伏伏 白嫩脚尖绷紧 又气又享受 事后 秦琛用扔在副驾驶上的外套 将人包裹住抱上楼 苏默把脸埋在他怀里 没脸见人 进门 秦琛抱着人去洗澡 苏默以着瓷砖避看他 姿态高到不行 秦琛低垂着毛子不说话 只专注手上的活 苏默冷笑 姨父透过他高冷表面 认清他本质的模样 秦琛抬眼 嗓音低沉 不卑不亢 我喜欢你 想睡自己喜欢的姑娘 有什么不对 苏默牙尖嘴里嘲讽他 你有问过姑娘喜欢你吗 秦琛面无表情 他喜欢被我睡就行 苏默掖住 向来高素质的他 破天荒的嗓子眼里 全是脏话 洗完澡 秦琛还是老三样 抱他出去 帮他穿衣服 给他吹头发 苏默懒洋洋的靠在座椅里 听着吹风机在耳边嗡嗡作响 鬼使神差的出声问了句 秦琛 你喜欢我什么 吹风机动静太大 秦琛没听清 什么 苏默 没什么 秦琛走的时候 去了趟厨房 从厨房出来 手里拎了的垃圾袋 苏默靠在卧室门框上看他 轻轻挑眉 是今晚做饭残留的垃圾 在这一刻 苏默忽然心里头莫名谎过一个念头 这个男人 除了他不喜欢 似乎哪一方面都无可挑剔 哦 还有一点 穷 可谓穷的叮当响 想到秦琛穷的叮当响 苏默就又想到了他给他转的一万三衣服钱 转身回到卧室 弯腰从床头柜拿起手机 点开转账 按了退回 秦琛那头信息秒回 苏默 当初说好的 你替我办事 衣服我买单 秦琛 嗯 秦琛在这句恩后就没了动静 苏默还以为他会再说点什么 等了会儿 不见聊天界没有反应和上手机丢在一旁上了床 苏默这一晚睡得很沉 大概是因为累到了 几乎是一觉睡到天亮 只是在零睡醒前 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了赵匡 全身是血 倒在血泊里朝他伸手 让他救救他 第76章 步步为局 苏默是被惊醒的 人看着天花板出神 身上是汗 眼睛里全是带了水的雾气 于他而言 赵匡一师亦友 赵匡死得不明不白 对外宣称病故 对内报了警 可现在一年过去了 甚至连半点头绪都没有 他没跟任何人说过 他这次回长乐县 其实跟赵匡的死也有很大关系 好端端的一个人 站在行业金字塔那样优秀的一个人 圈内知名太陡 他跺跺脚 圈内都得抖三抖 居然就那么死了 去世一年了 连死因都不明不白 未免让人唏嘘 让人惊悚 让人不寒而栗 这样一个梦 让苏默缓了许久 才缓过进来 他起床后 走进浴室冲了的早 冷静了会儿 拿着手机走到窗前 拨通了锦铃的电话 电话接通 苏默尽量使自己语气 听起来平静 师母 师父的是有进展了吗 提到赵匡 继灵也是呼吸一致 同样假装平静 还没有 苏默 嗯 继灵知道 苏默和赵匡师图情分身 叹口气 默默 苏默担心 他会说出什么 让他往前看的话 及时打断 师母 我没事 倒是你 好好照顾自己 别让自己太累 继灵又叹口气 我知道 接着 挂了电话 根据灵切断电话 苏默打开衣柜换了件 长裙下楼吃早餐 他今天没什么胃口 点了一剔佳人小笼包 吃了三个 剩下九个 秉承着文明用餐 绝不浪费的原则 让老板帮忙打包 拎着去了店里 苏默从出租车上下来时 秦琛的车也刚好停下 两人对视 谁都没主动说话 苏默从手包里 掏钥匙开门 余光扫见秦琛 打开后车后备箱 招呼邱正和文身店的 几个小伙子 出来帮忙搬东西 瞧见搬的东西 苏默秀眉 不自觉醋了醋 被子 枕头 饮水机 电饭锅 电磁炉 这是搬家 他捏着钥匙的手一紧 忽然想到了 昨晚看到的那条朋友圈 卷帘门升起 苏默推门往里走 脚下步子刚迈开 听到邱正说 陈哥 你那房子真准备卖啊 你说 你住店里 也就算了 秦琛怎么办 他一个小姑娘 咱这文身 店一群混小子 秦琛 别废话 邱正又说 不行你们俩搬去我那儿吧 地方小事小了点 但最起码 比住店里强 秦琛嗓音轻了 四十五平 一时一听一位 你告诉我 怎么住 邱正文言脑脑袋 神情也有点犯愁 那怎么办 后面邱正和秦琛 还说了什么 苏默没听到 他这会儿进门的动作 已经慢慢拍了 再慢下去 容易被桥出破绽 苏默推门而入 随手将钥匙和手包 放在收音台上 细眉轻跳了下 他搬不搬家 卖不卖房子 跟他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 还真日久生情 想到这点 他倾巢似的笑了笑 转身进行手间洗了把手 开始工作 彼时 邱正和几个小伙子 帮秦琛 把后备箱的东西 都搬进了纹身店 邱正体贴 蹲在地上撅着屁股 帮秦琛收拾东西 刚想帮他把铺盖卷打开 屁股上 突然狠狠挨了一脚 邱正没防着 身子一歪 险些摔倒 秦哥 邱正稳住身子后 耸拉着眼看秦琛 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秦琛低头看他 蹲下身子跟他平起 邱正 秦琛神情淡淡 沉申开口 你帮我一个忙 邱正跟了秦琛有些年头了 太了解他 知道他越是瞧着弹幕 实际上就越是腹黑 不想答应 但又不敢反驳 硬着头皮打着哆嗦说 神 什么忙 秦琛道 你去问问隔壁老板娘 家里有没有房子出租 邱正 秦琛 不愿意 邱正 不 不是 秦哥 老板娘肯定会说没有 秦琛嗓音平静无起伏 我知道 我只是让你去问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租给我 邱正文言表情别扭 明知道知道 不会租给你还问 这不是气儿吗 不过这话 邱正只敢在心里想 嘴上不敢说 顶着一张愿打愿挨的脸 起身慢慢吞吞下了楼 邱正前脚离开 后脚秦琛掏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彩琳想了话 电话接通 秦琛冷声开口 老木 买房吗 第77章 一环扣一环 邱正走到苏默店门口的时候 愁出了很久才敢进门 随着门口风铃响起 伴随着苏默那声轻银妩媚的欢迎光临 邱正身子抖了几抖 走成了同手同脚 苏默也没想到 近来的人会是邱正 他抬眼的同时 轻挑了下眉梢 两人对视 邱正一个机灵 马上错开视线 往一旁的七七首饰和摆驾走 看看这个 瞧瞧那个 这些东西 他敢看不敢动 他虽然对七七非议文化没研究 但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扑 他知道这东西贵 说价值连城不知道会不会夸张 不过肯定能让他把老婆本赔进去就是了 从邱正进门开始 苏默就站直腰肢 双手抱胸盯着他看 眼中含笑 还请了那么点野鱼 半晌 邱正盯着一个七七首饰盒 倾壳两声问 老 老板娘 这个多少钱 邱正话落 苏默裙摆晃荡 款款朝他走来 邱正紧于光瞥了一眼 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觉得这老板娘好看得过分 跟要吸人惊气神的妖精似的 苏默走过来 身子往摆驾上瘾 笑盈盈地说 小邱 买手势盒啊 邱正下河紧绷 身子僵硬 嗯 苏默掀洗手指 去拿他看上的手势盒 没眼弯笑递给他 送你了 闻言 邱正别提解手势盒了 人都骂了 尤其是在对上苏默那张明晃晃 又仿佛洞察人心的笑脸 他觉得自己此刻腿都是软的 邱正 老板娘 苏默 嗯 不喜欢这个 邱正刚在隔壁遭受晴晨的暴风雨 又在这边遭受这样的热辣滚烫 实打实地说 他心脏不堪重负 有些承受不住 在苏默娇娇妹妹的注视下 邱正开口的声音 差点带了哭腔 老板娘 你家里有房子要出租吗 苏默挑眉 嗯 邱正又急吼吼地说 不是诚哥让我来的 是我觉得他无处可去 所以想着来问问你 此地无银三百两 邱正模样跟受气小媳妇似的 听到他的说话 苏默也不答 就这么笑眯眯地一直盯着他看 两人僵持了约莫半分钟 邱正仗红着一张脸 心虚的眼眶都红了 转身同手同脚飞奔离开 苏默 就这么点能耐 听双其说 这小子跟着秦晨很多年了 怎么秦晨的厚颜无耻 是他半点眉的真传 邱正打小就在长乐县长大 这里民风淳朴 大家大多都是内敛的 他长这么大 除了秦绿就没接触过其他姑娘 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心惊胆战 邱正回到纹身店时 脑袋都是耸拉的 一脸委屈 称歌 秦晨嗓音冷冷 半砸了 邱正 嗯 秦晨台下河 去忙吧 二楼有个小子 要问自己名字 邱正点点头 弯腰去拿自己的工具 他叫什么 秦晨淡漠道 李门达 邱正 李门达 哪个吗 哪个达 秦晨面无表情 转头看向另一个男孩 阿飞 写给邱正看 被秦晨点名的男孩 应了一声 憋着笑 走到邱正跟前 等他把李门达的名字 写给邱正看 邱正嘴角抽搐 转头看向秦晨 生无可恋 仿佛生离死别前最后一眼 邱正这戚戚爱爱的一眼 还没收回 秦晨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 秦晨低头 是苏默发来的信息 但没回 苏默那边信息发出没人理 转手给小酒馆老板李奥 发了条信息 中午一起吃饭 李奥 苏默 好人一生平安 李奥 OK 数秒 隔壁纹身店 秦晨拿在手里的手机再次震动 收到了一条微信截图聊天记录 秦晨表情淡漠 回复 向死而生 你依旧是你 第78章 他为自己证明 秦晨信息发出 李奥那边秒回 没人会等你 风生水起靠自己 瞧见信息 秦晨眸色沉沉 喜怒不变 中午 李奥开车来接苏默 一辆新款宝马X5 在长了线来说 算是高调出行 苏默一袭长裙搭配精致妆容 跟李奥站在一起 别说 还真颇有那么点男才女帽的意思 第一个发现两人的是邱正 一个名字闻了一上午 正站在门口活动发僵的身子 就瞧见苏默浅笑奄然地上了李奥的车 李奥极为绅士风度地 用手帮他挡车顶 像是生怕他磕着碰着 两人对视 暧昧横生 邱正 邱正满眼愕然 不等他接受眼前的一幕 就瞧见玻璃门里刚干完活的秦晨 叼着一根烟走了过来见状 邱正忙 转身伸手拦在了他面前 秦晨不明所以挑眉 嗯 邱正吞咽唾沫 陈哥 我有事找你 秦晨嘴角的烟眉点燃 烟地咬扁几分 说 邱正 我们上楼说 邱正不擅长说谎 有个毛病 那就是 只要撒谎 耳朵就会红 秦晨盯着他看 数秒 反应过来什么 大手一伸将他推开 冷眼看向玻璃门外 目光所及 恰好李奥关上车副驾驶门转身 两人四目相对 李奥薄唇勾笑 秦晨眼睛瞇了瞇 邱正站在秦晨身后 支支吾吾开口 陈哥 老板娘跟李哥在一起了呀 秦晨咬烟 向来不在店里 抽烟的他低头点烟 十分平静道 回头给你李哥 定一束白菊花送小酒馆 邱正 秦晨 九百九十九朵 别舍不得花钱 邱正 这边 苏默坐在李奥车上 一路谈天说地 有如老友 最后两人找了个私家小厨吃饭 饭吃到一半 苏默放在桌上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他了眼皮看了一眼 在看清来店提醒后 秀眉不自觉错了错 舅妈 讨债鬼一样的存在 苏默抽了张纸巾擦嘴 不好当着李奥的面接 担心他那位舅妈口吐芬芳 影响他的食欲 我出去接个电话 李奥 你自便 过了一会儿 苏默拿着手机走出门 他这边指尖刚划过屏幕 按下接听 就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中年女人 犹如泼妇一般的声音 死丫头 你外婆都住院了 你还一天到晚在外面潇洒呢 我早说过 养你都不如养条狗 白眼狼 你别以为有你男朋友 在医院伺候外婆 你就能不管不问 我告诉你 现在医院通知交住院费 你男朋友电话没打通 你过来交 五千块 中年女人跟连猪炮似的 苏默这边都没回过神来 他那边已经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苏默皱眉 没回波 进门跟李奥说了一声 扫码负账 打车前往医院 李奥说要送他 被他拒绝了 普通朋友关系 分寸尺度得拿捏好 更何况 之前已经有了秦琛那个前车之鉴 长乐线不大 十多分钟足以抵达医院 苏默下车 刚进医院 正准备给韩金梅打电话 询问他住哪间病房 就听到身后 传来他那位舅妈 尖酸刻薄又刺耳的声音 刚刚给你打半天电话 怎么没见 五千块 那个死丫头 找男朋友都不知道 找个有钱的 找你这么一个穷的叮当响吧 苏默闻声回头 在看清跟他舅妈 站在一起的人时 细眉竖起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 是秦琛 第79章 挖个坑 自己跳 四目相对 苏默恋眼的眸光 锐利的跟刀子似的 本就耸立的胸口 起起伏伏 瞧不出是被弃的 还是其他别的情绪 苏默几乎是三步并两步 走到了秦琛面前 然后一把从他手里 夺下了脚废单 他动作如风 没吓到秦琛 倒是把站在一旁的于娟 吓得不轻 于娟瞪大了眼 张口就想骂人 但是在对上苏默 冷缩缩的眼神后 又看看掖了回去 这死丫头将 别看平时不知声不粘语 真要发起火 谁的面子都不给 于娟还以为 两人是小情侣闹脾气呢 秦亨一声 转身率先离开 于娟一走 苏默冷着脸看秦琛 秦琛诞声说 先缴费 外婆还在等着书页 苏默讥笑 外婆 是你外婆吗 喊得这么轻 面对苏默的嘲讽 秦琛不吭声 就这么刚正不阿地 站在他面前 两人对视了话 苏默上前一步 用纤细手指 戳秦琛的胸口 秦琛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我们俩现在 已经没任何关系了 以后我们俩瞧归瞧 路归路 秦琛威然不动 没吭声 苏默说完 心里担心着 韩金梅的身体 横他一眼 踩着高跟鞋去脚肺 脚肺窗口人满为患 苏默手里拿着脚肺单 博怒的情绪渐渐平静 他也不知道在气什么 就是很烦这种 别人插足自己生活的感觉 尤其是 两人明明已经说得够清楚 另一方还非得死缠烂打 约莫二十分钟后 苏默缴费成功 给韩金梅打电话 询问在哪间病房 乘电梯上偶 他捏着缴费单纯跟推门而入 在看到病房里的人后 人愣了愣 韩金梅住的不是VIP 病房里除了他 还有一个人 秦琳 秦琛的妹妹 这会秦琛也在 正在给秦琛包鸡蛋吃 秦琛瞧见苏默 想笑 但又怯生生的 有点不好意思 苏默抿唇 一瞬间脑子里电光火石 觉得自己好像误会了什么 不等他寻思明白 坐在靠门口病床上的韩金梅 板着脸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怎么来了 谁跟你说的 说完 目光看向秦琛 秦琛抬头 没说话 脸上净显无辜 看着两人之间的互动 苏默浅吸一口气 迈步走到病床前 是我舅妈给我打的电话 提到于娟 韩金梅脸色有些不好看 不好看的同时还有点别扭 我都跟他说了 我自己有钱交住院费 又不用他交 韩金梅拿于娟 也是没有办法 太泼了 跟家常便饭似的 后来从韩金梅口中苏默得知 原来前两天夜里 老太太心脏病犯了 好在120打得及时 人才能安然无恙 老太太怕他着急 所以就没联系他 再加上办理住院的时候 碰到了秦琛 有了秦琛的照顾 就更打消了联系他的念头 老太太说完 捏苏默的手 我怕你舅妈联系你 所以就跟他说 小秦是你男朋友 他替你照顾我 苏默 还真误会了 韩金梅话落 见苏默红唇抿了又抿 凑近几分又说 不是我说 小秦这孩子真不错 上到厅堂下的厨房 还孝顺 苏默 半小时后 秦琛在布梯间抽烟 苏默扭扭捏捏 站在他面前 秦琛垂眸看他 苏默自知理亏 低着头扣指甲 对不起 错了就是错了 不能因为别人 对他有好感 他就蛮不讲理 他能在男女关系中 誓美而消 但是在其他关系中 有错就要认 挨打药立正 面对他的道歉 秦琛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 秦琛掐灭指尖的烟 转身离开 苏默看着他的背影 想不到其他弥补错误的办法 忽然想到他现在无家可归 嘴比脑子快 冲口而出 那个 你还租房子吗 第八十章 寻寻善诱 苏默话 一出口就后悔了 可这个世界上 没有后悔要可施 下一秒 秦琛不止停住 就在苏默以为 他会一口答应时 秦琛冷着声音说 不用 谢谢 苏默 秦琛离开后 苏默抬头看天 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 难道不仅是外婆的事 误会了他 邱正那件也误会了 真是邱正自己要来问的 许久 苏默轻郁气 颇有一种人有尸首 麻有尸体的感觉 再次回到病房 苏默手里拎了不少东西 韩金梅一份 秦琛一份 秦琛胆子小 见他这个殷勤样 整个人都绷紧了 苏默唇脚含笑 娇总收起 温温柔柔的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就随便买了点 秦琛小鸡啄米式的点头 然后又忙不迭摇头 不 不用 苏默说 这两天全靠你哥照顾我外婆 应该的 秦琛知道秦琛喜欢苏默 手揪着被子 壮着胆子说 都是我哥自愿的 苏默没眼弯弯 我跟你哥是邻居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吗 邻居连朋友都不算 秦琛是单纯 但也不是傻 听到苏默这话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跟小鹿一样的眼低垂 藏不住心思 眼底全是失望 哦 苏默挑眉 忽然觉得挺有趣 秦琛城府 深得跟老狐狸似的 他身边却全是这种单纯小白兔 苏默回病房时 秦琛就不在了 后来听秦琛说 是被一通电话叫走的 好像是店里有事 秦琛不在 照顾秦琛的活 自然是落在了苏默身上 起初秦琛还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在接触下来 很快就对苏默 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苏默姐 你睫毛好翘啊 真好看 苏默坐在病床前 给他削苹果 先眼皮朝他眨眼 好看吗 回头教你 很简单 一只睫毛膏就搞定 秦琛满眼崇拜 真的吗 我也可以吗 苏默把手里的苹果一分为二 递给秦琛一半 另一半递给韩金梅 当然可以 保证你学会之后 睫毛比我的还翘 还好看 秦琛被夸得羞红了脸 没有小姑娘不喜欢美 秦琛也不例外 在接下来的聊天里 苏默得知 秦琛原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从小到大 就像个一岁娃娃 不敢跑 不敢跳 不敢太难过 也不敢太高兴 秦琛说完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自己这个拖油瓶 怕是会给秦琛拖后腿 低着头 小声说 我现在好多了 很多事我都能做的 一般家务什么的 我都可以 秦琛小声嘟囔 苏默用手揉她头发 绿绿 你好乖啊 秦琛抬头 你不会觉得我很烦吗 苏默 这么乖巧的姑娘 怎么会烦 我喜欢还来不及 秦琛看着苏默 眼里全是小星星 晚上秦琛来送饭时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苏默已站着窗户前包橘子吃 不知道再给秦琛和韩金梅讲什么 一老一小 被逗得合不容嘴 两人对视 苏默眼睛眨了眨 秦琛朝她淡漠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苏默只肩捏着橘子扮瞬息之夜 对于秦琛的态度 眼睛眯了眯 想骂人 他是误会了她 可他都道歉了 他还想怎么样 他只是说错了话 又不是犯了天条 更何况这段时间 他在他这里也没少吃扁 每次不比这次惨 想到这儿 苏默嘴抿了抿 反应过来 自己似乎有点嗜宠而骄 数秒后 苏默择了一声 转了个深看窗外的夜景 窗外霓虹闪烁 有人止醉精迷 有人为生活乞讨 他正看得出神 身后忽然一个高大身影靠近 在他头顶落下一片暗影 回去吗 我送你 这个点不好打车 苏默回头 高的台下和看他 红唇挑动 用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秦琛 你跟我道歉 秦琛不吭声 垂眸看他 苏默在他这儿 已经骄纵惯了 细腰往后倚 跟他僵持 秦琛侯解滚动 嗓音低沉音哑 苏默 你是我的谁 我为什么惯着你 第八十一章 身份泄露 秦琛的话让苏默语色 连带着身子都发僵 是啊 他是他的谁 他为什么惯着他 下一秒 苏默抿唇 脸色变得难看 除了难看 接着苏默伸手推开他 静止走到床头柜前拎手包 调整情绪 转头浅笑 嫣然摸琴绿的头发 跟他道别 又叮嘱韩金梅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来 韩金梅 这么晚了 让小秦送你 苏默红唇勾笑 不用 不顺路 我打车 韩金梅不知道 两人在窗户前嘀嘀咕咕说了什么 但瞧苏默的脸色 就知道 两人肯定是闹了矛盾 韩金梅跟苏默说不通 转目光去看秦琛 接收到韩金梅的眼神 秦琛迈不上前 没说话 从苏默手里 接过他的手包 正好我去城南那边买点东西 顺路 苏默唇脚清扯 但碍于韩金梅和秦绿在场 没反驳 主要是秦绿 那丫头怪可爱的 而且一看就是心思敏感的人 他不想他现在甩脸子走了 这丫头却一晚上睡不着 这丫头还有心脏病呢 一晚上不睡 岂不是要他的命 从病房出来 苏默第一时间站住脚步 朝秦琛伸手包 秦琛低头看他 面无表情 我答应外婆送你回去 苏默似笑非笑 我是你的谁 为什么要你送 说完 伸手一把 从秦琛手里夺过手包 冷笑一声离开 苏默前脚离开 后脚秦琛揣在兜里的手机铃声响起 他逆了眼手机屏 手指画过屏幕 按下接听 说 牟川在电话那头戏谑 买房 秦琛 滚 牟川不怒反笑 而且笑得更欢 你猜我今晚跟谁一起吃的晚饭 秦琛抬眼看向电梯 不见那抹俏立身影 没风错了促 最好是什么有用的人 牟川 蒋商 秦琛 挂了 听到秦琛要挂电话 牟川忙不连喊住人 别挂 别挂 真有事跟你聊 蒋商知道你的身份了 秦琛闻言脸色沉沉 你说的 牟川吃笑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 秦琛 那是谁 单单凭蒋商的能力 不可能调查到这些 他退圈隐居多年 这次回荣城参加婚礼 那些新贵们都没有认出他 蒋商又怎么可能轻易查到 秦琛正思存 牟川倾笑出声 就是我 牟川话落 回应他的是秦琛挂断电话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秦琛乘电梯下楼 牟川给他发了条微信 老秦 我现在特别好奇 你能为苏默做到哪一步 秦琛 李奥的白菊花 你也有份 牟川没听懂 什么 秦琛和尚手机揣兜 没再回复 下电梯 快走几步去开车 苏默从医院出来后 迟迟没打到车 小县城就是这样 没有大城市那样的灯红酒绿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夜生活 偶尔倒是有几个年轻人 会去KTV玩 所以即便有跑夜的出租车 也基本会在那些地方扎堆 等了差不多十多分钟 出租车没等到 倒是等到了秦琛的车 秦琛停下车在他跟前 下降车窗 上车 苏默没理他 倔强地把头偏过了另一侧 见状 秦琛皱眉 推门下车 他腿长步子大 刚三步两步走过来 苏默垂眸屏幕上跳出两条信息 默默 蒋商那孙子让你给他回的电话 说有急事找你 哦 说是有关你那个野男人的 第82章 做局 他是认真的 野男人 秦琛 看到这两条信息 苏默眯了眯眼 瞭眼皮看向秦琛 秦琛这会儿就站在他面前 居高临下 把他屏幕上的信息 尽收眼底 可他神情淡定 半点瞧不出慌乱和心虚 两个对视了会儿 苏默觉得没意思 率先讥讽出声 你们兄弟俩挺有意思 都是一样道貌岸然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秦琛淡默接话 十块出租钱 钱货两清 坐车吗 苏默文言敏唇 这个点别说打车了 马路上四家车辆 都接近于空空荡荡 苏默沉默约默半分钟 没说话 用行动表示上了车 不过他这次没坐副驾驶 而是去了车后排 见他上车 秦琛也没躲在车外停留 绕过车身上驾驶位 打转方向盘 车行驶上路 两人谁都没说话 秦琛专注开车 苏默专注发信息 让他滚 软慧你就不好奇 他会说什么 苏默 跟我有什么关系 软慧 苏默 我跟他们兄弟俩 没有半点关系 我对他们俩的事 也没有半点兴趣 苏默信息发出 软慧那边没秒回 过了一会儿 软慧后知后觉 反应过来点什么 问 你跟野男人分了 苏默垂眸盯着手机屏 没控制住自己的表情 灭笑 压根也没在一起 谈什么分手 软慧 软慧此刻OS 祖宗 你们俩在奖商婚礼上 看对方的眼神都快拉丝了 这叫没在一起 不过这个想法 软慧只敢想想 却不敢问 斟酌了会儿 发信息 真不想知道 苏默 不想 十几分钟后 车抵达苏默住的小区 车停下 秦琛从内视镜里看他 苏默推门下车 人还没下去 秦琛扔在中控上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秦琛低头瞧了一眼 没回避苏默按下接听 喂 哪位 电话那头 李奥气笑 999朵白菊花 老秦 你 秦琛身子微侧 单手撑在方向盘上 买房 李奥 秦琛说 六十万 不讲价 李奥 秦琛隔着手机 没风促促 又道 家里家具什么的都带 确实没办法再便宜 李奥寻思过外来 吃笑 静静听他表演 果然没让他失望 下一秒 秦琛语气低了低 五十万不行 太低了 又过了一句话的时间 秦琛又开口说 明天能交易吗 我只接受全款 李奥 老秦 是不是玩太过了 秦琛道 行 我包过户费 明天见 说吧 不等李奥说什么 直接挂了电话 电话切断 秦琛低头看着黑掉的手机瓶 久久没作声 苏默看在眼里 本来准备下车的 秀眉不自觉皱了下 开口问 你真把你的房子五十万卖了 长乐县房子虽然不值钱 但秦琛那套房子 地理位置好 卖六十万 都是超低价 五十万 这价简直属于半卖白送 想到这儿 苏默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秦琛是真缺钱 如果不是真的缺钱 谁会这么建卖自己的房子 见秦琛不说话 苏默紧接着又拧没问 秦琛做手术需要多少钱 秦琛抬头 伸手摸烟盒 陈生硬 手术家后续护理 大概在八十万左右 苏默又问 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 秦琛低头点烟 卖了这套房子 还差个几万 苏默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秦琛平日里那样 刚硬的一男的 这会脸上 虽然没表现出什么 但眼底满是回暗 苏默捏捏手包 想到之前自己利用她 又想到 她这两天 帮忙照顾韩金梅 心里一软说 这样吧 你还缺多少钱 我借给你 等你有钱再还我 秦琛谈烟灰 不用 苏默 你 秦琛打断她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听到秦琛下了逐客令 苏默余下的话 噎了回去 行 该说的话 她已经都说了 她不接受 那她也没办法 苏默唇脚勾了勾 推门下车 她刚走进夜幕里 秦琛拿在手里的手机 再次响了起来 她逆了眼手机屏 瞧见屏幕上 奖商两个字 满眼含义 手指划过屏幕 按下接听 说 第83章 承认爱她 秦琛嗓音 冷得犹如脆了冰 她话音落 电话那头的奖商咬牙开口 你到底想做什么 秦琛冷笑 什么 隔着手机 奖商的声音听起来 牙根都快咬碎了 你之前就认识默默 你早知道 她是你小师妹 你早知道 她是我女朋友 你到底想做什么 相比奖商的情绪失控 反观秦琛冷静至极 你觉得我想做什么 奖商盖棺定论 这一切都是你预谋好的 秦琛 然后呢 奖商业助 然后呢 然后她也不清楚 她只知道 秦琛也是赵匡的徒弟 知道秦琛是赵匡 最得意的大徒弟 知道秦琛一早就知道 苏默这个小师妹 然后呢 然后秦琛接近苏默 是为了什么 同门师兄妹 按理说 没什么深仇大恨的 秦琛最受赵匡器重 苏默最讨赵匡喜欢 难道是为了报复蒋家 报复自己 奖商心里这会儿乱糟糟的 根本吕不清其中厉害 就在他胡乱猜测 满脑子思绪纷乱时 秦琛给了他致命一击 你猜你 为什么会突然联姻 奖商 奖商心底咯噔一下 一些无法捕捉拼凑的片段 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秦琛 你现在就可以去告诉苏默我的身份 奖商强压怒火 深吸气 秦琛道 你告诉他 他十八岁那年 去师父门前求学 师父压根没想收他 因为师父从不收女弟子 是我求师父收了他 你再告诉他 这些年 我一直不跟他见面 就是怕感情压不住一发不可收拾 你还可以告诉他 现在的一切都是我预谋好的 说吧 秦琛灭孝 奖商 我的错 只是隐藏了我的爱 你呢 奖商窒息 秦琛 你猜 为什么你跟他相爱七年 我现在才设计让你联姻 奖商心里慌乱 突然有些后悔给秦琛打这通电话 秦琛不急不缓道 我之前没拆散你们俩 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 你也喜欢他 可从半年前开始 你那颗心不稳了 奖商反驳冲口出 我没有 秦琛绩效 真的没有 奖商 半年前 叶染因为公司合作关系 开始跟他频频接触 最开始 他只是看在苏默的面子上 照拂他 可一来二去 两人之间的纠缠越来越多 两人会开始分享趣事 分享烦恼 分享一些隐私 可他真的没有背叛苏默 也没做出过对不起苏默的事 他跟叶染 一直都发乎于秦纸鱼里 紧紧 紧紧就是朋友 秦琛画壁 奖商那些狡辩的话 独在嗓子眼说不出口 都是男人 心里那点花花肠子 那点小酒酒 彼此心里都有数 话聊到这份上 其实已经完全没有聊下去的必要 但奖商还是不死心 雅生说 默默不会喜欢你 你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他 秦琛 奖商 我耐心有限 你适可而止 奖商嗓子眼骤然一紧 秦琛道 苏默我势在必得 我给过你机会 你没抓住 怪不得我 奖商挂断电话时 腿都是软的 他这会儿 正在奖家老宅门口站着 试图淡定往里走 脚下步子 却一个亮枪 险些摔倒 司机见状 忙不迭上来搀扶他 奖总 奖商抓紧对方的手 没说话 嗓子眼里全是心田 片刻后 奖商稳住情绪进门 再看到奖老爷子后 迈步上前 站在茶几前红着眼 直直看着奖老爷子问 爷爷 当初我为什么会突然被要求联姻 奖老爷子正在品茶 闻言抬头看他 脸色严肃 奖商 爷爷 我想知道原因 看着奖商失态的模样 奖老爷子将手里的茶杯重重放下 你看看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奖商不吭声 垂在身侧的手钻紧 奖老爷子踢他一眼道 这是你堂哥答应回奖家提出的唯一要求 奖商指甲掐入掌心 猴头心田更重 奖老爷子又说 他也是为了奖家和睦 你妈心思多 如果你不取一个门当户对的稳固你在奖家的地位 你堂哥回来后 奖老爷子正与重心肠说着 奖商忽然哑声打断 他是为了默默 奖老爷子眉头皱紧 另一边 苏默在进门后 踢掉脚下的高跟鞋走到沙发前坐下 细腰往后靠 刚拿起手机准备刷下朋友圈 就看到了秦晨刚刚的消息 求租房 月租不超七百的 苏默责了一声 可真穷 第84章 温水煮青蛙 苏默是洗完澡后 才想起没赴秦晨车钱 他用毛巾包裹着湿漉漉的头发 纤细指尖点开手机瓶 给秦晨发了十块红包 秦晨带头几乎是秒收 钱收了 但是没跟他说一句话 苏默垂眸 看着秦晨领取了你的红包几个字 不由得拧眉 太冷淡了 冷淡的都有些过分 跟之前缠着他的男人 简直判若两人 这种滑铁卢式的待遇 让他心里莫名有种失落感 但失落过后 次日 苏默正睡着 被双齐一通电话吵醒 双齐元气满满 满血复活 大嗓门的问他 早上想吃什么早餐 苏默睡眠本来就浅 被他这么一折腾 彻底清醒了 你回来了 双齐 今天就上班 苏默翻身起床 生煎包 要瞎人馅 再来杯牛奶 多放糖 双齐 多放糖不怕胖 苏默说出的哗啦仇恨 我不会胖 双齐哼哧唧 然后挂了电话 跟双齐切断电话 他顿了下 想起在医院里的情侣 打开化妆箱 拿了一套全新的睫毛夹 和睫毛膏放进包里 几分钟后 苏默下楼打车前往店里 路上 他忽然觉得自己 似乎应该买辆车 不用太奢侈 能代步就行 不然平时太不方便 片刻后 车抵达店里 他刚扫码付钱下车 就看到双齐阴晴的 跟什么似的 往隔壁纹身店里送早餐 几天前的受伤模样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情腻绵绵 苏默挑眉 秦琛这时给他下了鼓 苏默眯着眼 盯着玻璃门里 互动的两人看了会儿 踩着高跟鞋迈步 裙摆荡样回了小店 双齐是二十分钟后回来的 满脸的小女人羞涩 瞧见他 苏默撩眼皮 不等苏默问 他便主动说 我想了想 我还是要爱秦琛 苏默微壳 刚入口的牛奶 呛了嗓子 双齐没看出他的一样 又说 我问过那个女人了 就是那天跟秦琛 一起回店里那个女人 他说他 只是秦琛的顾客 而且我怀疑 秦琛脖子上那些痕迹 十有八九 根本不是什么吻痕 大概就是为了拒绝 我自己搞的 苏默 老实说 苏默活了三十年 为爱自我洗脑的人 不是没见过 但是自我洗脑 能洗到双齐这个地步的 着实不多 堪称洗脑界的佼佼者 见苏默一顺不顺地盯着他看 双齐急了 义正言辞说 只有弱者才会在对方 不答应的时候 选择放弃 痛哭流涕 苏默似笑非笑 那像你这样的强者是 双齐斩钉截铁说 越挫越勇 苏默没说话 朝他竖起大拇指 表示赞赏 苏默彻底放弃 拯救双齐的恋爱脑了 选择尊重他人命运 放下助人情节 有双齐在 苏默吃完早餐 叮嘱了他几句 就去了医院 他其实有心想给韩金梅 雇个护工 但知道韩金梅 肯定不会接受 在老人眼里 你可以务工 但绝对不能用护工 他不懂务工会耽误多少钱 但护工明码标价 他知道 苏默打车抵达医院时 秦琛也在 医生正在给秦绿做检查 说着手术的注意事项和大致费用 钱这方面 你们得多准备点 有备无患 对了 患者一定要注意休息 哪怕是术后 也得保证良好的睡眠习惯 我听说你把房子卖了 准备带秦绿住到纹身店 这个不行 店里人多太吵 而且你那个店熬到后半夜都是常识 他肯定休息不好 秦琛没风轻醋 已经在找房子了 医生 嗯 请快吧 秦琛 嗯 过了一会儿 医生离开 秦琛去送人 秦绿低着头看被子 眼眶通红 苏默看在眼里 忽然就想起自己六七岁那会儿无助的模样 往他病床边走几步 用手揉他脑袋 秦绿抬头 眼眶红 鼻尖也红 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苏默姐 苏默伸手将人抱抱 一切都会好的 秦绿哽咽说 我觉得我拖累了我哥 苏默提提唇 刚想安慰 韩金梅在另一张病床上出声说 默默 不行让小秦兄妹租你的房子吧 现在房子不好找 况且他们兄妹俩也没什么钱 老太太挺会建议 此情此景 苏默连拒绝的话都说不出口 他再次用手揉揉秦绿脑袋 浅笑嫣然说 我没意见 他是没意见 就怕 下一秒 病房门口响起秦琛低沉雌性 又不自然的声音响起 一个月七百可以吗 第85章 爱阁山海 山海可评 苏默纹身回头 秦琛眉头紧锁 看得出 他这是万般无奈的选择 苏默唇脚提提 仿佛被架在了道德制高点 见他不说话 秦琛又道 我还可以负责家务 洗衣做饭收拾家 苏默 成交 反正总得答应 不如见好就收 也省得气氛变得尴尬 两人在医院待了一天 晚上从医院出来 苏默坐秦琛的车 去纹身店搬东西 现在秦琛还在医院 所以只有秦琛一个人 先搬过去 车抵达纹身店 秦琛问苏默 要不要进去坐会儿 苏默抬眼看亮着灯的纹身店 担心他下去会被传飞闻 懒懒散散说 不了吧 秦琛 行 那我去收拾 见秦琛下车 苏默只见勾了下发丝说 秦琛 秦琛回头 嗯 苏默轻挑红唇 你如果不纠缠我 我这个人做朋友 其实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 两人会有一段同居日子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有些话总得说清楚 苏默话落 秦琛盯着他看了会儿 瞧得他心发虚 沉声硬 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 秦琛下车 苏默坐在车里长虚口气 不是 他明明是在做好人好事 怎么搞得他 好像都玩弄了别人感情 不想负责的渣女 另一边 秦琛进纹身店 把一套行李拎下楼 邱正今晚手电 见秦琛拎行李下楼 忙不迭起身帮忙去拿 秦琛 你租到房子了 秦琛避开他伸过来的手 嗓音清了 嗯 邱正脸上堆笑 为他感到高兴 租哪了 明天下班我过去 帮你一起收拾 到时候我们 秦琛 不方便 邱正笑嘻嘻 怎么会不方便 秦琛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做饭 我跟你说 我最近学了几道菜 手艺不错 到时候不用你给我做 我给你做 说完 邱正再次试图帮秦琛拎行李 秦琛人高 本来就不是爱笑的人 冷下脸的时候 更是让人犯储 邱正一个机灵 后知后觉意识到 秦琛不是在开玩笑 邱正用手挠头发 以为秦琛心情不好 是因为苏默和李奥在一起的原因 一脸纠结地硬着头皮劝他 秦哥 其实我早跟你说过 你跟老板娘压根就不是一路人 老板娘多角气一人 没点身价 根本养不起 还有 你 邱正话还没说完 秦琛已经拎着行李出门 邱正急匆匆追出去 就见秦琛先是走到车后排 把行李扔进去 后走到驾驶位 打开车门站了会儿 可就是这么一小话 让邱正看到 车里还坐着一个人 是隔壁店老板娘 邱正一脸愕然 慌乱中掏出手机 给李奥发了条微信 李哥 你跟七七店的老板娘 是不是在一起了 李奥那头秒回 简言结语 嗯 看到李奥的回复 邱正神情骤然变得紧张 随后抬头看向秦琛的背影 一脸痛心疾首 他崇拜敬仰的称歌 怎么 怎么就 抛弃了原则底线 为爱做三了呢 看着眼前的一幕 邱正心情复杂 有些难受 也有些难以接受 就在这个时候 李奥给他发信息 怎么了 邱正 没事 邱正OS 他不敢说啊 那可是他称歌啊 另一边 坐在车内的苏默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紧致双腿交叠 正在百无聊赖地玩潇潇乐 秦琛站在车外抽烟 低头看他 谋色忧深 他心心念念惦记了十二年的姑娘 终于跨越千里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他身边 是不是一路人重要吗 他连他不爱他都不怕 还怕不是一路人 哼 第八十六章 美女房东河租客 苏默玩了四局 萧萧了抬头 恰好对上秦琛眸色深沉的眼神 不过现在夜色已晚 再加上烟雾缭绕 瞧得不是很真切 苏默挑眉 搬完了 秦琛掐灭指尖的烟尘生硬 嗯 苏默纹身往后看一眼 就这点东西 秦琛说 我另一套房子装修完就搬走 不会住太久 苏默抵在手机屏幕上的纤细指尖点点 哦 这是跟谁急于划清关系呢 苏默此刻心里有个小人 在微妙微笑的阴阳怪气 模仿秦琛说话 我另一套房子装修完就搬走 不会住太久 略略略 回小区的路上 两人都没说话 苏默心里惦记着别的事 夜染参加的那场比赛 时间快到了 听说夜染刚被奖家给了下马威 现在全靠这场比赛 给自己争回点颜面 想争回颜面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汝人者必备汝汁 这就是一个回旋标 当你准备做恶事 就像好有一天会报应不爽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哦 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挺好笑的 直到它发生在自己身上 刀子捅不到他身上 他感觉不到疼 巴掌护不到他脸上 他体会不到那种速度与激情 车抵达小区时 苏默指挥着秦辰停车 老小区没固定车位 只要不挡行人和其他车辆通过 停哪儿算哪儿 车停稳 秦辰去车后排拎东西 苏默站在距离他一米开外的距离看他 直见他俯身攻腰 黑色半袖被撑起些许 肩宽腰间 男性魅力就这么不经意间泄露 苏默本能眯眼 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双旗之所以这么迷恋秦辰是有理由的 像秦辰这种男人 有一种说不出的认禁 不像大城市里那些精英男 西装革履 文质彬彬 有观赏性 实际上却没什么嚼头 该怎么说呢 总而言之 就是骨子里男性荷尔蒙喷张的代感 不管他是不是你的菜 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撩拨得你心思晃荡 秦辰回头时 苏默已经把视线收起去看手机 五分钟前软卉给他回了条信息 叶然比赛你真来啊 你要来 我给你搞票 苏默打字 真确 软卉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凉 谁能想到他居然会跟蒋商勾搭在一起 说实话 咱三要是一起照镜子 你跟我都有可能是小三 唯独他不可能 多清纯啊 苏默 会咬得狗不叫 做贼的人也必然不会把他是贼斜脸上 跟软卉发完信息 苏默撩眼瞧向秦辰 见他都收拾好了 转身走在前面带路 曾经他也给他这样带过一段路 两人第一次的时候 如今 今非昔比 心境也截然不同 从辟友到美女房东和租客 这个身份转变 苏默后之后 绝品出点暧昧不明的味道 则 果然 两个成年男女之间 但凡发生过那档子事 除非老死不相往来 不然就没有界线轻轻白白那一说 乘电梯上楼 一进门 苏默就找出家里的备用钥匙 扔给秦辰一份 随后细腰靠在门厅柜上 看他换鞋 双手环胸懒懒散散说 一个月七百 一月一交 住到什么时候 交到什么时候 住不满一个月 我给你按天算 秦辰 嗯 苏默又说 不准让别人知道你住我这里 尤其是双骑 秦辰半蹲身子 把他刚刚换下 踢的东倒西歪的高跟鞋 摆正 沉生硬 放心 苏默看在眼里 心肩滑过一抹酥酥麻麻 不过意样很小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秦辰说 负责所有家务 那就是真的负责 苏默进门后 在沙发里坐了会儿 去浴室洗澡 他下楼去买菜等 苏默从浴室出来 他两菜一汤已经上桌 很普通的家常菜 卖相却很惊艳 苏默眼睛亮了亮 走到餐桌前坐下 在医院待了一天 他早饿了 倒也不是医院没得吃 只是他吃饭挑剔 外面卖的东西 十有八九不合他的口味 饭后 苏默去吹头发 秦辰收拾厨房 眼看快走到房门口 苏默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了下 他垂眼眸 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 默默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安排你跟你大师兄见一面 第87章 登堂入室 信息是吉林发的 苏默看了一眼 没立即回 老实说 他对他那位指纹其声 不见其人的大师兄 没太大好感 当初赵匡去世葬礼 都没来的人 现在能出面 为他沉冤昭雪 不过 苏默也不想 薄吉林的面子 所以决定过一会再回 比如 零睡前 师母 过段时间吧 我最近店里有点忙 发信息时间 23点54分 这个点吉林早睡了 发出的信息 自然是没有回应 苏默放下手机 翻了身 侧身睡去 次日 苏默七点起床 刚睁眼就看到了 吉林的回复 尽快吧 这种事已早不已晚 苏默明白他的意思 知道 师母 被栽赃陷害这种事 想解释 确实是已早不已晚 不然时间久了 一些人的记忆就会扎根 即便你是清白的 他们也会存疑 可有些事情 就是这样无可奈何 你就算知道 怎么做最合适 现实偏偏就是有万般阻力 不让你如意 苏默一如往常起床 长发散落 睡裙肩带 都有一侧滑落肩膀 整个人瞧着慵懒至极 一觉醒来 他早忘了家里 多了个房客的事 直到房门打开的一瞬 闻到饭香 味蕾唤醒神经 他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哦 他隔壁的次卧 昨晚租出去了 他下意识看向厨房 发现秦琛正在做鸡蛋饼 利落寸头 一条黑色短裤 光着 膀子 欣赏好看的事物 是人的天性 苏默也不例外 他就这么闲闲散散 直直盯着秦琛的背影看 宽肩窄腰 肌肉线条精致流畅 实话实说 挺养眼的 不过他这份欣赏 没能维持太久 因为秦琛回头了 被打断的苏默 微不可见地皱了下眉 脉步走向洗手间 等到苏默再次出来 秦琛已经穿戴整齐 连短裤都换成了长裤 苏默瞧了一眼 似笑非笑 秦琛 秦琛放下手里的牛奶杯 嗓音滴滴沉沉 怎么了 苏默也鱼 防着我 秦琛抬眼 不卑不亢 什么 秦琛那张脸太过震惊 苏默轻挑眼尾 忽然滋生出一种 自己在挑逗对方的错觉 数秒 苏默调整状态 一本正经 没什么 那道无形的鸿沟 两人刚化清 不能再愉悦了 早饭过后 秦琛开车去店里 绕了一段路 把苏默送到了医院临下车 秦琛跟他说 下午我来接你 苏默回头 唇角含笑 十块 不是前后两清的车 他不敢坐 秦琛道 我来看秦琛 顺路 苏默 哦 这一下确实是顺路了 他看完秦琛回家 正好把他再回去 苏默说不出反驳的话 这件事也就成了默认 几分钟后 苏默进病房 韩清梅和秦琛都在吃药 苏默给两人买了早餐 等到两人吃完 收拾了残局 走到秦琛面前坐下 从包里拿出来一个睫毛夹 和一个睫毛膏 昨天就想给他的 一来二去忘了 瞧见东西 秦琛眼睛亮了亮 又有点腼腆 我不会 苏默眉眼弯弯 妩媚又温柔 很简单 我教你 另一边 秦琛开车驶出一段距离后 接到一通电话 他按下接听 电话那头的人恭恭敬敬 五哥 过两天荣城这边有个比赛 想邀请您当评委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秦琛嗓音速冷 不方便 对方陪笑 钱的是好说 主办方说 只要您肯来 他们 秦琛 我不缺钱 对方背对的尴尬窘迫 是 不过 秦琛冷漠打断 我还有事 挂了 切断电话 秦琛转手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电话接通 他沉声问 师父的事调查得怎么样了 第88章 他等了太久 秦琛话落 电话那头的人 没力气接话 紧接着 响起一阵脚步声 听着像是在找避人耳目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 对方回答 现在查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但是还不能确定 秦琛 说 对方 跟师叔有关 师叔 赵匡的同门师弟 全名叫樊六 不是外号 是真名 同时 也是苏默工作十年公司的老板 赵匡这个师门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自己的弟子 不在自己手下接活 也许是因为担心 师徒秦琛 舍不得打磨 也许是别的 反正从他们入师门就是这样 除了秦琛 秦琛是个例外 赵匡力排众议 一直都是亲自带他 直到苏默的到来 对方说完 秦琛嗓音淡漠 继续查 对方问 大师兄 你什么时候回荣城 秦琛说 该回去的时候 模棱两可的回答 对方没得到想要的答案 信心挂了电话 秦琛开车抵达文身殿时 李奥在店里坐着 邱正一脸拘束地坐在李奥身边 从秦琛进门 就对他一个劲挤眉弄眼 秦琛瞥他一眼 嗓音清冷 眼睛抽风去医院 邱正文言 书弟坐直身子 过了一会儿 故作自然起身 走到秦琛跟前 用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秦哥 李哥等你半天了 说完 不等秦琛说话 又道 秦哥 你说李哥是不是知道 你跟老板娘的事情了 秦琛侧头看他 宛如看一个傻子 滚 邱正被噎 可怜兮兮 欲言又止 最后一腔热血被姑父 搭拉着脑袋转身离开 邱正走后 秦琛瞧了李奥一眼 两人默契十足 一前一后上楼 走进秦琛的工作室 李奥坐下调侃 如愿以偿 秦琛背对着他不吭声 李奥又道 你就不怕苏莫知道真相 秦琛嗓音沉沉 答非所问 今晚有时间吗 李奥 怎么了 秦琛说 约苏莫吃晚饭 去他家里吃 听到秦琛的话 李奥有那么几秒发猛 不等他反应过来 秦琛转回 伸低头点了根烟 继续说 我给你们俩做饭 李奥惊悚挑眉 用砒霜 秦琛咬着烟蒂面 无表情道 我时间有限 你帮个忙 让他心疼心疼我 李奥寻思过外来 呼得笑了 老秦 你还能更狗一点吗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再狗就过分了 李奥细血 现在还不算过分 他都不敢想 就苏莫那样骄纵的姑娘 要是发现秦琛给他 刨了这么大一个坑 他会是什么反应 李奥说完 顿了顿 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 我有件事想不通 秦琛说 你问 李奥好奇道 你是怎么确定 苏莫一定会让你 搬去他那的 你下这么一大盘棋 就不怕哪一步横生之劫 从苏莫外婆住院 再到他能精准把握时间 碰巧遇到外婆 再到后面不经意间 让苏莫知道外婆住院的消息 再到他能顺利搬去苏莫家里 老实说 不管哪一步 都是不可控理 但凡有一步出现意外 他都不可能顺利登堂入室 秦琛垂眸掐烟 诞生说 很简单 心脏病人每到季节交换都会犯病 我之前打听过 外婆每年这个月都会住院几天 恰好勤力要做手术 我只需要提前办理住院等着就行 至于别太刻意 让苏莫知道 我算着时间掐着点不接他舅妈催脚费电话 他舅妈自然会联系他 秦琛语气平静 仿佛再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李奥听着 嘴上没说 心里暗暗同情苏莫 就这么一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他就算是个偶 长八百个新年子 都玩不过他 秦琛说着 掐灭指尖的烟抬头 至于我为什么能确定顺利搬去他那里 我提前让邱正去问了他租房子的事 又接连发了几天 仅他可见的朋友圈 他心存内疚 再加上这些潜移默化的加持 这是心理学 他必然会松口 李奥 秦琛 李奥 你不懂 我这不是城府深 也不是心机重 我是等了太久 第八十九章 城市套路深 秦琛嗓音沉沉 掐灭在烟灰缸里 烟地燃起丝丝缕屡屡的烟雾 听到他的话 李奥先是愣了愣 随后笑着摇头 你能不能告诉我 苏莫跟蒋商在一起的那几年 你都是怎么过的 秦琛诞生道 清灯古叉 吃斋念佛 李奥 忍得不辛苦 秦琛谋底闪过一抹灰暗 清朝 辛苦能怎么办 他喜欢 那会儿他喜欢蒋商 是真心实意的喜欢 满心满眼都是他 他忍得辛苦 又能怎么样 横刀夺爱 他是强势 但不想那么自私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 他有 他也有 不能因为他爱他 就断了他爱别人的念想 苏莫在接到李奥电话时 稍有诧异 他扫了眼五休的韩金煤 给玩手机的情侣 使了计眼色 走出病房门按下接听 李老板 李奥开门见山 我才知道 原来对你死缠烂打的那个男人 是纹身店的秦琛 苏莫文言挑眉 认识 李奥大方承认 认识 但不熟 苏莫 哦 不熟就行 不然他前脚撒谎 后脚就被戳破了 跟大型射死现场 有什么区别 听着苏莫漫不经心的声音 李奥又道 他这两天没在缠着你 苏莫说 没 这两天 他恨不得跟他之间划三八线 别说缠着他 就连跟他说话都少得可怜 他有时候都自我怀疑 前两天 他那骨子恨不得 把他拆了揉进身体里的劲 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 还是他自己意想的 想到这儿 苏莫忍不住嘲弄轻笑 狗男人 对感情还真是收放自如 苏莫正想着 电话那头的李奥说 男人哪有这么容易放弃 都是装的 苏莫回神 嗯 李奥 听说他搬去了你家 苏莫文言笑了 这你都知道 自然今天我去了趟纹身店 听他们店里的邱正说的 苏莫眯眼 他以为两人是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已经人尽皆知 见苏莫不接话 李奥继续说 我帮人帮到底 今晚我买点菜 以你男朋友的身份 去你家吃顿饭 彻底打消他的念想 苏莫轻笑 这么好心 李奥说 主要是叛你以后再麻烦我 这理由就有几分可信了 谁也不愿意 隔三差五 耽误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所用 苏莫没反驳 行 他也不想跟秦晨简步断理还乱 跟李奥挂断电话 苏莫轻挑了下眉梢 没想到这个人表面瞧着不热络 倒是一副热心肠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 唯恐避之不及 他还主动提出帮忙看来 倒是他之前把人想得狭隘了 大概率是 小县城的人 就是比大城市的人 从骨子里淳朴 截止到现在 苏莫还不明白一个道理 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农村路也滑 套路更复杂 另一边 李奥挂断电话 抬头看向秦晨 搞定 秦晨靠坐在办公桌上 嗡了一声 话锋一转问 我一直没问你 你当初在师叔手下 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离开 提到樊六 李奥从座椅上起身 吃笑说 陈芝麻烂骨子的事 理由早忘了 说吧 李奥转身 行了 晚上见 目送李奥离开 秦晨骨节分明的手指 扣响桌面 眸色深沉 当天晚上 苏莫坐秦晨的车回家 临上楼才跟他说 我男朋友今晚会过来吃饭 你不介意吧 秦晨垂眸看他 需要我回避吗 苏莫红唇勾笑 不用 说完 他又故作自然地补了句 我跟我男朋友感情很好 我跟他说了 你是我的租客 他很信任我 秦晨面无表情 嗯 过了一会儿 两人乘电梯下楼进门 李奥紧随而至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两男一女 戏分更是重头戏 李奥进门 苏莫慵懒地靠在门厅柜上 跟他说话 两人话刚起个头 秦晨出来招呼人 见他自然地从李奥手里接过菜 又招呼李奥落座 最后还顺手给李奥倒了杯水 苏莫不由地挑眉 这个氛围 是不是有点不太对 第九十章 扎女本扎 不等苏莫寻思过外来 秦晨已经留下一句 你们聊 转身进了厨房 秋水无痕 仿佛一切都是 他想太多 看着秦晨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苏莫坐在沙发扶手上 勾人的毛子聊了聊 这男人是真淡定 还是演技太好 李奥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真不动心 苏莫垂眸 这句话说的倒是真的 七年恋爱谈皮了 没兴趣再谈 李奥倾笑 嗯 苏莫随口问 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李奥说 他跟你一样 总去我那儿喝酒 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苏莫不甚在意 哦 正常 长乐县没什么娱乐解压的地方 KTV太乱 台球厅那些也没太大意思 李奥的小酒馆 确实是个不错的放松选择 晚饭四菜一汤 外加一份甜品 在餐桌上 苏莫亲密给李奥加菜 又柔情似水地看他 全程连一个多余的眼神 都没跟秦琛 偶有余光扫过 瞧见男人绷紧的脸 眼尾不动声色的轻条 这顿饭吃得不算热闹 但氛围也还可以 秦琛和李奥本就认识 时不时就本地的风土人情聊两句 苏莫在一旁听着 甘愿当陪衬 吃饭期间 李奥问秦琛 还不准备谈恋爱 秦琛面色淡淡说 心里有人 李奥演技逼真 洋装好奇 谁 秦琛抬眼目光扫过苏莫 又很快收回 不方便说 看到他的眼神 苏莫咬筷子尖 锈没烧你 难道真被李奥说中了 他对他依旧贼心不死 饭后 苏莫送李奥离开 两人走到楼下 李奥忽然说 秦琛这个人 其实挺可怜的 苏莫先眼皮 什么 李奥笑笑说 你难道就不好奇 以他的条件 为什么这么大年龄 还没女朋友 苏莫笑盈盈 因为家庭条件 李奥道 差不多吧 说完 李奥没再多说什么 笑了笑 今天过后 以秦琛的性子 十有八九不会再缠着你 苏莫心不在焉 嗯 目送李奥离开 苏莫折身上楼 他刚推门而入 一股紫烟味扑鼻而来 他细眉皱了皱 正想开口 就听到秦琛滴滴沉沉的嗓音传来 抱歉 苏莫抬头朝他看过去 发现秦琛向来无情绪起伏的脸上 挂着极许落寞 苏莫看在眼里 心底咯噔一下 片刻 秦琛掐灭指尖的烟网过走 眼看他就要进刺卧 苏莫皱眉将人喊住 秦琛 秦琛指不侧头 两人刚好平行 苏莫唇脚抿了抿 觉得气氛太低气压 故作妩媚的笑了笑 软腰往身后墙壁靠 似笑非笑问 你不会还对我有意思吧 秦琛低头看他 秦琛,苏莫 你这个人 没有信 苏莫 秦琛是什么时候回的次我 苏莫没回过神来 待他回神 次我门已经关上 徒留他一个人 思绪凌乱站在客厅 他抿唇 想到秦琛刚才的话 又想到刚刚送李奥 到楼下时他说的话 心里忽然有点堵得不舒服 老实说 秦琛除了喜欢他 好像也没犯什么 十恶不赦的大错 就连当初两人成为僻友 都是他主动提出的 他现在无家可归 妹妹做手术 急需浅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帮韩金梅店住院费用 他不领情就算了 还在这种时候 带李奥来家里秀恩爱 他是不是有点太渣了 第九十一章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苏莫这个晚上没睡好 直到凌晨两点 还趴在床上翘着腿 刷某短视频APP 心灵鸡汤喝了不少 睡意却是半点没有 他不是那种狼心狗肺的人 跟秦琛相处这么久 他又为他明里案里 做了那么多事 触动多多少少是有的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 那就是秦琛的家庭 如果秦琛是寻常家庭 他拒绝也就拒绝了 可问题就在于 秦琛不是生在寻常家庭 他的日子过得艰难 这一点是苏莫的软肋 在秦琛身上 他有时候就像是在照镜子他苦 却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但秦琛苦 他得咬牙挺着 因为他还有情侣要照顾 想到这儿 苏莫烦躁坐起身 用手抓了自己几下头发 他当初没事招惹他做什么 色令之婚 古人成不起我 次日 苏莫破天荒梅七点起床 凌晨四点睡得 生物中被搅乱了 上午十点 他头重脚轻起床 踩着拖鞋出客厅 走到饮水机前喝了杯凉水 像是踩在棉花上的意识 才渐渐归位 他靠着饮水机 懒懒散散打量这个家 客厅窗明激进 餐厅餐桌上放着一份早餐 刺卧门敞着 里面没人 确定秦琛不在家 苏莫细腰直了直 随即放下水杯 没吃早餐 再次回了卧室 睡回笼觉 他再次醒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 不是自然醒 而是被双齐一通电话吵醒的 他没睁眼 伸手摸过床头手机 按下接听 说 双齐小声说 苏莫姐 有人找 听着双齐刻意压低的声音 苏莫睡衣懒散地挑了下眉 高利贷 双齐没听懂发芒 啊 苏莫细血 不是高利贷 你这么小心翼翼做什么 双齐支吾吾 瞧着不像好人 苏莫睁眼 眼底是疲倦后的清明 不得不说 双齐在识人方面 有两把刷子 半小时后 苏莫打车抵达小店 他刚扫码付钱下车 就看到了玻璃门内坐着的男人 看清来人 苏莫站在门外 眼睛瞇了瞇 踩着高跟鞋进门 习客呀 苏莫率先打招呼 随手将手里的手包放下 男人看到苏莫 叔弟站起身 脸上殷勤尽十足 小师妹 苏莫皮笑若不笑 不敢当 说完 苏莫先眼皮看向双齐 把人支走 琪琪 帮我去买杯奶茶 双齐应声 什么味 苏莫说 百香果 不加糖 双齐 好嘞 承应完 双齐走到苏莫跟前 用手扯了扯他一脚 用不用我去隔壁喊人帮忙 苏莫唇脚含笑 怕我把他打死 双齐闻言 眼珠子低柳转 瞄懂 几小声 用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你等着 我给你 去把门汗死 随着双齐离开 店里就只剩下苏莫跟殷勤的男人 男人笑笑 伸手从兜里拿出一张名片状 似随意地递给他 这么久没见 我们师兄妹叙叙旧 苏莫垂眸 看向他手里的名片 眉睫 灭笑 附近 一品格销售总监 面对苏莫的轻蔑态度 父亲丝毫不以为然 相反 继续舔着一张大脸 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 我记得以前师兄妹中 我们俩关系最好 你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 喊二师兄 想当初你跟蒋商谈恋爱 也是第一个跟我分享 我还 附近正说着 苏莫冷笑打断 附近 你是不是忘了 你已经被逐出师门了 听到苏莫的话 附近脸色骤然一变 苏莫 当初私奉外企 把师父传授你的那点东西 全都泄露出去 我很好奇 你到底是怎么有脸出现在我面前的 说完 不等附近说话 苏莫又讥讽说 这难道就是 所谓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附近被苏莫对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半上 附近把手里捏着的名片放下 调整情绪 神情痛心挤手说 默默 当初的事情其实有误会 我知道 你现在还在气头上 就算跟你解释再多你 也听不进去 这样 我把名片留下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话必 附近外部离开 走到苏莫身侧时 他脚下步子顿了下 默默 二师兄不想看你把自己的才华 埋没在一个小县城 外企也好 国内企业也罢 只要能把我们的民族文化 弘扬出去 就是好企业 不是吗 苏莫文言偏过头 跟附近对视 耻笑 按照你这么说 带领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就是好国家 不如让我们国家 帮他们实现统一 附近 附近是被苏莫骂出去的 狗血喷头 跌跌撞撞 他刚走出门 正人母狗样的 扯拽脖子间的领带 发泄怒火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 速冷的声音 附近 好久不见 第九十二章 惨 还是他惨 冷漠熟悉的声音 让附近身子一僵 数秒 他转身回头 再看到纹身店门口 坐在高脚凳上 叼着烟的秦琛后 整个人瞬间绷紧 两人对视 秦琛一句话没说 狭长的毛子 隔着烟雾半眯 一秒 两秒 三秒 附近表情管理失败的脸上 强挤出一抹笑 大师兄 秦琛冷笑 大师兄 附近咬咬牙 五哥 相比附近的紧张 秦琛则十分松弛 漫不经心的 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这几年当狗的感觉怎么样 这话乍一听 挺侮辱人的 仔细听 侮辱人的感觉更重 可偏偏附近不敢反驳 还 还好 秦琛恩了一声 表情一本正经 不管怎么说 你也算是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位置 老实说 从你当初入室门开始 我就觉得 你是个当狗的好材料 附近一颗兴气的突突 但脸上笑意却没敢收 五哥看人向来准 秦琛 可惜师父他老人家心软 非得把你当人看 附近 片刻后 秦琛让附近滚 附近陪着笑脸道别离开 等到上车 脸色铁青 司机瞧见附近这样 关切开口 副总监 您没事吧 附近一把扯下 脖剑的领带扔到一旁 抬脚踹向司机驾驶为靠背 开车 妈的 是不是连你也看不起我 司机一个机灵 不敢再多说 忙不迭打转方向盘 带车开出一段距离 附近怒气渐渐冷静下来 从兜里掏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我在苏默这里 遇到了秦琛 另一边 秦琛在附近走后 掐灭指尖的烟起身 他正准备转身回文身店 身后双齐乐天派的声音 秦琛 秦琛回头 谋色沉沉 双齐蹦达着走到他跟前 手里拎着三杯奶茶 将其中一杯递给他 给你买的 秦琛冷漠 不用 双齐 你还在生我的气 秦琛沉沉声道 我从来没有跟你生气 双齐文言 眼睛亮晶晶 意思是你 不生我的气了 看着跟自己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的双齐 秦琛淡漠开口 双齐 把你的热情和耐心 留给值得的人 双齐眼巴巴 你就是我认为值得的人啊 秦琛直白道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听到秦琛的话 双齐丧了小脸 我知道 苏默解骂 秦琛没反驳 双齐撇撇嘴 他跟苏默认识 也有一段日子了 是真挺喜欢苏默的 坏话说不出口 只能说实话 苏默解是漂亮 身材也好 可你觉得 苏默解能瞧上你吗 不说别的 就你那个条件 财力恐怕都给不起 双齐说完 低下头 又小声嘟囔 我其实长得也不错的 身材也凑合 最主要的是 我不仅能瞧得上你 我还不要踩脸 秦琛 双齐 秦琛诞声开口 双齐抬头 眼神闪烁光芒 下一秒 秦琛淡漠的脸 忽然变得灰暗 声音略雅说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条件有限 他不可能瞧得上我 看到秦琛受伤 又极力隐忍的神情 双齐愕然 不是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想说 自己跟他比较合适 没有打击他的意思 双齐张张嘴 刚想开口 解释的话还没说出口 秦琛已经转身 回了纹身店 双齐 站在双齐身后 出来透气的苏默 过了一会儿 双齐回头 跟苏默四目相对 两人齐齐低头 又齐齐抬头 双齐踢脚跟前的小石子 苏默姐 我说话是不是太难听了 苏默 还好 苏默OS 你这才哪到哪啊 跟姐比起来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第九十三章 到底谁在装 秦琛的卖惨 不是明目张胆的那种卖惨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 可偏偏越是这种 越让你心里内疚难受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苏默经历了 类似于这种事大大小小 不下十次 终于 在某个月黑风高夜 苏默忍无可忍爆发了 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韩金梅韩金梅 耳提面命地说她 默默 你可以不喜欢小琴那孩子 但真不用处处为难她 给她难堪 不是 她什么时候为难过她 又什么时候给过她难堪 在医院的时候 苏默怕气到韩金梅 没敢反驳 从医院出来 她拎着手包 坐在秦琛副驾驶上 皮笑若不笑挑动红唇 秦琛 你故意给我下套呢 秦琛面无表情 达匪索问 晚上想吃点什么 苏默 我们俩谈谈 秦琛沉声 谈什么 苏默偏过头看她 红唇样笑 眼里却没多少笑意 秦琛 你能不装了吗 面对苏默的清朝 秦琛打转方向盘 没吭声 这段时间 苏默其实想了挺多 在某些事情上 她确实是有那么一丢丢丢 对不住秦琛 但男女感情这种事 你亲我愿的 真没必要闹成这样 最主要的是 她现在真的内心挺饱受煎熬的 就连双齐最近两天都旁敲侧击地跟她说 苏默姐 你如果也喜欢秦琛的话 不用顾忌我 我觉得 你们俩其实还挺般配的 般配 他们俩 她长这么大都没想过 自己会跟秦琛这种类型的男人般配 说到底 还不是秦琛在大家面前表现的 对她太过使之不渝 导致好像她现在不给他点回应 都像是她对不住他似的 苏默话落 秦琛没力气接话 过了约莫半分钟左右 她才诞声说 有什么话回家说 十多分钟后 车抵达小区 秦琛停车 苏默站在车下 帮她瞧位置 带她把车停好下车 自然地将手里的包递给她 随后交纵青台下河 转身踩着高跟鞋 率先走在前面 过了一会儿 两人乘电梯上楼 一进门 苏默就蹬掉脚下的高跟鞋撂脸子说 秦琛 你最近这段时间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秦琛攻腰换鞋 留给她一个背影 哪里过分 苏默落眼 在她利落的寸头上 本着脸说 在家里和店里处处躲着我 在医院里 又殷勤帮我照顾外婆 你让别人怎么想 秦琛不吭声 苏默又说 你这些所作所为 会让别人觉得 我就是个渣女 享受着你给我提供的种种便利 却又故意吊着你 秦琛换完拖鞋起身 依旧沉默 静止走向厨房 苏默 什么叫一拳打在棉花上 苏默现在算是深有体会 老实说 挺憋气的 看着秦琛的背影 苏默紧随其后 连拖鞋都懒得穿 白嫩脚趾踩在木地板上 急步走到厨房门口 秦琛 大家都是成年人 好聚好散 真没必要搞得这么痴缠 更何况 我从头到尾也没说过 要跟你交往 还有 我这个人向来都是面热心了 你别以为 苏默话说之半截 还没说完 秦琛回头扫了眼 她没穿拖鞋的脚 转身从厨房出来 直接将她抱起 抱到了餐桌上苏默 种下胃果 苏默这会儿还穿着长裙 秦琛人高 站在他面前 低头看他 说完了吗 自从最后一次结束 两人就再也没发生过 任何亲密举动 现在差不多十多天过去了 突然距离这么近 苏默心里莫名一景 不过苏默这个人 向来是疏人不疏症 微微仰头 面露讥讽 我说了那么多 你听懂了吗 看着苏默妩媚挑衅的脸 秦琛眸色忧深 下一秒 她身子扶了扶 双手撑在餐桌上 将她圈进怀里 靠近她耳边沉声说 苏默 你说我在装 那你呢 你果真不知道 我每天睡在你隔壁想的是什么 苏默 第九十四章 完全被拿捏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又带了那么一丝蛊惑的味道 伴随着她话落 苏默却儿翘的睫毛颤了颤 下一秒 不等苏默做出反应 秦琛已经大手扣住她后颈 稳住了她的唇 十几天 对于刚十岁之位的成年男女来说 算是矿了挺久 苏默本能想挣扎 不想她还没动 秦琛已经看出她的意图 落在她腰间的那只手翼紧 将她严丝合缝贴向她 紧接着 秦琛哑声说 不用你负责 苏默 苏默觉得自己 真的有做扎女的潜力 就好比现在 秦琛说不用她负责 她在察觉到欢愉后 就放弃了挣扎 随着这个稳伸入 她甚至还用紧致的小腿缠上了她 裙摆被撩 大手抚过 苏默整个人随之荡起又落下 咬着她耳垂丝磨 苏默 你怎么这么扎呢 苏默勾人的毛子迷离 轻咬红唇 浮浮沉沉 大概是因为矿的酒 所以这次两人历史也是前所未有的酒 事后 苏默被抱去浴室洗澡 在浴室里 苏默一句话没说 甚至目光都一直在闪躲秦琛的注视 带从浴室出来 秦琛去做饭 她坐在沙发里咬指甲 完了 这次真的完了 她刚刚怎么就没能扛得住男色 狗男人 又是卖惨 又是勾引她 摆明了就是软硬兼施 不让她好过 苏默自我反思了很久 最后闹心得实在厉害 拿起手机给恋爱经验丰富的软慧 发了条微信 问你一件事 软慧这会儿正用手机刷具呢 秒回 说 苏默 我有一个朋友 软慧 直接说你怎么了 苏默 软慧 你是不是又跟秦琛那个野男人 纠缠到一起了 苏默 软慧 抛开杂念 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 秦琛搬到苏默这里的事 苏默之前跟软慧打电话的时候 提过一嘴那个时候 软慧就断定 两人清清白白的事有关系 维持不了多久 那会儿 苏默还对她的话嗤之以鼻 软慧颇为有道行的说 你允许她搬进你家 看似只给她开了一道门 实际上 给她开了两道 苏默冷笑问 还有哪道 软慧贼兮兮的笑 你说哪道 看着软慧的信息 苏默戏美女的厉害 老实说 她并不是怕跟秦琛保持这种关系 她跟秦琛都是单身 保持这种关系 伤害不到任何人 她怕的是负责 秦琛那种男人 一看就是良家富男 发生这种事 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 可她偏偏就在跟奖商分手后 对谈恋爱结婚这种事 再也提不起兴趣 万一 苏默这个万一还没想通 秦琛那边已经做好饭菜 端上餐桌喊她吃饭 苏默撩眼皮瞧她 抿了抿唇 跳下沙发走向餐厅 三菜一汤 一如既往的色香味俱全 苏默坐下后低头吃饭 一碗米饭过半 她受不了这种 黏黏呼呼不捅破窗户纸的 暧昧气氛 抬眼看向秦琛说 我们 秦琛淡定接话 说了 不用你负责 听到秦琛的话 苏默莫名松口气 饭后 秦琛去洗碗 苏默悄然无息 尽量减少自己存在感的 回了卧室 静悄悄的 恨不得给自己穿一身隐身衣 晚上 她正趴在床上打游戏 微信界面跳出一条信息 秦琛 不用你负责 要不要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悬浮信息 苏默手一抖 没瞧见角落里的对手 直接被爆头 看着游戏里死得板板正正的自己 苏默捧着脸退出游戏 过了几分钟 她指尖 划过屏幕解锁 点开微信 点进跟秦琛的对话框 私存了话 想着 反正事情发展都已经这样了 咬咬牙 索性将渣女形象贯彻到底 也不是不行 但要约法三章 秦琛 你说 苏默 第一 不准对任何人说 我们俩的关系 第二 老规矩 如果我哪天想结束这段关系 你不能对我死缠烂打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从明天开始 你必须表现的 对我半点意思都没有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总之 不能让别人再认为你喜欢我 秦琛 成交 苏默 OK 苏默信息发出 秦琛那边没了回复 就在他以为 两人今晚这件事 算是落下帷幕准备睡觉时 卧室房门忽然被从外敲响 紧接着 门把被拧动 门外的男人阔步走了进来 静止走到他床边 俯身将他捞起 苏默 秦琛 秦琛 协议生效 第95章 齐逢对手 苏默被抱起得猝不及防 不等他挣扎 人已经被秦琛抱到了隔壁次卧 他身上的睡裙是刚换的 经过这一番折腾 裙摆被蹭到腿根 肩膀上的纤细吊带 更是滑落肩膀 摇摇欲坠黑色蕾丝 肌肤胜血 这视觉冲击不是一般的强 眼看秦琛眸色越来越暗 苏默抬腿 用白嫩的脚尖 抵在了他有昂首趋势的小腹上 两人对视 苏默红唇勾笑 妩媚中带了那么点讥讽 他这会儿已经完全反应过来 这狗男人 一直都在给自己下的套 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放过他 利用他的同情心 又色又塌 违达目的 不择手段 他怎么不成精呢 秦琛 你可真够卑鄙的 面对苏默的嘲讽 秦琛没说话 目光沉沉地盯着他看 下一秒 当着他的面脱半袖 解皮带 苏默 紧接着 秦琛一手落在腰间皮带上 一手扣住他脚踝 用粗力的大手妈撒 见他被刺激色缩 手下用力 将人狠狠拉向自己 陈生说 我以为 你会说我 下流 下流两个字 从秦琛嘴里说出来 坏得要死 偏偏他又长了一张 冷硬禁欲的脸 苏默跟他对视 无端滋生出一种 不是他真的坏 而是他自己思想 不够纯洁的错觉 就在苏默恍神的片刻 秦琛妈撒在他脚踝的大手 已经落在他腿根 他反应过来瞪他 以为他要霸王硬上弓 不想他却身子一抚 在他面前蹲了下去 苏默脚尖被迫抵在 秦琛肩膀上时 整个人都在打战 破碎的声音里 带着哭腔 看着他舒展 又看着他蜷缩 彻底结束 窗外天空已经泛起于白 秦琛抱着他去浴室清洗 他软绵绵地扶在他肩头 人都这样了 嘴还是硬的 秦琛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喜欢你 秦琛闻言 嗓子眼里一出一抹低笑 没让你喜欢 听到他的笑声 苏默脸颊红 耳朵也红 咬着下唇说 没让喜欢你还这么卖力 你可真够 真够什么 苏默没说 他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在呢 辱骂别人人格的话 绝对不说 不过他不说 不代表当事人不会说 只听见秦琛嗓音沉沉 接着他的话说 我知道 你想说我见 说完 秦琛撕磨他耳垂 刚刚舒服吗 苏默人不由得站立 感觉自己都快被他炸干了 不舒服 秦琛 那我下次继续努力 苏默 从预示出来 苏默执意要回主卧 秦琛捶眸看他 没说话 行动却是直接将他抱回了次卧 这要是换做平时 苏默绝对不会让他衬心如意 可今天他全身软得要命 撅着嘴骂了两句 人翻了个身 没了动静 睡了 半小时后 确定苏默睡熟 秦琛大手一身 将人搂进了怀里 苏默落入他怀里时 哼哼唧唧 大概是觉得不舒服 最后在他怀里蹭呀蹭呀 直到蹭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才消停次日 苏默醒来时 侧卧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慵懒翻身 仿佛被车碾压过的酸楚 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想到昨晚的一幕 苏默眯了眯眼 眸子里忽然闪过一抹脚霞 下一秒 他强忍酸楚下地 走到衣柜前 翻出秦琛一件半袖穿在身上 秦琛个子高 他的半袖穿在他身上 恰好到臀 往下 是他一览无余 白皙笔直的大长腿 过了一会儿 苏默打开次卧出门 静止走向厨房 这个点 秦琛正在厨房做早餐 苏默走到厨房门口 身子懒懒散散地往门框上一移 一瞬不瞬 盯着他背影看 秦琛听到动静回头 看到他这身穿着 猴杰明显滚了滚 苏默笑容明晃晃 人又娇滴滴 秦老板 好看吗 秦琛眼神晦暗 没吭声 苏默红唇轻挑 一字一句撩人 还有更好看的 你要不要看 第九十六章 蓝色雾饰 苏默撒娇的时候 声音嗲 嗲得能掐出水 再配上他这副风情 却不封尘的模样 能扛得住的 都是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的 随着苏默话音落 空气中暧昧流淌 过了几秒 在苏默昧眼如丝的注视下 秦琛伸手熄火 转身阔步 待他走到他灯前 苏默红唇勾笑 用纤细指尖在他胸口画圈 好奇心很重吗 秦老板 秦琛垂眸 跟苏默的勾勾搭搭不同 他神情正经 嗓音速冷 昨晚没为保你 苏默笑容骤僵 秦琛 苏默 我是个正经人 不喜欢白日轩印 苏默 偷鸡不成十把米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败下阵来的苏默 气鼓鼓地进了洗手间 秦琛站在他身后 深邃的眸子情笑 生机勃勃的姑娘 不似最初跟他相亲那会儿 淡定是装的 风情万种是装的 就连勾引他 都是装的 苏默从洗手间出来时 早餐已经上桌 他挑三拣四地吃了两口 明明都很好吃 却故意找茬 他本意是想祈祷秦琛 奈何这个狗男人 除了在那方面 其他方向 都是任由他拿捏的软包子 几番找茬下来 他自觉没劲 瞪了他两眼 低头乖乖吃早餐 饭后 苏默自行打车去七七店 他现在半点都不想跟秦琛独处 应了那句歌词 虽然含义大不相同 但用在他们 目前这种气氛里 特别合适 晚星就像你的眼睛 杀人又放火 他现在的眼睛 就挺杀人又放火的 车抵达七七店 他扫码付钱下车 刚走进店里 就接到了软慧的电话 夜让后天比赛 你什么时候来 苏默随手放下手包 坐在收音台后的高脚凳上 拧眉 后天 软慧 对啊 你忘了 苏默没否认 软慧闻声 隔着手机笑得猥琐 沉迷难色 不可自拔 连复仇大业都忘了 苏默冷笑 软慧八卦 跟我说说 你跟秦琛那个野男人 是怎么又搞到一起的 搞这个字 挺上头的 而且还不正经 苏默用指尖勾发丝 那个狗东西勾引我 软慧隔着手机 嘖嘖两声 勾引你就上勾 不像你的作风啊 老实说 你是不是对秦琛上心了 苏默翻白眼 你觉得可能 软慧笑咪咪 不好说 说吧 软慧又贼兮兮的说 秦琛那方面 是不是挺强的 我看你这样 像是食髓之味 苏默眼睛咪了咪 嘴硬 烂得要死 软慧 我不信 苏默 你问我答了 你不信 我也没有办法 苏默和软慧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话题从秦琛聊到叶染 又从叶染聊到蒋商 软慧唏嘘 别说 蒋商对叶染 还挺有情有义 比当初对你强 蒋家那边前脚 给了叶染难看 蒋商后脚 马上出资 赞助了这次比赛 则 苏默讥笑 没接话 软慧替苏默抱不平 当时你被陷害的时候 蒋商但凡站出来 替你说句话 你也不会 被逼无奈回长乐县 苏默似笑非笑 我当初离开 是因为我想离开 你以为凭叶染那点小伎俩 就能把我赶走 软慧第一次听苏默说起这件事 择舌 我就说 苏默 靠男人在社会上站稳脚算什么本事 我长得漂亮 活得更漂亮 跟软慧挂断电话 苏默第一时间订了非融城的机票 他还有些事需要准备 后天飞过去 怕来不及 订完机票 苏默吸腰靠着收音台以了话 拿起手机 找到兰倩的号码 发了条信息 蓝总 玩游戏吗 蓝倩秒回 苏默 我负责打怪 你负责辅助 俗话说得好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第97章 这个男人全是秘密 老实说 对付叶染 苏默一个人绰绰有余 但是他背后 还有奖伤撑腰 倒不是苏默 对付不了奖伤 他现在对他满心愧疚 他十点小伎俩 玩他跟玩狗一样 只是不想再有交接 他既然已经鸣狗有主 他打狗 自然就得先联系他主人 苏默信息发出 过了约莫半分钟 蓝倩直接给他打了通电话过来 苏默挑眉 指尖划过屏幕 按下接听 电话接通 蓝倩直言 你需要我做什么 苏默玩二 管好奖商 蓝倩隔着手机集气 你其实是多此一举 在你跟叶染之间 他肯定会帮你 苏默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不论帮谁 都是在打你的脸 蓝倩 在这个圈子里 家里红旗不抖 外面采气飘飘 不算什么稀罕 是大多数这种婚姻的另一半 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蓝倩不一样 他喜欢奖商 喜欢就会在乎 在乎就会想战友 随着苏默话落 蓝倩沉默了一会儿 再次开口 他诞生问 你准备怎么对付叶染 既然谈合作 讲究的就是一个信任 苏默大方告知 在叶染后天那场比赛上 蓝倩 放心 奖商那天不会出现 苏默 蓝总 合作愉快 跟蓝倩挂断电话 苏默用手机抵着下河出了会儿神 这个世界上 还真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唯有情关最难过 蓝倩多通透一人 最后也还是败在了一个情字 吃过午饭 苏默叮嘱了双旗一番 打车回家 简单收拾了下行李 前往机场飞荣城 领起飞前 他想了想 给韩金梅打了通电话 彩琳想了会儿 电话接起 传来的却不是韩金梅的声音 而是秦琛 外婆去了洗手间 苏默舌尖底背齿 哦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有事 苏默翻白眼 这狗男人 是怎么做到这么淡定自若的 你跟我外婆说一声 我有事去荣城一趟 差不多三四天左右回来 苏默着重念了那个 我字 秦琛 什么时候 苏默 现在 秦琛问 你现在在机场 苏默如实说 是啊 说吧 苏默又与其平静 学着他淡定的模样 秉承着好邻居 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说 对了 这几天就麻烦你帮忙照顾我外婆了 他可不占他半点便宜 秦琛 知道了 跟秦琛挂断电话 苏默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 合上手机 他指尖在手机壳上点了点 想到了什么 苏默轻挑眼尾 秦琛这个人 其实挺难琢磨的 情绪从不外显 半点看不透 他总隐隐有种感觉 这个男人全身都是秘密 可是 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 他又没发现 任何不寻常的蛛丝马迹 飞机从起飞到落地融成 前前后后 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苏默在飞机上戴着眼罩 睡了一觉 等到落地 他补了个妆 拎着行李箱出机场 酒店还是订个之前那家 打车抵达后 他把行李箱放下 没歇脚 以着墙壁掏出手机点 开某个废弃了800年 名为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发了条信息 帮个忙 信息发出 群里死意般的寂静 苏默轻搅勾了勾 只见在屏幕上清点 点进红包 输入数量3 然后又输入金额0 03 别问他为什么金额不输入0 01 因为红包发送有规定 单的红包金额不能低于0 01 红包一经发出 苗领两个下一秒 群里两个领红包的大冤众 出来哀吼 小师妹 玩呐 像我这种骄傲长在骨子里 烧了还有一把灰 雄鹰一般的男人 竟然有一天会为了一分钱折腰 苏默红唇清扯 气定神闲点开红包 收了另外一分钱 随后发信息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劳烦三师兄和四师兄抱个忙 我后天需要在夜染的比赛上 供放一段录音 一分钱也算钱 一分钱一分货 小师妹 你可想好了 听三师兄一句劝 发个大包 看到楚行和陆仓的信息 苏默戏谑 正想打字对两人 群里常年不说话的一个头像 出现在对话框里 交给我 苏默眨眼 大师兄 第98章 野心勃勃 这个群在苏默没入师门之前就有 可以说是有些年头了 论资历 比苏默都深 赵匡生前一共收了五个徒弟 除了被踢出师门的附近 其他四个都在群里 当初他加群的时候 还以为师门四男一女 他还长得娇滴滴 必然会是团宠 但他万万没想到 他这几位师兄都是奇葩 别说怜香惜玉 压根都没把他当女人看 有活 那是真用他干 尤其是在他出入师门 懵懵懂懂的那个阶段 他们几个简直把他当生产队的驴 哦 当然 除了他这位大师兄 思绪收回来 苏默看着突然冒泡的头像 轻挑了下眼尾 这位这是受几铃所托 毕竟前段时间 几铃几次跟他提起 想让他这位大师兄帮他一把 帮他证明清白 他虽对这位大师兄没什么好感 但基本礼貌还是要的 只肩点在屏幕上 谢谢大师兄 对方 嗯 这么冷淡 这个态度 倒是让他不由地联想到一个人 想到那个人 苏默瞇了瞇眼 狗东西 居然给他下套 因为他这位大师兄的突然冒泡 群里顿时安静如丝 苏默知道原因 退出群聊 单独又建了个小群 把楚行和陆仓拉了进去 苏默 你们俩 推送 楚行 我这叫拿捏有度 陆仓 我这叫进退自如 另一边 秦琛在给苏默回复完消息后 盯着手机屏幕久久出神 过了半晌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带电话接通 他沉声开口 你前两天跟我说评委的事 我答应了 电话那头的人又惊又喜 五哥 感谢感谢 您能来简直就是参赛者和主办方的荣幸 您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秦琛 我到场 但是不露面 对方文言语气变得为难 这个 秦琛冷声 让你很难做 听出秦琛语气里的含义 对方忙不迭裴笑音 没有没有 那 五哥 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 可以提到您吗 比赛吗 现在的比赛 不比以前是为了选拔人才 现在全是商业化 只为赚钱 万变不离其宗 有噱头才有热度 有热度才能赚钱 秦琛 可以 对方欣喜 好的好的 五哥 那您什么时候来容成 我给您安排住的地方 您看 秦琛弹幕打断 不用 我自己有住的地方 对方不敢多言 附和说 明白 明白 彼时 苏默从酒店出来 打车前往一处茶庄 见了一个人 对方二十五六岁的模样 戴着一副厚重的黑矿眼镜 素面朝天 唯唯懦懦 在看到苏默的时候 对方叔弟起身 低眉顺眼地喊了声苏默姐 苏默朝对方笑笑 示意他落座又转头 让服务员上茶 带茶上来了 服务员也退出了包厢 他唇角含笑看向对方 想好了吗 对方脸颊胀红 一双眸子不安闪躲 苏默也不急 拿起手跟前的茶杯 在手里旋转 浅笑奄然说 我不知道你入行的原因是什么 但我入行的原因 除了喜欢 除了不想看着民族文化没落 还有一点 就是我想出人头地 苏默毫不掩饰 将自己的野心说出口 对方抬眼错愕看他 苏默唇角弯笑 只要你有能力 只要你得配其位 能做人上人 为什么要屈居人下 听到苏默的话 对方眼睛里有东西闪烁 苏默品茶 红唇轻条 寻寻善诱 我这个人 野心都刻在脸上 别人想看我低入尘埃 我却偏要作傲于高强的灵梟花 对方被苏默说动心 苏默姐 可他毕竟是我师父 我怕行内的人 苏默 扳倒他 我也可以是你师父 跟着我 别的我不敢保证 但在我手里学到的东西 一定比你跟着他学到的 要多得多 还有一点 在我这儿 你做出来的东西 只会数你的名 有没有能力 那是你自身的问题 但只要你有能力 我绝对不会埋没你的才华 对方低头纠结了会儿 抬眼时眼神坚定 双手握紧面前的茶杯说 苏默姐 我愿意跟你合作 天知道 他在叶然手下做学徒七年 做出了多少出彩的七器 最后署名却是叶然 合作达成 苏默朝对方温柔一笑 安安 喝茶 第九十九章 他好穷啊 一个小时候 从茶庄出来 苏默贴心地给李安 打了辆出租车 并先踏一步 给司机预付了车钱 李安在车后排坐着 看到苏默的举动 眼底闪过某洞容 见状 苏默走到车后排窗户前 伸手摸摸他的头 后天结束 我让你做自己 李安眼眶红红 没说话 垂下眼眸 过了一会儿 目送李安离开 苏默也打了辆出租车回酒店 在回酒店的路上 他靠着车窗单手 脱塞放空 叶染一共两个徒弟 他之所以会选择李安 自有他的道理 首先 这姑娘确实有能力 也足够勤奋其次 他在叶染手下 着实被打压得厉害 一个有能力的人 在窝囊 骨子里也藏着雄心壮志 他唯一怯懦的是世俗眼光 就好比他刚刚自己说的 他背叛自己师父 以后在这行还怎么混 这种情况下 只要有人肯站出来 为他抵挡住 来自世俗的流言蜚语 他就一定会为了 自己的未来搏一搏 当然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他的确挺欣赏他 车抵达酒店 苏默付钱下车 他刚进酒店 就在大厅里 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苏默挑眉 跟那道身影的主人 遥遥相望 约莫半分钟左右 他迈步往电梯走 那道身影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 两人一前一后进电梯 苏默倾台下和看秦琛 讥讽意味明显 别跟我说是偶遇 除非他是傻子才信 秦琛嗓音沉沉 不是偶遇 我来荣城出差 没地方住 苏默 哼 这里有 别搅得宛如 他是个智障一样好骗 下一秒 秦琛从兜里掏出手机 点开一个对话框 递到他面前 苏默垂眸 在看到对话框里的内容后 神情稍缓和 秦老板 上次跟你约好的纹身 你明天有时间吗 有 实在太好了 那我们就把时间定在明天 好 明天上午11点 我去你店里 看完对话 苏默抬眼 酒店房间都满了 秦琛面部改色撒谎 周末房间比较贵 最便宜的一间七百 苏默轻笑 你来出差 对方出价应该不低吧 秦琛说 我得给秦绿存着做手术 苏默 提到秦绿做手术的事 苏默接下来依人的话 再也说不出口 电梯门打开 苏默踩着高跟鞋 率先出电梯 等走到房间门口 苏默刷卡的动作一顿 回过头看向秦琛说 你晚上不准碰我 否则就把你赶出去 秦琛眸色深深 嗯 苏默想到什么 又咬咬牙说 也不准勾引我 秦琛 放心 不会 放心 觊觎之前诸多前车之鉴 他对他没法放心 得到秦琛的再三保证 苏默这才转身刷卡 等到两人进门 苏默蹬掉高跟鞋 走到沙发前坐下 靠坐在沙发里 跟阮慧发信息 苏默这个人 向来秉承事以秘承 严以泄败 所以阮慧只知道 他要在后天比赛上对付叶染 但具体细节半点不清楚 阮慧好奇 跟他打探 说说呗 我又不会外传 你还信不过我 苏默 不可说 阮慧 小气鬼 苏默接下句 喝凉水 阮慧没想到 苏默转折这么快 回复他的 是一串省略号 苏默跟阮慧正聊着 忽然屏幕上 跳出一条视频邀请 他瞧了一眼 看到是陆仓发来的视频通话 纤细指尖点在屏幕上 按下接听视频接通 陆仓跟楚行的脸 一同出现在屏幕里 苏默看着两眼翻白眼 脸直大 一个屏幕放不下 陆仓 小师妹 你回来了 苏默漫不惊心 又懒懒散散 嗯 楚行 我那天听师母说 要给你介绍青年才俊 你喜欢什么样的 师兄给你把把关 苏默细血 红唇挑动 正想说话 就见屏幕里的两人脸色突变 接一脸愕然 紧接着 陆仓吞咽口唾沫 大 第一百章 不喜欢我 那身子呢 大什么 陆仓还没说完 就被意外闯入视频里的秦琛 一记冷眼扫了过去 两人对视 陆仓被吓得一个机灵 不等他后面的话脱口而出 坐在他身侧的楚行 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接着他的话说 大 大男人 默默 你房间里怎么会有男人 楚行和陆仓是怕 苏默是心虚 所以 在这种气氛下 三师兄妹出奇的默契 一个支支吾吾 两个含含乎 三人都试图蒙混过关 苏默 一个朋友 楚行和陆仓 哦 苏默又说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朋友 楚行和陆仓 在屏幕那端一起点头 明白 苏默化蛇天足 是我在长乐县 一个女性朋友的哥哥 楚行和陆仓 演技高超且逼真 咚咚咚 这通视频 以同门情深开始 以三十六计结束 视频挂断 苏默转头横了秦琛一眼 秦琛手里 拿着一瓶刚打开的矿泉水 神情坦然 意外 苏默 收起你的小心思 面对苏默的警告 秦琛下河紧绷 神色一秒变得黯然 我没想借机上位 苏默末地掖住 下一秒 秦琛捏紧手里的矿泉水瓶 迈步离开 看着秦琛威攻 却像是强撑坚挺的背影 苏默心里莫名泛毒 不是 他说什么了 他意外闯进他的视频 明明是他有错在先 怎么搞得好像做错事的人是他 彼时 跟苏默挂断视频的楚行和陆仓 坐在沙发上面面相去 陆仓说 大师兄和小师妹 楚行接吧 哦 偶遇吧 陆仓又说 他们还在同一个房间 楚行无措措手 随后抬头看天花板 周末房源紧张 拼 拼房很正常 对 很正常 陆仓皱眉 要不我们问问大师兄 楚行 虽说人固有意思 但我可以轻于红毛 也可以重于泰山 独独不能莫名其妙 楚行话音落 陆仓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 两人齐齐低头 陆仓手机屏幕上 跳出一条微信 管好你们俩的嘴 晚上 苏默懒得出门 直接在酒店点的外卖 外卖这种东西 大多重油重炎 他最近被秦琛把嘴痒掉了 以前也没觉得什么 今天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内心嫌弃 难以下咽他 只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见秦琛一直没说话 不想气氛太压抑 故意挑起话题问 像你这种出差一次能赚多少 秦琛接话 按小时 一小时一千五 苏默挑眉 他倒是不知道 纹绅师还能按小时收费 这么多 秦琛 嗯 苏默 按照这个收费标准 你应该存了不少钱才对 怎么能穷到这份上 秦琛放下手里的筷子 陈生说 这种只是少数 在长乐县 纹身基本在二三百 最多也不过几千块 苏默文言了然 哦 确实 长乐县人均收入偏低 自然消费也不可能跟得上 苏默话音乐 想到了什么 调整坐姿 长腿交叠 笑眯眯地看着秦琛问 在我之前 你真的没有女人 秦琛面色平静 神情认真 没有 苏默言鱼 他那张妩媚张扬的脸 低沉着嗓音反问 哪里不像 这下轮到苏默语色了 哪里不像 自然是那方面的时候不像 又撩 花样又多 怎么看都不像是第一次的人 但是这话苏默 肯定不能直接说 本来就是暧昧不明的两个人 现在又是孤狼寡女 再说这种话题 不知情的 还以为他是在勾引他 其实他就是纯好奇 好奇很久了 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 他就随口问问 话题在这个结果眼停下 苏默担心 接下来的事情走向又会失控 故作淡定地撩了下头发起身 谁知 他刚站起身 手腕就被坐在沙发上的秦琛 大手一把扣住 他低头 他在他的注视下 身子缓缓向后靠 两人一个低头 一个抬头 秦琛嗓音低啊 苏默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个人 那我的身子呢 喜欢吗 有没有让你有一点点贪恋 第101章 爱意藏在细节里 在跟秦琛对视的那刻 苏默发现个问题 他这个人特别擅长一件事 那就是用最一本正经的调调 说最暧昧浪荡的事 两人四目相对 短短不过半分钟 苏默脑海里想了很多 有真的思考过秦琛问的这个问题 也有思考别的 比如 争强好胜的心思作祟 想到他在秦琛面前 有关这方面总是屡战屡败 他这次莫名想让他落下风 秦琛 秦琛嗓音沉沉 嗯 苏默从他手里把手腕挣托 居高临下地看他 似笑非笑 那你呢 你是喜欢我长得漂亮 还是贪恋我身材好 亦或者 全都有 把他问的问题挖坑之后 再反抛给他 看他能给出什么高明的答案 他都想好了 不论他回答什么 他都一样能给他对回去 喜欢皮囊是庸俗 喜欢身体是低俗 如果都喜欢 那就是庸俗加低俗 苏默话落 好整以暇地盯着秦琛看 就等他说出答案好 对得他无地自容 可秦琛没随他的愿 在他说完后 他久久没坑上 久到苏默都以为他不会再回答时 他忽然吼杰滚了滚 神情平静 缓缓开口 我喜欢你这个人 苏默 秦琛说完 深邃的眸子盯着他看 眼神坚定中 又带了那么极许复杂的情绪 苏默被他这么看着 呼吸一致 心目明露了一拍 为掩饰自己的不自然 转身扭动细腰离开 湿湿然在空气中留下一句有病 秦琛确实是有病 而且还病得不轻 苏默从回到套房卧室 直到睡着都在想这个问题 他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他 明明知道在他身上 倾注再多精力也是屠楼 竟然还妄想通过努力改变什么 这种情况不是有病是什么 反正他活了三十多年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他对待任何感情都是一样的态度 无论是亲情 爱情 还是友情 对方爱他 他就爱他 什么感动天感动地 最后却感动不了你 放心吧 其实从始至中感动的 就只有你自己 天地压根没为你动容 一切都是你脑容量太大 内心系太多 这一晚 苏默睡得很不踏实 不知道是不是被秦琛刺激的 他梦回到了蒋商 跟他表白那天 蒋商手捧玫瑰站在他公司门口 西装革履 儒雅绅士 三百六十度 无死脚掌在了 他择殴点上 实话实说 哪怕是再一次在梦里 回忆起这一幕 他都依然会为当时的这个人心动 在一群人的起哄下 他被推到蒋商面前 他难得腼腆休难 伸手正想接过蒋商手里的玫瑰 抬眼间目光索急 忽然看到一个人 对方站在人群不远处 双手插兜 脸上无笑 又哭又冷 仿佛一个旁观者 可就是这样一个旁观者 让梦里的苏默心底咯噔一下 下一秒 对方转身离开 苏默一颗心 骤然生疼 然后那份疼蔓延到了四肢百骸 凌晨两点 苏默被疼醒了 大汗淋漓 人蜷缩在床上 紧咬着牙关 直抽抽 心没疼 肚子疼 大姨妈来了 她能清楚感觉到 有液体流动 可她却不敢动 她没带东西 过了几分钟 苏默咬着牙摸过床头的手机 拨通了秦琛的电话 彩琳想了会儿 秦琛没按下接听 但是房门外 却响起了男人沉稳的脚步声 紧接着 房门被打开 秦琛站在门外灯光处看她 沉声开口 因为是被熟睡中吵醒的 嗓音低沉 沙哑又自带慵懒 怎么了 苏默活了这么大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跃跃大姨妈 别看她平时 骄纵诱人性 大姨妈是真不惯着她 分分钟教会她做人 她挑动红唇 本意是想绷着的 但接话的声音里 还是带了哭腔 我来立架了 疼 苏默话落 站在门口的那道高大身影 明显正了正下一秒 男人开口 带东西了吗 苏默吵小声 没有 秦琛等着 没多久 门外响起男人 嘻嘻嘻嘻穿衣服的声音 秦琛是半小时候回来的 不仅带回了卫生棉 还带回了一条干净内裤 和一套纯棉睡衣 苏默汗层层的 被从被子里捞出来 她阴阴阴不想动 秦琛大手 按住她迷迷糊糊中乱动的腿 俯身稳在她额头 平日里严肃冷漠的人 温柔的不像话 低声安抚 乖 别乱动 第102章 她底气不足 苏默再次醒来时 肚子已经没那么疼了 身上睡衣换了 小妹妹也换了 她掀开被子 低头看了看 抬头时盯着天花板 一脸生无可恋 她能记得 昨晚一直有个人在哄自己 还用温热的大手 帮她揉了大半小的小腹 她只是睡得迷迷糊糊 不是失忆 这些画面虽然跟碎片似的 但在脑海里一清二楚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经此一遭 她忽然觉得自己在秦琛面前 说话底气 好像更不足了 阮慧打来电话的时候 苏默人正伤春悲秋 她按下接听 长叹口气 声音哀哀七七 说 文生 阮慧愣了一秒 开口 你被下降头了 苏默 没 阮慧 那你怎么能发出这个死动静 苏默翻了个身 情绪低落 在一阵长嘘短叹中 把昨晚发生的事 大致跟阮慧说了一遍 阮慧择舌 语气渐兮兮 感动不 苏默故意曲解她的意思 不敢动 阮慧细血 这男人道横够深的 先是攻略你诚持 又走进你内心 阮硬兼施 欲望核心理上同时满足你 苏默 阮慧 你现在的嘴脸 特别像一批人 阮慧迷茫 哪批人 苏默说 村口嗑瓜子说是非的大爷大妈 嘎嘣一声 分分钟嚼碎别人的一声 阮慧在感情上是过来人 真真正正做到了万花丛中国 片叶不沾身 他挺能懂苏默这种小纯情的心态 分析到位 直戳要害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内疚 既没办法给予对方感情上的回应 还总是时不时接受对方的好意 苏默跟阮慧闺蜜多年 没什么不能说的 大方承认 有点 阮慧说 那你现在能跟对方划清界限吗 苏默想了想 如实说 大概率不能 秦琛那个狗男人套路太多 按下葫芦又扶起瓢 他根本防不胜防 他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就是事实 阮慧 既然如此 与其一直内心挣扎 不如从容面对 男人嘛 时间久了就腻了 况且 你现在也没有谈恋爱结婚的打算 就当跟他玩玩 苏默沉默 另一边 秦琛在一家私人会所 约见了楚行和陆仓三师兄弟碰面 秦琛素冷着一张脸抽烟 楚行跟陆仓低头喝茶 头不抬眼不睁 像是恨不得把脑袋 钻进那巴掌大的茶碗里 秦琛 你们俩有什么想问的吗 两人并排排坐 文言抬头 七七咬脑袋 看着两人的反应 秦琛取下嘴角的香烟谭烟灰 嗓音淡漠说 你们俩现在也自己开店为人师了 在我面前不用这么拘谨 这要是让徒弟们瞧见了 你们以后还怎么立位 说完 秦琛再次咬上香烟 涂一口烟卷 缓声说 想问什么就问 同门师兄弟 轻如手足 没什么不能问的 秦琛把话都说到了这份上 陆仓最先坐不住了 他原本就好奇心重 这会儿可谓问题接踵而来 只见他放下茶杯 身子坐得笔直 搓了搓手问 大师兄 你跟默默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跟默默 怎么会在一起 昨晚都那么晚了 你们孤男寡女一个房间 怎么都瞧着 不像是正常关系 大师兄 陆仓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秦琛叼着烟 半眯着眼看他 并不作答 楚行健壮 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在桌下狠狠地捏了一把陆仓的大腿 陆仓吃痛 倒吸一口凉气 不解瞪向楚行 你干嘛 楚行有口难言 不能明说 隐晦提醒 其实我们对大师兄跟默默的事 也不是那么好奇 我们只是师兄妹 又不是亲兄妹 即便发展成男女朋友 也很正常 陆仓没反应过来 文言反驳 那怎么能行 我们几个人虽不是亲兄妹 但胜似亲兄妹 我们要是跟默默成为男女朋友 行内人会怎么想 人家一定会想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说吧 剑楚行不仅没附和他 还给了他一记 你快去死吧的眼神 陆仓转头 看向秦晨求认同 你说我说的对吧 大师兄 秦晨咬烟地 阴侧侧的说 对吗 第103章 扑朔迷离 听到秦晨的反问 再对上他 冷得犹如脆了冰的毛子 陆仓一个机灵 他后知后觉 反应过来点什么 但是那个感觉 又跟电光火石似的 一转而逝 快到他无法捕捉 导致他一时间 也反应的不是很透彻 陆仓 对 还 还是不对 秦晨漫不经心地垂眸 把嘴角的烟取下来掐面 陆仓 有女朋友了吗 陆仓嘴比脑子快 大师兄 你万万不能撮合 我跟默默 秦晨挑眉 楚行OS 老天爷 您要不然就劈到雷下来 给这个孽障一个痛快吧 秦晨最后什么都没说 起身离开时 走到陆仓身边 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两下 陆仓一脸猛 等到秦晨离开 陆仓茫然地看向楚行 大师兄拍我是什么意思 楚行 拍你拍得重吗 陆仓如实回答 重啊 楚行 那你懂了吗 陆仓一拍脑门 恍然大悟 我懂了 大师兄的意思 是要对我为以重任 楚行 人类进化 向来是个谜 智商 情商 参差不齐 相比于陆仓的反应慢半拍 楚行已经反应过来 是怎么一回事 人陷入沉思 那两人到底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之前没听说过 两人有交集啊 从私人会所出来 秦晨打车去了烫几林那边 几林瞧见他 情绪颇为激动 红着眼眶 一直在抹眼泪 秦晨先是给赵匡上了三炷香 随后走到客厅 陪几林坐了会儿 秦晨向来话少 基本上都是几林一个人在说 问他过得好不好 问他当年为什么会突然离开 秦晨回答 避重就轻 躺死而过 几林瞧出他不想说 用手怕压眼角的眼泪 又说 你师父临走前一直念叨你 我知道 他是想见你最后一面 听到几林的话 秦晨叔弟抬眼 几林没察觉到异常 继续说 对了 你小师妹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秦晨神情如常 听说了 几林叹口气 那丫头被你师父宠坏了 这次的事 不管怎么说 师母都希望你能帮帮他 毕竟你们是同门师兄妹 秦晨回答模棱两可 我需要调查 从几林小区出来 秦晨掏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电话接通 秦晨对电话那头的人说 调查下我师母 对方文言一愣 嗯 调查你师母 秦晨 对 但是别胜仗 对方确定后 没再多问 承认 明白 挂断电话 秦晨站在路边 用手拢着风点了根烟 抽烟间 他回想 几林刚刚跟他说的话 几林说 赵匡死的时候 一直念叨他 想见他最后一面 可当初赵匡临死前 明明托心腹给自己烧信 让他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别露面 还有刚才几林提到苏默时的态度 看似在袒护 实际上字里行间 都是在说他骄纵跋扈 种种结合起来 是他想太多 还是几林真的有问题 一根烟抽完 秦晨思绪归位 正准备去打车 揣在兜里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他低头掏出手机 在看到屏幕上 牧川的来电提醒后 按下接听 说 牧川 你在哪呢 秦晨诞声道 刚即拜完我师父 牧川细眩 你小师妹要对付叶染的事 你知道吗 秦晨不打反问 你说呢 牧川调侃 你这小师妹 真是牙子必报 就他布的那个局 必然会让那个叫叶染的 身败名裂 秦晨护犊子 那是他活该 牧川看热闹不嫌事大 又说 不过听说那个叶染 是奖伤护着的人 你说奖伤会不会 秦晨冷声 那就让他一起身败名裂 第104章 不容插错 苏默这边 在跟阮慧挂断电话后 又赖了会儿床 才去洗漱 他现在肚子 已经不像昨晚那么疼 但是思思缕缕的 还是有那么点痛感 听韩金梅说 这是遗传 韩老太年轻的时候 就是这样 他母亲谭英也是这样 想到谭英 苏默唇角轻轻扯动了下 他现在其实已经 完全记不清 谭英长什么样子了 只是模模糊糊记得 他很温柔 当然 这也可能是 他自己杜赚出来的 毕竟谭英当年 去世的时候 他才只有三岁 三岁孩子的记忆 一半真实 一半靠想象 思绪懒散发散 苏默洗完脸 及时收脸 他今天还有一件 重要的事要做 容不得他浪费太多时间 从预示出来 苏默坐在床边 拿起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电话接通 苏默带着温和笑意开口 认叔 在忙吗 苏默话落 电话那头 响起一道中年男人的声音 浑厚且沉稳 没忙 你会容成了 你阿姨前两天还念叨你 苏默 回来了 认叔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中年男人文言 连什么事都没询问 一口答应 行 你说 苏默心里一暖 也没客气 我想要周好酒店三楼的监控 最好是近一年的 日期太短 怕没有说服力 中年男人 什么手要 苏默说 今天晚上之前可以吗 中年男人笑呵呵地说 不相信你任叔的实力 下午两点签给你 苏默 谢谢任叔 对方 你这丫头 跟我还这么客气 之前的事我还没说你 发生了那么大的事 你居然一声不吭就走了 怎么 觉得你任叔年纪大了 帮不上你的忙 苏默早料到 他肯定会提着茶 也没找理由 笑着说 没有 正好那段时间累了 想休息休息 对方叹口气 行了 多余的话我也就不问了 你阿姨都警告我了 不让我给你增加思想负担 任叔就是想告诉你 说着 男人忽然哽咽了下 贫富了约莫半分钟情绪继续说 你不是没人管 不是没后盾 有什么话跟我和你阿姨说 别学 别学什么 男人没说完 耿住没在说话 苏默听着 心里沉甸甸 任叔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您放心 我不会的 男人 嗯 男人全名叫任和平 苏默之所以会跟他有交集 是因为他女儿 说来话长 长话短说 任和平的女儿是一个主播 跟苏默之前住在一个小区 网爆制抑郁症 死的那天 一丝不挂 从住的小区一跃跳了下来 那天 恰好苏默从公司回来 看到这一幕 从一众看热闹的人群中走出来 脱下自己的半袖 盖在了女孩身上 那会儿也是夏天 苏默身穿一件白色半袖 加一条修身牛仔裤 半袖脱了 里面就只剩下一件黑色裹胸 老实说 这副打扮挺不被世俗接受的 他脱下半袖的那刻 人群里也有不少男人 戏血吹起口哨 对被网爆制死的女孩 视若网闻 对他倒是热情洋溢 苏默那天站起身 冷眼逆向起哄的人群 只说了一句话 没见过女人啊 回去看你妈啊 话没素质 但人有 后来因为这件事 人和平和他太太 在处理完人血的后事后 亲自登门致谢 说他给了人血 在人世间最后的体面 再后来 双方一来二去就有了交集 跟人和平挂断电话 苏默出了话神 离开酒店去买了台笔记本电脑 等到他买完电脑回来 人和平那边办事速度 已经把周豪酒店三楼的视频 给他发了过来 看到视频 苏默给人和平回信息道谢 人和平 有事别自己扛 跟我和你阿姨说 苏默 让您和阿姨跟着我操心了 人和平 我们愿意 瞧见人和平的信息 苏默抿了抿唇 心里被温暖填满 接下来 苏默打开人和平发来的视频 挨个去看 把夜染和蒋商 同时出现在三二七房间门口的荧幕 做了剪辑 他想为自己申冤 想让夜染万劫不复 就得做好万全准备 报复这种事 就是一招致敌 不然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苏默做完全部剪辑 已经是晚上十点 秦辰还没回来 偌大的房间 只有他一个人 他伸手拿过扔在一旁的手机 想看下时间 发现屏幕上有一条未读信息 他指尖划过屏幕点进去 在看到信息后 眼睛眯了眯 夜染 默默 你会容成了 第105章 难得乖巧 默默两个字 看得苏默心里直犯恶心 他活了三十年 第一次对自己的名字 产生了审美怀疑 下一秒 苏默直接把夜染的联系方式 拉入了黑名单 他故意不回 吊着他 就是要让他这一晚 心里七上八下 睡不安稳 秦晨回来时 已经接近凌晨 苏默倒是还没睡 人盘腿坐在沙发里打游戏 听到房门响动 苏默抬眼 瞧见秦晨手里 拎着纹身工具进门 想到昨晚他帮自己的事 内心复杂 但面上却佯装着自然 才完事 秦晨回看他 眉风错了错 嗯 看到秦晨的神情 苏默轻挑颜味 他这是什么表情 嫌弃自己 苏默脑子里闪过 昨晚他帮自己换小奶奶 和卫生员的场景 觉得似乎找到了原因 他唇脚扯了扯 刚想说点什么 不等他开口 秦晨放下手里的东西 三步并两步走过来 俯身将他一把抱起 苏默 秦晨嗓音速冷 来立假别熬夜 回卧室睡觉 苏默反应过来什么 焦总轻哼 原来他不是嫌弃自己 而是不高兴自己熬夜 哼哼哼 管家婆 过了一会儿 苏默被放在床上 他大热的天盖着被子 靠坐在床头 宛如坐月子 聊眼眸看秦晨 今天闻的什么 这么久 秦晨撒谎面不改色 官二爷 苏默倾台下河接话 这个确实复杂 秦晨 嗯 苏默随口说 你有拍照片吗 我看看 他还没见过人闻这个 还挺好奇 官二爷是五财神 苏默想 让秦晨闻身的那位 十有八九是位商人 秦晨面不改色道 没拍 说完 见苏默肉眼可见的失落 话锋一转右说 两三个月后 还需要补色 你要想看的话 我回头拍给你看 苏默眼睛一秒变亮 好呀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秦晨忽然转身出去了一趟 等他再回来 手里拿了片暖弓贴 阔步走到床边 俯身掀开被子 将暖弓贴贴在了他睡衣外面 苏默 秦晨拱着腰贴的认真 利落寸头晃在苏默眼前 我问了医生说 这个可以缓解痛经 我还帮你开了止痛药 实在疼得厉害 就吃一片 还有 秦晨说着 抬头看向苏默 发现面前的姑娘 正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 两人四目相对 秦晨眸色暗了暗 大手一伸 扣住他后颈 把人带过来 低头吻在他唇角 这个吻一触即发 又浅长折指 秦晨喉解滚动 将两人拉开一段距离 嗓音暗哑说 早点睡 苏默红唇明明 不知道在想什么 难得没针锋相对 挺乖巧 哦 几分钟后 秦晨退出卧室 顺手帮苏默 吸了灯 苏默在被子里翻身 因为小腹贴了 暖弓贴的缘故 整个人都暖哄哄另一边 秦晨从卧室出去后 先是站在落地窗前 抽了根烟 随后拿起手机 点进微信 找到牧川的联系方式 给他发了条信息 闻声吗 牧川那头秒回 秦晨 我给你闻 牧川 你会突然这么好心 要知道 他之前只是想让他 帮忙闻个名字 求了他大半个月 他都没答应 现在居然主动来找自己 说要给自己闻声 试出反常必有妖 秦晨 兄弟秦深 当初说拒绝的是我 心里难受的也是我 看到秦晨的信息 牧川隔着手机 翘着二郎腿戏谑 你觉得我会信 秦晨 别废话 闻嘛 牧川 怎么 你还要指定给我闻什么 秦晨 嗯 你是做生意的 给你闻个招财的 牧川 秦晨 关二爷 第106章 墙中更有墙中手 俗话说得好 闻龙不过肩 闻虎不下山 观音闭眼不救世 睁眼关公杀人间 不管是迷信也好 还是某些信仰也罢 总之 闻声这行门道 其实挺深 牧川本来就是 做夜场生意的 在他那进进出出的 小混混不少 有关这些事 他自然也了解不少 看到秦晨的微信 他险些抱粗口 后来碍于多年的兄弟勤奋 牧川终究是忍住了 怒急返校 回复 怎么 觉得处处不如我 要对我施法了 秦晨 封建迷信不可信 秦晨这条信息刚发出 牧川那边 直接给他回了通电话 电话接通 牧川询问缘由 秦晨重新叼了根烟 压低声音 如实相告 牧川 所以说 你是准备用我的命 做你爱情的垫脚石 秦晨道 没那么严重 说吧 秦晨吐烟圈 面无表情慢悠悠的说 大不了 我给你闻个闭眼的 次日 苏默和秦晨都起来的大早 两人都藏了秘密 默契十足 吃过早餐 各自去忙各自的 苏默抵达比赛现场时 阮慧早早等在门口 瞧见他 阮慧上前递给他一张邀请函 拿着 苏默接过 轻笑 谢了 阮慧挽住他手臂 朝他翻白眼 跟我还道谢 苏默问 会不会给你惹麻烦 阮慧大波浪一撩 脸上大写着 无所畏惧 怕什么 大不了不干了 说完 阮慧笑眯眯又贼兮兮的推荡苏默 到时候 也去长乐县开一家小店 然后也相亲找个野男人 感受一下你的快乐 苏默吃笑 快乐 阮慧故作惊恶 难道你不快乐 可你的状态明明告诉我 你夜夜声歌快乐得很 两人正聊着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柔弱的声音 默默 闻声 苏默挑眉 阮慧小声骂街 不等两人转身 身后的人已经走了过来 顶着一张苍白的脸 出现在两人面前 眼眶还有一尺厚的粉 都盖不住的黑眼圈 见他这个状态 阮慧率先细血开口 怎么 昨晚心虚没睡着 夜染明明唇 一副受了莫大委屈的样子 没跟阮慧说话 而是楚楚可怜地看向苏默 默默 我昨晚给你发了信息 你没收到吗 苏默红唇弯笑 睁眼说瞎话 有吗 夜染盯着苏默看 昨末不透 他说的到底是实话还是谎话 将站了会儿 伸手去拉苏默的手 默默 眼看夜染的手就要 碰触到苏默指尖 苏默不动声色避开 微笑说 时间不早了 你不是今天还有比赛吗 去做准备吧 说完 苏默踩着高跟鞋脉步 带着阮慧 从他身侧擦肩而过 相比于苏默 阮慧脾气多抱一人 走过去的时候 还故意挑衅地撞了下他肩膀 夜染被他撞得往后亮枪了下 险些崴脚 随后咬牙攥紧了身侧的手 这边 苏默和阮慧走远 冷笑开口 你撞他做什么 脏了你肩膀 阮慧 死不能见他那副 明明是毒妇 却非得伪装白莲花的模样 苏默业余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阮慧己没弄眼 但暴力可以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过了一会儿 两人走进比赛场馆 刚进门 就见一众参赛选手 挤在一处窃窃私欲 听说这次比赛 请了五哥来做评委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肯定是真的 官方都宣传了 我好想见见五哥真容啊 这个恐怕挺难 五哥从入行到现在 见过他真容的 除了师父辈的 没几个 听着众人的议论声 阮慧问苏默 他们在讨论的是你那位大师兄吗 苏默不知可否 大概 这个圈子里 能被称为五哥的 目前来说 好像也只有他那位大师兄 阮慧 这么神秘 都没几个人见过他真容 你见过吗 阮慧跟苏默虽然关系不错 但师出不同门 对他们师门内部的情况 也不是很了解 苏默接话 没有 阮慧惊讶 不过他话锋一转右说 那正好 你今天有福了 阮慧调侃话音刚落 刚刚被他们落在门外的夜染 忽然再次出现在两人面前 不等所有人反应过来 夜染忽然扑通一声 跪在了苏默跟前 声音哽咽 眼里泪珠打转 苏默 我真的没勾引过奖伤 求你放过我 第107章 我追的他 死缠烂打 夜染这一跪 让在场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在了苏默身上 夜染跪得笔直 偏偏他整个人又是偏瘦的那种 再加上他那张略苍白的脸 让人瞧着好不可怜下一秒 他泪珠顺着脸颊滑落 紧咬着轻颤的下唇 看向苏默 看似是在囚放过 实则咄咄逼人 苏默垂眸看他 漫不经心的轻挑了下眼尾 似笑非笑 没立即说话 苏默没说话 但周围看热闹的人群里 却有人出了声 苏默 是那个苏默 就是那个 赵匡大师的得意门声 跟讲师总裁谈恋爱那个 听说不是因为偷到别人的作品 退圈了吗 这个谁知道啊 人家有的是人脉 五哥还是人家大师兄呢 这种人好恶心啊 仗着在圈子里有人脉为所欲为 别人辛辛苦苦的成果 他眨眨眼就占为己有 他也不怕遭报应 听着四周的议论声 阮慧脸色疏地一变 做事就要上前跟他争论 察觉到阮慧的意图 苏默伸手将人拦住 不紧不慢地看向叶染开口 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勾引奖伤 叶染 你 苏默细血 叶染 你这是在此地无银三百两 而且你有没有勾引蒋商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跟蒋商已经分手大半年 他现在的爱人叫兰倩 我现在的男友叫秦琛 你现在空口白鸭一句话 让四个人陷入难堪 不好吧 叶染 苏默话音落 人群里这才有人反应过来这茬 有人小声嘀咕 对啊 蒋总前段时间不是结婚了吗 跟兰氏总裁兰倩 另一个人附和 是啊 蒋总都结婚了 叶染就算真的求放过 也不应该求苏默 紧接着 人群里又有人压低声音说 不知道你们听说没 听说前阵子叶染和蒋总传出了绯闻 被蒋家和兰家联手打压了 真的假的 叶染跟蒋总 叶染之前跟苏默不是闺蜜吗 翘闺蜜抢脚 你们是不是忘了 苏默当时被举报 就是叶染举报的 有些事就像是一个毛线团 没人提 也就没人提了 只要有人扯出一个线头 那剩下的自然有人申疤 再加上那些事 压根也不算什么秘密 随随便便一扒 直接见底 叶染原本是想借助舆论杀苏默个猝不及防 让他离开比赛现场 没想到事情会突然反转 只见他垂在身侧的手钻井 跪着的被微微颤抖 脸色也越发苍白 就在这个时候 有比赛的工作人员站出来 将看热闹的人群疏散 大家怕给评委老师留下坏印象 哪怕再想看热闹 也纷纷快速散开 等到这地方 只剩下苏默 软慧和叶染 苏默半蹲下身子 轻身靠近叶染耳边 低小轻吃 这就怕了 叶染身子僵住 苏默懒散地笑 不怕告诉你 我今天出现在这儿 就是为了看你身败名裂 我原本想一招致命 谁知道 你居然还给自己家产 叶染 苏默 苏默 求饶的话就别说了 装可怜的话也生生 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 你该了解我的 我向来牙子必保 叶染当然知道 苏默是什么性子的人 正因为知道 他才害怕 他才会慌不择路 做出这种举动 叶染声音发哑 身侧的手攥紧身上的小乡风外套 苏默 我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我 苏默冷笑打断 你不容易 谁容易 叶染带着哭腔 苏默 我可以跟你道歉 苏默 我不需要口头上的道歉 你要真想道歉 那就坦然接受接下来的事 苏默在这边蹲着身子 跟叶染说话 没看到不远处 一间休息室门口 站着两道身影 一道年迈 一道年轻挺拔 年老者狐疑 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年轻那位神情素冷 不久前 说完又补了剧 我追的他 死缠烂打 第108章 秋后蚂蚱 叶染这个插曲 很快就被比赛现场的紧张气氛 覆盖翻篇 比起绯闻八卦 大家更注重 今天第一名花落谁家 毕竟绯闻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 但是在比赛中得奖 却关系到自己今后在行业内的发展 孰重孰轻 在场所有人都分得清 比赛采用淘汰制 一共三场 第一场 五十进三十 第二场 三十进十 第三场 十进三 并选出前三 不同于其他比赛 七季比赛 大家都是直接带成品来的 因为不论是平遥推光七季 还是北京七季 还是扬州七季 亦或者是福建脱胎七季 每一种 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所以 参赛者直接选择 带自己最满意的成品参赛 为了保证参赛成品的真实可靠性 必须由参赛者背后的组织 公司或师门 提供保证书 不允许个人参赛 比赛开始 第一场是小剑 参赛作品基本是首饰盒和小型百剑 北京七季参赛者作品 主要是两种工艺 一种是雕漆 一种是金漆镶嵌 扬州七季 在这次比赛中也出现了两种 彩绘和平摩罗电 另外 福建七季是福州脱胎七季 平遥七季则是推光和苗金彩绘 四大七季各具特色 作品各个都是精益求精 不过即便如此 两个小时后 还是有20位参赛者 直接被淘汰 比赛制度残酷 哪怕所有参赛者早有准备 在结果公布的那一刻 一众人还是忍不住唏嘘 就连坐在观众席的阮慧 都忍不住小声嘟囔 这50位 哪位不是行业内有头有脸的 真残酷 苏默 想要荣誉 就要受得出失败 阮慧 也就你心大 苏默 雄心壮志的路上注定满是荆棘 就像你说的 这50位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 他们明明可以在自己的舒适区待着 却非得来参加比赛 为什么 阮慧说 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呗 苏默善笑 所以说 他们来之前就料想到了所有结果 失败是常态 成功是跨越 越是成功的人 内心越是强大 不说别的 这50个人里面 肯定不会有谁 因为这次的小小淘汰 就寻死觅活 只会回去更加钻研 第二场比赛开始 是在休息半个小时后 气氛肉眼可见的 越发紧张 夜染全程心不在焉 几次视线扫过台下的苏默 苏默靠坐在观众席的椅子上 跟他对视 轻挑眼尾 暗藏挑衅 夜染咬下唇 全身紧绷 夜染是有几分能耐的 这点苏默承认 他做出的评谣推光漆气 虽细节处理不足 但在这行里 也是能拿得出手的 所以 他能进入第三场决赛 苏默毫不意外 第二场比赛 大家的参赛作品 基本都是收纳和和中型摆件 相比于第一场 更能体现出参赛者的功底和耐力 临近中午 随着第二场比赛结束 三十进时 所有参赛者都像是被扒了一层皮 中途有休息 夜染直奔后台 阮慧瞧见 用手肘戳了下苏默 不去看看 苏默面不改色 气定神闲 秋后的蚂蚱 蹦打不了多久 你信不信 他现在十有八九 是去联系奖商 夜染在荣城有多少人脉 苏默太清楚 除了奖商那个冤大头 这种情况下 行内不会有人愚蠢 到站出来保他 事实证明 苏默猜得没错 夜染确实直奔后台后 就逃出手机 拨通了奖商的电话 可惜接连打了七八个 始终没人接听 最后终于有人接了 传来的却是蓝倩的声音 蓝倩声音冷漠 高高在上 有事 夜染闻声 仅凭呼吸 不敢吱声 蓝倩又道 奖商在洗澡 叶小姐如果有事 可以两个小时后再打给她 她在洗澡 却需要两个小时后再打 这两个小时期间要发生什么 不言而喻 夜染攥着手机 扮上才从那种失重感中 找回自己的声音 强撑着笑意说 蓝总 我没事 夜染话落 蓝倩那头连个N字都没回 直接挂了她的电话 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挂断声 夜染身子忍不住发抖 另一边 苏默收到了蓝倩的信息 搞定 苏默 OK 跟蓝倩发完信息 苏默手机紧接着又震动 她垂眸 屏幕上跳出一条好友申请 五哥 第109章 自作孽 不可活 看到这条好友申请 苏默挑了下眉 指尖划过屏幕 点进微信 按下通过 紧接着 对方发了条信息给她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苏默回复 比赛结束 对方 苏默 我得让她先说的心服口服 再断她厚怒对方 知道了 瞧见对方淡然地回答 苏默忍不住瞇了瞇眼 这人还挺有意思 他以为他说出这么恶毒的话 对方大概率会对他说教一番 没想到 对方就这么坦然接受了 苏默正想着 对方又给她发了条信息 待会儿会有一个服务生找你 你直接把U盘给他 苏默迟疑 对方像是猜到了她的想法 第二条信息紧接着而至 坑你对我没好处 苏默 哦 也是 怎么说 也是同门师兄妹 坑他确实对她没什么好处 以她现在的行内地位 他坑她 只会给她脸上抹黑 想通这点 苏默唇脚弯了弯 姿态懒散地往座椅里 靠 软慧 干嘛突然笑得这么缓 苏默侧头看她 坏吗 软慧一脸正色 堵定点头 苏默云淡风气说 大概是猜到了 很快就能报仇 心里觉得痛快 软慧接话 这倒是 毕竟苏默被陷害背过大半年 一遭沉冤昭雪 是该高兴些 第三场比赛开始前 有几位带着得意门生 来参加比赛的师傅 去评委席打探 不是说今天五哥在吗 怎么不见人 是啊 我们几个人 都想一读五哥的风采 评委席方才跟秦琛说过话 最德高望重的老者慢声接话 小五在后台 人不露面 不露面 那评分方面 老者 放心 小五绝对公正 更何况 今天他的师兄妹 也没人来参加比赛 他想训私也没人 询问的几个人文言 不敢多说 陪着笑道 李老宁说笑了 老者慈爱回笑 眼里却没有多少笑意 嗯 我是比较爱跟小辈说笑 亲和力强 几个人 几分钟后 第三场比赛开始 清一色全是屏风 只剩十位参赛者 各个都是行内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公益精湛程度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 相比于其他九位 夜染的作品 就有些没什么看头 首先 没创新 就是普通的鸟语花香图案 其次 细节处理方面 不如其他九位到位 结果可想而知 他是全场最低分 评分一出来 夜染脸色顿是苍白无血色 他咬牙看向苏默 苏默朝他笑笑 当着他的面 晃了晃手里的U盘 随后交给了一个服务生 夜染 阮卉坐在一旁瞧着 也一开口 他脸都白成那样了 你还这样挑衅他 你就不怕他直接发疯 苏默轻嘲 他不敢 阮卉 怎么 苏默说 我师叔的性子我太了解 他如果敢发疯给他丢人 那我师叔 一定会让他在这行直接消失 阮卉择了一声 想到樊柳那个人 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第三场比赛结果出来后 台上前三名获得领奖 夜染趁着混乱 直奔比赛场馆门外 可惜他人还没走几步 就被两个安保人员拦了回来 夜染脸上笑容不自然 我比赛完了 我有事 需要先离开 其中一个安保人员接话 抱歉 比赛有规定 任何人不能提前离场 夜染闽唇 察觉到身后苏默注视着他的目光 头皮发麻 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唇角提了提 正想开口 再跟安保人员周旋两句 就听到身后 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唏嘘声 闻声 夜染心里一正 一股子不好的预感 油然而生 果不其然 等他回头 大屏幕上正播放着他 跟蒋商纠缠的画面 第110章 身败名裂 画面里 夜染十分大胆 在楼道里 就把蒋商一个大男人逼退到了墙角 视频中的夜染 瞧着似乎是有些醉 可越是如此 他那张清纯的脸 瞧起来越有禁忌感 尤其是 在他点脚文蒋商的那刻 唇玉直直接拉满 试问 有几个男人能扛得住这样 画面到这一步 戛然而止 紧接着 又是另一段视频 视频里 夜染全身湿漉漉的 整个人都在颤抖 身上披着一件男士西服外套 在他身后不远处 跟着皱着眉的蒋商 后来 两人一起进了327套房 再接下来 是夜染被蒋商公主抱 走在酒店楼道里的视频 她埋在蒋商怀里 人看起来 似乎都要碎掉了 宛如某个电视剧里 家主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妾室 如此的视频片段 接连不断在大屏幕上一一播放 每一段都不过火 但每一段 都让在场的成年人心知肚明 不多话 参赛席和观众席舆论四起 都这样了 还说没勾引 这个女人真的是绝了 你们注意到 上面视频剪辑的日期美 按照那个时间段来算 苏默那会儿 好像还没跟蒋商分手吧 防火防盗防闺蜜 果然 这女人绝对是高端猎人 你看她在每条视频里 都看起来很无辜 但每一条 又都在若有四无地勾引那位蒋总 听到这些舆论声 夜染将站在原地 摇摇欲坠 仿佛下一秒 就要不堪打击倒下 见她这样 阮慧比一开口 都这样了 她还在装 苏默轻笑 如果不是有如此强大的内心 她也做不出这么没底线的事 阮慧收回落在夜染身上的目光 看向投屏 视频正播放到 夜染一脸罪态倒在地上 蒋商站在她跟前 她微微仰着头 正对着蒋商某地方 这个角度 则 简直没眼看 阮慧 真是应了那句话 人质见则无敌 苏默善笑 这些视频 她昨天剪辑的时候 看了不止一遍 实话实说 虽然恶心 但也有益处 比如 她对蒋商残留的 那么一丁点感情 终于在这些视频里 消磨的半点不剩 不仅没剩 还多了几分 恶心她之前 怎么就没发现 蒋商这么喜欢 欲举还淫的调调呢 两人交往七年 说没想过发生那档子事 那是假的 红尘男女 又都是干柴烈火的年纪 怎么可能一点欲念都没有 也有那么几次 两人险些擦枪走火 可每一次蒋商 都能及时悬崖论马 原因是什么 苏默至今都没琢磨明白 当时苏默还以为 自己是捡到宝了呢 可现在瞧着 似乎是另有引擎啊 等到所有视频都播完 屏幕变黑 紧接着 一段对话声响起 默默 我当初真的不是 有心陷害你 完全是因为我爸生病了 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我没钱 恰好对家公司找到了我 他们让我陷害你 说会给我一笔钱 可我发誓 我真的没想到 后果会这么严重 我想着 以你在这个圈子里的名气 解释一下 肯定就能大事话 小小说话了 这些话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怕你怪我 我没脸见你 我怕你不原谅我 对话声结束 现场一片哗然 这个叶然也太毒了 苏默原来 是被陷害的呀 我就说 凭他在推光漆漆上的造诣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又是抢闺蜜男友 又是陷害闺蜜退圈 这种人真不是一般逮捕 以后圈子里 谁还敢跟他做朋友啊 做朋友 做同事 都会胆战心惊的程度好吧 就在在场的所有人 以为事情到底结束时 一个看起来 其貌不扬的女孩 拿着话筒走上了比赛台 人唯唯诺诺 连说话声音都是抖的 我 我要指控我的师父叶然 他 他霸占我的作品 不 不允许我署名 还 还拿我的作品 参加各种比赛 叶然 李安 第111章 匠人耻辱 叶然这一嗓子 歇斯底里又满是委屈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他身上 见所有人朝他看过来 叶然呼吸一致 眼眶瞬间通红 紧接着 叶然咬着下唇 看向李安 看似是痛心疾首 实际上眼底却全是警告 李安 我平时待你不薄 你为什么跟外人 联合起来陷害我 陷害 这话听着 是全盘否定了 刚刚的视频剪辑和录音 面对叶然的质问 李安握着话筒的手收紧 直直回看他 足足七八秒 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闭了闭眼 在睁眼时 神态和语气 皆十分笃定 我没说谎 从前年开始 我师父就一直在用我的作品参赛 而且在公司内部 还一直打压我 扑恶我 说着 李安用手指向第一场比赛 石叶然用的手势盒 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李安这话一出 比赛现场分为越发沸腾 因为这下不单单是跟叶然个人有关 就连樊六的公司和工作团队 也会跟着遭殃 毕竟樊六可是为叶然这场比赛 签过保证书的 拿徒弟的作品参赛 还不允许徒弟参赛 这个叶然 真的是刷新了我的三观和底线 这下樊师傅的公司恐怕 樊师傅的公司 背骂名算什么 有樊师傅坐镇 还有那么多大师级别的七七师呢 可怜的是 现在樊师傅公司 还没混出名堂的七七师 如果他们短时间内 被禁止参加各种比赛 那他们的晋升录 不论哪一行 有晋升才有拼搏的动力 降人降薪 但前提也得是解决温饱 埋头苦干这套 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淘汰了 现在七七这行 也主打一个与时俱进 赛场里一众人闹哄哄 忽然坐在评委新年纪最大的老者开口 小姑娘 你凭什么证明 这个参赛作品出自你的手 李安身吸气 出自我手的七七 我都会在不起眼的地方 刻上我姓氏的缩写L 各位老师不幸的话可以看看 李安话落 老者给一旁站着的主持人识眼色 主持人会议 走到叶染参赛的首饰盒前拿起 正准备低头去看 叶染忽然情急之下开口 李安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 你明知道 我一直都有在七七上 留男友姓氏缩写的习惯 我男友也姓李 你 叶染说的情绪激动 李安闽纯打断她的话 师父 我压根没在七七上刻过我的心 叶染 事情发展到这步 即便是傻子 也看明白 孰是孰非 叶染听到李安的话 如遭雷击 整个人踉枪往后倒退了好几步 好在站在他身侧的安保人员 伸手将他扶住 他才勉强稳住身形 我没有 我没做过 我是被冤枉的 即便到了现在 叶染依旧满脸委屈 哽咽狡辩 只可惜 能来参加今天这个比赛的 个个都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 行业内的那些小酒酒 那些肮脏事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所以即便 他演得再逼真 也没人买单 更没人同情 七七这行不比其他行业 大部分入行的人 靠的全是一腔热爱 一名七七匠人 辛苦学艺 叛的 就是能够一招出师 可就是因为 有叶染这种人 多少像李安这样的徒弟 永无出头日 最后结果 叶染被踢出比赛 樊六的团队 竞赛三年 比赛散场 所有人参赛者和观众席的人 纷纷离场 阮慧板着脸 为苏默抱不平 不是 这就算完了 这也太便宜他了 苏默神情平静 水波炼烟的毛子半咪 瞧不出真实情绪 杀人不过头点地 今天以后 叶染在这个圈子里 会被彻底除名 阮慧 他真是我们匠人界的耻辱 苏默似笑非笑 像他这种人 在哪一行都有 而且不在少数 说完 苏默起身 走了 苏默前脚离开 后脚隐秘在光亮里的 两道人影走出 牟川细血 你女人下手挺狠啊 这下这个叶染 和他那个前男友奖伤 怕是要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秦琛嗓音速冷 他是受害者 牟川 走 秦琛面无表情看他 纹身吗 第112章 蛛丝马迹 秦琛画风转得太快 让牟川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待他反应过来 嘴角抽了抽 非闻不可 秦琛 招财宝平安 牟川 说人话 秦琛低头点了根烟 老牟 我今年32了 想三年爆粮得抓紧 牟川被气笑 然后呢 秦琛神情淡淡 一本正经胡说 闻个官二爷 其实挺帅的 你想想 你以后的女朋友 如果看到你后辈的官二爷 一定会被你的男性魅力折服 牟川 什么样的女朋友 会站在我后面跟我搞 说到这儿 牟川想到了什么 全身一个机灵 挺风流自意的男人 这会儿不顾形象 骂骂咧咧 苏默这边 他跟阮慧刚 走到停车场准备上车 就被突然不知道 从哪里冲出来的叶染 拦住了去路 此刻的叶染 状态有些疯癫 妆容凌乱 眼里全是不加掩饰的怒意 苏默 你今天害我身败名裂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不妨告诉你 我就是跟蒋商睡了 他不跟你上床 去跟我睡 你猜为什么 你知道我最恶心 你哪一面吗 就是你明明跟我一样 家庭条件不好 原生环境差到要命 但你偏偏就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还有 我跟你一起拜师 赵匡当年为什么 收你不收我 还有蒋商 你是不是忘了 当初是我先认识他的 叶染跟着了魔一样发疯 苏默冷眼看他 不接话也不反驳 最后还是阮慧看不下去了 破口大骂 你有病吧 你要说当年拜师 我还想过 拜入赵老师门下呢 不得看赵老师收不收吗 这跟默默有什么关系 还有蒋商 大姐 你是不是苦情吸引太多 把自己也骗了 什么叫你先认识的蒋商 蒋师跟我们是合作伙伴 按照你这个理论 他跟业务部王姐最熟 那他是不是最应该 跟王姐是一对 叶染被阮慧对得无法反驳 最后恶狠狠地盯着苏默 忽然冷笑说 你跟你师父一样都该死 当初弄死他的时候 就该连你一起弄死 听到叶染的话 苏默和阮慧脸色巨湿一遍 苏默输地上前 一把拎住叶染的衣领 你说什么 叶染激笑 见苏默平静的情绪变得激动 往他脸跟前靠靠 嘲弄说 你不是一直都怀疑 你师父的死不是意外吗 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 确实不是 你师父是背 背什么 叶染余下的话戛然而止 然后大笑 苏默抓着叶染衣领的手攥紧 一双风情的毛子 骤然变得尖锐 正想逼问 叶染突然从他手里挣脱 往后退了几步 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说 我凭什么告诉你 说着 叶染讽刺 苏默 你有本事自己去查呀 苏默愤怒 叶染 你都知道些什么 叶染 不管我知道什么 我都不会告诉你 叶染整个人瞧着像是癫狂 说完这句 又再次走到苏默跟前 声音压低 用仅两人能听到的分配说 苏默 你都不知道 你师父死的时候有多惨 哦 对了 你师父临死 还一直求害他的那个人放过你呢 说你是无辜的 苏默 跟他有什么关系 赵匡为什么会求害他的人放过他 苏默一直都以为 赵匡的死跟行业竞争有关 如今听到叶染的话 整个人思绪乱成了一团 见苏默向来淡定的神情变得波动 叶染目的达到 绩效离开 瞧见他要走 阮慧迈步冲上前响拦 被苏默一记眼神阻止 等到叶染走远 阮慧低声开口 你怎么不让我拦着他 苏默吻了吻情绪说 他有多大能力 我们心里都有数 他即便知道真相也没用 因为他必然不敢说 阮慧 那怎么办 苏默抢脱自己冷静 从长记忆 越是这种时候 越不能自乱阵脚 按照叶染的说法 害赵匡的人 跟他应该也是熟人 他身边的熟人 会是谁 苏默正乱七八糟的响 揣在兜里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苏默浅吸一口气 掏出手机扫向屏幕 在看到是来自 蒋家老宅的电话时 神情冷漠按下接听 明知故问 你好 哪位 第113章 惹乱子了呢 在接电话之前 苏默就猜到了 打电话的人是谁 果不其然 在接起电话后 就听到了 蒋老爷子威严的声音 苏默 闻声 苏默嘴角掀起一抹清潮 蒋老爷子 你跟阿琛在荣城 明知故问 苏默应声 是 蒋老爷子说 晚上加夜 你跟阿琛一起回来 听到蒋老爷子的话 苏默挑眉 本意是想拒绝 但话在舌尖打了个转 笑着接话 好 跟蒋老爷子挂断电话 苏默转头看向阮慧 你先送我回酒店 阮慧拧没看他 听到了他喊那声蒋爷爷 不由得为他担忧 蒋老爷子 苏默嗡一声 眉瞒着阮慧 让你待会儿去蒋家 漂亮的手指拖下盒 故意呈现出一抹懒懒艳艳的胶态 鸿门艳呢 瞧见苏默这样 阮慧忍俊不惊 眼底的那点担心 瞬间就散了 蒋家是龙坛虎穴 眼前这姑娘 也不是什么善茶 过了一会儿 阮慧开车 把苏默送到酒店 苏默推门下车 走之前递给阮慧一张名片 留着 有备无患 阮慧接住名片 胡一看他 嗯 苏默说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你今天跟我一起 出现在比赛现场 我手里的邀请函 又是你给我的 我四前想后 还是怕连累你 阮慧感动之余又业余 所以 你提前给我找好了后路 这绝对不可能是临时起 而是他一早就安排好的 苏默 朋友为我两肋插刀 我也不能看着朋友身陷泥潭 更何况 这泥潭 还是因为我踩进去的 阮慧用手叙叙握拳去捶苏默 我就知道 我没看错人 苏默样笑 我四师兄的公司 他会给你安排合适的位置 阮慧跟苏默闺蜜 关系也有六七年了 没跟他虚伪客气 行 我今晚回去就跳槽 苏默打去 晚上不行 我四师兄夜生活比较丰富 阮慧 哎呦 这不撞他心卡上了 是好相同啊 跟阮慧分开 苏默乘电梯上楼 下电梯 他掏出手机 给秦琛发了条微信 在哪 秦琛 纹身 苏默 还纹 秦琛那头发的张照片过来 苏默点开放大 瞧见了他在纹的东西 一串字母 好像是某个人名字缩写 见秦琛在忙 苏默也没说太多废话 简言结语 把蒋老爷子的话 跟他复述了一遍 说完 苏默顿了顿又补了句 十有八九是冲我来的 你算被我殃及的驰鱼 秦琛回复 一个小时后 蒋家老宅门口碰面 苏默 OK 收起手机 苏默刷卡进房间 他走进卧室 从行李箱里 拎出一件香槟色丝滑长裙换上 化了个媚态十足的妆 转手给李箱赚了两万 又发了条信息 出去散散心 现在就走 别在容成呆着 李箱那头秒回 苏默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默 别多想 等你散心回来 直接去长乐县找我 说会收他为徒 就一定会收他为徒 苏默这个人 生活里懒是懒了点 但其他方面 主打一个言出必行 说到做到 收到苏默第二条信息 李箱明白了他的用意 将两万退回 发信息 我直接去长乐县等您 苏默 师父的话也不听 你这么叛逆 我以后怎么管你 紧接着 苏默再次将李箱退回的 两万发给他 这次李箱倒是收了 回消息 谢谢师父 苏默 乖 师徒温情没能持续太久 因为苏默这头 还有一堆烂摊子 需要收拾几分钟后 他从酒店出来 打车去蒋家老宅 车抵达 他父前下车 刚走两步 就看到了站在 蒋家老宅门口的秦琛 两人四目相对 苏默踩着高跟鞋走过去 轻易挽住他手臂 柔软的身子往他身上靠 吐气如蓝 伴随娇滴滴的笑声 秦老板 怎么办 我给你惹乱子了呢 第114章 他的一切 他都爱 苏默今天这个态度 相比于前两天 可谓一反常态 这要是换成别的男人 肯定会吃不消 他这阴一阵阳一阵的性子 可偏偏秦老板 接受能力超强 不论他是骄纵 还是撒娇 亦或者勾引他 他全都能一秒适应 并全盘接受 肩脚凑到他耳边暧昧吹起 秦老板 秦师傅 我发现你定力超好的 秦琛侯解滚动 嗓音低沉 还可以 苏默笑盈盈 是吗 苏默说 这句话的时候 眼底闪过一抹脚霞 秦琛见状 猜到他接下来 怕是要使唤 果不其然 苏默接下来往他怀里一威 对他勾勾答答说 如果我待会儿 扛不住蒋老爷子的威严 我就说 已经怀了你的仔 苏默其实就是说笑 谁知 下一秒 想得美 几分钟后 两人食指向寇 出现在蒋家老宅客厅 两人一进门 就对上了承安怨毒的目光 他不敢对秦琛表现太过 火力全集中在苏默身上 偏偏苏默笑容明媚 装傻充棱 不仅没被他镇住 反倒把他气得不轻 二婶 好久不见 苏默主动开口 颇有山不向我走来 我就向山走去的意思 承安没想到 苏默会跟他打招呼 嘴角抽了下 面部表情一时间有些僵 笑 笑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坐着的蒋老太太插话 打破了这场僵局 默默来奶奶这里坐 蒋老太太边说 边朝苏默招手 带苏默走上前 一把将人拉住 把人带到自己跟前小声说 今天在比赛场上发生的事 我都知道了 苏默眉眼含笑 无惧无畏 嗯 蒋老太太 怕不怕 苏默用手捂着嘴 同样小声跟蒋老太太说 怕 奶奶你得护着我 蒋老太太 知道怕还做 苏默实话实说 眨眨眼 小模样委屈巴巴的 我咽不下这口气 蒋老太太叹口气 这时是蒋商对不住苏默 苏默紧接着又说 奶奶 您会护着我吧 虽然我现在不是您二孙席了 但我是您大孙席啊 蒋老太太被她的理直气壮气笑 伸出手指戳她脑门 没接话 蒋老太太跟苏默行为亲密 成岚在一旁看着脸色铁青她 至今都不明白 苏默到底是怎么入得蒋老太太的眼 从蒋商第一次带苏默上门 蒋老太太对她就喜欢得不得了 一个没背景 无父无母 甚至还长相颇为妖艳的小姑娘 怎么瞧都上不了台面 想到这儿 成岚又忽然松了口气 还好 蒋商跟她分了手 凭她今天那些手段来看 不仅妖艳 还不是个善茶 豪门大户的 音音艳艳绯闻多了去了 都像她这样闹 脸往哪儿搁 可她没想想 这压根就是不要脸 能做出来的事 脸都不要了 还想着脸往哪个 这根既当BZ 又离贞洁排方 有什么区别 客厅气氛刚刚缓和 蒋老爷子带着蒋商 从二楼走了下来 蒋老爷子神情威严 蒋商神色落寞 蒋老爷子走到沙发前 主人位置坐下 沉申开口 今天这件事 回头召开个记者会 苏默站出来道个歉 认个错 就说那些视频是合成 其他的事 蒋家会想办法摆平 蒋老爷子话落 苏默细眉竖起 他来之前想过 蒋家会使些下作手段 但没想到会这么下作 看到他的反应 承栏眼底闪过一抹得意之色 苏默瞧他一眼 又去瞧低着头的蒋商 眸底闪过抹嘲讽 红唇轻条 正欲开口 一直坐在单人沙发上的秦琛 忽然啪的一声 不合时宜的滑动打火机 打断了他的话 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下一秒 秦琛冷声开口 我坐在这儿 是不是像得死人 第115章 要不要亲亲我 秦琛话落 客厅里顿时安静如丝 蒋老爷子跟他对视 脸色难看 蒋家家教严苛 这些年 一向是他独断专行 还从来没有哪个小辈 站出来反驳他的话 就更别提秦琛说话 还这么难听 爷孙俩僵持了会儿 坐在一旁的成蓝 抿了口茶水说 阿琛 爷爷这么做也是为了蒋家好 毕竟 秦琛 蒋家好不好 跟我有关系 说完 秦琛没看成蓝一眼 只直直看向蒋老爷子 我这30年 好像没沾过蒋家一点光 蒋老爷子 握拐杖的手一紧 这是蒋老爷子的痛 儿子为了一个女人 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最后 车祸死在了外面 孙子孙女这些年 他看都没看过一眼 说心里半点没亏 那是假的 只是他心里有 没被戳破 他尚能藏着掖着 如今被秦琛这么刨开 放在明面上 他感觉自己那颗 本就老年丧子千疮百孔的心 被拉出了血丝 湿漉漉 血淋淋 秦琛这两句话铿锵有力 苏默坐在蒋老太太身边 刚挑起的红唇鸣警 一双水眸 无端轻颤 第二次了 这是秦琛第二次 这样明目张胆 护着他 苏默心里忽然有些狐疑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么坚定不移 无惧无畏护着他 要知道 即便是当初 跟他相爱七年的蒋商 都没做到这份上评时 如果遇到蒋家长辈 对他不满 当然主要是承岚 他也只会私下安抚他 让他忍气吞声 气氛到此 承岚看出了 蒋老爷子脸上的难受 担心蒋老爷子会妥协 出声说 爸 这件事确实是小商做的欠妥 但你想想兰倩那边 如果这件事被做时 兰家那边恐怕 提到兰家 蒋老爷子皱了皱眉 兰家和蒋家联姻 是强强联合 两个小辈儿 有没有感情 另一说 私下有没有相好 也另一说 毕竟在他们这个圈子里 这又不算什么大事 但如果绯闻闹到明面上 让对方挂不住脸 那 蒋老爷子正权衡利弊 坐在蒋老太太身边的苏默 忽然开口 二婶 你说兰倩呀 我之所以 这次能这么顺利的 在比赛场上揭发夜染 就是兰倩跟我合作的呢 成兰 蒋老爷子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苏默这次揭发夜染的事 兰倩居然也在背后出了理 见几个人脸色突变 苏默抬起一只手 捏自己精致如玉的耳垂 笑淫淫的 看向当事人蒋商 如果我是蒋总 那我这会儿 就去附近请罪 万一 万一什么 苏默没说 不过他笑容惹眼 能让人联想到后面的 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苏默看向蒋商的时候 蒋商也回看他 两人对视 相比于苏默眼里的嘲弄 蒋商眼里 全是浓得划不开的难受 蒋商喉结滚了滚 想开口说点什么 被坐着的成兰 一把扣住了手腕 成兰瞪他 你疯了 蒋商 妈 我 成兰恶狠狠地道 你还嫌家里现在不够乱 蒋商咬牙闭上了嘴 瞧见这一幕 苏默灭笑收回视线 他当初到底是瞎了哪只眼 才看上这么一个玩意儿 果然 这人啊 只要是荷尔猛分泌太多 就会无端给一个人度了光 实际上 等你不爱的时候再回头看 他不过也就是普通人 也不过只是云云众生 眼看客厅气氛凝固 蒋老爷子皱着眉开口 这件事从长计议 成兰文言极了 爸 这件事 蒋老爷子冷声打断他的话 我累了 从蒋家老宅出来时 苏默心情不错 红唇勾笑 眉眼弯弯 蒋老太太留他跟秦晨吃晚饭 他没拒绝 秦晨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也很让他愉快 秦晨说 奶奶 他在这里吃不下饭 则 这话听着是珍重听 简直就是他的最佳嘴涕 可不是吗 他在蒋家老宅这个地方 看着蒋商和成兰两个烂人 根本吃不下饭 即便强吃下 也会消化不良 想着想着 苏默忽然止步 看向跟在他身后的秦晨 从蒋家出来 这个男人就跟自己保持着 一步之遥的距离 他也停下他迈步走到他跟前 点脚轻笑 骄傲台下河 像是恩赐又带了那么点勾引的味道 秦晨 你要不要亲亲我 第116章 上赶着找骂 要不要亲亲他 苏默像个妖精 在夜幕下活色生香 苏默化落 下一秒 秦晨如他所愿 大手勾住他的妖王起提 低头落稳在他唇角 老实说 这样的秦晨 挺能满足女孩子某种私欲的 就是那种每个女孩子 深藏在心底想搅情 想当小做精的私欲 一个男人又冷又硬 偏偏对你宠着 惯着 悉听尊便 任你为所欲为 这种感觉 简直不要太好 一吻结束 苏默红唇勾笑 晶莹剔透的指尖 摸秦晨侯杰 又勾着他下巴逗弄 秦老板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什么 苏默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 苏默拧没回头 跟坐在车里降下车窗的蒋商视线 撞了得正正 四目相对 蒋商眼底痛苦明显 瞧见他这副样子 苏默挑眉 轻蔑笑笑 恶心人的事都让他作变了 转头他还难受伤了 这世道 去哪说理去 许久 蒋商哑声开口 默默 我想跟你聊聊 苏默善笑 没动也没上前 聊什么 蒋商握紧方向盘 视线越过苏默 看向秦晨 实话实说 他不甘心 他爱了七年的姑娘 在他身边陪伴了七年的姑娘 最后却千娇百妹地 依偎在其他男人怀里 胸口一抽一抽的疼 见苏默始终站着不动 蒋商推门下车 见状 秦晨眸底闪过一抹利色 想拉过苏默挡在身后 却听到苏默先踏一步说 你站在这儿等我 他倒是想听听 他还能说出什么厚颜无耻的话 秦晨冷声 嗯 跟秦晨说完话 苏默踩着高跟鞋 走到了蒋商面前 双手还凶 柔情似水的眸子里 刻着鄙夷和嘲弄 苏默眼神太过直接 蒋商方才还冲动的气势 这会儿一下就弱了下来 许久 他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 我没跟叶染睡过 苏默谢谢 然后呢 蒋商说 你信我 苏默轻吃 你有没有跟叶染睡过 跟我有什么关系 蒋商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而且 你已经结婚了 你法律上的合法妻子叫兰倩 蒋商 苏默 蒋商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 但你既然今晚执意追过来找骂 那我不骂你两句 好像对不起我们七年的感情 你跟叶染有没有睡过 说实话 我一点不关心 我就问你一句 在我们交往期间 他屡次对你示好 你知不知道 他是想勾引你 蒋商为自己辩解 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他可怜 我 苏默讥讽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说谎 蒋商业注 苏默说 蒋商 我们都是成年人 在有爱人的情况下 该跟其他异性 保持什么样的尺度 还需要我教你 面对苏默的指控 蒋商抬手 扯脖子间的领带 他突然觉得 今天领带绑得太紧 窒息 苏默 说白了 你就是享受这种感觉 蒋商被戳破心思 扯领带的手一顿 两人怎么说 也是在一起七年的人 一点细枝末节的东西 都能看出门道 瞧见他这个反应 苏默知道 他说对了 苏默盯着蒋商看 脸上嘲讽 味道更浓 蒋商 我们好聚好散 你不用装身情不宜 我也不吃这套 从此以后 我们俩瞧归瞧 路归路 在路上碰到 都不用打招呼 苏默 你也说了 那是以前 以前你是我男朋友 现在你是我的谁 蒋商将注 一股寒意席卷全身 他这会儿猛然意识到 苏默对他是真的没感情了 连一丁点念想都没了 苏默话落 看着蒋商那张受挫的脸 但声说 我今天其实完全可以不去蒋家 蒋家从商 我在七七界 也不是不知名的新人 蒋家再有能耐 手也伸不到我这里 我之所以会去 是因为怕秦辰为难 听到苏默的话 蒋商瞳孔疏地一紧 紧接着 蒋商冲口而出 你护着他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俩之所以会分手 第117章 五妹勾人 蒋商情绪激动 眼看真相就要脱口而出 他忽然意识到什么 猛地停下 抬头看向秦辰 果不其然 秦辰跟他对视 点了根烟 淡定得很 你告诉他 他十八岁那年 去师父门前求学 师父压根没想收他 因为师父从不收女弟子 是我求师父收了他 你再告诉他 这些年 我一直不跟他见面 就是怕感情压不住 一发不可收拾 你还可以告诉他 现在的一切都是我预谋好的 那天 他跟秦辰撕破脸后 秦辰说过的话 言犹在耳 他骤然耿住 紧咬牙根 这些话他不能说 他如果说了 只会推波助澜 见蒋商要说什么突然顿住 苏默脸上闪过一抹不耐烦 他是谁 我们俩分手怎么了 蒋商如耿在喉 没 没什么 蒋商咬牙硬生生 将所有话都憋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 他钻紧锤在身侧的手说 默默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从来都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苏默冷笑 轻描淡写 蒋商 蒋商离开时 苏默转身走到秦辰身边 挽住了他手臂 两人往前走 苏默忽然说 如果有女人勾引你 你能看出来吗 秦辰沉生硬 嗯 苏默轻笑 那你会上钩吗 秦辰 如果是你 我会 苏默文言挑眉 在看到秦辰严肃认真的神情后 先是微愣 随后唇角勾了勾 故作不以为然地说 算你有眼光 两人沿着马路走了会儿 最后打车回酒店 苏默进门 先去浴室洗手 随口问秦辰 秦老板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常乐 秦辰站在洗手间门口 见他打开水龙头 就把手伸过去 阔步走过去 大手一伸挡住他 站到他身侧调节水温 苏默柔软的手 被他大手攥着 有那么一瞬间 心也跟着变得柔软 秦辰 你什么时候会 苏默有片刻恍神 回神后样笑 明天 这个破地方 他真是一天也待不下去 秦辰 我也明天 说着 秦辰带动着他的手 放在水龙头下 水温适中 不太冷 也不太热 苏默只见沾到水流的那刻 唇角弯弯 由衷地说 秦辰 你以后结婚 你肯定会是个称职的老公 也会是个称职的父亲 秦辰不动声色 你要不要试试 苏默轻斥 我不行 他没打算结婚 至少短时间内没打算 这个话题到此终止 两人谁都没在说后续 从预示出来 苏默窝在沙发里打游戏 秦辰坐在沙发另一头看手机 几分钟前 牧川给他发了信息 有关赵匡的 薛士跟我说 你前两天让他调查你师母 秦辰 嗯 牧川 有问题 秦辰向来谨慎 不确定 牧川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倒是你那位二师弟可以查查 秦辰 再查 秦辰话少 不论是面对面聊天 还是发信息 牧川觉得跟他发信息没劲 但是又没法给他电话 知道他跟苏默在一起 肯定不会接 话锋一转 忽然问 对了 我其实挺好奇 今天在比赛场上 你怎么不站出来帮苏默 不心疼 哪怕是背后帮一把也行啊 也好过那丫头 自己孤军奋战 秦辰 他不是兔丝花 不需要依附男人生活 他的存在 是让他有所依靠 但不能干预他的生活 秦辰跟牧川正发信息 一双白嫩脚尖 忽然出现在他视线里 弓着脚背 坐乱式的在他怀里乱穿 秦辰健壮 用大手一把握住 冰凉的脚找到了温暖 没再动 耳边是苏默 打游戏厮杀的声音 苏默这边完全是无意识的 打游戏打得认真 脚太凉了 自动寻找温暖源 等到他打完一局 发现自己一双脚被秦辰攥着 心里微动 再加上今晚发生的种种 他丢下手机靠过去 跟腾万事的缠上他 妩媚勾人 软软香香 秦老板 长夜漫漫 我们孤男寡女 第118章 战友欲萌芽 苏默娇滴滴又羞怯怯 又聊又媚 把勾人心魄的劲 发挥得恰到好处 秦辰眸色深深看他 猴姐滚动 苏默很满意秦辰这个反应 紧致的双腿 一寸寸勾紧他的腰 眼看两人就要擦枪走火 秦辰大手扣住他后颈 将人压在自己肩膀上 哑声说 乖 别闹 苏默闷声笑 你不想 秦辰 对你身体不好 苏默柔软的身子蹭在他身上 依旧逗弄他 如果你想 其实 秦辰 来日方长 苏默被抱回卧室时 人都是猛的 秦辰这个狗男人 自制力太强了 不仅把他放到床上 还顺手给他盖上了被子 把他包裹得像只缠用 苏默只被允许露出两只眼睛 就只能用这双眼睛瞪他 秦辰俯身吻他 吻热切切又湿漉漉 听话 别闹 秦辰从苏默房间出去后 直接进了浴室 苏默原本还在莫名呕气 听到凌玉声响起 轻挑了下眼尾 心满意足 次日 苏默这一晚睡得格外舒服 晨起时 整个人精神状态都好 吃过早餐 他跟秦辰打车前往机场 再去机场的路上 他坐在车后排 懒懒艳艳的 给兰倩发了封邮件 邮件内容 是周好酒店327套房门口 奖商和夜染的所有互动视频 完整 清晰 无剪辑 邮件发出 他转手给兰倩发了条信息 真相自行判断 祝安好顺遂 兰倩那边秒回 你下手可真狠 苏默唇脚弯笑 看在你的面子上 留情了 不然 他还能让那对狗男女更惨 信息发完 苏默收起手机 自然地靠着秦辰肩膀 闭眼小气 老实说 奖商说他跟夜染没睡 他是性的 不是别的 他跟奖商认识八年 在一起七年 太了解他的性子 他那个人向来懂得权衡利弊 倒不是说他不想睡夜染 而是他怕夜染缠上他 至于其他的 两人暧昧到了具体哪一步 不好说 他也懒得去想 车抵达机场 苏默用手遮挡阳光 看着秦琛从出租车后备箱拎行李箱 带他走过来 他轻易挽他手臂 带有几分讨好的说 晚上你想吃麻辣小龙虾吗 秦琛低头看他 挑眉 想 苏默笑咪咪 那糖醋排骨呢 秦琛 嗯 苏默脸皮厚 我就知道你想 苏默无意识 经此一遭 回到长乐县是两个多小时候 秦琛去了店里 苏默回了趟家 然后打车去了医院 这两天他跟秦琛都不在 医院这边请了护工 苏默赶到时 护工正跟秦琛打听秦琛的事 护工瞧着 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话里话外 都是对秦琛的爱慕你哥结婚了吗 秦琛明明纯 因为跟对方不熟 所以表现得很拘束 没有 护工一听没开眼笑 那有女朋友吗 秦琛摇头 也没有 护工笑容满面 怎么没找呢 你哥看着也有三十左右岁了 这个年龄 护工话说之半截 站在病房门口 已经听了大半天的苏默接过话查 没钱 所以就没找 护工闻声顿住 苏默迈步走近 把拎着的手包随意放下 先是跟韩金梅打过招呼 又走到秦琛跟前 摸了摸他脑袋 随后笑盈盈地看向护工说 小妹妹是有合适的姑娘 要介绍给秦老板吗 护工尬笑 你是 苏默娇笑着做自我介绍 秦老板的邻居 我开的七七店 就在他纹身店隔壁 说着 苏默亲和力极强地 拎了把椅子 挨着护工坐下 神态资若说 秦老板人很好的 不仅长得帅 还热心肠 经常会帮我们几个邻居的忙 比如我 比如对面街便利店的老板娘 再比如隔壁街发廊的老板娘 好家伙 都是女的 苏默又说 唯一缺点 就是穷 太穷了 没车没房没存款 还有不少饥荒 护工 苏默 你刚刚打听秦老板 是不是有适龄的女孩 想介绍给他 护工表情不自然 没 没有 苏默神情流露惋惜 是吗 护工 我 我刚刚就是随口问问 苏默洋装探口气起身 往韩金梅病床旁走 还想再说点什么 就看到了站在病房门口的秦琛 苏默 下一秒 苏默抿红唇 低头抠自己指甲 他没有心虚 他说的都是事实 他也是好心帮忙 怕情侣为难 第119章 情势宝串 相比于苏默的欲盖弥彰 秦琛则格外淡定 只见他阔步往里走 自然地跟韩金梅打过招呼 又走到情侣那边 打开床头柜抽屉 放进去几张医院缴费单 随后跟护工说 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护工刚刚在听说 秦琛没钱 还恨不得划清关系呢 现在看到本人 意志力又开始不肩 面露羞难 脸颊胀红 没 没事 逗 都是我应该做的 秦琛 你算下这几天多少钱 我转给你 护工 没 没多少 秦琛跟护工 因为几天的护工费拉扯 苏默瞧了两眼 靠坐在韩金梅床边的椅子上 打游戏 他双腿交叠 针丝裙摆 贴着纤细白皙脚踝 只是随意懒懒散散坐着 那骨子娇媚劲 就从骨子里透出来 韩金梅见他这样 挪动身子靠近他 不高兴 苏默干巴巴说 没有 韩金梅一脸不幸 我都看出来了 苏默今天手气不行 开局就被爆头 看着屏幕里 骂骂咧咧的队友 苏默翻了几百眼 也不管对方会不会举报自己 退出游戏 将手机盒上 扔在了病床上 迎上韩金梅意味深长的探究目光 苏默双手脱腮眨眼 韩金梅 你跟小琴 苏默 别爱我 没结果 韩金梅瞪他 那你刚才 苏默 纯属热心市民帮忙 韩金梅用手戳他脑门 想说点什么 又碍于病房里 还有其他人 最终什么都没说 韩金梅和秦玉住院 都有一段日子了 秦玉需要做手术 所以一时半会儿 还不能出院 韩金梅这边 病情已经稳定 主治医生说 随时都能办理出院手续 以苏默的意思 是想让他再住一段时间 年纪大了 免疫力差 以防万一 但韩金梅执意要出院 嘴上说着 是阳台中的那些花花草草 没人照顾 其实苏默知道 他就是心疼钱 又到最后 苏默也没能拗过 喊韩金梅 只能乖乖去办理出院 手续是下午办的 晚上韩金梅就回了家 秦琛和苏默 一起把韩金梅送回家 进门后 苏默瞧了眼 房间里的落灰 就开始犯愁 正准备掏出手机 打电话喊家政 就见秦琛已经先他一步出手 先是开窗通风 后拎了两把椅子 让他和韩金梅坐着 着手打扫卫生 半小时不到 七十平的老房子 重现窗名激进 就连阳台那几盆 已经粘得没了花形的盆栽 都受到了招呼 韩金梅看在眼里 心里一百二十个满意 用手肘戳苏默 像小秦这么好的男人 去哪找 苏默嘴匠 满大街都是 韩金梅 那你再找一个给我瞧瞧 苏默轻横捶眼眸 他这会儿 心里正乱着呢 不是别的 还是刚刚在病房里的事 他现在后知后觉想起来 总觉得自己有掐秦琛 桃花的嫌疑 摸着良心说 他是真没有 他就是见秦绿局促 见义勇为 可这些落在其他人眼里 主要是落在秦琛眼里 他会不会以为他喜欢他 晚饭是在韩金梅这里吃的 秦琛去买的菜 苏默就接半天 给他微信发了三百块买菜钱 秦琛 苏默 哎哎哎 秦琛那边给他退回来二百 苏默 秦琛 我吃的多 苏默敏唇 晚上饭桌 麻辣小龙虾 糖醋排骨 外加三道清淡素菜 还有一道白萝卜汤 很明显 重口的是给苏默吃的 清淡的是照顾韩金梅的身体 韩金梅在桌上跟秦琛聊天 笑得合不拢嘴 说起秦琛卖了现在住的房子 韩金梅也是满不在意 房子这种东西 有住的就行 你不是还有一套吗 秦琛 是 还有一套 但是没装修 韩金梅 慢慢来 不着急 饭后 秦琛收拾碗筷去洗碗 韩金梅看不下去 把苏默推进了厨房 你去洗 总不能让人家小秦 一个客人 什么都做 苏默百般不愿走进厨房 他那双食指不沾洋春水的手 还没触碰到洗菜池 秦琛大手沾了泡沫 用手臂挡住推开他 陈生说 你不喜欢我 是不是因为我太穷 苏默挑眉 嗯 秦琛眼眸低垂 眸底会暗明显 确实 在跟奖商那样优秀的男人 谈过恋爱后 我这种的确没什么看透 第120章 走心弯弯 秦琛说这句话时 嗓音沉沉 语气也足够平静 可搭配上他眼底那抹不险山不落水的失落 当下这个氛围就变了味 苏默瞧着他这副样子 不由得拧眉 脑子里忽然闪过 第一次他跟他提奖商时的情景 那会儿也是在韩金梅这里 他不卑不亢 无动于衷 现在 是因为对他动了心 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 苏默心灵拧巴 唇脚抿了又抿 最后细腰以着橱柜说了句 别妄自菲薄 他那样的垃圾 跟他比 脏了你 秦琛侯解滚动 嗯 秦琛神色依旧如常 但苏默就是从他眼里看到了欢喜 苏默心里择了一声 可真豪哄 晚上从韩金梅那里离开时 韩金梅把苏默拉到角落 耳提面命地提醒他 对于秦琛这样的好男人 一定要好好把握 苏默也于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 千万别选择穷男人结婚 凭贱夫七百事爱 韩金梅反驳 我说的是穷得叮当响的那种 苏默戏谑 秦琛还不够穷得叮当响 韩金梅知道 他在虎脚蛮缠 拧他手臂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苏默笑盈盈 人家现在都说 不听老人言 开心好几年 从韩金梅小区出来后 苏默自然坐上秦琛的副驾驶 上车 苏默随口问起 你今天不是说去店里吗 怎么突然又去医院了 早知道他也去医院 他就懒得打车 秦琛打转方向盘 秦琛医药费不够了 医院那边给我打电话 催脚费用 苏默 哦 承认完 苏默本想再说句这种小事 直接给他打电话就行 可花到嘴前 又噎了回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话题就此终结 接下来的一段路 两人谁都没有再说话 苏默靠在座椅里 看窗外的风景 不比大城市的纸醉金迷 只有路灯昏黄 偶尔加砸着几个店铺招牌 亮着灯 红红绿绿 瞧着一点都不高端 大气上档次 声人物尽 特接地气 这大概就是小县城的好处 待着舒服 空气里 都是悠然自得的惬意 苏默正出神 揣在包里的手机 忽然响了两声 是微信提示音 他收回视线 垂眸从包里拿出手机 在看到屏幕上的信息后 唇角勾起一抹 嘲弄 软慧 叶然原本都被你那位师叔开除了 奖伤力宝 软慧 我愿称 两人为狗男女天花板 苏默只肩划过屏幕 点进微信 跟软慧的对话框 什么时候的事 软慧 就在两个小时前 热乎着 苏默 呵 软慧 我身为一个局外人 都替兰倩不值 堂堂兰家大小姐 兰是总裁 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 居然嫁给奖商这种渣男 嘖嘖嘖 苏默 人各有命 富贵在天 就像软慧说的 像兰倩这样身份的女人 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 她之所以会嫁给奖商 一是联姻 二是真心喜欢 这种婚姻 外人不好评论 更不好插手 软慧 对了 我还没跟你说 我已经入职了 待遇不错 职位没变 底薪和提升还翻了呗 苏默 恭喜 软慧 不过有一点 你那位四师兄 好像脑子不太好使 苏默 大致若愚 跟软慧发完信息 车正好抵达小区 待秦琛停稳车 苏默推门下车 走了两步 有蛇身回来 秦琛还没下车 再拎他扔在车后排的包 见他回来 挑了下眉 沉声问 怎么了 苏默没说话 目光落在副驾驶位上 果不其然 座椅被夹了 以套和坐垫 他刚刚在车上是没注意 下车后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今天这一路 坐着没有半点不舒服 苏默撩眼皮看向秦琛 红唇呼的勾笑 紧接着 他轻身探进车里 半跪在副驾驶座椅上 腰系臀翘 凑过去轻了轻他薄唇 笑眯眯说 秦琛 你这样的男人 如果我早遇到七年 肯定会动心 说完 他又补了一句 你很优秀 也很好 我不喜欢你 不是你的问题 也跟经济能力无关 是我个人的问题 秦琛哑声 就不能试试 苏默俏皮笑笑 扎女本性毕露 谈恋爱结婚恐怕不行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走心地陪你玩玩 第121章 小师妹挺扎呀 苏默话落 姿态难得小意温柔 两人对视 苏默以为秦琛肯定会答应 谁知道 他身子往后退 一句话没说 推门下了车 苏默 晚上回到家 苏默跟阮慧 打视频电话的时候 随口提了一嘴这件事 阮慧震惊至于戏血 别说 这位大哥还挺有原则 苏默哼笑 睡都睡了 屁友都当了 还谈什么原则 要他说 就是脑子一根筋鱼腑 阮慧敷面膜 绿豆泥的 在灯光的照射下 绿的人发慌 苏默忍不住拧眉 你能不能敷点正常面膜 阮慧 这难道不正常 绿豆泥去斗印的 苏默说 你有斗印吗 两人认识这么多年 他怎么没发现 他有斗印 面对发问 阮慧闭嘴不谈 扭扭捏捏 讨厌 怎么问人家 这么隐私的问题 苏默一个机灵 神情宛如活见鬼 两人调侃过后 阮慧给苏默 透露了一个消息 对了 我今天还听说了一件事 苏默 说 阮慧道 你那位前二师兄 这两天跟叶染私下 接触非常频繁 苏默皱眉 阮慧说 你说赵师傅的死会不会 苏默呼吸一致 没吭声 提到赵匡的死 苏默心里 就像是沉甸甸地 压了一块石头 当初附近被逐出尸门时 确实心有不甘 也曾几度放过狠话说 一定会让赵匡后悔 可是 苏默调整情绪 先别声张 阮慧承应 放心 我懂 无凭无据 我现在声张 不就成了打草惊蛇 另一边 秦琛站在楼道里抽烟 接到了牧川的信息 我那个名字 你昨天闻半截走人了 什么时候给我闻完 秦琛 我已经回长乐县了 牧川 秦琛 等给你闻官二爷的时候 一起闻 牧川 看着牧川的问号 秦琛扫了一眼 没再回 牧川 老亲 你还算个人 这个名字 他求爷爷告奶奶 最后用自己生命做赌注 答应了文官二爷 这才求来的 最后就这 秦琛直到一根烟抽完 也没给牧川回信息 过了一会儿 他把烟蒂掐灭 迈步往回走 揣在另一个兜里的手机 忽然震动 他脚下步子顿住 掏出手机逆向手机屏 在看到上面的信息后 眉峰猝了猝 相亲相爱一家人群消息 苏默 求问 名分对你们男人真的很重要 这次不需要苏默发红包 楚行和陆仓一秒闪现 陆仓 展开说说 楚行 讲讲细节 苏默 你们俩这次怎么这么积极 事出反常必有妖 楚行 不想再用金钱 衡量我们之间的师兄妹情分 陆仓 同门师兄妹 理应守望相助 苏默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看 清 楚 是我一个朋友 不 是 我 楚行 懂 陆仓 明白 苏默 就是我一个朋友吧 他跟一个男人是那种关系 就是成年男女不用负责 但是很亲密的那种关系 他现在 提出想跟那个男人再进一步 但还是不想负责 对方却拒绝了 这个怎么解 楚行 小师妹 苏默 嗯 陆仓接下句 你挺渣呀 苏默 眼看三人越聊越起劲 秦琛挺直地被往身后墙壁靠 骨节分明的手指敲出一句话 按下发送 这么晚了 你们三还没休息 顿时 群里安静如丝 见群里没了动静 秦琛退出群聊界面 单独给苏默 发了条私信 既然不想负责 为什么还想更进一步 第122章 他年坏 收到秦琛这条信息时 苏默刚退出微信 瞧见信息 愣了几秒 纤细指尖点进去 轻调了下眼尾 缓缓打了的问号 虽说是同门师兄妹 但苏默自觉跟这位大师兄的关系 还没好到 可以询问这种话题的份上对方 好奇 苏默 哦 关他什么事 他一句好奇 他就得解释 当他是百度还是QQ浏览器 秦琛这边半天收到一个哦 捏了捏手机 没再发信息 成年人之间的默契定律 不回应 就是答案 彼时 陆仓给楚行发信息 三师兄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小师妹说的那个男人 就是大师兄 楚行 自信点 陆仓扶置心灵 心灵神会 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去掉 楚行 我什么都没说 陆仓 两人正聊的热火朝天 突然被拉进了一个群 看到群主 两人齐齐沉默 秦琛 你们俩对我跟苏默的是很好奇 陆仓 一 一般 秦琛 一般 楚行 大师兄 我不好奇 秦琛 陆仓好奇什么 说出来我给你解惑 陆仓 大师兄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其实一点都不好奇 秦琛 嗯 陆仓 楚行 什么叫一个宿舍四个人八个群 现在算是有了具象化理解 几分钟后 秦琛回到房间 苏默躺在主卧 听到动静 撇了撇嘴 他有时候觉得 秦琛这个人真挺没劲的 条条框框太多 而且 你都不知道 哪句话哪个行为会踩到他的底线 苏默放下手机 翻了个身睡觉 睡至半截 睡不着 睁开眼看天花板 难道真是他太炸 苏默正私存 卧室门忽然被从外敲响 紧接着 卧室门推开 秦琛站在门口哑声说 你刚刚说的 我答应 苏默脑子正乱糟糟着呢 文言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嗯 秦琛 你不是说 还是这种关系 不谈恋爱 不结婚 但是走心吗 我答应 苏默一梗 片刻 他反应过来 红唇勾笑 眼底刻着明晃晃的得意 好呀 焦滴滴的 却是又坏又渣 苏默话落 秦琛嗡了一声 关门退了出去 看着紧闭的房门 苏默用指尖勾了勾发丝 刚刚的忧虑 瞬间烟消云散 翻了身 睡得安稳 次日 苏默起床时 秦琛已经做好了早餐 他往餐桌扫了一眼 眼睛顿时就亮了 有他最喜欢吃的红豆派 还有奶黄包 重点是 纯手工 家里做的 苏默心情大好的去洗手间洗漱 出来后 走到正在厨房成舟的秦琛跟前 也于开口 秦老板 你这么贤惠 你店里的那些徒弟知道吗 秦琛嗓音沉沉 你知道就行 苏默脸上笑意加深 不置可否 饭后 苏默化了个简单的妆 蹭秦琛的车去了店里 还是老规矩 在距离两人小店机密之外停下 他自己走过去 他刚下车 正踩着高跟鞋往前走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 颇为忧怨的声音 苏默姐 第123章 勾勾搭搭 这句苏默姐 喊得十分空灵 苏默闻声 脚下步子一顿 头皮发麻 不等苏默回头 双齐已经骑着电动自行车 驶到了他面前 两人四目相对 双齐眼里的怨气 跟他的眼屎一样 显而易见 双齐气鼓鼓地咬下唇 什么时候的事 苏默只见拨弄手里的包 在想到底是继续瞒着这姑娘 还是实话实说 在拨弄第三下的时候 他决定还是说实话 没办法 对于自己人 他是真做不到 撒谎面不改色 之前双齐没发现就算了 他也没打算跟秦琛长久 可现在他跟秦琛总这么黏黏糊糊的 摊牌是迟早的事 苏默挑动红唇 两个月了吧 双齐闻言更气了 气得眼眶都红了 苏默敏唇有心宽慰他几句 但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这种事没法解释 解释只会越描越飞 再加上双齐跟秦琛 压根也没什么不清不楚的纠葛 他现在要是说点什么 反倒是适得其反 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站了会儿 双齐运怒调转车头 加大马力 一溜烟没了踪影 苏默 得 他的好员工没了 果然 男色误人 说实话 他还挺喜欢双齐那丫头的 多可爱啊 天真无险 没什么心严子 几分钟后 苏默走进店里 放下手包 第一时间就是给秦琛发了条微信 秦老板 我又掐了你一株桃花 秦琛秒回 苏默 双齐知道我们俩勾搭搭了 勾搭搭搭 既不是在一起 也不是任何正能量的包一词 秦琛 知道了 看到秦琛的信息 苏默坐在收音台后的高脚凳上翘起腿 会不会 坏了你在长乐县的口碑 秦琛 不会 苏默挑眉 择了一声 这个狗男人 还真是时时刻刻 吸字如今 除了那种时候 跟秦琛发完信息 苏默进了工作室工作 店里没人 只能把卷帘放下来一半 兰倩定制的手势盒 目前已经到了屁麻挂灰的一步 他其实挺想问问兰西这东西还要不要 毕竟五百万 也不是什么小数目 但转念一想 以他的身份角色 问这句话不合适 免不了有看笑话的嫌疑 苏默埋头工作 从工作室出来时 已经是半下午 他没吃午饭 这会儿有点滴血糖 走到随身携带的包里 翻找出一块糖塞进嘴里 缓了缓 随手拿起扔在收音台上的手机 几灵在一个小时前 给他发了两条信息 默默 下周你有时间回一趟荣城吗 你师父的事情有眉目了 看到几灵的信息 苏默一颗新书地收紧 指尖划过屏幕 直接给他拨了一通电话过去 电话接通 几灵声音哽咽 默默 苏默急气 师母 我刚刚在工作室 你那边查到什么了 几灵 默默 我不知道查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 几灵隔着手机抽烟 余下的话似乎是说不出口 苏默拧眉 师母 几灵带着哭腔说 调查的人查到跟你二师兄有关 苏默 办上 苏默开口 确定吗 几灵 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们师兄妹几个都是你师父一手栽培出来的 说你们几个就是我们的儿女也不为过 怎么可能 父亲他怎么可能会害死你师父 几灵边说边哭 说到最后 哭得泣不成声 苏默听在耳朵里 一颗星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狠狠攥着 窒息 生疼 几灵说的没错 他们师兄妹几个 没一个家境好的 从拜入赵匡门下开始 吃在赵匡那 住在赵匡那 赵匡待他们 真的视如己出 还有几灵 虽然平时对他们严厉了些 但也从没磕待过他们半分 吃穿用度 赵匡男人家粗枝大叶 一直都是他在帮忙张罗 所以对于赵匡和几灵 苏默的感情不是一般的神 听到几灵一直在哭 苏默抿了抿唇 轻嘘了口气 柔声安慰 师母 你精神压力太大 这件事我来调查 你先休息一段时间 几灵 默默 我 苏默 师母 有我呢 你别担心 跟几灵挂断电话 苏默脸色沉了沉 私存片刻 拿起手机翻找出 他那位大师兄的微信 拨了通语音电话过去 铃声响起 对方一秒按下挂断 苏默 第124章 又撩又无奈 看着被挂断的语音电话 苏默一连忙 不等他问 对方发了条信息过来 说是 苏默OS 这么高了 苏默打字 没有任何铺垫 直接切入主题 大师兄对师父的死怎么看 对方 你回常乐县 是为了调查师父的事 苏默没瞒着 是 对于他这位大师兄 他其实不仅心存疑虑 还心存顾虑 主要是这个人太神秘 让他短时间内 没办法分辨是敌室友 当然 按理来说 同门师兄妹之间 哪怕不亲近 也不该有这种顾虑 可问题是 在他身上有太多 不正常的地方 比如 当初赵匡被逼迫关店 再比如 赵匡去世 赵匡人生中两大难关 他全部在场 这实在不符合一个大弟子 该有的正常表现 苏默信息发出 那边没立即回复 过了一会儿 你别管 苏默 对方 你倒横太浅 苏默 苏默在发信息 对方石沉大海 看着聊天中止的对话框 苏默嘲弄轻笑 他活这么大 就没见过说话 这么毒蛇又狂妄的人 他倒横浅 意思就是他倒横身呗 数秒 苏默退出微信 转手拨通了阮慧的电话 带阮慧接起 苏默说 最近你帮我盯紧附近和叶然 阮慧一秒会议 附近确实有问题 苏默你没 不确定 所以让你帮我盯着 跟阮慧聊了几句 苏默没透露太多 挂断电话 胸口憋了一口气 一年了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只手遮天 苏默这边正皱没想着 放下半截的卷帘门 突然被从外输得生气 苏默先眼皮 就看到双齐搭拉着一张脸 从外走了进来 这丫头不是生气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双齐不仅回来了 手里还帮苏默拎了一份午饭 咖喱牛肉盖饭 看着双齐拍在他眼跟前的盖饭 苏默挑眉 给我的 双齐板着脸说 除了你还有谁 苏默双腿叠加 坐在高脚椅上 轻身往前 眉眼弯弯含笑意 谢谢你啊 齐齐 双齐 你别跟我来这套 苏默眨眼 世上男人千千万 你何必在秦晨那棵树上吊死 看着苏默那张笑音音勾人的脸 双齐气不起来 但还是气 既然你觉得他一般 那你为什么还要吊死在他那棵树上 苏默戏血 我什么时候说 我要吊死在秦晨那棵树上 双齐 你们俩不是在一起了吗 苏默红唇勾笑 眉心眉肺 玩玩意 双齐 秦晨在双齐心里的滤镜 可谓一秒击碎 尤其是在后来从苏默嘴里得知 两人是屁有关系时 顺时水泥风心 苏默翘着指尖拿筷子吃饭 看到他难堪的脸色 也于问 还喜欢吗 双齐眼露鄙夷 虽然没说话 但神情表达了一切 知道了真相 苏默也就懒得多走那一段路 临下班前给秦晨发了条信息 让他直接在门口等他 苏默往车跟前走 双齐和秦晨擦肩而过 双齐脚下步子一顿 痛心疾首 又满是嫌弃地看向秦晨 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种人 秦晨闻言 眉风微醋 却没停步 双齐聚骑自己的电动车 嘴里依旧碎叨叨 还以为你是多有内涵的一个人呢 没想到 也跟其他男人一样肤浅 秦晨听在耳朵里 神情淡定 掏出车钥匙开门 顺手接过苏默手里的包 三人距离不过一米 秦晨能听到的话 苏默自然也能听到的 苏默闽唇 心里莫名划过一抹异样 说不出的堵得慌 不舒服 秦晨这算不算被他害了 回去的路上 两人一句话没说 苏默低着头玩手机 过了一会儿 偏着脑袋看向秦晨 想了想 唇角提提 懒懒散散问 你昨晚最开始 不是不同意跟我走心弯弯吗 后来怎么又同意了 面对苏默的发问 秦晨没立即回话 过了约莫半分钟左右 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嗓音音哑说 有选择吗 苏默被反问的一页 秦晨又道 如果我不同意 你今天大概连看 都不会再多看我一眼 苏默舌尖底背齿 没接话 难怪他昨晚最开始没同意 后来又突然同意了 原来原因在这里 是怕他以后再也不搭理他 则 可怜得要命 苏默嘴上虽然没说什么 但心里或多或少 觉得有些亏欠 半晌 苏默伸出葱白式的指尖 去勾秦晨下巴 语气又无奈又撩人 秦老板 怎么办 跟我在一起 你好像很吃亏 你要不要后悔 还来得及 第125章 贪恋沉沦 苏默说这句话的时候 整个人娇滴滴又软糯糯 挖坑意图明显 话音落 见驾驶位的男人不说话 晶莹剔透的指尖 在他下巴上 有一下没一下的撩搏作乱 眼看男人谋色贱暗 娇俏地笑 下一秒 他作乱的手被攥住 别闹 秦晨嗓音速冷 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 苏默把这归结于他这段时间 欲求不满 外加被他拒绝交往 心里期盼没能满足 指尖他手被攥住也不安生 指尖挠在他掌心 看出他想闪躲 又用牵牵细手 带动着他的手到唇边 下一瞬 红唇清起 含住了他一根手指 再接下来 舌尖挑动 温柔包裹 苏默 嗓音眸色皱身 连带着下颌都紧绷 瞧见他的反应 苏默十分受用 撩眼皮看他 眼神无辜 姿态脚柔造作 咬咬他指尖 秦老板 不喜欢吗 秦晨喉结滚动 没吭声 眼看气氛暧昧横生 愈演愈烈 秦晨大手打转方向盘 把车输得停在了路边 紧接着 手一伸 将坐在副驾驶作乱的人 拎起抱到了腿上 两人四目相对 秦晨灼热地吻 来势汹汹 苏默细腰被掐着 鲜薄地被被抵在方向盘上 秦晨长舌抵入 攻城掠地 直到把怀里的人 吻得动了情 方才将人松开极许 抵着他额头哑声说 苏默 苏默眉眼练艳 回应时尾音都带着颤 嗯 秦晨 能不能对我好点 苏默轻笑 怎么好 秦晨 我知道你瞧不上我 也知道我们俩没有可能 就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 你能不能稍微对我好一点 像对待 男朋友那样 苏默闻言 一颗心疏地收紧 两人认识两月有余 老实说 在秦晨身上 他真跳不出什么毛病 如果不是 他刚感情受挫 另外还有一堆烂摊子需要处理 所以心如磐石 或许他早会被打动 也说不定 可惜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如果 秦晨话落 苏默抿了抿唇 没立即回话 半赏 神情难得认真 好 说吧 又严于说了句 秦晨 你跟我玩这么打 以后分开的时候 没办法抽身怎么办 秦晨再次问他 陈生说 是我自找的 真有那天 算我活该 男女之间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说什么走心走肾 但是不给对方名分 说白了 还是对对方有好感 关于这点 苏默心里有数 他今年三十 又不是十三 再加上打小被生活的魔力 习惯认清现实 从不当鸵鸟 这层窗户只被挑开 两人的相处模式和氛围 反倒是轻松起来 晚上回到家 秦晨做饭 苏默跟阮慧视频 苏默坐在客厅沙发上 双腿交叠 脚踝上的铃铛 随着脚尖颤动 发出阵阵脆响 阮慧 惊天大瓜 苏默 直接说重点 阮慧说 附近在追求夜人 苏默挑眉 嗯 阮慧嘖嘖两声 是不是很惊天 天空一声巨响 大瓜闪亮登场 苏默水眸情笑 展开说说 阮慧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但附近在追求夜人 这点可以确定 而且追得相当高调 就在今天下午 在你前公司门口 直接送了999朵玫瑰花 苏默表情玩玩 是吗 阮慧道 你要不信 我这儿有图有真相 苏默拒绝 不用 啪拉眼睛 附近追求夜人 这件事 不是一般的反常 以苏默对附近的了解 夜人压根就不是他喜欢的那款 事出反常必有妖 附近是个唯利是图 为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他明明不喜欢夜人那款 却突然追求 唯一一种可能 就是夜人身上 有他想得到的东西 会是什么 苏默陷入思考 视频那头的阮慧 忽然情绪激动的 在视频里手舞足蹈 苏默轻挑眼尾 阮慧 也 秦老板也在家 苏默顺着阮慧的视线往后看 瞧见秦琛进了洗手间 转回头大方回应 这么晚了 他不在家在哪 阮慧笑得见兮兮 家 他 苏默似笑非笑 你想说什么 阮慧脸贴近屏幕 声音压低 你跟我说实话 你对秦老板真没动心 真假 慵懒回复 对人没有 阮慧且听下文 嗯 苏默 对身体倒是有点 第126章 缠绵前犬 苏默承认得大大方方 反倒让这种禁忌的话题 没有太多暧昧色彩 阮慧在视频那头嘖嘖两声 小声说 你这么说 就不怕秦老板生气 苏默 你觉得他会不知道 听到苏默的话 阮慧身子往后退 把手机摆放好 双手抱拳 朝他敬佩一拜 莫姐 打尖起 你就是唯一的姐 苏默吃笑 阮慧 你真是扎得明明白白 几分钟后 苏默跟阮慧挂断电话 恰好秦琛从洗手间出来 苏默回头 单手撑在沙发靠背上 下河抵手臂 撒娇眨眼 都听到了 秦琛只不朝他看过来 眸色又暗又沉 嗯 苏默红唇勾笑 会生气吗 秦琛 不会 苏默唇脚笑一加深 冲秦琛勾勾手指 带人走过来 又勾着他俯身 双手攀上他的脖子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拿点吗 秦琛 够听话 苏默 识时务 最近这段时间 苏默身子始终不太舒服 历价的缘故 虽然后面几天没第一天那么疼 但也一直还是嘶嘶啦啦的不痛快 吃过晚饭 苏默早早回了卧室休息 睡前打了把游戏 手气超好 另一边 秦琛站在窗前跟牧川打电话 牧川这次没调侃 语气挺严肃 什么时候回来 秦琛 确定了附近有问题 牧川 薛池调查的还能有错 薛池 上次给秦琛送车的男人 别看人只有二十出头 却是个有能耐的 自己名下有一家私家侦探所 还有一家修理厂 专门改装和修理豪车 牧川话落 秦琛短暂沉默 牧川心里有数 舍不得苏默 秦琛没吭声 算是默认 牧川道 要我说 你直接跟他表明身份得了 暗恋十二年 默默为他安前马后 我就不信他会铁石心肠 半点无动于衷 道德绑架怎么了 凡是看结果 为什么非得注重过程 秦琛道 小时候你老师难道没教过你过程很重要 牧川一噎 脑子里没想起小时候老师说的话 倒是想到了某些少儿不宜 笑出声 把紧绷压抑的气氛打破 曹 秦琛 丑惧 牧川 我丑 我出了名的荣承 颜值担当 秦琛 荣承人口已经凋零成了这样 兄弟互对几句 牧川言归正传 我觉得你 还是早点回来 你人在长了 这边很多事调查起来不顺手 虽然我跟薛迟能帮你 但你们那个 圈子水太深 我们这种外人 根本插不进去手 秦琛嗓音沉沉 嗯 次日 苏莫一早醒来 元气恢复 立架没了 冲了个澡 神清气爽 等他一身水气从浴室出来 跟从厨房端早餐出来的秦琛对视 眼神拉丝 天雷勾地火 四天时间其实不算久 但对于两个刚确定走心关系的人来说 就有那么点说不出道不明的味道 一切算是水到渠成 秦琛阔步走过来时 苏莫没躲 他低头往下 他软腰往身后墙壁 仰头迎接他的吻 两人揪揪缠缠 就在浴室门口 秦琛将人翻了个身底柱 勾着他的腰指往后 大手从他小腹往下 苏莫难忍 秦琛 秦琛深深浅浅 只见撩拔青年 嗓音暗哑 嗯 苏莫咬下唇 不准这样 秦琛 不舒服 苏莫身子打扎 不是不舒服 是那种陌生的快感 让他觉得受不了 察觉到苏莫的反应 秦琛心领神会 低头稳在他肩膀 缠绵前犬 还带了那么点 柔情似水的吊吊 在你这儿 我就这一个优势 没办法 我得把自己的长处 发挥到最大效益化 每次没点新鲜的 你腻了 跑了怎么办 第127章 男人花期很短 要珍惜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苏莫在他身下 蜷缩又舒展 事后 秦琛把人抱着去洗澡 苏莫几乎是挂在了他身上 享受得心安理得 从预示出来 苏莫没吃早餐 而是回了卧室 睡回笼觉 秦琛走到床边 将人捞起 多少吃点 苏莫不满噘嘴 还不是因为你 原本他今天早上 元气满满 现在像是个 误闯入拦惹寺 被吸干了 精气神的书生 苏莫说完 媚眼如丝的眸子 看秦琛 享受了他的好 孩子他 听说男人花期很短 秦老板 你要珍惜 秦琛面不改色 伺候你绰绰有余 苏莫轻横 从他怀里挣扎下来 躺进被子 扯过被子盖住脑袋 再不出来 秦琛在床边站了会儿 一脸无奈 最后走出卧室 端了杯热牛奶进来 放在床头 苏莫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中午 他睡得正好 扔在身侧的手机 铃声大作 把他从梦中惊醒 他伸手摸过手机 按下接听 电话那头传来 双齐刻意压低的愈怒声 那个人又来了 苏莫迷迷糊糊 谁 双齐 就上次找你那个男人 苏莫 哪个 真不怪他 这段时间来找他的男人 是真不少 有奖商 有附近 还有冒充了他两天 伴男友的礼奥 双齐 头发是三七分 特像汉奸的那个 这个描述 让苏莫恍然大悟 哦 附近 苏莫翻了个身 懒得应付 让他走 双齐小声嘟囔 我赶了 他死皮赖脸不走 苏莫遇气 等着 苏莫活了三十年 最烦的 就是给脸不要脸的人 把你的礼貌 当做他得寸进尺 不要脸的资本 几分钟后 苏莫起床 简单洗了八脸 又化了个淡妆 挑了件黑色长裙 头发随意 用发夹扎起 踩着高跟鞋出了门 打车到店里 苏莫扫码付款下车 他刚进店门 就看到了打扮的西装革履 油头粉面的附近 不得不说 短短几天不见 附近不知道 是不是吃了什么激素 人跟吹气球似的 鼓了一圈 见到苏莫 附近从椅子上起身 默默 苏莫上次对他 还是皮笑肉不笑 这次直接面无表情 那骨子做死的风 又把你吹来了 附近 默默 我想跟你谈个合作 苏莫 我有厌蠢症 跟你谈不了一点 说着 苏莫走到收音台前 把手包放下 拿起 放在收音台上的水杯 抿了口水润嗓子 苏莫话落 附近也不挠 笑了笑 从西服兜里 掏出一张支票 放到收音台上 推到他面前 苏莫垂眸 扫了眼上面的金额 随即挑眉 一千万 附近 如果你觉得少 我们也可以再谈 苏莫善笑 最多能给我多少 听到这话 附近以为有门 没开眼笑说 小师妹 你开个价 只要你能开得起 我就能给得起 苏莫嘲弄 附近 你抢银行了 他们几个人 谁不知道谁那点家底 即便这几年 一个个出人头地 给撑着 不然就他们自己 那点三瓜两枣 实现自己财富自由还行 帮别人实现财富自由 那是痴人说梦 面对苏莫的发问 附近没接话 往后看一眼 坐在落地窗前 玩手机的双旗 转头看向苏莫 声音压得吉地说 默默 你别跟师父一样 那么迂腐 好的东西 就是应该走向世界 让大家都看到 不应该拘泥于一方天地 附近说完 苏莫脸上笑意加深 附近以为苏莫是妥协 张张嘴 还想再说点什么 伊领忽然被苏莫一把扯住 附近微愣 苏莫疏地靠近他 附近 师父的死跟你有关吗 苏莫问得直接又猝不及防 附近愕然数秒 眼神闪烁 随后一把推开苏莫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怎么会害死师父 苏莫眯着眼看他 下一秒 转怒为温柔笑意 这我就放心了 附近 嗯 苏莫垂眸 翻脸比翻书快 拿起 放在收银台上的支票 捏在指尖晃了晃 我同意了 跟你合作 第128章 英雄难过美人观 苏莫态度转变太快 附近看着他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见他呆愣 苏莫笑眯眯的 怎么 后悔了 说吧 苏莫将手里的支票 大放递还回去 强扭得刮不甜 诺 如果苏莫这会儿非得合作 那附近大概会提防心理大增 但他这个反应 对这次合作可有可无 反倒让附近放松了警惕 苏莫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他认识他开始 他就似乎一直都是懒懒散散 对凡事都不上心 但出奇的怪 他这副姿态 专业能力却很强 当初赵匡还在世的时候 就曾说过 苏莫这种人 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各种想法 在附近脑子里高速运转 待他把自己说服了 朝苏莫笑笑 将支票推回 小师妹 你这是什么话 我如果不想跟你合作 何必从荣城大老远 跑到常乐县 苏莫倾笑 万一你是吃饱了撑的呢 附近背对也不生气 人往收银台上靠 跟苏莫靠近些 咒没问 你刚刚说 害死师傅是什么意思 师傅不是过敏致死吗 苏莫 逗逗你而已 附近也不是傻子 自然分辨的亲苏莫 到底是逗还是试探 不过苏莫不想说 他也不追问 好不容易谈成的合作 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闹掰 附近笑笑 话锋一转 把话题扯回到了 合作的事情上 小师妹 这次合作 我保证你赚得盆满钵满 苏莫撩眼皮看他 最好真如你所说 附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苏莫要笑不笑 没有回应 几分钟后 附近从苏莫店里出来 往隔壁纹身店瞥了两眼 快走几步钻进车里 带他上车 抬手扯拽自己脖子间的领 带长松口气 开车 司机 是 副总监 等到车开出一段距离 附近掏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电话接通 附近沉声开口 谈妥了 电话那头的人 语气不可置信 苏莫答应了 附近灭笑 谁会跟前过不去 对方 你确定他是真心合作 不是想捣乱吧 附近胸有成竹说 不会 我跟你说 你不了解我这个小师妹 你别看他跟我师父关系 好像很好的样子 但他那个人最不管事 一天到晚懒懒散散不着调 对方将信将疑 你确定好 附近 即便他有二心 有我在你怕什么 有我在 他先不起什么大浪 对方 从他收拾夜染看 他可不像你说的花瓶美人 附近道 那是夜染没脑子 不是他够聪明 说吧 附近不想再听对方给他泼冷水 脸上浮现出一抹不耐烦 插开话题说 对了 我觉得秦琛好像没跟苏默说自己的身份 对方 嗯 附近说 如果苏默知道 秦琛就是大师兄 他不可能只字不提 可从他刚刚的反应来看 他分明是压根就不知道 在他隔壁开纹身店的人的真实身份 听到附近的话 对方沉默了片刻 过了约莫半分钟 对方说 苏默不知道秦琛的真实身份 可是监视他们俩的人反馈回的消息 两人这段日子一直同进同出 对方说着说着 意识到什么 失笑一声 有点意思 附近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了 电话那头的人玩味道 你之前不是说过 从苏默败入赵匡门下后 秦琛就再也没出现过 附近接话 是 赵匡说秦琛闭关 再后来 他就一直被赵匡安排出去 参加各种比赛 对方 真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英雄难过美人观啊 附近后知后觉 反应过来什么 你是说 附近欲言又止 随即大笑 原来是这样 哈哈 秦琛也不过如此嘛 另一边 附近走后 苏默把那张巨额支票 随手扔在收银台上 指尖抵在支票上 轻轻点了点 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蠢货 这么多年都没长进 他刚在心里骂完人 忽然感觉到一阵机长碌碌 转手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给秦琛发了条信息 忙骂 秦琛那头秒回 怎么了 苏默 第129章 只想要我 是吗 苏默的为这段时间 是彻底被秦琛养雕了 常乐县那些小饭馆的外卖 他根本不想入口 如果是在昨天之前 苏默万不能给秦琛发这条信息 但今时不同往日 秦琛不是说 让他以对待男朋友的方式 对待他吗 他饿了 想让男朋友做饭给他吃 很正常吧 苏默平日里 礼不值气也壮 更何况现在 礼直了 气更壮 苏默信息发出数秒 秦琛那头回信息 想吃我做的 苏默只剑点在屏幕 嗯哼 秦琛 好 几分钟后 苏默在落地玻璃门里 瞧见秦琛开车出了门 等他再回来 手里拎了不少菜 苏默瞧着 眼里荡起笑意 老实说 秦琛这个男人 除了穷点 其他方面真挑不出半点毛病 苏默正盯着秦琛看 坐在角落里的双琪 忽然悠悠开口 语气里满是不可置信 你们俩确定不是在谈恋爱 苏默收回视线挑眉 你哪只眼看出 我们俩是在谈恋爱 双琪用手指指自己两只眼 双琪 哼 中午 苏默带着双琪去隔壁纹申店蹭饭 双琪扭扭捏捏 不太想去 最后是被苏默强拉硬拽去的 进门 闻到饭香 双琪一秒变脸 吃货的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是一顿饭搞不定的 如果有 那就香一点 两顿 纹申店的年轻小伙 在看到苏默的时候都挺惊喜 只有邱正 表情属于喜忧参半 纹申店有自己的小厨房 听说是之前邱正位不好 所以秦琛私下给他开小灶 都是二十出头三十郎当岁的人 所以聊起来没有拘束 肆无忌惮 有人趁机问苏默 老板娘 你有没有男朋友 苏默靠在沙发里 交叠双腿 眉眼含笑 你猜 苏默笑盈盈的 看人的时候 一双眸子常常是柔情似水 小男孩被他逗得脸红 不好意思的挠后脑勺 不 不知道 应该是有 但 但没见你男朋友 不等男孩说完 厨房里的秦琛开口 苏默 过来一下 苏默聊眼皮 红唇勾笑 好 说吧 苏默起身去往厨房 苏默一走 这群 介于男人和男孩之间的半大男人 把苗头全对准了双齐 他们跟苏默不熟 再加上他过分娇滴滴又妖艳的长相 他们总觉得有距离感 也不敢问太多 但他们跟双齐熟啊 之前双齐追秦琛 追的那叫一火热 不能说敢动天敢动地吧 也巴九不离时 送早餐 送午餐 送晚餐 不仅如此 而且还刮风送大衣 下雨送雨伞 所以 他们跟双齐 那是熟的不能再熟 双齐 老板娘有男朋友吗 双齐怂拉着一张脸 没有 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老板娘长得那么漂亮 没人追吗 如果没人追 那我可就追了 双齐皮笑肉不笑 那你可以试试 你只要敢试试 某些人就能扒你一层皮 另一边 苏默走进厨房后 被辣椒味呛得皱了皱眉 他喜欢吃辣 但不喜欢文做饭过程中这个味 瞧见他的反应 秦琛把抽油烟机调大些 沉申开口 猎群臭小子问你什么 苏默裙摆晃动 走到秦琛跟前 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秦琛道 你怎么说 苏默恋笑 我当然说没有 说完 瞧见秦琛棛棱脑分明的侧脸绷紧 懒懒艳艳的笑 伸手落在他衣角 纤细指尖撩起衣角往里叹 软弱无骨的手指 摸上他肌肉结实的小腹 不动声色撩拨 秦老板 我是为了你好 如果让他们知道 你再给我当没名没分的情人 你以后在他们面前 还怎么立威 秦琛侯解滚动 嗓音冷漠 我不需要立威 苏默笑 柔软的手沿着腰线 搂住他侧腰 指尖力气 轻轻刮蹭他皮肉 不需要立威 只想要我 是吗 第130章 舔狗 太舔了 苏默微仰着头 笑容明媚动人 秦琛拿着炒勺的手攥紧 面上却是八风不动 中午有余 苏默 一半一半 秦琛 嗯 苏默没在厨房多待 一方面是闲呛 一方面是在这个地方 不好太显眼 他刚刚其实没说谎 他迟早是要离开长乐县的 可秦琛不一样 他的未来 他的以后 都会在这个地方 私下闹闹玩玩 怎么荒唐都无所谓 真要传出点什么绯闻 凭他这个条件 怕是不好娶老婆 想到秦琛以后会娶老婆 苏默舌尖抵了抵背吃 则 心里莫名发堵 一顿饭 苏默和双旗 外家纹身店里 以秦琛为首的六个男人 吃得兵煮尽欢 饭后 秦琛走进厨房 拿出一份打包好的蛋糕 递给苏默 苏默先眼眸 大方结果 书弟一笑 谢谢秦老板 秦琛面无表情 不谢 苏默 待会儿把午饭前和蛋糕前转你 秦琛嗓音速冷 嗯 苏默翘着指尖拎蛋糕 秦老板 我有个不情之请 不知道可不可以 秦琛诞声 你说 苏默狡黠地笑 我跟双旗交生活费 以后中午都在你这边蹭饭可以吗 秦琛垂眸盯着他 不是看不懂他 故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这些的小心思 可以 苏默 谢谢 过了一会儿 苏默拎着蛋糕和双旗 从纹身店回到七七店 双旗嗤得五宝六撑 拎了把椅子 坐在落地窗前晒太阳 边晒边感慨 我认识秦琛也挺久了 说实话 我就没见过他像今天中午这样舔狗的时候 太舔了 苏默靠在一旁的糖衣里 小口吃蛋糕 舔吗 双旗咬牙切齿 虽然他舔得不动声色 但我还是能看得出来 苏默咯咯咯的笑 双旗发泄完 又耸拉下眼皮 不过 我也有点同情他 苏默 嗯 双旗侧头看向苏默 秦琛长得那么好看 对你又那么好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动心吗 苏默唇脚沾了奶油 对我好 又长得好看 我就必须动心 双旗被反问 一时间有些无话可说 苏默长得漂亮 又有赚钱能力 想想也知道 他身边必然是不缺 长得好 又对他好的男人 双旗欲气 没再说话 彼时 隔壁纹身店 邱正站在秦琛工作室里 几度欲言又止 秦琛翻看桌上的图纸 冷声道 说 邱正温声说 琛哥 你跟隔壁老板娘还没断呢 秦琛 你想说什么 邱正明明纯 不太敢开口 但还是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开口 琛哥 你这样不好 我知道隔壁老板娘是很漂亮 是个男人就会动心 但人家跟咱们 压根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不知道 今天上午 还有一个开奔驰S的男人来找他了呢 你说这样的女人 说着 邱正顿了顿 见秦琛脸上 没有任何情绪起伏 横了横心深吸气说 这样的女人 根本不可能会一直留在常乐 她就是玩你 把你当个无聊时的消遣 秦琛 出去 邱正 秦琛抬头 目光凌厉 别让我说第二遍 邱正向来怕秦琛 被他这么一看 一个机灵转头一溜烟消失在了门口 待邱正离开 秦琛脸色沉了沉 靠在桌边掏出手机 点开了纹身店门口的监控 时间往后退 他在视频里看到了畏首畏尾的附近 瞧见附近 秦琛狭长的毛子眯起 里面全是寒意 过了片刻 秦琛退出视频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电话接起 电话那头响起附近的声音 这次附近的语气 没有上次的维诺巨译 而是中气十足 还带有那么几分嘲弄 五哥 希克呀 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听到附近拿桥的声音 秦琛猜到了什么 冷笑点烟 附近 你现在在哪呢 第131章 找死 满足你 这要是换作往常 附近这会儿早被吓到腿软 但现在 他自认为是拿捏了秦琛的秘密 急轻地笑了一声 不以为然说 在公司 五哥有事 秦琛 等着 料下等着两个字 秦琛直接挂了电话 电话切断 秦琛下楼出门 秦琛拨出一通电话 电话接通 秦琛嗓音速冷 派几个人去一品格 对方 几个 秦琛 十个 对方 行 秦琛抵达一品格时 已经是三个小时后 他扫了眼 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的十个保镖 多余的话没说 直接带人冲了进去 站在门口的两个保镖 当即就傻了眼 他们俩早注意到了这十个保镖 原本还以为是哪个大人物出行 谁曾想 居然是冲一品格来的 想躺币当车 奈何压根挡不住 公司保安大部分都是花架子 可秦琛带的十个保镖 却是实打实的练家子 别说他们两个 就算把一品格所有保安都喊出来 恐怕也不是这十个保镖的对手 秦琛带着人乘电梯直达附近办公室 秦琛推门而入 附近正人五人六的 给下面的人安排工作 在看到秦琛时 附近瞳孔紧缩 一脸后知后觉 又直观的距移 给他汇报工作的人健壮 顿时心领神会 知道这是来者不善 低声开口说 副总监 您看 我要不待会儿再来做汇报 附近人坐在椅子上 全身紧绷 完全是肌肉记忆形成的恐惧 出去 附近呵斥 画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汇报工作的人文言 忙不迭收拾文件离开 临走时 还不忘朝秦琛挤出一个笑脸 待办公室里 只剩下他们俩和十个保镖 附近放在办公桌上的手钻紧 扮上 压着心底的怒意和巨意 洋装淡定开口 五哥 秦琛冷声 砸 秦琛一声令下 十个保镖开始动手 附近见状 书弟起身 想阻拦 可这双腿就像是生了根 半点挪不动步 听着办公室里 噼里啪啦被砸的声音 瞧见窗外下面的人好奇的神情 附近攥紧身侧的手 好像回到了十多年前 那会儿他也是如此 在秦琛面前 就好像一条狗 明明两人败入赵匡门下 不过是脚前脚后 连一周时间都不到 可赵匡就是偏爱秦琛 想到这些 附近终于忍无可忍 秦琛 你是不是有点过了 说完 见秦琛没理他 附近继续说 当初我一直都在想 你为什么会突然离开 怎么就突然多了那么多比赛 直到我前两天得知 你现在定居长乐县 跟小师妹出双入队 秦琛 小师妹知道 附近话还没说完 秦琛阔步上前 一把擒住他后颈 将人灌到了办公桌上 秦琛下手又狠又快 完全没给附近反应的余地 等他彻底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按在办公桌上 脸都被挤压变形 秦琛 你特吗 附近说至一半 落在他后颈的手里到家中 他颈动脉被掐着 一阵窒息赶袭来 紧接着 秦琛俯身低头 贴脸靠近他 毛色森冷 声音更是冷得犹如脆了冰 附近 你想说什么 附近脸憋得通红 抵在办公桌上的手 不停挣扎 秦琛 想死 你其实可以直说 附近回看秦琛 眼眶里泛起血丝 秦琛不以为然 表情冷漠 看他的样子 如同看一条丧家犬 知道我这些年 为什么懒得收拾你吗 因为我怕脏了我的手 但是你如果非得找死 我也不借意满足你的心愿 秦琛边说 手下力道边一点点加大 眼看附近就要被活活掐死 办公室门忽然被从外推开 一个四十左右岁的男人 脚步匆匆走了进来 男人一米七左右 偏胖 脸上堆笑 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五哥 五哥 不知道您大家光临 有事远迎 男人说着 走上前就去跟秦琛握手 握的 正好就是秦琛掐着附近后 脖梗那只手 秦琛斜靠他一眼 却没松手的迹象 男人依旧笑 五哥 借一步说话 几分钟后 男人陪着笑脸送走秦琛 反手在附近脸上就是一巴掌 脸上笑意顿收 只剩下愈怒 你没事招惹他做什么 附近紧凭呼吸 大气不敢出男人 秦琛就是条疯狗 当初连兆框都管不住他 你以为就凭你知道他一点屁大的秘密 就能随意拿捏他 惹恼了他 他只会暗地里弄死你 附近怒火中烧 心惊胆战 这边 秦琛从一品格出来 让保镖们先走 自己则打算去酒店住一晚 这个点太晚了 回到常乐 又是飞机又是转车 起码得晚上九点 他脚下步子迈开 顺势用手拢风点了根烟 刚抽了一口 揣在兜里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只不掏出手机 在看到上面的信息后 骨节分明的手指捏着烟地 用舌尖抵了底后牙槽 苏默 晚上我要吃糖醋礼节 还要吃辣子鸡丁 第132章 爱己不爱人 信息里的文字 本身没什么情绪体现 但秦琛透过这些字 却看到了苏默 骄纵理所应当的模样 蛮横又不讲理的小姑娘 你只要不宠着 捧着 他转头就走 秦琛 我在荣城 有客户 苏默 哦 哦字太刺眼 秦琛重新咬上 捏在手里的香烟 晚上九点到家 能等吗 苏默 能 秦琛晚上到家时 苏默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 人几乎是倒挂着 上半身躺在沙发上 两条修长紧致的腿 搭向沙发靠背 脑袋悬空 瞧见他 哀哀气气地看了一眼 啊 秦琛回看他 沉声应 二十分钟 秦琛说二十分钟 就是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 秦琛把饭菜端上桌 随后走到沙发前 把苏默捞起来 苏默打游戏太久 从某书上刷到的教程 说能改善脖子前倾 可事实证明 作用不大 而且对颈椎极为不友好 苏默被捞起 顺势攀上秦琛的脖子 又去纹身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嗯 苏默调笑 多少钱 秦琛信口胡周 五千 苏默撇嘴 五千跑那么远 秦琛道 五千是我跟秦绿两个月的生活费 秦琛说得不卑不亢 苏默听着 心里一堵 转移话题 我其实也有这种时候 比你惨 五千块是我一年生活费 秦琛挑眉 嗯 苏默舒然一笑 你以为我是什么 食指不沾阳春水 娇滴滴的大小姐 秦琛没说话 不置可否 苏默从来没跟秦琛说过自己的事 今天算是破天荒 坐到餐桌前 边吃饭 边说起自己的过往 我打小跟着我外婆生活 你别看老太太 瞧着 像是挺厉害的 其实特怂 看到我舅妈 就跟老鼠见到猫一样 她疼我 打心眼里疼 但表面不敢表现出来 只敢晚上偷偷说爱我 我能懂 毕竟 也不能因为我 让我舅舅的日子过不下去 说完 苏默撩眼皮看向秦琛 你是不是很好奇 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的我怎么能这么骄纵 秦琛不吭声 回看她 静心等待下文 苏默倾笑 因为我很爱我自己 苏默话落 玩耳一笑 是不是觉得很自私 秦琛 没有 苏默生筷子加辣子鸡丁 我这个人 我自己不想搞什么大爱大义 我活了三十年 连自己都没爱明白 不想费脑子去 先思考如何爱别人 说完 苏默喝一口手跟前的果汁 戏谑说 等我到了想结婚的时候 选个队演员的 谁爱我 我就爱谁 秦琛 我能算后补吗 苏默直言不会 你不行 秦琛眸色深邃 原因 苏默半真半假的调笑说 因为你太穷 饭后 秦琛收拾碗筷 苏默去了浴室洗漱 等到他出来 秦琛已经回了卧室 苏默扫了眼紧闭的刺窝门 轻挑了下眼尾 想到刚才在餐桌上的对话 抿了抿唇 这个是 他不能去哄 他们俩没有以后 他得提早接受这个现实 晚上 苏默躺在床上刷具 刷到一半 心里莫名一阵烦躁 随即翻身坐起 打开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 摸出一条没拆封的香烟 这烟 还是他当初离开戎城时 阮惠送给他的 阮惠是个老烟枪 他也就是偶尔解乏抽两根 细算算 他大概有半年没在抽烟 一来 他没饮 二来 小县城对于女士抽烟的包容性 实在太小 说到底 他也不是圣人 精神境界没升华到 是任何流言蜚语语无误 烟是万宝路的 水蜜桃爆珠 点燃吸入 口感尚渴 随着烟雾飘渺 苏默瞇了瞇眼 狗男人 明知道两人没结果 还摆出那副姿态 给他添堵 半晌 一根烟抽完 苏默拿起手机点开微信 给秦琛发了条信息 你跟谁闹脾气呢 嗯 第133章 以后只跟他Z 信息发出 秦琛那头没回 苏默等了会儿 先眼眸看屏幕上的置顶时间 0点34 他轻轻挑眉 估摸他应该是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 他放下手机刚准备睡觉 卧室门被忽然拧开 一道高大身影 迎着门外的昏黄灯光走了进来 苏默瞇眼 眼瞧着高大男人 走到床边将他捞起 被捞起的一瞬 他细眉竖起骂人 挨骂的男人不吭声 三步并两步 把人抱回了自己房间 落在双人床上的刹那 苏默被扣住纤细脚踝往下扯 不等他踹人 裙摆被撩 整个人被男人气在了身下 苏默 狗东西 苏默很确定 秦琛是在跟他闹脾气 因为他今晚很得厉害 不仅狠 还折磨他 次次把他送入云端 又故意停下 反反复复 苏默气到眼红 咬他肩膀 秦琛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做了 沉默了一晚上的男人 在这个时候终于出了声 嗓音低沉沙哑 除了我 你还想跟谁做 苏默这会儿都要气疯了 谁都行 除了你 他话落 男人拖着他的臀 将人抱起 苏默现在全是湿漉漉又汗津津 难受得厉害 偏偏这个姿势 他根本用不上力 就在他以为 秦琛还会继续折磨他时 秦琛忽然把他抱到了窗户前 老实的房子 不是落地窗 有窗台 秦琛大手一伸 将窗帘垫在窗台上 随后将人放了上去 苏默红着眼看他 又娇 又媚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无助 秦琛低头吻他 带把人稳软了 薄唇划过他脸颊 贴着他耳朵说 乖 以后只跟我做 苏默现在只想求个痛快 根本不知道秦琛在说什么 顶着欲求不满 眼看他 媚眼如丝成印 好 这个时候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是谁说 男人才会在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答应 女人也是好吧 苏默给了正确答案 秦琛自然是让他得偿所愿 刚刚欲求不满 现在接连三次云端 人都苏骂了 最后一次 秦琛把他从窗台抱下来 从后将人抵着 俯身低头跟他接吻 哑声说 苏默 这里是窗台 你说会不会被人看到 听到秦琛的话 苏默整个人都绷紧了 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 慌得很 又刺激得很 秦琛 我清清白白的一个男人 被你这么玩 还被你小区的人看到 你说 你是不是该对我负责 秦琛嗓音辞性好听 苏默欲念到顶 脑子里白茫茫一片 他说了什么 没听清 这一晚 苏默真的是半点气力都没了 昨天是误闯蓝惹似 被吸干精气神的书生 现在像是被吸干了的书生 又被吸了一遍 惨 太惨了 所以从预示出来 秦琛把他直接放在他床上时 他半点意义都没有 不仅没意义 在他靠过来的时候 还自然的在他怀里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蜷缩进去 过了一会儿 睡得迷迷糊糊 苏默忽然想到什么 嘴里嘟囔 明早要吃奶黄包 秦琛在他身后低笑 嗯 苏默睡意朦胧 秦琛 你是不是笑了 秦琛嗓音低沉 没有 苏默 哦 次日 苏默睡得正沉 被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铃声吵醒 他下意识去摸手机 拧眉按下接听 喂 苏默话落 电话那头的人没立即回话 过了约莫四五秒 小小师妹 苏默 你抖什么 陆仓 我 我电话不是打给你的 苏默 片刻 身后传来秦琛沉起慵懒低沉的声音 苏默 你接的是我的电话 第134章 秦老板 要宠上天啊 秦琛认识陆仓 这个认知 让苏默大清早 就经历了一场大刑射死现场 苏默拿着手机 心里默默竖起一根中指 不过他没立即回应 因为这种时候 先说话的人一准是亏 何况 他知道陆仓的尿性 他必然先沉不住气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就听到电话那头 陆仓支支吾吾的声音 小 小师妹 苏默顺坡下驴 接得那叫一自然 四师兄认识秦老板啊 陆仓头皮发麻 算 算是吧 苏默说 秦老板是我房客 陆仓 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 尤其是前两天 苏默刚在群里 问过他有一个朋友的问题 即便不捅破这层窗户纸 也不难让人浮想连篇 苏默从不喜欢别人介入自己的私生活 也不想给谁解惑 哪怕是跟自己感情极好的师兄 在听到陆仓这声言不由衷的啊之后 苏默没再接话 转身把手机递给了秦琛 秦琛伸手接手机 苏默纤细指尖 将手机微微回勾 警告式地看他一眼 然后才慢半拍 把手机递给他 紧接着 苏默没听 两人打电话 跳下床 白嫩脚尖踩实地面 光脚回了主卧 目送苏默摇曳身姿离开 秦琛冷声开口 说 陆仓欲哭无泪 大师兄 我要说我这通电话是无意的 你信吗 秦琛 说重点 言外之意 他耐心有限 陆仓自知 是撞枪口上了 可怜巴巴开口 今早师母联系我 说是想让文宣阁重新开业 可是师父当年明明说过 文宣阁绝不会再开 我拿捏不准 所以想问问你 秦琛沉声问 师母只联系了你吗 陆仓说 也联系了三师兄 但三师兄的性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多狡猾啊 直接踢皮球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 我是咱们师兄弟 几个里面最没脑子的 秦琛 你让师母联系我 陆仓语气为难 这样合适吗 几林前脚给他打电话 他后脚跟几林说 让他联系秦琛 怎么看他 怎么都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秦琛嗓音速了 那这件事你做主 陆仓 大师兄 别啊 这么大的事 哪里是我能做主的 秦琛 你自己考虑 另一边 苏默回了卧室后 再没睡着 别看他在秦琛卧室时 表现得挺淡定的 这会儿烦躁到挠头发 他们俩怎么能认识呢 什么时候认识的 他跟陆仓认识这么多年 也没听他提到过 秦琛这好人物 苏默越想越烦 纤细指尖勾头发丝 把发丝都勾下来两根 他正闹心着呢 听到隔壁 卧室门打开 他抿了抿唇下地 走到房门口开门 随后吸摇往门框上椅 双手环胸看着秦琛问 你怎么会认识陆仓 秦琛面不改色 客户 苏默眼皮跳了跳 他纹身 要知道陆仓那个人 是平时磕破点皮 都恨不得去医院的主 他会纹身 秦琛神情淡淡 嗯 说完 秦琛又补了句 不容苏默怀疑的理由 他说自己没有男子气概 觉得纹身能增加男子气概 苏默挑眉 他闻什么 秦琛卖不进洗手间 没回头接话 你猜猜 苏默私存 纹身 霸气得 要能增加男子气概的 左青龙 右白虎 苏默对纹身这行 没什么研究 胡乱猜 白虎 陆仓那个长相 别说 纹白虎挺合适的 他本身就长得白净 娃娃脸 纹个白虎 算了 画面太美 他不想继续往下想 苏默原本就是随口一说 谁知道从浴室洗漱 完出来的秦琛接话说 嗯 苏默眼路惊讶 真的 秦琛 真的 苏默 他什么时候闻 他倒是挺期待陆仓纹身的样子 凭他那个惜命劲 肯定 要死要活 秦琛 你觉得他会什么时候闻 苏默轻挑眼尾 今天大清早打的电话 那必然是想今天闻啊 苏默试探开口 今天 秦琛沉声接话 才对了 苏默唇脚含笑 闭波荡漾的毛子里有光 不难猜 秦琛阔不进厨房 常年如冰山的脸上 毛唇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 是你够聪明 第135章 他的痛苦无人知 陆仓得知 自己今天要纹身 是在一个小时候 他不可思议 诚惶诚恐 一米八的大男人 隔着手机差点哭出声 大师兄 我痛觉神经敏感 你是知道的 秦琛嗓音沉稳 不疼 陆仓 我不信 秦琛 你来试试就知道了 陆仓斗胆做挣扎 我不 秦琛平静说 我给你买了三个小时候的机票 中午见 陆仓 中午时分 苏默忙了一上午 从工作室出来透气 刚出门 准备去对面便利店买瓶水 就跟从出租车上下来 风尘仆仆的陆仓撞了个阵阵 两人四目相对 苏默挑眉 真闻 他早上那会儿 还以为秦琛是在逗他玩 他正盯着陆仓看呢 车后排又走下来一个人 热辣高挑的阮慧 阮慧换了新发型 大波浪剪了 变成了奇尔短发 色调也变了 从亚麻松变成了深蓝色 老实说 这个发型和色调 一般人真驾驭不了 可放在阮慧身上 个性又漂亮 阮慧踩着高跟鞋 走到苏默跟前 眨眨眼 惊喜不 苏默诚然 惊喜 他确实没想到阮慧会来 阮慧 我本来正上班呢 听说你四师兄要来 求爷爷告奶奶 死缠烂打 这次求了他带我来 苏默细血 那倒也不用这么卖脸 我四师兄是出了名的 对女人耳根子软 说吧 苏默想到什么 又补了句 当然 除了我 他这些年 可没因为他是女人 在路仓面前 得到过任何便利 仅有一次 他以为他会手下留情 是他们几个师兄妹 喝多了摔跤 他想着路仓多多少少 肯定会让着他 起码是小师妹不是 谁知道 他一个过肩摔 直接把他摔成了脑震档 让他在医院里躺了一周 从那会儿起 他就知道 在路仓心里 他压根就不是女人 苏默正回忆呢 一回神 路仓已经消失不见 再软慧地试一下他回头 就见路仓 正以一种极为怪异的姿态 走进纹身店 为什么说怪异 主要是他走资问题 昂首挺胸 步伐坚定 不像是纹身 倒像是要慷慨就义 从容赴死 不光他 连软慧也看出来了 你四师兄 确定是自愿来纹身 苏默轻笑 这还能有人逼他 事实证明 路仓确实是被逼的 他从走进纹身店开始 脸上就再也没露出过笑脸 直到被秦琛带进二楼纹身室 关上门脱了上衣 爬在纹身床上 才勉强扯出一抹笑 牙关打着哆嗦问了句 大师兄 你能直接敲晕我吗 秦琛 给你做橘麻 路仓 做了橘麻 就不会疼吗 秦琛面无表情 嗯 路仓从来都不知道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会如此薄弱 直到纹身真落在他身上的那刻 他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他才知道 信任这种东西 原来可以不值一提 路仓的惨叫声 响彻整个纹身店 就连隔壁七七店 都听到了动静 彼时 苏默买完矿泉水 带着阮慧刚进门 听到路仓的惨叫声 轻挑了向眉梢 阮慧 被杀了 苏默 他就是这个狗德性 路仓闻了多久 就撕心裂肺 喊了多久 两个小时候没了声 苏默和阮慧还没反应过来 双齐好馅 起身跑到纹身店打探消息 过了一会儿 跑回来撇嘴说 我以为闻完了 没想到是人晕了 苏默 阮慧 因为秦琛在纹身 中午这顿饭是蹭不成了 所以苏默中午 苏默又说起阅然的是 唏嘘又无语 他真是让我明白了 生物的多样性 苏默善笑 人品是后天的教化和约束 人性才是与生俱来的真相 其实也能理解 他只不过是后天教化和约束不够 又将人性的贪婪和欲望 放到了最大话 苏默正说着 揣在兜里的手机 忽然想了起来 他直接捏了张纸巾压嘴角 顺势从兜里掏出手机 低头看了眼屏幕上的来电提醒 按下接听 师母 电话那头 己灵情绪低落 默默 师母有件事 想跟你商量 第136章 致命吸引力 苏默跟己灵的关系 怎么说呢 基本是在赵匡去世后才走得清净些 在此之前 己灵一直忙碌学校的事 跟他们几个师兄妹不算疏远 但也绝对谈不上清净 不过 苏默对己灵一向敬重 因为尊师重道 也因为记着他这些年 对他们这些师兄妹 衣食住行的好 非经非故的 不过只是败入师门而已 能做到己灵这个份上 说实话 已经够了 人嘛 不能狼心狗肺 听出己灵语气不对劲 苏默给阮慧使了剂眼色 示意他和双齐掀斥 自己则拿着手机 走到小饭馆门口接电话 师母 你说 己灵声音哽咽 我想让文轩阁重新开业 苏默闻言 瞬间拧眉 什么 己灵带着哭腔说 默默 我知道 你师父当初关店的时候就曾说过 文轩阁绝对不会再开门做生意 可我 可我 己灵说着 哭得气不成声 再也说不下去 苏默沉默 静静听着 并不作声 己灵如果说旁的 苏默竭尽所能 肯定力挺 可这件事 他入师门多年 除了当年选择跟奖商在一起 没做过一件忤逆兆框的事 己灵那边哭了一阵 见苏默这边始终没表态 稳了稳情绪说 默默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有个念想 苏默 师兄他们怎么说 己灵 你三师兄和四师兄的意思 是听你大师兄的 提到大师兄 苏默皱眉 没来由的反感 说来也怪 他跟这位大师兄面也没见过 他还在夜染的事情上 帮过他的忙 但他就是本能排斥 过了一会儿 苏默开口 师母 这件事 我们从长记忆 己灵 默默 苏默 师母 我懂您的意思 也能理解您的心情 但这件事 我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我得跟几位师兄商量 反感归反感 他身为小师妹 这种事 他不能挑大量 他也挑不起 听到苏默的话 己灵也没太激进 嗡了一声 又跟他聊了几句别的 然后又叮嘱他 好好照顾自己 最后才挂了电话 切断电话 苏默把手机 从耳边挪到眼前 看着黑掉的手机瓶 苏默抿了抿唇 让文轩阁重新开张 苏默浅浅吸气 有那么几秒的恍神 苏默没立即询问 陆仓和楚行 一来 陆仓这会儿还在文身 二来 他也需要自己捋一下 这件事几分钟后 苏默重新回到小饭馆 他不过才出去了一会儿 阮慧和双旗已经打成了一片 他坐下时 阮慧跟双旗正凑在一起看手机 苏默好奇 在看什么 阮慧把手机摊给他看 巴山储水凄凉地 一群撒男勾引蜜 苏默垂眸 好家伙 视频里几个大男人扭胯扭的正妖娆 视频标题也很细精 七主 累了一天辛苦了 苏默收回视线 则 阮慧细血 则什么 扭的没有 嗯嗯安好 嗯嗯 也男人 苏默 他们腰没劲 苏默一语惊人 这下轮到阮慧 嘖嘖嘖 饭后 三人打车回到七七店 刚下车 就看到纹身店门口 坐在高脚凳上 叼着烟看手机的秦琛 几倍威攻 两条大长腿 一条腿踩实地面 一条腿微躯 没有故意耍裤 男性荷尔猛 是从骨子里透出来 看到这一幕 阮慧用手戳苏默洗腰 苏默挑眉 随即眯了眯眼 这不比那些视频里 扭腰顶胯的男人 有致命吸引力 第137章 活儿真好 苏默看得略出神 站在他身侧的阮慧 戳他腰的手 也加大了力度 是真帅 苏默轻笑 不置可否 可不就是真帅吗 但凡不是真帅 他当初也不能选他 现在想想 那个时候 他虽然是犯魂 但其中步伐 也有见色起义的成分 阮慧 我就不信你一点没动心 苏默 你很闲 怎么整天静琢磨我这点事 实在闲得慌 就年底找个场子那鞋底 苏默说完 走到店门口开门 期间连一个多余的眼神 都没给轻撑 仿佛两人是两个 不相熟的陌生人 阮慧紧跟在他身后 小声轻泽 真能沉得住气 面对阮慧的调侃 苏默没说话 踩着高跟鞋 神态自若进门 苏默和阮慧 虽然天天视频 但视频聊天 哪有面对面八卦惊性 所以一进店门 阮慧就开始跟他聊 最近这个圈子里发生的八卦 说起某位大佬 塞了女儿进来度金 底子没有 灵性没有 甚至连尸门都没有 可即便这样 那位大小姐 还是在上次的新人比赛中夺了奖 苏默戏谑 第一 阮慧 那倒不是 大概是怕被扒 夺了的第三 苏默不屑轻吃 作品呢 阮慧说 听说是一位老师傅给做的 具体是哪位老师傅 阮慧没点名 十有八九 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苏默 老师傅也做这种事 阮慧撇嘴 这世道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再加上各种下作手段 阮慧欲言又止 苏默心知肚明 都说艺术家高贵 其实哪一行都有脏了心 又脏了手的人 行业滤镜 不可取阮慧 说起来 那位被墙塞进来的大小姐 跟你一个性 苏默勾唇笑笑 同性不同命 阮慧 跟他比什么 你有实力 苏默懒散野鱼 能躺着 谁愿意坐着 阮慧赞同接话 那倒是 炙热爱好是爱好 谋生是谋生 什么时候都不能相提并论 只有完全解决生活问题 无后顾之忧的人 才会站出来追求 活出真的自我真的洒脱 饭都吃不饱的人 追求个毛线 每天赚完窝囊费 半夜躺被子里 刷个短视频APP 那都算是消遣娱乐 谈追求 我跟你谈追求 谁管我明天的一日三餐 苏默入行那会儿 确实是因为爱好 但如果他始终 没在这行闯出什么名堂 实话实说 他恐怕一早就退圈了 没办法 他得吃饭 他就是个普通人 爱好和艺术家的名头 又不管饱 两人正聊着 苏默手机震动 屏幕上跳出一条微信 苏默垂眸 看到屏幕上的信息 轻挑眼尾 秦琛 中午吃饱了吗 苏默 秦琛 瞎人妖果和奶黄包 吃吗 苏默 现在 秦琛 嗯 苏默闽唇 只见在手机边缘轻敲 实话实说 他中午没吃饱 一来 是他中午接了几零一通电话 心里装了事 影响了食欲 二来 他现在嘴确实被秦琛养得有些雕 一般饭菜食难下咽 私存了话 苏默决定 还是不亏待自己 还想喝草莓汁 秦琛 嗯 苏默是十分钟后 找借口过去的 美其名曰 是去看路舱 阮慧意味深长地看他 眼底满视 浮想连翩 苏默忽略他的眼神 用纤细手指拢了下头发 迈不出门去了隔壁 苏默抵达纹身店时 大家正好都在忙 只有秦琛在厨房里 帮他榨草莓汁 他现在已经跟纹身店的几个人熟悉了 比如老实芭蕉 又有些腼腆的是邱正 一脸机灵像的叫阿飞 他自然地跟几个人打过招呼 提不进了厨房 进门 秦琛正好在把草莓汁倒入玻璃杯里 他弯腰去看 纤细手指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 探入他衣角 去摸他壁垒分明的腹肌 一本正经 又带着若有似无的撩拨 秦老板 你 活儿 真好 第138章 不得而知 苏默话落 秦琛侯姐滚动 没管他作乱的手 去拿放在一旁的奶黄包和瞎人腰果 苏默眯着眼看他 细腰往橱柜上靠 懒懒艳艳 带他把两个盘子端过来 人没动 红唇微起 这是让他喂 苏默 我没洗手 旁边就放着筷子 他说他没洗手 给自己的懒找借口罢了 秦琛没吭声 一言不发地 拿过一旁的筷子夹起奶黄包 跪到他嘴跟前 苏默咬了一小口 随口说 陆仓是我师兄你知道吗 秦琛面不改色 是吗 苏默 四师兄 秦琛 嗯 苏默言语 能打折吗 秦琛直直看他 几折 苏默指尖刮蹭他腹肌 眨眨眼 九折是熟人架 八折是友情架 七折 秦琛加瞎人喂给他 可以 苏默眼睛弯弯 秦老板 你这样不行 一点定力都没有 苏默说完 秦琛捶着眼眸看他 下一秒 拿过一旁的草莓汁喝了一口 捏起他下颌度给他 随后用粗粒指腹蹭他嘴角 沉声道 我睡了人家师妹 应该的 苏默闻言眯起眼 秦琛 你可真骚 秦琛 那你喜欢吗 苏默挑眉看他 舌尖抵过背齿 没接话 喜欢吗 自然是 凡夫俗子 实色性也 喜欢呢 两人就这么一个喂一个吃 黏黏乎乎 勾勾搭搭搭 吃了一顿下午餐 饭后 苏默回了七七店 纹身店这边炸开了锅 阿飞用手筒雇邱正 隔壁老板娘跟咱们称歌 邱正低头闷声音 不知道 阿飞 称歌 给人做下午餐 邱正睁眼说瞎话 人家那不是交了伙食费吗 阿飞瞪眼珠子 这都过饭点了 邱正 那也得说到做到 不然人家老板娘的钱 不就白交了 阿飞 你可真是油烟不尽 邱正没说话 把手里的计算器 噼里啪啦按到起飞 这边 苏默回到店里不久 就收到了附近的微信 默默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谈谈合作的事 苏默垂眸扫过手机屏 已读不回 想谈合作 哪有那么容易 陆仓出现在苏默七七店 是在下午黄昏 据说是昏过去后 中途醒了一次 没闻完 然后又晕了一次 只见他脸色惨白 步履蹒跚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刚被用过刑 苏默见状轻挑眼尾 似笑非笑 你还好吧 陆仓手扶后腰 疼得坐不下 单手撑在收音台上 跟苏默对视 皮笑肉不笑 又带了那么点 恶狠狠的味道说 师妹 你喜欢白虎吗 苏默狐一鼠秒 以为他是在寻求 审美共鸣 媚良心接话 喜欢 陆仓咬牙切齿 我也喜欢 苏默轻笑 看出来了 都疼这样了 还直咬闻 那必然是非常喜欢 陆仓在苏默的七七店里 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离开时 苏默亲自送他出门 瞧着陆仓那副 重伤患者的样子 他本想留他住一晚再走 但陆仓不知道抽什么风 说什么都必须今晚回去 见他这么执着 苏默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叮嘱阮慧 把人照顾好 阮慧给他比划了的OK的手势 示意他放心目送两人上出租车 苏默转身回店里 掏出手机 给附近回了条信息 这周末吧 附近那头秒回 好 苏默 是你来尝了 还是我去荣城 附近 你来荣城吧 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位大佬认识 看到附近的信息 苏默唇脚勾起一抹饥讽 好 大佬 在这个圈子里 但凡天天在饭局上混的 就没一个是真大佬 道貌黯然 竹鼻子里插大葱 装相 发完信息 苏默把手机随手扔到一旁 正琢磨事呢 双齐神情激动的一溜烟 跑到他跟前戳他 苏默抬头 顺着双齐手指的方向 看到了站在落地玻璃门外的一双人 紧促眉峰的秦琛 还有一位看起来热辣又泼辣的美女 苏默挑眉 嗯 双齐神神秘秘说 在你出现之前 秦琛的准飞闻女友 大漂亮发廊的老板娘 第139章 求你喜欢我 大漂亮发廊老板娘 横眼说啊 苏默指尖在收银台上清点 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他懒散思寸 忽然想了起来 就是前段时间 同样是隔着落地玻璃门 只不过是在隔壁纹身店 他在门外 这位老板娘跟秦琛在门内 他那会儿 还跟秦琛发过条信息 说他没有跟别的女人 一起玩男人的嗜好 想到这儿 苏默嘲弄笑笑 不以为然拿起手机打游戏 见状 双齐一脸愕然 你就不担心 苏默样笑 担心什么 双齐说 担心秦琛被抢跑啊 苏默漫不惊心 压根也不是我的 又何来抢跑一说 双齐 苏默是不在意 可双齐在意极了 昔日情敌 两人还正面刚过呢 今天他都退场了 他还坚挺着 让他说不出的赌得慌 无关爱不爱 就是一口气 所以 接下来的场景就很诡异 跟秦琛有实质关系的苏默 专注玩笑笑乐 跟秦琛没半点关系的双齐 一顺不顺盯着门外 做实时汇报 挨上了 他们俩挨上了 不要脸 他还拉秦琛胳膊 我早看出他 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好像是钱 秦琛妹妹是不是病了 他难道想用钱砸她 苏默原本是真不在意 但听到双齐这句话 他输得抬眼 在看到门外的女人 确实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 在往秦琛怀里塞时 拧了下眉 起身脉步走了出去 秦琛 苏默声音淡淡 脸上还带着些许不耐烦 他话音落 站在他对面的两人 齐齐朝他看了过来 大概是女性第六感 女人在看到他的时候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一脸提防 苏默面不改色撒谎 我想纹身 你现在方便吗 秦琛沉沉声回应 方便 苏默 好 说吧 苏默率先往纹身店迈步 秦琛紧随其后女人见状 伸手试图想拉住秦琛 秦琛只不看对方一眼 神色冷漠 我不喜欢女人死缠烂打 女人眼睛尖锐 你是不是喜欢新来的那个女人 秦琛跟你无关 女人不服气 我哪点不如她 那种娇滴滴的女人 你觉得跟你合适 你自己什么样的家庭 你不清楚 你 女人还欲继续说 已经走到纹身店的苏默蛇身 走了回来 踩着高跟鞋几步 走到女人跟前 戏没轻挑 气势逼人 她家庭什么样 女人胸口七七伏伏 我再跟她说话 没跟你说 苏默 追人而已 你怎么还玩破案呢 得不到就毁掉是吧 她的家庭 真如你说的那么不堪 你还削尖了脑袋 往她跟前凑 你有病 女人被咽 找不到回怼的话 苏默 真是不知道 你们这种人是什么心态 一方面说爱 一方面又各种瞧不上 女人气急 我懒得跟你这种 一看就有公主病的人说话 苏默灭笑 一看就是丫鬟命 看谁都像公主 女人 几分钟后 苏默跟秦琛回了纹身店 两人在她工作室 秦琛神色平静 苏默则是怒气未消 半晌 秦琛垂眸看着她沉声开口 你气什么 苏默撩眼皮看她 怕你被她洗脑 本来就一天到晚 为自己的家庭自卑 再被人洗脑 那可有意思了 秦琛哑声说 她说的也没错 苏默气笑 哪里没错 秦琛道 我的家庭是不好 苏默反驳 大家都是普通人 普通家庭 放眼长乐线 有几个家庭是非富即贵 你现在有自己的纹身店 还靠自己的努力买了房子 秦琛 苏默话没说完 秦琛看着她的谋色皱暗 下一秒 她伸手将她抱起 把人抱到了她的绘图桌上 苏默被抱起得猝不及防 细眉竖起瞪她 秦琛喉解滚动 低头吻她 大手掐着她细腰 嗓音暗哑 苏默 求你喜欢喜欢我吧 第140章 心乱了 秦琛嗓音又沉又哑 苏默听在耳朵里 呼吸一致 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住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她总觉得 这一刻的秦琛 好像整个人都要碎了 苏默微敏红唇 跟她额头相抵 有那么一瞬间 因为没办法给予回应 无端是错 她是不是勾搭的有点过了 几分钟后 苏默回了七七店 坐在靠落地窗的椅子上 晒着太阳抠指甲 烦 闹心的烦 她以为她刚才为秦琛出头 是正道的光 可在秦琛眼里 大抵是变了味 看她的样子 好像因为这件事 对她越陷越深了呢 从苏默回来 双琪就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观察了一会儿 忍不住出声问 苏默姐 你没事吧 苏默回神 一秒回复了平日里懒懒散散 人往椅子后靠 扯过一旁的宝毯盖在身上 浅笑燕然 我能有什么事 双琪 我瞧你好像 双琪欲言又止 苏默轻挑眼尾 嗯 双琪 为情所困 苏默吃笑 我 双琪点头如捣算 给予肯定答案 对 苏默矢口否认 不可能 双琪闻言 一脸将信将疑 哦 苏默转头看窗外的夕阳 眯了眯眼 过了一会儿 忽然开口 齐齐 双琪积极成应 嗯 苏默问 在你眼里 秦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默问的随意 仿佛就是随口一说 双琪盯着他侧脸看了会儿 再次感慨 苏默这颜值 就是上天的蠢 认真回答 首先肯定是帅气嘛 然后就是他 很有责任心和责任感 这点 你看他对他妹妹 就能看得出来 秦琪的是 双琪还是从邱正嘴里得知的 知道后 该怎么说呢 让他突然就对 秦琛喜欢苏默这件事 就恨不起来了 他的人生都这么苦了 追求自己喜欢的人 找点甜头怎么了 况且 他不也是在追求 自己喜欢的人吗 想通这些 双琪豁然开朗 一秒释怀 听到双琪对秦琛的评价 苏默红唇勾了勾 嗯 双琪天真无邪 我评价的不对吗 苏默懒散回应 对吧 双琪 苏默在椅子上躺了会儿 心绪始终没办法平静 最后迫使他平静下来的 是几灵的信息 他正心烦意乱呢 捏在手里的手机 忽然震动 他拿起手机 屏幕上是几灵的信息 默默 在师母心里 其实一直都把你 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苏默闽唇 指尖划过屏幕点进去 没给几灵回信息 而是点进置顶的 相亲相爱一家人 群发的条信息 师母都跟你们联系过了吧 对于文宣阁重新开业的事 各位师兄怎么看 信息发出 群里安静如私 无一人回复 拜上 他正准备挨个at 群里那位之前神龙剑 手不见尾 最近却频繁出现的 大师兄回了消息 你怎么看 苏默 我没什么看法 对方 那你就别管 也别问 苏默 苏默这两个问号发出去 对方没再回复 苏默看着 指于他问号的聊天界面 瞬间就气笑了 不是 这人有病吧 架子这么大 脾气这么丑 彼时 隔壁文身店 秦琛靠坐在绘图桌前抽烟 骨节分明的手指点在屏幕上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待采灵想过对方接起 秦琛沉声开口 师母 听说您想让文宣阁重新开业 第141章 动摇了呢 秦琛声音冷漠 没什么感情 成分他话音落 电话那头的几灵 没立即接话 约莫过了个七八秒 几灵才带着温和笑意 缓缓开口 小五 你难道不想吗 几灵没回答 反倒把问题抛给了秦琛 见秦琛不回答 几灵又说 师母知道 你们师兄妹对文宣阁都很有感情 你师父当初关门是迫不得已 现在风头已经过去了 几灵说着 刻意停顿 随后继续开口 声音里带着极许怀念 以亡人的难过 况且 你师父当年有多希望文宣阁发扬光大 你是知道的 几灵小之以情动之以理 分析了客观环境 又打了感情牌 最后还把赵匡的夙愿搬出来 为他这段话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秦琛听着 抬手取下嘴角的烟掐灭 久久没回应 就在几灵觉得 以他对秦琛的了解 他一定会拒绝时 秦琛沉声开口 我支持师母的决定 几灵 秦琛 师母准备什么时候 让文宣阁重新开业 几灵大约是没想到 事情会这么顺利 慢慢拍回应 筹备加上半个种手续 差不多一个月吧 秦琛诞声应 好 几灵 小五 谢谢你支持师母的决定 秦琛到 师父当年跟我说过 他当初之所以会开文宣阁 是因为想在这个圈子里站稳脚 风风光光取您进门 如今您想让文宣阁再次开业 我想 如果师父他老人家还活着 也一定会同意 几灵急气 哽咽 嗯 跟几灵挂断电话 秦琛谋色暗沉 过了一会儿 他发了条信息出去 调查得怎么样了 对方秒回 没查到 秦琛 继续查 对方 会不会是你想的太多 秦琛 别废话 继续查 另一边 苏默原本心里就不那么痛快 背对后 心里更是堵得发慌 瞧见外面天色渐晚 起身走到收银台 拎起自己的手包 唇角含笑 看向双旗 下班 双旗诧异 这么早 苏默笑咪咪 你可以加班 双旗 苏默又道 不过没工资 双旗 从七七店出来 苏默瞥了眼隔壁 已经亮起灯的纹身店 没联系秦琛 打了辆出租车 去了李奥的小酒馆 他进门时 李奥正在跟人打电话 瞧见他 眼底闪过一抹意外 对着电话那头的人道 回聊 你的小祖宗来了 说吧 李奥挂断电话 招呼苏默 苏默走到高脚凳前坐下 手包随意放下 谁的小祖宗 李奥不动声色 插开话题 尝尝新款 苏默挑眉 不置可否 今天要酒精度数高的 李奥知道 苏默没那么好糊弄 调酒的空荡状 四自然地回了他一句 刚刚打电话的是我朋友 他女朋友回来了 苏默笑笑 目光轻飘飘地 落在某一处蓝色灯光上 哦 李奥 有心事 苏默收回目光 一手脱下盒 另一只手摆弄手机 没有 李奥闻言 把调制好的酒 递到他面前 没把我当朋友 苏默拿起酒杯 瞧着里面晶莹剔透的蓝 漂亮指尖在酒杯壁上点了点 你等的女人还是没消息 李奥 杀人诛心 苏默先眼眸 笑叶如花 朋友吗 彼此交换下秘密 苏默姿态慵懒 李奥淑地一笑 有消息 说过段时间会回来一趟 苏默轻笑 高兴吗 李奥 带男朋友一起回来 苏默轻挑眼尾 则 诛心 等了多年的爱人 最后却带着他的爱人一起回来 这种场景 光是想想 就知道是怎么样的修罗场 苏默话落 李奥看向他 你呢 苏默红唇轻起喝酒 直接捏着酒杯柄回应 我呀 心有点乱 李奥 因为男人 苏默细谢 你猜猜 李奥 因为秦琛 苏默细腰往前倾靠 似笑非笑 伪装极好 看不出真实情绪 大概 第142章 娇艳欲滴 苏默是真的有做渣女的前置 这个大概从他嘴里说出来 跟玩似的 半点不靠谱 李奥笑笑 懂得点到为止 没再接话 一杯酒下肚 苏默有些头晕 他自己点的高酒精度数 怪不得别人 在自己醉胎壁路前 他先一步结账离开 从小酒馆出来 苏默正准备走到马路边打车 就接到了秦琛的电话 听到手机铃声 他从包里掏出手机 再看到屏幕上秦琛两个字后 秀眉微眠 按下接听 嗯 秦琛沉声问 在哪 苏默慵懒成硬 逛街 秦琛 时间很晚了 在哪逛 我接你 苏默红唇挑动 声音一秒冷下来 秦琛 苏默话说至半截 秦琛诞声打断他的话 有什么话见面说 苏默 苏默到底还是把地址发给了秦琛 小县城就这点好处 别管你在哪 哪怕是一个城东一个城西 十多分钟也肯定能抵达 秦琛到的时候 苏默看了下时间 用了八分钟 不等他下车 他就踩着高跟鞋 上前打开副驾驶车门 弯腰坐了进去 瞧见他脸色不好 秦琛俯身过来给他系安全带 还顺手给他怀里 塞了一个烤红薯 红薯热气腾腾 不是这个季节该有的东西 苏默低垂眼眸看他 水眸漂亮 却薄凉无情 秦琛锤眸系安全带 没跟他对视 低沉着嗓音开口 我错了 苏默挑眉 秦琛继续道 你不用喜欢我 苏默明明唇 没说话 今天下午那会儿 两人其实属于不欢而散 虽然没吵没闹 但气氛明显是闹僵了 这会儿听到秦琛的话 苏默神情稍微缓和了几分 秦琛系完安全带 抬头看他 两人对视 苏默颇有打了一巴掌 又给一颗填枣的意思 高傲地抬了台下河 把娇烟欲滴的红唇靠近他 秦琛低头靠近 在唇角触碰的那刻 苏默狠狠咬住他薄唇 以后不准道德绑架我 秦琛吃痛也不退缩 哑声 嗯 苏默火气撒了 怒气没了 人也变得温顺起来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舔了舔秦琛被他咬破的地方 撒娇式地说 我喝了酒 晚上得喝醒酒汤 秦琛将人搂住 加深这个吻 好 在回去的路上 苏默坐在副驾驶迷迷糊糊 睡了过去 那杯鸡尾酒到底是度数高 酒后浸上来 整个人昏昏沉沉 怀里抱着热气腾腾的红薯 不那么烫 正好可以取暖 车抵达小区 秦琛下车将睡得迷迷糊糊的人 攀上了秦琛的脖子 带回到家 秦琛把他放下 他才黏黏呼呼嘟囔了锯 不喝醒酒汤了 困 秦琛 嗯 苏默人迷迷糊糊 但也没多醉 眼皮动了动 忽然又睁眼 撅着嘴说 可我还没卸妆 说完 指尖探入秦琛衣角 去摸他小腹结实的肌肉 软绵绵地说 秦老板 你能不能帮我卸妆 秦琛大手扶过他脸颊碎发 我去拿东西 苏默乖乖瞧瞧 好 秦琛出去又回来 手里拿了卸妆棉 还拿了一块温热的毛巾 苏默闭着眼享受 来自秦老板的卸妆服务 带妆卸了 脸也被温热毛巾擦拭完 苏默眼皮颤了颤 小声说 秦琛 不要把过多心思放在我身上 你就当我们俩 只是玩玩 不要太当真 苏默话落 秦琛沉默没做声 他等了半天 没听到他的回应 睁开眼 恰好对上他 深如谭默的毛子 秦琛 苏默 你一次次的跟我说这些 到底是在警告我 还是在告诫你自己 第143章 被吃得死死的 随着秦琛化落 卧室里气氛顿时陷入了凝固 两人就这么对视 一时间谁都没再说话 足足一分钟左右 秦琛伸手 拿过放在床头柜上的毛巾 和卸妆免起身离开 看着他的背影 苏默抿唇 一颗心抿扒成了麻花 狗男人 他刚给他点好脸色 他就给他添堵 次日 事实证明 哪怕你喝多了酒 只要你心里装了事 你就一定睡不踏实 苏默辗转反侧到凌晨四点 才睡着 还是全靠一部恐怖片哄睡着的 电影拍得很惊悚 算是他近期 看过最有质感的一部 尤其是在女鬼出来的时候 特别带感 然后 他就睡着了 梦里 他与鬼同行 成了捉鬼师 苏默再次睁眼 是被一通电话吵醒的 他迷迷糊糊中 拿过手机按下接听 电话那头 传来附近兴冲冲的声音 默默 你今天有时间吗 苏默现在人比心憔悴 说 附近 你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 我安排你今天 跟那几位大佬见一面 苏默闻言 脸上闪过一抹不耐烦 提纯刚想拒绝 想到什么 话锋一转问 今天什么时候 附近道 晚上吧 白天大家都忙 你也忙 苏默 晚上几点 附近说 八点 苏默一口答应 可以 跟附近挂断电话 苏默合上手机 把手机在手里转了个圈 他倒是想看看 附近晚上会给他 介绍哪些牛鬼蛇神 在床上躺了会 苏默起床去洗漱 房门刚打开 他就看到了 在厨房做早餐的秦晨 有了昨天起起伏伏的小情绪 苏默目不斜视 走进洗手间 等他出来 迈不到厨房门口 双手环胸倚着门框说 我今天去荣城 白天不去店里 晚上也不回来 秦晨背对着他 沉声问 有事 苏默 公事 秦晨又问 什么时候回来 苏默嘲弄 回来做什么 看你给我甩脸色 苏默话音落 秦晨背对着他的背影一将 紧接着 他伸手熄火 转身阔步走到房门口 苏默抬头看他 身高虽然差不少 但气势能有两米 两人对视 秦晨一言不发 侯杰滚动了下 低头吻上他的唇 苏默不高兴挣扎 秦晨将人搂紧 一吻结束 看着他无奈开口 不准我爱上你 不准我生气 不准我有一点忤逆你 苏默 你当初对蒋商也这样 提到蒋商 苏默像是被触碰到逆鳞 细眉马上竖了起来 见状 秦晨下河绷紧 谁知道 下一秒 苏默咬牙切实说 你提他 比你说我有案底 还让我恶心 听到苏默的话 秦晨脸色瞬间恢复正常 看出他神情的微变化 苏默善笑 秦晨 你真是没出息 被我吃得死死的 秦晨低垂眼眸看他 没反驳 吃早餐的时候 苏默心情稍稍好了些 主要功劳 在于早餐太好吃 饭后 看着秦晨忙碌的身影 他拿起手机 懒散的在某具有搜索功能的app上 打下一串问题 如何让一个男人 短时间内逆反你 下面回复千奇百怪 点赞最多的 要数前三条 第一 分享欲 事无巨细跟他分享 第二 黏着他 越沾越好 最好能沾到无理曲貌 关于第二条 对方还给列举出了例子 比如在他打游戏的时候 去跟他轻轻抱抱 保证秒凡 第三 对他好 越好烦得越快 看完这三条 苏默倾笑出声 这些难道不是恋爱中情侣的正常操作 真有男人嫌烦 子 如果真有这样的男人 那可真够健皮子 难道他希望找一个对他毫无分享欲 不黏着他 对他不好的女人 看完 苏默觉得有趣 截图转手发给了软慧 软慧那头秒回 真的是这样 苏默 软慧 男人是一种希望永远保持新鲜感的生物 就好比你跟奖商当初 你忙得要死 他也忙得要死 偶尔一起吃顿烛光晚餐 浓情蜜意 你当初跟奖商 如果像你现在跟秦琛这样 你们俩早瞧归乔路归路 苏默轻挑言尾 从这一串字里行间琢磨出点意思 别说 外里有时候确实也有一定道理 如果他当初跟奖商真像他跟秦琛这样 如今两人已经睡了七个年头 没有婚姻束缚 没有一纸结婚证法律约束 是法案 苏默正被软慧思想带偏 秦琛卖步从厨房走了出来 三步并两步走到他面前 俯身将人打横抱起 苏默挑眉 秦琛神情自然说 不是要走吗 先把你喂饱 怕你出去打也是 第144章 像个妖精 白日轩映 秦琛没把苏默抱回卧室 而是直接抱到了沙发上 人跪着 轻颤摇晃 秦琛把大手禁锢在他不足淫淫一卧的腰身 留下纸痕 在察觉到苏默就要预念道顶时 秦琛俯身跟他接吻 最后薄唇落在他耳边低笑 这么快 苏默站立 晶莹剔透指甲 掐着秦琛手臂 人又娇又昧 汗晶晶地说不出话 秦琛又说 可我才刚开始 苏默 苏默在某一刻 忽然觉得自己像充气娃娃 任由秦琛柔圆捏扁 关键是 他还没办法反抗 身子太酥了 又太软 是那种会有电流通向四肢百孩的舒服感 事后 秦琛抱着他洗澡 贴在他耳边蛊惑他 苏默 这样就很好 我什么都不求 不会勉强你 你别躲 苏默轻哼 焦纵 我没躲 秦琛 嗯 从浴室出来 苏默休息了会儿 跳下床从衣柜里选长裙 然后去浴室化妆 途经沙发 他轻挑了下眼尾 不忍直视 化完妆 苏默走进次卧跟秦琛打招呼 他这次不确定走几天 韩晶梅那边需要他帮忙照顾下 苏默站在门口 正于开口 发现秦琛正在换长裤 人站着 威攻着背 肌肉结实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苏默也不例外 老实说 苏默挺喜欢秦琛的长相和身材 跟他以前身边那些男人都不一样 该怎么说呢 韧静十足 让你吃进嘴里 不会觉得腻 反而很有交头 苏默眯着眼正看得出神 秦琛忽然转身 两人对视 秦琛稍稍醋眉见状 苏默迈不上前 走到他跟前去抱他 今时不同往日 以前他偷窥他 他不高兴 情有可原 可现在 两人都这样了 他都跟他黏糊成这样了 凭什么不高兴 秦琛 苏默软绵绵开口 秦琛下意识伸手去抱人 嗯 苏默娇称 你对我其实一点都不好 什么叫欲加之罪 这就是 秦琛沉默不说话 苏默又说 你对我总是板着一张脸 我不过就是盯着你看了会儿 你就白脸子给我看 秦琛嗓音低沉 没有 我不太会笑 苏默抬头看他 眼睛亮晶晶 脚霞又古灵精怪 等我回来 你脱欧给我看好不好 秦琛垂眸挑眉 嗯 苏默吐气如蓝 点脚去蹭他薄唇 像是个要吸人惊气的妖精 像上次车里那样 上次车里 是两人要断了关系 桥归桥 路归路那次 他下套勾引他 看他难耐 等他上钩 秦琛喉解滚动 嗯 苏默娇笑 心满意足 半小时后 苏默出发去市区机场 秦琛开车送他 在车上苏默瞇了一会儿 等到了机场 才懒散睁眼 临下车前 苏默轻身 轻了轻秦琛薄唇 秦老板 谢谢 秦琛低垂眼眸看他 这算车费 苏默 对 说完 苏默跟斗小动物似的 用手指去挠秦琛下盒 高不高兴 秦琛面无表情 高兴 苏默挑眉 你这是高兴的表现 秦琛眸色暗沉 薛薄的唇试图勾起 勾了几次 他没成功 倒是把苏默斗笑了 行了 不勉强你了 又冷又哭的秦老板 过了一会儿 苏默下车 勾送他进机场 秦琛掏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带电话那头接起 秦琛嗓音速冷开口 苏默去了荣城 你帮我找人看着点 电话那头的人是牟川 文言调侃 这么不放心 你怎么不跟着来 秦琛 最近我跟得太紧 怕他起义 每次他去荣城 他都说去出差 太假了 一次两次还行 次数多了 苏默也不是傻子 牟川 我挺期待你掉马 你说以苏默那个性子 他到时候还能要你吗 秦琛降下车窗点烟 认知清晰 不能 牟川细选 那你怎么办 秦琛抽烟 慢条思理说 我最近的频率是 一周三次 牟川没听懂 什么 秦琛道 从没做过避孕措施 牟川 曹 第145章 棒打鸳鸯 秦琛这话是什么意思 牟川当然知道 这是赤裸裸的 想要负贫子贵 牟川感慨 自家兄弟负黑之余 又隐隐担忧 以苏默的个性 秦琛沉声说 如果怀孕 他肯定会生 牟川 这么肯定 秦琛道 他是个负责任的人 牟川不了解苏默 对于他是不是负责任这件事 不好评价 转移话题 你没做避孕措施 不代表苏默也没做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他性格懒散 不是次次都记得住 牟川彻底拜扶 好家伙 搏几率 秦琛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另一边 苏默进机场 办理登机的时候 后知后觉 想起来 忘了跟秦琛说 让他照顾韩金梅的事 掏出手机 给他发了条信息 秦老板 如果我三天不回家 记得帮我去看看外婆 秦琛秒回 好 苏默已然习惯 他的西字如今 谢谢秦老板 秦琛 早点回来 苏默正往登机口走呢 瞧见秦琛的信息 人愣了几秒 早点回来 苏默漂亮指尖 在屏幕空白处清点 都好多年 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了 听着手机看了会儿 收起手机没回复 从长乐到荣城 两个多小时 苏默又补了会儿脚 加上在车上那一脚 昨晚缺失的绝 总算是多多少少补回来先 下飞机 附近安排了司机来接他 司机殷勤上前 从他手里接过手包 苏小姐没有行李吗 苏默回笑 人比花交 不知道待几天 缺什么直接买吧 司机知道苏默的底细 深知他的经济实力 苏小姐缺什么 尽管跟我说 我可以帮苏小姐跑腿 苏默玩儿 谢谢 去往酒店的路上 司机简单做了下自我介绍 说可以喊他小王 然后又跟苏默 猛夸了一番附近的实力 苏默左耳进右耳出 完全没放在心上 不仅没放在心上 而且把这副 全然不在意的样子 写在了脸上 司机从那时镜里 瞧见他的神情 信心闭嘴 有才华的人 骨子里都有那么点傲气 更何况 苏默在没离开荣城之前 知名度在这个圈子里 算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司机在这个圈子里 也有些年头了 知道这些大佬的性子 余下的路程 没敢再多说 车抵达酒店 司机下车 给苏默开车门 他自然而然地 享受这种待遇 笔直紧致的长腿 从车里迈下来 站直身子 看向司机问 附近现在是不是跟叶染在一起 司机微正 大笑 副总监的私事 我不是很清楚 苏默善笑 是吗 司机硬着头皮接话 是 苏默和叶染的仇恨 圈子里谁不知道 他今天来接机时 附近就曾提醒过他 关于这件事 一定要绝口不提 好在苏默也没继续问 从他手里接过手包 到了声线 就迈不进了酒店 房间也是附近一早就开好的 苏默去前台做了身份证登记 跟司机简单交代了几句 自行乘电梯回了房间 看着电梯门盒上 司机捏了把冷汗 掏出手机 拨通了附近的电话 副总监 人已经到酒店了 电话那头的附近 一路上有什么异常吗 司机 没有 说完 司机想起什么 又补了句 到酒店的时候 苏小姐问了我 您跟叶小姐的事 附近 你怎么说 司机道 按照您来之前教我的 我说我不知道 附近成英 很好 跟司机挂断电话 附近把手机放在一旁 英勤劲十足地 给坐在他对面的牧川添茶水 牧总真有兴趣 设计七七这个行业 牧川全身都是慵懒掉掉 一看就是玩世不恭的 花花公子哥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妨玩玩 说吧 牧川拿起面前的茶杯把玩 你刚刚说晚上的饭局 要撮合谁跟谁 附近喝茶 我小师妹苏默 跟讲师那位总裁讲商 有情人被棒打鸳鸯 我看不下去也 牧川轻笑 意味深长回应 哦 副总监还挺热心肠 第146章 你见不见 附近把饭局定在晚上8点 苏默是8点半到的 司机来接他 他在酒店房间 慢着性子化妆 待他从酒店出来 司机脸上的笑笔哭还难看 苏默轻笑挑眉 等了很久 司机不敢说是 还好 没多久 他没说 父亲这一会儿 已经接连给他打了七八通电话 发信息还催了五六遍 可是催他有什么用 这祖宗慢条私礼 不急不慌 皇帝不急 他这个太监 就算再急也没用啊 前往酒店的路上 司机生死时速 完全卡在不超速的临界点 车抵达指定的餐厅 苏默下车进门 司机一路陪笑 把他送到包厢门口 轻敲房门 随后推门跟他说 苏小姐 请 苏默样笑 谢谢 司机 应该的 司机划落 苏默迈步往里走 他刚进门 就看到了坐在主位的奖商 还有两个不认识的陌生男人 苏默神情淡淡 从三人脸上扫过 最后把视线定格在 坐在最下位的附近身上 附近被他看得一个机灵 盲站起身接人 默默 你总算来了 说着 附近走上前 伸手往他身后腰间搂 想要半推半拥地 把人推到餐桌前 谁知 他手还没触碰到他 就被苏默一记冷眼扫了过来 附近搂他腰的手顿住 堪堪收回 用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你千万别误会 二师兄可没有想撮合你跟蒋总的意思 我们这次的项目 蒋总是投资人 苏默踢看他 似笑非笑 声音冷嗖嗖的 最好是这样 附近 我们师兄妹多年 我难道还能骗你 苏默 不好说 半分钟后 苏默走到餐桌前坐下 见他落座 附近松了一口气 抬手把衬衣领口的扭扣解开两颗 走过来站在桌前做介绍 这位是我小师妹 苏默 三位老总应该都有听说过 我师父最宠的徒弟 他的手艺 不吹不雷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绝对是数一数二 附近话落 桌上其中一人调侃 比起你们大师兄呢 附近 这个 附近拉长调调 郑玉说点模棱两可的话 坐在主位的蒋商开了口 各有千秋 蒋商主动解围 附近接过话查 对对对 各有千秋 说完 附近又开始给苏默介绍 坐在蒋商身侧的两个男人 默默 坐在蒋总左手边的是牧总 荣城的夜场 一半以上 都是牧总的产业 蒋总左手边的是赵总 是做传媒的 前段时间最火的 那部公斗剧了的女主 就是他们公司的演员 附近激情介绍 苏默礼貌汗手 但笑不语 经过一番介绍 附近坐下 开始招呼服务生上菜 整个包厢的气氛 全靠附近一个人在推动 苏默摇晃手里的酒杯 看着他的吃力表演 心底忍不住清朝 这人啊 什么时候都躲不过 为了五斗米折腰 骨气这种东西 在欲望面前不值一提 思存完 苏默抬眼 就见蒋商正一瞬不顺地盯着他看 他瞇了瞇眼 眼底的讥讽肉眼可见 蒋商拿酒杯的动作僵住 侯杰上下滑动 两人之间的异样气氛 在包厢里蔓延 坐在一旁的牧川看着 拿着自己手里的酒杯 跟蒋商撞了下 把他撞回神 也于开口 这位苏小姐 就是那位让你念念不忘的前女友 蒋商喝酒 没说是 也没说不是 牧川戏谑 瞧着很是不正经 别说 长得是不错 盘正调顺 而且 而且什么 牧川还没说完 就见蒋商输得起身出了门 他抬眼 恰好看到苏默 消失在包厢门口的摇曳裙摆 牧川挑眉 OS 就情要复燃 这边 苏默早料定了 蒋商必然会跟着他出来 所以从包厢出来后 他压根就没走远 而是双手环胸 靠着墙壁等他 待蒋商出来 苏默细眉清调 媚眼如丝 说出的话却极尽凉薄 蒋商 你见不见啊 第147章 给彼此留点脸 都说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可是没人说过 范剑的本身 是人 苏默说得直接 半点情分都没留 钉点迂回也没有 蒋商闻言 下河紧绷 身居高位者 被撂了面子的反应 展露无遗 见状 苏默轻斥 觉得难堪 蒋商不吭声 苏默又说 既然知道难堪 就别做这种事 做人底线 是自尊自爱 你先自轻自贱 后被人辱之 这怪不得别人 别人还没抬起巴掌 你就把脸蹭到了 对方手心 对方删你 你说 那是欺负你 那叫欺负你吗 那难道不是 你上赶着找抄 这样的立声立色的苏默 让蒋商感到陌生 他之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他以前虽然交纵归交纵 可最是善良心软 哪怕两人冷战 他也不曾跟他说过一句重话 想到这些 蒋商皱起眉 眼底闪过一抹难受 你就非得跟我这么说话 苏默输地一笑 不然呢 我也想跟你分手之后 大家能瞧归瞧 路归路 见面做个点头之交 可这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 做死做妖吗 苏默句句难听 蒋商向来泰山崩于前 而不改色的脸 变得肉眼可见的难看 半场 他迈步走向他 深吸了一口气 眉眼间满是寅远道 是 我承认 这次的事 是我安排的 可我也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你有才华 不想看你把自己的才华 埋没在一个小县城 苏默嘲弄 按照你这么说 我是该跟你说谢谢 蒋商 默默 我 苏默善笑 这么想帮我 当初我被叶染仙海 离开荣城的时候 怎么不帮我 蒋商 当初 不等他狡辩 苏默接过他的话 继续说 当初你要联姻 所以生怕跟我扯上关系 是吧 相爱七年 蒋商知道苏默这张嘴厉害 却从来都不知道会这么厉害 有那么一刹那 他忽然觉得 苏默撩着眼皮看他 打小跟着韩金梅 在舅舅家长大 让他练就了一身 察言观色的好本领 洞察了他的心思 他讥笑 让我猜猜 当初没办法帮我的蒋总 现在又是为何能站出来帮我了 大概是你看出了兰倩喜欢你 苏默话落 蒋商瞳孔猛的一说 瞧见他的反应 苏默冷冷地笑 无耻 把该说的话说完 苏默迈不回包厢 跟蒋商擦身而过 蒋商呼吸一紧 在苏默从他身边走过时 一把扣住他手腕哑伸开口 默默 我们俩真的没可能了吗 苏默清朝 哪种可能 想让我给你当小三 蒋商低声说 我可以离婚 你给我点时间 我 苏默打断他 蒋商 你跟兰倩睡了吧 蒋商恶然震住 苏默笑笑 你别误会 你们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夫妻 睡一期很正常 我也没有吃飞醋的意思 我只是好奇想问问你 你的肉体给了兰倩 精神出轨了孽然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跟我过余生 苏默字字朱击 蒋商扣着他手腕的手收紧 苏默 你不会是想拿你那不值一提 支离破碎的爱来 跟我过余生吗 蒋商低垂眼眸 如梗在喉 默默 苏默戏血 蒋商 大家都是体面人 给我们彼此都留点脸 蒋商 苏默将手腕从蒋商手里挣脱时 蒋商本能想要攥紧 苏默先眼皮看他 柔情似水的眸子里 全是寒意 蒋商被这样的眼神 刺得一击灵 莫的松手 摆着高跟鞋回包厢 刚走到门口 迎面撞上了一个男人 很显然 这个男人在这里已经站了很久 看到他 男人眼底满是玩味的笑 苏小姐 刚刚附近介绍过 可苏默压根没走心 他叫什么来着 见苏默但笑不语 牧川心里有数 贴心做自我介绍 比人姓牧 牧川 苏默眉眼弯弯 丝毫没有被识破不认人的窘迫 牧总好 打过招呼 苏默回了包厢 牧送他进门 牧川拿起显示 正在通话中的手机 对电话那头的秦琛道 老秦 你这女人 不好惹啊 第148章 千里送温暖 苏默回到包厢后 附近不动声色地观察他的脸色 没瞧出什么 伸手给他倒酒 低声说 准备什么时候回荣城 苏默挑眉 谁 我 附近打去 难道你还准备一辈子都在长乐县 苏默拿过酒杯抿了一口 没什么不好 附近 你甘心 苏默似笑非笑 人要那么多雄心壮志做什么 附近跟他碰酒杯 我不信 苏默喝酒 但笑不语 饭后 从餐厅出来 附近让司机送苏默回酒店 临上车 附近手撑着车门俯身说 这个项目是中外合资 蒋总是主要投资人 别闹得太难看 苏默西要靠在座椅里 红唇勾笑 放心 我不会跟钱过不去 听到苏默的话 附近脸上的担忧一扫而光 那就好 回城的路上 苏默偏着头 看车窗外的霓虹 别说 大城市的夜色 是跟小县城的不同 很美 但 孤零零的 让你没什么归属感 司机还是去机场接苏默那个 因为已经有过前车之鉴 所以一路上一句多余的废话 都没说 车抵达酒店 司机下车 给苏默开车门 苏默下车 到了声谢 拎着手包进酒店 眼看他就要进酒店门 他忽然又蛇身走了出来 拐进了旁边的24H便利店 你好 拿一盒女士烟 拿一个打火机 店员 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口味吗 苏默往店员身后的摆烟曲扫了一眼 甜橙有吗 店员礼貌接话 没有 沉皮的可以吗 口感差不多 苏默笑笑 没所谓 可以 店员又笑着问 打火机呢 要普通的还是 苏默垂眼 用指尖点了点收银台 展示柜里的一个红色打火机 要这个 店员顺着苏默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脸上笑意加深 那款红色打火机上刻着四个字 恭喜发财 别管他是不是真的能发财 愿望还是要有的 买完烟跟打火机 苏默结账回酒店 从便利店出来 他刚准备下开街 抬眼间看到附近派来 送他的司机还没走 苏默扫了一眼 唇角掀起一抹讥讽 扬装没看到 踩着高跟鞋回了酒店 这么防着他 怕他跑 还是怕他去调查什么 几分钟后 苏默乘电梯上楼 刚回到房间 就接到了酒店前台打来的那线电话 他走上前接起 电话那头响起前台甜美的声音 苏小姐 请问您需要醒酒汤吗 苏默挑眉 想着大概是附近那边安排的 轻笑回应 没拒绝 可以 前台 好的 您稍等 马上安排人给您送上去 苏默 嗯 挂断电话 苏默走到落地窗前点了根烟 鬼烟 尘皮爆珠的咬破爆珠 那骨子清甜的味道 在口腔里弥漫开来 其实女士烟一般烟味都不太浓 口感大过烟感 大多人也没什么瘾 只是用来在疲惫之余解乏 一根烟过半 房间门铃被从外按响 苏默掐灭指尖的烟往门口走 开门 服务生站在门外 端着醒酒汤递给他 苏小姐 您的醒酒汤 苏默接过 唇角玩笑 谢谢 过了一会儿 苏默坐在沙发上 打开醒酒汤 用勺子喝了一小口 好喝得眯起眼 彼时 酒店楼下 牟川看着坐在自己身侧的男人调侃 不是说不来 怎么又来了 不仅来了 还给人按搓搓煮醒酒汤 秦琛神态自若 出差 牟川 把我当苏默红 秦琛把玩手里的手机 确实是出差 牟川戏谑 说说 出什么差 秦琛侧头看他 给你纹身 牟川掖住 笑容浆在脸上 车厢内的气氛 随着这个话题凝固 眼看气氛就要一直僵持下去 秦琛拿在手里的手机 忽然震动 他垂眸 屏幕上跳出苏默的信息 秦老板 我今晚喝酒了呢 第149章 我有想你 看着屏幕上的信息 秦琛身子往座椅里靠了靠 牟川凑过来瞧了一眼 紧跟着择了一声 这你能扛得住 要不直接上去 秦琛诞生 不去 牟川挑眉 故意学苏默说话调调 不心疼 喝了酒呢 秦琛沉声说 以后有的是机会心疼 现在去 前功尽弃 牟川 老谋深算 说吧 牟川收回身子 细笑问 你说 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当初你要是一早就追苏默 还有蒋伤什么事 秦琛沉默不吭声 你当年为什么没一早就追苏默 秦琛转头踢看他 宛如看一个傻子 他当年十八 正是求学的时候 我去求爱 牟川道 那后来呢 后来他学成不还有好几年吗 秦琛说 他正式出师四年半 用半年时间 在这个圈子里闯荡站稳脚 牟川推算时间 吃笑 挺好 学业有成 功成名就 正好遇到了奖伤 牟川这话诛心 秦琛冷嗖嗖看他一眼 没说话 苏默那边 信息发出去之后 久久没见回复 懒散窝在沙发里打游戏 打完两局 收起手机回卧室睡觉 人刚躺下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震动了两下 他以为是秦琛 伸手拿过手机 没想到是阮慧 你回来了 苏默 消息这么灵通 在我身上 安装定位了 阮慧 听叶染那个八博说的 他还跟别人说你跟外企合作 全然不顾赵师傅失讯 苏默 他还真是关注我 阮慧 你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复杂 苏默直接给阮慧发了条长达56秒的语音 简单说明情况 说完 又发了条长达56秒的语音 吐槽了下今晚奖商的骚操作 时隔将近三分钟 阮慧那头回复 我早说过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菜鸟驿站 有大剑货 有小剑货 还有五马的 苏默轻笑 没素质 阮慧 你应该告诉 奖商那个渣男 今生不能与你结成双 来世话爹依偎在你身旁 苏默原本有睡意的 被阮慧这两条信息彻底逗乐清醒了 他坐起身 正想给阮慧发视频吐槽 秦琛的视频先一步发了过来 苏默指尖一颤 还没反应过来呢 视频已经接通 两人在屏幕里对视 大眼瞪小眼 苏默眨眨眨眼 你在哪呢 看背景 绝对不是在家 秦琛开口 在朋友家 苏默轻挑眼尾 朋友 自从他认识他 就从没见过他身边有什么朋友 而且从视频后面的背景看 这个家的主人 绝对是非富即贵 他还有这样的朋友 苏默话落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嗯 苏默一秒眯眼 没再说话 就这么一瞬不顺地盯着秦琛看 他看他 他也会看他 扮上 秦琛开口 男性朋友 苏默 你怎么证明 秦琛道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让他跟你视频 介绍他给你认识 听到秦琛要介绍朋友给他 苏默脸色微变 话锋一转 是男人就行 我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 不等苏默说完 秦琛沉声打断 有种被秦琛看透的感觉 指尖勾住发丝缠绕 没话找话 今晚酒店给我送了一份醒酒汤 味道不错 跟你有的一瓶 秦琛浓眉轻挑 是吗 苏默点头 随后顿了顿 娇娇柔柔的靠近屏幕 声音压得极小声问 秦琛 你有没有想我 苏默靠得近 娇艳欲滴的红唇 像是要贴到屏幕上 秦琛侯杰滚了滚 嗯 苏默红唇吸动 一张一合 嗯是什么意思 秦琛 想 苏默有坏心思 逗他 想什么 秦琛 你 苏默寻寻善诱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就不能连在一起说吗 秦琛知道他想听什么 也知道他就是故意使坏 嗓音沉了沉 哑声说 苏默 我有想你 第150章 小作精 视频里的女人 像个娇滴滴的小作精 你得捧着 哄着 宠着 哪怕明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挖坑 你也得义无反顾往下跳 没办法 谁让他喜欢 听到秦琛的回答 苏默红唇勾笑 心满意足 好了 我要休息了 秦老板 晚安 秦琛诚应 嗯 晚安 挂断电话 秦琛收起手机 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的牧川 迈步走过来 这么娇 能受得了 秦琛回看他 为什么受不了 牧川重肯评价 太做 秦琛嗓音淡淡 你只看表象 自然会觉得 他做 牧川调侃 什么表象不表象 我看你现在就是荷尔蒙上头 等时间久了 你能保证不会觉得烦 秦琛身子往沙发里靠 看似自意慵懒 垂眸 看向随手扔在茶几上 手机的目光 却按了几分 在开口时 声音低沉严肃 你猜他为什么做 牧川挑眉不解 嗯 做还有理由 秦琛沉声道 他不是做 他是一遍遍地 在跟身边的人确认 他是被爱着的那个 牧川闻言 表情僵了下 随后抬手表情 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尖 苏默的家庭情况 牧川多少知道些 三岁母亲乳腺癌去世 父亲不知所踪 打小一直跟着外婆生活 据说早些年 他外婆因为要帮舅舅妈带孩子 就带着苏默 一直生活在舅舅家 舅妈性格泼辣 威名远播 所以那几年里 苏默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可想而知 这样环境里长大的姑娘 老实说 多多少少都有些情感缺陷 比如 缺爱 缺很多很多的爱 牧川原本也就是随口调侃 想到这些 忽然觉得苏默这姑娘 确实可怜 这样再一对比他的那些作 这 其实真不算什么 更何况 他跟秦琛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爱 过了一会儿 牧川转移话题 对了 你师母那边 调查大半个月了 什么异常都没查到 倒是附近 查到不少 秦琛抬头 查到了什么 牧川说 在赵师傅出事之前 附近曾去拜访过他老人家 秦琛 然后呢 牧川又接着道 巧就巧在 赵师傅出事后 一品阁那边 忽然注入了外资 当然 这也不算什么 关键是 在这个街骨眼 附近的个人账户 还收到了一笔大额进账 五百万 五百万 在这个圈子里来说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如果那段时间 附近有拿得出手的成品卖出去 有五百万进账 自然是没得说 可问题在于 附近自打 被逐出师门后 就再也没出过 拿得出手的作品 前几年 倒是在国外得了一个奖 华而不实的那种 国外不懂藏的所谓 名家大为赞赏 可国内这儿八经的行内人 根本不买账 目穿话落 看向秦琛 你说这件事 会不会是附近做的 跟你师母没关系 赵师母跟赵师父夫妻感情 在这个圈子里 可是出了名的抗力秦琛 秦琛 我只相信证据 任何东西 都有可能是假象 但证据背后 一定会是真相 次日 苏莫前一晚 在酒精的住棉下 睡得不错 第二天一早 他起床洗漱 神清气爽 去了酒店一楼餐厅吃早餐 人长得漂亮 不论什么时候 都会引人关注 吃饭间 有男人过来跟他搭讪 以一种自命风流的姿态 递给他一张名片 苏莫聊眼眸看了一眼 柔情似水的眸子里 眸光璀璨 抱歉啊 有男朋友了 对方切而不舍 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不该只有一个男朋友 苏莫微笑 心里竖起一根中指 挺好 他本来胃口不错 这顿饭下去 起码得胖一惊 这下好了 饱了 出门在外 苏莫不愿云结怨 现在的人 怨气比鬼都重 你这会儿看着他人模人样的 谁知道他下一秒发颠 会做出什么事 在对方万分自信的注视下 苏莫唇角含笑 从对方手里 接过名片 下一秒 他起身离开 上电梯的时候 将名片扔进了垃圾桶 垃圾桶 垃圾的最好归宿 乘电梯上楼 苏莫垂眸看手机 正百无聊赖地刷微信朋友圈 几灵的电话 突然打了进来 苏莫按下接听 几灵温温柔柔的声音 在电话那头响起 默默 在忙吗 第151章 还挺双标 几灵声音带着笑意 让人听着 颇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听出他心情不错 苏莫玩耳接话 不忙 师母有事 几灵说 你师兄他们有没有跟你说 文轩阁要重新开业的事 苏莫闻言 脸上笑意顿收 但声音听起来没什么起伏 是吗 师兄他们没跟我提 几灵笑着道 大概是想给你的惊喜 苏莫看着电梯壁上的自己 跟照镜子似的 皮笑若不笑说 也许是 惊喜 惊吓差不多 几灵紧接着又说 默默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回来帮师母张罗下 师母对圈内 是很多地方都不懂 怕做不好 苏莫 我现在就在荣城 这种事瞒不住 附近那样高调的一个人 跟他合作 必定会炒作得沸沸扬扬 再加上 还有夜染推波助澜 他回了荣城的事 早晚会传入几灵耳朵里 与其让别人戳穿 不如他自己实话实说 以免跟几灵心生嫌喜 苏莫话落 电话那头的几灵略有吃惊 又有些惊喜 你回来了 苏莫 嗯 几灵问 那你中午有时间吗 苏莫今天中午 目前没什么安排 承认 哟 我中午去家里看师母 几灵满心欢喜 好 那我中午等你 顺便给你做几道 我刚学的传菜 苏莫回笑 谢谢师母 跟几灵挂断电话 苏莫刚好下电梯 笑一顿收 点进置顶微信群发了条信息 文轩阁要重新开业 我怎么不知道 信息发出群里其他三个人 没立即回应 过了约莫五分钟左右 楚行才在群里回了句 对 一个月后 苏莫 怎么没人通知我 楚行 这个 陆仓 我们以为你知道 苏莫 我怎么会知道 楚行 这个 陆仓 我们以为大师兄会通知你 苏莫 她跟那位大师兄很熟吗 他们俩这是在发什么议证 怎么会觉得 那位嘴毒腹黑神龙剑 手不见尾的大师兄会通知他 苏莫边发信息 边往房间门口走 几步距离 冷静下来 反应过来什么 在群里 他那位大师兄 大师兄 文轩阁重新开业 是你同意的 不多话 对方冒泡 嗯 苏莫 师父当初的话 你忘了 面对苏莫的质问 对方没再回复 苏莫抿唇 刷卡进门 然后退出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聊 点进另一个福布斯排行榜前三群聊 他这种做法 你们俩没意见 楚行 人微言轻 陆仓 不敢质疑 苏莫 你们俩怎么这么怂 楚行 掌兄为父 陆仓 我已经因为我的年少轻狂 得到了应得的报应 吃一亏掌一致 不想再重蹈覆辙 看着两人的回复 苏莫气笑 因为伯怒上头 也就没仔细分析 陆仓信息里的不对劲 过了一会儿 苏莫退出群聊 点开备注为大师兄的头像 点进去 给对方发了条信息 文轩阁重新开业的事 我不同意 对方秒回 嗯 苏莫 是什么意思 对方 知道了 苏莫 那你什么意思 对方 一个月后 文轩阁重新开业 苏莫 OS 苏莫活了三十年 第一次跟一个人微信聊天 聊出了滚刀肉的感觉 看似高冷疏离 实际上就是个无赖痞子 苏莫胸口堵了一口气 想骂人 碍于同门师兄妹的面子 咬牙强忍了下来 对于文轩阁重新开业这件事 苏莫虽然嘴上从来没说过 但心底从始至终都不愿意 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尊重赵匡的遗愿 赵匡明明说过的 直到死之前都在说 他们几个是兄妹 可以自立门户 但是绝对不能让文轩阁重新开业 想到这些 苏莫堵在胸口的气发酵 眼看他就要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拿在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 他低头 是秦琛发来的一条微信 还附带了一张照片 他指尖划过屏幕点进去 发现照片里是一条毛茸茸的小狗 通体白色 瞧着又带又萌 喜欢吗 苏莫 秦琛 买给你好不好 第152章 秦老板 抱抱 买给你好不好 好不好这种词 本身就挺逆逆歪歪 黏黏呼呼 一看就是暧昧横生 打琴骂俏的衍生词 苏莫看着照片里的小狗 心里微动 回复的话却是 不用了 我不喜欢 他虽然挺享受跟秦琛这种相处模式 但他脑子还是理智的 没到色令至婚的地步 以他跟秦琛的关系 分开是早晚的事 既然明知道早晚要分开 牵扯当然是越少越好 尤其是共同抚养小动物这种事 不比共同抚养一个孩子 付出的情感少多少 等到两人分开的那天 小狗归谁 归秦琛 他太了解自己 他肯定会想 归他 到时候 他要是独狗私人怎么办 苏默想得明白 回复完秦琛 一打岔 怒气平白削减了些 冷静下来 理智归位 他忽然品充那么点不同寻常 他那位大师兄是老狐狸 而且据他所知 他跟赵匡的师徒勤奋堪比父子 跟他比起来 只多不少 他现在违背赵匡的遗愿 让文轩阁重新开业 必然是有什么猫腻 至于猫腻是什么 他此刻还不得而知 难道跟赵匡的死因有关 想到这些 苏默钻紧手机 多留了他心眼 临近中午 苏默从酒店出来 打车前往几林住的小区 抵达小区门口 他付钱下车 去门口的便利店 买了一些东西 没买太花里胡哨的 就是寻常吃喝 过了一会儿 他拎着买好的东西上楼 几林亲自开的门 把他手里的东西接过去 笑着跟他随口聊起 文轩阁开业的事 我还以为你几个师兄会不同意 没想到 他们三个都没什么意见 你这边师母不担心 你肯定能理解师母的良苦用心 苏默站在玄关处换鞋 闻言 唇角含笑 没接话 几林今天中午 做的三菜一汤 两道川菜 一道清淡的素菜 还有一份紫菜汤 几林说自己最近胃不好 川菜一口没吃 只吃了几口清淡的素菜 吃饭间 几林跟苏默聊了几句文轩阁的事 然后又问起他感情的事 最近有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苏默回笑 没有 几林给他加水煮鱼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人得往前看 苏默 嗯 几林试探开口 师母帮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就是师母 那所大学校长家的孙子 刚留学回来 人品和长相都没得说 最主要的是 几林兴致勃勃地做介绍 苏默脸上带着温顺的笑意 其实心里有几分排斥 不过 他知道几林是好心 也就没表现出来 让他不痛快 应付了几句 提到见面 他含糊其词回了句改天 几林 奖商是不错 但师母给你介绍的 你放心 不比他差 苏默唇脚弯起 我知道 谢谢师母 有时间 我一定去见见 几林语重心长道 师母都是为了你好 苏默 嗯 饭后 从季林小区出来 苏默情绪不算高 坐在出租车上 苏默侧头盯着车窗外的风景 看了一阵 逃出手机 拨通了秦琛的电话 彩琳想了会儿 电话接通 电话里 响起秦琛速冷低沉的声音 苏默 听到秦琛的声音 苏默潜吸了口气 鬼使神拆开口 秦琛 你要不要来荣城出差 秦琛 嗯 苏默回神 骤然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 呼吸一致 钻紧手机说 没事 说吧 不等秦琛那头说什么 直接挂了电话 切断电话 苏默红唇抿了又抿 看着窗外的风景 眨了眨眼 半小时后 车抵达酒店 苏默用手机扫码付钱下车 等他进酒店 乘电梯上楼 卖不下电梯的刹那 跟站在电梯外的高大男人 四目相对 下一秒 苏默眼眶红红 像只受了委屈的兔子 秦老板 抱抱 第153章 交往试试 秦琛上前把人抱住 又按进怀里的那刻 明显感觉到怀里的人 身子颤了颤 他一只手落在他腰间 另一只手落在他后颈妈撒 没说话 但掌心的温度和力度 让人情绪一点点归于平静 半晌 秦琛低沉着嗓音开口 回去抱 苏默闷声闷气 嗯 过了一会儿 两人刷卡进房间 秦琛将人打横抱起 走到沙发前坐下 让苏默坐到他腿上 两人面对面而坐 苏默跟没骨头似的 攀上他的脖子 把脸埋进他脖子里 房间里落针可闻 苏默浅浅呼吸 许久 苏默声音绵软说 秦琛 秦琛落在他腰间的手收紧 我在 苏默 我觉得有点累 秦琛沉声道 要不要休息会儿 苏默闭唇 不要 秦琛嗓音一如往常速冷 但其中又带了几许 不易被察觉的温柔 要不要跟我聊聊 苏默急气 想说 又不想说 秦琛猜出了他的心思 落在他后颈的手捏了捏 只是普通朋友闲聊 普通朋友 不走心 不用负责 只是情绪宣泄垃圾桶 听到秦琛的话 苏默沉默了几分钟 我十八岁那年拜入了平遥七七大师赵匡门下 我师父是那种很古板的老头 他手艺在这个圈子里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顶级大师 但他不懂变通 跟不上现在物欲横流的人心 苏默小声叙述 有一搭没一搭 只管自己发泄自己压抑的情绪 并不在乎秦琛是否能听得懂 不得不说 秦琛是个极好的聆听者 本身就话少 这种时候话 更是少得可怜 苏默碎念了几句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顿了顿 又继续说 前几年 有外妻想注资我师父的文宣阁 被我师父他老人家拒绝了 后来 文宣阁就受到了各种打压 就在我们这些徒弟们 都以为我师父肯定会妥协时 谁曾想 老头直接关门了 秦琛 很有骨气 苏默审笑 是有骨气 可是这世道 人吃人 不见血 不包皮 不抽筋 却连骨头渣都能给你嚼碎了 哪里是他关门就能万事大吉 稀释宁人的 秦琛适时问 然后呢 苏默说 然后我师父就死了 死得不明不白 秦琛用大手轻抚苏默后背 很难受 是吗 苏默轻轻浅浅呼吸 我打小没有父亲 老头对我严苛是严苛了些 还会用戒指打我手心 下手是真狠 打完我疼得一晚上都睡不着 可是 可是什么 苏默哽咽 没继续说下去 他没说 秦琛却听懂了他的话外音 赵匡的存在 弥补了他缺失的父爱 在苏默心里 赵匡是师父 也是父亲 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 不怪苏默的情绪会绷不住 苏默话落 缓了缓情绪 吸了吸鼻子说 现在 我师母跟我大师兄 打算让我师父的文宣阁重新开业 我师父拿命关店 为的是他自己的信仰 他们现在说 重新开业就重新开业 听到苏默的话 秦琛身子一僵 或许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苏默 不管他们有什么想法 我都觉得他们自私 察觉到怀里的人 秦琛又有些炸毛 秦琛摸了摸他头发安抚他 确实 有些话 埋在心里的时候 拧巴成了绳 可真要说出来 情绪释然了 反倒觉得 似乎也没那么难受 苏默断断续续 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完 软趴趴在秦琛怀里待了会儿 贴在他脖子上的红唇 忽然开始不老实 轻轻吸水 又用背齿一点点撕磨 再后来 纤细腰脂挺直 在他深邃眸色地 注视下去 吻他的唇 唇齿纠缠间 苏默身心欢愉 不知道过了多久 苏默红唇掠过秦琛脸颊 咬着他耳朵说 秦琛 你还喜欢我吗 有多喜欢 要不要跟我交往试试 第154章 他男朋友 秦老板 苏默声音娇娇柔柔 还带了那么点蛊惑他话落 秦琛偏过头看他 两人对视 苏默莫名心里一紧 但还是洋装淡定地 看着他眨眨眼 秦琛问 你确定 苏默 确定呀 秦琛哑声 好 接下来的是 水到渠成 从僻友到男女朋友 连做起这种事 都感觉变了味 以前他多少有些放不开 但今天也不知道 是坐实了名分 还是触发了哪个开关 他黏黏呼呼 缠他缠得紧 从沙发 到套房卧室 后来又到浴室 苏默解锁了一种新的酷哀感 节节攀登那种 循序渐进蔓延至顶峰 温存散的时候 却是意犹未尽 直到他最后那点舒适感 从四肢百还收回 站在他身后的男人 才妥贴不动 苏默撒娇出声 秦琛 你轻轻我 秦琛低笑 俯身吻在他光滑嫩白的肩膀 又去吻他后背 苏默抵着浴室瓷砖臂的手指 全躯又舒展 眼睛湿漉漉 在这种哭哀感里 涣散失神 被爆出浴室时 苏默蜷缩在秦琛怀里 关系都确定了 他越发肆无忌惮 头发是在浴室里就吹干的 他被包裹在宽大浴巾里 整个人都呈现出一种魅态 火急点烟的声音 苏默猜 秦琛大概是在洗他弄湿的 长裙和底裤 苏默唇脚弯弯 舒心的眯起眼 几分钟后 苏默眼看就要睡着了 扔在客厅里的手机 忽然铃声大作 他睁眼拧眉 秦琛从外拿着手机进来递给他 苏默撇嘴 谁 秦琛沉声道 阮慧 苏默闻言 神情一秒缓和 从秦琛手里接过手机按下接听 喂 苏默这边刚说了一声 喂 阮慧那边搞笑开口 天空一声巨响 老奴闪亮登场 苏小姐 老奴又给你送来了热胡瓜 苏默忍俊不惊 约 阮慧 首先 是你那位暗底一般的前男友 大概率是要离婚了 苏默挑眉 嗯 刚结婚就离 按照普通人家的逻辑来说 蒋商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当然是离一百次都不嫌多 可蒋商和蓝倩结婚是联姻 这种婚姻 看似是他们俩结婚 实际上却是蒋家和蓝家的事 牵一发动全身的利益关系 这么草率 阮慧接话说 是蓝倩提的 嘖嘖嘖 又撒又帅 据说是叶染被顶头上司欺负 蒋商那个渣男帮忙出头 蓝倩知道后 直接提了离婚 苏默样笑 挺好 别说 这样的蓝倩 他还挺欣赏 拿得起放得下 哪怕动了心 也绝对不拖泥带水 阮慧细笑 其次 第二个瓜 蓝倩和蒋商前脚提离婚 后脚叶染答应了附近的交往 苏默倾笑 这是唱哪出 阮慧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要不说你恋爱经验少 这叫拿捏男人心态 你想 这种时候 蒋商被蓝倩的强势 压得喘不过气来 肯定想起温柔似水叶染的好 他一回头 发现叶染有了男朋友 你猜会怎么样 苏默嘲弄 笃定开口 放心 蒋商绝对不会有所行动 哪怕他有这份心 也不会有这个胆子 蒋商是谁 是堂堂蒋市总裁 他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 当初跟他交往 都是前怕狼后怕虎 哪怕他对他再喜欢 最后也还是选择了联姻 区区一个阅染 不会值得他犯险 更何况 已经有了他这个前车之鉴 他怎么可能会蠢到 让自己再次重蹈覆辙 苏默话落 阮慧笑应 别管他会不会有所行动 反正他们三人的瓜线 在圈内人都津津乐道 苏默 挺热闹 阮慧打去 如果蒋商真的离婚 他回头 求你复合怎么办 苏默吃笑 他求我复合我就得接受 他以为他是谁 哥他这儿演浪子 回头经不换呢 抱歉 他只对金子有兴趣 对浪子没有 阮慧哥哥哥的笑 也是 苏默话风一转 撩眼皮看了眼 站在自己床跟前的秦琛说 况且 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阮慧笑声戛然而止 苏默大大方方做介绍 你认识的 秦琛 秦老板 第155章 年年糊糊的喜欢 苏默说得轻飘飘 阮慧那边忽然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 苏默狐疑 嗯 阮慧 不是 嗯嗯嗯 巨响不是阮慧发出的 而是站在他身后 鬼鬼祟祟的陆仓 阮慧今晚在公司加班 他原本以为 全公司上下就剩他一个了呢 谁知道 居然还有跟他一样 志同道合敬业的人 巨响发出后 面对苏默的诧异 他正想回答 不想却被始作俑者捂住了嘴 两人对视 陆仓眼底是罕见的慌乱 阮慧挑眉 陆仓用另一只闲置的手 在嘴前比划了个虚的手势 用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求爷爷告奶奶的说 古奶奶 求你了 别说是我 阮慧朝他挤眉弄眼 两人毫无焦急 却该死的默契 陆仓会议并再次开口 我待会儿跟你解释行吗 阮慧再次眨眼 陆仓松一口气 了然松手 过了一会儿 阮慧清了清嗓子 跟电话那头的苏默说 没事 我不小心碰到了水杯 苏默轻笑 你们俩总有一天会狼狈为见 熟男熟女那点事 无非就是一见钟情 或者日久生情 说旁的 都是锦上添花的借口 你要问说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纯真的感情 也有 不过 不适于成年男女 三十几岁的两个人 在一起考纯真 太假了 有些人 即便嘴上不说 行动上没做 心里轻轻哀哀的事 也想了绝对不下百变 这不是猥琐 也不是下流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这原本就是人的天性 你要生生扼杀这天性 跟反人类有什么区别 阮慧其实原本 还想再问苏默点什么 闺蜜吗 八卦之源泉 绯闻之倾诉的 不过碍于身后 还站着一个目光灼灼的人 他什么都没多说 只到了剧 改天让你们家 秦老板请我吃饭 苏默一口答应 没问题 跟苏默挂断电话后 阮慧转动椅子 跟身后的陆仓对视 两人四目相对 陆仓挺了挺几背道 心是虚的 脑子高速运转 编制谎言 我请你吃饭 阮慧站起身 撩拨了下 他刚接的渣女大波浪 吃什么饭 去夜店 边喝边说 陆仓 行 另一边 苏默切断电话后 从床上坐起身 什么都没穿 整个人哗泥泥地 往秦琛怀里钻 秦琛伸手将人抱住 顺势在床上坐下 任由怀里的人 四下点火 使坏捣乱 苏默坐在秦琛身上 指尖探入他衣角 刮蹭他肌肉结实的小腹 秦老板 穿衣服穿这么快 你在怕什么 秦琛低垂眼眸看他 嗓音速冷 话却骚到不行 怕把你吸坏 苏默闻言 人愣了愣 耳朵蹭得一红 秦琛沉沉声问 饿吗 苏默瞪他 不饿 秦琛一本正经 肚子 苏默耳朵红韵 蔓延到了脖子 我说的也是肚子 这场对阵 苏默其实是属于完败 眼看怀里 恶劣使坏的小姑娘 变得消停 秦琛大手 把人抱紧 低头吻他唇角 又去吻他肩膀 最后嗓音 滴滴沉沉哄着问 我们现在是不是算 正式在一起了 苏默刚被惹毛 傲娇轻横 嗯 秦琛 苏默 苏默 嗯 秦琛 你喜欢我吗 苏默心里一紧 其实多少还是有点心虚 但没关系 他嘴硬 不喜欢 我会提出跟你交往 秦琛眸眸色深深 什么都看得懂 却没拆穿 两人的关系 好不容易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他不傻 不会在这种时候 把事情搞砸 我也喜欢你 秦琛告白的语气 坚定不移 苏默扭扭捏捏 还没喜欢的那么踏实 感动和喜欢他的身子 站了大头 出于弥补和亏欠的心态 双手攀上他的脖子 主动奉上自己 秦琛 你要对我好一点 比以前还要好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不然我会跑的 秦琛哑声 你没这个机会 第156章 约吗 刚确定关系的两个人 总是有些腻腻歪歪 哪怕之前 就对彼此的身体很熟悉 这个时候 也迫不及待 想再开发出点新花样 苏默坐在秦琛怀里 极致绽放 又缓缓坠落 最后磨磨蹭蹭 并脚发丝都沾了汗 之前的早算是白洗了 一个多小时后 秦琛抱着人 又去了一趟浴室 浴室里 苏默光着脚踩在秦琛脚上 点着脚 人娇笑着攀着他的脖子 秦琛眼眸低垂 平日里素冷的眸子里 难得浓情蜜意 苏默喜欢看他 这副贪恋自己的样子 奖励他吻 唇舌纠缠间 气息不稳地问 秦琛 你为什么喜欢我 秦琛嗓音低沉暗哑 因为你是你 苏默微愣 随后被吻得更深 苏默想过 奔种秦琛的回答 独独没想过这一种 因为他是他 仅仅只因为 他是他自己 另一边 陆仓和阮慧来到酒吧 陆仓是VIP 原本是准备去包厢的 被阮慧拉去了卡座 美其名曰 是喜欢热闹 实际上 陆仓已经发现了 他从进门开始 眼睛就粘在了台上 助唱歌手身上 那男人挺帅的 穿了件皮质马甲 敞着怀露出少许肌肉 陆仓落座 表面无恙 语气却是嗤之以鼻 你喜欢这种 阮慧面不改色 不喜欢 陆仓挑眉 你确定 如果不是眼珠子不会飞 他怀疑他眼珠子 都能直接飞到对方身上 看他 眨眨眼 你刚刚慌什么 提到刚刚 陆仓额头顿时 浸出一层薄汗 这下 他也顾不上去 鄙视阮慧的品位 轻渴两声 顾左诱而言他 你想喝什么 阮慧挑眉 人往卡座里做 哪里是那么好糊弄的 都行 说是都行 真到点酒的时候 却没一瓶是便宜的 陆仓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面上不动声色 来 我们干一杯 喝 喝多了 就不问了 陆仓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可他不知道的是 阮慧是圈子里 出了名的千杯不醉 别人说一直喝是吹 阮慧说一直喝 那是陈述事实 接连几杯下肚 陆仓有些扛不住 招呼来服务生 点了两杯鸡尾酒 阮慧靠在卡座里看他 带鸡尾酒上来的时候 直接捏着摇晃酒杯 陆老板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阮慧脑子挺清明 可陆仓就不一样了 他那张帅气娃娃脸 在酒精的发酵下涨的通红 人酒精上头 连带着说话嘴都瓢 我 我是怕默默害羞 阮慧 嗯 说什么二哈话 陆仓拿过一旁的矿泉水 猛灌了一口 理智尚存 你想 默默还没准备 把男朋友带给我认识 我却无意间听到了 他 看着他一本正经胡说 阮慧端着酒杯身子 书底前清 你认识秦琛吧 陆仓愕然 阮慧倾笑 关系匪浅吧 阮慧的美 是那种泼辣 带有攻击性的美 一如他的性格 陆仓受不住他的强势逼供 人往后靠了靠 抬手解脖子间的衬衣扭扣 不过是纹身认识的熟人而已 阮慧细血 明显不信 是吗 陆仓嘴硬 当然 阮慧红唇勾笑 你猜我信不信 面对阮慧毒辣的眼光 陆仓忍不住吞咽一口唾沫 你要非得这么想 那我也没有办法 说着 陆仓伸手去拿面前的鸡尾酒 阮慧讥笑 放下手里的酒杯 拍了拍手 最后腰肢靠着洗手抬点了根烟 掏出手机给苏默发了条微信 你以前真不认识秦琛 如果陆仓认识秦琛 那苏默没理由不认识 信息发出 苏默那头没回复 阮慧睫毛颤了颤 取下嘴角的香烟 正准备弹烟灰 面前忽然递过来一张卡片 是房卡 香了金边的房卡 阮慧先眼眸 入目的是一张散漫不羁的脸 男人似笑非笑 一看就是高端玩咖 约吗 第157章 听他吹一夜战七女 男人长得秀色可餐 但约马两个字 从他嘴里说出来 话舌添足 说不出的油腻感 这就好比一份大餐 明明引得你食欲大动 最后发现 上面落了一只苍蝇 能吃吗 不是不能 但得看心情 比如 你这一刻饥不择食 倒也能咬牙果腹 可问题是 他现在不饿 剑软会不说话 男人自命风流式的 往前走了一步 双手按在他身侧 将他强势圈入怀中眉抱 没任何肢体接触 就是把手搭在他身后的 洗手池大理石上 这要是换做一般女人 这会儿早就面红耳赤 但软会压根不是一般女人 只见软会淡定谭烟灰 又把香烟含在红唇间抽了一口 涂烟圈到男人脸上 沈笑说 抱歉 你不是我的财 男人挑眉 显然是不幸 以为软会是在欲擒故纵 是吗 软会似笑非笑 我喜欢那种 看起来清清爽爽的 男人 小白脸 软会不否认 我也一样是老顽卡 对同样老的 提不起兴趣 我不喜欢别人泡我 喜欢我泡别人 男人吃笑 这么有个性 软会细血 宛如跟老友聊天 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泡一个阳光帅气 未被开过包的 看他被你聊得张簧失措 面红耳赤 看他急不可耐 偏偏又不得要领 男人 有意思 此刻站在门口 听到这一段对话 阳光帅气 未被开过包的陆仓 软会从洗手间回到卡座时 惊奇地发现陆仓酒醒了 不仅酒醒了 而且看他的眼神里 全是警惕 软会 嗯 陆仓深吸一口气 在软会的注视下 身子往后靠 双手自然敞开 开口说 默默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虽然长了一张娃娃脸 但实际上玩得很花 身经百战 软会轻挑眼尾 嗯 陆仓 不瞒你说 我十八岁成年那年 一夜战妻女 软会文言 嘴角抽了抽 我现在是该夸你厉害 陆仓面不改色道 不用 软会OS SB 彼时苏默才看到软会发的微信 靠在秦城怀里回信息 软会这头秒回 确定不认识 苏默 你看我像老年痴呆 软会 瞧着你人美心善 怎么对老年人敌意这么大 苏默 软会 不认识就算了 我也就是随口一问 苏默 过了几分钟 苏默正准备打游戏 软会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你四师兄十八岁成年那年 一夜战妻女 苏默 你喝假酒喝颠了吧 软会 是不是 苏默 他十八岁成年那年 有没有一夜战妻女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前几年被女人追 吓得连家都不敢回 软会 则 苏默 你不会想对我四师兄下手吧 软会 我能瞧得上这种愣头青 苏默 不好说 荤菜吃多了 谁还不想拍个黄瓜解腻 软会 他那根黄瓜 怕是太短 苏默 你好猥琐 软会 我说黄瓜 你想什么 果然 人要是心脏 看什么都是脏的 苏默 我会提醒我四师兄提防你 跟软会发完信息 苏默仰头看向秦琛 软会问他认不认识他 不可能是无风起浪 他们俩认识吗 他记忆力向来不错 确定是没有 苏默正想着 门铃忽然被从外按响 秦琛眼眸低垂看向他 我去开门 还是躲进卧室 秦琛嗓音速冷 模样确实任他摆弄 两人刚刚确定关系 又刚浓情蜜一弯 苏默只肩勾住他领口 将人拽下 轻易接吻 笑音的说 麻烦我男朋友 帮我开下门可以吗 第158章 申请还是下座 苏默聊拨得得心应手 秦琛只有西听尊便的份 苏默话落 从秦琛怀里起身 示意他去开门的时候 还不忘挑逗似的 捏了捏他万年冰块的脸 则 他什么时候 才能在他脸上看到点别的情绪波动 他总有一种感觉 这个狗男人 哪怕是天塌下来 都不会有任何情绪外泄 看破世俗的得到高僧 苏默坐在沙发上私存 秦琛起身去开门 随着房门打开 站在门外的人呼吸一致 来人是蒋商 醉酒的蒋商 看到秦琛的刹那 双目顿时心红 下一秒 挥一拳砸向秦琛的脸 蒋商拳头砸过来的那刻 秦琛眼睛瞇了瞇 没躲 硬生生挨了一拳 蒋商正处于气头上 根本没发现秦琛眼底的身意 伸手扯住秦琛的衣领 将人拽出了楼道 把人按在墙上 咬牙切齿地说 你怎么能这么卑鄙 他今天才知道 原来不仅仅是跟蓝氏联姻 他这边发生的所有事 都是秦琛在背后推波助蓝 秦琛就是费尽了手段心思 想让他在苏默心里的名声烂透了 秦琛吃笑 你自己蠢 怎么能怪我 蒋商 你这副表情 敢不敢在默默面前表现出来 秦琛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 秦琛话音落 苏默踩着拖鞋脚步 匆匆从房间出来 秦琛一秒变脸 下河紧绷 一言不发 瞧见秦琛这副样子 蒋商越发怒意上头 眼看蒋商想再次动手 苏默声音犯着寒意 打断了他的举动 蒋商 蒋商闻声 攥紧拳头 转头看向苏默 紧一眼 双眼红得越发厉害 默默 他 苏默深吸气 强压怒意 我们俩聊聊 蒋商不吭声 苏默 或者 我直接报警 你去警局跟警察聊 蒋商松开秦琛时 苏默走上前 扣住秦琛手腕 将人扯到身后护住 确定蒋商 不会再冲过来发酒疯 转头看了眼秦琛 被揍轻的颧骨 皱了皱眉说 你回房间等我 秦琛 我陪你 苏默 听话 秦琛眸色深暗 他万一 看出秦琛眼底的不安 苏默 轻轻叹口气 我不会跟他附和 我现在 已经是你女朋友了 不是吗 说完 苏默红唇勾起一抹笑 秦琛 你得相信自己的女朋友 秦琛侯杰滚了滚 嗯 苏默和秦琛 旁若无人的亲密 站在两人几步距离外的蒋商 脸色灰暗阴沉 过了一会儿 随着秦琛回了房间 楼道里 就只剩下苏默和蒋商 苏默脸上笑意顿收 取而代之的是不耐烦 是附近告诉你 我住这儿 蒋商低水眼眸看他 没反驳 苏默讥笑 当着蒋商的面 拨通了附近的电话 彩琳想了话 电话接通 苏默冷声说 支票我退给你 合作到此终止 听到苏默的话 电话那头的附近慌了神 默默 你这是做什么 怎么突然就不合作了 我们不是说好 附近试图劝回苏默 却听到他嘲弄说 附近 我在这行魂 靠的是手艺 不是身体 我要是卖身 你给我的那点钱 再加两个零都不够 说吧 懒得听附近解释 直接挂了电话 为了防止他再打 还顺手 把他的号码 拉入了黑名单 但一切事情做完 苏默收起手机 看向蒋商 我以为昨晚我 已经跟你说得够明白 莫想到 你还不死心 说着 苏默轻蔑地笑笑 蒋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三三五次 这是在做什么 眼深情 苏默脸上的清潮显而易见 蒋商看在眼里 胸口位置 像是要撕裂开一般的疼 你不是我认识的默默 他不会对我这么冷漠 他也说不出这些商人的话 苏默讥笑 蒋商 你演戏上头 自己入戏了吧 分手后的死缠烂打 不是深情 是下作 尤其是这种提分手的是他 最后拉拉扯扯 不松手的还是他 优柔寡断 拿不起放不下 既要还要 蒋商满脸痛苦 默默 如果我们的分手 压根不是我自愿的 是别人设的局呢 你还会回头吗 第159章 霸气护肤 蒋商说出这句话时 整个人都在抖 仿佛只要苏默拒绝 他下一秒就会支撑不住 苏默眯着眼瞧他 柔情似水的眸子里 没有半点不忍 所以呢 是谁设的局 蒋商说 如果我说是秦琛 你会信吗 苏默善笑 仿佛是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笑话 双手环在胸前 点了点头 是他设局 让你联姻 蒋商锤 在身侧的手钻紧 是 蒋商思绪纷 再加上喝了酒 脑子里 更是乱糟糟的厉害 他觉得自己现在 顾虑不了太多 他现在只想把 所有事情真相都说出来 他想拆穿秦琛 虚伪的真面目 太过急于求成 以至于他忽略了 苏默眼里的讥讽 苏默戏血 他设局你就上钩 他让你联姻你就联姻 你是蠢还是太单纯 蒋商文言 如耿在喉 我 苏默 蒋商 先不说你说的是真是假 即便你说的是真的 如果你对我的爱足够坚定 你又怎么会中圈套 苏默话落 蒋商像是蛇 被打到了七寸 江主不动 下一秒 苏默继续似笑非笑说 蒋商 我们都是成年人 有点担当 不要一出事 就想着把锅甩到别人身上行吗 透过表象看本质 苏默今年三十 不是十三 早过来看问题 只看表面的年纪 站在蒋商的角度 或许是真的有这样那样的理由 但是站在他的角度 只有一条成立 那就是他为了自己光明的未来 为了自己的利益 放弃了他 不管过程是什么 结果就是这样 他是爱过他 但他更爱他自己 这不是自私 这是自爱 把该说的话都说完 苏默看向蒋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蒋商艰难开口 我们俩再也没可能了 是吗 苏默轻笑 蒋商恋爱七年 我们俩清清白白 现在我们俩都给别人睡了 再附和 你不觉得恶心吗 蒋商 苏默 你不觉得恶心 我觉得恶心 其实该说的话 苏默昨晚已经说得够明白 该表明的态度 他昨晚也表明得够明白 但凡蒋商今天不是喝了酒 凭他那份该死的自尊心 他都不会做出 这么冲动越界的事 可很多事情 往往就是这样 命运使然 随着苏默化碧 蒋商犹如被一盆凉水 从头浇到脚 酒醒了 人也清醒了 看着蒋商 眸色渐渐恢复清明 苏默知道他听进去了 声音淡淡道 最后一次 你是个看面子 比看命都重要的人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会直接冲到蒋市 跟你撕破脸 蒋商 苏默唇角清扯 你自己考虑值不值 他如果去大闹 蒋商丢的不仅仅是面子里子 严重些 连带着蒋市的骨架 都会跟着暴跌 苏默放完狠话 蒋商没吭声 但看得出 他已经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 蒋商沉默数秒 沉声说 默默 不管你信不信 秦琛都不是适合你的良人 他跟你走不到最后 苏默 蒋商 你知道我最喜欢自己拿点吗 就是人质易尽后的无情无义 对你是 对他也是 蒋商文言苦笑 他从来都不知道 当初那个会黏黏呼呼 说想他的姑娘 原来冷漠起来 会是这样绝情 过了一会儿 蒋商低着头 迈步离开 他刚走两步 苏默在身后喊他 蒋商 蒋商只不回头 苏默瞧他一眼 在他的注视下 走到房间门口 喊了声秦琛 然后声音平静说 他刚才是怎么打你的 你现在打回来 蒋商 站在门内的秦琛 见秦琛不为所动 苏默又说 你想好 如果你这次不打回来 他觉得 你软弱可欺 下次或许会变本加厉 苏默说吧 不等秦琛动手 蒋商抬手在自己脸上 狠抽了一巴掌 然后咬着牙关脉步离开 蒋商走得又急又快 脚下步子慌乱 秦琛不动声色地挑了下眉 在看着他进电梯后 阔步走到苏默跟前 伸手将他抱住 俯身埋进他颈间说 苏默 这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站出来护着我 第160章 吊马边缘摩擦 可怜剑 苏默活了30年 第一次在一个男人身上 具象化感受到这个词 再结合秦琛的家庭情况 苏默顿时心软得一塌糊涂 刚刚前一秒 还跟蒋商剑拔弩张呢 这一刻却怜悯心泛滥 另一边 蒋商乘电梯下楼 跌跌撞撞从酒店出来 正迈着凌乱的步子 往停车长走 忽然一道清冷的身影 挡住了他的视线 是蓝倩 蓝倩神情淡漠 没有多余的情绪外泄 看到他从酒店出来 没质问 也没说任何多余的话 只是上前将一份离婚协议 递到了他面前 蒋商顿时正住 蓝倩 寄到蒋氏的离婚协议 你没签 让人送到蒋家的离婚协议 也被退了回来 所以只能我亲自跑一趟 蒋商原本思绪混乱 这个时候反倒冷静了下来 我不签 蓝倩冷声说 没关系 我可以起诉离婚 听到蓝倩的话 蒋商瞳孔猛的一说 你想离婚 蓝家知道吗 蓝倩道 是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我想离婚 无需通知蓝家任何一个人 蓝倩表现得太过淡定 蒋商看在眼里 烦躁地抬手 扯拽自己脖子间的领带 陈生说 普通家庭的婚姻离婚 当然不用通知任何人 可我们是联姻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蓝倩 你 蒋商阵阵有词 蓝倩默然打断 跟你联姻 对于我而言只有损 蒋商拉扯领带的手顿住 蓝倩 我需要的联姻对象 是可以并肩作战的那种 即便不能并肩作战 也不能拉胯 自从我跟你联姻以来 新的合作项目一个都没有 反倒是我还得分出多余的精力 帮你处理各种绯闻 蒋商 这种联姻于我而言不划算 蒋商 蓝倩说完 见蒋商没什么反应 收回递出去的离婚协议说 我会让我的律师联系你 话必 蓝倩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直到蓝倩上车 蒋商都站在原地 久久没回过神来 彼时 苏默靠在秦晨怀里玩消消乐 两人点了外卖 还没到 苏默玩得心不在焉 同情心散去后 想到今晚软会发的信息 再想到今晚楼道里蒋商说的话 他忽然后知后觉 戴了有色眼镜 看秦晨软会说的那些话 兴许是误会 蒋商说的那些话 兴许是挑拨离间的谎言 可把他们俩的话结合起来 那就有点变味了 想着想着 苏默忽然眯起一眼 秦晨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荣城 不是在你朋友家吗 苏默撩着眼皮看秦晨 看似媚眼如丝 可眼里分明全是探究 秦晨低垂眼眸回看他 两人对视 秦晨道 嗓音滴滴沉沉说 想你了 所以就来了 秦晨神情一本正经 挑不出半点毛病 苏默一顺不顺地盯着他看 没瞧出任何一样 书弟一笑 这么想我 秦晨 嗯 甜言蜜语 总是最动听 哪怕是谎话 苏默分不清秦晨这句话 是想回避这个话题 还是旁的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他是真的想他 不是他自信 是一个人在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 本就不好隐藏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 即便你捂住嘴巴 那份喜欢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随着这个话题结束 苏默放下手机坐直身子 往秦晨身上缠绕 直到坐到他身上 修长紧致的腿 勾在他腰间 凑近他薄唇清了清 眉眼含着娇妹的笑说 你知道刚刚蒋上在外面 跟我说了什么吗 秦晨大手拖住他的臀 什么 苏默说 他说 我跟他分手 是你设的局 秦晨哑声 你信吗 苏默俏皮笑笑 不打反问 是你做的吗 第161章 他第一次主动 苏默浅笑奄然 但含笑的毛子里 满是危险的调调 两人四目相对 秦晨在他的审视下不吭声 就在苏默以为 他会一直沉默不回答时 他沉声开口 做过 苏默挑眉 嗯 秦晨 你觉得我有这个本事吗 苏默轻笑 一秒释然 确实 秦晨有这个本事吗 自然是没有 一个小县城的纹身师 去设计堂堂讲师总裁分手 怎么听 都像是一个笑话 而且还是个特别滑稽的笑话 即便他是奖上的堂哥 可就奖家对他的态度而言 老实说 大概还没他在奖家有话语权 听到秦晨的回答 苏默怕他想太多 凑近他薄唇轻了轻 撒娇似的说 我不是怀疑你 秦晨诚应 嗯 苏默打一巴掌 又给一颗填枣 那你会生气吗 说完 又娇滴滴的补了句 秦老板 你会生你女朋友的气吗 怀里的姑娘 娇气又可爱 她是使了话 可她可可爱爱的问你 你会生你女朋友的气吗 就算真的有气 在这一刻也消了 苏默会看脸色 趁机粘着秦晨要轻轻 软弱无骨的手 往他衣角里叹 被齿丝咬他薄唇 没真的咬疼 平添几分情色 秦晨 我超喜欢你 秦晨哑声 哪里 苏默眨眨眼 你猜 秦晨 身体 苏默轻笑出声 人往他怀里钻 让两人距离更近 他没反驳他的话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事情发展到最后 免不了就是一批冥恩仇 事后 苏默全身黏腻 挂在秦晨身上 低头咬他肩膀 累 秦晨大手 俯过他后背 我什么都没做 苏默哼哼唧唧 你是什么没做 都是我做的 秦晨低笑 偏过头吻他脸颊 体验很棒 苏默累到不想说话 这是苏默第一次主动 腰酸腿软 他在心里按搓搓发誓 这是第一次 也绝对是最后一次 欢愉也是力气活 享受就好 让他卖力气 真的不行 四日 因为跟附近那边解约了 所以接下来有很多事 都无需再做 在酒店吃过早饭 苏默跟秦晨去往机场回常乐 路上 附近用其他手机号 给他发了N条信息 也打了N个电话 苏默每次都是瞧一眼 然后不动声色 拉入黑名单 不知道第几次拉黑时 他先眼眸间 对上了秦晨好奇的目光 苏默样笑 想知道是谁 秦晨 能问吗 苏默红唇吸动 吐出两个字 叛徒 秦晨挑眉 嗯 苏默 太复杂 以后有机会跟你说 秦晨嗓音淡淡 好 从荣诚回到常乐 两人关系有了实质性变化 互动上也变得明目张胆 比如 苏默不会在半路下车 以止气使用秦晨的时候 也不会再避险 最先发现不对劲的人是双齐 某一日 苏默从隔壁纹身垫回来 手里拎着一块手工小蛋糕 双齐拖着下额看他 神情认真中 又带有几分探究说 你不对劲 苏默轻挑眼尾 哪里 说着 苏默走到落地窗前的躺椅前坐下 拆开小蛋糕 小口小口吃 双齐说 自打你从荣城回来后 往隔壁店跑得特别频繁 苏默了眼皮 风情又无辜 我想我男朋友了 去看看不行吗 双齐恶然瞪大眼 什么男朋友 苏默 秦晨啊 我男朋友 双齐扎舌道 你们俩不是玩玩吗 苏默眨眼 表情纯郁到极致 一本正经的说教 齐齐 你年纪轻轻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任何不以恋爱为目的地 不正当男女关系 都是耍流氓 双齐 苏默 我是个负责任的人 双齐 中午 两人去纹身店蹭饭 苏默进门后 踩着高跟鞋 静止去了厨房 以阿飞为首的几个小年轻 面面相去 你们发现没 老板娘跟称哥 好像不对劲 有点像谈恋爱 不能吧 老板娘跟称哥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路人 邱正下河紧绷 皱眉说 你们别瞎说 老板娘有男朋友 是小酒馆的李老板 阿飞吃惊 什么时候的事 双齐抬眼瞥两人 忍不住翻白眼 内心 有些人的脑子 果然只是 为了看起来长得高一点 第162章 苏默 我女朋友 流言飞语这种事的传播速度 总是很光速 不仅光速 而且离谱 具体能离谱到什么状态 那就要从苏默下午 去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水 老板娘瞧她几眼 一度欲言又止 开始说起 看着老板娘欲语还羞的模样 苏默挑眉 有事 老板娘笑笑 笑容尴尬 不是嫂子多嘴 你跟纹身店的秦老板 苏默笑盈盈 怎么了 苏默目光坦诚 反倒是把老板娘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老板娘的确也没什么恶意 老板娘组织了下语言 尽量把话说得委婉 在男女关系中吃亏的总是女孩子 苏默抿一口矿泉水 依旧笑着 您不妨直说 老板娘尬笑 听说你有男朋友 还跟秦老板 从便利店出来时 苏默脸色难看 他倒不是在乎这点流言蜚语 就是心里有些堵得慌 因为从老板娘的直言片语中 他听出对方挺诧异 他会跟秦琛在一起 并且还委婉地跟他说了句 苏老板 秦老板人挺好的 他的家庭情况你也知道 经不起折腾 言外之意 就是他在玩秦琛 秦琛是受害者呗 回到七七店 苏默坐在收音台前 猛喝了两头水 随后看向双齐 你觉得我跟秦琛般配吗 双齐原本正在吃冰激凌 听到苏默的话 无端噎了下 一条鲜活的生命 险些被活活噎死 等他顺过这口气 满眼惊恶地看向苏默 你说什么 瞧见双齐的反应 苏默不愿你没 我问你 我跟秦琛般配吗 看出苏默是认真在问 双齐脸上惊恶收起 撇撇嘴 想听实话 苏默 嗯 双齐摸着自己的良心 实话实说 不般配 苏默吃笑 理由呢 双齐道 可秦琛他一看就是那种需要踏实过日子的男人 你们俩在一起 苏默接话 一个像是活在童话中 一个是现实 苏默这个比喻挺文艺 双齐点头 对 说吧 双齐问苏默 你会跟秦琛结婚吗 苏默长腿交叠 呼的一笑 神情一秒恢复 平日里的懒懒散散 谁知道呢 双齐吐槽 你就是挺渣的 我觉得你之所以会答应跟秦琛交往 大概是怕他中途谈恋爱 苏默细血 没接话 下午下班 苏默坐秦琛的车回家 坐在车上 苏默低头玩手机 一言不发 过十字路口时 恰逢红灯 秦琛伸手过来牵他的手 不仅被他狠狠甩开 还被他转过头看瞪了一眼 秦琛挑眉 我惹你生气了 苏默似笑非笑 没有 秦琛 两人从荣城回来也有一周了 不能说秘里调油 也差不多 中午吃饭的时候 苏默还当着众人的面 在餐桌下 按搓搓用脚尖勾他脚踝 这翻脸的速度 神速 且莫名其妙 不等秦琛深究 红灯变绿灯 他打转方向盘 继续开车 带车抵达住的小区 两人一左一右下车 苏默踩着高跟鞋 走到他跟前 把包往他怀里一塞 转头倔强走在前面 看着他的背影 秦琛抬手挠了下眉心 把腿跟上 乘电梯上楼 进门 苏默攒散掉脚上的高跟鞋 光脚往里走 秦琛扣住他手腕 一把将手拽回来 搂进怀里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苏默不是没长嘴 有气自己扛的那种姑娘 冷笑看他 你跟你们店里的人说 我们俩交往的是了吗 秦琛眼眸低垂 没说 因为 怕他不乐意 苏默神情嘲闷 怎么 觉得我配不上你 秦琛侯解滚动 不是 苏默 不是吗 还是说 秦老板还有二星 想着跟我玩腻了 回头再换个女人玩 秦琛 苏默明知道 秦琛不是这种人 他就是故意的 坐经一个 句句往他废管子上戳 秦琛低着头看他 几分钟后 从兜里掏出手机 点开微信 把他拉进一个群 然后at了下全体成员 苏默 我女朋友 第163章 给你很多爱 秦琛这边消息刚一发出 微信群里马上炸了锅 诚哥 你确定这条信息没发错 我说什么来着 我中午就说 看老板娘跟诚哥不对劲 没来眼去 几条信息后 一群人开始在群里 喊苏默嫂子 秦琛手机噼里啪啦的响 他扔在门厅柜上的手机也一样 秦琛把手机屏幕 递到他面前让他看 嗓音滴滴辞性 可以了吗 苏默垂眸扫一眼 绷着脸 幼稚 瞧见他这个态度 秦琛知道 这关算是过去了 收回手机 问 所以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苏默说 所有人都觉得我在玩你 秦琛 所有人都指谁 苏默轻横 你店里那些人 还有对面街便利店老板娘 秦琛 那你是在玩我吗 苏默瞪他 你觉得呢 秦琛伸手摸了摸他脑袋 沉声哄他 既然不是 你为什么生气古往今来 什么时候有人能堵得住别人的嘴 苏默 随着秦琛话落 两人僵持了会儿 苏默从他手里挣脱 转身往沙发前走 谁知 他刚走几步 腰间落下一只强有力的手 他整个人被提起 又回到了玄关处 他正想发火呢 只见秦琛蹲下身子 拿过一双女士拖鞋 递到他脚边 苏默 敏唇 秦琛 还想立架继续肚子疼 苏默文言 板着脸穿拖鞋 怒气没了 但依旧没给秦琛好脸色 过了一会儿 秦琛去厨房做饭 苏默窝在沙发里 跟软慧吐槽 他把今天发生的事 跟倒豆子一样 讲给软慧听 软慧那头回复 你觉得这项不像是个套路 苏默 软慧 你想想 最开始的时候 你有想过 把跟秦琛的关系 这么开诚不公地告诉所有人吗 苏默 软慧 还有 秦琛店里那些男孩 跟他的关系 应该是一师一老板吧 没秦琛的受益 他们敢随便跟便利店老板娘说这些 苏默用舌尖抵一侧脸颊 软慧 莫啊 都是套路啊 苏默 你确定 软慧 在七七造诣方面 我承认你比我强 再看男人套路这方面 你连我指缝流失的那点都没有 不是我说 你现在真的是被秦琛吃得死死的 苏默不吭声 软慧那边又发 真正的猎人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发完这些 软慧话锋一转又发 对了 听说兰倩起诉离婚了 奖商那边没同意 苏默心不在焉 哦 软慧 你对奖商真的一点感情都没了 七年啊 苏默 没了 知错就改 已经错了七年 难道还要再错 下一个七年 人活一辈子 会遇到很多不甘 有些不甘 可以有 有些不甘 在有苗头的时候 就要及时掐灭 比如遇到渣男 别因为不甘 再跟他有所纠缠 屎这种东西 你次次吃他都是屎 不是外表撒点糖 他就成了巧克力豆 跟软慧聊完 苏默点进秦琛 刚刚拉他进去的群聊看了一眼 里面基本都是他店里的人 还有几个头像很陌生 他猜 大概是他朋友之类的 这群人刚刚喊他的嫂子 还没回应 思寸几秒 苏默指尖在对话框里 打出一串字按下发送 以后请多关照 信息发出 马上有几个人秒回 嫂子放心 我们都很好相处的 是是是 嫂子放一万个心 看到他们的回复 苏默没再接话 把手机扔在沙发上 跳下沙发 穿着拖鞋进了厨房 秦琛这会儿正忙着炒菜 手跟前还放着一排蛋挞半成品 瞧着是要放进烤箱 是 在秦琛搬过来后 他家里还有了烤箱这种 需要精湛厨艺的东西 苏默明明唇 双手还胸 靠站在橱柜前 用脚踢秦琛 跟我道歉 秦琛抬眼看他 面不改色 对不起 苏默 你哪错了 秦琛表情如常到 没有及时公布我们俩的关系 苏默观察他的神情 没瞧出软会说的套路 将纯柄成一条直线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今天再无理取闹 说完 苏默又补了句 说实话 苏默话必 秦琛熙活转身正视他 没像平日里一样抱他 也没亲他 而是神色认真 低沉着嗓音道 苏默 在我这里 除了出轨 我允许你犯任何错 允许你随时随地是小性子 允许你随时随地无理取闹 我会尽我所能给你很多爱 也会亲我所有给你很多钱 第164章 勾勾手指 甜言蜜语这种东西 向来都是感情的催化剂 更何况 秦琛还这么认真 苏默神情原本是绷着的 在听到他这番话 在对上他这这副表情后 明显松动 他有感动 却没表现出来 数秒 他双手抱胸台下盒 似笑非笑说 你有多少钱可以给我 秦琛道 全部 苏默善笑 您全部加起来 都没有我存款的零头多 说完 苏默用舌尖抵了底背齿 觉得自己这句话 着实有些伤人 伸手去抱秦琛的脖子 贴近他蹭蹭轻轻 秦琛 我没有玩你 我真的是 很认真的在跟你谈恋爱 秦琛嗓音低沉 嗯 我知道 苏默俏皮眨眼 所以 我们这算和好了对吗 秦琛 我压根也没生气 秦老板表现良好 苏默怒气彻底消了后 晚饭都多吃了半碗 饭后 秦琛收拾碗筷 苏默蹲在地上拆快递 他前两天在网上买了几件裙子 今天刚到 裙子拆出来 他站在镜子前 开始换衣袖 第一件是件黑色长裙 通体黑色 上面点缀着几朵小碎花 款式不算多出彩 但是面料好 把整件裙子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再有他的身材加持 该瘦的地方瘦 该有肉的地方有肉 凹凸有致 凹凸 苏默正观察自己镜子里 向来引以为傲的身材 忽然发现一个致命问题 他胖了 具体体现在 被撑的紧绷绷的胸口 还有微微凸起的小腹 下一秒 苏默轻挑眼尾 他最近吃的太多 自从秦琛掌勺 他的食量可谓突飞猛进 每天上午或者下午 秦琛还总会给他加摊小蛋糕 口腹之欲一时爽 减肥面临火葬场 苏默明明唇 在秦琛从厨房出来时 朝他勾了勾手指 把他勾过来 拉着他的大手 落在他小腹上 感觉到什么了吗 苏默这个动作引人遐想 秦琛眸色暗了暗 呼吸一致 紧接着 苏默撇嘴 胖了 都是肉 感觉到了吗 秦琛落在他小腹上的手指 拳了拳 挺好 苏默 哪里好 秦琛沉声说 你以前太瘦 现在胖点挺好 对身体也好 苏默活了三十年 还是第一次听人说 胖点对身体好 不过 碍于他最近做腰次数太多 两人刚刚和好 他决定见好就收 不吹毛求疵 换衣秀刚开始 就落下了帷幕 两人在客厅闲聊了会儿 各自回了各自的房间 毕竟只是谈恋爱 也不是结婚 再加上 苏默还是比较追求距离产生美的 所以 除了那种时候 两人并不住在一起 次日 苏默睡得迷迷糊糊 被一通电话吵醒 他全凭本能 伸手摸过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按下接听 还没开口 就听到电话里 响起几灵带着哭腔的声音 默默 你师父案件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几灵话落 苏默一个机灵 睡意瞬间全无 调查到了什么 几灵哽咽 说话颠三倒四 默默 对于你们师兄妹几个 我跟你师父 一直都是视如己出 我接受不了这种结果 怎么可能是他 怎么能是他 苏默急气 谁 几灵说 附近 是附近 确定了 几灵哭得厉害 根本不容苏默问什么 苏默心里焦躁 完全插不进句话 等到几灵哭累了 苏默攥紧手机 紧凭呼吸问 是警局那边的调查结果 几灵哭着说 不是 是我找了私家侦探 调查到的 几灵说完 又仇爷的补了剧 不可能会错 那位私家侦探 特别有名 是你大师兄给我介绍的 苏默文言你没 大师兄 又是他那位大师兄 赵匡去世这么久 调查了这么久 一点头绪都没有 可他这位大师兄一出现 所有事情立马有了进展 到底是偶然 还是他这位大师兄 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 亦或者 想到什么 苏默明景纯 没继续往下想 细思极恐 这个时候 继灵神补刀 默默 你是不是觉得太蹊跷 第165章 口腹之欲 何止是太蹊跷 继灵话落 没听到苏默的回应 又开始抽抽打打的哭 默默 你说师母现在该怎么办 苏默心里有想法 但没跟继灵说 平复情绪 师母 那个私家侦探 给了你什么证据 让你对父亲是害死我师父的凶手 这件事这么深信不疑 继灵说 你师父在去世之前 跟附近见过一面 一来 求你师父 想重回师门 二来 想牵线搭桥 让你师父 给外资企业 做一批漆器 被你师父拒绝了 苏默闻眼拧眉 这件事 我怎么不知道 继灵道 你那会儿 在你师叔那边 你师父不让我跟你说 苏默 然后呢 不能仅凭附近 跟师父见了一面 就确定 他是害死师父的凶手 继灵哭哭啼啼说 我也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可太多线索指向他 说着 继灵顿了顿 只顾着哭 哭了一通后 吸了吸鼻子继续道 他跟你师父见面后 不久你师父就去世了 然后一品格那边 紧接着就外企注资 附近的个人账户 也多了五百万 苏默 继灵说的这些事 前后结合起来 附近确实很有嫌疑 可不知道为什么 苏默就是总觉得 哪里不对劲 具体是哪里有问题 他一时间也说不上来 苏默私存了话 决定还是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师母 这件事还需要继续查 几灵 默默 你可一定要替你师父报仇 苏默 嗯 跟几灵挂断电话 苏默靠坐在床头出神 他脑子里走马光花旅 刚刚几灵跟他说的那些话 最后深吸口气 他好像知道了 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是附近那边 如果真的是他做的这件事 他前前后后这些做法 未免有些太高调 他不应该这么蠢 其次 是几灵的态度 在苏默的认知里 几灵从来都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可他这次 仅凭着直言片语 着实不符合他的人设 当然 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几灵太过心急 毕竟赵匡去世这么久 警方那边都没能给出一个调查结果 他心急也很正常 不过 苏默正想着 卧室门被从外敲响 打断了他的思绪 起床了吗 秦琛滴滴沉沉的嗓音 在门外响起 苏默潜吸一口气回应 嗯 秦琛到 早饭好了 苏默承应 好 跟秦琛说完话 苏默调整了一下情绪 起床出门 从卧室出来 他拢着头发 往洗手间走 途经餐厅 在瞧见一桌子丰盛的早餐后 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他都这么胖了 他居然还在头位 其心恶毒程度 显而易见 从洗手间出来 苏默坐在餐桌前 很谨慎地 给自己盛了一小碗粥 对奶黄包之类的甜点 自动忽略 秦琛健壮挑眉 不吃 苏默嘴硬 不饿 秦琛 小菜也不吃 苏默懒散散 没什么胃口 秦琛皱眉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看出他眼底的担忧 苏默戏血 秦老板 你是不是对我有点在乎过头了 苏默说完 用勺子咬了一口粥 喂进嘴里 只一口 他的味蕾直接被勾了起来 苏默先眼皮看向秦琛 海鲜粥 秦琛 嗯 喜欢吗 苏默咬勺子 没出息回应 喜欢 他发誓 他最初真的只是 想吃一小碗的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最后他吃了整整两碗 而且还是 满满蹬蹬的两碗 饭后 苏默抱着悔不当初的心思 坐秦琛的车去店里 路上 他咬着指尖 反思在餐桌上的所作所为 对自己失望至极车抵达店门口 苏默敷衍地清了下秦琛的脸颊 推门下车 他前脚下车 后脚秦琛 拿起扔在中控上的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出去 彩琳想了话 电话接通 秦琛冷声问 把消息透露给我师母了吗 他什么反应 第166章 关心则乱 秦琛话落 电话那头的人接话 消息已经透露出去了 没表现出什么异常 不过 他刚刚让我转发了一份调查资料到苏小姐邮箱 秦琛文言醋眉 沉声硬 知道了 对方 五哥 还要接着查吗 秦琛 接着查 顺便派几个人把人给我盯紧了 对方 是 五哥 挂断电话 秦琛目光落向不远处的七七店 没风皱出一个浅穿 过了一会儿 他从中控抽屉里 拿出另一个备用手机点开微信 点开置顶头像 发了条信息 师父的事 你别插手 苏默收到这条信息时 人刚洗了把手 准备去工作间 瞧见信息 轻挑了下眼尾 细腰靠在收音台上回信息 秦琛 不想让你蹚浑水 苏默 多谢大师兄好意 可他偏不听 一身反骨 说的就是苏默这种人 如果没人跟他唱反调 他或许还会再三斟酌 可一旦有人出他的逆铃 他就会变得斗志昂扬 秦琛看着他的回复 谋色暗了暗 有些后悔发这条信息 他太了解 他是什么性子的人 关心则乱 跟秦琛预料的一样 苏默原本准备从长计议 但是在他这条信息后 他转手把附近从黑名单放出来 给他发了条信息 还合作吗 附近那边几乎是秒回 小师妹 你想通了 苏默 气劲过了 自然就想通了 谁会跟钱过不去 得益于苏默平日里交纵 又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性子 附近没有起义 反倒积极认错 二师兄跟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擅作主张 苏默 嗯哼 附近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去工厂看看 苏默 你们准备批量生产 平遥推光气气这种东西 哪有批量生产的 不是没有人想过 但是目前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谁都知道 传统的手工推光 和大气应干工艺 费时费力 但使用机器加工 和化学气材料 必然会失去 其传承的意义和产品价值 外行看热闹 或许不懂 可那行人看了 只会觉得心痛 老祖宗留下来的那点东西 因为赶不上潮流 没办法与时俱进 婉婉累清 可累 毕竟不再是本体 苏默信息发出 附近那边没回话 没过多久 附近的电话打了进来 苏默按下接听 听到附近陪着笑说 默默 现在这个世道 你想赚钱 就得学会变通 苏默轻笑 怎么个变通法 附近打电话 不发信息 是怕留下证据 面对苏默的问题 他声音压低 急许回答工厂加工 批量生产 你放心 师兄肯定不能坑你 苏默善笑 那如果被同藏发现呢 附近道 我们只出口 不在国内销售 苏默言语 还挺爱国 苏默说完 脑子开小差 忽然想到了 某个电信诈骗团伙 不骗中国人 只骗外国人 他正想着 附近说 你要是不放心 可以数我名 你只拿钱 这总可以吧 苏默倾笑接话 可以考虑 附近 那你什么时候 有时间过来一趟 苏默纤细漂亮的手指 轻敲收银台 故作思考 片刻后说 下周三吧 我正好去探望师母 附近一口答应 可以 那我们就定在下周三 跟附近挂断电话 苏默和尚手机扔到一旁 人陷入了沉思 赵匡的死 到底跟附近有没有关系 他正考虑呢 扔在收银台上的手机 突然震动 他垂眸扫过去 在看到屏幕上的信息后 轻挑了下眼尾 苏老板 秦律要做手术了 你知道吗 第167章 好好表现 秦老板 秦律要做手术了 这个消息 苏默确实不知道 不过 秦律要做手术 跟他有什么关系 因为 他现在的身份 是秦律的准嫂子 这么一想 他的确做得不到位 他最近忙忙碌碌 虽然偶尔也会跟秦律 在微信上聊几句 但实质性的付出 切切实实是没有 发信息的人是邱正 苏默抿了抿唇 想着下午去医院探望秦律 拿起手机回消息 什么时候 邱正 明天 苏默拧眉 就在明天 这么快 怎么没听秦琛提过 苏默指尖落在屏幕上敲 大意就是询问邱正 情侣手术 需要准备些什么 谁知 他的信息还没发出去 邱正第二条信息 紧接着而至 苏老板 秦哥很穷你知道吧 苏默已经在输入矿里 密密麻麻打了一堆字 瞧见这条信息 全部按下删除 他脑子闪过 昨天便利店老板说的话 脸上划过抹槽弄 回消息 你想说什么 邱正 你能接受 跟着秦哥过穷日子吗 苏默 我有病 秦琛没钱 又不是他没钱 为什么非得过穷日子 邱正 苏老板 如果你不能接受 跟着秦哥过穷日子 我劝你早点跟秦哥分手 我不想看着秦哥越陷越深 最后受到伤害 邱正信息言辞恳切 苏默看在眼里 直接气笑了 回答 这些话 你还是留着跟秦琛说吧 你问问他 愿不愿意跟我分手 发完这条信息 苏默把手机 往收音台上啪的一扔 拿过一旁的矿泉水 喝了两口小火 从昨天到今天 一个两个都在给他添堵 他跟秦琛在一起 就这么不般配 怎么所有人都觉得 他会玩弄他的感情 苏默明明唇 打开抽屉 拿出一根烟咬在嘴前 低头正准备点烟 想到了什么 把烟根打火机 重新扔回抽屉 起身对双旗说 你看着店 我出去一下 双旗一连猛 你不是才来没多久吗 苏默 去趟医院 说吧 苏默拎着手包 出门打车离开 十多分钟后 车抵达医院 苏默直奔秦琛 主治医生的办公室 得知秦琛 现在已经欠了五万 将红唇抿成一条直线 医生看着他 扶自己的眼镜 苏小姐不用着急 秦琛跟我也算是熟人 这笔钱 苏默 我替他交 医生闻言一愣 苏默笑笑 我跟秦琛现在正在交往 所以秦琛也算是我妹妹 听到她的话 医生流露出一抹 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如此 苏小姐 这钱交进去 可是退不出来的 你想好 苏默知道 医生是好意 我知道 谢谢 接下来 苏默又询问了下秦琛的病情 这是他做的不算熟练 表情有些别扭 他没兄弟姐妹 打小跟表兄妹也不亲近 第一次以这样特别的身份 询问病情 难免会不自然 待把一切询问好 他起身乘电梯去缴费 他前脚离开 后脚医生拨通了秦琛的电话 彩琳想了话 电话接通 医生说 秦琛欠的住院费 苏小姐帮你交了 秦琛嗓音沉沉 什么时候 医生道 现在 人刚走 秦琛开车赶到医院时 苏默已经缴完费 人正在病房里 跟秦琛聊天 秦琛喜欢苏默 看着他的眼神里 都满是崇拜的小星星 尤其是 在得知苏默 跟秦琛正在交往后 脸上的欢喜 更是显而易见 苏默姐 你会跟我哥结婚吗 苏默坐在椅子上 交叠着紧致的长腿 帮他削苹果皮 撩眼皮看他一眼 故作撕存撞说 这个得看你哥的表现 秦琛强话说 我哥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苏默玩耳 这个啊 苏默话说之半截 余光扫到了 站在病房门口的秦琛 两人四目相对 秦琛下额紧绷 苏默眨眨眼 俏皮又挑衅 你会好好表现吗 秦老板 第168章 爱意满满 这声秦老板 苏默喊得颇为玩味 秦琛直直看他 深邃的毛子里 明显有情绪强压着 喉结上下滑动 会 苏默文言挑眉 没想到他当着秦琛的面 这么说 唇角笑意加深 细腰往后靠 瞧见两人的互动 秦琛捂着嘴笑 眼睛弯成了月牙 苏默陪秦琛 待到晚上九点 秦琛送他下楼 掏车钥匙 准备送他回家 被他含笑拒绝 你今晚是不是得留下来陪秦琛 明早八点半的手术 秦琛一个小姑娘 肯定会紧张 有秦琛在 他多少能好点 面对苏默的发问 秦琛沉声接话 嗯 苏默点点头 那你好好照顾秦琛 我自己打车 回去就行 秦琛醋眉 送你用不了多长时间 秦琛狭长 眸子里的眷恋太显眼 苏默受用 伸手用指尖探入他 一脚摸他腹肌 手下动作撩拔 话说的却是一本正经 送我干嘛 我又不是找不到家 秦琛明早做手术 你就是他的主心骨 留下来陪他 才是你该做的事 两人距离靠得近 又是站在背光的地方 所以 哪怕苏默那双柔弱无骨的手 已经有些放肆 旁人也看不到半分 察觉到他的手 从小幅一点点往下蔓延 秦琛呼吸一紧 苏默点脚去蹭他下河 红唇吸动 吐气如蓝 秦老板 我的手软吗 秦琛周身紧绷 苏默一双风情的水眸笑眯眯 苏默没真的做什么 只是坏心思的撩拨了下 把秦老二欺负到把持不住 书弟收回手 往后退一步 故作无事发生一般说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秦琛站在暗处不敢动 腮帮子绷得紧 嗯 苏默 今晚不要太想我 秦琛 苏默 苏默让笑看他 嗯 苏默以为 这个时候的秦琛 肯定会说点什么带颜色的话 谁曾想 秦琛目光灼灼看他 嗓音滴滴沉沉问 你现在有一点喜欢我吗 哪怕一丁点 我想听实话 秦琛问得直接又猝不及防 苏默回看他 脸上笑意显然有些僵 过了月末七八秒 苏默垂眸 高跟鞋脚尖相互蹭了蹭说 有吧 秦琛道 不是身体 是我这个人 苏默不看他的眼睛说 嗯 秦琛眼底韵笑 好 我知道了 苏默全程没抬头 所以也没能看到 秦琛这副神情 过了一会儿 他打车离开 回头间 瞧见秦琛站在夜幕里 点燃了一根烟 香烟火星点点 他站在那里 窥然不动的像棵大树 大树 想到这个形容物 苏默唇脚勾起一抹笑 秦琛确实像一棵大树 挺拔 坚韧 而且靠谱 窗外夜景 随着车辆行驶 急速往后退 苏默靠在座椅里 思绪乱飞 想到秦琛刚刚问他的话 唇脚不自觉 抿了抿 关于那个问题 他没说谎 他现在对秦琛 确实有那么一点喜欢 是对他那个人 无关其他 车抵达小区 苏默扫码付钱下车 他刚从车上下来 秦琛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他瞧了一眼 手机屏按下接听 秦琛辞性好听的声音 在电话那头响起 到家了吗 苏默野鱼 你在我身上安装了监控 他前脚下车 他后脚就打电话 但凡他是个有权有势的 他都得这么怀疑 秦琛嗓音淡淡 我有算时间 苏默笑应 刚到家 秦琛问 晚上吃什么 苏默拿着手机乘电梯上楼 接话说 不吃了 刚好减肥 秦琛道 你不胖 苏默调侃 秦老板 你目的不要太明显好吗 你是不是想让我胖点 好只归你所有 以后想跑都不能跑 苏默说这句话 本意就是开玩笑 谁知 在他说这句话之后 秦琛久久没吭声 两久 他都下电梯进家门了 秦琛才低沉的嗓音说了句 苏默 你别想着跑 行吗 第169章 他是温柔香 秦琛说这句的时候 声音很轻 但是语气又无端的沉重 沉甸甸的 跟一块石头一样 落在苏默心上 连带着把他的心 都往下扯了急许 不至于伤筋动骨 也没疼 却压抑难受 苏默闻言闽唇 落在墙壁上 按客厅灯开关的手盾住 半嗓 在只有窗外月光 和灯光的夜幕里 他浅浅急气说 秦琛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我 秦琛 嗯 苏默 秦琛 很喜欢 苏默这一晚失眠了 向来生物中堪比闹钟 倒点就睡得塌 今晚在床上辗转反侧 到凌晨都没睡着 只要闭上眼 脑子里就会闪过 秦琛说过的话 嗯 很喜欢 这两句话 就像是一个魔咒 在他脑子里 不断地循环上演 终于熬到窗外天空 泛起鱼白 他实在是熬不住了 稍稍瞇了一小话 人刚睡着 还没睡沉稳 又被手机设置的闹钟吵醒 他迷迷糊糊睁眼 拿过手机瞧了一眼 七点十分 闹钟是他睡前设置的 为了能去医院 送秦琛进手术室 小丫头昨天 唯唯诺诺 跟他说出这个要求 生怕他会不答应 小丫头不知道 他这个人 向来嘴硬心软 好好跟他说话 只要不违反道德 不违反法律 他基本是有求必应 起床洗漱 苏默选了件香槟色的长裙 把头发用发夹高拢起 下楼打车前往医院 车抵达医院 他贴心地在医院门口 买了两份早餐 他昨天问过医生了 秦琛需要空腹进手术室 所以只需要买他跟秦琛的 十多分钟后 他拎着早餐进医院 乘电梯上楼 刚走到秦琛病房门口 手弱在门坝上 准备推门 就听到门内 传出一阵对话声 我觉得 秦琛跟老板娘不合适 秦琛压根就不是 能镇得住老板娘的人 我知道我说这些话 秦琛肯定会生气 但我还是要说 老板娘瞧着 就不是那种本分女人 就算以后 她真的跟秦琛走到一起 邱正声音发闷 他话说至一半 被秦琛冷声打断 邱正 你过分了 邱正被教训 脑袋耸拉 称歌 邱正还想说什么 病房门推开 苏默踩着高跟鞋 拎着早餐 走了进来瞧见苏默 病房内的气氛顿时凝固 尤其是秦琛 小脸都被吓白了 他明明唇 眼巴巴地看向苏默 苏默姐 苏默红唇勾笑 对刚才的话 质弱网闻 把早餐放下 弯腰去揉秦琛的头发 你得空腹做手术 早餐没你的份 秦琛眨眼 苏默姐 苏默娃儿 乖乖做手术 别想太多 我跟你哥在外面等你出来 苏默声音温温柔柔 秦琛眼眶瞬间通红 他打小跟秦琛相依为命长大 秦琛又是个钢铁硬汉 哪里有这么文言细语的时候 秦琛被苏默感动得一塌糊涂 苏默样笑说 别激动 嫂子疼你的日子还在后面 秦琛 嗯 八点半 秦琛进入手术室 目送他进去 苏默转头时一秒翻脸 朝着邱正挑眉 邱正健壮 往秦琛身后躲 苏默似笑非笑 邱正 没瞧出来 你长得一本正经 居然这么喜欢在背后乱嚼人舌根 邱正 秦琛迎上苏默冒火的目光 沉默不吭声 苏默话落 见邱正不说话 双手抱在胸前继续说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凉 我一直觉得 这是小学生都应该知道的道理 你怎么不懂 以貌取人 什么时候长得漂亮 也是一种过错 邱正敏唇 我没这么说 苏默 可你刚刚在病房想要表达的 就是这个意思 苏默句句带刺 邱正说不过他 伸手扯秦琛一脚求救 秦琛无奈深吸一口气 看苏默一眼 伸手将人往怀里拽 苏默正气头上呢 用手掐他 秦琛低头吻在他头发上 乖 别气 我待会儿收拾他 说完 不等苏默回怼 又低沉着嗓音 用仅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谈恋爱七年都手身如玉的姑娘 怎么可能水性羊花 是我卑鄙无耻 在你失忆的时候 捡了大便宜 他们蠢 不懂 第170章 想取回家的喜欢 秦琛嗓音雌性好听 尤其是贴着耳朵说话时 说不出的性感撩人 再加上他说的 还是轻易安抚的话 苏默心里的那团无名之火 顿时削减了大半 最后 苏默别别扭扭地从他怀里挣脱 走到走廊的长椅前坐下 双腿交叠 板着脸掏出手机打游戏 打完一局 想到了什么 抬头看向秦琛 你吃早饭了吗 秦琛垂眸看他 沉声接话 没有 苏默不越撇嘴 去吃 秦琛问 你呢 苏默收回视线 继续打游戏 我不饿 秦琛说 多少吃点 苏默抬眼横踏 眼底的不高兴 显而易见 秦琛拭去闭嘴 过了一会儿 转过头看向邱正 你跟我来 邱正本以为 自己已经逃过一劫 听到秦琛的话 心底咯噔一下 半晌 不情不愿地 低着头迈步 几分钟后 两人出现在安全通道 秦琛点了根烟 低垂着眼眸看他 有什么想说的吗 邱正声若闻吟 没有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嗓音速冷 刚刚在病房 不是很能说吗 邱正低眉顺眼 紧咬牙关 看出他是逆反劲上来了 秦琛冷声开口 对苏默有偏见 邱正依旧不吭声 秦琛掐灭指尖的烟 他没勾引我 是我下套勾引的他 听到秦琛的话 邱正恶然抬头 秦琛跟他对视 神情淡淡 不信 邱正没接话 但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何止是不信 是深表怀疑 倒不是他对苏默 真有那么大的敌意 觉得他会四处撩人 主要是他太了解秦琛 他跟秦琛认识这么多年 压根就没见 他对哪个女人主动过 别说勾引 有女人追求他 他也会冷着一张扑克脸拒绝 秦琛道 我很喜欢他 不是开玩笑 也没打算玩玩而已 是想娶回家当老婆宠的那种喜欢 邱正雅言 邱正是的藏不住是的 他有心思 全部都写在脸上 秦琛不欲跟他说太多 索性直接跟他摊了底牌 断了他所有不该有的念想 邱正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歌 以后就别再说惹苏默不高兴的话 邱正文言有些急 陈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 邱正急于解释 话说之半截 被秦琛打断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感情这种事 是我秦他愿的事 跟第三人无关 邱正业注 秦琛又诞生道 况且 他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女人 秦琛手术费用差五万 是他交的钱 不是我开口借的 是他知道后 瞒着我来医院给秦琛补缴了费用 邱正 苏默帮秦琛交手术费的事 邱正不知道 他不懂秦琛口中的情情爱爱 但是他知道 五万块不是一笔小数目 苏默能帮秦琛出这笔钱 那肯定是心里有秦琛 他刚刚在病房说那么多 无非就是怕秦琛被骗被玩受伤 现在看来 事情似乎跟他想的不一样 邱正脑子反应慢 还在出神旅这件事 秦琛走到他身边 伸手拍了拍他肩膀 待会儿就给你嫂子道个歉 邱正输地侧头 秦琛 秦琳喊嫂子 你喊嫂子不应该 邱正干巴巴回应 应该 秦琛带着邱正回到手术室门口时 苏默刚打输一局 他正蹲在那舔血包呢 直接被爆头 死相不可谓不凄惨 察觉到面前头下一片阴影 他拧没抬头 就看到自己面前直挺挺地 站了两个大男人 苏默吸腰往后靠 冷脸看着两人 不等他刻薄的话说出口 邱正往后退了半步 紧接着朝他90度鞠躬赔罪 嫂子 对不起 我刚刚在病房 不该说那样的话 苏默挑眉 下一秒 秦琛落坐在他身侧 修长的双腿自然打开 他薄唇挑动 正想说点什么 一名护士从手术室匆匆出来 焦急问 情侣家属呢 病人急需输血 B型血 有吗 要求不能是亲属 第171章 小心翼翼试探 亲属之间直接输血 会导致淋巴细胞增殖 攻击患者的把器官 和骨髓造血功能 所以医学上 向来不建议亲属之间 直接输血 小护士话落 在场的三个人顿时一正 尤其是邱正 本就不是个能沉得住气的 瞬间红了眼眶 A型血型吗 我A型 边说边撸起袖子 露出手臂 走向小护士 小护士见状 皱眉看他 现在病人情况紧急 你别添乱行吗 被小护士胸 丘正痘大的眼泪 夺眶而出 瞧见他这样 小护士也不好意思在说什么 神情不自然地 看向不远处的秦琛和苏默 你们俩 秦琛 我问问 苏默 我必行险 说我的 苏默说完 看都没看秦琛一眼 把手机往他怀里一扔 起身走向小护士 谁知 他刚走两步 秦琛伸手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 苏默垂眸 似笑非笑 心疼我 秦琛下河紧绷 苏默细血 心疼我 不心疼自己妹妹了 说吧 苏默把手从秦琛大手里抽出 别跟邱正似的添乱 过了一会儿 苏默跟着小护士 去了采写室 苏默体重55千克 按理来说 献血一次 应该是200立方厘米 至300立方厘米 奈何情侣需要的多 所以 他一次性 陷了400立方厘米 期间采写护士 也曾劝过他 但苏默一脸淡然 没事 我身体好 事实证明 现实会教育 每一个嘴硬的人 陷完血的苏默 脸色和唇色发白 走路都发飘 还是小护士扶着他 去病房躺了会儿 他才渐渐缓过进来 即便如此 他也还是觉得虚 琴律是在三个小时后 从手术室推出来的 每回普通病房 直接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主治医生 把秦琛喊到医生办 算是比较成功 不过还需要观察几天 琴律的心脏病是天生 你心里应该比我有数 秦琛脸色沉沉 嗯 对方 你也不用太担心 有我坐镇 你还怕什么 秦琛 谢谢 对方倾笑 谢什么 当初如果不是你帮我 我现在恐怕因为一闹 还在监狱里待着 面对对方的道谢 秦琛没拖大 接话道 跟我无关 那件事本来就是无往之灾 对方笑笑 你啊 这么多年还是这样 聊完琴律的病情 两人又闲聊了点别的 说起苏默 医生语气颇为感慨 真是没看出来 那姑娘长得挺傲气 人却是个心软的 秦琛道 她一向都是那样 医生打趣 我原本以为你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现在看来 后面的话 医生没说完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秦琛从医生办理出来时 邱正正坐在重症监护室门口的椅子上哭 眼泪跟断了线的珍珠似的 劈里啪啦往下掉 苏默坐在她身侧 嫌她烦 戴了耳机 小口小口的喝乌鸡汤 瞧见秦琛 苏默撩眼皮瞧了一眼 翻了几百眼 秦琛阔步上前 大手落在她头发上揉了揉 看向邱正说 你送苏默回去 邱正吸鼻子 我不去 我要守着情侣 话必 还又看着苏默解释 嫂 嫂子 我不是对你有意见不想送你 实 实在是 邱正哽咽 一句话歇了三气都没说全 苏默瞧她这样 如果不是气氛不对 都要被气乐了 转头看向秦琛 不用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秦琛 不行 邱正抬手用手背抹眼泪 琛哥 你 你送嫂子呗 我 我守着情侣 邱正这是摆明了 绝不离开医院 秦琛拿她没办法 又担心 苏默刚陷了血的身体 没风皱出一道浅穿 跟苏默说 走 我送你 从医院出来 车行驶上路 秦琛伸手牵过苏默的手攥住 最开始只是轻轻攥着 后来越攥越紧 直到苏默挑眉看她 她才像是回神一般 猴姐滚动了下 低沉着嗓音开口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我有事瞒着你 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第172章 悄悄喜欢你好酒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我有事瞒着你 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只要男人说出这句话 那十有八九事 她已经做了瞒着你的事 即便没做 这种想法 也已经在她脑子里萌芽 早晚的事 苏默闻言 奄然一笑 漫不经心地接话 你觉得呢 秦琛沉默 答案她知道 不会原谅 苏默话落 见秦琛没说话 也没继续这个话题 抽回手 清朝式地笑了笑 百无聊赖地 窝在副驾驶座椅里玩手机 带车抵达小区 苏默推门下车 走了几步 又蛇身走了回来 她静止走到驾驶位前 抬手轻敲了两下车窗 在秦琛把车窗降下来后 似笑非笑说 秦琛 你想好 你敢坐 我就敢甩你 秦琛沉声硬 嗯 苏默眯眼看她 心情糟透了 这一晚 苏默报复性地打游戏 打到后半夜 加上刚输了血 凌晨三点多去上厕所时 光荣晕倒了 等到她醒来 人在医院躺着 垂放在病床上的手有些麻 她本能地动动 却发现 她刚一动 就有一双大手 扣住了她手腕 醒了 秦琛声音又沉又哑 说不出是疲惫 还是别的 苏默转头 在看到她的时候 轻挑了下眼位 秦琛站起身 调节书液管上的调节器 我去叫医生 苏默人还没通迷迷糊糊中 彻底清醒过来 嗚了一声 又闭上了眼 她是怎么来医院的 她只记得 她去了趟厕所 然后脑袋一晕 就没知觉了 她那趟厕所 最后去了吗 总不至于昏迷的时候 直接在地上解决了吧 苏默正闭着眼 思考她来医院的 心酸苦闭过程 病房门推开 医生的声音 换回了她的思绪 现在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苏默睁眼 医生俯身帮她简单做了下检查 本来就没什么大毛病 睡了一觉 人恢复极快 检查完 医生温和笑笑 没什么大碍 回家注意休息 主要是刚陷完血 有熬夜的问题 苏默不喜欢这种氛围 有点像小时候念书 被班主任训教 虽说态度不同 但感觉如出一辙 苏默勉强挤出一抹笑 谢谢医生 对方 还好你男朋友 及时回家发现了你 不然 你在洗手间躺一晚上 身体怎么吃得笑 苏默干笑 医生走后 苏默也及时收敛了笑意 抬眼看滴答滴答的输液袋 但默问坐在病床前的秦琛 你半夜回家做什么 秦琛沉声道 三点多那会儿 秦绿醒了 医生说 生命体征平稳 苏默 我问的是你回家做什么 又没问你秦绿的事 虽然他心里 也挺担心秦绿那丫头 但这个时候 他更想找茬 狗男人 才吃几天饱饭 居然已经开始 想做瞒着他的事 难怪老人常说 对于男人而言 就想着放飞自我了 看出苏默是在没事找事 秦琛低头盯着他的眼睛说 担心你的身体 苏默嘲梦 是吗 秦琛淡淡地道 还有一点 说吧 秦琛俯身靠近苏默的脸 迫使他跟目光里融的吓他 不想让你误会 昨晚的事 我没说清楚 怕你胡思乱想 苏默被他挡住了视线 被迫跟他对视 讥笑 我胡思乱想什么 结了婚还有离婚呢 更何况 我们俩只是谈个恋爱而已 秦琛 苏默懒散笑笑 显然是不甚在意 看着他这副游戏人间的样子 秦琛眸色暗了暗 俯身稳住他红唇 在他锤打他之际 哑着声音说 苏默 我瞒着你的事 是在你知道我这个人之前 就偷偷喜欢了你很久 苏默呼吸一致 忘了挣扎 第173章 显为人知的点点滴滴 在他知道他这个人之前 就偷偷喜欢了他很久 苏默脑子乱哄哄 不确定是自己听错了 还是事实就是如此 等秦琛攻城掠地 他才拱着腰难耐发问 你说什么 秦琛吻得急切 似乎是怕他误会 又似乎是怕他不要他 苏默 我喜欢了你很久 在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就喜欢你 那场相亲 其实是一场预谋 苏默 苏默是个很情绪化的人 或者说 在感情上 他是个很好哄的人 只要确定对方真心 确定他对 对方也有感觉 就会全身心舒展开自己接纳对方 就好比现在 前一秒他还生气呢 这会儿娇滴滴地攀上秦琛的脖子 跟他接吻 一吻结束 苏默抵着秦琛的额头 对他言行拷问 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 秦琛道 比你想象中要久得多 苏默眯眼 想不出来 证明给我看 秦琛嗓音暗哑说 你从容成回来第一天 在王老板面馆 吃了一碗西红柿牛奶面 两个凉菜 那盘海带丝 应该是不符合你的口味 所以你吃得很少 几乎没动 他从容成回来的第一天 那都是大半年前的事了 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苏默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过他对那盘凉拌海带丝 倒是印象十足 酷闲 好像打死了几家麦炎的 苏默细血 只有这么一件 秦琛又到 从容成回来的前三天里没出门 第四天出门去酒吧买醉 进去溜了一圈 应该是不喜欢 最后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 买了一箱啤酒回家 说完 秦琛目光沉沉地盯着他问 那天喝多了吗 有没有难受 秦琛嗓音低沉 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心疼 苏默文言 心慢了一拍 没回答 正正地回看秦琛 买醉那天的事 他记得 饶是他在自愈理智 七年恋爱终结 他心里还是难受发闷 找不到其他排解方法 他也不想跟朋友吐槽 只能选择了一个最愚蠢的办法买醉 小县城的酒吧 该怎么说呢 不是他自觉高高在上 是摸着良心实打实地说 有点像城乡结合部 除了招牌是酒吧 那在跟酒吧根本不搭边 所以他真的只进去溜了一圈就出来了 这也就是后来 他为什么会自动屏蔽常乐有酒吧 而找小酒馆的原因 苏默思绪复杂 从当初买醉 想到了后来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 提出跟秦琛交往 大概是这个人太过温柔 他对他的喜欢 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比如在蒋家 他自己都寸步难行 但他还是会选择护着他 在比如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细节 想到这些 苏默抱住秦琛 下河抵住他肩膀 这一刻 苏默忽然发现 跟秦琛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似乎也不错 外在形象是硬汗的险 但心软的一塌糊涂 两人就这样拥着抱了许久 直到苏默手背感觉到了疼 等他慢吞吞把手 从秦琛脖子上收回来时 手背肿得像个馒头 腻里调油的代价 穿针骨包 好在输液袋里的要快没了 只需要拔针 不需要再扎一次 半晌 苏默盯着自己 慢慢吸收外身液体的手背看 撩眼皮看向秦琛 苏默红唇勾一勾 学 秦琛伸手宠溺地揉他头发 我尽量 苏默享受这种温情的感觉 人往他怀里钻 只见在他胸口勾勒 秦老板 你暗恋我那么久 一招得到我 是不是特别高兴 秦琛 嗯 苏默 闷骚 说完 苏默从秦琛怀里出来 坐直身子 身腿在床边摇晃了几下 帮我穿鞋 我去看看秦绿 苏默画壁 秦琛蹲下身子服务 苏默眉眼韵笑 十分满意 穿好鞋 苏默下地 刚走两步 扔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忽然震动了两下 他惜命得很 看了眼自己熊掌一般的手 不想自己拿 朝秦琛抬了抬下盒 秦琛任劳任怨 转身帮他去拿手机 再看到屏幕上的信息后 谋色阴沉 默默 你知不知道 师父生前有一本七七集 第174章 真心接纳 发信息的人是附近 目的明确且直白 秦琛转身间 神情已经恢复自然 把手机递到苏默面前 苏默垂眸扫了一眼 唇角掀起一抹清潮 你帮我回复 告诉他 从来没听说过 秦琛问 密码 苏默说 我生日 他说完 迈步往前走 刚走几步 忽然想起来 秦琛压根不知道他生日 等他转头想要告诉他 发现他已经解锁 正在回复信息 苏默挑眉 唇角笑意加深 眉白暗恋一场 功课还做挺足 秦琛按照苏默的话 编辑信息发过去 附近那边秒回 你不知道 那你说 大师兄有没有可能知道 秦琛 要不你去问问他 附近 这种事 我不好出面 你去问问呢 秦琛 我跟他也不熟 秦琛这条信息发出去 附近那边没立即回复 过了一会儿 附近回 默默 不是二师兄 喜欢在别人背后嚼舌根 是大师兄那个人确实不行 城府深 自负 自大 品性还差得很 看到附近的回复 秦琛挑了挑眉风 没再给他回消息 并把他这条信息 按下删除 苏默走在前面 眼看都快走到情侣病房了 一回头 瞧见秦琛还在发信息 苏默拧眉 还没发完 秦琛按灭手机屏 淡然看向他 完了 苏默冷笑 他还说了什么 秦琛说 他让你联系你大师兄问问 苏默讥讽 他倒是懂得拿我当枪使 秦琛神态自若 这个人 我记得之前 是不是被你拉入过黑名单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那次在车里 秦琛亲眼看到过 那会儿 秦琛问他 附近是谁 他跟他说是叛徒 苏默样笑 对 就是那个人 说吧 苏默蛇身 走到秦琛跟前挽他手臂 笑盈盈地说 别的你不用知道 太复杂 你只需要知道 他不是个好东西就行 秦琛垂眸看他 壮丝不经意地问 我看他在信息里 提到你有一个大师兄 那个人怎么样 苏默吃笑 语气里满是不屑 半斤对八两 秦琛 秦琛人已经醒了 不过还在重症监护室 小姑娘原本就喜欢苏默 在得知昨天是苏默 给他献的血之后 心里苏默的地位 更是直线飙升 且不可撼动 见苏默出现在病床前 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 苏默弯腰帮他擦眼泪 捏了捏他的脸 哭什么 刚做完手术 心脏并不能激动 不知道吗 秦琛 可我忍不住 苏默笑咪咪 一定能 小秦琛是最棒的 小秦琛 秦琛被苏默这么一叫 心里酥酥麻麻 感觉被幸福填满 苏默在重症监护室待了 差不多有半小时 离开时 秦琛送他 回到小区 秦琛没下车 两人在车上腻歪了会儿 苏默临下车转头问 对了 秦琛还得在医院住多久 秦琛说 起码大半个月 苏默点点头 那你这段时间 就别两头跑了 好好在医院照顾他 刚好我也有事要出门一趟 秦琛 去哪儿 苏默说 容成 说吧 苏默下车 站在车下 朝他弯着唇角笑笑 我这次大概会待的时间久一点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出轨 也不会劈腿 随时接受视频查岗 秦琛目光深邃 嗯 告知完秦琛他接下来的行程安排 苏默踩着高跟鞋回家 乘电梯上楼 他逃出手机 发了条信息出去 认输 我想调查一个人 第175章 亲自上阵 信息发出 任何平那边没立即回复 苏默知道他忙 名下有一家私家侦探公司 还有一家传媒公司 都不是省心的活儿 忙碌程度 可想而知 前阵子他跟任何平通电话 听说有一家私家侦探公司 在跟他抢生意 导致他公司营业额直线下降 再加上 他不擅长管理的传媒公司拖累 他最近的日子 可谓水深火热 如果不是他别无他法 他一定不会麻烦他 说起那家传媒公司 是当年人血跳楼后创办的 一是为了缅怀人血 二是 为了给想踏入这个行业的姑娘们 提供一个干净的工作环境 可怜天下父母心 说的大概就是如此 苏默边思绪乱飞地想 边放下手机 进浴室洗了个澡 从浴室出来 任何平那边回了消息 谁 苏默 附近 阮慧那边可打探到的 有用消息太少了 几邻那边倒是挺多 可准确度堪忧 思来想去 他还是决定 自己亲自调查 他刚刚跟秦琛说 他会在荣城待一阵子 也是存了这种想法 任何平 这话不能发信息说 苏默直接给任何平 拨了一通电话 采灵想了数秒 任何平那头接起 苏默直截了当说 任书 我怀疑父亲 跟我师父的死有关 赵匡的是 苏默跟任何平提过 当初任何平 也帮他调查过一段时间 可惜没有任何收获 现在再提起这件事 任何平声音 也不由地发沉 确定吗 苏默如是说 不确定 我师母那边 调查回来一些消息 可我觉得有蹊跷 任何平 行 我知道了 我让人帮你查 苏默 谢谢任书 任何平语重心常说 默默 你师父的死 我们当年就查过 不是意外 我们心知肚明 可不是意外 还能被隐瞒这么久 幕后人的底气 细思极恐 苏默急气 我知道 任何平道 任书希望你平平安安 苏默接话 我明白 跟任何平挂断电话后 苏默坐在沙发上发了话呆 他不是想不出害死赵匡的人 身份背景 会有多害人 可他就是做不到视若无睹 把自己一手培养成名的师父死得不明不白 他却转头成为人人敬仰的大师 活得潇洒自在 他做不到 或许很多人在知晓这件事的时候 会觉得他蠢 可他不觉得 人活一辈子 如果连这点底线都没有 那活得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两天后 苏默飞往荣城 跟上次一样 他刚下飞机 附近派了司机来接他 还是上次那个司机 苏默这次是带了行李的 把行李箱递给对方 红唇勾笑跟对方打招呼 又是你啊 我去嘴角抽了抽 苏小姐 我是小王 苏默文言也没表现出一点尴尬 唇角笑意加深 小王 我这次记住了 司机 呵呵 去酒店的路上 苏默给阮慧发了条信息 前几次他来荣城目的性太强 根本没有跟他私会的时间 为了这件事 他没少私下骂他 这次他待的时间久 有的是时间 万不能再被他抓住把柄 苏默 晚上约 阮慧秒回 约不了 苏默 还有这次叫不出来吃饭的时候 不像他的作风 苏默正私存 阮慧那边回复 我们正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全体上下 准备迎接你那位 神龙剑手部剑尾的大师兄 第176章 无处遁形 看到阮慧的信息 苏默轻挑了下眼尾 迎接他那位大师兄 正如阮慧所说 他那位大师兄 向来神龙剑手部剑尾 今天怎么突然舍得抛头露面 想到抛头露面这个词 苏默不由地吃笑了一声 玩味劲十足 不等他想通其中缘由 阮慧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想不想见见 你那位大师兄的真容 苏默 并不想 阮慧 确定 苏默 我好奇心晓 阮慧 行吧 这条信息后 苏默没再给阮慧回复 知道他忙 转手 苏默给秦琛发了条微信 在干嘛 信息发出 那头没立即回复 又过了五分钟左右 聊天见面还是安静如斯 苏默择了一声 退出微信去打游戏 打完一局 想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 红唇勾起 不得不说 秦琛现在是真闯进了他的世界 这要是换作以前 他打死都做不出这种事 想到这儿 苏默忽然又想到了 他跟蒋商在一起的那几年 还没他跟秦琛在一起 这几个月 年年忽忽 苏默把这归结于 因为没有睡过 都说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感情融洽程度 一看三观 二看五观 三看X生活 果然如此 另一边 阮慧跟着大部队忙忙碌碌 临近中午 他正在茶水间冲红糖浆茶 慰问自己的大姨妈 公司一个小助理 忽然跑进来 满眼兴奋地扯着他的衣袖晃 阮慧姐 你瞧见了吗 瞧见了吗 帅 推帅 真的 帅得都有些人神共愤 我一直以为五个不露面 是因为长得丑 所以才故意造势装神秘 刚才我瞧了一眼 哪里是因为丑故作神秘啊 时成时 是怕大家因为他的颜值 忽略他的才华 小助理只顾着花痴激动 完全没注意到 阮慧手里的浆红糖浆茶 犹如过山车 虽说不至于洒出来 但也是摇摇晃晃 岌岌可危 等到小助理意识到土舌头 阮慧把茶杯放下 揉了揉被摇晃发酸的手臂问 什么 小助理惊讶 阮慧姐 你没看到吗 阮慧说 你猜 小助理眼里的崇拜显而易见 五哥呀 咱们老板的大师兄 阮慧狐疑 到了 小助理接话 是啊 就在当当 说吧 还替阮慧惋惜了一把 阮慧姐 你没看到五哥 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原本以为咱们老板的三师兄 就够帅了呢 刚刚瞧见五哥 我才发现 小助理话 还没说完 阮慧端起自己的红糖浆茶 一溜烟消失在了茶水间 闪现速度之快 堪称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几分钟后 阮慧出现在陆仓的办公室门外 敲响房门 陆仓不知道来人是谁 跟秦晨聊得正高兴 带着笑意到了声 静 他话音落 阮慧端着红糖浆茶推门而入 只见阮慧表现落落大方且得体 静止走到陆仓面前 把自己的红糖浆茶放下 老板 您的茶 陆仓从他进门开始就傻了眼 心里七上八下 搞不懂他要做什么 莫非是苏默发现了什么 让他来证实 陆仓人有些麻木 顺着他递过来的茶桥了一眼 看到里面漂浮的姜丝 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姜 姜 这是在暗示他不是个好人 陆仓心虚 但还是强装镇定 阮师傅 我好像没说要喝茶 阮慧哪里来送茶的 他就是来替苏默 瞧瞧那位传说中的五哥长什么样 顺便也满足下自己的好奇心 阮慧笑眯眯 您刚才说了 肯定是太忙忘了 说着 他朝坐在沙发上的高大身影看去 刚刚进门的时候 他怕表现得太过明显 没敢乱看 现在找了由头 看得光明正大 阮慧边转头边开口 这位就是 就是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 阮慧整个人僵在原地 表情顿住 因为慌乱 手不小心碰触到了 刚放在陆苍面前的茶杯 第177章 凄惨无比的陆老二 场面几乎是一瞬间 混乱成了一团 热滚滚的红糖浆茶 就那么猝不及防地 撒在了陆苍的吸附裤正中间 可怜的陆老二 还没见过光 险些被开光 伴随着陆苍的一声惨叫 阮慧反应过来什么 随手抽了几张纸巾 帮他擦拭 陆苍疼得跳脚 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 紧咬牙关 最后两眼一闭 靠在座椅里 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 得不到就毁掉是吗 阮慧现在脑子里乱成了一团 完全没听 轻陆苍说了什么 扶眼接话 抱歉 抱歉 陆苍一手拎着自己的裤子 希望给自己兄弟一个 换气的机会 一手抓紧座椅扶手 深觉疼痛的同时 心里警铃大作 他没否认 没否认不就是承认 果然 他对他存了不该有的心思 难怪 他当初会选择来他的公司 他原本还以为是苏默推荐 现在看来 想到了什么 陆苍忽然伸手 扣住软慧的手腕 一把将人甩开 强忍疼痛起身 不用你 说吧 直奔御室 陆苍走了 办公室里 就只剩下软慧和秦琛 软慧手里 攥着一把纸巾 湿漉漉的 而且皱皱巴巴 他勉强朝秦琛挤出一抹笑 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 装傻冲了 秦老板 好巧 秦琛 阮小姐 坐 软慧 不 不了 我手里还有活 你不知道 软慧急于脱身 秦琛开门见山 阮小姐 对我的真实身份 难道不好奇吗 软慧脑子里闪过 苏莫上午 跟她发的信息 我好奇心晓 不过这话 软慧不敢说 只能继续装傻 秦老板不是纹身师吗 之前还给我们老板 纹过身 秦琛神情淡淡 阮小姐真这么想 软慧红口白牙 说假话 当然 秦琛嗓音轻了 那你在怕什么 软慧 软慧自愈 自己也是处理 人际关系的一把好手 这会儿 却被秦琛问得哑口无言 他深吸一口气 猜到自己 今天伸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索性不装了 摊牌了 脉步走到茶几旁的 单人沙发前坐下 五哥 聊吧 秦琛对软慧 会喊出这声五哥 丝毫没觉得意外 伸手拎过茶几上的 紫砂壶 给他沏茶 陆仓对茶相来有研究 尝尝 软慧头皮发麻接话 谢谢五哥 秦琛 客气 下一秒 阮慧端起 放在自己面前的 断头茶喝了一口 秦琛 味道怎么样 阮慧 OS 苦得要死 跟他的命一样 阮慧嘴上 芳香宜人 口感腼腆 唇齿留香 秦琛拎过茶壶 再次给阮慧添茶 阮小姐是个 有高雅秩序的人 对茶颇有研究 阮慧不敢接受这恭维 总觉得接下来 有陷阱在等着自己跳 不敢当不敢当 秦琛话风一转 阮小姐会跟默默说 今天见过我吗 秦琛又说 我才会 阮慧大笑 看着茶杯里 七分满的茶 知道秦琛这事 给了他面子 接下来希望他 也能一样给他面子 俗话说得好 茶道七分极为满 留下三分是人情 这三分的人情 阮慧急气 五哥 我跟默默的情分 你应该知道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瞒着默默 你的真实身份 但如今 我既然知道了 那我就不得不跟 阮慧话说至半截 秦琛推了一把车钥匙过来 听默默说 阮小姐前阵子 在看保时节 擅作主张 今天就可以过户 阮慧吞咽唾沫 话风转得比秦琛刚刚还快 那我就不得不 跟你说两句 五哥 你这样不好 秦琛 我是真心喜欢默默 这点我可以跟你保证 阮慧郑重其事点头 我信 如果不是真心喜欢 谁会直接送保时节911 秦琛说 默默那边 阮慧用已经基本处于 灵界的道德感为 他跟苏默的友谊最后发声 只要你是真心爱默默 发誓 绝对不会坑他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好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秦琛 成交 阮慧摸过保时节车钥匙 成交 阮慧话落 揣在兜里的手机震动 他朝秦琛抱歉笑笑 从兜里掏出手机 扫了一眼苏默 见到本尊了吗 第178章 倒机吗 看到苏默的信息 阮慧嘴角扯了扯 见到了吗 见到了 能说吗 不能 阮慧攥着 还没午热的保时节车钥匙 当着秦琛的面 昧着良心回复 没 苏默 没去 阮慧 来了 我懒得看 苏默 思想境界升华了 阮慧 好奇害死猫 猫有九条命都能被害死 何况我只有一条 苏默 那晚上约吗 阮慧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约 我请客 带你吃大餐 苏默 OK 跟苏默发完信息 阮慧收起手机 抬头看向秦琛 五哥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出去了 秦琛嗓音淡淡 嗯 秦琛话落 阮慧起身 他刚走两步 秦琛忽然开口说 阮小姐 你今晚跟默默有约 我明天安排人把车过户到你名下 阮慧微笑回头 不急 秦琛又道 我还有一件事 想让你帮忙 阮慧 你说 果然是钱难赚是一难吃 秦琛沉声道 如果方便的话 你帮我劝劝默默 师父的事 让他别插手 阮慧 看出他的为难 秦琛又道 这件事没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牵扯太多 我不想让他烫这趟浑水 听到秦琛这番话 阮慧忠于松口 我尽量 他也不想让苏默置身于危险中 过了一会儿 阮慧离开 陆仓穿着睡袍 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 看到他这副样子 秦琛靠在沙发里 轻挑了下眉梢 老二还好吗 陆仓走到秦琛面前坐下 双腿奇怪微长 应该没问题 秦琛 应该 陆仓 反正是挺红 其他功能性方面 暂时没验证 秦琛看一眼他奇怪的坐姿 沉深问 没自己试试 陆仓脸皮薄 脸泛红不自然 我 我没这习惯 说完 担心秦琛还会继续 就这个话题聊下去 忙不得转移话题说 大师兄 你今天是故意现身 在我这儿的吧 秦琛喝茶 怎么说 陆仓也不是傻子 你是冲着软慧来的 车都提前给人买好了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秦琛没反驳 大方承认 嗯 陆仓 你是想让软慧帮忙劝默默 别插手师傅的事 秦琛承认 是 陆仓坐着身子 亲了亲嗓子说 大师兄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我一样可以 秦琛踢看他 你能什么 陆仓 我也一样能劝默默 而且我那辆车 您知道的 秦琛淡默道 我对男人不放心 陆仓 当天晚上 软慧开着他那辆拉风的保时捷 911出现在苏莫住的酒店楼下 带苏莫下楼 把车窗下降半截 手肘撑出来些 朝他吹了几口哨 苏莫闻声看过去挑眉 阮慧 美女 倒鸡吗 苏莫最近几天休息的不算好 出门时戴了墨镜遮挡黑眼圈 原本为了看路 墨镜是挂在鼻梁上的 瞧见如此风骚的阮慧 他抬手默默把墨镜抵回原位 过了一会儿 苏莫走到副驾驶上车 坐下第一件事 不是系安全带 而是跟阮慧说 开车 阮慧没理解他的意思 这么呃 苏莫红唇轻挑 面露鄙夷 不是 我最近要在这小住一段时间 怕丢人现眼 阮慧 一个多小时后 阮慧的车停在一家高档西餐厅门口 苏莫往外瞥了一眼 又回头扫了一眼他的车 最后把视线落在了阮慧身后 阮慧挑眉 看什么 苏莫说 一颗肾卖了多少钱 阮慧被气笑 我就不能是手艺突飞猛进 被搏了桥上 赤巨资买了我的作品 苏莫实话实说 难 阮慧闻言 心里对他那就顺势消散 伸手在他手臂上拍了拍 实话跟你说 姐妹这车 是卖你得来的 苏莫乐出生 还有人这么不长眼 阮慧接话 瞎吧 两人互对斗乐 边说边下车进西餐厅 正走着呢 迎面撞上两个人 第179章 难以启齿 许久不见的叶染 和前两天还跟苏莫信誓旦旦 保证跟叶染没关系的附近 叶染挽着附近的手臂 一脸小女人姿态 两人不知道在聊什么 看起来心情不错 看到苏莫 附近整个人先是一正 随后急忙抽回被叶染挽住的手臂 默默 附近笑容尴尬 生怕苏莫生气 相比于附近的局促 苏莫则是笑淫淫的 脸上没有半点不悦 好巧 附近 我跟叶染 苏莫唇角笑意加深 早听说了 在一起了是吗 恭喜啊 附近 默默 事情不是 苏莫轻笑 男未婚女未嫁 很正常 说吧 目光落在叶染身上 俨然一副兵士前行的姿态 叶染坑我一把 我还他一次 我们俩算扯平了 我不是小气的人 我想 叶染也应该不是 是吧 叶染从刚刚附近 急忙跟他撇清关系开始 脸色已然变得难看 这会儿听到苏莫的话 想学着苏莫装一下 落落大方 挤了半天 脸上的笑 却依旧不够得体自然 是 苏莫玩儿 我们还没吃饭 你们看来是已经吃完了 我们改天有时间再去 叶染 好 目送苏莫和软慧进餐厅 叶染抿了抿唇 眼眶红了一圈 见状 父亲伸手搂过他的肩膀安慰 别多想 叶染眼眶红 鼻尖也红 标准的破碎美人姿态 我没多想 我知道你刚刚那样做的用意 你那边还需要苏莫帮忙 我既不如人 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父亲 别乱说 叶染 我有自知之明的 父亲醋眉重肯评价 天赋这种事 有时候后天努力真追不上 说完 担心叶染会不高兴 又说 不过你的手艺在这个圈子里 已经比大部分人要强太多 你也不用妄自菲薄 叶染哭哭啼啼 嗯 几分钟后 父亲去开车 让叶染在原地等着 看着他走远 叶染眼眶里的眼泪一秒收回 只剩一些残余的红 叶染垂眸掏出手机 发信息 我什么时候才能跟这个SB分手 对方 怎么了 叶染 油腻又恶心 我真的一天都没办法 跟他继续下去 对方 忍忍吧 快了 现在苏默已经派了人调查他 我们借刀杀人 早晚的事 叶染 行吧 回复完 叶染想到了什么 手指在屏幕上点了点 又发了一条过去 还有那个苏默 我要他死 对方 放心 另一边 苏默和阮慧选了出靠窗 可将容成夜景 尽收眼底的位置 苏默落座 拿过菜单点了几道 递给服务生 笑着看向阮慧 你今天是真的打出血 阮慧同样点完菜 把菜单递给服务生 没事 羊毛出在羊身上 苏默全当他是开玩笑 没放在心上 反正以 他们俩的经济能力 也不是负担不起这些 前阵子 你不是还在纠结换不换车吗 怎么突然下了狠心 阮慧说 天降财神爷 拦都拦不住 苏默吃笑 你没完了 阮慧嘖了一声 你看你怎么不信 阮慧话落 拿起水杯抿了口水 刚想跟苏默吐槽点公司的八卦事 就听到身后 响起一道熟悉又难以启齿的声音 我 我不太确定 反正今天下午上洗手间的时候 一直火辣辣的疼 我不喜欢自己来 花钱找人 不 不好吧 万 万一对方有病 而且我 我还是第一次 第180章 做鬼也风流 老实说 陆仓说话的声音挺低的 奈何阮慧耳聪目鸣 尤其是听到他那句第一次 阮慧刚送进嘴里的那口水 差点喷出来 一忍再忍 强忍住 身后陆仓的对话还在继续 阮慧端着水杯不动声色的往后靠 见状 坐在他对面的苏默挑眉 你 阮慧朝他比划了个噤声的手势 又用手指了指卡座后 苏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偏头 看到了陆仓的侧脸 苏默 陆仓谈话声还在继续 不行 我接受不了婚前X生活 阮慧这头 扑 不怪他 实在是没忍住 阮慧这个动静有点大 卡座后的陆仓纹声转头 在看到卡座后是熟人后 一张脸仗得通红 紧接着 来不及跟坐在对面的朋友解释 站起身急不离开 脚步之慌乱 下楼梯的时候 险些直接栽下去 苏默全程都是猛的 一脸狐疑地看向阮慧 发生了什么 阮慧这会儿笑得整个人打颤 花枝招展 再加上他那个凹凸有质的身材 DV长裙 胸口的汹涌十分显眼 苏默 我四十凶有把柄在你手上 阮慧笑得停不下来 你 你等我缓缓 几分钟后 平复下来的阮慧 阮慧把事情经过挑挑拣拣 跟苏默说了一遍 苏默忍俊不禁 你短时间得躲着点他 阮慧还在笑 为什么 苏默说 你手里握着他这么大的把柄 我怕他杀你灭口 阮慧戏谑 你觉得我会怕 苏默调侃 你难道不怕 阮慧眨眨眼 C男西装裤吓死 做鬼也风流 苏默笑出声 你别作死 你要真敢这么做 他一定会讹上你 说完 担心阮慧不信 还又补了剧 我没跟你开玩笑 陆仓这件事 完全就是个意外小插曲 两人谁都没放在心上 带牛排上来后 两人边吃边八卦 当然 主要是阮慧八卦 苏默倾听 说起文轩阁重新开业的事 阮慧你没问 你师母最近跟你联系频繁 是不是想让你回来撑门面 苏默实话实说 暂时没提 阮慧道 大概是在等你主动提 苏默吃了口蔬菜沙拉 他只要不主动说出来 我就假装不知道 阮慧先眼皮问 那他要是主动说出来了呢 苏默神态自若 那我就拒绝 阮慧吃笑 圈子里的人对你的印象 都是手艺精湛 人却懒懒散散 要我说 你才是最会扮猪吃老虎的 苏默 做人嘛 无非两种形态面对世人 大智若鱼 大鱼若智 阮慧脸上笑意加深 言之有理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阮慧忽然想到了什么 手里的刀叉顿住 清了清嗓子 抬头问苏默 照师父的事 调查得怎么样了 苏默接话 有 不多 而且都不算什么实质性进展 阮慧喝一口果汁 默默 照师父的事都这么久了 也没什么眉目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苏默用纸巾擦嘴角 没想过 阮慧你没 我总觉得 这件事背后有个大阴谋 苏默说 我知道 近几年来 非遗传承人屡屡出事 他这段日子调查过了 不单单是赵匡 所以 自然是有阴谋 阮慧记着秦琛的提醒 思存了会儿接着说 要我说 你们师门也不止你一个人 还有你大师兄 三师兄 和四师兄 他们几个还都是男人 调查起这些事来 比你方便 尤其是你大师兄 他 阮慧话说至半截 苏默前笑打断他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各尽各的孝心 阮慧 半上 阮慧又说 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该为秦晨考虑考虑 你们俩现在不是在谈恋爱吗 你在圈子里有人脉 倒是不怕什么 可针对你的人 如果对他下手呢 他一没背景 二没人脉 万一 苏默急气 秀眉微宁 第181章 电话里有颜色 这顿饭吃的还算尽兴 只是苏默回酒店的时候 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莫名堵得慌 回到酒店 他刚刷卡进门 秦晨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 垂眸扫了一眼 指尖划过屏幕按下接听 嗯 秦晨嗓音低沉雌性 吃晚饭了吗 苏默把手包放下往里走 整个人窝进沙发里 吃了 秦晨问 吃的什么 苏默手指卷发丝 百无聊赖接话 牛排 秦晨 一个人 苏默择了一声 茶岗 秦晨平静道 不行吗 苏默笑出声 行 需要视频吗 要不要看我这里 有没有藏眼男人 秦晨沉声应 不用 我相信你 苏默眉眼弯弯 一整晚的压抑情绪 缓和不少 过了数秒 苏默气顺了 主动告知秦晨 今晚不是我一个人 还有软会 他请客 秦晨 嗯 吃饱了吗 苏默仍向后仰 靠在沙发扶手上 饱了 他没说实话 他最近未被秦晨养雕了 喜田时 对西滩其实不太感兴趣 不过软会请客 宰他一顿 他倒是也乐意支支 两人闲聊了几句 苏默问起秦晨的情况 得知人 已经从重症监护室 转到了普通病房 唇角弯起一抹弧度 小丫头身体恢复还挺好 秦晨 他很想你 苏默闻言 唇角笑意更甚 那你呢 秦晨哑声 我更想你 苏默调侃 秦老板 你这是在跟我说甜言蜜语吗 秦晨嗓音淡淡 一本正经 不明显吗 苏默本以为 两人就是聊一会儿 没想到 电话周直接报到了凌晨两点 起初话题还都挺正常的 聊至夜深 话题开始跑偏 颇有长夜漫漫 孤枕难眠的意思 苏默隔着手机声音 焦滴滴的能掐出水 秦老板 今晚我不在你身边 你能睡得着吗 秦晨接话 睡不着 苏默眯着眼笑 侯姐滚了滚 苏默别疗骚 苏默明知故问 为什么 秦晨声音音哑哑 难受 苏默言语 哪里难受 秦晨呼的沉默 过了片刻 忽然变得沉重 苏默本来只是想逗逗的 听到这个声音 耳朵滚烫 苏默隔着手机 听了一场活春功 挂断电话时 跑进浴室 冲了个冷水澡 是谁说欲求不满 犯指男人 女人也会 好吧 只不过是大部分女人都脸皮薄 不好意思说 也不好意思表现出来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一晚 苏默睡着后 梦境十分疑泥 次日 苏默正睡得迷迷糊糊 被放在床头柜上 得到手机铃声吵醒 他全凭本能 伸手摸过手机 刚按下接听 就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附近殷勤的笑声 默默 起床了吗 苏默眼睛睁了睁 昨晚忘了拉窗帘 有些未光 翻了个身又闭上 现在几点 附近说 六点半 苏默闻言 愣了一秒 接话 附近 你有病 六点半给他打哪门子电话 苏默话落 附近不怒返笑 默默 不是我想这么早吵醒你 主要是 我们今天需要去一趟郊区 七点就需要动身 你看 苏默 约莫过了半分钟左右 苏默清醒 用指尖捏了捏眉心开口 七点过来接我 附近适时吹捧 默默 我就知道 以你的敬业程度 你一定会配合 苏默皮笑若不笑 待会见 跟附近挂断电话 苏默坐起身 在床上 发了有两三分钟的呆 要去郊区 大概是他们把场子 建在了郊区 看来 他们压根没准备 让这批产品见光 又或者换句话说 这批东西 压根见不得光 思损过后 苏默下床去浴室洗漱 洗漱完 从行李箱里 翻出一套白色运动服换上 又搭配了一顶白色运动帽 卡着点下楼 走出酒店 司机已经等在门口 苏默眼睛瞇了瞇 小什么来着 第182章 探石底儿 不等苏默想起来 司机怎么称呼 司机已经在他半眯的眼眸中 瞧出了什么 主动开口为他解惑 小王 苏默红唇弯起 脸不红 心不虚 我记得 司机甘笑 宁记性真好 面对这样媚良心的恭维 苏默接受的心安理得 还可以 司机无言以对 弯腰给他开车 苏默上车 附近在车上坐着 瞧见他 笑呵呵地递了早餐过来 苏默垂眸扫了一眼 没胃口 只接过了他手里的牛奶 附近 其他不吃点 苏默吸邀网座椅里靠 没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是直接问了合作的事 你们把工厂见到了郊外 附近点头 收回手里的东西放到一旁 对 现在市区工厂投资消耗太大 为了保证利益最大化 我们 附近说的冠冕堂皇 苏默没给他这个面子 直接拆穿了他 没有生产手续吧 附近 听不到附近的回答 苏默也不急 急轻地笑了一声 打开牛奶盒 咬着吸管喝了两口 继续说 附近 你要真的想跟我谈合作 就拿出点诚意来 不是只拿钱 而是给我浇石点 说吧 苏默转头看向附近 我们俩竟然达成了合作协议 那我们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不能对我接下来要做的事 一无所知 苏默唇脚含笑 瞧不出真实情绪 附近思考了一会儿 出声说 默默 这件事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苏默 不知道还怎么合作 附近表情诚恳 知道了 对你未必是好事 苏默言辞犀利 一无所知 难道就是好事 不见得吧 瞧出苏默眼里的执意 附近沉默了会儿 几分钟后 附近喊停了司机 下车站在路边打电话 苏默靠在座椅里 透过车窗瞧他 红唇勾起一抹面笑 过了约莫半小时 附近扯拽着脖子间的领带 回到车里 长松了一口气说 你想知道什么 苏默 首先 工厂是不是没有手续 附近回答 是 苏默 那些产品 你们准备直接销往国外 附近接话 对 苏默善笑 你们就这么笃定 国外的人 没有一个试货的 附近抬手解脖子间的 衬衣领扣说 这个就不是我们俩操心的事了 我们俩只负责生产 苏默笑笑 行 我的问题问完了 附近本以为苏默 还会问点什么 没想到他问的问题 这么前表 钻井清除薄汉的手心 不等附近这颗悬着的心落地 苏默忽然又说 对了 我指出图 附近 谈好了 这方面你放心 说着 附近套近乎打感情牌 我让你来跟我一起干 是为了带你赚钱 也不是为了害你 你尽管把心放肚子里 我害谁都不会害你 苏默面笑 没接话 车抵达郊外工厂 已经是两个半小时后 荣城不愧是大城市 这个时间都够从常乐飞荣城 苏默下车 马上有两个保镖模样的人 上来做事就要搜身 见状 苏默腰直往车门上靠了靠 双手还胸 转头看向附近 不信我 附近面露难色 不是 默默 这 苏默四笑非笑 把目光从附近身上收回 落眼在面前的两个保镖身上 这样 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 你们俩如果能打得过我 我就让你们俩搜身 怎么样 苏默话落 两个保镖面面相去 下一秒 朝苏默动手 苏默眼睛眯了眯 先是高抬腿 朝其中一个人的面门劈去 随后站稳 趁着对方闪躲之际 抓住另一个保镖 来了的过肩摔 别看苏默平时娇滴滴 做起这些事来 又狠又撒 半点不拖泥带水 眼看苏默回身 准备收拾另一个保镖 附近上前一步阻拦 默默 苏默轻挑眼尾 明明能来得及收回的拳头 就这么硬生生 砸在了附近脸上 伴随着附近一声惨叫 苏默故作惊恶收手 二师兄 你没事吧 附近颧骨顿时发青 蹲在地上 疼得用手无脸 许久 他不敢对苏默撒火 只能把火 都撒在了两个保镖身上 你们俩是不是有病 苏师傅是我师妹 搜哪门子身 两个保镖低头 被训斥不敢说话 苏默蹲下身子 洋装关心 二师兄 是不是很疼 第183章 阴谋出现 苏默在演戏这方面 是有些天赋的 至少 不仔细观察 瞧不出异常 苏默话落 附近朝他摆手 咬着牙接话 没事 苏默眼睛逼真的松一口气 吓死我了 没事就好 苏默这个伸手 怎么说呢 没受过专业训练 但实战性很强 主打就是一个快准狠 外加出其不意 十多分钟后 附近带着苏默进工厂 有了刚才的前车之鉴 这次很顺利 参观了一圈 附近把他带到一间工作室 递给他一个文件夹 苏默伸手接过 不等他翻看 附近那边开口 默默 除了你自己的绘图外 我还需要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这些东西 你看你能不能一比一领摩 苏默文言 锤眸打开文件夹 在看到里面的资料后 眸子紧缩了下 三缝牡丹文 朱七苗金碗 云龙文田七碗 胶叶韬铁铁文田七大平 苏默仅仅翻看了三页 就没继续往下翻 这些都是青前龙的物件 附近让他一比一领摩 这是领摩还是抄袭 对这种古物件 他们除了在学徒的时候 会领摩当作练习 出师后 绝对不会再碰不会别的 因为他们手艺已成 领摩这些古物件 后果可大可小 王小了说 就是抄袭 倒是也能搏一搏名气 卖个好价钱 王大了说 如果被有心人拿去 再做一番陈旧打磨 到时候偷梁换住 不堪设想 苏默脑子里 把所有可能信过了一遍 抬眸看向附近 唇角勾笑 这是做什么 附近靠坐在办公桌前说 默默 你别误会 这个是由买家定制的 买不到真的 但又实在喜欢 所以想定制几件 临摩的回家收藏 苏默轻笑 把手里的文件夹甩给附近 做不了 附近笑了笑 默默 何必跟钱过不去呢 苏默调侃道 我当然不会跟钱过不去 但我怕有命赚没命花 万一那个买家拿这些东西 有其他用途 到时候 你说警察会不会连我一并抓进去 附近 没那么严重 苏默 小心使得万年传 见苏默态度坚决 附近怕把已经谈成的合作搞砸 吃笑了一声 收回文件夹放到办公桌上 低头看着他问 什么时候能开工 苏默仰笑说 一周后吧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想到处逛逛 附近一口答应 行 如果有什么需要 你随时联系我 要用车 就直接给小王打电话 苏默没拒绝 自然接话 那我就提前谢谢了 附近站直身子 搂着他肩膀往门外走 跟我这么客气做什么 当我是外人 苏默笑盈盈 怎么会 从工厂出来 附近安排司机送苏默回市区 他则留了下来 上车 苏默闲适地靠在座椅里 看车窗外 司机中途看了他好几眼 苏默瞧见了他的小动作 宛若未见 专注发呆出神 过了一会儿 苏默正思考 刚才临摹的事 揣在兜里的手机震动 他回神 掏出手机 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 人说 调查到了一些东西 你的猜测没错 矛头全部直指附近 太蹊跷 第184章 他是他得不到的人 看到任何平的信息 苏默眯了眯眼 不等他回复 任何平又给他发了份文件 碍于在附近车上 苏默担心有监控类的东西 所以没点开 指尖在聊天对话框轻敲 发信息 任书 我在外面 回去看 任何平 好 发完信息 苏默收起手机 壮四无意地问起司机 你跟着我二师兄多久了 司机文言 在那视镜里跟苏默对视 笑着接话 有两年多了 苏默翘着腿 单手脱腮 笑得挺单纯 之前就跟我二师兄认识吗 司机 不认识 我是公司给副总监安排的 苏默 哦 那就是不是附近的人说不准 还是公司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 见苏默在这个不痛不痒的问题后 不再吭声 司机收回视线 专注开车 过了一会儿 车抵达酒店门口 苏默红唇勾笑 挥着手跟司机道别 司机受宠若惊 看着苏默那张妩媚风情的脸 一张脸仗得通红 表情略显不自然 素 苏小姐 再见 苏默 期待下次见面 司机脸上红韵更甚 点了点头 一脚踩下油门离开 目送车行驶走远 苏默转身的刹那 脸上的笑一秒收起 边进酒店 边点开人和平给他发的文件 人和平调查回来的东西 要比几邻那边详细的多 也正因为足够详细 所以更能看出其中的蹊跷和猫腻 比如 附近出现的时间太过巧合 屡次三番 杀人约获这种事 哪有毫不遮掩的 再比如 不论是人和平调查回来的东西 还是几邻那边调查回来的东西 除了在详细和简略方面 几乎如出一辙 半点偏差都没有 说句不好听的 警察局录口供 人一慌张 还会有遗忘 或又忽然想起来的东西 可两个四家侦探社调查回来的东西 居然会一模一样 这就不能不让人多想 是不是幕后有一只手在推波助澜 他们调查到的 其实是对方想让他们调查到的 苏默翻看了几页 恰巧电梯门打开 收起手机 迈不进了电梯 随着电梯徐徐上升 苏默微敏唇脚铝头绪 下电梯的一刻 苏默拿起手机 拨了通电话出去 采灵想了话 电话接通 苏默出声问 任书 您在调查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任何平知道他想问什么 直言说 有 顺 太顺 顺利的有些不现实 一年多以前 他不是调查过赵匡的死因 可那个时候 这件事就像是铁桶一般 不管他动用多少人卖都没用 但这次 他只是刚着手调查 这件事的所谓真相 就全部呈现在了他面前 就像是有人刻意送到他跟前的 苏默 我知道了 谢谢任书 任何平 幕后的人 比我们想象中更有实力 苏默 确实 任何平叹口气 默默 我知道你跟赵师傅的感情 我也知道劝不住你 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 注意安全 苏默心里发暖 任书 我知道 跟任何平挂断电话 苏默刷卡进房间 刚往里面走两步 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几下 他垂眸 屏幕上跳出路舱的微信 默默 你跟我说实话 当初软卉来我这里 是你推荐他来的 还是他自己非得来 你不用帮他隐瞒 你就实话实说 我能承受得住 苏默挑眉 不等苏默回复 陆仓下一条信息又发了过来 有些话 我不想说得太直白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跟他说一声 别对我存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 看到这儿 苏默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 没给陆仓回复 而是转手给软卉发了条信息 你做什么了 霸王硬上弓 第185章 想坦白 苏默信息发出 软卉那边没力气回复 差不多过了有三分钟左右 软卉缓缓回来的问号 苏默坐在沙发里喝矿泉水 转手把跟陆仓的聊天 对话矿截图发给了他 软卉 苏默 什么情况 软卉 他有病 苏默 你试过 软卉隔着手机乐出声 回信息 我现在还在公司 回头跟你说 苏默 OK 跟软卉发完信息 苏默在沙发里坐了会儿 想到今天郊外工厂的事 微微凝眉 附近胆子够大 这种事都敢掺和 尤其是仿制古董的事 万一东窗事发 他下半辈子 别说在这个圈子里 能不能混得下去 恐怕后半生都得在监狱度过 是前眼有火 利益驱使 还是他有把柄在谁手里 苏默昨晚没休息好 一晚上的淫泥梦 让他整个人浑浑噩噩 想着乱七八糟的事 他窝在沙发里少咪了会儿 正睡着 软卉的电话打了过来 不等他说话 软卉在那头就率先开口 谁对他霸王硬上弓 昨晚不是他自己说 他怕事不行了吗 我做好人好事 给他介绍了的 男性生殖科的医生 谁知道他不仅不领情 还给我甩脸子 听到软卉的话 苏默轻笑 谢谢你 好心人 软卉故作娇称 我还不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苏默 别 你可千万牵扯到我 我怕被殃及吃鱼 软卉戏谑 胆子这么小 苏默严于 黛玉姐姐在世呢 不仅胆子小 还娇弱 两人调侃几句 软卉问他 准备什么时候回常乐 苏默将身子直起些 靠坐直沙发里接话 大概还得一段时间 软卉调侃 还得一段时间是多久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跟秦老板刚确定关系 你就留他独守空房 嘖嘖嘖 万一 苏默吃笑 他敢 软卉吓唬他 这可不好说 苏默拿着手机 唇角含笑 脑子里却忽然闪过点什么 后续软卉说的那句话 苏默没听清 他回神时 软卉正在说 当初我总劝你回来 现在总想劝你离开 是非之地 离得越远越好 苏默吐气 都是命 软卉沉默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苏默暗暗调查了很多漆气店 跟他猜想的一样 根本不是附近说的那样 说什么 那些机器生产的漆气 只会销售到国外 其实在国内 早就有这种漆气在售 并且以刺充好 对外说是纯手工制作 另一边 在他调查这些事的时候 从中得知 附近身后 确实有一位圈内大佬在支持 不过至于是谁 大家统一监口不言 牧川坐在车里跟他调侃 这个圈子里 大佬就那么几个 用排除法 也能将人找出来 秦琛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牧川 那你还查不查 秦琛淡淡地道 最近我的行动这么明目张胆 接下来不用我再查 背后的人会自己现身 牧川挑眉 这么沉不住气 秦琛低头点烟 他如果不是沉不住气 也不会推附近出来 当替罪羊 牧川笑笑 顿了顿说 苏默那边 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他坦白 我看那丫头精明得很 在调查两天 保不齐会直接把你的真实身份查出来 到时候 说着 牧川伸手拍秦琛肩膀 别说我没提醒你 女人这种生物 只要你撒谎 不管你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还是有难言之隐的 在他们心里 都是不可饶恕的 秦琛抽烟 这次回去吧 牧川 老实交代 坦白从宽 秦琛咬烟地 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儿 掏出手机给苏默发了条信息 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第186章 死无对证 收到秦琛的信息时 苏默刚回到酒店 跑了一天 心情着实算不上多好 看到信息 靠在门框上回复 不确定 怎么了 秦琛 想你了 苏默轻挑眼尾 抵在屏幕上的指尖微顿 红唇勾了勾 怎么个想法 秦琛 想站岗放哨 苏默脑子里 一秒闪过那个画面 秦老板 你怎么这么扫 秦琛 什么事这么麻烦 都这么久了 还没处理好吗 面对秦琛的询问 苏默脸上的笑意收了收 他私心不想跟秦琛说这件事 太杂 太乱 连他自己都没捋明白的事 跟他提也只是多一个人跟着闹心 更何况 就像阮慧说的 他既没什么大本事 也没什么人脉 掺和进来 百害无一利 想到这些 苏默抿了抿唇 收起手机 没再给秦琛回复 直到晚上 他都准备睡觉了 才给他敷衍地回了局 嗯 事情比较麻烦 秦琛那头秒回 不方便跟我说吗 苏默 嗯 睡了 晚安 秦琛此刻正在牟川的别墅 两人坐在地毯上喝啤酒 看到苏默的信息 牟川跟他撞一拉罐 不信任你 秦琛单腿屈膝 手肘撑在膝盖上 仰头喝酒 他是不想我掺和进去 牟川嘲弄 这么自信 说吧 牟川笑笑 看热闹不嫌事大 要我说 人家就是不信任你 哪有女朋友遇到男士 不跟男朋友说的 秦琛冷眼踢看他 你立愿前任 不管遇到什么难受 都跟你说 牟川自信心十足 那当然 秦琛 确实 我想起来了 你前任是个模特 想要一场走秀资源 跟你提了 你砸了两千万 你的前前任 一家子生病垂危 爸爸换肾 妈妈坐心脏搭桥 弟弟遭遇车祸 前前后后让你折腾进去 差不多三百万 还有你前前前任 听着秦琛的戏数 牟川脸成变密色 好汉不提当年糗 秦琛淡淡地说 知道我说 这些是什么意思吗 牟川不吭声 秦琛道 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 真正爱你的女人 不会舍得你为难 只有不爱你的女人 才会想方设法 榨干你身上的所有价值 说完 秦琛盯着牟川看了一会儿 话锋一转 又说 不过你的那些利任前任 也不能怪他们 主要是你太渣 不抓紧时间渣 怕是没有利益 就只剩渣了 牟川 他就多余挑起这个话题 次日 苏默还没睡醒 就接到了附近的电话 附近在电话里语气焦急 像是紧咬着牙关在说 默默 那个林某的订单你就接了吧 苏默懒散翻身 接不了 附近 我给你双倍的钱 苏默红唇扯动 不是钱不钱的事 他又不缺钱 他可以以身犯险 给附近那个工厂绘图 反正从定版到 真正投入生产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到时候能不能生产的成 还都是未知数 可林某古董这种 他万不会沾手 不怕一万 苏默话音落附近那头沉默了片刻 过了一会儿 附近声音又闷又沉 听不出是一种什么调调 反正听了 让人心里莫名堵的慌 默默 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苏默原本还有点睡意 听到他这句话 睡意全无 我只想赚钱 不想丢命 苏默话必 附近那边陷入了长长久久的沉默 约某半分钟后 他吃笑了一声说 只想赚钱 不想丢命 哪有这种好事 说吧 不等苏默这头接话 直接挂了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没了动静 苏默把手机挪到眼前 看到黑掉的手机瓶 骂了句 有病 翻了个身 继续睡 谁知 他还没睡熟 随手扔在身侧的手机 再次响起 他皱眉拿过手机按下接听 不等他开口 电话那头传来阮慧气息不稳的声音 默默 附近跳楼了 第187章 天塌了 他顶着 附近跳楼了 听到阮慧的话 苏默输地坐起身 你没开口 什么 阮慧显然也是情绪激动 喘气平复 隔了好一会儿 才尽量保持平静的状态说 附近跳楼了 就在十分钟前 苏默 随着阮慧话落 这通电话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见苏默始终没说话 阮慧试探开口 默默 你没事吧 阮慧知道 在附近背叛师门之前 苏默跟他的关系 其实还算不错 两人经常在一起插科打混 哪怕后来不在一个公司 也会经常私下聚餐 所以 阮慧是真有点担心苏默 苏默浅浅吸气 听起来还算冷静 没事 阮慧 你现在 苏默 是他活该 阮慧对附近那个人不太感冒 也不想知道他是不是活该 不过他是真挺担心苏默 轻声问 要不要我过去陪你 苏默说 不用 大概过不了多久 警察就会找上门 你别过来 汤浑水 阮慧隔着手机醋眉 我早跟你说过 别掺和这件事 苏默淡定下递进浴室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挂了 洗了把脸 双手捧着水打湿脸的那刻 眼眶也跟着湿润 他是讨厌附近 讨厌他背叛湿门 讨厌他做的那些 有伤风骨的龌龊事 可是他没想过让他死 洗完脸 苏默双手 撑在洗手池上 平稳了会儿情绪 擦干脸 给自己化了的淡妆 静等着警察来 他猜得没错 几乎是在他准备好一切后 不过数秒 警察就敲响了房间门 他淡定 走到房门口开门 面对门外的警察时 脸上也没有任何一样 苏小姐 附近跳楼的事 你听说了吗 苏默诞生回应 刚听说 警察公事公办道 因为死者最后一通电话 是打给你的 所以希望你配合调查 苏默浅笑接话 可以 应该的 几分钟后 苏默跟着两个警察上了警车 在前往警局的过程中 其中一个警察开口 苏小姐刚刚在看到我们的时候 好像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 苏默侧头看向对方 眉眼弯弯说 平时我比较喜欢看新真片 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警察 演什么 演会让跟死者生前通过电话的人 都回警局配合调查 苏默玩二 算是吧 算是 他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 那就是主角必是多 比如他 彻底打警局后 苏默跟着两个警察进了笔路室 最开始只是几个寻常的问题 比如他跟附近的关系 再比如他跟附近私交如何 再比如附近最后一通电话 跟他说了什么 苏默端正坐姿 一一回复 附近是我前二师兄 因为做了对不起师门的事 所以被逐出了师门 我们俩的私交 不好不坏吧 之前不错 后来因为他做了对不起师门的事 就渐渐疏远了 他最后一通电话 是想让我帮忙临摹一批古董七七 但是被我拒绝了 警察 临摹古董七七 苏默接话 对 警察问 他要这些做什么 苏默但笑 这个我确实不清楚 他只跟我说 会给我一笔钱 让我帮忙 警察 你为什么拒绝 苏默说 行有行规 有些钱 不能赚 算是底线吧 苏默在这行的风评 随便打听 就能打听得到 再加上他之前 还屡次参加各种比赛 一度也算是荧幕红人 他缺不缺钱 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 几个寻常问题后 问话进入白热化 苏小姐 据我们所知 你这次回荣城 不论是住的酒店 还是出行用的车 都是附近帮你安排的 有这回事吗 苏默大方承认 有 因为他想跟我谈合作 所以殷勤了些 警察 什么合作方便说吗 苏默道 七七生产化 用机器代替手工 警察 你同意了吗 苏默说 再考虑 因为还没搞明白 他到底想做什么 谁曾想 苏默欲言又止 停顿得恰到好处 两个做笔录的警察对视一眼 又低头看了眼 调查回来的资料 其中一个警察张了张嘴 还想问点什么 房门突然被从外推开 一个警察从外进来 走到两人跟前 俯身低语 过了一会儿 从外进来的警察 抬头看向苏默 苏小姐 谢谢你的配合 你现在可以走了 苏默没稍稍等 但也是极好 平静道 谢谢 还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地方 随时联系我 对方 感谢 从警局出来 苏默一股子烦躁 竟涌上心头 从随身携带的包里 摸出烟盒 刚用红唇 衔了一根准备点燃 面前忽然落下一道 高大的阴影 紧接着 一双骨节分明的手 出现在他眼前 啪的一声 点燃了手里打火机 拢着风给他点烟 苏默抬头 秦晨低垂着眼眸 跟他对视 被吓到了 怕什么 天塌了 我给你顶着 第188章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秦晨嗓音滴滴沉沉 苏默被吃咬着的香烟 烟雾飘渺 两人一个抬头 一个低头 四目相对 苏默忽地笑了下 秦老板 口气这么大 秦晨收起打火机 一只手落在他后颈 捏了捏 薄唇挑动 最后又和尚 过了数秒 道了句 算了 苏默挑眉 什么算了 想了想 这个气氛 算了 苏默笑盈盈 你说 秦晨神情素朗 嗓音低沉 还有比口气更大的 要试试吗 苏默水眸里笑意加深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秦晨 小别圣新婚 苏默眉眼弯弯 真是没想到 秦老板看起来粗人一个 实际上 这么 文艺 秦晨 嗯 苏默晶莹剔透的指尖 捏住香烟弹烟灰 问什么 秦晨 粗人 苏默 几分钟后 苏默掐灭指尖的烟跟着秦晨上车 坐在车上 秦晨俯身过来 给他系安全带 苏默低垂眼眸看他 秦晨没看他 察觉到他的目光 陈生说 有什么想问的吗 苏默不打反问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秦晨 帮客户补色 恰好听说了附近跳楼的事 打听了下 得知你被带到了警局 苏默似笑非笑 有点巧 不只是这次巧 他现在回想一下 似乎次次都很巧 他只要出事 他就会第一时间出现 秦晨闻言看向他 对试了会儿 他低沉着嗓音道 我一直都在跟着你 苏默眯起眼 你什么时候来的 秦晨说 在你来荣城的第二天 苏默被气笑 这几天 你一直住哪儿 就他那个兜比脸都干净的德行 他有钱住酒店吗 秦晨眸色沉沉 收回身子 没吭声 苏默侧头看向他 细眉青醋 反应过来什么 抿了抿唇 没在追问 男人都要面子 大概是住的地方 上不了台面 这么想着 苏默心里变得毛毛躁躁 说不出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总之 挺心疼秦晨的 过了一会儿 两人回到酒店 苏默没在续住 直接办理了退房 两个前台 大概也是得知了今天的事 对他唯恐不及 办理完退房 苏默把行李箱递给秦晨 掏出手机 给阮慧报了声平安 他信息发出 阮慧电话秒打了过来 什么情况 苏默实话实说 例行公事询问 然后就把我放了 阮慧一口气 那就好 苏默走出酒店门下台阶 问阮慧 附近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阮慧说 具体我也不清楚 他跳楼的信息 是被他们公司的人 发到同行群的 有图有真相 苏默皱眉 没有什么捕风捉影的 死亡原因吗 阮慧接话 有 说是他私下 搞了个什么工厂做高仿 被公司查到了 公司要求他离职 在离职前 对他做了下调查 发现他不仅私下 搞了工厂做高仿 还挪用了公款 公司让他把挪用的公款 一周内归还 不然就起诉 然后 苏默急气 顺着他的话说 然后他就跳楼了 阮慧 对 听到阮慧的话 苏默唇脚勾起一抹讥讽 我知道了 阮慧狐疑 你说 附近本身收入也不低 他折腾这么大的阵仗 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苏默说 附近不是个爱钱的人 阮慧有些猛 啊 那他还 苏默嘲弄道 他喜欢鸣 虚鸣 附近这一生 败就败在贪图虚鸣上 他太想证明自己 太想在这行处人头地 所以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 跟阮慧挂断电话 苏默走到副驾驶位上车 细腰靠近座椅里 还没坐稳 拿在手里的手机再次震动 屏幕上跳出一条微信 几灵 默默 附近畏罪自杀了 你知道吗 第189章 替罪羊 畏罪自杀 个人主观意识好强的一个词 附近的真正死因 警察还在调查 几灵那边就已经确定了 他是畏罪自杀 不等苏默回复 几灵那边又紧接着 给他发了第二条信息 附近在死的时候 给我写了封信 承认你师父是他杀的 在看到几灵第一条信息时 苏默无感 但是在看到他第二条信息后 苏默心底咯噔一下 附近给几灵写信承认 赵匡是他杀的 按照阮慧刚刚的说法 附近挪用公款 被逼得走投无路 所以选择了跳楼 在这种高强压力下 他还能想到 给几灵写信解释这些 是顾念旧情 还是 看着几灵的信息 苏默始终没回复 片刻 直接把手机按了关机 他现在脑子里 有个细思极恐 且不成熟的想法 需要冷静 在回常乐的路上 苏默靠在座椅里看车窗外 始终一言不发 途进一个服务区 秦琛去上洗手间 回来时 给他带了瓶矿泉水 秦琛迈步走过来 打开副驾驶门递给他 苏默结果喝了两口 抬眼看着他问 一个人在寻死之前 会不会反思自己的人生 秦琛垂眸看他 得看具体情况 苏默红唇沾了水 胶艳欲滴 比如 秦琛眸色暗了暗 用粗力的拇指 抹撒过他唇半 沉声开口 比如 留给他的时间 是不是足够充足 苏默抿红唇 是了 他刚刚在想的 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软慧的消息可靠 那附近自杀 就是冲动性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 还会有时间给几灵写信 而且就他当时那个情况 可以想象出那个画面 应该是乱成了一团 高层施压 下面人的嘲笑讥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根本不可能冷静下来 考虑其他事 再加上 以他对附近的了解 他那样看面子比命 都重了一个人 在这个环境下 他不会去想别的 只会一心求死 秦琛话落 见苏默不说话 大手落在他头发上揉了揉 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苏默聊眼眸 将唇抿成一条直线没说话 苏默回到长乐后才开机 几零接连发了七八条微信 基本都是在说附近的事 最后一条 应该是给他打了电话 发现他关机 然后希望他开机后 给他回的电话 苏默一幕几行扫过 没回复 转手去问了阮慧 我记得你前前前前男友 是不是一品格的经理 阮慧秒回 不是 你说的那个 是我前前前前前前男友 苏默忍俊不惊 好 不管是你哪人男友 把我打听一下附近出事时候的场景 他不信 一品格那么大的公司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只要有人多嘴杂 只就不可能包得住火 阮慧 OK 跟阮慧发完消息 他拿着手机走到窗前 拨通了几零的电话 彩琳想了话 几零那边接起 默默 几零说话声音有些哑 听着像是刚刚哭过 苏默眺望窗外的景色 老城区热闹却吵杂 三教九流 什么人都有 嗯 师母 我刚到家 几零抽烟 我已经把附近给我写的信 交给负责你师父案件的张警官了 通过笔记鉴定 那封信是真的 苏默闻眼拧眉 语气却是平静的 已经确定了吗 几零说 已经确定了 苏默 张警官怎么说 几零带着哭腔回应 应该可以结案了 苏默谋底闪过一抹不悦 几零紧接着又说 一年多了 终于可以结案了 这下你师父终于可以明目了 苏默沉默数秒 红唇挑动 正准备接话 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 软会给他发了个视频 苏默瞧了一眼 指尖滑动屏幕 点进微信 点开视频 视频里 从几个高管进入附近办公室 到后期 高管们从他办公室出来 再到附近一跃 从一品格大楼跳下来 除了几个高管 在附近办公室里 说了什么没拍到 只能听到偶尔的争吵声 其他画面都有 苏默急气 心里某些想法萌芽 几零 默默 你有听我在说话吗 苏默把手机重新拿到耳边 唇角提了提说 师母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师父终于能明目 挂断电话后 苏默的脸彻底冷了下来 他再次点开软会发来的视频 从头到尾看了几遍 为了听清里面 在高管进入附近办公室后 隐隐约约的争执声 把声音调节到了最大 勉强听清了其中几句 你们是想逼死我 你们先是把我当傀儡 出事了 又想拿我当替罪养 做梦 哪有这么好的事 后面附近还说了什么 声音压低 再也听不清 接下来 过了半想 附近办公室门打开 几个高管从里面走出来 附近则是直接一跃跳了下去 再接下来 就是几个高管 跟几个职员金额尖叫的画面 全程 附近都没有写信的时间 那 几灵手里的那封信 又是从哪里来的 是伪造 还是别的 还有几灵 他知晓这些吗 这是第一次 苏默觉得几灵有些可疑 退出微信 苏默站在窗前出神 正思考 腰间忽然落下一只强有力的手 紧接着 他整个人跌落身后坚实的怀抱 苏默微仰头 略醋眉 秦琛 我 不等他说完 秦琛俯身落吻在他唇上 情逆绵绵 纠缠不休 一吻结束 两人在生理核心理上 都有些波动需求 秦琛哑声开口 遇到什么烦心事 可以跟我说说 苏默在他怀里转身 跟他面对面而战 红唇勾笑 我说了 你能帮我 秦琛 或许呢 苏默唇脚笑一加深 你帮不了 说完 苏默点脚去吻秦琛的唇 老板 我烦心的是不止一件 你帮不了我这件 或许可以帮帮我别的 比如 比如后面的话 苏默没说完 主动拉过秦琛的手 放在他腰间 小别圣心欢 暧昧一触即发 激情一碰即燃 秦琛在荷尔蒙爆发力这方面 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所以当苏默被抵在窗前时 整个人都在不由地打战 秦琛低头跟他接吻 两人面对面交流 苏默细腰在秦琛大手里拱着 眼尾泛着红 媚眼如丝 浪潮席卷来时 苏默那双柔情似水的毛子里 满是娇媚 秦琛看在眼里 将人吻得更深 事后 苏默被抱进浴室洗澡 他竟似乎挂在秦琛身上 感受到他的呵护和小心翼翼 轻笑开口 秦琛 我觉得 你是真的很喜欢我 秦琛 嗯 苏默调笑 会喜欢很久吗 秦琛 会 苏默声音好听 又娇又媚 真的 秦琛流连在他腰间 比起说 我更喜欢做 往往比甜言蜜语实在的多 苏默偏头娇称瞪他 你这到底是爱我 还是爱你自己 秦琛低垂眼眸跟他对视 嗓音暗哑低沉 比起我自己 我更爱你 原本暧昧的调情气氛 被秦琛一本正经的告白 拉回了正轨 洗脚空 苏默唇角含笑 眼睛眯起 成年男女是这样的 调情是一个氛围 一本正经说爱 又是另一个氛围 苏默笑眯眯 许久 红唇挑动 秦琛 我怀疑你想道德绑架我 秦琛 怎么说 苏默唇角勾起玩玩笑意 你这个表情 会让我觉得 你下一秒就会跟我求婚 秦琛侯解滚动 那如果我真的跟你求婚 你会答应吗 第191章 他喊 老公 如果他真的求婚 他会答应吗 秦琛这个问题 明显有些超纲 两人交往都属于是意外 更别提结婚 当然 苏默现在跟他交往是认真的 但他目前确实没考虑过进一步发展 苏默没说话 但他眼底似笑非笑的神情 已经给出了答案 秦琛低着头盯着他看了会儿 关掉淋浴 扯过一旁的毛巾 将人包裹住 保出浴室 这一晚 两人各自睡在各自的房间 苏默心情乱糟糟 全靠睡前那场酣畅淋漓的运动 才得以安睡 睡梦中 他梦到了附近 梦里的附近 求他帮忙临摹那批古董 他一如今天白天那样拒绝 附近忽然发狂嘶吼 双眼通红 双手掐着他的肩膀 不停地摇晃 默默 我求你帮帮我 你不帮我 我会死的 我会死的 我真的会死的 面对这样的附近 苏默拼命反抗 可他正挣扎着 梦境和现实忽然重叠 他在梦里突然意识到 附近已经死了 已经跳楼死了 那他面前的人是谁 苏默末地将住 看向面前摇晃自己的人 发现对方不知道 什么时候换了脸 不是附近 而是赵匡 梦醒时分 苏默一身冷汗 浑浑噩噩中 他都不知道 自己具体梦到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打开床头灯 揉着发疼的太阳穴 在床上坐了几分钟 起身下地 走到隔壁 拧动秦琛的次卧房门 秦琛这个点还没睡 文声看向房门口 就见入睡前 还是一脸傲娇的姑娘 这会儿像是双打了的茄子 无精打采的挪动步子 到了他床边 没问他愿不愿意 也没给他一个多余的眼神 直接掀开被子躺了进来 躺下后 往他怀里靠了靠 理直气壮开口 抱我 秦琛伸手将人抱进怀里 察觉到他手脚冰凉 沉申开口 做噩梦了 苏默浅浅急气 没否认 有气无力回答 嗯 秦琛落吻在他发丝上 都是假的 苏默咳嘴 我知道 秦琛 要不要喝杯热牛奶 助眠 苏默在他怀里拧动身子 找让自己最舒适的位置 不要 说完 不等秦琛说话 又紧接着使小性子 堵住了他的后话 你别说话了 我要睡觉 秦琛 悦莫三五秒后 房间内已经安静如丝 苏默幽怨的声音忽然响起 秦琛 刚被勒令三间齐口的秦琛 苏默 你说话 秦琛哑声 嗯 苏默说 我睡不着 你唱歌给我听 秦琛 苏默话落 没听到回应 转身看向身后的人 见秦琛满脸为难地看着他 不由得乐出声 你不会是五音不全吗 秦琛不吭声 算是默认 苏默眼底泛起脚霞的光 人唇脚情笑 往他怀里钻 黏黏乎乎 腻腻歪歪 等到他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 将人抱住 苏默亲吻他薄唇 眨眨眼说 秦老板 你就给我唱几句吧 秦琛 不行 苏默在他怀里蹭 男朋友 秦琛依旧坐怀不乱 言辞拒绝 不行 见他态度如此坚决 苏默忽然一个翻身到他身上 玩到成分大 故意拉长着吊吊 玩玩说 老公 苏默话音落 秦琛眸色骤暗 紧接着 落在他腰间的那只手 也骤然收紧 第192章 解锁新属性 感受到腰间 那只强有力的手收紧的瞬间 苏默心里忍不住择了一声 他之前听阮慧说过 男人对老公这个称呼的执念 据说是不亚于而实 把自己想象成奥特曼 以前他不信 这一刻 信了七八分 果然如此 难怪在心理学上 男人心理学 会跟儿童心理学有联系和交叉 这样一看 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 也不一定完全是贬义 苏默心里想归想 但人还是 全身散发着甜蜜蜜的味 往秦琛怀里蹭 一双软弱无骨的手 在他睡衣里游荡 秦琛的睡衣洗得发白 一看就是有些年头了 好在他洗得够干净 不仅没瞧着糟蹋 反倒摸起来很舒服 秦琛从他开始喊老公开始 整个人就绷得紧紧的 在苏默那双手撩拨作乱后 更是紧绷到了极致 苏默很满意他的反应 红唇勾笑 焦滴滴地问 老公 真的不能唱吗 秦琛下河绷紧 沙哑的声音 完全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能 苏默眼里满是狡猾 真的 秦琛 嗯 苏默 那你唱 我听着 秦琛深吸一口气 嗓音滴滴沉沉开口 同事过路 同做过梦 本应最登对 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 三餐一宿也供一双 到底会是谁 但凡未得到 但凡是过去 总是最登对 秦琛唱的是梅艳芳老师的 四世故人来 粤语版 苏默最开始以为他不唱 是因为五音不全 在听到他开口后 一颗心不由地被他牵扯而动 低沉 雌性 还带有那么一点性感 再搭配上他的颜值和身材 完全就是加分项 听着听着 苏默双手抵在他胸口 将身子撑起些 聚吻他薄唇 秦琛歌声戛然而止 把人搂紧 加深了这个吻 所以说 男人和女人之间 不论多久 还是要有那么点情调的 最好是有点隐藏属性 可以开发 就好比现在 苏默对秦琛的兴趣 就又加深了些 不仅如此 还有多了点恶趣味 比如 唱歌这么好听的秦老板 传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 也一样好听 欲望杂念这种事 不能有 一旦有了苗头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一吻结束 在秦琛准备翻身 把苏默压在身下时 苏默将人抵住 在他暗沉的眸光里 坐直身子 慢动作 吞去睡群 然后 俯身向下 瞧见苏默的动作 意识到他想做什么 秦琛呼吸骤紧 苏默朝他轻挑眼尾 人没入了被子里 被子里温度急剧升温 卧室里也是 秦琛一颗心剧烈跳动 像是被人攥紧 又松开 然后又攥紧 变得湿漉漉 潮呼呼 情道深处 百转柔长 苏默从被子里钻出来时 人全身都湿透了可怜兮兮 满脸怨言 他努力了 可他 太给力 秦琛盯着他看 大手伸手 将人拎起来抱进怀里 翻身压下 手臂撑起他白皙紧致的腿 攻城之际 低头落吻 在他膝盖上 后沿着膝盖往下 吻在他颤颤巍巍的小腿 苏默从来不知道 这个位置会这么敏感 不是多激情 是勾的人心痒难耐那种 等到一波波浪卷息来 苏默脖子微痒 勾出一抹好看的弧度 秦琛低头吻他 在他脖子间 留下几个深浅不一的吻痕 事后 苏默依偎在秦琛怀里 习惯了享受他的售后 感觉超级棒 再次回到卧室 苏默窝在秦琛怀里入睡 睡意席卷而来时 他嘴里交气一语 家里没草莓了 秦琛低头吻他 明早我去买 苏默哼哼唧唧 要甜的 一点酸都不行 秦琛 嗯 好 第193章 谁是正宫 次日 苏默这一觉 睡出了历史新高度 醒来时 已经是中午11点半 而且他还不是自然醒的 而是被双齐的一通电话吵醒的 他迷迷糊糊中按下接听 双齐一股子醋味 隔着手机都快要溢出来 你收徒弟了 苏默脑袋不清醒 嗯 双齐说 店里来了个叫李安的姑娘 说是你徒弟 李安 最近乱七八糟的事太多 他倒是把李安给忘了 苏默翻了个身 脑子清醒些 对 李安是我徒弟 双齐闻言轻哼 什么时候收的 这语气 听着不像是普通询问 倒像是桌奸 苏默太了解 像双齐这么大的小姑娘 心里的想法 两人最近出的不错 说一句是朋友 绝不为过 在他心里 两人都要第一好了 突然半路 杀出一个程咬精 这打击 堪比他当初截胡了秦琛 苏默擅长揣摩人心 唇角不由的弯笑 放心 你正宫的位置稳着呢 没人能跟你争宠 双齐被戳破心思 轻哼一声 语气里满事不屑 谁稀罕给你当正宫 苏默 对对对 是是是 是我求着你 跟我天下第一号 双齐受不了苏默 娇滴滴这一套 让人骨头都觉得酥 他这阵子有时候都在想 秦琛到底是怎么受得了他的 难道是男人都好这口 双齐边想 边问苏默 你今天还在店里吗 你这小徒弟要怎么办 苏默接话 去 半小时后的 双齐 哦 苏默爷鱼 帮我照顾好我的小徒弟 双齐 知道了 双齐这句知道了 说得极为不耐烦 苏默不用看到他本人 都能猜出他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情 藏不住心思 凡事都挂脸上的单纯姑娘 跟双齐挂断电话 苏默起床去洗漱 昨晚太过放纵 现在稍稍一动 全身酸疼 洗漱完 苏默拎起手包出门 打车前往店里 抵达店门口 他付钱下车 刚迈下腿 就看到了坐在门口抽烟的秦琛 两人四目相对 谁都没吭声 苏默高傲踩着高跟鞋往里走 对他视若无睹 承受能力高于常人 他冷 他也同样无动于衷 等到苏默走进店里 前脚放下手包 后脚邱正拎着一盒洗好的草莓 推门而入 苏默抬眼看他 邱正脸颊泛红 腼腆的不成样子 嫂 嫂子 草莓 苏默挑眉 甜吗 邱正如实回答 我过来的时候 趁哥交代我了 说是甜的 苏默双手还胸 细腰懒懒散散地往收银台上移 我要喝草莓汁 邱正僵住 吓一秒 呕了一声 拿着草莓转身回了隔壁纹身店 看着他的背影 双齐忍不住择了一声 草莓跟草莓汁能有多大差别 苏默笑盈盈地看他 差别大了 双齐 差别在哪里 苏默 长得帅 有八块腹肌 身高188的男人 跟身高1米49 体重149 满脸麻子 皮9度 秃顶的男人有差别吗 反正都是男人 双齐 被苏默这么一对比 双齐哑言 顿时觉得草莓和草莓汁差别甚大 见他哑口无言 苏默转身看向 从他近来开始 就规规矩矩站在一旁的李安 轻笑问 什么时候回来的 李安回答 刚回来 因为家里发生了点事 所以多耽搁了两天 苏默 大事 李安敏唇 明显是不想说 他不说 苏默好奇心也不重 并不想知道 刚刚那一问 不过也就是随口 苏默笑笑 话锋一转 提纯说 父亲死了 你知道吗 李安拧眉 点点头 知道 苏默 他死之前 跟叶染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李安秀眉皱得越发厉害 也听说了 说吧 李安又紧接着说 师父 他们俩的是我不清楚 我 苏默前笑打断 我当然知道你不清楚 我是想问你点别的 听到苏默的话 李安愣了愣 什么 苏默问 叶染跟我师母私下有接触吗 第194章 他是例外 苏默这个问题 属于临时起义 李安文言 表情完全是猛的 见状 苏默心下了然 看来 私下里 叶染跟几灵 没有什么接触 或者 是两人保密工作做得太好 李安愣着过后 迟疑问 师父 你的意思是 苏默唇角弯起 看似笑容妩媚 眼底却是冷冰冰 李安 在我这里 忠诚是底线 这是在敲警中 先小人 后君子 李安腰杆挺直 我知道 苏默眼神里温度一秒恢复正常 你有一点可以放心 我不会因为你投靠我 举报 验染 就对你有所提防 是他先对不住你 不怪你 但是我们俩 在我没有对不起你的情况下 如果你先对不住我 那后果 李安 师父 我肯定不会的 苏默 好 说完 苏默坐在收银台后的椅子上 宛若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件事就此翻篇 拿出手机点奶茶 三份 奶茶送到时 秦琛的草莓汁刚好也送到 还是邱正送过来的 满满一大杯 苏默伸手接过来 顺手把刚买的奶茶递给他一杯 邱正挠头发 嫂子 秦哥不喝奶茶 苏默一脸无所谓 那就你喝 邱正是真喝 红着一张脸接过来 谢谢嫂子 苏默长腿交叠翘着 晃动脚尖 跟邱正笑眯眯地说 中午吃红烧肉吧 要舔口 再来一个水煮鱼 微辣 其他随你们喜欢吃什么 邱正 我转告秦哥 苏默玩耳 小邱 苏默浅笑嫣然 笑得邱正心里发毛 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见邱正不说话 苏默唇角笑意加深 继续说 你接受能力很强吗 前两天还对我冷眉冷眼的 邱正顿时 脸红脖子粗 不过苏默没想着为难他 就是逗逗他而已 去吧 把我想吃的告诉秦琛 邱正如蒙大赦 恩了一声 急不离开 一分钟后 邱正张红着一张脸 回到纹身店 因为被苏默吓得不轻 推门的力度 也不由得大了几分 砰的一声巨响 纹身店里几个人的目光 全集中在了他身上 邱正回看众人 脸直接成了猪肝色 就在他快被自己尴尬死时 秦琛速冷的声音 在空气中响起 谁给你的奶茶 秦琛这个声音 响起的事实 再搭配上他这个语气 邱正顿觉自己脸上的燥热 都下降了几个度 嫂 嫂子给的 嫂子原本是给你的 我跟她说你不喜欢喝奶茶 然后 邱正然后后面的话 还没说出口 秦琛已经站起身朝他走来 拿走了他手里的奶茶 邱正 面对邱正一脸猛的表情 秦琛直接无视 垂眸扫了眼奶茶杯上的标签 全堂 多冰 全堂 在看到这两个字时 秦琛眉风促了下 他对太田的东西不是很感冒 瞧见他的表情 邱正以为自己夺回奶茶有希望 脸上堆起笑 秦琛 嫂子说 这个奶茶送 他话刚说至半截 秦琛用吸管插入奶茶杯 低头喝了一大口邱正 几分钟后 秦琛拿着奶茶走出纹身店晒太阳 邱正盯着他的背影 嘴角抽了抽 转身看向身后的众人 阿飞调侃 爱情使人口味改变 邱正 彼时 苏默喝着草莓汁 靠在糖衣里给软卉发信息 询问今天荣城那边的情况 附近跳楼这么大的消息 昨天只是开胃菜 今天才是事情发酵的高潮 瞭眼皮间 瞧见了站在纹身店门口 喝奶茶的秦琛 苏默挑眉 转手 他垂眸给他发了条信息 你不是不喝奶茶 秦琛 嗯 你买的除外 苏默 第195章 百媚千娇 谁说一个人的情商和智商 不可能并存 秦老板 这不就是特例吗 秦琛这个回答 堪比教科书 直接满分 苏默抬眼 两人隔着落地窗对视 他不由得唇角弯起 片刻 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 把他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软卉给他发了信息 叶染今天大闹了一品格 苏默 软卉 据说是要赔偿 苏默 这是哪门子骚操作 就一品格对外宣称的附近 跳楼死鹰来看 怎么可能会赔偿 更何况 叶染跟附近 不过只是男女朋友 一不是夫妻 二不是什么血缘亲属 苏默正想着 软卉又发了条信息过来 你是不是现在很猛逼 接下来 还有更让你猛逼的 一品格同意赔偿 苏默 软卉 现在圈内人都夸一品格仁义后道 苏默 附近的赔偿金给谁 叶染 软卉 十有八九 苏默看着信息 舌尖底背齿 一口想得倒是挺美 私损过后 苏默没再给软卉回信息 而是起身走至门外 从通讯录里 找到一通电话拨了出去 电话接通 电话那头的中年女人大嗓门 谁啊 苏默闻声 一口气提不起来咽不下去 自爆家门 苏默 对方文言 先是愣了愣 随后破口大骂 死丫头 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当初要不是你挑唆附近 跟我断了关系 我 苏默 附近死了 对方 苏默冷声说 他贪污公款 被公司查到了 跳楼自杀了 对方以为是让他帮忙赔钱 声音瞬间变得底气不足 他 他贪污公款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 他又没拿贪污的钱孝敬我 更 更何况 我早跟他断绝了关系 你 你别想讹我 听见对方急于跟附近贴亲关系 苏默讥笑 公司没要求他赔钱 并且还会给他一笔赔偿 我给你打电话 是想问问你要不要 对方又惊又喜 什么 苏默 没听清吗 附近工作的那家公司 准备给他一笔赔偿 你身为他唯一的血清 可以来领 对方惊喜过后 稍稍冷静下来 语气里满是不确定 真 真的 苏默 爱信不信 说着 苏默耐心消耗殆尽 做事就要挂断电话 对方察觉到了苏默的行动 忙不得喊他 你 你把那个臭小子的公司地址发给我 苏默 知道了 话落 苏默把手机拿了耳边 准备挂电话 刚想挂断 想到了什么 又把手机重新贴回耳边 对了 记得帮他火化葬了 对方一听 态度立马三十六十度大转变 我还得给他火化下葬 那得多少钱 我是他妈 他活着没孝敬我就算了 死了 苏默 没让你给他铺张浪费举办葬礼 把人火化了 然后把他带回老家 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就行 说吧 苏默想到了什么 唇脚抿了抿 算了 还是把他埋荣城吧 对方不说话 苏默猜到了对方什么心思 出声道 你自己考虑 你要是帮附近料理身后事 你就来领钱 你要是不准备帮他料理身后事 那我劝你别来 你就算来 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搅黄了 听到苏默的话 对方恶狠狠地咬牙切齿 死丫头 真是个祸害 难怪连你轻逼的都不要你 对方破口大骂 苏默懒得理 直接挂了电话 电话切断 苏默收起手机 瞇着眼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 郑出神 面前递过来半杯奶茶 苏默收回视线抬眼 秦琛站在他身侧 身姿挺拔 居高临下 嗓音滴滴沉沉问 中午要不要再加一块小蛋糕 当饭后甜点 苏默没说话 就着他的手低头喝奶茶 数秒 聊眼眸 颓废没了 只剩百媚千娇 秦老板 昨晚感受好不好 第196章 秦老板耳朵好红 苏默看似表情单纯无辜 眼底的春色 却像是要荡出水花 秦琛低垂眼眸看他 想到昨晚那件事 一颗强有力的心脏 全被他攥进了手里 喉结上下滑动 苏默挺喜欢他这副样子 三分宠溺 七分无奈 见他不回答 苏默水眸里笑意加深 没继续这个话题 松开轻咬的吸管 站直身子 跟他闲聊了会儿 转身回了店里 他推门而入 双齐和李安在门口齐齐站着 很明显 这两人在吃瓜 而且是在吃他跟秦琛的瓜 苏默大大方方给李安做介绍 秦琛 隔壁纹身店的老板 我男朋友 听到苏默的话 李安脸上的诧异一闪而过 站在他身边的双齐 用手肘戳他 一副你看 我没骗你爸的表情 苏默知道李安在想什么 迈不往里走 逃出手机打游戏 百无聊赖 又漫不经心地说 选择爱人这种事 不需要预设太多边边框框 鞋子和不合脚 只有脚知道 李安唇脚微敏 嗯 中午的时候 苏默带着双齐和李安 去隔壁层饭 之前只有他跟双齐 现在又多了一个李安 这边都是半大小伙子 平时都在店里待着 连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更别提跟姑娘打交道 所以 一个个殷勤地要命 李安性子腼腆 又带有那么点天生弹幕 瞧见这种阵仗 全身不适 双齐看出 他不喜欢这种气氛 双手插腰挡在他身前 对几个大献殷勤的半大小子 舌战群如 双齐 你这就没意思了 我们又没跟你要联系方式 双齐耿脖子回应 你要别人联系方式 首先也得别人愿意啊 你怎么就知道 人家安安不愿意 双齐 没说愿意就是不愿意 没直面拒绝 是人家给你们留脸面好吧 双齐那张嘴在这片 仅次于苏默 三言两语 一群半大小伙子 兴冲冲过来 一兴阑珊而归 苏默站在厨房 看着外面的荧幕 唇角不由地弯起一抹弧度 转头看着秦晨打去 你当初为什么没选择双齐 真没眼光 秦晨低头炒菜 几倍威攻 不喜欢 苏默细腰懒懒地往身后墙壁 不喜欢别人 就喜欢我 秦晨 嗯 苏默样笑 秦老板 我发现 苏默话说之半截 秦晨颠勺 嗓音滴滴沉沉说 怎么不喊老公了 苏默闻言愣住 反应过来 眼睛弯地眯成了一条缝 站直身子迈不上前 走到秦晨跟前时 点脚 用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 甜津津的喊 老公 几乎是一瞬间的事 秦晨棱角分明地下河绷紧 苏默看在眼里 忍俊不惊 威力这么大 秦晨没回话 甚至都没转头看他 头埋得低 暴露在苏默视线里的耳垂 却染了红 苏默恋笑 柔软的指尖 捏住他一脚下摆 红唇挑动 含住了他耳垂 背齿轻咬丝膜 嘀笑说 秦老板 你耳朵好红 秦晨 吃过午饭 苏默回到店里 在躺椅上盖着薄痰小气 李安以为他睡着了 过来帮忙 收走他手跟前的水杯 谁知 看似睡着了的苏默 语气懒散开口 你累不累 不累的话 就去工作室学习 里面有我这么多年来的各种作品 你可以好好琢磨下 李安正住 眼底有情绪涌动 要知道 一般像他们这种 其实很忌讳 有人踏入他们工作室 苏默没睁眼 但是已经猜测出 他此刻的情绪 唇角勾勾勾说 你现在是我徒弟 在我手里学东西 别在这儿数着了 李安雅生接话 是 师父 苏默 嗯 当天晚上 苏默前脚回到家 后脚就接到了软慧的电话 不等他开口 软慧率先强忍笑一说 是你做的吧 第197章 同居仪式 软慧话落 苏默手撑着门厅柜换拖鞋 唇角微钩 明知故问 什么 软慧 还装 苏默轻笑 踩着拖鞋走到沙发前坐下 汇报下战况 软慧戏谑 你是怎么联系到父亲父母的 那对夫妻 简直就是奇葩 今天先是冲到一品格 大闹一通 后来又去找了叶然 听说把叶然脸都挠花了 苏默 走 果然 恶人还得恶人摸 都说做人要善良 但有些时候 以恶制恶 却是最快又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软慧隔着电话碎碎念 苏默听着 人靠在沙发里 笑着笑着 想到了什么 脸上的笑容僵住 他忽然想到了 父亲还没背叛师门那会儿 父亲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默默 我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 那个时候 苏默总是点着头覆盒 我也是 父亲双目通红 你不懂 我除了这一条出人头地 这一条出路 没有别的路可选 后来 苏默了解到 父亲打小父母离异 他是作为脱油瓶 被带到继父家里的 他那个继父 是赌成性 还酗酒 对他动拳脚 跟家常便饭似的 他吃太多要挨打 家务活作的少要挨打 甚至有时候 不需要任何原因 只要对方心情不好 他就会挨一顿毒打 再说他那位母亲 不知道从哪个深山老林 刨出来的骨灰级思想 遵从以父为天 哪怕他二家的男人 要把他亲生儿子 就快打死了 他也只会觉得 是自己儿子的错 据父亲说 那会儿 他妈跟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还不是你不够听话 如果你够听话 你说还会打你吗 这个理论很牛逼 受害者有错论 就像经常有人说的那句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一个巴掌怎么拍不响 一个巴掌抽在你脸上 不仅想 还脆呢 苏默神游 阮慧在电话那头声音 提高了几个分贝 我说了这么一通 你到底听到没 苏默被喊得回神 思绪戛然而止 听到了 阮慧 你神游四方呢 我跟你说半天话 你那边都没动静 苏默说 没有 信号不好 接下来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 才挂了电话 切断电话 苏默靠在沙发里 深吸了一口气 想到附近 近一时间没有办法 评判他本性的好坏 今晚秦琛在医院里陪秦绿 苏默一个人在家 简单吃了份外卖 洗漱完后 就早早上了床睡觉 昨晚没休息好 又是噩梦 又是床上运动 虽说今天上午也补了绝 但白天睡得觉 哪有晚上舒服 所以 苏默今晚躺下后 几乎是刚挨上枕头 就睡着次日 苏默正迷迷糊糊睡着 就听到客厅里 传来厨具响动的声音 苏默烦躁睁眼 想到昨晚秦琛不在家 一个机灵坐起身 待他捏手捏脚开房门 发现厨房里 站着一个高大身影 正在忙碌做早餐 不是本该在医院 陪秦玉的秦琛又是谁 苏默挑眉 迈步走近 仍靠在厨房门框上倾笑 秦老板 起这么早 秦琛没回头 嗓音沉沉 饿了吗 苏默用手撩长发 不饿 昨晚吃太称 秦琛熄火成菜 一系列动作一气合成 一共点了一份饭一份菜 吃了五分之一 不到 吃太称 苏默被拆穿 神情略炯 嘴酱 我小鸟喂 秦琛回头 端着饭菜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 低头落吻在苏默唇上 去洗漱吃饭 苏默轻哼 我不饿 秦琛 陪我吃点 说吧 秦琛迈步走到餐桌前 背对着苏默语气 自然丝毫听不出破绽说 我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吃东西 苏默闻言 胡一不幸 为什么 秦琛沉声道 没什么胃口 苏默提不去洗手间 自信心十足 看不到我的原因吧 秦琛双手撑在餐桌上 目光落在他鲜薄后背 嗯 吃早饭时 秦琛跟苏默说 秦琛今天办理出院 苏默眼含笑意 真心为秦琛感到高兴 这么快 秦琛给他加菜 但生硬 嗯 承认完 秦琛抬头看向苏默问 秦琛出院得搬到你这 到时候 我是睡客厅 还是去你卧室 苏默正喝汤呢 文言一噎 眼睛泛起生理性水气 回看秦琛 秦琛 搬去你那 第198章 得寸进尺 秦琛的种种行为 很好地诠释了一个词 叫得寸进尺 苏默一顺不顺地看他 没说话 秦琛低下头巴拉碗里的大米粥 嗓音按哑说 秦琛知道 我们俩在交往 如果我睡客厅的话 苏默 知道了 又用这招 就知道 用可怜巴巴这招 他就是吃准了 他一定会心软 饭后 秦琛收拾完碗筷 去医院帮秦琛办理出院手续 苏默没跟着去 打车去了店里 他之前加过一个 圈内的七七群 最近这个群里热闹非凡 全是在说 附近跳楼的事 几位大师级别的 七七师傅不吭声 刚入行的几个小年轻 聊得热火朝天 附近也算是大师傅了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啊 大概是骨子里 本来就是见钱眼开那种人吧 听说 他们家条件不好 这还用听说吗 谁不知道 昨天他爸妈大闹一品格呀 真的太掉价了 咱们怎么说也是非遗传承人 太有失身份了 苏默盯着手机屏幕 看到这儿 失笑一声 打自你什么身份 苏默顶的是自己的大号 头像是本人 名字也是本人 他信息已经发出 群里顿时鸦雀无声 紧接着 苏默又敲字 群里哪一个拎出来 组备往上刨三代 不是农村人 群里依旧静悄悄 苏默 身上披了个黄马挂 就以为自己登机了 苏默句句难听 群里却无一人敢反驳 伴上有个稍有资历的 出来当合适老 苏师傅 小孩子们不懂事 开玩笑而已 苏默 谨言慎行 借急用忍 还没出师呢 发现拿捏起来了 对方 是是是 苏默也不是无脑喷 看出对方有意当合适老 知道对方是好意 没再接话 收起手机扔到了一旁 他不是护着附近 就是单纯嫌烦 中午吃过午饭 店里来了一对小情侣 说是快结婚了 女方想选个手势盒 双齐热情招待 苏默坐在一旁瞧着 不得不说 双齐这丫头 挺会做生意的 不管专业不专业 忽悠起来一套又一套 大概是因为难得开张 小丫头干劲十足 苏默正盯着他看呢 扔在一旁的手机铃声 忽然响了起来 苏默垂眸扫了一眼 看到是任和平的来电提醒 拿起手机走出门外按下接听 喂 认输 苏默话落 电话里 响起任和平一板一眼的声音 默默 你师傅跟你那位师叔关系怎么样 您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任和平说 目前还不能确定 我只是猜测 任和平做私家侦探多年 对于人性心理这块 揣摩的最为透彻 附近死得蹊跷 所以他想办法 弄到了那天的监控 他发现 那天一品格办公楼下 除了不知情看热闹的群众 其中路边 还停靠了一辆很低调的商务车 他派人去调查 发现那天那辆商务车里坐着的人 就是樊六 按照心理学上说 樊六这种完全属于一种作案心态 确认与知情欲望 惊恐和不安全感 说白了就是 他早预知了 附近那天一定会跳楼 但是他放心不下 他要亲自去盯着 亲眼看着他跳下来才安心 听完任和平的分析 苏默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又把樊六牵扯了进来 苏默冷静片刻 出声问 确定他那天不是偶然路过吗 任和平说 基本可以确定 因为他那辆车 在附近跳楼前一小时 就已经停在了一品格办公楼下 在附近跳楼后半小时 确定人确实已经死亡后离开的 苏默 任和平说完 见苏默不作声 叹了口气说 默默 你确定还要继续调查下去吗 樊六的身份不比附近 他现在可以说是七七节的态度 你跟他斗 苏默红唇吸动 查 第199章 取舍 跟任和平挂断电话后 苏默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苏默一直以为赵匡的死 附近的背叛 这两者都跟外企有关 说白了 就是有不鬼心思的人 想偷到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惊心不菊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两件事 居然会跟樊六扯上关系 在他的记忆里 樊六虽然严厉 但绝对不是祸害同盟的卑鄙小人 最多 他只能算是适才傲武 想到这些 苏默呼吸一紧 苏默回到店里时 双齐向他晃动手里的六张百元大钞 苏默状态不算好 有点身心疲惫的感觉 朝他勾唇笑笑 人走到收银台前坐下 双齐看着他 把手里的钱拉开抽屉锁进去 脸上堆笑球夸夸 我是不是很棒 苏默轻笑 非常棒 双齐俯身 那你说 我能不能也拜你为师 苏默挑眉 嗯 双齐 这个有年龄限制吗 我觉得我还挺有慧根的 而且我肯定情分好学 刻苦钻研 苏默玩耳 我考虑考虑 双齐拉扯他衣袖撒娇 苏默姐 苏默用指尖捏眉心 要不你先跟着李安学学试试 双齐欢天喜地 OK 晚上下班打车回家时 苏默满脑子都是 最近发生的事 想到最后 脑海里忽然闪过 那天软茨跟他说的那句话 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该为秦晨考虑考虑 你们俩现在不是在谈恋爱吗 你在圈子里有人脉 倒是不怕什么 可针对你的人 如果对他下手呢 他一没背景 二没人脉 万一 万一 苏默输地咬紧牙关 车抵达小区时 苏默在楼下 徘徊了好大一会儿才上楼 说不清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就是莫名发闷 赵匡的死因 他必须得查 而且就目前这个情况而言 他在常乐 根本没办法展开更深一层的调查 他想查 就得回到荣城 但秦晨 苏默脑子乱糟糟 有那么一瞬间 甚至有些后悔 那会儿不该头脑一时发热 就跟秦晨确定关系 苏默在小区门口 游荡了足足半个小时才回家 打开房门 秦绿小小一只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瞧见他 飞奔下地 上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急小声又急腼腆喊 嫂子 怀里猝不及防 扑进来一个人 苏默反应慢了半拍 反应过来 一手回报秦绿 另一只手揉他头发 才刚出院 怎么不去躺着 不准跑 听到没 秦绿乖巧接话 遵命 苏默光会伪装 不管心里多难受 面上总是能做到风轻云淡 跟秦绿拥抱过后 他换拖鞋 静止静洗手间洗手 随后坐在沙发上 跟秦绿闲话家常 秦绿是真喜欢他 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亮晶晶的 眼睛里写满了 对他这个嫂子 120个满意 吃过晚饭 秦绿需要休息 早早回了卧室 临走前红着脸和耳朵 看秦琛和苏默 眼神里满是羞难 苏默被他的样子逗笑 带他回房间后 双手脱腮 看向坐在自己对面的秦琛问 秦老板 要不你睡客厅 我瞧着秦绿那丫头 对于我们俩会注意起的事 好像很害羞 秦琛面不改色拒绝 不用 他适应两天就好 苏默言鱼 哦 说完 苏默想到了什么 脸上笑意收了收 放下脱腮的手 指尖落在餐桌上轻敲 过了一会儿 但笑开口 秦老板 如果我接下来准备做一件 或许会有危险的事 你会支持我吗 第二百章 急于抓住些什么 苏默红唇勾笑 看似漫不惊心 就像是随口问的 并不在乎答案 他话落 视线落在秦琛脸上 直直盯着他看 秦琛收拾碗筷的动作一顿 抬眼看他 想听实话 苏默眼底笑意亮晶晶 对 秦琛 不会 说吧 秦琛站起身 端着收拾好的碗筷进厨房 临近房门时 停下步子 背对着他又说了一句 任何冒险的事 我都不希望你做 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 苏默闻言 水眸里笑意加深 却在低头的一瞬 笑意全部收起 能平平安安 谁又愿意以身犯险 这一晚 苏默缠秦琛缠得紧 心里烦躁 想排解 也想急于抓住些什么 秦琛被他勾得透不过气 两人碍于情侣 在隔壁 又不敢像平日里那样放肆 只能在隐忍中宣泄 别说 挺有禁忌之感的 一次结束 苏默双腿颤巍巍挂在 秦琛强有力的臂弯里 他双手攀着他的脖子 跟他接吻 媚眼如丝 吐气如蓝 秦琛 你会不会再爱上别人 秦琛哑声回应 不会 苏默美目弯弯 真的 秦琛 嗯 苏默坐腰 拱着身子 蹭他刚眼气息鼓的地方 秦琛低垂眼眸看他 眸色暗了又暗 苏默红唇再次抹萨他薄唇 小声说 秦老板 你再爱我吧 听到苏默的话 秦琛撑在床上的手臂肌肉 骤然紧绷 苏默察觉到 攀在他脖子上的手往下滑 落在他硬邦邦的手臂上 轻挑逗弄他 好硬 秦琛 第二次的持久力 显然高于第一次 折腾完 已经凌晨两点 苏默感觉整个人都快被折腾废了 想让秦琛抱他去洗澡 又担心 秦琛会突然闯出来 看出他的想法 秦琛跳下床 穿了条长裤 拎过自己的外套 将他包裹住 沉声说 秦琛有分寸 苏默眼睛里水气未散 可我害羞 秦琛低头跟他对视 挑了下眉 没吭声 见状 苏默忍俊不惊 秦琛 你什么意思 秦琛诞声说 没有 我也害羞 苏默笑出声 他信他的鬼 从浴室回来时 苏默不着寸驴躺进被子里 秦琛给他穿睡裙 被他推开 人依偎进他怀里 秦琛薄唇挑动 苏默 苏默从他手里夺过睡裙 扔在床头柜上 人坏心思的 把自己整个人都嵌入他怀里 义正言辞说 不准碰我 这是对你定理的考验 秦琛 考验这种东西 最磨人心 尤其是这种 苏默没心没肺 说完就睡了 可秦琛 怀里抱着软绵绵 香喷喷又焦滴滴的姑娘 硬生生折磨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清早 天一亮 秦琛借着做早饭的油头 早早起床 进浴室冲了的冷水澡 足足二十多分钟 那骨子燥热劲 才缓缓退去 秦琛从浴室出来后 进了厨房做饭 秦琛起床也早 瞧见苏默还没起 踩着拖鞋 捏手捏脚的 跑到厨房 跟秦琛说话 哥 嫂子还没醒呢 秦琛嗓音速冷 嗡呐一声 秦琛笑咪咪 哥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嫂子 秦琛背对着秦琛 眼底不自觉带了笑 嗯 秦琛说 我瞧嫂子也很喜欢你 秦琛沉声问 从哪里看出来的 秦琛说 从嫂子跟你撒娇啊 女孩子只跟喜欢的人撒娇 秦琛利落的 往滚烫的锅里打鸡蛋 要做蛋花汤 知道了 另一边 苏默已经醒了 但是懒得起床 人在床上懒懒散散地躺了会儿 正想起床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嗡嗡震动 他伸手拿过手机 在看到屏幕上的信息后 唇角微眠 楚行 师父的案子结案了 陆沧 凶手呢 楚行 师母说是附近 第201章 他想离开 楚行和陆沧拟一言我一语 文字很苍白 但能看得出 两人对这个结果 显然也是不幸福 苏默将唇角抿成一条直线 打字 你们俩觉得呢 楚行 说附近贪财 我信 说他杀害师父 我不信 很重肯的评价 陆沧 我也是 几人在一起生活多年 谁是什么平性 再清楚不过 附近是贪明逐利了些 但要说他会杀害赵匡 他们几个人谁都不信 他们讨厌附近 是因为他没有将人封骨 随着陆沧化落 群里安静了片刻 过了一会儿 苏默浅浅急气 在群对话框打字 我准备继续查这件事 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结案 苏默信息还没输入完 群里他那位神出鬼没的 大师兄冒跑 听师母的 顺时 群里安静如丝 看着群里那条突兀的消息 苏默一口气躲在胸口 他明警唇 转手把信息发到了另一个群里 他跟楚行和陆沧的那个三人群 他消息发出 陆沧率先站出来说话 要不我们听大师兄的 楚行 大师兄会这么说 肯定有他的道理 苏默 你们俩被他洗脑了陆沧 不是 默默 俗话说得好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苏默 谁跟他是一家人 他连他面都没见过 一家人 简直就是笑话 楚行 这个 话不能说太满 苏默 陆沧把话缘回来 我们都是同门师兄妹 当然是一家人 苏默 吃早饭时 苏默心里堵着一口气 碍于有情侣在 没表现出来 饭后 他坐秦辰的车去店里 全程靠在副驾驶座里 看着车窗外出神 下车时 他回看了秦辰一眼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吭声 踩着高跟鞋进店里 经过这一路的沉淀 他心里的烦躁镜 不减反增 他在前台坐了会儿 从包里摸出烟盒 转身进了洗手间 背驰咬着烟点燃的那刻 苏默深吸了一口气 香烟入肺 把那骨子烦闷和压抑冲散了些 都说吸烟有害健康 可为什么 还有那多人再抽 还不是他也有他的益处 比如 排解烦闷 一根烟抽至半截 苏默掏出手机 给软慧发了条信息 我准备回荣城 软慧那边 秦辰呢 苏默 不知道 软慧 姐妹 三四二后行啊 苏默 我师父的死 不能不查 软慧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但我上次跟你说的话 你忘了吗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为秦辰考虑考虑 而且 你想想 你们师门是你一个人吗 你还有三个师兄 哪一个拎出来 不比你人卖广 你在圈子里 性子多倔强孤僻 你心里难道没个数 苏默 请尊重我们的友谊 软慧 姐妹 我现在就是在尊重我们的友谊 而且用心良苦啊 苏默现在心里乱糟糟 盯着软慧的信息看了会儿 没再回复 主要是他现在也没个头绪 烦 不知道该怎么回 一根烟抽完 苏默打开换气扇 洗了把手 从洗手间出来进了工作室 蓝倩跟奖商都离婚了 他定制的结婚用品还没完工 苏默私下联系过蓝倩 蓝倩让他把那些都改成普通款 他自用 在工作室忙到中午 邱正来喊他们三过去吃午饭 双齐拉着李安欢天喜地屁颠屁颠去了 苏默坐在收银台前朝邱正笑笑 散漫道 我不饿 我今天中午就不过去了 邱正一脸猛 啊 苏默 早上吃太饱 邱正似懂非懂的点头 哦 他一天三顿倒点就 呃 不太懂早上吃太饱 中午不饿这个原理 不过苏默既然这样说 他也只能挠着头硬好 几分钟后 邱正从苏默店里离开 他垂谋 思寸数秒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好友列表 点进一个头像 发了条信息 师叔 我想回荣城 有合适的工作介绍吗 第202章 狼心狗肺 发完信息 苏默把手机随手扔在收银台上 约莫五分钟左右 手机震动 屏幕亮起 怎么突然想回来了 苏默拿过手机 回复 觉得小地方 待着没意思 当初不让你走 你非得离开 既然想通了 还去什么别的地方 凤锡格大师傅的位置 一直都给你留着呢 看到樊六的消息 苏默也没给他推尾客套 发消息道谢 谢谢师叔 樊六 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苏默 一周左右吧 我在这边开了个小店 办理下转租 樊六 行 跟樊六发完信息 苏默攥紧手机 吸摇往后靠 将唇角抿成一条直线 双齐和李安吃完午饭回来时 给苏默带了午饭 糖醋排骨 呛拌土豆丝和米饭 不仅如此 额外还有一杯果汁和一个小蛋糕 双齐拎着东西放下 朝苏默挤眉弄眼 你跟秦晨吵架了 苏默扫了眼饭菜 没有要吃的打算 没有 双齐纳闷 那你怎么不去隔壁吃饭 苏默浅笑说 不饿 早饭吃太撑 双齐别嘴 我不信 苏默戏谑 你要是不信我的话 不行去隔壁问秦晨 双齐 我才不问 过了一会儿 苏默低着头打游戏 双齐走到李安身边坐下 用手推了推他 你说 他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李安看着窗外出神 不知道 双齐 你不好奇吗 李安说 不好奇 见李安始终一副老僧入定的表情 双齐觉得无趣 没在吭声 就在双齐已经放弃跟他对话 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 李安忽然淡淡开口 原本就不是一路人 分开是早晚的事 双齐都已经站起身了 听到李安的话 皱眉转身 什么 李安抬眼看他 眼底平静 没有多余的情绪 我难道说的不对吗 双齐 他说的对 双齐知道 秦琛和苏默 不论从哪方面来说 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现在或许乍一看 两人挺般配 而且这个反差还挺带感 可时间一久 悬殊和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 是钱 很俗气 却又很现实的东西 面对李安的反问 双齐无法反驳 半晌 他咬着牙挤出一句 可秦琛对苏默解释真的好 恨不得把心都逃给他 李安 然后呢 双齐呆住 什么然后 李安站起身 跟双齐平视 出声说 除了喜欢 他还能对我师父什么 虽然我这话听起来或许不近人情 可事实就是如此 我师父是个有报复的人 他肯定不会安心 在这种小地方一直待着 双齐 苏默不会一直在长乐县待着吗 这点双齐倒是没有考虑过 他以为苏默会在长乐县 长长久久地待下去 见双齐完全僵住 李安声音放温和些 继续说 在荣城追我师父的人很多 什么样的青年才俊都有 个个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 双齐 这样一对比秦琛的那颗真心 似乎不值一提 再加上身份地位的加持 秦琛简直毫无胜算 双齐呆愣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 看看李安 又转头看看苏默 明警了唇 半小时后 双齐去马路对面的便利店 买矿泉水 苏默放下手机 拿过收音台上的蛋糕 吃了一小口 先眼皮看向李安 轻笑说 那丫头一根筋 你没事跟他说 这些做什么 李安 师父 你是准备回荣城吗 苏默言语 口中奶油融化 甜而不腻的口感 在舌尖上散开 苏默抽了张纸巾擦拭嘴酒 喜怒不便问 你觉得我如果跟秦老板分手 算不算狼心狗肺 第203章 他有话说 苏默话落 盯着李安看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答案 李安闽纯 您希望我说实话 苏默善笑 不然呢 李安实话实说 我觉得秦老板是个好人 对你也确实很好 苏默 哦 李安那些难听话 是故意说给双齐听的 为的 就是给苏默一个台阶下 因为他看出来 苏默需要这么一个台阶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苏默白天不再去隔壁纹身店吃午饭 但晚上 却会变着法的跟秦琛纠缠 秦琛最近很忙 苏默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不过他也无所谓 懒得追问 下了决心离开的那天 苏默回了一趟西胡同 韩金梅身体恢复得不错 亲自下厨 给他做的晚饭 他要进厨房帮忙 被韩金梅用炒勺打了出来 出去 别给我添乱 苏默 外婆 我真能帮忙 韩金梅脸上堆笑 只要我还能动弹一天 这个厨房就轮不到你进来 苏默看着韩金梅勾楼的背影 眼眶不由的泛红 许久 硬生生憋了回去 吃晚饭的时候 苏默跟韩金梅说了他 想回容成的想法 不过他没跟韩金梅提赵框的事 只说容成更适合他发展 韩金梅似乎是早有预料 没表现出太多意外 给他夹菜 外婆不懂这些 你自己做决定 苏默垂眸 眼角略有湿润 等我都安顿好 就把您接过去 韩金梅一口答应 行 苏默 您不准再跟前几年一样拒绝我 韩金梅 现在能跟以前一样吗 以前我还年轻 身子骨硬亡 现在我年纪大了 不赖着你赖着谁 苏默哽咽 嗯 瞧见他这样 韩金梅伸手忍不住揉了揉他的头发 我从小带到大的小丫头 我最了解 看似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其实比谁都心软 苏默闻言 痘大的眼泪落进米饭 饭后 苏默执意要洗碗 韩金梅拗不过他 在厨房里陪他期间 韩金梅问起他现在跟秦琛的关系 苏默低着头洗碗 没瞒着 在交往 准备分手 韩金梅皱眉 小秦那孩子知道 你想分手吗 苏默如实说 不知道 韩金梅是真心觉得秦琛不错 尤其是在医院伺候他的那段日子 他跑前跑后 而且半点没觉得他这个老太太不耐烦 俗话说得好 人老成精 物老成怪 他都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 不会看错人 韩金梅思前想后 试探开口 小秦那个纹身店去荣城开不行吗 大地方 赚得还多 苏默没办法跟韩金梅说 荣城的险恶 也没办法告诉韩金梅秦琛 如果去荣城 不单单是他这边会带给他威胁 还有蒋家那边 承担多心思深重的一个人 秦琛在长乐县待着 他没觉得 他威胁到蒋商的地方 或许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也仅仅是或许 可万一秦琛回荣城 到时候 哪怕他没有任何想跟蒋商争夺蒋事的想法 承担那边也一定不会放过他 在这方面 承担绝对是宁错杀一千 不放过一人 韩金梅话落 见苏默不说话 轻叹了口气 我是真觉得小秦那孩子不错 苏默急气 他以后会遇到更适合的人 韩金梅 从西胡同打车回家 走到小区门口时 苏默没直接上楼 而是掏出手机拨通了秦琛的电话 秦琛在家 有些话没法说 彩琳想了话 电话接通 苏默诞声开口 你在家吗 秦琛沉声应 在 怎么了 苏默说 你下楼一趟 我有话跟你说 第204章 腻了 分手 秦琛从楼上下来时 苏默正站在小区门口抽烟 仙妖翘臀 单单只是站着 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再加上 他白皙指尖夹着的黑色细感女士香烟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妩媚中又透着那么一点颓感 挺能勾起男人欲望的 秦琛走近的时候 有两个男孩 正在跟他要手机号 是男孩 不是男人 乔治年龄 应该是念高中 最多大一 大二 苏默冷眼看对方 脸上没有多余的情绪 没手机 抱歉 姐姐 家的好友呗 我保证不打扰你 苏默似笑非笑 你这套把戏 我十年前就不玩了 苏默把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 两个男孩缠了他一会儿 见他油盐不尽 觉得没希望 信信走了 临走时 还不忘评价他一句 长得真漂亮 另一个附和 就是人太傲了 目送两人走远 秦琛阔步走过来 瞧见他 苏默晶莹剔透的指尖谈烟灰 看多久了 秦琛实话实说 五分钟 苏默轻笑 看到自己女朋友 被其他异性要手机号 你居然能淡定看五分钟 说完 苏默言语 秦琛 你其实也没多喜欢我吧 苏默话落 秦琛当场冷了脸 苏默目光在他脸上 只停留了一秒 错开视线不看他 扔了烟蒂 盯着不远处的昏黄鹿灯问 秦琛 我们俩在一起前前后后 有两三个月了吧 秦琛听出他有话外音 嗓音素了 你想说什么 苏默水眸含笑 你不腻吗 秦琛 你腻了 苏默垂在身侧的手颤了颤 手指本能全躯想去掐掌心 但他强迫自己淡定 转回头跟他对视 腻了 秦琛低垂眼眸看他 脸色难看 苏默见状细血 眼里还带了点轻面 当初我们说好的 我随时可以喊停 你不会反悔了吧 秦琛沉声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想喊停 苏默没心没肺的耸肩 不明显吗 秦琛 今天早上分开时 两人还好好的 他夸他做的早餐好吃 最近每天晚上夜生活 也算和谐 他缠他缠得紧 让他误以为 他对他敞开的 不仅仅只是身体 还有心 看着面前一脸无所谓 似乎是只把感情 当游戏的人 秦琛下河绷紧没说话 伴上还是苏默率先开口 我们俩分手后 你也不用担心会没地方住 我那里你跟秦琛先住着 我搬到店里 等你什么时候 秦琛 不用了 苏默你没 不用 那你跟秦琛住哪 秦琛冷声 不劳你费心 看着秦琛那张冷脚 分明冷漠的脸 苏默知道 他是真的生气了 他盯着他看了会儿 提了一口气说 秦琛 你不用跟我玩清高 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应该为秦琛考虑考虑 他刚做完手术 正是需要休息的时候 你这样 秦琛眉目冷硬疏离 我说了 不劳你费心 苏默 夜色深深 两人就这么僵持站着 现在已经下漠 早晚会有些凉意 苏默闽唇站着 被夜风吹得打了个冷战 秦琛看他一眼 转过身 我明天搬走 苏默胸口憋着一口气 激笑出声 随你 说吧 苏默踩着高跟鞋 率先迈步 几分钟后 两人一前一后进家门 秦琛原本坐在客厅看电视 看出两人氛围不对 跟苏默打了声招呼 抱着怀里的薯片 回了次卧 苏默换好拖鞋 静止走进洗手间洗手 片刻 他从洗手间出来 看到秦琛站在客厅窗台抽烟 迈步走近 今晚你睡哪 第205章 话清关系 苏默声音淡淡 不似以往的甜腻腻 秦琛背对着他 掐灭指尖的烟 嗓音同样没什么情绪 客厅 苏默 行 说吧 苏默转身回了卧室 听到房门响动 秦琛站直身子 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 苏默是不是查到什么了 对方秒回 嗯 任何平查到了樊柳头上 秦琛 知道了 苏默查到的东西 秦琛也查到了 这也就是他最近一直忙 没察觉到他那些异常的原因 刚刚在楼下的时候 有那么一瞬间 他确实是被他气梦了 可等他冷静下来 回想最近的那些小细节 就品出了不同寻常 他喜欢的姑娘 从来都不是薄情寡性的人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不过 他也想通了一件事 既然他执意想查 就让他查 他越是阻拦 只会让他越是产生逆反心理 刚好 他也正愁 不能堂堂正正站在他面前 想通了这些 秦琛靠在窗前 用手拢着风又点了根烟 哪怕知道苏默做的这些 都只是演戏 他心里也还是堵得慌 因为他知道 他之所以能这么痛快 就舍得下他 无非就是不够爱 另一边 苏默在回到卧室后 一直辗转难眠 以前一直一个人睡 也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习惯了两个人 再回到一个人 忽然觉得 这张床都变得空旷了起来 直到窗外天空蒙蒙亮 他才勉强睡了一会儿 次日 苏默正睡得迷迷糊糊 就听到隔壁有所响动 动静不算大 但他睡眠向来浅 这个动静足以把他吵醒 苏默拧眉睁眼 刚想喊秦琛 后知后觉想起来 两人已经分手了 他抿唇出神 门外忽然想起秦琛和秦绿的对话 哥 我们真的不跟嫂 苏默姐说一声 秦琛嗓音淡漠 你给他发条信息 秦绿臭咽 你 你们俩为什么分手 秦琛 大人的事 小孩子别管 秦绿哭声低 听得出是在尽量克制 是 是因为我吗 是不是苏默解决的 我是个负担 听到这儿 苏默不由得皱眉 紧接着 他听到秦琛说 跟你无关 秦绿 那是因为什么 秦琛沉声道 因为他不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这句话 就像一把刀子 猝不及防捅在苏默胸口 苏默原本觉得没什么的 可这会儿 一颗心疏地收紧 变得又酸又疼 门外 秦绿还在哭 怎么会不喜欢呢 哥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 秦绿带着哭腔 叠叠不休 秦琛低声呵斥 秦绿 秦绿哽夜 接下来的说话声音 断断续续 哥 哥 我 我不说了 秦琛 走了 秦绿 嗯 过了一会儿 门外响起房门带上的声音 砰的一声 老师的铁皮防盗门 动静响小都小不了 随着这一声 苏默躺在床上的身子 莫名有种下坠感 就像是 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把他整个人往下拽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震动 他回神 拿过手机 屏幕上是情侣发来的信息 苏默姐 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的照顾 我跟我哥搬走了 希望你以后可以开开心心每一天 单纯又稚气的姑娘 说祝福也只会说 希望他以后每天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 听起来简单 实施起来却很难的一个词 就好比他现在 他就觉得不快了 下一秒 苏默正准备给秦绿回信息 微信置顶界面 跳出一条转账提醒 转账人 秦琛 苏默细眉 轻醋点进去 秦琛给他有灵有整的 一共赚了七万多 苏默 秦琛 秦绿的手术费用 还有你这段时间 花在我跟秦绿身上的钱 第206章 都要离开 看到秦琛的信息 苏默呼吸一致 他盯着屏幕看了许久 最后怒急返笑 行 很好 是他认识的那个 有骨气的男人 这笔钱 苏默最后没收也没理 等24小时一到 自动退回 苏默准备三天后搬走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他没去店里 而是去附近打印的 打了份转租合同 打电话让双琪到家来去 贴到店门上 双琪来的时候 人跟双打了茄子似的 瞧着可怜巴巴 苏默盘腿坐在沙发上 给他结算工资 双琪低垂眼眸看他 眼睛通红 真的要走啊 苏默善笑 这不是正合你心意 知道苏默是在开玩笑 可双琪半点笑不出来 你以后还会回来吗 苏默按下转账 多给双琪结算了五千 大概会吧 双琪只顾着看苏默了 没看手机转账 那 那你回来的时候 会联系我吗 苏默打去 当然联系啊 去住你们家的酒店 然后让你带我吃吃喝 双琪闻言 脑子里已经想到了那个画面 眼眶更红 真的 苏默 这还能有假 苏默说完 双琪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走上前俯身将他抱住 苏默自欲为 不是个感情很充沛的人 打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对外界的弹幕 是刻在骨子里的 可此时此刻 他也不由地动容 回报双琪 手落在他后背轻拍 天下无不散的沿袭 但人生何处不相逢 又不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双琪 可是再见的话 得什么时候啊 苏默安慰他 随时 双琪吸吸鼻子 你真的跟秦琛分手了 提到秦琛 苏默心里一堵 接话声音的声线都有些不稳 嗯 双琪 你真的够渣的 苏默陌生 双琪从苏默怀里起身 抬手抹眼泪 走吧 都走吧 看着双琪 哭得鼻尖都红了 苏默忍俊不惊 伸手从茶几上 抽了两张纸巾递给他 除了我还有谁 双琪接过纸巾 边擦眼泪 边醒鼻涕 边抽抽搭搭地说 秦琛也要走了 双琪化落 苏默脸色骤然一变 什么 双琪眼泪巴巴看他 你不知道吗 苏默 不知道 他最近两天连门都没出 去哪知道这些 而且自从秦琛那天搬走之后 他们俩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双琪把揉成一团的纸巾 扔进垃圾桶 秦琛说他也要走了 最近纹身店也在出队 苏默急气 唇角明警 见他不说话 双琪怕他多想 吸鼻子 也不一定就跟你有关 或许是他自己想换个地方 你别多想 苏默不吭声 怎么能让他不多想 他没出现之前 他好好开自己的店 他是本分做人做事 现在被他这么折腾了一通 店关了 人也要离开长乐县了 苏默沉默了一会儿 提纯问 他有说什么时候走吗 双琪摇头 不知道 秦琛要离开的事 他还是听邱正说的呢 自从知道两人分手后 纹身店的人跟他们 就好像势不两立似的 别说交心聊天了 就算是平时静静处处遇到 也都不会说话 想到这些 双琪不由地轻叹了口气 两人怎么就分手了呢 他其实后来还挺磕两人的 钢铁硬汉和小娇七 这个搭配诈仪看不般配 实际上 真挺好磕的 双琪陪苏默做了小半天 走的时候 把苏默打印的 转租A4纸拿走了 苏默送他出门 目送他上电梯 掏出手机点进微信 给秦琛发了条信息 你要搬走 第207章 他没资格 苏默信息发出 秦琛那边没回复 他等了许久 消息宛如石沉大海 半小时后 苏默回到客厅 细腰嵌入沙发 拨通了秦琛的电话 采琳响了一阵 电话接通 电话接通的一瞬 两人谁都没立即说话 过了一会儿 还是秦琛主动开口 有事 苏默敏唇 那句你要搬走的话 就在舌尖打转 却怎么都问不出口 最后 他支支吾吾问了句 我给你发的信息 你收到了吗 秦琛沉声道 没有 说吧 他又补了句 我没有看信息的习惯 苏默 那你 那你之前怎么能秒回 苏默话说至半截 想到了什么 余下的话噎了回去 他忽然迟钝意识到 秦琛之前的秒回 是自己 作为他女朋友的特殊待遇 苏默拿着手机的手攥紧 平复情绪 出声问 听说你要搬走 秦琛嗓音速了 嗯 苏默 为什么 秦琛接话说 这里赚不到钱 苏默 接下来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过了片刻 苏默问 你跟秦琛搬到哪里了 秦琛回答 酒店 苏默你没 秦琛能休息好吗 面对苏默的问话 秦琛这次没吭声 约莫半分钟左右 秦琛诞声说 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我就挂了 苏默 没等秦琛挂电话 苏默率先把电话挂了 切断后 脸颊发烫 等他冷静下来 恨不得抬手抽自己两耳光 分手是他提的 两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是搬走还是留在这里 都跟他无关 他有什么资格去问 他以什么身份去问 抛弃他的上位者 想到这些 苏默心烦气躁 随手把手机扔进沙发 人起身去浴室 用冷水洗了八脸 急捧凉水下去 人果然清醒 苏默双手撑在洗手池上 看镜子里的自己 红唇依旧娇艳 人也依旧光彩夺目 可终究是缺了些色彩 大概率是 呃呃的 身心巨呃呃 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会儿 苏默烦躁的情绪渐渐冷静 他一遍遍对自己做心理暗示 他对秦琛 其实没那么深的感情 短短数月而已 他跟蒋商在一起七年 缘分尽了 依然是该分就分 何况他跟秦琛在一起才几个月 这两段感情唯一的不同 就是秦琛对他太好 分手又是他提的 而且还是在秦琛 根本没做错任何事的情况下提的 导致他戒断难受 一天之后 苏默离开长乐线 李安是投奔他来的 自然是跟着他一起走 双骑开车送两人 一辆八手奥拓 自从上了高速就开出了拖拉机的风范 噪音极大 哪怕车窗全关 不靠吼 完全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在这种极为淳朴的环境下 车终于抵达市区机场 双骑目送两人进机场 眼泪巴搭搭 李安不由得拧眉 师傅 为什么不带着他 苏默说 太危险 说完 苏默看向李安 我这次回去是要做什么 你心里应该清楚 如果你害怕 可以留在长乐 那家七七店还没转租 你可以留下看店 李安目光笃定摇头 我要跟着您 苏默输地一笑 行 两个多小时后 两人登机 苏默刚坐下 把手机调至飞行模式 李安递了一张银行卡过来 见状 苏默胡一挑眉 什么 李安说 是秦老板给我的 说是欠你的钱 再三叮嘱我 必须上飞机才能给你 密码是你生日 苏默 第208章 折腾吧 活跌 接过李安手里的银行卡时 苏默说不上来 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情 只是某一个瞬间想骂街 李安心系 看出了他的想法 本不是个爱管闲事的性子 但斟酌半天 想到自己这段时间 吃了秦琛不少饭 吃人嘴软 还是忍不住说了句 师父 其实你跟秦老板 也不是非分不可 苏默轻斥 李安 苏默说 我腻了 说吧 像是生怕李安没听清 又咬着牙补了句 我玩腻了 李安沉默 苏默是真玩腻了 还是假玩腻 其实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看得出来 不过 李安心里也有数 他跟秦琛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早分还是晚分 也没太大区别 两个半小时后 飞机抵达荣城 下飞机 苏默掏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 彩琳响了一阵 电话接通 电话那头响起 阮慧颇为激动的声音 回来了 不是 大姐 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 也没跟我商量一下 苏默细血 我回来跟你商量什么 说完 苏默又说 就当给你一个惊喜 阮慧 这是惊吓好吧 苏默 嗯 似乎是确定他回来了 阮慧语气听起来十分低迷 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苏默不知道阮慧的顾虑 全当他是在开玩笑 我今晚带徒递住你那 然后明天去看房子 阮慧承应 气弱油丝 有气无力 行 活祖宗 跟阮慧挂断电话 苏默带着李安去打车 在车上 苏默把他目前的处境 跟李安说了一遍 没交代太详细 但该交代的 一样没落 我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剩下的你自己考虑 如果你只是想在 这行博出个名声 完全可以不用跟着我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 其他有实力的大师 你放心 名气只会比我大 绝对不会比我小 李安态度坚定 师父 我选择跟着你 苏默唇角含笑看他 你想好了 李安郑重点头 是 苏默直言说 这趟浑水可不好汤 李安 我知道 苏默样笑 伸手在他手臂上拍了拍 没事 你还有时间考虑 在我正式带你入职之前 你随时都可以编挂 他想调查赵匡的死因 想给赵匡报仇 是他的事 他想尽孝 是责任 也是本分 可李安是外人 说是他徒弟 毕竟是半路师徒员 感情不算深 没有必要拖他下水 所以 他把该说的都说清楚 厉害分析 剩下的 由他自己做决定 约某过了一个多小时 车抵达软卉住的公寓 软卉住的是大平层 一梯一户 270平 五室两厅两位的格局 被他改成了三室两厅两位 当初装修的时候 除了承重墙基本都砸了 主打一个宽敞 苏默进门 软卉忙里忙外 又帮他跟李安拿拖鞋 又是端茶地水 李安 谢谢阮师傅 软卉身上 穿着一件黑色蕾丝吊带 抬手摆弄他的大波浪 喊惠姐 一句阮师傅 直接把我干回了在公司的状态 李安礼貌 是 惠姐 软卉大大咧咧 让李安自便别拘束 转头把苏默拉到了阳台 说悄悄话 你跟秦琛现在什么情况 苏默掀戏手臂搭在围栏上 分了 软卉扶额 就这么分了 苏默轻笑 不然呢 软卉 他同意 瞧着那可不是个会轻易放弃的主 苏默似笑非笑 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就提前说好的 我随时可以喊停 软卉头疼 有些话不能明说 只能相对委婉地提醒 你们俩感情不是一直都不错吗 苏默红唇勾笑 床上确实不错 软卉寻寻善诱 其他呢 苏默敏唇在软卉的逼问下 这两天的心烦劲又上来了 唇角提了提 问 有烟吗 给我来一根 软卉 有 说着 软卉转身去拿烟 走回客厅 掏出手机 翻找到秦琛的微信 发了条信息 五哥 你跟默默真分手了 第209章180不好找 软卉信息发出 手机那头的人没力气回信息 他走到茶几前 弯腰拿烟 转身又回了阳台 你跟秦琛分手的时候 他就没说什么 软卉打开烟盒 递到苏默面前 顺便旁敲侧击 苏默伸手 捏了一根烟 咬在红唇间 点燃 抽了一口 扶着围栏土烟卷 要笑不笑说 没说 软卉诧异 没挽留你 苏默背驰把烟地咬扁 从兜里掏出手机 扔给软卉 软卉接住 知道苏默的密码 输入六位数点进去 在看到两人的微信聊天后 嘴角抽了抽 苏默 别说挽留 连这段时间 花我的钱都还给我了 软卉抬眼 你这不是没收吗 苏默练笑 是没收 他转头 把钱存进一张银行卡 然后给了我徒弟 软卉 苏默咬着烟笑 是不是特有骨气 软卉 有 苏默清朝 有骨气个屁 那叫蠢 自己穷的都接不开锅 还给他还钱 骨气 骨气能吃饱饭 面对苏默这话 软卉心虚地用手摸了摸鼻尖 没吭声 他可是不久前 刚收了秦琛一亮宝石节 他不敢说他穷 怕遭天谴 两人在阳台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软卉揣在兜里的手机 忽然震动 软卉掏出手机 垂眸扫了眼手机瓶 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是秦琛 瞧出他神情不对 苏默挑眉 你又谈恋爱了 除了谈恋爱 很少能在软卉脸上 看到其他表情 毕竟他向来淡定 软卉不认也得认 硬着头皮硬 嗯 苏默调侃 是谁 让你这么心虚 软卉故作轻松 我看起来心虚 苏默失笑 还不虚 在他问出那句话后 他手都在抖 软卉暗灭手机瓶 把手机揣兜 清了清嗓子 给自己也点了根烟 已在围栏上眺望夜景 故作深沉说 也不是心虚 事还没成 所以不想让你知道 苏默闻言轻挑眉梢 好奇心完全被他勾了起来 谁 这么神灭 软卉编不出来 不能露线 只能继续装下去 不可说 心虚 不可说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 十有八九 是两人共同认识的熟人 苏默寻色话 脑子里闪过一个人影 没眼弯笑 我似是凶 听到苏默的话 软卉一口烟呛入了嗓子 一阵猛咳 下意识想否认 但转念一想 否认之后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到其他人搪塞他 硬着头皮接话 嗯 苏默错了 真的 老实说 他不信 这两人 不论似乎从哪方面来说 都是八竿子打不着 软卉抽烟 是将深沉假装到底 爱情这种东西 有时候全凭感觉 苏默挑动唇忌 依旧秉承着 劝分不劝合的态度 劝你三思 软卉顺颇下驴 嗯 我考虑考虑 一根烟抽完 两人舌身回客厅 中午三人在家里对付了一口 晚饭去外面吃得涮锅 麻辣锅底 三人吃得热火朝天 吃饭间 李安一言不发 苏默用公块 帮他加了几次菜 软卉健壮 洋装吃味 怎么不见 你对闺蜜也这么好 苏默撩眼皮看他 没接话 翻了几百眼 软卉瞧着 笑盈盈转移话题 你跟秦辰分手 不后悔吗 苏默一脸没心没肺 后悔什么 软卉眨眼 一百八十可不好找 软卉猝不及防的骚 差点闪到苏默的腰 他嘴里羊肉正嚼着 呛入了嗓子眼 李安有眼力见 盲不迭给他递纸巾拿水 然后一本证经说 秦老板的身高 瞧着不止一百八十吧 文言 苏默可得更厉害 软卉坐在两人对面瞧着 嘴角笑意加深 笑着笑着 突然想到了 刚刚秦辰给他的回复 简言结语三个字 嗯 分了 第二百一十章 他好冷漠 嗯 分了 好冷漠的三个字 不过软卉是什么人 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 不说别的 就单单冲秦辰 送他那辆保时捷 他就不信秦辰会轻易放手 别听那些所谓的网络段子 说什么 对于有钱人而言 他们的钱根本不算钱 别看他们把钱花在谁身上 要看他们把时间花在谁身上 都是狗屁 有钱人才 更是个个经营得很 他要是不喜欢你 绝对不会在你身上 做无谓的投资 他只是有钱 不是傻 好吧 饭后 三人带着一身麻辣涮锅味回了家 这骨子味道 可谓十里飘香 三天不散 三人都受不了这个味 轮流去洗澡换衣服 等到洗漱完 黎安早早回了赐我休息 苏默和阮慧坐在沙发上闲聊 两人各占据沙发一头 阮慧用脚踢苏默小腿 话说 你为什么跟秦辰分手 苏默靠在沙发里打游戏 漫不经心道 玩腻了 阮慧不信 玩腻 苏默懒散散 嗯 阮慧就秦老板那个身材 那个颜值 你短短几个月会玩腻 苏默撩眼皮 你似乎对秦辰评价很高啊 阮慧贼兮兮靠近 故意逗他 你要是玩腻了 那我可玩了 苏默当然知道阮慧是在逗他 不过即便如此 他心里还是划过一抹不舒服 醋眉 随你 阮慧 死鸭子嘴硬 晚上临睡觉前 阮慧问苏默 如果秦老板有钱有权 你还跟他分手吗 苏默轻吃 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 阮慧 嗯 你也快睡吧 祝你梦到秦老板 不知道是阮慧那种嘴太灵验 还是苏默日 有所思叶有所梦 这个晚上 他所有的梦境都围绕着秦晨 有他们相亲时的场景 也有他们第一次时的场景 最后 是他跟他提分手那天 明明那天提的时候 也没觉得有什么 可在梦里 他窒息又难受 醒来时 还掉了两滴眼泪 苏默抿唇在床上躺了话 起床去客厅喝水 心里默默给自己竖起一根钟指 没出现 喝完水 苏默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 凌晨三点 这个点 别说正常人 连整座城市 基本都在安睡 为了避免潮行软会和李安 苏默拿着手机 窝进了沙发里 他百无聊赖地刷了会短视频 觉得无趣 又打开微信点进了朋友圈 想刷着姐们 刚点进去 发现百年不发一次 朋友圈的秦晨居然发了朋友圈 还好 配图是一张黑漆漆的夜幕 下面有双齐的评论 你也别太难过 苏默心里猛的一说 像是被挤了柠檬汁 不是吃双齐的醋 是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难过 下一秒 苏默鬼使神差 退出朋友圈 给秦晨发了条信息 睡末 秦晨那头没回 苏默明明纯 刚想退出 发现聊天对话框上面 显示对方正在输入 苏默呼吸一紧 静等秦晨回复 等了半天 消息没等来 对方正在输入也停了 苏默咬咬牙 钱我收到了 这次秦晨倒是回了 嗯 苏默 你真有骨气 秦晨 你还有别的事吗 苏默到吸气 纤细指尖抵在屏幕上 没回复 你还有事吗 很显然 他是想终结聊天 苏默默不作声 心里拱了火 次日 苏默正在沙发上 睡得迷迷糊糊 忽然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 他闭着眼摸索半天 最后终于从自己后腰处 找到了手机 拿起手机 他指尖划过屏幕 按下接听 买位 电话那头的人 还没醒 清醒下 赶紧来一趟公司 第211章 重回职场 电话 是樊六打来的 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刻 苏默就完全清醒了 苏默睁眼 坐起身 失书 怎么了 樊六说 公司这边出了点小状况 不太好应付 你来一趟 苏默没拒绝 一口答应 好 半小时 樊六 嗯 跟樊六挂断电话 苏默起身去洗漱 后半夜他一直睡在沙发上 导致脖子有些落疹 洗漱完 苏默敲响李安的房门 待李安开门 苏默递给他一张银行卡 你今天有时间的话 去帮我看看房子 如果遇到合适的 就帮我直接买下来 李安威愣 苏默又笑着道 看两套 最好是对门 我一趟你一趟 苏默语气随意 李安人直接猛了 师父 苏默说 跟着我就安心工作 我不想你以后 因为搬家租房这些小事 耽误时间 李安 钱 苏默 放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等你赚钱来还我 李安敏唇 眼眶一瞬间泛红 苏默话落 见他不借银行卡 强塞给他 抬手拢自己的头发 我现在需要去一趟凤夕阁 你去看房子 等我都安顿好再安排你 李安 是 师父 苏默用手揉他脑袋 别多想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你以后肯定会比我有出息 说完 苏默又叮嘱李安 跟阮慧说一声他的去向 然后出门打车去了凤夕阁 车抵达凤夕阁门口 苏默付钱下车 从他进公司门开始 就不停有人跟他打招呼 苏师父 苏姐 苏师父早 苏默汉手回应 不算疏离 但也不亲密 等他走到电梯前上电梯 七八个小年轻站在电梯外 无一人赶进去 苏默淡定关闭电梯 显然已经是习惯 过了一会儿 电梯在二十八层停下 苏默下电梯 楼道里站满了人 瞧见苏默 有些惊愕 有人惊喜 苏默视线轻飘飘地扫过一群人 迈步走到会议室门口 轻敲了两下 推门而入 会议室里的人 不比楼道里的少 看到苏默 原本还嘈杂的会议室 顿时鸦雀无声 樊六此刻阴沉着脸 坐在主位上 侧头看了苏默一眼 朝他台下河 示意他入座 苏默点头 正想找个角落位置坐下 樊六冷声开口 叶然 你们几个往后坐 樊六话音落 会议室里越发是落真可闻 叶然脸色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在众目睽睽下 往后退了一位 凤熙阁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开会的时候 在公司的地位 决定坐的位置 在苏默没离开前 除了樊六以外 左手第一的位置向来空着 右手第一的位置 是苏默 苏默走后 叶然自然而然顺位坐了上来 现在苏默回来了 他又坐回了原位 相比于叶然的局促 苏默倒是挺淡定 仿佛他这段时间 从来没离开过 拉开椅子坐下 细腰往后靠 视线看向樊六 樊六醋眉 凤文枪金 细勾田七连半捧盒 原本是摆放在 荣城博物馆的 出现了一些瑕疵 博物馆的人联系到我 希望我可以推荐一个人 去帮忙做修复 凡六话落 众人鸦雀无声 这种活 向来是吃力不讨好 做得好 除了公司这几个人 没人知道是你做的 可你如果做得不好 那就是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活是你接的 会议室里安静如丝 忽然 坐在苏默身边的叶然 笑着开口说 默默 这种事 你不是最擅长吗 你去 第212章 戳他废管子 表里表气 叶然话落 苏默冷眼 朝他扫去 两人对视 叶然脸上的笑将在脸上 苏默似笑非笑 你为什么不去 叶然干大笑笑 我 我手里正好 苏默 是记不如人骂 叶然脸色骤僵 大家心里有数是一回事 被直接捅破这层窗户纸 就是另一回事 苏默说得直白 明显是 没给叶然留面子 叶然垂在桌下的手钻井 想说点什么 苏默已经转回头看向樊六 我可以去 但我有几个要求 樊六不怕苏默提要求 怕的就是他不去 听到他说可以去 樊六松一口气 你说 苏默只肩抵着桌面轻敲 首先 我要搬回我之前的办公室 樊六不假思索 可以 苏默又道 我之前的工作室 也得给我腾出来 按照我之前的布局 原封不动 给我布置好 樊六看叶然一眼 也没拒绝 没问题 苏默轻浅笑笑 接下来的这件事 就比较简单了 我收了个徒弟 我要带着我徒弟回公司 苏默说完 不等樊六接话 樊染率先插话 是不是李安 苏默轻笑 大方承认 是 樊染顿时愈怒 不行 我不允许 瞧着樊染情绪激动的脸 苏默红唇勾笑 我带谁回公司 还需要征求你的同意 樊染掖住 苏默无谓善笑 你要觉得 李安让你在这个公司 没办法继续待下去 你可以选择离职 说吧 他又嘲弄的补了句 没事 你现在手里的工作 我全部都可以接受 樊染 在工作上 人情世故固然重要 但实力 往往才是支撑 你的底气 苏默明显是在 给樊染下马威 奈何他不敢反驳 也没办法顶嘴 因为苏默说的没错 他手里的工作 苏默完全可以接受 可苏默能做的 他却做不到 眼看会议室里气氛僵住 有人出来当何氏楼 李安以前跟我们也是同事 回来也挺好 我们还怪想他的 一个人开了口 其他人自然是复合接话 是 是 我对李安那丫头印象不错 确实 那丫头工作认真 又能吃苦 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瞄 见一众人墙头草随风倒 夜染脸色越发难看 这个时候 樊六嗓音浑厚低沉开了口 苏默提的要求不过分 就按照他说的做 话必 樊六又到了句 散会吧 樊六说了散会 一群人起身往会议室外走 途经苏默身侧 纷纷跟他打招呼 抽时间一起吃饭 这么久没见 我们必须一起聚聚 欢迎回来 苏默靠在座椅里 眉眼弯笑 统一回应 等我安顿好 我请大家吃饭 几分钟后 待所有人离开 樊六看着苏默无奈叹口气 你刚回来就给夜染难看 这不是无形中在给你自己树敌 苏默轻身 伸手拿过樊六跟前的签字笔 拿在手里旋转 我不给他难看 他也照样跟我过不去 樊六 你呀 苏默先眼皮 杨中不高兴 师叔 这种人你还留着他做什么 樊六压低生意 不是我想留 是有人保他 苏默讥笑 听说了 讲伤 樊六苦笑 没接话 苏默转笔转的利索 装出一副在樊六面前 不见外眉心眉肺的模样 渣男贱女 樊六看着他 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 樊六忽然问 对了 听你三师兄说 你在长乐县谈了的男朋友 什么时候带给师叔看看 苏默转笔的手一顿 把签字笔扔在会议桌上 分了 樊六皱眉 不是刚谈没多久 怎么好端端的就分了 苏默唇脚勾勾勾说 没见过什么市民的土包子 玩玩还行 不可能真谈 玩够了 腻了 所以就分了 苏默话音落 樊六站在会议室门口的助理 迈步走过来 把通话中的手机递给他 樊总 五哥电话 第213章 好戏刚开场 五哥 听到这两个字 苏默嘴角不由的抽了抽 好在他低着头 又善于隐藏 表现的倒也不算明显 樊六从助理手里接过手机 在看到上面的通话时间后 不由的蹴了下眉 怎么才给我 助理 刚刚看您跟苏师傅在说话 所以 樊六不知轻重 说吧 樊六伸手在办公桌上 亲扣了两下 待苏默抬头 示意他自己接个电话 苏默会议 用口心回话 那我先出去 樊六点头 苏默起身出门 身后传来樊六 低沉带笑的声音 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小助理不懂事 听到樊六的话 苏默不由的择了一声 还真是天道好轮回 想当初他走的时候 缝隙个人才挤挤 樊六不可一世 什么时候跟人说话 这么卑躬去袭过 如今瞧着 人才 很荒芜啊 苏默从会议室出来 直奔自己原先的办公室 如今办公室是夜染的 有两个新人正在帮他收拾 夜染脸色难看 时不时呵斥两人几句 笨手笨脚 那个盆栽六十万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真不知道 HR怎么会招聘 你们这么蠢的人进来 夜染正拿着两个新人撒火 房门口苏默已靠在门框上 轻笑开口 既然这么瞧不上别人帮忙 怎么不自己动手 听到苏默的声音 夜染转头看向他 脸色再次难看了几个度 两人对视 苏默似笑非笑 再说HR 他们当初连你都招进来了 我看这两姑娘并不比你差 夜染 两个新人面面相去 胆怯地跟苏默打招呼 苏师傅 苏师傅好 苏默红唇勾笑 特别随和 你们好 第一次见 我先做下自我介绍 苏默 两个新人似乎是没想到 苏默会这么好说话 眼里露出一抹欣喜 苏师傅 我们听说过你 听说容成博物馆 很多七七文物 都是你帮忙修复的 苏默 看来我在这个圈子里 还没被大家淡忘 哪能啊 现在公司谁的手艺 能比得上您 其中一个新人 本想夸赞苏默 正说着 被另一个新人掐了下腰 他意识到什么 书顶明紧了唇 忌惮地看向夜染 夜染这会儿 气得脸都轻了 强忍着 绷着脸说 你们俩先出去 是 夜师傅 是 夜师傅 两个新人话落 结伴快不离开 瞧着两人走远 苏默迈不进办公室 自意懒散地已坐在办公桌上 你现在在公司 连装都不装了 他记得 他以前可是非常喜欢装唇凉 夜染不吭声 苏默戏血 也是 比你有能耐的人相继都走了 也没人再压着你 你自然是能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夜染 苏默 我不欠你什么 你不用说话这么难听 苏默急轻地笑了一声 不欠吗 我怎么记得欠挺多 夜染 当初是我害你离开了公司 可你也害我声名狼藉 我们俩扯平了 苏默吃笑 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夜染 你脑子没问题吧 这能扯平 这就好比你好端端地走在马路上 突然间闯出来一个250 拿出一把匕首 捅了你一刀 然后250被警察抓了 250被抓后 他义正言辞地跟你说 我们俩扯平了 扯平毛线啊 你被抓是你该受到的惩罚 跟扯平有半毛钱关系 错了就是错了 欠了就是欠了 哪有认错就原谅 弥补就不算亏欠那一说 以德抱怨 何以报德 苏默说完 见夜染咬着下唇不说话 站直身子走到他面前 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挑动红唇 别太紧张 沉住气 好戏才刚开场 第214章 还是在意 苏默话落 不等夜染反应 迈步走向门外 走至门口 苏默想到了什么 忽然指不 夜染 夜染咬牙切齿 苏默红唇勾笑 附近是真的喜欢你 夜染脸上表情僵住 下一秒 苏默提不离开 附近喜欢夜染的事 是苏默瞎掰的 他跟附近早没了联系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夜染 他怎么会知道 他就是故意的 给夜染添毒 行为确实不够君子 不过对于夜染这样的小人 君子的做法 对他也不适用 从凤西阁出来 苏默给樊六发了条微信 师叔 我这几天安顿一下 一周后正式上班 樊六那头回信息极快 好 看到樊六的回复 苏默收起手机 瞭眼皮看向马路上的车水马龙 他不是没想过再回来 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容成不比长乐线 很繁华 却没什么人情味 颇有一种 灵魂无处安放的感觉 片刻伤怀过后 苏默伸手打车 随后拨通了李安的电话 弯腰上车 电话接通 苏默问李安地址 在哪 李安 师父 在紫荆庄园 苏默 好 问完李安 苏默跟出租车司机说 师父 紫荆庄园 司机回应 好嘞 跟李安挂断电话 苏默转头看车窗外的景色 种下末 眼看就要入秋 容成比长乐线温度稍微要暖和些 哪怕入秋 也得是秋末才会有凉意 苏默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响 突然浅吸了一口气 回神 掏出手机点进了秦晨的微信朋友圈 他今天什么都没发 倒是昨天那条朋友圈下面 多了几条评论 一条是邱正的 我早说过 一条是李奥 被甩了 重哭流涕的表情包 三条评论 秦晨指挥了李奥那一条 回复也极其简单 只有一个字 滚 看到这个回复 苏默唇脚不禁弯了弯 他能想象得到 秦晨说这个字的表情 冷漠至极 想着想着 苏默脸上的笑忽然僵住 不等他缓过境来 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了两下 他倒吸一口气垂眸 屏幕上跳出秦绿的信息 苏默姐 你忙不忙 苏默舌尖底背齿 思考该不该再跟秦绿联系 毕竟现在秦晨 似乎在极力跟他划清关系 想了会儿 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秦晨是秦晨 秦绿是秦绿 点进去回消息 还好 怎么了秦绿 你走了 我哥也走了 苏默你没 你没跟你哥一起走 秦绿 没有 我哥说我现在 不适合长途颠簸 让我好好养着 养个一年半载 再接我过去 苏默 你哥去哪了 你知道吗 秦绿 不知道 没跟我说 苏默 好好养病 别多想 秦绿 苏默姐 你跟我哥分手的原因 能告诉我吗 面对秦绿的问题 苏默一阵头疼 别人问起 他自然是能胡说八道 玩腻了 烦了 嫌他穷 可秦绿问 这个问题就需要慎重回答 小丫头太敏感 如果回答的不合适 他难免会多想 思存几分钟 苏默实在没想出好的答案 模棱两可回答 缘分不够吧 缘分 多么玄乎 又让人觉得高深莫测的借口 果然 秦绿那头回复 哦 车抵达紫荆庄园时 是半个小时后 苏默扫码付钱下车 大致观察了周围环境 还不错 而且距离凤夕阁也不算远 他迈步往里走 刚走几步 吉林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按下接听 吉林在电话里笑着说 默默 我听你师叔说你回凤夕阁了 苏默自然接话 对 本来想着安顿好再跟您说 吉林 正好 你大师兄也回荣城了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安排你们几个拒绝 第215章 步步逼近 苏默有一种错觉 他那位恩年神龙剑手 不见尾的大师兄 最近好像把他包围了 不管他在哪里 都能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苏默不想见 找理由 过两天吧 我最近有点忙 吉林一口答应 行 那就等你什么时候 有时间 我再安排你们见面 反正你大师兄这次回来 也不会再走了 苏默玩耳 好 跟吉林挂断电话 苏默脸上笑意顿收 在原地站了会儿 重新卖步 紫荆庄园 虽然名字是庄园 但实际上跟庄园毫不挂钩 其实就是个小区 李安是个懂分寸的姑娘 给苏默选了套240平的 而自己则选了套100平出头的 一梯两户 正好是同层 苏默看着他打去 你确定 言外之意 机会只有这一次 李安 已经很好了 听到他这么说 苏默也没再坚持 在房间夺步一圈 回头看向售楼处工作人员 就这两套 定了吧 我马上给您办理购房合同 从看房到拿到购房合同 前前后后加起来 没超过两个小时 新小区 精装拎包入住 据中介说 房本正在统一办理 差不多得半年才能下来 对于这些 苏默倒是不太在意 有购房合同在手 房管局备案都是正规手续 至于房本什么时候下来 于他而言不重要 把所有手续办完 苏默给阮慧打电话 晚上你选地方 我请客 庆祝我跟李安乔迁之喜 阮慧诧异 这么快 苏默调侃又不是选婚房 哪有那么多讲究 阮慧 行 等我晚上狠狠宰你 阮慧说宰 那是真的宰 丝毫没手下留情 到了晚上 他选的餐厅 一顿饭三个人吃了五千块 饭后 从餐厅出来 阮慧挽着苏默的手臂 在夜幕下散步 我原本还以为 你能多陪我住几天 苏默样笑 以后又不是没机会 阮慧 也是 说吧 阮慧侧头看向苏默 神情难得认真 注意安全 苏默懂他这句话的含义 唇角弯笑 放心 我惜命得很 苏默动作神速 第一天订好房子 第二天就搬了 房子是金庄 只需要置办一些生活用品 手机下单 两小时送达 他又请了两个家政 把他跟李安的房子 收拾了下卫生 李安被他感动得一塌糊涂 不善言辞 险些哭出来 师父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连买生活用品和请家政 都有我一份 我 苏默打去 没出血 别哭 给我憋回去 如果你真想感谢我 回公司后好好努力工作 争取早点出师 顶了叶染的位置 李安局促 师父 我可以吗 苏默 你可以 而且是一定 把妈去掉 一周时间转瞬即逝 苏默在这一周时间里 把凤希格最近的情况 简单做了下调查 发现凤希格自从被叶染拉垮口碑后 所有的订单 基本都是靠奖士在支撑 难怪 奖商能够在凤希格有发言权 临上班前一晚 苏默百无聊赖地窝在沙发里打游戏 正打得认真 一条信息出现在屏幕置顶 你想不想知道附近的真正死因 第216章 空虚的漫漫长夜 附近真正的死因 看到这条信息 苏默眼睛瞬间眯了起来 下一秒 苏默退出游戏 点进信息 信息是叶染发的 两人没有微信 他直接发的短信 苏默信息发出 叶染那边秒回 你想知道吗 苏默吃笑 这是想吊着他 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资本 苏默 不想 爱说不说 老实说 他对附近的死其实 没什么好奇心 无非就是 做了幕后主使人的替罪羊 只要他把害死赵匡的幕后真凶找出来 附近的真正死因 不攻自破 况且 他也不觉得 叶染有那个能耐 知道真相 如果他真的知道 就凭他这张胡说八道的嘴 大概离死也不远了 苏默第二条信息 叶染那边没回 苏默盯着屏幕看了会儿 没等到回复 随手把手机扔在沙发上 起身去了洗漱间 被叶染这么一打岔 他也没了打游戏的兴致 从洗手间出来 散漫走到落地窗前看夜景 生理问题没了 苏默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 空虚是那种漫漫长夜 需要被人捧着宠着的空虚 想到这里 苏默自嘲轻笑 果然 人都是这样 没过舒坦日子之前 过得苦点也不觉得有什么 只要享受过那种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又把你次次 送到欲望之巅的舒坦日子 再回归这种清汤寡水 又清新寡欲的苦日子 说声不如此夸张了 但绝对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关于这点 他其实还挺佩服秦琛的 说断就断 半点不拖泥带水 这是不是就是 传说中看似深情的 往往最薄情 次日 清早八点 苏默准时出现在凤西阁 周一有例会 凡六不在 会议由他的助理主持 没什么重点 主要就是简单说了下 凤西阁后半年的计划 会议结束 助理跟苏默一起出门 带着笑意问他 苏师傅 不知道你跟五哥有没有联系 苏默挑眉轻笑 有事 助理说 如今我们凤西阁的情况 你也知道 缺大师傅 不知道五哥那边 苏默听懂他的话外音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师叔的意思 助理面露尴尬 这 苏默样笑 师叔跟大师兄的关系比我好 如果凤西阁真有这个需要 我觉得 让师叔亲自出马成功率 大概能大些 助理大笑 是 跟助理说完话 苏默踩着高跟鞋 回了办公室 他前脚进门 后脚就听到门外 传来了一阵争执声 他原本懒得出去看 忽然听到 有人喊李安的名字 李安 你怎么还好意思回来 奇师灭祖 我要是你 我绝对没脸出现在这儿 你不会觉得 有苏师傅撑腰 你就能在凤西阁 横着走了吧 我告诉你 对方话说之半截 苏默打开办公室门 懒懒散散的 已在门框上 漫不经心道 你想告诉他什么 对方 苏默人漂亮 气场又强 哪怕是笑着的 也半点 给人好说话的感觉 还有 有我撑腰 难道还不足以让他在凤西阁横着走吗 那需要谁撑腰才行 对方 苏默话音落 见对方始终不作声 细选 李安是我徒弟 我刚回公司正式上班 第一天你就给他难看 你这是在打他的脸呢 还是在打我的脸呢 说完 苏默脸上的笑意收起 目光屁靡看向对方 瞧见苏默冷了脸 对方一阵慌乱 苏师傅 我没有 苏默 仅此一次 对方脸颊涨红 周围还都是看热闹的人 捏紧自己的一脚接话 是 苏默画壁 看向李安 李安会议 跟着苏默进门 苏默往里走 靠坐在办公桌上 挑动红唇 刚想说点什么 放在桌上的手机 突然震动他垂眸 是几灵的信息 今天晚上 下班后来我这吃饭 不准找理由拒绝 第217章 掉马呀 真浪 几灵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苏默自然是 没有拒绝的可能 他私存了话 拿起手机回复 好 给几灵回完信息 苏默收集手机 看向李安 简简单单叮嘱 以后再凤锡阁 挺着腰杆横着走 别给我丢人 李安闽纯 是 师傅 苏默 工作就是工作 不用费心交朋友 不用搞那些无用社交 李安成英 明白 苏默又道 遇到小人就跟我说 我能给你摆平的 我就给你摆平 我不能给你摆平的 我们师徒俩一起收拾铺盖卷滚蛋 李安被苏默感动到 眼眶微红 不等李安把感动的话说出口 苏默朝他青台下河 别感动 去工作 李安 嗯 目送李安离开 苏默用指尖捏了捏眉心 李安这性子 但莫是够了 但不够强势 得培养 不然以后即便出师 也容易吃亏 大概是清早的是起到了震慑 苏默这一天 过得极为消停 就连夜染 都没来他面前刷存在感 下班 他卡着点离开 打车前往几邻的小区 车抵达小区门口 苏默付钱下车 顺便去附近的超市 买了点东西 十多分钟后 他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按响几邻的门铃 几邻亲自开的门 手上粘了面粉 看样子 应该是在包饺子 瞧见他手里的东西 几邻称怪的看他 怎么又买东西 上次你买的东西 我还没吃完 苏默玩耳 慢慢吃 保持七长 几邻 浪费钱 苏默嘴甜 孝敬您 怎么能算浪费 几邻 你啊 几邻嘴上还在责怪 但眼里已经满是笑意 跟几邻打过招呼 苏默去洗手间洗手 随后进了厨房 帮忙包饺子 他在做饭这方面 向来没什么天赋 饺子会包吗 会 就是包出来奇丑无比 而且还容易露馅 看着他毫无长进的厨艺 几邻忍俊不惊 要不你去玩会儿手机 苏默回笑 那怎么能行 一旁保姆笑着插话 季老师 是怕待会儿我们一群人 都要跟着你喝饺子汤 苏默闻眼挑眉 一群人 几邻 你师兄们也来 师兄们 那就不是只有一个 苏默笑盈盈 大师兄也来 几邻 嗯 苏默 哦 顿时 苏默觉得今晚这场饭局 像是鸿门宴 看出苏默眼底笑意收起 几邻把手里包好的饺子放下 随手又拿了个饺子皮 壮似无意说 你好像对你大师兄有意见 苏默红唇勾笑 没有 几邻耐心十足道 你大师兄那个人 是比一般人心高气要险 嗯 几邻 你师父生前最喜欢的 就是你大师兄 苏默聊眼眸 眨眨眼 故作一脸认真 师父生前最喜欢的徒弟 不是我吗 几邻笑出声 是是是 你师父生前最喜欢的就是你 昏黄灯光 氛围温馨 包碗饺子 保姆炒菜 几邻跟苏默到客厅坐着 几邻问起苏默的感情生活 最近有没有谈恋爱 苏默人靠在沙发扶手上 拿过一个橘子包皮 刚分手 几邻狐疑 嗯 苏默善笑 三师兄跟四师兄没跟你说吗 我之前在长乐县谈了个男朋友 几邻好奇 为什么分手 苏默只见晶莹剔透 捏起一半橘子未进嘴里 因为 他刚说了句 因为 门铃突然响起 几邻叔弟起身 应该是你大师兄他们到了 我去开门 等我回来再详细问你 你这孩子真是的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我说 几邻边往房门口 走边碎碎念 听到房门打开 听到几邻喊门外的人小五 苏默自意懒散的低垂眼眸 挑橘子上的白丝 数秒 几邻蛇身回来 继续说 为什么分手 苏默练笑抬眸 因为 苏默话说至一半 在看到站在几邻身后的高大男人后 人愣了下 随即反应过来什么 柔情似水的眸子眯起 第218章 谁是禽兽 我不说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苏默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那位所谓神秘的大师兄 会是秦琛 两人四目相对 秦琛眼底平静一片 苏默眼里全是秦朝 见苏默说着 说着没了音 几邻也没计较 开始给两人做介绍 默默 这就是你大师兄 苏默红唇轻挑 似笑非笑 大师兄 大师兄三个字 从苏默嘴里说出来 意味深长 秦琛低头看他 嗓音速冷疏离 嗯 瞧见两人不熟络的模样 几邻伸手推秦琛 小五 坐 秦琛诞声接话 谢谢师母 秦琛话音落 门铃再次响起 几邻没多耽搁 转身再一次去开房门 待客厅里 只剩下苏默和秦琛 苏默脸上满是嘲弄 秦老板 秦琛面不改思回看他 看他这样镇定自若 苏默被气笑 心理素质真强 秦琛 那我该是什么反应 秦琛不打反问 把苏默问得一愣 秦琛继续道 当着师母的面问 问你为什么甩了我 苏默 楚行和陆仓进来时 被客厅里的低气压 吓得一机灵 看到客厅里的两人 更是恨不得自戳双目 四人八目相对 两个当事人都挺淡定 倒是楚行和陆仓 不管是表面 还是内心都慌得一皮 两人皆是硬着头皮开口 楚行 大师兄 小师妹 陆仓 我们师兄妹四人 终于团聚了 苏默冷笑 是啊 终于团聚了 这顿饭 除了几邻 几个人都是实难下咽 不过苏默和秦琛 心理素质不错 没怎么表现出来 可楚行和陆仓不行 一顿饭兑饰了好几次 每一口饺子 每一口菜 都吃得形同嚼辣 今天的饭菜不合胃口 终于在看到 两人第N次艰难的吞咽表情后 几邻忍不住问出了口 楚行 没有 师母 很好吃 陆仓脸上的笑笔哭还难看 师母 不是不合胃口 是太合胃口了 我有点舍不得吃 几邻被逗笑 油嘴滑舌 饭后 保姆收拾餐桌 几个人去客厅 谈起文宣阁重新开业的事 提起这件事 几邻抹眼泪 我对七七的事一窍不通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们师兄妹几个人 能回来坐镇 当然 主要还是看你们的意愿 你们不愿意 我也不勉强 几邻话落 在场的四个人都没有表态 过了一会儿 秦晨率先开口 他们三个都忙 师母 我回来坐镇吧 秦晨说吧 楚行和陆仓都没吭声 苏默坐在一旁的单人沙发上 盯着三人看了会儿 怀疑三人是提前商量好的 唇角提了提说 我倒也不是很萌 几邻闻声一脸感动看向苏默 苏默回笑 视线从几邻脸上掠过看向秦晨 大师兄 我陪你 秦晨神情漠然 嗯 半小时后 四人从几邻小区出来 楚行和陆仓几乎是第一时间 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连招呼都没打 生怕惹祸上身 等到只剩下苏默和秦晨 苏默转身看向他 秦晨这个名是真的还是假的 秦晨低垂眼眸回看他 从兜里掏出烟盒 叼了一根在嘴前 用手拢着风点燃 抽了一口 吐烟圈 真的 苏默讥笑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吧 秦晨侯杰滚了滚 眼底谋色暗沉 你觉得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 我会睡你 苏默瞳孔猛的一缩 秦晨哑声说 我又不是禽兽 连自己的师妹都不放过 第219章 受害者情 秦晨这话是真是假 无从考究 不过他神情挺认真的 而且脸上还有适度的隐忍 就是那种被抛弃后 又猝不及防再见 想避开 又没办法避开的隐忍 苏默胸口有情绪翻滚 瞧着他的表情 舌尖抵过背齿 语气散漫 你觉得我会信 秦晨嗓音沉沉说 我们俩是怎么开始的 你是不是忘了 苏默被问的一夜 两人当初开始 是他主动的 是他提出当僻友 也是他提出交往 想到这些 苏默利色的眼神稍有缓和 确实 他又不是神算子 怎么能精准算到这些 冷静下来 苏默愈怒没怒成 反倒落了下风 被他抛弃的一穷二百钱男友 摇身仪变成了行内翘楚 而且还是压他 一头的大师兄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苏默抿着唇 表情变得古怪 秦晨冷声 你还有别的事吗 苏默里亏声弱 没了 秦晨嗚了一声 在他的住室 下上了一辆车离开 一辆价值四百万的兵力飞驰 苏默 目送秦晨离开 苏默打了辆车回家 在路上 一股子无名之火无处发现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软慧的电话 彩琳响了话 电话接通 不等软慧开口 苏默率先噼里啪啦 把今晚发生的事 跟他吐槽了一遍 是不是很搞笑 软慧声音平静地出奇 嗯 苏默这会儿正在气头上了 没察觉到软慧的异常 继续说 你知道他开的是一辆什么车吗 软慧小心翼翼接话 什么车 苏默气笑 价值四百万的兵力飞驰 软慧 哦 苏默又说 你知道我们俩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着他坐什么车吗 软慧吞咽唾沫 隔着手机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你说 苏默道 嗯 手大众 真的 那个车 说起那个车 苏默倒吸了一口气 强制压火 算了 懒得吐槽了 听出苏默是真的怒 软慧轻咳两声 你还好吧 苏默实话实说 不好 软慧 你们俩吵架了 苏默轻哼 本来是想吵的 软慧问 那后来为什么没吵 苏默咬牙 磨牙根 因为我李亏 软慧沉默 此刻软慧的内心 高啊 这个手段 这个安排 绝了 明明做错事的是秦琛 最后自觉李亏的 却是苏默 以苏默的性子 这要是他知道 一切都是套路 这会儿大概十有八九 能扒秦琛一层皮 可你看他现在 气得要死 怒得要死 也只敢打电话跟他吐槽 面对秦琛 敢怒不敢言 软慧心里暗暗佩服秦琛 并发誓要跟他学习 到时候学以致用 分手时 再也不用有负罪感 想跟谁分跟谁分 想什么时候分 就什么时候分 再也不用担心分手难题 So easy 软慧在电话那头开小差 苏默怒气发泄完了 人犹如霜打了的茄子 软慧 软慧回神 嗯 苏默惆怅 我现在该怎么办 软慧高深莫测到 已不变应万变 苏默 提不动我不动 软慧话题突然跑偏 以前你动吗 听到软慧的话 苏默脑子里瞬间想到了不该想的 如耿在喉 悄悄骂脏的 动过 累半死 最后还是秦琛反客为主 把他伺候的欲仙欲死 跟软慧挂断电话 苏默脑子乱哄哄一片 郑出神 拿在手里的手机 震动了两下 他垂眸 屏幕上跳出秦琛的信息 除了身份 我没骗过你 言外之意 他是受害者 第220章 玩弄 秦琛的信息 苏默没回 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回 他除了身份 没骗过他 然后呢 错都在他呗 他玩弄了他的感情 玩弄了他的身体 最后还没心没肺的提了分手 不能想 想到就觉得糟心 苏默刚刚打电话的时候 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想着 反正是在出租车上 自己跟司机也不认识 到地方结账下车 两人彼此消失在茫茫人海 谁知道 司机却是个热心肠 见苏默一脸苦恙 笑呵呵的说 小姑娘 你男朋友骗了你 苏默长腿交叠 人靠在座椅里 钱难有 司机他有钱骗你没钱 苏默漫不经心回应 嗯 司机笑出声 我想那个小伙子 一定非常喜欢你 苏默挑眉 瞧他看过来 司机在那视镜里跟他对视 解释 你想嘛 现在这社会 都是没钱人装有钱 有几个是有钱装没钱 尤其是在自己喜欢的姑娘面前 哪个男人不是打肿脸充胖子 苏默不吱声 司机又说 我想他肯定是很喜欢你 所以希望你喜欢的是他这个人 而不是他的钱 苏默 很谬论 但成立且说得通 苏默敏唇 忽然想到 秦琛跟他告白那会儿说 对他是一见钟情 庄穷是想试探他 苏默提一口气 又想到了点庞的 想到了后来 他用两个手机号跟他联系 那会儿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 车底达紫荆团圆 苏默付钱下车 过了一会儿 他乘电梯上楼 刚下电梯 就听到李安喊他 师父 李安房子比他小 却比他布置得有人情味 此刻房门敞着 有饭菜香味从里面飘出来 苏默迈不进门 怎么不关门 李安笑着接话 一踢两户 这曾就你跟我 不用关门 说着 李安把锅里的排骨盛出来 转身让他看 师父 要不要尝尝 我记得 你在尝了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秦老板 做的糖醋排骨 秦老板 提到这三个字 苏默心里一睹 看出他表情有意 李安笑容微僵 急忙解释 师父 我 苏默呼的一笑 没事 说完 人往橱柜上椅 瞧着李安手里 色香味俱全的排骨说 秦琛 李安静等下 闻苏默撩眼皮 就是五哥 李安愣住 苏默轻笑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个五哥 李安 苏默红唇挑动 尽量使自己看起来无所谓 我最开始也不知道是他 纯属意外 李安 具体的 苏默没跟李安说太多 他之所以跟李安说这些 是为了避免以后遇到 他不知道秦琛的身份搞乌龙 说完 苏默没留下来吃晚饭 蛇身回了自己的房子 回到家 苏默站在玄关处 蹬掉脚上的高跟鞋 光脚往里走 走至冰箱前打开 拿了一罐冰镇啤酒 烦过了秦琛的事 他又开始想今晚几灵的话 文宣阁开业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过他还是很好奇 几灵这么执着于 重开文宣阁 到底是为了什么 真的只是为了怀念赵匡 想了半晌 苏默没想通 长嘘口气 把手里的啤酒 一口气喝了小半罐 起身去了浴室洗漱 从浴室出来 他用手拢长发 静止回了卧室 临睡前 他在他跟楚行 和陆仓的三人群里 发了个表情包 一个小孩 竖中指的表情包 信息发出 时辰大海 两人跟长眠了一样安静 这一晚 苏默睡得极不安稳 梦里浑浑噩噩 全是秦晨的身影 第二天清早 他还没睡醒 就被一通电话吵醒 他拧没迷迷糊 按下接听 还没来得及开口 电话那头 就响起一道交集的声音 苏师傅 你什么时候来公司 出事了 第221章 嫁祸 出事 听到这两个字 苏默秀眉拧得越发厉害 他起码有大半年 没接到过这种电话 不过在其位谋其职 即便他心里觉得不痛快 面子上也不会表现出来 出了什么事 对方说 讲师那边订了几个百件 说是送给重要合作客户的 今天要送出的时候 发现成品有瑕疵 苏默闻言挑眉 什么叫有瑕疵 他做推光七七这么多年 就没听说过 成品有瑕疵这一说 有瑕疵的东西 还能叫成品 那不是废品 大概是随了赵匡 他在工作上 向来都是严于滤己 也严格要求别人 绝不允许经他手的东西 出现任何问题 哪怕那个问题很小 微乎极微 面对苏默的反问 电话那头的人都快急哭了 苏师傅 我说不清 你还是亲自来看看吧 现在樊总不在 公司只有你能做主了 樊六不在 苏默 知道了 挂断电话 苏默起身洗漱 出门时 他敲响李安的房门 顺路烧他去公司 坐在出租车上 李安把自己的手机 拿给苏默看 苏默垂眸 扫了几眼 红唇勾起一抹灭笑 李安加了凤锡格的工作群 群里如今炸开了锅 前两天我看东西 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瑕疵啊 看样子 好像是被动了手脚 蒋氏的东西 谁敢动手脚 现在怎么办 等苏师傅来处理 苏师傅行吗 不行联系下叶师傅呢 叶师傅跟蒋氏的蒋总 最后一条信息发出来 群里顿时安静如丝 李安说 这条信息是个新人发的 他不知道 你跟蒋总以前的关系 苏默唇脚弯弯 不提这个人 我都快忘了 这句苏默没说谎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 秦琛的 几邻的 附近的 还有叶人的 他是真的没有想起过 蒋商这个人 这大概就是他的本性 薄情寡幸 车抵达凤锡格 公司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苏默带着李安城电梯上楼 刚下电梯 就见自己的办公室门口 站满了人 瞧见苏默 一群人主动让出一条路 苏默多余的话没说 直接切入主题 把东西拿到我办公室 人群里有人接话 是 苏师傅 过了一会儿 苏默进办公室坐下 几个人拿着百件进门 苏默轻飘飘扫了一眼 不由得拧眉 不过他没开口 而是朝李安抬了抬下河 看看哪里不对 李安 是 师傅 说完 李安上前俯身仔细观察 一共四件百件 李安观察了约莫二十分钟左右 直起身子看向苏默说 第一件百件挂灰次数不够 不够平整 剩下的三件 毛病是一样的 应该是七有问题 不是天然大七 李安画壁 办公室里安静如斯 苏默坐在办公椅上 似笑非笑 你们跟我说 这是有点瑕疵 一群人 苏默 这件事我处理不了 这是瑕疵吗 这分明就是四件残次品 严格意义来说 连残次品都算不上 苏默言辞犀利 半点面子 没给做这几样 推广气气的师傅留 办公室里的几个人 闻言大气都不敢喘 空气里安静了 差不多四五分钟左右 有人壮着胆子试探开口 苏师傅 可是今天已经到了交货的时候 讲是那边 苏默 这四样百件是谁做的 有人接话 是叶师傅新收的徒弟 苏默善笑 新人 对方 苏默 徒弟闯了祸 自然是师傅背锅 联系叶染 让他自己处理 对方面露难色 话音刚落 门外忽然响起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叶染啊 叶染不在 难道就没其他人能主事吗 我听说 苏默不是回来了吗 让他出来见我 第222章 作局 门外的人说话豪横 苏默听着 不由地轻挑了下眉梢 这个声音他记得 前几天他刚跟对方通过电话 是父亲那位站便宜没够 却完全没有尽过为人母责任的 生物学母亲父母话落 有保安加以阻拦 你如果再这样 我们就报警了 父母撒泼耍魂 报 你现在就报 谁不报谁是孙子 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听出对方要来真的 父母的撒泼声越发高涨 一哭二闹 人往地上一坐 又是用手拍地 又是扯着嗓子哭闹 完全就是一个泼皮 这都是什么事的 没天理啊 你们这些人仗着有权有势 先是把我儿子害死 现在又想趟我儿子的丧葬废 可怜我一个农村妇女 什么都不懂 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为所欲为 论无赖 苏默活了30年 在他有限的人脉圈子里 父母如果称第二 绝对没人敢称第一 听着外面的哭闹声 李安满眼担忧地看向苏默 察觉到他的视线 苏默回看他 红唇勾笑 李安 师父 苏默没说话 只递给他一记安抚的眼神 过了几分钟 眼看门外的情况越来越糟 苏默站起身走向门外 父母正无耻至极地 用头撞保安队长小富呢 瞧见苏默 整个人愣了愣 动作停下 苏默玩儿 阿姨 父母眼珠子在眼眶里滴溜地转 最后倾可两声跟苏默说 我要见叶染 苏默笑笑 大当答应 可以 父母将信将疑 真的 苏默 这本来就是你们俩的私事 你想见他私下聊 很正常 苏默这话说得四两拨千斤 首先 是把这件事定义为是父母跟叶染的私事 其次 又潜移默化地再传递给他一种思想 私下聊 苏默化落 父母果然一根筋 顺着他的话说 那你现在让叶染来见我 苏默唇角弯起 没问题 说吧 苏默转头看向叶染的徒弟 联系你师父 让他马上来公司一趟 小徒弟闻言 吞咽唾沫 大气都不敢喘 更别提接话 看出他的心思 苏默善笑 要不你来处理 小徒弟 我 我给我师父打电话 俗话说得好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龄头各自飞 夫妻这么亲密的关系 在遇到大难时 都选择各自飞呢 更何况只是一个前表的师徒关系 倒不是所有师徒关系都前表 但叶染跟他徒弟的 一定很前表 李安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凡叶染新收的这几个徒弟里 有一个有脑子的 看到李安这个前车之剑 都不能跟他一条心 在苏默的注视下 叶染的小徒弟 拨通了他的电话 彩琳想了一会儿 叶染那头接起 声音不同于这两天的剑拔弩张 恢复了之前的唇良 月月 怎么了 是 师父 公司这边出事了 叶染 什么事你别急 慢慢说 我 我们要攻击奖士的那批货出现了问题 还 还有就是 父 附近的母亲找来了公司 提 提出要见您 叶染镇定自若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 叶染的反应太过异常 苏默正私存 就听到电话那头的叶染 与其不卑不亢说 五哥 你不用陪我去 这点小事 我怎么好麻烦你 紧接着 叶染小徒弟手一抖 按下了免提 手机隔音本就不好 秦辰接话的声音 更是听得一清二楚 没事 顺路 第223章 机不择时 听到秦辰声音的那刻 苏默脸色骤变 不过转瞬即逝 很快就恢复了自然 时间短到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不是欣系如晨 又一直注意着他一举一动的人 完全发现不了 叶染跟秦辰在一起 这个认知 让苏默顿时像是吃了一只苍蝇 电话挂断 叶染的小助理看向苏默 表面瞧不出异样 但言底已经带了隐隐的得意 连说话底气都足了不少 苏师傅 我师傅说他马上过来 说完 又炫耀式的补了剧 我师傅跟五哥在一起 对方话落 苏默没说话 但围观的人群里 却炸开了光 五哥 这个称呼在这个圈子里 向来只属于某个特定的人 是那个五哥 肯定是 那个五哥 不是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吗 怎么会跟叶师傅在一起 男人跟女人 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也没什么私交 你说 为什么会在一起 你没听到吗 五哥还说 要陪着叶师傅 一起来处理这些事呢 明摆视乎着 怕受委屈 人群里议论声四起 苏默懒得听 给跟出来的李安使了记颜色 转身回了办公室 流言蜚语 往往就是这么来的 捕风捉影 再加上几分 绘声绘色的润色 让你不幸都难 见苏默离开 父母有些急了 忙不迭上来 想要阻拦 瞧出他的意图 李安适时把人拦下 阿姨 父母怒瞪他 你是谁 李安客客气气 脸上却没多少笑意 苏默是我师傅 文言父母脸色稍微缓和些 李安又用紧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有些事 我师傅不好表现得太明显 我陪着你 听到李安的话 父母眼睛闪过一抹亮光 接下来 父母气定神闲 底气十足 他不知道什么五哥不五哥的 他对这个圈子里的人也不了解 但他知道一点 苏默是个有本事的 在这个圈子里说话 也极为有分量 他很久之前就见识过 那会儿 他还想让附近讨苏默当老婆呢 谁知道 最后他的耳边风附近没听进去 倒是听了苏默的话 跟他断了关系 想到这儿 父母眼里满是对苏默的不满 不过没几秒 他又反应过来 现在他全指望苏默 眼底厌恶收起 看向李安的眼神里 满是讨好的笑意另一边 苏默回到办公室后 静止走到办公以前坐下 他办公室里的人都去看热闹了 只剩下他一个 他没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 长腿交叠 细腰靠在座椅里 万种风情的毛子里 带着薄怒 秦琛跟叶然 秦琛 苏默冷笑 半小时后 他站在落地窗前喝咖啡 门外再次吵成了一团 他回眸 隔着敞开的房门 恰好对上叶然挑衅的眼神 苏默眯眼 见过人做死的 第一次见有人上赶着找死的 两人对视 苏默头微微偏了偏 用口型倒计时 五 四 三 叶然一脸猛不减 等到苏默念叨一时 父母直接冲上前 扯出了他的头发 哪怕他奋力挣扎 哪怕有保安和他几个徒弟帮忙 他也没能挣开父母的魔掌 眼看父母手里 全是从他头上扯下来的发丝 苏默慢悠悠地走出办公室 他没去劝架 而是眯着眼看向秦琛 恢复真实身份的狗男人 果然不一样 气场强大 又惹人注目 单单只是站在那里 就足以让情斗初开的小姑娘们 春心荡漾 苏默看秦琛的同时 他刚好也在回看他 两人四目相对 苏默红唇挑动 无声嘲讽 饥不择食 第224章 逗弄他 苏默表情玩味又意味深长 懒懒散散地掉掉 嘲弄味儿十足 相比于苏默的情绪外露 秦琛则是喜怒不形于色 苏默这讥讽 就像是一拳砸到了棉花上 力道不小 却没有回应 感觉不痛快到了极致 叶染那头 好不容易在几个徒弟和保安的帮助下 从父母手下挣脱 妆容倒是还好 但发型乱糟糟 身上西服套装 也被撕扯得皱皱巴巴 他紧抿唇脚 泪眼婆娑 看向秦琛 那副娇娇弱弱的姿态 急易挑起男人的保护欲 苏默看在眼里 唇脚勾笑 不等夜然把 示弱的话说出口 苏默率先开口 各位去我办公室聊 想装可怜 行 给你个上台表演的机会 几分钟后 几个当事人出现在苏默办公室 事情需要一件一件处理 当务之急 就是解决父母的事 不是别的 主要是有父母在 其他事也没办法处理 父母说到底还是为了钱 又哭又闹 就是为了要附近的丧葬费 办公室里没旁人 唯一称得上外人的 就是秦琛 夜然哭得梨花带雨 把柔弱的外表 和强大的内心 表现得恰到好处 这笔钱我没办法给你 当初附近跟我说过 你对他从来没有 尽到过做母亲的义务 我不怕别人戳我几两骨 可我不能让附近死不瞑目 夜然演技不错 不说别的 就单单这两句台词功底 没个十年八年 绝对练不出来 只不过 浪费了他的好演技 在场的没几个人买账 苏默和李安深受其害 早看透了他的真面目 至于父母 一心未前 唯有秦琛或许会买账 可他山崩于前不惊 地陷于后不拒 着实不好猜 他是买还是不买 从进办公室开始 苏默就没再把注意力 放在夜然身上 细腰靠着办公桌 明晃晃地盯着秦琛看 他视线太过灼热 导致秦琛几度醋眉 见他神情终于 有了那么点反应 他唇角弯笑 轻挑颜味 则 不装了 挑逗完秦琛 苏默回过头 来看夜然和父母 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拉扯半天 也没弄出个长短 他双手抱胸 淡淡开口 这样吧 我们走法律程序解决 夜然文言 一记冷眼朝苏默看过来 苏默样笑 一脸无辜 夜师父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总不希望阿姨 三天两头来找你麻烦吗 苏默说完 看向父母 父母以为苏默是偏向他 忙不迭接话 对对 走法律程序 让青天大老爷来评判 父母一句青天大老爷 让办公室里的众人 忍俊不惊 他瞪向众人 脸红脖子粗 父母蠢 但不代表夜然也蠢 他想反驳 可碍于秦琛在场 只能忍着 他本以为喊秦琛来能帮到他 没想到 反倒让他束手束脚 父母的事情解决完了 苏默示意李安送他离开 父母还想说点什么 李安挽着他的手臂 把人往外带 低声说 阿姨 您回去走起诉流程就行 您再在这里待下去 只会适得其反 父母 可我 李安 我认识一个律师 回头推荐给您 听到李安的话 父母以为是苏默安排的 顿时没开眼笑 送走父母 接下来就轮到讲师的事 苏默让人把东西拿给夜然 多余的话没说 只遣笑嫣然道 这批货 劳烦叶师傅亲自送去讲师 夜然 苏默 叶师傅是觉得送不出手 夜然依旧不说话 苏默善笑 现在已经到了跟讲师交成品的日子 夜师傅不去 指望谁给你背这个锅 说吧 苏默朝他抬了抬下盒 把话说得直白 不然 你在我们这几个大师傅里面 选一个背锅侠 夜然面色骤然难看 这是这个行内常有的事 等级高一些师傅犯错 找下面的大师傅背锅 这就好比在别的行业 老人犯错拿新人顶包 随着苏默话落 气氛陷入了凝固 夜然将占半晌 最后咬着牙说 我自己徒弟犯的错 我自己处理 苏默玩耳 再好不过 苏默说完 夜然转身带着自家徒弟离开 临走前 夜然转头看向秦琛 正准备说话 苏默红唇挑动 打破了两人之间勾勾搭搭的氛围 大师兄 我有话跟你说 第225章 当初你没舒服 苏默话落 红唇勾笑 气氛僵了几秒 夜然看出 苏默是在故意给他难看 敏唇脉部离开夜然 前脚离开 后脚其他人也散了 待办公室里 只剩下苏默和秦琛 他走到窗前 放下百叶窗 顿时 办公室内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自从分手之后 两人还没单独相处过 突然相处 氛围说不出 是暧昧多一些 还是尴尬多一些 最先开口的人是苏默 他沉不住气 只见他踩着高跟鞋 走到秦琛面前兴尸问罪 你为什么会跟夜然在一起 秦琛垂眸看他 目光深沉 瞧不出真实情绪 你在以什么身份问我 苏默一时语色 秦琛又道 前女友还是小师妹 苏默明明唇 欲言又止 最后什么都没说 把唇脚抿成了一条直线 他不知道 但他就是想问 不问会憋得难受 见他不说话 秦琛嗓音速冷 跟你无关 苏默闻言 细眉竖起 咬住下唇 随着秦琛话落 两人之间陷入了僵局 两人就这么将战了七八秒 秦琛脚下步子迈开 跟他擦身而过 眼看秦琛就要走到房门口 苏默讥笑开口 秦琛 你当初在知道我的身份后 为什么没跟我分手 秦琛停下脚步回头 看着秦琛深邃的眼眸 苏默戏血 细腰懒洋洋的往办公桌上靠 说说呗 为什么 秦琛面无表情 你想说什么 苏默善笑 是不是觉得挺刺激 秦琛下河绷紧 苏默骨子里 就有骨子念坏劲 今天秦琛撂了他的面子 他自然也不准让他好过 挑衅一笑 继续说 又是自己堂弟的前女友 又是自己同事们的小师妹 秦琛 是不是睡起来挺带劲的 秦琛不吭声 看着秦琛紧绷的脸 苏默心情愉悦 爷鱼怎么不说话 说你心砍上了 秦琛侯解滚动 那你呢 问题像个回旋标 稍不留神 就回到了自己身上 苏默挑眉 我什么 秦琛哑声说 当初你没舒服 苏默呼吸一紧 秦琛踢看他 你当初不也享受了吗 苏默 接下来 秦琛没再说话 阔步离开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苏默一口气憋在胸口 踢不起来 也咽不下去 秦琛离开不久 办公室门被敲响 李安推门而入 见苏默脸色难看 李安走到饮水机前 给他倒了杯水递过来 苏默接过 抿了一口 红唇挑动 人走了 李安回应 嗯 苏默 有什么想问的 李安你没说 师父 你真的准备帮那个女人吗 我瞧着 苏默 不帮 李安 那您 苏默要笑不笑 看他们狗咬狗 心里舒服 说完 苏默话风一转 问李安 你觉得秦琛跟叶染是什么关系 李安张张嘴 又抿住 不好说 半赏 怕苏默难受 又补了句 师父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对秦老板 还有好感的话不妨 苏默挑眉看他 不妨什么 李安不说话 苏默知道他的意思 冷笑 让我跟他低头 做梦 他没错 错了也不认 头可断 血可流 面子不能丢 临近下班 苏默接到了樊六的电话 气息不稳 带了隐隐的怒气 默默 下班陪我参加一个饭局 苏默 嗯 樊六跟蒋总赔罪 第226章 不是软柿子 樊六为什么会跟蒋商赔罪 缘由可想而知 苏默听完 唇角勾了勾 直接拒绝 师叔 我觉得这种场合 还是让当事人去比较合适 他又不是当事人 那四个百贱 又不是他做的 他去到哪门子前 说到底 樊六在这方面 跟附近的心思一样 无非就是想拿他 当缓和关系的垫脚石 可惜 他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听到苏默的话 樊六陌生了话 苏默淡笑 继续说 师叔 有些窗户只不捅破 不代表我看不清 比如当初 我从凤隙阁离开 樊六到西切 打断苏默的话 我让叶染去 苏默玩耳 好 挂断电话 苏默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当初他被液染陷害 从凤隙阁离开 要说没有樊六在背后 推波助澜 他不信 至于缘由 他也能猜得到 功高盖主 不论放在哪个公司 都是大机会 苏默最大的缺点 就是不懂藏桌 那个时候 他锋芒太过 再加上那会儿的凤隙阁 人才济济 缺他一个 或许会损失一部分客户 但也绝不会寸步难行 所以 他就成了那颗气子 至于现在 为什么樊六 又迫切地邀请他回来 也有缘由 楚行和陆仓另立门户 阮慧也走了 其他几个大师傅 也走得七七八八 能站出来顶梁的 只有一个夜染 说实话 夜染的能力 在新人堆里 或许还行 但是要放在大师傅堆里 真不够看 连明都排不上 樊六又不蠢 现在凤隙阁 已经是外墙中干 如果再没一个 能拿得出手的大师傅 没落 在行内站不住脚 是迟早的事 恰好苏默 又表达了想回来的想法 两人一拍即合 跟樊六挂断电话 苏默在办公室坐了会儿 下班回家 路上 他跟李安一辆车 靠着车窗私存 自己也该买一辆待不车 不然去哪里都不方便 考虑好 苏默雷厉风行 把李安在小区房门放下 让司机调转车头 去了4S店 逛了几家 最后订了辆红旗 LS7 全款下来 160万出头 销售人员给他推荐贷款 洗脑程度堪比当年 卖保险的 说了贷款的诸多好处 仿佛他要是贷款买车 这辆车就是他白得的 苏默耐心有限 直接掏出银行卡 递到了对方面前 他不选择 让对方选 让他全款 或者他出门诱拐 去买别的车型 销售人员尴尬 结果银行卡 做最后挣扎 其实 苏默 全款 谢谢 销售人员 他从不主张提前消费 因为他自知玩不过资本 别听什么口号 有花钱的欲望 才有赚钱的动力 花钱的欲望一直有 但赚钱的动力 寸步难行 还有什么金融消费 搭建财富桥梁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是 共创你是参与了 但美好未来 一定没你的份 房奴是你 车奴是你 月月勒紧裤腰带的 还是你 刷完卡 苏默从4S店出来 给阮慧打了通电话 问他在哪 阮慧接起电话 声音压得极低 跟做贼似的 正好准备给你打电话 苏默 你找了有福之福被抓了 人光着身子在阳台 阮慧 呸 我是那种没三观 没底线的人 苏默调侃 那你这么神秘事 阮慧兴致勃勃 我给你发位置 过来一起看好戏 第227章 两场好戏 阮慧说的好戏 确实不错 主要有两波 一波是樊六 叶染和蒋商 还有一波 是秦琛和陆仓 苏默抵达时 阮慧已经给他 选择了一个黄金位置 供他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这个位置怎么样 苏默用手无脸 不怎么样 太显眼 他们是能看到别人没错 可别人也能看到他们 阮慧给他沏茶 别在乎细节 苏默拿过茶杯喝了一口 挑眉 这几位是 阮慧说 蒋商和叶染这边 听着像是在道歉 茶水入口 味道甘甜 苏默朝阮慧眨眨眼 示意他说后续 阮慧神神秘秘亲身 那两位是相亲 苏默闻言 刚入口的茶水呛了嗓子 倾壳不断 阮慧用手拍他后背 挤眉弄眼 有危机感了不是 苏默平稳气息 谁相亲 阮慧看热闹不嫌事大 秦老板呗 苏默闽唇 阮慧 别说 自从知道秦老板的背景之后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立马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气场起码两米八 苏默 剩下的是 用钱堆起来的吧 阮慧说 钱能捕捉 苏默无语 既来之则安置 来都来了 苏默索性大大方方喝茶 边喝茶 边跟阮慧闲聊 边听声策的两拨人对话 首先是叶染这边 他姿态摆得极低 为四件七七百件的事道歉 樊六在一旁帮忙说和 蒋商人靠在座椅里 神情瞧不出什么异样 我需要一个交代 叶染 我可以弥补 下批货我亲自做 我这次是想给徒弟们一个机会 新人在这行很难出头的 所以我 蒋商打断 想弥补可以 但我不需要你来做 叶染倒吸一口凉气 樊六 蒋总您希望谁来做 蒋商道 苏默 樊六看一眼坐在不远处的苏默 这个 蒋商态度强硬 没有商量的余地 樊六不再吭声 三人说话的声音 除了叶染 蒋商和樊六都没有刻意压低 尤其是蒋商 似乎是在故意说给苏默听 阮慧看向苏默 用口型道 蒋商这是 苏默全然不在意 跟我无关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他之前已经把话 跟他说得够清楚 他要还纠缠不休 那真是剑出了浪花 阮慧轻笑 小声问 他如果回头是案呢 苏默 他想回头是他的事 我又不是他的案 苏默话落 一抬眼 看到一个打扮得体的女人 在秦琛和陆仓那桌坐下 女人长相不算出众 但跪在气质灼然 见苏默被女人吸引了目光 阮慧伸手在他手背上掐了一把 苏默痴痛回看他 阮慧似笑非笑 吃味了 苏默淡定喝茶 没有 阮慧 早知道秦琛这么有本事 你当初还会跟他分手吗 苏默敏唇没回答 会吗 十有八九是不会 毕竟他当初跟秦琛分手 更多的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 瞧见苏默不说话 阮慧心里了然了七七八八 又问 话说 你当初跟秦琛分手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嫌弃他穷 不应该啊 你也不是那种物质的人 况且 你又不缺钱 你 苏默踢看他 不是你说他没人卖 没本事 跟我在一起会有危险吗 阮慧 苏默 忘了 阮慧 下一秒 阮慧心虚喝茶 没敢再接这个话茶 他八辈子都没想过 苏默和秦琛 之所以会分手跟 结在他这里 这要是让秦琛知道 阮慧伸手默默 钻紧了自己的保时捷车钥匙 阮慧正心虚 苏默跟他打了声招呼 去了洗手间 解决完生理问题 苏默站在洗手台洗手 撩眼皮 看到门口楼道里站了两人 秦琛和蒋商 苏默挑眉 甩手上的水字 秦琛冷声 跟踪我 谈事情不去包厢 故意在他面前演戏 蒋商 彼此彼此 你呢 真的来相亲 第228章 难得典范 两个男人气氛剑拔弩张 苏默瞧着 只能看到嘴动 听不到说什么 如水的毛子咪了咪 看好戏似的 下一秒 他走出洗手间 两个男人瞧见他 顿时安静 苏默挑眉 红唇勾起抹面笑 淡定迈步离开 不愧是青唐兄弟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重新回到餐桌前 阮慧朝他嘖嘖两声 如果把夜染 那伙扔进黄河 全中国人民 都能喝上龙井 苏默问 怎么了 阮慧 你刚才是没瞧见 撒娇起来没下线 什么人都撒 刷新你的三观 挑战你的底线 苏默 阮慧没说话 只给了他一记 意味深长的眼神 让他自己考虑 撒娇没下线 除了对蒋商 还有谁 如今跟他坐在一起的人 只有樊溜 想到什么 苏默端起茶杯 一阵恶心 有些接受无能 秦琛和蒋商是十多分钟后回来的 两人脸色都算不上好看 阮慧在桌下用脚踢苏默 两个男人为了你争风吃醋 苏默嘲弄 没事少看玛丽苏 阮慧 难道不是 苏默品查 否认 不是 苏默不是妄自菲薄 是真不信 大家都是成年人 哪有那么多恋爱脑 再加上秦琛和蒋商 留给他的印象 一个现在恨不得对他拒之千里 一个之前为了利说舍弃 他们七年的感情就舍弃 说这两男人为了他争风吃醋 不如说他今晚买彩票 能中五百万几率大 片刻后 蒋商那边散场 只留下还在相亲的秦琛 苏默淡定闽查 余光却时不时扫过他那边 瞧得出女人对他很满意 女人最了解女人 对方跟陆仓说话的时候 哪哪都正常 不论是语气还是表情 但是轮到秦琛 就变得含羞待怯 不是有好感是什么 至于秦琛 苏默撇他 看不出真实情绪 这个狗男人就是这样 喜怒不形于色 情绪平 太平了 仿佛是结了千层的冰面 扔一块巨石下去 都积不去半点水花 阮卉看出苏默的注意力在哪 不敢吱声影响 暗措措为自己的保时捷护航 他已经错了一次 绝对不能再错第二次 十分钟过去 坐在秦琛对面的女人微笑开口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 路舱积极接话 留一个留一个 秦琛嗓音速冷 不了 听到秦琛的话 女人脸上笑意略僵 是对我不满意吗 秦琛说 抱歉 读懂秦琛的话外音 女人信心收回手机 又不死心 享有迂回的余地 我只是觉得 大家做朋友也挺好 秦琛不解风情道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结交异性朋友 秦琛把拒绝的话说得直白 女人尬笑 低头喝茶掩饰尴尬 苏默这边 在听到这段对话后 唇角无意识地弯了弯 放下茶杯起身 买单 走了 阮卉拎包紧随其后 这就走了 苏默 饿了 阮卉问 吃什么 苏默接话 讨鸭 阮卉急不走近 小声问 哪个鸭 苏默转头看他 我真想敲开你的脑袋 看看里面一天到晚 装的到底是什么 阮卉指不 一脸正色 你有职业歧视 哪个鸭不是为了生活 说完 阮卉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有些鸭失去的只是他的生命 但有些鸭 失去的可是他的尊严啊 绝症的妈妈 破产的爸爸 上学的弟弟 和破碎的他 谁没点苦衷 能出卖自己的尊严 阮卉说的义正词言 苏默起初是 一脸比一的瞧他 后来满脸玩味 朝他台下河 瞧见苏默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表情 阮卉心底咯噔一下 顺着他的视线回头 就见陆仓神情复杂地盯着他 阮卉嘴角清扯 陆总 陆仓一张脸 仗得通红 结 结身字号 第229章 危机感 陆仓一句结身字号 把阮卉对得哑口无言 阮卉抿着的唇抽了抽 有骂人的冲动 但想想 面前站着的 可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硬生生把骂人的话咽了回去 陆总说的是 见阮卉听进去了 陆仓倾咳两声 就属于爆棚 其实以你这样的条件 找个男朋友应该不难 阮卉不作声 面上笑咪咪 心里MMP 难不难还用你评价 追解的人手拉手 阵仗堪比谋奶茶 陆仓 还是找个男朋友 谈正经恋爱比较好 对 对身体也好 阮卉假笑明显 是 有了陆仓这个插曲 阮卉没了胃口 从茶馆出来 跟苏默道别 两人开车各回个家 路上 两人打电话 阮卉吐槽起 陆仓嘴下毫不留情 从他的外在到内在 剖析程度 堪比尸减 看着长得挺单纯 没想到内心那么龌龊 还让我洁身自好 他怎么不看看自己 每周都去夜店 然后又标榜自己洁身自好 玩出于你而不然呢 阮卉一句接着一句 苏默调侃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说 喜欢我四师兄吗 他就吐槽了 忘了之前给自己挖下的坑 最后抿了抿唇 咬牙切齿说 我这叫爱之深 恨之切 苏默 懂 车抵达紫荆庄园 苏默推门下车 顺便跟阮卉说 再见挂了电话 收起手机 他迈步往里走 刚走几步 就看到不远处站了一个人 那人站在树荫下 没灯光 但是仅仅平轮廓 苏默还是认出了对方 是奖商 苏默瞧了他一眼 仿若未见 拎着手包 静止上了楼 他前脚下电梯 后脚钻在手里的手机震动 屏幕上跳出一条信息 默默 我离婚了 他把奖商的联系方式 早都拉黑了 发信息的是个陌生号码 不过即便是陌生号 他也能猜得到对方是谁 唇角轻扯了下 没回复 进门后 随手把手机扔在了门厅柜上 等到他洗了个澡出来 准备拿手机点外卖 发现屏幕上又多了几条信息 不仅有奖商的 还有秦琛的 连夜染的都有 他指尖划过屏幕 一条信息没看 先点开某外卖 Api点了小龙虾 供养自己的武藏庙 然后才走到沙发前 坐下点净信息 他率先开的是夜染的 因为他发的最多 恰好在前排 苏默 不管我们俩之前有什么矛盾 我都希望你能有点团队精神 我们现在都代表着凤锡格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就算不为我考虑 也总该为凡总考虑 讲是那批货你来做 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我都答应 夜染断断续续发了一堆 忠心思想其实就一句 就是希望他能帮忙 收拾烂摊子 苏默眼含灭笑 没回复 退出 点进了秦琛的对话框 秦琛只发了两条 简言结语 其中还包括一个问号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跟你聊聊 文宣阁开业的事 苏默慵懒靠在沙发里 看着秦琛的信息 脑子里闪过今晚他相亲的画面 抿了抿唇 回信息 今晚就有 秦琛那头秒回 不过我现在很饿 还没吃饭 怕是力不从心 秦琛 想吃什么 苏默眼睛弯弯 不挑食 秦琛 半小时后开门 第230章 向前迈一步 看到秦琛的信息 苏默转手把自己刚点的外卖取消订单 秦琛说半小时就是半小时 他向来如此 卡点之准时 仿佛身体里长了个闹钟 半小时后 房门响起 苏默跳下沙发光脚去开门 房门打开 两人四目相对 苏默扬了下眼尾 身子侧了侧 示意他进门 秦琛低垂眼眸看他 在看到他踩在地上 动来动去的白嫩脚趾后 眉峰不自觉促了下 错开目光没坑上 苏默注意到了他的视线 洋装没看到 气氛有些微妙 白天两人还在公司吵闹 晚上他又拎了菜 到他这下厨 看着他挽起袖子进厨房 苏默吸腰靠在墙壁上 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 两人从来没分开过 不知怎么的 他忽然觉得心里 像是被滴入了柠檬汁 有些酸 也是在这一刻 苏默不想承认 但又不得不承认 他其实还挺怀念这一幕的 踏实又温馨 秦琛下厨 一如往常利索 三菜一汤 半小时上桌 苏默洗手落座 两人神情都挺自然 好像今天白天的不痛快 压根没发生 边吃边直接切入正题 聊文宣阁的事 秦琛 现在文宣阁没有法人 苏默夹菜的手微炖 聊眼皮 什么意思 秦琛嗓音嘀嘀沉沉道 我觉得师母肯定会在我们俩当中选一个 苏默皱眉 秦琛问 你觉得师母会选谁 苏默接话 我 秦琛 你会当吗 苏默直言 不会 他还想多活两年 法人表面光鲜亮丽 实际上就是背锅侠 秦琛把面前的松鼠鱼 往他面前推了推 嗯 我来当 苏默一顺不顺看他 秦琛低垂眼眸踢鱼刺 事情都到了这份上 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必要 他直白说 我觉得师母有问题 听到他的话 苏默心里一紧 秦琛把踢过鱼刺的鱼肉夹给他 你也怀疑 不是吗 苏默 敏唇 怀疑归怀疑 捅破这层窗户纸归捅破这层窗户纸 他对几鱼是有怀疑 但他从来没跟其他人说过 包括处刑和陆仓 瞧出苏默的顾虑 秦琛顺手又推给他一杯草莓汁 师父对我有恩 我不能看他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苏默自然接过秦琛递过来的草莓汁喝了一口 生极气 我对师母也有怀疑 秦琛说 抛开私人关系不谈 我希望我们俩可以站在同一战线 苏默回看他 私存数秒 接话 可以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 更何况 秦琛还是个不错的助力 一顿饭 两人的关系从分手前任 转变成了战略合作伙伴 饭后 苏默已在门框上 看秦琛洗碗 红唇勾笑 壮似无意问起 你今天在茶馆是相亲 秦琛背对着他 挤背威攻 瞧着特别有力量感 苏默 结果如何 秦琛声音素冷 不合适 苏默轻笑 我瞧着对方不错 秦琛回看他 目光幽深 两人对视 苏默轻挑眼尾 不似刚才聊正事时的一本正经 此刻的他妩媚妖娆 恢复了平日里慵懒的调调 怎么 秦琛 苏默 苏默戏谑 嗯 秦琛吼姐滚动 眼底也有莫名情绪翻涌 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心 第231章 后知后觉深陷 秦琛话落 苏默脸上的笑僵住 下一秒 秦琛跟他擦身而过 临走时留了句 文轩格的是随时联系 苏默文言 舌尖底背齿 没回头 则 他只是想调节气氛随口一说 也没别的意思 怎么还生气了呢 显得他好像很渣 另一边 秦琛乘电梯下楼 在夜幕掏出烟盒 敲出一根烟鞋 叼在嘴前 他压根也不是什么精英男 做不出那些拿枪拿掉的精英范 他头微微偏着 正准备用手拢着封点烟 忽然看到不远处树荫下走出来一个人 烟点燃 秦琛往空气中吐烟卷 跟对方对视 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蒋商率先开口 听说你们分手了 秦琛咬烟地 嗓音森冷 离婚不离家 没听说过 蒋商 我离婚了 秦琛全身散发着寒意 然后呢 蒋商讨厌秦琛这副凡事 十拿九稳的样子 跟他对质 这次我不会再放开默默的手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弹烟灰 不会再松开他的手 蒋商笃定 对 秦琛难得嗤笑 你现在有牵着他的手吗 杀人诛心 秦琛一句话 对着蒋商无话可说 片刻 秦琛把指尖的香烟掐灭 嗓音速冷到 蒋商 好好当你的蒋市总裁 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别碰你不该碰的领域 别惦记你不该惦记的人 蒋商 如果我碰了 也惦记了呢 秦琛冷声 你能承担后果就行 跟蒋商说完话 秦琛迈步走向停车场 蒋商盯着他的背影看 压迫感和怒火 同时朝他袭来 楼下战火燎原 楼上的苏默半点未知 秦琛走后 他去浴室洗了个走 抹身体乳的时候 意外发现 没了秦琛的头位 他的腰都瘦了一圈 真是不知道该说这是好事 还是坏事 洗完澡 他穿了件睡躺在床上刷具 刷着刷着 脑海里忽然闪过秦琛今晚那句苏默 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心 再搭配上他 那个时候的说话神情 莫名的 让他觉得心灵拧巴得不舒服 一阵心烦意乱 他索性退出了电视剧 转手点进了朋友圈 思前想后 觉得还是有必要跟秦琛解释一下 毕竟 两人现在怎么说 也算是合作伙伴有隔阂的话 总归是不太好 我今晚的话 没别的意思 发完 苏默觉得这句话 瞧着有点别扭 想了想 又打字 我只是觉得 你现在年龄也到了 对方瞧着也不错 就是很有好 出于好意的 打着打着 苏默指尖抵在输入键上 他打不下去了 太虚伪了 什么出于友好 什么出于好意 他压根就不是那么想的 他问出那句话的本意 就是想确定下 秦琛对相亲对象 有没有好感 哪怕已经亲耳听到他拒绝 可他还是想再确认一遍 意识到自己这些情绪 苏默人傻了 他在做什么 苏默这边正整理自己后知后觉 乱成一团麻的感情 拿在手里的手机振动 秦琛那边回了信息 苏默 我不是你 你玩腻了 抽身及抽心 我不一样 我得慢慢来 第二百三十二章 一步一局 如果爱情也有道德耻辱 这一说 那苏默算是被秦琛 钉死在了柱子上 看到秦琛的信息 苏默细腰软啪啪往后靠 过了数秒 他纤细指尖缠绕发丝 和上手机扔到了一旁 不回了 凡 人生有八苦 生 老 病 死 求不得 愿增慧 爱别离 五英胜 这八苦 谁都逃不过 次日 苏默刚去公司 就被凡六叫到了办公室 进门 不等凡六说话 苏默率先拉开椅子 在他办公桌前坐下开口 是夜染那件事 凡六脸色难看 似乎是难以启齿 默默 这件事 苏默输地一笑 可以 凡六一正 苏默说 我现在是凤细阁的人 我们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之前已经因为夜染的关系 导致凤细阁大师傅们 在近两年内 都不能参加任何比赛 如果再丢了奖 是这个大客户 苏默欲言又止 唇角弯笑 凡六叹口气 辛苦你了 苏默笑盈盈 师叔 抛开公司上下几步说 您还是我师叔 我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凤细阁没落 凡六起身 亲自给他倒了杯水 递给他 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凤细阁接下来还得靠你 苏默没眼含笑 有您在 我不敢拖大 从凡六办公室出来 苏默脸上笑一顿收 回到办公室 他拿起手机 给李安发了条信息 来我办公室一趟 过了一会儿 李安敲门 苏默 进 李安推门而入 苏默递给他一把钥匙 去我工作室 选四件 你能看得上演的成品 送去讲室 李安接过钥匙 没多问 师傅 苏默朝他台下河 去吧 李安 嗯 目送李安转身 苏默指尖懒散地 轻点在办公桌上 思存片刻 他拿起手机 找到秦琛的微信 发了条信息 讲室那边 你能说得上话吗 秦琛那头秒回 怎么了 苏默把夜染的事 大致说了一遍 然后说 这点小事 你如果出面的话 蒋老爷子那边 应该会给面子吧 他想过了 蒋商这件事 指定让他做 其实就是想跟他 有所交集 断了他念想的最好办法 就是从根源解决 直接选四件 平遥推光七成品送过去 既弥补了错误 也避免了制作期间 各种借口的接触 秦琛 知道了 苏默 能办吗 秦琛 能 临近中午 李安从蒋市回来 直奔他办公室 师傅 搞定了 苏默轻笑 蒋市那边什么都没说 李安回答 没有 苏默点点头 确定是秦琛那边帮了忙 苏默话落 看出李安脸上的疑惑 笑着开口 你是不是好奇我 为什么要帮叶然 李安接话 是 苏默说 我不是帮他 是没得选 就目前凤锡格 各位大师傅的能力来看 这件事 最后肯定会落在他身上 尤其是蒋商 还点名让他接手 与其拉拉扯扯浪费时间 不如大放接下来 还能做个顺水人情 听到苏默的话 李安似懂非懂 师傅 那我们接下来 苏默样笑 前段时间 凤锡格接了文物博物馆的单子 我去修复文物 你不是一直想学吗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我教你 李安欣喜接话 谢谢师傅 李安是个勤奋上进的 当初苏默也就是 看中了他这点 苏默玩耳 红唇挑动 正想说点什么 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震动 他垂眸 屏幕上跳出秦琛的信息 搞定了 但你今晚得跟我回蒋家一趟 第233章 猎人vs猎物 瞧见秦琛的信息 苏默轻挑言尾 让他跟他回蒋家 苏默带着几分胡逸拿过手机 指尖点在屏幕上 回复 秦琛 我没跟他们说 我们俩分手的事 苏默了然 哦 原来秦琛搞定的方法 是让他依旧顶着他女朋友的名头 这样一来 确实可以省很多事 蒋商就算对他再于情未了 也不能明目张胆地 抢自己堂哥的女朋友 即便他有这个想法 蒋家也不会同意 豪门世家 脸面比什么都重要 下午 苏默卡着点下班 他本来想自己开车去蒋家老宅 正乘电梯下楼 接到了秦琛的电话 秦琛简言结语 嗓音速了 我在你办公楼下 苏默 接我 秦琛 嗯 挂断电话 苏默精英剔透的指尖 百无聊赖地 在屏幕上无节奏轻敲 有那么一瞬间 他有些后悔 自己的恋爱经历有些少 面对这种对前男友 还有好感的戏码 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像以前一样随心 可他现在还是他大师兄 在身份上 就不能让他像以前一样 随心所欲 真的谈一场恋爱 倒也不是不可以 可万一分手呢 思寸间 苏默已经走出电梯 秦琛的车 就停在凤隙阁办公楼下 十分显眼 秦琛站在车门前 利罗寸头 搭配一身休闲装 男人位十足 瞧见他 苏默眯了眯眼 脑子里忽然闪过在茶馆内玩 阮慧说的那句话 自从知道秦琛的真实身份 顿时觉得 他气场起码有两米八 可不是吗 这个身份地位 再加上这副颜值 别说两米八 再加两米八 都能说得过去 秦琛刚跟牧川发完信息 抬眼间就看到了 苏默看他的眼神 这个眼神他很熟悉 证明他对他有兴趣 秦琛不动声色地挑了下眉梢 带他回神 神情淡漠跟他对视 苏默OS 走 狗男人 真冷漠 几分钟后 苏默坐在秦琛副驾驶上 人靠近座椅里 细腰动动 找了个舒适的位置 秦琛看着他的动作 大手一伸 俯身过来 给他系安全带 见他突然靠近 苏默也没表现出局促 反倒是昧眼如丝地盯着他瞧 秦琛跟他对视 很快收回身子 还明显地促起了眉 苏默双手抱胸 似笑非笑 大师兄 这么怕我 秦琛没吭声 打转方向盘 一路上 两人谁都没说话 苏默起初还会转头 看看车窗外的风景 后来看烦了 索性拿出手机打游戏 他最近又迷上了另一款游戏 跟潇潇乐差不多 都挺防老年痴呆的 几局下来 眼看车即将抵达蒋家老宅 秦琛沉申开口 待会儿到了蒋家后 如果他们问起我们俩的关系 苏默头也不太地回答 男女朋友呗 秦琛 嗯 苏默恰好打完一局 抬眼 笑眯眯看向秦琛 那如果今晚蒋老爷子 让我们留宿怎么办 时又冒头 收起手机 紧致长腿交叠 单手托着一侧脸颊 眉眼含笑说 到时候我们是住还是不住 第234章 结个婚不过分吧 苏默看似笑盈盈 实在眼底透着念幻 秦琛簇没开车 半晌 薄唇挑动 吐出两个字 不会 苏默现在忌惮着他的身份呢 自然是不敢太过火 点到为止 哦 车抵达蒋家老宅 秦琛和苏默一左一右下车 临近门前 苏默快走了两步 走到秦琛跟前 跟他食指相扣 察觉到身侧男人的僵硬 苏默撩眼皮 做戏做拳套 蒋家今天是家宴 一大家子都在 苏默和秦琛刚进门 就接收到了蒋瑶的白眼 苏默跟他眼神对上 唇角弯起一抹娇媚的笑 瑶瑶 蒋瑶没想到 苏默会主动跟他打招呼 唇角瞬间明警 脸色越发难看 这个时候 承岚站出来 推了蒋瑶一把 笑着当何事咯 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刚刚瑶瑶还念叨呢 说你们俩还没回来 苏默笑容更甚 瑶瑶想我了 蒋瑶 谁想 蒋瑶话说之半截 被承岚瞪了一眼 后面的话 憋憋屈屈叶了回去 没敢再吱声 晚饭开始前 蒋老爷子 把秦琛和蒋商叫去了书房 苏默在客厅 陪蒋老太太聊天 老太太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她 什么话都跟她聊 说起兰倩 满是惋惜 我其实还挺喜欢兰家那丫头 苏默亲着细腰吃葡萄 明眼光好 蒋老太太 可惜了 苏默 或许是好事 蒋老太太 什么好事 苏默俏皮笑笑 对于兰倩来说是好事 听到她的话 蒋老太太被气笑 两人正聊着 秦琛和蒋商从二楼走了下来 蒋老爷子不知道跟两人说了什么 总之 两人的脸色都不算好看 见苏默抬眸看两人 蒋老太太小声问她 我这两个孙子 你觉得哪个更帅 苏默偏过头看老太太 红唇挑动 秦琛 蒋老太太一副看出她是演戏的模样 我怎么听说 你们俩分手了 苏默神情自然 娇笑接话 我们俩一天能分八十回 蒋老太太 嗯 苏默 情侣哪有不吵架的 蒋老太太不信 真没分 苏默玩儿 您怎么才能信 蒋老太太三分认真 七分试探说 除非你们俩结婚 你们俩现在年龄也都不小了 谈了大半年 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结个婚不过分吧 蒋老太太话落 苏默舌尖抵着的葡萄皮忘了土 玩大了 好在秦晨脉部走过来 及时解了尾 苏默轻腻地往她怀里靠 既不过火 又能让人看出两人感情不错 晚饭间 蒋老爷子问起苏默工作的事 苏默不卑不亢 一一回答 蒋老爷子 听说容成博物馆那边文物修复 也是你在做 苏默微笑说 偶尔 蒋老爷子眼神里满是赞赏 你这个手艺 别说你们圈内人 圈外人都知道 苏默笑笑 用公块给蒋老爷子加菜 女孩子可以长得像花瓶 但不能真的是花瓶 蒋老爷子表示赞同 不错 饭后 秦晨陪蒋老爷子下棋 苏默在客厅待着无聊 走到院子里 看花花草草 蒋家老宅院子里 种了不少玉京香 香味淡淡 让人心情放松又愉悦 她正身心放松享受着片刻安静 身侧忽然落下一道高大的身影 紧接着 蒋商克制又隐远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起风了 夜里冷 你穿得太少 苏默纹身回头 对上蒋商难掩伤怀的毛子 轻嘲地笑了笑 蒋商 何必呢 第235章 轻轻她消火 相爱的时候不好好珍惜 不爱了 却纠缠不放 有时候想想 真觉得挺可笑 苏默话落 脉步往里走 两人孤男寡女 以前还是那种关系 还是不要独处为好谁知 苏默脚下 步子刚迈开 就被蒋商扣住了手腕 苏默你没抬眼 蒋商艰难开口 我不甘心 苏默 所以呢 蒋商 默默 七年 我不相信 不等蒋商把话说完 不远处忽然响起一道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月色安静 这样的声音实在太过突兀 苏默闻声回头 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点烟的秦琛 室内温度高 秦琛这会脱去了外套 只穿了一件黑色半袖 星星点点的光亮被她夹在指尖 下一秒 秦琛低沉着嗓音说 时间不早了 回房间休息 苏默闻言 脑子有鼠秒卡顿 反应过来 从蒋商手下挣脱 迈步走向她 秦琛 你先去睡 我待会上去 苏默背对着蒋商 似笑非笑看秦琛 今晚要住这儿 秦琛 嗯 苏默红唇勾了勾 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 苏默回了房间 院子里就只剩下秦琛和蒋商 气氛凝固 两人谁都没主动说话 直到秦琛一根烟抽完准备回去 蒋商才沉不住气哑声开口 秦琛 你一个局接着一个局 这样得来的感情有意思吗 秦琛闻声 脚下步子顿住 蒋商身吸气 静等秦琛给她一个答案 就在她以为 秦琛一定会跟她说点什么时 秦琛只冷笑了一声 一句话没说 脚下步子再次迈开 蒋商 另一边 苏默回到房间后 悠闲自在地趴在床上打游戏 闲似的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 秦琛推门入石 看到的就是她这幅没心没肺的场景 长腿翘着 裙摆随着她乱动撩至腿根 人专注打游戏 对于自己已经春光乍蟹 毫无察觉 秦琛盯着她看了会儿 迈不进了浴室 听到浴室门响动 苏默回神 过了几分钟 秦琛从浴室出来 苏默已经收起手机人 乖乖巧巧地坐在床上 秦琛低垂眼眸看她 薄唇挑动 似是解释 奶奶让我们今晚留宿 苏默眼睛弯弯 嗯 秦琛 我睡沙发 苏默眼里笑意更浓 玩笑式地说 你睡床上也可以 苏默说完 秦琛脸色肉眼可见的铁青 看着她的脸色 苏默想到了她昨晚的那条信息 苏默 我不是你 你玩腻了 抽身及抽心 我不一样 我得慢慢来 这是不是说明 她这会儿还喜欢她 老实说 她对她的兴趣也还在 如果不是阿鱼身份 她现在或许真的能放下身段哄哄她 她怕的是 万一哄了 两人和好了 那以后呢 万一万一再分了呢 这可跟她当初是秦老板的时候不一样 一个圈子里的 还是师兄妹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想到这些 苏默骨子里的跃跃欲试 减退了一半不止 就在苏默想找步 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时 不等她开口 秦琛已经阔步走到她面前 捏起她下河 喉姐滚了又滚 像是有一腔怒气 在她胸口乱窜 最后却只咬着哑吐出来两个字 苏默 苏默眨眨眨眼 对于两人现在这种不上不下的关系 也挺心烦 红唇稀动 秦琛 你要不要轻轻我消消火 第236章 扎得明明白白 苏默话落 卧室里的空气突然变得暧昧 秦琛捏着她下河没动 两人对世间 有什么东西 在两人之间张牙舞爪蔓延开来 苏默浅浅急气 想着 这要是换作以前 秦琛一定会稳下来 可这次秦琛没有 约莫半分钟后 秦琛松开她的手 转身静止走向沙发 看着秦琛的背影 苏默撅嘴 垂下眼眸抠指甲 不轻拉倒 她也不是很想让她轻 只是看她情绪不好 安慰安慰她而已 看着秦琛在沙发上躺下 苏默伸手去按灭床头灯 灯光刚灭 她还没回过神来 房间内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 她整个人被拎着站起 下河再次被捏 铺天盖地的吻落下 苏默一颗心猛地一抽 随后点脚任由面前的人吻她 清吻总是欢愉的 尤其是被自己喜欢的人清吻 一吻结束 苏默借着窗外的月光 别别扭扭地跟秦琛对视 秦琛大手掐在她腰间 力度不松反增 苏默娇气开口 疼 秦琛哑声 你说我疼不疼 苏默闽唇 自知理亏 低垂眼眸没作声 他们俩的疼 自然不是一个疼 一个是身体上的疼 一个是心理上的疼 苏默睫毛眨了又眨 又翘又卷 秦琛 现在怎么办 苏默明知故问 什么 秦琛 为什么让我亲你消火 苏默没敢抬头 支支吾吾 看你心情不好 秦琛冷声 我心情不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 苏默语色 红唇闽成一条直线 接不上话 下一秒 秦琛立声问 蒋上现在 也心情不好 你要不要让他 也轻轻你消火 苏默疏地抬眼 细眉竖起 薄怒显而易见 四目相对 秦琛眼神在他的注视下 一寸寸柔和下来 紧接着再次吻上他的唇 这次的吻 跟刚才的不一样 细腻的 温柔的 是失而复得的那种 苏默没多久 就败下阵来 手抓着秦琛的衣领 小声开口 你要不要 苏默欲言又止 秦琛当然能听得懂他的意思 不要 听到秦琛的话 苏默整个人呆住 都这样了 剑在弦上 硬生生收回 他抓着他衣领的手收紧 忽然想起 他也不是没做过这种事 那次他提结束屁有关系 他也是这样 都那样了 他还是说停就停 说走就走 不过后来 想到后来 想到那次在车里 苏默呼吸皱紧 有点上头 苏默思维发散 正胡思乱想 站在他跟前的秦琛诞声开口 想进行下一步 就得给我名分 苏默 他就知道 秦琛 还想要吗 苏默那颗荡漾的春心 被一盆凉水浇下 门声说 不想要了 秦琛声音平静 苏默 你扎得明明白白 对于秦琛的重肯评价 苏默破罐子破摔 哦 紧接着 他被腾空抱起 放到了床上 被放下的那刻 苏默眼巴巴地盯着秦琛看 眼睛湿漉漉 跟带了小钩子一样 秦琛喉解滚动 伸手去捂他的眼 苏默故意使坏 在他掌心眨眼 苏苏妈妈的养一袭来 秦琛被烫得收回了手 苏默反正已经被认定成了渣女 也知道秦琛不给名分 肯定是不会进行下一步 故意逗他 娇滴滴地说 大师兄 长夜漫漫 你要实在 秦琛下河绷紧 睡觉 苏默 哦 秦琛转身 在苏默看不到的地方 深邃的眸子里勤了笑 第237章 他其实很想他 这一晚 苏默睡得格外安稳 他本以为自己会因为欲求不满 难以入眠 没想到根本没有 一觉睡到天亮 还是因为李安打电话 才吵醒他 苏默迷迷糊糊中 拿过手机按下接听 他刚说了一声 喂 就听到李安说 师父 你还没睡醒吗 苏默翻身 声音懒懒散散 没 你说 李安道 刚刚我接到通知 叶染会跟我们一起去补管 苏默挑眉 睡一顿时就散了 谁通知的 李安说 樊总的助理 苏默吃笑 理由呢 给叶染拨名声 李安声音压低些说 听说是蒋总安排的 苏默 年度无语中的大无语 有那么一瞬间 苏默怀疑 蒋商是不是疯了 把叶染安排跟他一起工作 是嫌他不够恶心他 还是嫌他不够恶心他 李安话落 没听到苏默的回应 担心他是被气到了 小声开口 师父 苏默冷笑 让他去 李安 他会不会给我们添麻烦 苏默 肯定会 李安忧心问 那怎么办 苏默说 有两个办法 一是直接让他 砸了凤锡格的牌子 我们俩另谋高就 二是 我们设局 让他尽快滚蛋 李安拿捏不准苏默的想法 直接问 师父 那我们用哪种 苏默接话 看我心情 反正不管用哪个办法 最后遭殃的 都不会是他 跟李安挂断电话 苏默和上手机发了会呆 思考了下人性 考虑半截 看着陌生的天花板思绪 骤然被拉回 他不在自己的房子 是在蒋家老宅 认知到这个 苏默顿时思绪就回笼了 从床上书弟坐起身 看向沙发秦琛这会儿 还在睡着 一条手臂枕在脑袋后 黑色T恤被他蹭上去半截 露出少许腹肌 不得不承认 秦琛的颜值和身材 是真抗打 也是 不然他也不能念念不忘 苏默盯着沙发上的秦琛看 一秒 两秒 三秒 三十秒 昨晚他主动轻了他 他现在如果去轻他 算扯平 不过分吧 只是轻轻 应该不能要名分吧 要不说 苏默是行动派呢 脑子里思绪还没捋清 人已经捏手捏脚下的 走到了沙发跟前 秦琛睡得正熟 小腹上忽然落下一只柔弱无骨的手 冰冰凉凉 一直从他小腹蔓延往上 把他上半身摸了个遍 紧接着 薄唇被稳住 软舌叹入 秦琛睁眼 就看到一只活色生香的妖精 弯腰在自己面前 他喉结上下滑动 伸手直接把人搂进怀里 抱到了身上 苏默被他下意识的动作取悦 双手从他一脚探入 这里捏捏 那里也摸摸 不得不说 肌肤记忆跟和谐的X生活 真的是成年人的一大软肋 喜欢再加上这些 妥协其实就是分分钟的事 就看有没有人能绷得住 比如不是一般人的秦老板 就比较能绷得住 眼看就要擦枪走火 秦琛及时喊停 苏默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秦琛被气笑 掐着他的腰 直接把人推开 苏默处于下风 也不急不缓 索性执起身子 坐在他身上 礼不执气也壮地说 昨晚你亲我一次 今天早上我亲你一次 算扯平 秦琛嗓音慵懒 昨晚是你主动让我亲你消火 苏默 我昨晚主动邀请你的时候 你没亲 后来你亲的时 我邀请你了吗 秦琛 无赖这种词 真不好放在一个姑娘家身上 除了苏默 秦琛看着他不说话 秦琛进了洗手间 走进洗手间的那刻 苏默先薄后背靠向门板 指负妈撒唇半 他其实挺想他的 第238章 外人VS那人 苏默从洗手间出来时 秦琛正在打电话 苏默已经完全调节好情绪 像个没事人似的 秦琛回头看他 苏默直直看回去 十分不心虚 秦琛轻挑了下眉梢 被电话那头的人说 我晚点打给你 说完挂断电话 迈步走到他面前 将人抱到床上 苏默眨眼 秦琛已经蹲下身子 把拖鞋穿在了他脚上 什么毛病 苏默别别扭牛小声说 要你管 秦琛闻声抬头 苏默及时把头偏过另一侧 没跟他对视 秦琛 苏默 苏默不接话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你有本事别怂 苏默闽唇 OS 沉默试惊 早餐是在蒋家老宅吃的气氛 一如昨晚 表面一家和睦 实则暗流涌动 饭后 苏默没急着上班 蒋老太太又拉着他聊了会儿天 也没说别的 只说让他跟秦琛经常回来 我知道他对这个家有意见 可这终究是他的家 不是吗 苏默唇脚弯弯 奶奶 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 这个家里 有秦琛的家人吗 苏默看似乖巧 但话里带着明晃晃的刺 蒋老太太被他刺到了 用手指戳他脑门 苏默样笑 顺着蒋老太太的力道往后退 您别为难我 蒋老太太握苏默的手 这个家没有他的家人 那你多疼疼他 蒋老太太又说 奶奶知道你是个聪明的 他打小过得不容易 你也不容易 你们俩又都一样优秀 在一起肯定会痘痘之热 苏默一颗心 被蒋老太太这两句话说得发酸 他其实在一段时间里 也考虑过他为什么 独独对秦琛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像蒋老太太说的 他们俩太像了 一样倔强 一样靠自己生活 一样在漫长毫无希望的日子里 一步一个脚印 希望窥见天光 跟蒋老太太聊完天 苏默带着酸溜溜的心情下楼 又不想被人瞧出来 极力隐藏 谁知道 他刚走到楼梯拐角 就碰到了满眼鄙夷的蒋摇 苏默挑眉 蒋摇 我昨晚都听到了 苏默莫名其妙 你听到什么了 蒋摇被他反问的脸颊涨红 你不知廉耻 苏默轻笑 嗯 蒋摇 亏我以前那么喜欢你 苏默一脸无所谓 恭喜你及时止损 回头是岸 论口才 蒋摇不如苏默 三言两语 被苏默也得说不出话 过了一会儿 苏默都准备迈不走了 他忽然又恼怒开口 你既然都跟秦琛那样了 为什么还吊着我哥 苏默只不看他 谁跟你说我吊着蒋伤 蒋摇 还用别人说吗 我都看出来了 苏默说 那是你眼神不好 蒋摇 反正 不等蒋摇说完 苏默又说 还有 你不光眼神不好 教养也不好 秦琛秦琛 你难道不该 喊他一声大哥 蒋摇 苏默摇摇头 你这样都不如我这种 有娘生没跌脚的人 蒋摇 苏默其实也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花壁后脉步 在拐角看到了秦琛 两人四目相对 秦琛看他的眼神 又暗又沉 苏默甜甜唇 受不了他的眼神 仿佛这么一点小事 就要把他的心都掏出来给他 不是帮你说话 秦琛 嗯 苏默 凤锡格还有事 我先走了 秦琛 我送你 苏默 哦 再去凤锡格的路上 两人谁都没主动开口说话 直到车抵达凤锡格 苏默才手指勾着发丝问了句 秦琛知道 你们俩跟蒋家的关系吗 秦琛眸色沉沉 不知道 我没跟他提 苏默 难怪 难怪那丫头 一天到晚哭穷 而且完全不像是演的 苏默又问 那你的真实身份呢 苏默心里 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秦琛道 不知道 听到秦琛的答案 苏默心里顿时舒服了 原来不单单是他被蒙在鼓里 连他自己的亲妹妹 他都瞒着 苏默轻哼 藏得可真深 秦琛有很多原因 苏默文言好奇 什么原因 秦琛转头看他 陈生说 不方便跟外人说 只能告诉我那人 苏默 第239章 他勾引着他 苏默下车的时候 脸色并不好看 秦琛坐在车里 看着他的背影 西服套装 干脸精致 不过 他更喜欢他穿长裙 因为他知道 那才是他喜欢的舒适区 几分钟后 苏默上楼 在茶水间门口遇到了夜染 夜染正在训教徒弟 两个小徒弟 被他教训的 大气都不敢喘 这点小事都办不明白 王我给你们提供了 这么好的机会 苏默扫了一眼 视若无睹 继续往办公室迈步 他刚走到办公室前 李安紧跟着走过来 递给他一杯咖啡 苏默伸手接过 唇角弯笑 这么有心 李安难得八卦 师父 你昨晚没回家 苏默细血 想问什么 李安没问 而是说 我昨晚看到 你上了秦 五哥的车 李安还是习惯喊秦秦老板 每次喊五哥 都觉得生疏又别扭 他到现在都不敢信 圈内神秘大佬 他居然有幸蹭饭 一个月之久 苏默大放承认 昨晚我们俩是在一起 李安眼睛亮了亮 苏默用手点他额头 想什么呢 什么都没发生 李安眼里的亮光又按下去 小声问 您不愿意 苏默喝一口咖啡 流露出跟他一样黯淡的眼神 不是 是他不同意 李安不可置信择舌 苏默看懂他的表情 也于不信 李安现在跟苏默都熟了 也不在他面前隐藏真实情绪 怎么可能 苏默说 怎么不可能 说吧 苏默往李安跟前凑 神神秘秘地说 你不知道 当初我们俩之所以会在一起 就是我主动勾引的他 李安 苏默煞有其事的洋装叹息 可惜了 现在勾引这招对他没用了 李安 过了一会儿 苏默回办公室 还留给李安一记十分惋惜的神情 李安更猛了 上午 苏默在办公室里 翻看最近分配到他这里的订单 樊六给他打了一通内线电话 喊他去他办公室苏默迈步前往 樊六一脸疲惫 坐 苏默唇脚含笑落座 师叔状态看起来不太好 樊六说 最近乱七八糟的是太多 说完 樊六拿起面前的保温杯喝了一口 清了清嗓子道 叶染被安排跟你一起去博物馆的事 你都知道了 苏默如实说 听说了 樊六愁容满面 你怎么看 苏默笑笑 我听您的安排 樊六明显感到意外 你不生气 苏默玩耳 师叔 您当我还是之前的我 他现在依旧不会藏桌 但他会遵循职场规则 毕竟 有赵匡的前车之鉴 让他明白 这个圈子里并不是人人都高风亮节 苏默笑容真诚 樊六挑不出毛病 最后只叹了口气到了剧 这次去博物馆 你多操点心 苏默接话 嗯 谈论完这个话题 樊六又喝了两口红枣人参泡枸起 看着苏默问 你跟蒋总 真的不可能了 苏默坦然接话 不可能了 樊六 有其他喜欢的人了 樊六话落 苏默脑子里莫名闪过秦琛的身影 又想到蒋商跟樊六交往甚密 没直接承认 也没否认 樊六点点头 懂了 从樊六办公室出来 苏默乘电梯下楼 电梯下行 他拿在手里的手机震动 他垂眸 屏幕上挑出秦琛的信息 樊六接手了附近之前的工厂 第240章 怂且撩 樊六接手了附近之前的工厂 看到这条信息 苏默微顿 倒不是他没想过樊六跟附近的事有关 毕竟叶染会突然跟附近谈恋爱 事出反常必有妖 况且 那个时候的叶染 正跟蒋商闹绯闻 蒋商和附近 傻子都知道该选谁 叶染再蠢 即便是想吊着蒋商 也只会跟附近暧昧 绝对不会确认关系 可他既然确认了 还很高调 稍微想想 就知道是谁的知识 只是 樊六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接手这个工厂 这点倒是让苏默很意外 苏默正疑惑 电梯门正好打开 他卖不下电梯 回了办公室 去博物馆的行程定在下午两点 苏默回到办公室 细腰靠在办公桌前给秦琛回信息 什么时候的事 秦琛 昨天 苏默 明目张胆 秦琛 对 还去有关部门做了审批 苏默敏纯 心里了然 看来 樊六是想把厂子洗白 直接把附近那一套理论 原封不动的套用 这波操作 虽然有些铤而走险 但如果成功 也算是突破了技术壁垒 苏默其实有些琢磨不透 樊六和附近这种想法 智产变量产 对于一些没有名气的七七师来说 或许确实是一条发财路子 可不管是附近还是樊六 在这行都算是排的上号的人 尤其是樊六 以他的名气 说一个订单吃十年都不为过 他为什么非得做这种事 难道真就应了那个词 贪得无厌 私存过后 苏默给秦琛回复 好 我知道了 秦琛 刘亦凡六 注意安全 苏默红唇勾笑 大师兄担心我 秦琛 耸就别撩 苏默唇角笑容略僵 半嗓 择了一声 下午两点 苏默开车在李安去了博物馆 叶染自己开车 三人在博物馆门口碰面 三人抵达时 馆长亲自出来赢的人 不单单叶染和李安 就连苏默都觉得受宠若惊 要知道 他之前来的那几次 也就是藏品管理员接待 馆长是个挺和气的中年男人 微胖 圆脸 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 除了发际线略高 其他还好 欢迎欢迎 馆长上前跟他们三人挨个握手 跟接近外宾阵长差不多 难得 馆长还能认出他们三人 苏师傅 这次主要就麻烦你了 苏默微笑 应该的 馆长说着 忽然面露难色 苏师傅 是这样 我们这里有一个北魏的人物故事 才会描迹屏风 比较难修复 苏默以为对方是担心麻烦他 客套接话 没关系 我可以先看看 馆长 不是 是 馆长正说着 一辆兵力 飞驰在博物馆门口不远处的停车场停下 紧接着 车门打开 秦琛推门下车 看到秦琛 毫不夸张 馆长眼里直接泛起一抹亮光 都没来得及跟苏默说完后半句 静止迈步走向他 见状 苏默挑眉 叶然站在他身侧倾巢 我还以为 真是你面子够大 馆长亲自来迎你 没想到 苏默面不改色 没关系 我还有你垫底儿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叶然 两人说话间 馆长已经跟秦琛走了过来 两人边走边聊 馆长对秦琛的态度 半点不像刚才对他们三人的礼貌客套 而是实打实的热情 总算是把您判来了 北魏那件屏风 我们根本不敢让别人修复 秦琛还是那副老样子 宠辱不惊 老神在在 嗯 途经苏默身侧 秦琛停下脚步 馆长是前两年从外省调来的 不清楚两人的关系 见秦琛看向苏默 忙不迭做介绍 苏师傅 近几年 不等馆长把话说完 苏默红唇弯起 大师兄 秦琛 嗯 苏默朝他伸手 好久不见 明明今早才分开 秦琛闻言 低垂眼眸 瞧了眼他伸过来的手 抬手回窝 谁知道 在两人两手向握的刹那 苏默只见拳了拳 挠在秦琛掌心 第241章 不想负责 秦琛眸色皱身 嗓音滴滴沉沉 好久不见 秦琛话落 跟苏默的手一触击分 两人都是演技派 在场的几个人 除了李安 能从戏之末节 从窥探一般 其他两人完全没发现异常 馆长见两人认识 还是师兄妹 喜笑颜开 既然苏师傅和五哥是师兄妹 那接下来就更好合作了 全仰仗两位 如果说 馆长最开始对苏默的态度 只是礼貌客套 那这会儿沾秦琛的光 多了几分情真意切的热情 秦琛 带我去看看北魏的屏风 馆长 好好好 秦琛需要修复的是 北魏的人物故事 才会描漆屏风 而苏默等人 是明永乐年间的踢红盘 一共三件 茶花纹踢红盘 牡丹孔雀纹踢红大盘 园林人物连半是踢红盘 修复前 苏默先做了细微观察 随后转身问李安 雕七最常见的是哪几种 李安接话 踢红 踢黄 踢黑 只有两种 踢黑和踢西 李安说 这个我知道 听说这两种七七七层最多 苏默点头 少则堆八九十层 多达二百层 李安惊讶 这么多 苏默 这不是我说的 有记载 李安点头如捣算 说是三人修复 其实主要修复的人 只有苏默 李安在学 叶染更像是来监工的 七七这种工艺 慢工出细活 讲究的就是一个心境 所以苏默有个习惯 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 不喜欢旁边有人 也不喜欢听到任何乱七八糟的声音 不然会分心 李安跟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 了然于心 叶染也懂 但他故意坐腰 从苏默开始着手修复 手机就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苏默起初没礼 两个小时后 从座椅上起身 我出去活动一下 说完 苏默看向叶染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手机静音 第二 回凤西格 叶染理直气壮 有客户跟我联系 苏默 出去联系 说吧 苏默又补了一句 我只警告你一次 下次我就直接翻脸 话毙 苏默走出工作室 走出博物馆 苏默走到旁边的便利店 买了瓶矿泉水 刚拧开喝了两口 想到了什么 蛇身反了回去 这次 他没去自己的工作室 而是去了秦琛那边 秦琛认真描迹 完全没发现他 苏默以着门框 看他修复的屏风 朱漆地上 墨线勾勒轮廓 内田黄 白 青 绿 橙红 灰蓝等色 难怪那位馆长会有所担忧 不说别的 就单单休憩而言 北味食物就很少见 都说认真工作的男人 最有魅力 这个时候的秦琛 更是把女性对认真工作 男性的期待直拉满 苏默只见过他纹身 没见过他做妻妻 该怎么说呢 反正挺帅的 苏默正看得出神 完全没提防住秦琛会突然回头 两人四目相对 苏默回神 用舌尖抵过背驰 秦琛淡默着一张脸看他 过了几分钟 站起身放下手里的补漆笔 迈不离开 苏默看着他 没阻拦 一直看他走到院子里点了根烟 捏了捏手里的矿泉水平问 秦琛 你为什么非得执着于一个名分 秦琛叼着烟抬眼 你呢 为什么这么渣 面对秦琛的反问 苏默眼尾轻挑 渣你还喜欢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弹烟灰 没吭声 秦琛没接话 苏默接下来也没再开口 一根烟过半 秦琛忽然先眼皮沉声说 苏默 你是不是想睡我 又不想负责 第242章 神助攻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把话问得直白 饶是苏默这种脸皮厚度惊人的人 在这种时候 也忍不住脸颊泛红 秦琛话落 见他不作声 掐灭指尖的烟 脉步走向他 居高临下 身上烟草味浓郁 不可能 苏默敏唇 秦琛 不会再让你得逞 苏默 重新回到工作室的苏默 可谓水泥风心 叶染消停了 李安认真学 他尽心修复 敢在下午闭馆前提前离开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不给别人添麻烦 也不给自己添麻烦 他们只要延时 就会有工作人员陪着他们延时 从博物馆出来 苏默在李安回家 叶染站在博物馆门口 磨磨蹭蹭没走 李安坐在副驾驶提醒苏默 师父 你说叶染会不会是在等五哥 苏默这会儿 心里乱糟糟 随他 听出苏默语气不对 再联想到他下午的反常 李安拾去闭嘴 车抵达小区 苏默停稳车 跟李安一左一右下车 乘电梯回到家 临近门前李安问苏默 师父 你晚上要来我这吃饭吗 苏默唇脚弯笑 不了 减肥 李安点头 跟李安说完话 苏默转回头开门 脸上笑意顿收 进门 他蹬掉脚上的高跟鞋 光脚往里走 静止走到沙发前坐下 人发了会呆 拿起手机给阮慧发了条信息 有点烦 阮慧那头秒回 为情所困 苏默 嗯 难得苏默大方承认 阮慧直接拨了通语音电话过来 苏默按下接听 百无聊赖 把手机扔到一旁 伸手从茶几抽屉里 拿出几瓶指甲油 做漆器 手指甲肯定是没办法弄了 但他还有脚指甲 没办法 他就是这种 爱美到骨子里的人 底油 红色指甲油 亮油 苏默边涂抹 边跟双打了茄子似的跟阮慧说话 烦 阮慧听起来兴冲冲 说说原因 面对阮慧 苏默没什么不能说的 我觉得我对秦琛那个狗男人 于情未了 阮慧 苏默 你责什么 阮慧说 难得你这么坦诚 苏默翘着仙仙玉手 把底油全部涂完 又说 你说 我对他是哪个情未了 阮慧平嘴 总不能是人鬼情未了 苏默用手 在脚指甲上扇风 我现在其实有点 琢磨不透我自己 阮慧接话 我懂 你是不确定 到底是喜欢秦琛那个人 还是喜欢 苏默直言 他有点好得过分 阮慧 那还不好 苏默伸出食指摸了摸底油 差不多凝固了 开始涂抹红色 如果是在长乐县那会儿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真的可以跟他谈一场恋爱试试 合适就继续 不合适就分 可是现在 阮慧一副过来人的姿态 有什么区别 苏默惆怅 身份不同了 同门师兄妹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阮慧 我懂了 苏默调尾音 说说 阮慧吃笑 说白了就是 你现在对秦琛还有感觉 但是呢 又怕 万一在一起不合适 让你现在松手不甘心 让你继续 你又怕分手之后难堪 苏默跟阮慧认识这么久 第一次这么由衷佩服他 对 阮慧出馊主意 这还不好办 大家都是成年男女 你就可拙尽撩呗 他要是先把持不住妥协了 这锅不自然而然就甩他身上了 苏默 阮险 阮慧贼嘻嘻的笑 默默 当初你跟奖商分手 都没这么闹心 态度那个决绝 让我真是打心眼里 崇拜了好长一段时间 苏默轻笑 阮慧 我很好奇 秦老板跟奖商比 到底是哪里有什么特长 让你这么抓心脑干的惦记 苏默指甲油已经涂完 最后一个指甲的亮油也搞定 顺着阮慧的话说 嗯 特长 阮慧瞄懂 默默 你学坏了 苏默 耳如目染 严师出高图 跟阮慧挂断电话 苏默转手给秦琛发了条微信 大师兄 再忙嘛 第243章 一步一想 一步一想 苏默信息发出 秦琛那头没回 过了足足半小时 这条信息宛如石沉大海 苏默窝在沙发里打游戏 顺便看着时间 瞧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耐心告庆 恰好游戏里的人物也死了 随手把手机扔到了一旁 狗男人 真沉得住气 相比于前一晚在蒋家老宅 苏默这一晚睡得极不安稳 梦里 她回到了小时候 她跟韩金梅在舅舅家生活 于娟是泼妇型的 气不顺打骂 她是常有的事 哪怕有韩金梅护着 也还是避免不了 隔三差五的打骂 画面一转 到了 她给母亲谭英上坟 谭英坟前的草长的比她都高 小小的她扒拉开杂草去抱墓碑 跟墓碑上谭英的照片贴贴 梦里有梦 再后来 她在梦里抱着谭英的墓碑睡着了 听到有人 她也不心疼心疼小莫莫 要我说 苏承德跟外面那个女人 肯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搞在一起了 不然哪有什么这块的 前妻前脚死 她后脚就找到了情投意合的 这小莫莫 跟着她外婆呗 哎呦 她那个舅妈 还不得把她虐待死哦 这个梦 越做越沉 苏默想在梦里醒来 可就是 怎么都醒不了 她看到梦里的自己像抽条一样长大 败入兆框门下 开始变得优秀 变得耀眼 成年后的梦里有奖商 走马观花一样的场景在眼前闪过 最后画面的定格 是她被夜染陷害 离开凤隙阁 奖商跟她提分手 苏默凌晨醒来 睡群被冷汗打湿 她伸手去摸床头灯 昏黄灯光亮起 她缓了好大一会儿 才从那场梦中回过神来 那哪里是梦 那是她切切实实从小到大的真实经历啊 半场 苏默起身走出卧室 给自己倒了杯水 抿了两口 站在落地窗前 看外面的夜景 这个点 这座城市的人基本都睡了 别看霓虹闪烁 非必要 谁也不想熬夜 她正出神 卧室里的手机忽然响起信息提醒声 她回神挑眉 差异这么晚会 有谁给她发信息 等她拿着水杯走回卧室 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 发现是秦琛 嗯 她下午发的信息 现在凌晨三点才回 搞午夜幽灵 苏默这会儿 身上薄汗还没消 睡群裂潮 回信息 没事了 秦琛 还没睡 苏默 醒了 秦琛 做噩梦了 看到秦琛的信息 苏默拿着手机的手 和那颗刚被梦境大雨交零过的心 同时一紧 苏默没回 片刻 秦琛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苏默按下接听 低头看自己踩实在地面上的白嫩脚趾 红色指甲油 脚踝还缠绕着三颗 被红线拴着的铃铛 她故意翘着脚晃 铃铛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明显 秦琛嗓音低沉 还带着几分倦意 苏默翘着晃动的脚停下 许久 答非所问 秦琛 你知道我脚踝为什么会带铃铛吗 秦琛顺着她的话问 为什么 苏默呼得笑起来 脚踝带铃铛 一步一想 一步一想 我希望能被人想着 第244章 孤枕难眠 去爱的人 总是无时无刻 希望自己被惦记着 被宠着 被捧着 被惯着 原生家庭没得到温暖 所以在后天环境里 就总是想方设法 想证明点什么 苏默做吗 真的做 做天做地做空气 可到头来 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不过只是想证明一下 自己是被爱着的很多人说 既然这么担心不被爱 难道不应该更懂得珍惜 为什么还做 大概是因为 撕心作祟 想做到底了 再把自己那刻藏着掖着 五道滚烫的心 掏出来捧给对方 不然 万一对方不爱了呢 他本来就是碎成片的一个人 全靠那颗滚烫的心支撑着呢 心再掏出去 他还活不活 跟蒋商那会儿 他理智做主 凡事有所保留 可跟秦琛 一步陷下去 步步都在深陷 他自己太了解自己 他现在有点不受控 老实说 他挺怕的 前怕狼后怕虎的那种怕 既怕自己深陷其中 他先抽身 又怕两人无疾而终 以后见面尴尬 苏默话落 电话里出现了片刻的安静 过了一会儿 秦琛滴滴沉沉的嗓音响起 你怎么就知道 没人在想你 苏默 一时半刻的想 谁都能做到 秦琛 你都没试试 怎么就知道是一时半刻 不是地老天荒 苏默急气 没再作声 直到天空放亮 通话时长二百四十分钟 两人谁都没再作声 苏默半睡半醒的状态 睡了个回笼觉 等到睁眼 发现手机还在通话中 苏默懒懒散散开口 秦琛 电话那头的人呈应 醒了 听到秦琛的声音 苏默一颗心 疏地一紧 酸酸胀胀 又酥酥麻麻 苏默翻身 天亮了 理智也归位了 想到自己昨晚的那些矫情话 尴尬地能用脚趾扣出三十一听 嗯 秦琛 嗯 说吧 不等苏默反应 直接挂了电话 等到苏默反应过来 把手机挪到眼前 就看到了黑掉的手机瓶 苏默挑挑眉 下一秒 扯过被子没过头顶 好好好 人还没聊到 先上演了一出丢人现眼 早上八点 苏默从床上爬起来 洗漱完 做完护肤 开始用遮瑕 遮盖自己的黑眼圈 都说岁月不饶人 苏默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不由的感慨 十七八岁那会儿 熬夜哪会出现什么黑眼圈啊 化完妆 苏默去隔壁敲李安的房门 博物馆那边是九点半开门 两人八点四十从家里出发 差不多可以赶在九点半左右抵达 乘电梯下楼 李安看出苏默精神不济 观星问 师父 你昨晚没休息好 苏默撩眼皮 睫毛浓密卷长 很明显 李安知道苏默爱美 接话说 还好 不是很明显 苏默明明唇 自然是不能说实话 孤枕难眠 李安 两人抵达博物馆时 秦琛和叶染已经提前到了 秦琛站在门口抽烟 叶染正站在他跟前说话 叶染今天穿了一身黑色白褶裙 跟秦琛那一身素黑站在一起 乍一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情侣装 苏默瞇了瞇眼 脑子里忽然闪过 昨晚软慧跟他说的谬论 大家都是成年男女 你就可拙尽撩呗 他要是先把持不住妥协了 这锅不自然而然就甩他身上了 很荒谬 但对于两人目前这个状态来说 却是唯一的破解办法 任何关系都得走一步看一步步适 想通这点 苏默踩着高跟鞋往李走 走进工作室 苏默掏出手机 给秦琛发了条微信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秦琛那头秒回 你是碗里的 还是锅里的 第245章 发现秘密 看到秦琛的回复 苏默挑眉 下一秒 苏默无声地责了一声 今天修复还在继续 调情归调情 该做的本职工作不能耽误 苏默专注修复茶花纹剔红盘 叶冉今天出奇地勤快了一把 帮忙打下手 两人正忙着 李安出去一趟 回来时凑到苏默耳边说 师父 有赝品 苏默闻言 手下动作一顿 轻挑眼尾 李安 我可以确定 见李安如此笃定 苏默放下手里的工具起身 叶冉见状 秀眉微醋 你去哪 苏默红唇勾笑 方便方便 一起 叶冉难掩眼底的厌恶 收回视线 不去 苏默轻笑 跟李安一起离开 李安把他带到一排古董百剑前 用眼神 示意他看其中一剑 苏默弯腰 心底咯噔一下 透明玻璃罩里 摆放着一件苗金金函 内涵 北宋的东西 乍一看没什么问题 仔细看 就能瞧出不对劲 苗金金函 气身除寒底外 军功比苗金 顶部会双凤纹三团 四臂会鸟纹八团 花卉纹做地 须弥座皆会双凤 鸟纹 神兽纹 菱形花纹为地 问题就在于 此含的金色花纹 与一般苗金七七的做法不同 它是金粉调胶 像卷轴化似的 直接用笔画到漆面上的 可这里面摆放的 就是一般苗金手法 外行人瞧不出 内行人只做欣赏 也不好分辨 可到了苏默 这个水准的大师傅 基本看几眼 就能瞧出不同 看出苏默神情不对 李安压低声音说 我刚刚问过这里的工作人员 这件苗金金寒前阵子 被修复过 苏默问 谁修复的 李安 附近 苏默皱眉 能在博物馆里摆放的东西 绝不可能是验品 都是经过工作人员 层层检验的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在修复的时候 被掉了包 苏默忽然想到 那次在工厂 附近让他做几件纺制品 那个时候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联系起来 不寒而栗 难道他一直在借着 帮博物馆修复文物的名义 调包真品 苏默正思存 一道爽朗的笑声响起 苏师傅 苏默闻声回头 就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 朝他走来 苏默不认识对方 不等苏默开口 对方自觉跟他做自我介绍 一品格的仲锐 久仰苏师傅大名 苏默 一品格 对方 是 说着 对方从身上掏出名片 递给苏默苏默伸手接过 看到上面的名字和职称 仲锐 一品格副总 二十六七岁 能做到副总的位置 不是有真本事 就是有本事 让人以为他有真本事 不论哪一种 这样的人都不容小觑 苏默收起名片 跟对方笑 赢赢握手 幸会 对方回握苏默 是我幸会才对 早就听说苏师傅手里好人也漂亮 我以为只是传言 今日一见 果然 苏默玩耳 适时打去收回手 果然是传言 仲锐 苏师傅真幽默 苏默谴笑 仲总来这里是 仲锐说 馆长也请了我们这边的大师傅 帮忙做修复 我正好顺路 就带他们过来 苏默虚伪夸赞 众总清和力强 仲锐 刚刚苏师傅在看什么 我瞧苏师傅看得认真 让我也开开眼 苏默样笑 没什么 带徒弟长长见识罢了 徒弟没见过世面 这些东西都不认识 苏默说完 笑着看向李安 李安玲珑心 心领神会 适时表现出局促 仲锐瞧他一眼 笑了笑 正常 如果徒弟什么都会 岂不是要饿死师傅 对于仲锐的话 苏默笑而不语 两人正聊着 一道磁性低沉的声音 在苏默身后响起 你手头工作都做完了 第246章 正经还是不正经 苏默闻声回头 在瞧见秦晨后 眉眼含笑 笑意却不及眼底 用口型说 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紧接着 苏默出声 大师兄 秦晨眉理苏默的小挑衅 视线越过他 落在仲锐身上 两人对视 仲锐率先开口打招呼 五哥 秦晨冷漠回应 嗯 仲锐热脸贴了冷屁股也不脑 继续笑呵呵的说 前两天我们老板还问 五哥这次回来 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去哪里高救 秦晨接话 暂时没考虑 仲锐眼睛放亮 义品格总经理的位置 不知道五哥有没有兴趣 秦晨丝毫不给面子 没兴趣 仲锐切而不舍 您其实可以考虑考虑 待遇方面 我们都可以商量 秦晨淡漠看向对方 义品格线在你们老板自己手里 还有多少股份 仲锐微顿 秦晨又到 都被外企买得差不多了吧 仲锐不吭声 秦晨话落 不再跟他说话 看向苏默 手里的活都干完了 苏默唇脚弯笑 还没 秦晨嗓音速冷 那你很闲 还有时间聊天 苏默看他 从来没见过他 这副冷力的样子 舌尖底背齿 好样的 狗男人 又不是你年年呼呼求爱的时候了 苏默皮笑若不笑 我去忙 说吧 苏默转头看向一旁的仲锐 仲总 下次见 仲锐汉手 下次见 几分钟后 苏默和李安回到修复工作室 夜染不在 空空荡荡 李安小声问苏默 师傅 我没看错吧 苏默脸上笑一收敛 变得谨慎 嗯 李安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去跟馆长说吗 苏默吸腰往座椅里靠 你怎么就知道 馆长不知道 即便馆长不知道 这个博物馆里 也肯定有内部知情人 扯出萝卜带出泥 到时候还不知道 要牵扯出多少人 听到苏默的话 李安明锦唇 那我们 苏默说 把夜染给我盯紧了 我们这次修复的 这三件踢红盘 绝对不能在我们眼皮子 底下出问题 李安了然 重重点头 嗯 如果出了问题 到时候 即便他把夜染揪出来 也是无济于事 说不准 还会被他反咬一口 接下来的气氛 变得有些凝重 别说李安 苏默也是第一次 经历这种事 他之前从来不知道 原来真得有人 会被利欲熏星到这种地步 连古董文物都敢掉包 临近中午 到了饭店 有工作人员 来招呼几人吃饭 博物馆有自己的小食堂 三人抵达食堂时 秦琛已经先入座 苏默去盛饭 给李安使了记眼色 随后端着餐盘 走到秦琛面前坐下 夜染见状 本想跟着去 被李安拦下 夜染你没 你做什么 李安说 我师父跟我师伯有事谈 夜染讥讽 你可真是苏默养的一条好狗 之前怎么没见你 对我这么忠心 李安这几个月 在苏默的调教下 脸皮厚了不止一点半点 面不改色说 我师父说 对待什么人 就要用什么态度 夜染冷笑 有你后悔的时候 李安不作声 反正就是跟一堵墙似的 不让他去秦琛那边 另一边 苏默坐下后 自然地用筷子夹走了 秦琛盘子里的鱼 然后把自己不喜欢吃的鸡腿 夹给他 待秦琛朝他看过来 桌下用高跟鞋尖撩拨的 蹭他小腿 247章 你定力好点 苏默这波动作 做得驾轻就熟 没办法 两人在长乐线那段时间 实在没少逆逆歪歪 秦琛面不改色地看他 嗓音速了 你又聊 苏默眨眨眨眼 你定力好点就没事 秦琛簇眉 苏默紧接着又一脸正色说 你对我刚刚说的话 似乎一点都不惊讶 秦琛道 每一行里 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肮脏事 没什么惊讶的 苏默加了块鱼 咬住筷子间 师父那会是阻碍了谁的礼仪 还是碰了谁的蛋糕 秦琛陈生硬 都有 苏默垂眼眸 又说 你在知道 我的身份后 对我百般阻拦 是怕我有危险 秦琛没吭声 感受到桌下 那只柔软的脚 越来越过分 喉解滚动 苏默脱掉了高跟鞋 没穿袜子 脚尖勾起秦琛的西服裤脚 往里探 他脚尖冰冰凉 他小腿滚烫 冰与火的交融 两人都挺舒服的 我昨晚好好想了想 我对你确实还有兴趣 但我目前对未来有太多迷茫 这样 我先聊着 你要是挺得住 我没挺住 我就给你名分 如果是你先没挺住 那你就没名没分 跟我在一起 秦琛眸色森森 你是怎么把这一段 本该心虚的话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苏默小口小口吃菜 十分坦诚 实在没想到 其他更好的办法 秦琛 秦琛盯着苏默看 眼神冷立 察觉到他身上散发的寒意 苏默低头安静吃饭 饭后 别跟一品格的人走得太近 苏默转头娇笑 哦 说完 苏默弯腰去提自己的高跟鞋 一身西服套裙 上半截西服 就这么猝不及防备蹭起 露出一截白晃晃 又不足盈盈一物的细腰 秦琛眸色皱暗 皱眉 吃过午饭 几人回到工作室稍作休息 继续做修复工作 为了提神 苏默点了四杯咖啡 一人一杯 夜染接过咖啡的时候 神情不太自然 大概是碍于两人 还要合作很久 到底是没太思破脸 苏默靠坐在椅子里 咬着吸管喝咖啡 壮似无意的散漫问夜染 你后悔过吗 夜染喝咖啡的动作一顿 苏默 凭你的能力 虽然天赋不足 但后天足够勤奋 其实不至于在这行混不下去 为什么非得走这一步 苏默一语双关 夜染明明唇 抬头朝苏默看过去 苏默 你觉得 我们俩这些年的闺蜜关系怎么样 苏默跟他对视 私存了话 如实说 还可以 无非就是夜染在工作上被欺负 他出头 他在生活方面能力差一些 夜染也会帮他的忙 非得说点什么 老实说 作为闺蜜 挺互补的 不像他跟阮慧 都是工作上的强者 生活常识里的白痴 苏默话落 夜染继笑 你觉得还可以吗 可我不这么觉得 我跟你在一起 总感觉自己像个陪衬 只要是有你在的地方 就绝对不会有人注意到我 苏默眯眼 你这么想 夜染 不然呢 苏默轻笑 夜染 人活一辈子 我向来奉行把关注点 多放在自己身上 你用我的长处 跟你自己的短处比 你是有什么自虐倾向吗 说吧 苏默坐直身子 打开咖啡杯 喝了一口 含了块冰咬碎 继续说 一不错 不不错 能死一个附近 就能死第二个附近 听到苏默的话 夜染拿咖啡杯的手一紧 瞧见他的反应 苏默多余的话没说 起身走出了工作室 他刚走到院子里准备透气 就跟同样透气喝咖啡的秦琛 撞了个正正 苏默红唇勾笑 扣住秦琛的手腕 把他手里的咖啡送到面前 挑动唇半寒柱 喝了一口 了眼皮蛊惑的看着他说 大师兄 有没有想到什么 第248章 轻挑却不轻浮 苏默笑盈盈 秦琛低头看他 眸色深深 苏默在喝咖啡 他的神情 指的自然不是咖啡 那指的就是他红唇 咸着的那根吸管 按理说 咖啡都应该是细的吸管才对 苏默他们 那三杯就是 可秦琛这杯不知道为什么 吸管居然是粗的那种 苏默诸唇好齿 红唇含着吸管 背齿时不时 故意轻咬丝膜 姿态绞柔造作 轻挑却不轻浮 但偏偏每一下 都牵动着秦琛的心 瞧见秦琛眼神越来越暗 苏默松开吸管 唇角勾笑 像个没事人一样问 大师兄 出来透气啊 苏默话落 秦琛看出他眼里的得意 没吭声 低头从兜里掏出烟盒 敲出一根烟 咬在嘴前点燃 嗯 出来抽根烟 苏默把喝过的咖啡递给他 咖啡好喝吗 秦琛 还行 苏默玩耳 瞧着大师兄 像是不喜欢 秦琛吐烟卷 有些东西 喜欢不一定非得表现出来 苏默双手抱胸笑 为什么 秦琛低垂眼眸谈烟灰 因为表现出来也没用 反倒成了别人拿捏自己的把柄 苏默轻笑 一有所指 秦琛 别有所图 要说男女之间什么时候最上头 那必然不是赤诚相待 而是这种若即若离互聊的时候 暧昧纠缠 只能看 不能吃 闻得着肉香 却吃不着肉味 勾得你心神荡漾 勾得你鼓酥 勾得你辗转反侧 可你就是上瘾 想音速 你知道他是毒 但就是没办法松手 第一局博弈 两人算是平手 接着 苏默笑着转移话题 对于博物馆的事 你怎么看 苏默画风转得快 秦琛接话 接得却很自然 好像两人本就在一本正经的讨论正事 一品阁肯定有参与 凤夕阁也脱不了干系 苏默说 那这次请我们俩来 是做什么 秦琛道 大大是问中捉鳖 苏默 我们俩是别 秦琛 比王八强 听到秦琛的话 再看着他那张素冷的脸 苏默忍不住眯了眯眼 说实话 谢去伪装的秦琛 比以往更有魅力 就是这张嘴 毒得很 苏默善笑 是因为我们俩爱了别人的路 秦琛抬手取下嘴角的烟蒂谭炎辉 陈生说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亘古不变 苏默说 那附近呢 替罪羊 他们可是同一战线的 秦琛道 炮灰总是先死 两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三言两语 彼此交换信息 同时也了解了两人目前的处境 苏默大胆猜测 叶染会不会是接下来的炮灰 秦琛嘴前的烟没了 燃得只剩下烟蒂 他把烟蒂掐灭 精准弹飞进不远处的垃圾桶里 目前不确定 主要还得看他在这举棋里 扮演什么角色 苏默继续探问 知道的多死的早 还是知道的少死的早 秦琛双手抄斗 不用菩萨心肠 有些人 你就不下 苏默心思被戳破 抿了抿唇 秦琛猜得没错 苏默是牙子必报 但从来没想置谁与死地 父亲也好 叶染也罢 他们俩都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死对于他们俩来说 有点重了 小角色而已 罪不至死 不过苏默也能想得开 人各有命 富贵在天 自己选的路 开工没有回头见 父亲不傻 叶染更奸 他们俩从踏出第一步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用命搏财富 不是富贵 就是死 苏默再次回到工作室时 不由地深深看了叶染两眼 秦琛最后给他的忠告是 把他盯紧了 别轻敌 苏默盯着叶染看了一会儿 很快收回视线 他正准备继续迈不往里走 揣在兜里的手机响起 他只不掏出手机 在看到屏幕上的来电提醒后 按下接听 师叔 有事吗 樊六说 听说你大师兄 也跟你们在博物馆 苏默接话 是 樊六笑笑 等你们下午完事 都别急着走 晚上我请客 苏默嘴上 好 苏默心里 来者不善 鸿门燕啊 第249章 两个人的故事 三人变了味 跟苏默猜想得差不多 不是鸿门燕 胜似鸿门燕 下午 几人从博物馆出来 樊六派了车来接 说今晚要喝酒 让他们几个人都别开车 派了一辆商务车来 恰好他们几人都能坐下 上车的时候 李安有心 把叶冉带到后面 让苏默和秦琛坐一起 谁知道 叶冉今天中午在食堂 已经有了前车之鉴 在上车时 愣是半晌没动 一直等到苏默和李安上了车 他才慢悠悠地紧随其后 跟秦琛坐一排 李安 苏默一脸无所谓 靠在座椅里玩手机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苏默觉得自己 最近得了验人症 间歇性讨厌社交 有点空闲时间 除了撩一撩秦琛 给韩清梅打通电话 约一约软会入串 剩下的就只想躺平 刷剧 刷短视频 打游戏 做什么都好 哪怕什么都不做 只躺着也行 反正别让他跟人社交 烦 对了 错了 好心好神 见苏默没表现出不悦 李安自然也是消停 安稳本分地掏出手机 看自己今天做的笔记 苏默打游戏之余 扫了李安一眼 十分满意 情能捕捉 李安绝对不是 最有灵气的学生 但绝对是最努力的学生 车行驶出一段路 坐在前排的叶染 跟秦琛开始搭话 五哥 你认识律师朋友吗 秦琛 不认识 秦琛不按套路出牌 叶染一叶 一般男人肯定会询问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况且 像秦琛这样身份的男人 怎么可能不认识律师 秦琛一句话断了叶染的后路 他抿了抿唇 另辟洁净 五哥 上次的事还没谢谢你 我加你个微信吧 回头请你吃饭 秦琛促眉 正于开口拒绝 车后排苏默开口 大师兄 你手机里有钱吗 秦琛眉峰依旧没舒展 却接了苏默的话 有 苏默低着头打游戏 没抬眼 我看上一款包 你帮我付下钱 秦琛 多少 苏默说 五十W吧 需要配点货 秦琛 转你 苏默只见在屏幕上点的飞快 像是顾不上跟他说话 你直接把手机给我吧 我自己转 苏默话落 秦琛二话没说 把手机递给了他 叶染要秦琛微信 秦琛却把手机给了苏默 这还怎么加 自然是不加 看出两人的意思 叶染不自在地笑了笑 信心收回了手 直到下车 苏默也没把手机还给秦琛 抵达酒店 四人下车 苏默没给秦琛手机 倒是在临下车的时候 狠狠在他腰间拧了一把 秦琛回头 苏默娇琛瞪他 秦琛没吭声 又把头转了回去 瞧见两人的互动 李安在秦琛走远后小声问 师父 你不是说 五哥没原谅你吗 苏默轻哼 嗯 李安 那为什么在车上 五哥没把手机号给叶染 在你跟他要手机的时候 却直接给了你 熟近熟远 一目了然 一点都看不出来 两人在闹脾气 有隔阂呀 而且 一般男人在这种时候 不都应该故意气气前任吗 苏默手里把玩着秦琛的手机 细血说 他是想吊着我 又不是想失去我 他知道我的脾气 上次他跟叶染一起出现在凤锡阁 已经惹得他不快 他这个狗脾气 有在一 别说在三 在二都不能有 如果有 别管真的假的 他宁错杀一千 不放过一个 全当真的处理 秦琛懂他 所以不会踩这条红线 他也不会 大家都是成年人 就事论事解决事 两个人的故事 扯到第三个人 可就变了味 过了一会儿 四人走进樊六订好的包厢 樊六没到 倒是今天那位 对苏默因勤劲十足的重位在场 看到苏默 对方眼睛亮了亮 起身邀请几人入场 还故意把苏默的位置 安排在了他跟前苏默 我挨着诗书坐 仲睿没阻拦 想着苏默左手挨着樊六 他可以坐右手 谁知道 没眼力见的李安 一屁股坐了下去 仲睿愣了下 想开口 包厢门推开 樊六带着另一个不速之客 出现在门口 大家都到了 第250章 铤而走险 樊六带来的不速之客 是奖商 伴随着樊六的客套声 两人入座 樊六坐的主位 苏默瞧见这个情形 自觉往后退了一位 奖商是奉西阁金主 肯定不能坐下位 秦琛身份地位在那里 论姿排辈 自然也是不能 所以能退的只有苏默 苏默往后退 李安也跟着往后退 苏默左手秦琛 右手李安 叶染今天安分手挤的出棋 没去勾奖商 而是由着仲睿挨着奖商坐下 他坐在了仲睿旁边 带所有人入座 服务生走过来 让点菜 樊六坐东 摆出长辈姿态 让他们几个点菜 奖商是金主 又距离樊六近 自然是他先点 不知是不是故意 每一道菜点的 都是苏默喜欢的 奖商点完 樊六把菜单递给了秦琛 秦琛没接 推给了苏默 苏默倒是点了几道 无巧不成书 恰好都是秦琛喜欢吃 奖商却不喜欢的 苏默这道菜点完 奖商当场脸色沉了沉 接下来点菜的是李安 叶染 仲睿没点 说随便 不挑食 过了一会儿 仲睿从服务生手里接过酒瓶 让他在门口守着 酒过三巡 樊六切入主题 这个包厢里的 都是自己人 我也就不再弯弯绕绕 想来你们也听说了 我把附近那个厂子接过来了 说着 樊六拿着酒杯站起身 目前该审批的文件 我已经都批了 唯一欠缺的就是 如何能让客户群 认可批量生产的 平遥推光七器 平遥推光七器 之所以会叫这个名 是因为在制作工程中 有一道最重要的必要工序 用手推光 用手反复推擦 直到手感光滑 用机器批量生产的东西 怎么能叫推光七器 价值和意义 包括传承 都相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满足的 只有像樊六这样的 资本捞金者罢了 樊六话落 包厢内无人接话 约莫有个七八秒 蒋商接过他的话茬说 我就是个商人 别的忙帮不上 我只能说 蒋师肯定会入股投资 樊六脸上堆笑 这样的身份地位 年龄还摆在那里 这会儿 却为了五斗米折腰 一口气干了杯中酒 樊六干了 蒋商也干了 樊六又把视线 落在秦琛身上 小五 听说你师父的 文宣阁要重新开业 秦琛把玩酒杯 朝樊六看过去 是 樊六说 目前默默在我这里 楚行和陆仓 又出去单干了 师叔知道你有能耐 可单单只有你一个人 恐怕是独目难知啊 秦琛 不劳师叔费心 樊六闻言也不恼 继续试探说 这样 我新接手的那个场子 就用你师父文宣阁的名头怎么样 这样你师父那一脉也得以传承 如果做得好 樊六画饼会蓝图 秦琛出声打断 谢谢师叔好意 不需要 樊六笑容略收 看向苏默 苏默今晚没喝酒 喝的是果汁 摆弄手里的果汁杯 没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问了另一个 师叔是打算跟一品格合作 这是瞒不住 樊六知道利弊 接话说 是 不过 苏默 师父当年有失讯 不跟外企合作 不跟外资入股的合资公司合作 听到苏默的话 樊六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收敛 片刻后 他忽然似笑非笑说 如果我非得合作呢 苏默练笑 凤锡格跟谁合作 我没意见 樊六 默默 樊六脸色不算好看 明显是在给苏默难堪 苏默面不改色 吸腰往后靠 笑盈盈的说 师叔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没关系 我不是玻璃心 承受得住 樊六不知道抽什么风 从来都是笑面虎 今晚却撕破了脸 如果我非得以文轩格的名头 做批量生产七七呢 苏默唇角笑意加深 眼底却是圣人的寒意 他红唇息动 正想开口 话茬被秦琛接了过去 师叔 铤而走险 未必能博出半世荣华 虽说早死 晚死都一样 但实际上相差还是挺大的 晚死 无非就是生老病死 可早死 意外太多了 说吧 秦琛撩眼皮看向樊六 举起酒杯 你说是吧 师叔 第251章 以身相许 秦琛声音无起伏 神情也是云淡风轻 樊六跟他对视 握着酒杯的手收紧 眼里有火星 秦琛 师叔 你还记得王伯伯吗 樊六不吭声 秦琛说 不过才五十出头的年纪 一场意外 不仅他人没了 连伯母也跟着没了 听说 听说什么 秦琛还没把话说完 樊六把手里的酒杯 往餐桌上重重一放 酒水顿时洒出来不少 紧接着 包厢内安静如丝 眼看气氛陷入僵局 仲睿站起身 端着酒杯当何事老 不愧是年纪轻轻 就坐上副总位置的人 圆滑得很 只见他朝秦琛的方向举杯 意味跟他碰杯 然后看向樊六说 樊总 不要因为这点小事 伤了你们同门之间的和气 樊六沉着脸不作声 仲睿又说 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把平遥推光 七气发扬光大 跟谁合作无所谓 打着谁的名义也无所谓 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樊六紧绷下河 仲睿笑 这杯酒我干了 大家和气声采 这场合作 一品格退出 随着仲睿话落 樊六脸色终于有了变化 不过不是高兴 能够一家独大的那种变化 而是有些慌张 不等他开口 仲睿已经汗手转身 离开退出了包厢 樊六身子骤然一僵 许久 樊六道西一口气回神 便连比翻书还快 又恢复了以往笑面虎的样子 今天就不该跟你们谈论这些事 说吧 又一脸长辈对小辈无可奈何的笑 吃菜吧 几个小祖宗 樊六会演戏 秦琛和苏默也会演 秦琛笑而不语 苏默娇笑 师叔寒沉我 饭后 樊六派司机送几个人回家 苏默笑问 师叔不一起走吗 樊六说 我跟蒋总还有试探 苏默玩耳 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 几人坐上樊六给安排的商务车 这次夜染没再蠢到跟苏默争位置 自觉跟李安坐到了最后一排 苏默坐稳 细腰往后靠 从兜里掏出手机 扔给了秦琛 秦琛拿起手机 苏默红唇轻条 口型 看手机 苏默给他发了微信 待会儿去你那儿 还是去我那儿 秦琛 苏默 聊聊今晚的鸿门宴 秦琛 你说去哪儿 苏默 我都行 秦琛 去我那儿吧 我正好约了人 苏默答应痛快 行 司机先把夜染送回小区 后抵达紫金庄园 车停在紫金庄园门口 秦琛跟苏默和李安一起下了车 司机见状诧异 五哥 您在这儿下 秦琛沉声道 嗯 司机陪笑 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 秦琛挑眉 有事 司机 没有没有 说吧 司机朝他汗手 开车离开 目送商务车走远 苏默瞇了瞇眼 他们今晚不会是给你设了局吧 秦琛不以为然 或许 苏默轻横 看来我是救了你一命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李安站在一旁 宛如高瓦鼠电灯泡 本来就不是射牛的人 简直恨不得原地消失 苏默话音落 看出李安的拘束 出声说 李安 你先回去 我跟 说着 苏默停顿 红唇一勾 继续说 跟你师伯有点事 李安 好 带李安离开 只剩下他们俩 苏默踩着高跟鞋 往秦琛跟前走了两步 在距离咫尺的位置停下 微仰头 闭波流转的眸子 含着银银笑意 大师兄 我今天救了你一命 秦琛垂眸 你想说什么 苏默 自古以来 救命之恩 都是以身相许 第252章 主打一个敢作敢当 苏默在说谬论 而且说的理所当然 秦琛低垂的眼眸颤了颤 没反驳 从兜里掏出烟盒 咬了一根 没点燃 陈生说 看你的本事 苏默戏谑 嗯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 车来了 秦琛话音落 一辆风骚的保时节 停在两人面前 为什么说风骚 因为他的颜色特别扎眼 黄色 而且还是那种明念黄 这种颜色挺挑人的 不是说不好看 只能说是反正一般人不会买 一般买这种车的人 家里绝对不会只有一辆车 毕竟这个色系的车 太多正式场合不适合 苏默正想着 车窗下降 驾驶为露出一张老熟人的脸 牧川 苏默挑眉 牧川淡定跟苏默打招呼 苏小姐 又见面了 苏默皮笑若不笑 明知故说 好巧 牧川也是脸皮厚 丝毫没有被识破真面目的尴尬 不巧 我就是专程来接你和老秦的 苏默 秦琛上车说 几分钟后 两人上车 秦琛坐在副驾驶 苏默则是坐在车后排 从上车起 苏默双手还胸就没说过话 一副我静静看你们表演的模样 牧川侧头看秦琛 说两句 秦琛淡定接话 说什么 牧川故作错愕 你总不能让我背锅吧 秦琛十分坦然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到秦琛的话 牧川点点头 然后抬头看向那事情跟苏默说 苏小姐 既然他不忍 也别怪我不义 上次我们俩之所以会见面 就是他受益的 他让我盯着你 苏默冷笑 牧川又说 他还让我看着你跟蒋商 怕你们俩旧情复燃 苏默 阴险 察觉到车内气氛不对 牧川明哲保身 站队苏默 对 阴险 说完 牧川叹口气 苏小姐 你是不知道 自从骗了你之后 我这段时间 一直都是吃不下睡不着 我呀 不等牧川把话说完 秦琛打断他的话说 樊六那边什么情况 牧川一秒变脸 完事不恭 变成一本正经 今晚你本该有场车祸 秦琛嗓音沉沉 安排在哪里 牧川说 新城区 送完苏默后的一段路 也是回秦琛别墅的必经之路 说吧 牧川顿了顿 继续说 不过樊六没想弄死你 没找保镖打手 就是个市井混混 瞧着 也就是想吓唬吓唬你 秦琛冷吃 他也就那点本事 牧川 你们今晚是什么局 秦琛到 群英会 牧川嘴了一声 都有些谁在 秦琛接话 奖商 还有一品格的重锐 牧川说 樊六沉不住气了 秦琛似在私存 不好说 两人说话犹如打雅迷 苏默坐在车后排听着 倒是听懂了 再听到樊六今晚 真的给秦琛安排了车祸后 瞬间拧眉 约莫一个多小时后 车抵达秦琛的别墅 车停下 苏默往外看了一眼 轻挑掩尾 狗男人 住得够奢侈的 是套中式合院别墅 三进三处的院落 除了主楼之外 还有两处配楼 苏默正瞧着 牧川转头火上浇油 苏小姐来过老秦这套别墅吗 苏默挑动红唇 没有 牧川调侃 那他其他几套呢 苏默眯眼 还有 牧川本就是拱火点炮 偏偏非得做出一副 他无意说漏嘴的模样 惊讶问 苏小姐不知道 苏默看出牧川的用意 轻声样笑 牧总 秦琛得罪过你 牧川张嘴胡说 抢过我前女友 苏默一脸玩味 是吗 坐在副驾驶的秦琛 嗓音速冷 神情平静如水 现在都流行说 别人坏话不背人 第253章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秦琛话落 车内安静了一秒 下一秒 苏默轻嘲笑笑 推门下了车 瞧见苏默下车 牧川转头看向秦琛 还不去哄哄 秦琛眼神森冷地回看牧川 阎王让你三更死 二更你就抹脖子 牧川没听懂 嗯 秦琛尚赶着找死 牧川 这边 苏默下车后 环顾四周 在荣城 像这种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格局 其实不多见 前院是门厅 中院是主体建筑 庭院 大厅和客厅 还种了不少花花草草 后院是主人私密空间 牧川能轻车熟入 直接把车开到后院 足以见他跟秦琛关系匪浅 苏默正想着 车门打开 两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秦琛走在前 牧川走在后 并一再对他挤眉弄眼 苏默轻挑眼尾 牧川朝他做了抹脖子的动作 苏默 牧川用口型说 老秦想杀我灭口 苏默 他信他个鬼 几分钟后 三人进门 牧川没换鞋直直往里走 被秦琛一把拎住后衣领拽了回来 秦琛淡默开口 换鞋 牧川说 你这有洁癖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 秦琛没理他 弯腰从鞋柜里 拿了双毛绒绒的女士拖鞋 放在苏默脚下 苏默垂眸扫一眼拖鞋 抬头看向秦琛 用眼神无声的询问 女士拖鞋 秦琛看懂了 却没解释 转身往里走 边走 边脱下外套 扔在沙发扶手上 这套别墅 完全走得中式风 从外到内 沙发和茶几 也是用的紫檀木 赵匡活着那会儿 曾跟苏默说过 家具用紫檀木的人 往往有品茶的嗜好 因为紫檀木 那些伪装 苏默忍不住在心里 责了一声 可真能装啊 胡思乱想归胡思乱想 私存过后 还是言归正传 内院没庸人 一切都是秦琛亲力亲为 秦琛坐在沙发前 边沁茶边开口 今晚一品格书退出的时候 樊六神情有些微妙 说着 秦琛看向苏默 苏默不是那种 公私不分的人 走到一旁的单人 沙发前坐下 似乎很慌张 秦琛 你猜他为什么慌张 苏默说 怕一品格汽车宝帅 秦琛把一杯茶 顺着茶几面 推到苏默跟前 猜对一半 看着面前滚烫的茶水 苏默出神了会儿 水眸疏地一紧 看向秦琛 一品格退出 我们这边如果执意 不让他用文宣格的名头 那今后如果出事 就给他一个人承担 他跟秦琛今晚歪打正着 倒是让一品格惊铲脱鞘 秦琛嗓音沉沉 最近你多注意一下夜人 狗急跳墙 今晚算是他们失算 樊六这个时候 大概是恨透了他们俩 不能说肯定会使季某 把他们俩弄死 那必然也不会让他们俩好过 苏默拧眉 讲伤那边 苏默话说至一半 剩下一半没说 他看不透 等秦琛解惑 秦琛低垂眼眸 七茶动作行云流水 不好说 苏默 你也看不透 他是被利用 还是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秦琛嗓音滴滴沉沉 按理说他不是蠢人 这两种可能性都太蠢 苏默红唇微敏 沉默 苏默这边正思考多种可能性 秦琛转头看向 坐在另一侧单人沙发里 把玩手机的牧川 你还不走 牧川抬眼 秦琛 你要住这儿 牧川明知顾问 不方便 第254章 故意吊着 牧川话落 秦琛眸色森然地盯着他看了会儿 修长手指在茶杯壁上清点两下 低头品茶 方便 牧川死珠不怕开水烫 方便就行 两人之间暗流涌动 苏默看着 安安静静喝了一杯茶 放下茶杯开口 时间不早了 我就不多打扰了 牧川 苏小姐要走 苏默管 嗯 说完 苏默红唇勾笑 看向秦琛 我今晚本来就是找大师兄谈事情的 现在既然事情都谈完了 我如果再待下去 恐怕 秦琛先眼眸 跟他对视 会莫如深 苏默到底还是走了 秦琛帮忙叫的车 送走苏默 牧川靠坐在沙发里 撬着二郎腿 扔给秦琛一根烟 就这么让走了 秦琛接住 要在嘴前 不然呢 牧川 舍得 秦琛道 我要的是长长久久 牧川调侃 酸 秦琛双腿自然敞开 秦琛拿过茶几上的打火几点烟啪的一声 随着火苗促起 秦琛嗓音速冷道 我跟你不一样 我就这一个女人 肯定被步步为营 牧川背弃笑 这是寒沙摄影说 谁不正经呢 秦琛取下嘴角的烟谈烟灰 你心里没数 另一边 苏默坐在一辆宝马X屋里 偏着头看车窗外的夜景 夜幕沉沉 霓虹闪烁 老实说 他今晚原本是准备跟秦琛发生点什么的 哪怕不发生 也得占点便宜 可被牧川一搅和 再加上烦溜的事 他那点以你的心思 顿时就没了 这种感觉 就好比你洗了澡 关了灯 准备好了纸 打开电视 你以为是限制级大片呢 最后播放出来的是科学与自然 思想境界升华了 显得人类的基本需要就很low 车底达紫金庄园 苏默下车 他推车门 长腿迈下车 谢谢 男孩文言转头回笑 露出一对挺招人喜欢的小虎牙 客气 苏默 你是秦琛的 男孩 朋友 苏默有心探究秦琛身边的人 主动做自我介绍 苏默 男孩接话 薛迟 苏默红唇弯弯 哦 跟薛迟打过招呼 苏默挥手转身回小区 往里走几步 苏默掏出手机 发了条信息 任书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抢你生意的那家私家侦探公司的老板 是不是叫薛迟 任和平那边秒回 是 怎么了 苏默 没事 我就是忽然想到了 问问 任和平 是 是这个名字 看到任和平的回复 苏默瞇眼 秦琛身边还真是卧虎藏龙 苏默前脚回到家 后脚拿着手里的手机响起 他垂眸 屏幕上跳出秦琛的微信 到家了吗 苏默 刚到 秦琛 嗯 苏默已站在门厅柜前 红唇样笑 发信息 担心我 秦琛 想好要给我名分了 苏默脸上笑容僵住 执着 苏默笑不出来了 也就没再回信息 进浴室冲了得早 早早休息 次日 苏默还在睡着 被一通电话吵醒 他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手机 全凭本能按下接听 唯 苏默话音落 电话里响起一道陌生焦急的声音 苏师傅 你几点到博物馆 博物馆 听到博物馆三个字 苏默睡意散了些 眼睛睁了睁 声音带着沉起的懒散问 怎么了 对方说 博物馆有文物被调包了 ministers 声音带着沉重 声音带着浉 Fahrer 声音带着沉控 带着沉重